欢迎来到规则怪谈世界 本次怪谈世界为 四业园区 你是四业生物科技公司的一名五级员工 你担任的是营销工作 正在为身为六级员工而努力 你有一位漂亮的女友 去年国庆节的时候 你们俩刚刚确定关系 因为女友工作委派的原因 你们俩暂时处于分居两地的状态 你的女友有个非常要好的闺蜜 她是一名身材火辣 外貌极品的空姐 女友闺蜜的飞机刚刚落地 正在前往四业园区的路上 没错 她就是来找你的 下面是抽取天赋的时间 来看看你会获得怎样的能力吧 话音落下 一道天赋抽取面板 便赫然出现在了唐浩的视野里 唐浩是龙国清城大学 一名大二的学生 刚才正在图书观察月资料 突然眼前一黑 就被拉入到了怪谈世界 唐浩对规则怪谈并不陌生 甚至幻想过 如果自己进入怪谈世界的话 会抽到什么样的天赋 然而 他没有想过的是 这一天会这么快来到他的面前 唐浩深吸一口气 立刻抬起手 按下了虚拟面板上的那个红色按钮 很快 一个天赋名称 便定格在了面板上 天赋 我能看到他们的屏幕 SSS级 一看到这行字 唐浩不由的就是神色一顿 这是什么天赋 下一秒 面板上突然弹出一段说明文字 此天赋可以让天选者 看到一些特别的屏幕 如怪谈管理者聊天群 以及其他天选者的直播画面 唐浩顿时就是呼吸一致 一颗心开始突突狂跳了起来 他瞬间意识到 这个天赋有可能是作弊神器 毕竟 就有可能掌握到一些关键线索 而能看到其他天选者的直播画面 也能给自己提供有效的参考 两者结合在一起 简直就是如虎添翼 说他是SSS级天赋 果然一点也不为过 这时 屏幕上又弹出一段文字 对住 使用此天赋 需要消耗天选者的精神值 每亏平一分钟 会消耗五点精神值 天选者进入放松状态后 可恢复精神值 按照放松的程度 精神值的恢复速度 有快慢之分 一般放松 每二十分钟 恢复一点精神值 中等放松 每十分钟 恢复一点精神值 深度放松 每五分钟 恢复一点精神值 超级放松 每一分钟 恢复一点精神值 当前精神值 一百 唐浩吐出一口浊气 没想到这个天赋还有限制 不过仔细想想 这也在情理之中 要是这个天赋 可以无限制使用的话 那也太逆天了 在这个充满危险和挑战的怪谈世界中 任何过于强大的能力 都可能引起失衡 天赋抽取时间结束 下面公布本次怪谈世界的通关条件 1.存活时日 通关评分A 2.存活时日 并弄清楚四叶园区的秘密 通关评分 S级 3.解除四叶园区的污染源 并逃离园区 通关评分 SS级 本次怪谈世界场外 可提示机会为 5次 本次怪谈挑战正式开始 驻天选者们玩得愉快 唐浩深吸一口气 定了定神 将目光投向屋内 窗帘 衣柜 书桌 空调 电视 沙发 独立卫生间 还有自己身下的双人床 从这个房间的布置来看 很像是某套房子的主卧 唐浩起身 开始在房间内 寻找起了可能写有规则的地方 仔细找了一圈 唐浩仍然没有发现规则 他决定不再浪费时间 立刻在心里说道 使用天赋能力 我要看一下怪谈管理群 下一秒 一个群聊界面 便出现在了唐浩的眼前 聊天框的右侧 是一个成员列表 排在成员列表 最上面的是本群的创建者 名字叫做 大夫 下面是两个管理者 名字分别是大嘴花和豌豆射手 再下面就是普通的群成员 全都以植物命名 家竹桃 无聊了三年 规则怪谈总算是重新开启了 比岸花 大家 这次你们都看好哪位天选者 狗尾巴草 当然是樱花国的攻下静一郎了 他可是一名侦探 紫百合 龙国的这个堂号 你们怎么看 菊花残 感觉太嫩了 怕是活不过今晚吧 紫百合 话不要说得那么死 你还不知道 他抽到的是什么天赋呢 柚子 话说这届的天选者有点笨啊 怎么到现在都还没人找到规则 家竹桃 不怪他们 主要是这次的规则藏得有点深 确实是有点不太好找 菊花残 藏得深吗 画里美少女手都指的那么明显了 居然没有一个人注意到 哎 这届的天选者果然是不太行啊 看到这里 唐浩的一颗心不由的就是猛地咯噔了一下 画 美少女 手指 难道说 线索是一幅画里美少女手指的方向吗 本次窥评五分钟 消耗精神值 二十五点 剩余精神值 七十五点 唐浩立刻有目四骨 很快 他的目光便落在了墙上 贴着一幅八重绳子的画像上 画中的八重绳子 俏皮的眨眼 抬腿 同时用右手做了个打手枪的动作 而他右手十指所指的方向 正是屋内的窗帘 唐浩顿时就是一个机灵 连忙冲到窗帘前 一把将他拉了开来 窗帘之外除了一扇大窗 竟然还有一扇门 门外是一个阳台 此刻天光正亮 透过阳台的玻璃 可以看见 外面被一层淡淡的雾霾所笼罩 唐浩立刻拉开门来到阳台上 阳台上挂着一个鸟笼 里面有一只八个 见唐浩过来 八个立刻开口说道 我是你大爷 唐浩的鹅脚 顿时拉出几道黑线 心想这黑鸟 有点不太礼貌啊 唐浩先是透过阳台的玻璃 远眺了一下前方 从建筑的造型来看 这里的确像是个园区 而自己所在的这栋楼 应该就是职工宿舍了 唐浩收回视线 在阳台上仔细搜寻了一会儿 没有找到规则 最后还是将目光锁定在了八个的身上 思索了两秒 唐浩便打开鸟笼 将八个抓出来 在他身上翻了翻 并没有任何的异常 将八个重新放回鸟笼后 唐浩开口问道 八个 我问你 你知道规则在哪里吗 八个测了下脑袋 还是那句话 我是你大爷 唐浩拧了下嘴角 看我一会儿 不找个打火机 来把你的鸟毛给烧了 八个 老铁双鸡666 唐浩 沉饮了一会儿 唐浩便去阳台上的鸟食袋里 拿了几条面包虫肝 塞进了鸟笼里 八个立刻两眼放光 扑腾着翅膀一口一个 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不一会儿 几条面包虫 就被他消灭得一干二净 八个满足的扎扎嘴 还一油未尽地望着唐浩 似乎在示意他 再给自己一些食物 唐浩又给他喂了十条面包虫 八个终于不再贪恋面包虫 开始梳理起了自己的羽毛 小八个 现在可以告诉我 规则在哪里了吧 八个 鼠标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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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浩双眼微微瞇了瞇 立刻返回房间 看向书桌上的鼠标垫 这是一个印有水神福宁那图案的 鼠标垫 光从图案来看 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唐浩立刻拿起鼠标垫 将它翻到了反面 请遵守以下宿舍规则 一 请保持宿舍的干净卫生 二 请将女友闺蜜安置在宿舍内 尽心照顾好她 并满足她提出的所有要求 三 请与女友闺蜜保持正当的互动和交流 四 当女友闺蜜耳朵变红时 不要和她说话 五 不要让女友闺蜜穿带有魅魔图案的睡衣 六 每天晚上和女友通话一次 七 不要让女友误以为 你和她闺蜜有不正当关系 八 不要擅自进入室友的房间 除非得到了对方的许可 九 如果看到八个的毛色变白 请立刻停止喂食 并给她播放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 十 如果看到你的室友身穿白大褂 请一定不要跟她独处 十一 请不要把后背交给身穿制服的宿管员和宝洁阿姨 看完了这十一条规则 唐浩的眉心瞬间便拢起了两座小山丘 女友闺蜜是空姐 正在赶往四叶园区的路上 而自己需要将她安置在宿舍里 并满足她的一切需求 同时还要保持正当的互动和交流 唐浩越想越觉得这是个坑 万一女友闺蜜对自己提出非分的要求怎么办 如果按照规则二 她必须得满足女友闺蜜的要求 可这样就违背了规则三 那样的话 自己岂不是无论答应 还是不答应都违反了规则吗 还是说 这其中也存在着一些错误的规则 又沉吟了一会儿 唐浩便快步朝房门走了过去 既然女友闺蜜的到来不可避免 那最好 还是别让她跟自己住在同一间卧室才好 否则孤单寡女同处一室 实在是太容易擦枪走火 唐浩轻轻拉开房门 出现在她眼前的是一道走廊 走廊的两侧各有一个房间 房门全都处于关闭的状态 走廊的前方则是一个宽敞的客厅 连接着餐厅 厨房和卫生间构成了一个三十一厅的户型 就是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住着三个人 要是能有一间空出来 给女友闺蜜住就好了 规则八 不要擅自进入室友的房间 除非得到了对方的许可 略意沉吟 唐浩便转向走廊右侧的房门 台指轻轻敲了三下 龙国 怪谈应对中心 叶婉婷一路刷脸狂奔 终于来到了怪谈应对中心的七层会议厅 她是唐浩的学姐 也是怪谈攻略组组长叶帆的女儿 之所以来到这里 是因为接到了父亲的电话 让她过来旁听 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提提意见 叶婉婷喘着粗气 踏入了大厅 六名成员已经围坐在圆桌旁 神情严肃 大厅前端的大屏幕被分成了两部分 左边的屏幕正在播放着 唐浩在怪谈世界的实施画面 右边则已经将唐浩刚才拿到的十一条规则 全部列在了上面 一名外貌气质俱佳的女秘书 立刻引领着叶婉婷来到圆桌的一个位置 叶婉婷朝父亲叶婉看了一眼 随即冲众人攻了攻身 不好意思 我迟到了 叶婉点了点头 是一女儿赶紧坐下 叶婉今年五十多岁 喉咙处有一道触目的伤疤 她的头发已经灰白 身上穿着棉麻的中式服装 有点周星星的感觉 在上一轮的怪谈副本里 她获得了一项特殊的能力 名为握了手 我们就是朋友 只要和诡异握手 诡异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内 就不会对她发动攻击 尽管上一轮怪谈入侵突然消失 但是她的特殊能力却并没有失去 这个能力使得她拥有极强的亲和力 从而获得了很好的人员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叶帆顺利地担任了 怪谈事件应对局的局长 以及这次怪谈入侵的攻略组组长 这时 大厅一脚的文秘组里 有一名正装黑丝女子小跑着过来 递给了叶帆一张A4纸 叶帆接过A4纸 快速扫了眼上面的内容 随即用沙哑的嗓音开口说道 文秘组的统计结果已经出来了 这次进入怪谈世界的五十八位天选者 全部都是男性 一名方脸中年男性 搓了搓下巴的胡茬 开口说道 这应该是特地为了女友闺蜜 这个元素而安排的 英雄难过美人观啊 这次的怪谈副本通关率 怕是要创新低了 说话的是有着 清诚犯罪克星之称的高桥 高刑警 叶帆的目光 落到了女儿叶婉婷的脸上 婉婷 你和唐浩是同一个专业的 应该对她有所了解 你觉得她的为人怎么样 前台词是 这小子是个好色之徒吗 叶婉婷立刻挺了挺身子 唐浩非常勉 刻苦 人也很正直 应该不至于会触犯 道德的红线 一名二十七八岁的卷毛男子 扎巴了下嘴巴说道 唐浩就算再留下会 也扛不住诡异放技能 就怕女友闺蜜 有什么魅惑之数 说话的名叫周理 是一位非常厉害的 诡异类游戏关卡设计师 要是这样的话 就有点太不讲武德了 毕竟 这是新一轮怪谈的 第一个副本 被拉进去的 又都是些新人 应该不至于这么变态 这次开口的是一位 面旁精致的长发美女 名叫张静怡 是一位怪谈类的大神作家 一名面容轻取的老者 轻轻捋了捋胡须 从目前的副本进度来看 咱们的天选者 是第一个找到规则的 这说明 他的智商还是非常高的 我比较看好这小子 相信他绝对能顺利通关 老者名叫徐青 是一位这名的 诡异片导演 一名身着道袍 投书发际的道士 轻甩了下浮沉 无量天尊 咱们还是静观其变吧 叶婉婷不由的就是微微一正 他没想到 老爸竟然请了一位道士 来担任怪谈攻略组的成员 不过又一想 道士对于诡异知识的了解 和应对方法 远比普通人丰富 从这个角度来看 请一位道士 来担任怪谈攻略组的成员 倒也合情合理 众人不再说话 均将目光投向了 大厅内的直播大屏幕 怪谈事件 吱压一声 房门被拉了开来 一名男子出现在了房门背后 男子身高一米六左右 戴一副金边近视眼镜 唐昊的记忆瞬间被激活 男子名叫陈昂 是物流部的 跟自己一样 也是一名五级员工 唐昊快速扫了一眼陈昂的身上 此刻陈昂身上 正穿着一套湖蓝色的睡衣 规则时 如果看到你的室友身穿白大褂 请一定不要跟他独处 看到陈昂没有穿白大褂 唐昊心里稍微松了一口气 此刻自己跟他说话 应该并没有什么危险 为了确认这一点 唐昊又偷窥了下怪谈管理群 比岸花 樱花国的宫下靖一郎 可算是找到规则了 比龙国唐昊 足足慢了好几分钟 还大侦探呢 就这 家竹桃 对了 这个开门的室友会突然暴走 把天旋者给嘎了吗 大嘴花 不会 只有他穿了白大褂的时候 才会暴走 家竹桃 这货不会是个双重人格吧 大嘴花 Bingo 你猜对了 穿上白大褂的时候 掌控他的会是个反社会型人格 一言不合 就是干的那种 家竹桃 节节节 我想看他捶抱女友闺蜜 陈昂打了个哈欠 大周末的你不在屋里睡觉 敲我们干啥 本次窥评一分钟 消耗精神值 五点 剩余精神值 七十点 唐昊连忙收回那块视野 又重新审视般的看了陈昂一眼 原来这家伙是个双人格 穿上白大褂的时候 就是另外一个人格在主导身体 而且多半还是个像汉泥巴那样的狠角色 是这样的 我女友闺蜜一会儿要来 我正寻思着 晚上让他住哪儿呢 说着 唐昊故意朝对面的房门瞥了一眼 他现在的脑海里 没有关于这个房间住户的信息 所以 他想通过暗示的方法 让陈昂主动说出来 陈昂果然上当 看了眼对面的房门说道 你不会是想让你女友闺蜜住这间屋吧 那小子虽然出差了 可是有严重的洁癖 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人碰他东西的 我看呀 陈昂突然猥琐一笑 你还是让你女友闺蜜 跟你注意无得了 晚上还能做点不可描述的事情 岂不快哉 唐昊的鹅脚顿时拉出几道黑线 你小子 能正经点吗 就在这时 唐昊兜里的手机突然 传来一阵嗡嗡的震动声 唐昊连忙掏出手机一看 白电显示上赫然写着 女友闺蜜四个大字 唐昊不由的就是心头一紧 连忙滑下了接听见 轻轻喂了一声 昊哥 一个苏诺清甜的声音 立刻从话筒里传了出来 像是有无数小虫 顺着唐昊的耳朵 一路钻进她的心里 我已经到四叶园区的大门口了 就在门卫室这里 这两个保安不让我进 非要让你亲自来接我 你快赶紧过来吧 今天飞了三个小时的飞机 我现在就想赶快找个地方躺下 好的 我马上就过来 唐昊答应了一声 立刻回房间抓上钥匙 又稍微整理了下头发和衣领 便快速穿上鞋子 飞奔出了宿舍 刚来到楼下 一股记忆洪流 便涌入了唐昊的大脑 本来 她还有点担心 自己找不到园区大门的方向 现在她的脑子里 就像有一张地图一样 指引着她 很快就来到了园区大门的位置 隔着门卫的玻璃窗 唐昊一眼就看见了 里面坐着一位 身穿蓝色空姐制服的游物 精致的脸庞 宛如画师精心雕琢的艺术品 完美地令人窒息 前凸后翘的恶娜的身材 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修长的大腿 包裹着肉色丝袜 更是增添了几分神秘感和诱惑 此刻 她正站在门卫室里 低头刷着手机 似乎是感应到了唐昊的到来 她突然抬起头 来朝唐昊的方向看了一眼 这惊鸿一瞥 仿佛瞬间让时间凝固 唐昊可还是一名小雏男 哪里见识过这样的人间游物 一颗心顿时就有些乱了 节拍一瞬间 唐昊也忽然记起了 女友闺蜜的名字 苏绕 妖绕的柔 真的是 人如其名 浩哥 下一秒 苏绕突然发出一声兴奋的轻呼 随即便蹬着十厘米高的高跟鞋 从门卫室里朝唐昊冲了出来 唐昊像是被狮子捕食的绵羊 立刻愣在了原地 她呆呆地看着苏绕飞边来 脑子里一片空白 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反应 转眼 苏绕就已经冲到了唐昊的跟前 忽然一个起跳 直接勾住了唐昊的脖子 两条腿则直接交叉夹住了唐昊的腰 唐昊 如遭雷轰电撤 身体瞬间僵硬地 仿佛变成了一尊雕塑 无法动弹分毫 检测到放松 放松等级 超级 精神值回复速度 一点 分钟 唐昊顿时就有点想要骂人 这个放松系统你正经吗 怪谈攻略组 夜晚亭揉着鹅脚 默默低下了脑袋 直播间 如此人间有物 又如此热情奔放 我若是唐昊 今晚就特么豁出去了 哪怕再也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都值了 这样算是正当的互动和交流吗 不会已经触犯规则三了吧 应该不算吧 最多只能说明 女友闺蜜比较热情而已 除非发生那种不可描述之事 否则应该都算是正当的关系 怪谈世界 门卫视前 浩哥 想我了没 苏绕在唐昊耳畔轻声嘀喃 声音中带着一丝调皮和撒娇的意味 温热的呼吸 轻轻地吹拂着唐昊的耳朵 让他感到一阵苏麻 唐昊轻咳了一声 连忙伸出右手食指 戳了戳苏绕的胳膊 快下来了 要是被林曼看到了 会误会的 苏绕掀起小嘴 他才不会呢 我从小就是这种 大大咧咧又黏人的性格 他又不是不知道 嗨 一名门卫忽然来到苏绕身后 轻咳了一声 唐昊连忙顺势 将苏绕从自己身上扒拉下来 冲门卫尴尬地笑了笑 本次超级放松时间为两分钟 获得精神值两点 当前精神值 72点 门卫一脸艳羡地笑道 小哥真是好福气 有这么漂亮的空姐女朋友 唐昊顿时就是一慌 连忙白手解释道 你误会了 他不是我女朋友 他是 我 妹 看到唐昊一脸窘迫的样子 缩扰不由的就是鸣嘴一笑 越发显得五妹动人 门卫恍然呕了一声 原来是你妹妹啊 将来谁要是娶了你妹 那可真的是几时修来的福气呢 唐昊连忙复合道 谁说不是呢 门卫 对了 这是来访信息表 麻烦你登记一下 唐昊接过登记表 立刻在上面刷刷刷地填好信息 门卫看了一眼 确认没什么问题之后 便将苏绕的行李箱 递到了唐昊的手上 这是苏小姐的行李箱 唐昊接过行李箱 正要带着苏绕 朝职工宿舍的方向走去 苏绕卫却突然开口 对门卫说了一句 其实 我不是她妹 我是她女友的闺蜜 啊 门卫脸上的表情 瞬间幻化成了一幅世界名画 唐昊用一副难以置信的眼神 看向苏绕 不是 你干嘛 苏绕嘴角弯起一抹脚侠的弧度 我就是想看看 他脸上会出现怎样精彩的表情 说吧 苏绕便蹬着高跟鞋 扭着小蛮腰 静止就朝前方走去 唐昊 好几秒钟之后 唐昊才常常吐出一口浊气 快步跟了上去 直播间 怪不得姓苏 有打击传承啊 的确 要是让他去演苏打击 那绝对是本色出演 唐昊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 怕是要栽在这个鬼空姐的手里了 有一说一 这个苏绕 简直就是我理想中的女朋友 要是能得此有误 就算把我榨干我也无怨无悔 放心吧 你的脑袋上会收获一片青青草原的 追上苏绕后 唐昊试探着说道 我这就带你去园区招待所吧 一听这话 苏绕立刻顿住脚步 目光凛冽地朝唐昊看了一眼 浩哥 我们可是一家人啊 一家人焉有不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道理 而且 招待所里不干净 房间里很可能还被安装了摄像头 你也不希望我这样的大美女被偷拍对不对 规则二 请将女友闺蜜安置在宿舍内 尽心照顾好她 并满足她提出的所有要求 看来将女友闺蜜安置在宿舍内 是无论如何都会发生 如果自己硬要把苏绕往招待所塞的话 等待自己的 很可能就是被嘎的命运 见唐昊没有吭声 苏绕突然一把勾住了唐昊的胳膊 撒娇似的摇晃了起来 浩哥 你就让文家跟你注意屋吗 苏绕可怜巴巴的冲唐昊 眨巴起了漂亮桃花毛子 唐昊轻点了下脑袋 行吧 好爷 苏绕立刻兴奋的发出一声轻呼 谢谢浩哥 说着 苏绕撅起小嘴来 就要亲唐昊的脸蛋 唐昊早有防备 立刻将脑袋往旁边一侧 躲过了苏绕的烈焰红唇 苏绕有些不跃地板起面孔 浩哥是不是很讨厌我呀 唐昊顿时就是一耸 连忙摇头 没有 怎么会呢 只是 我毕竟是有女友之人 还是保持应有的距离比较好 苏绕鼓起腮帮子 亲一下脸颊又没什么了 歪国人见面不都是这样的吗 唐昊咳嗽了一声 但咱毕竟不是歪国人不是吗 宿舍楼到了 打开房门 唐昊立刻出门内 做了个请的动作 苏绕迈步进入 开始打量起了屋内的环境 嗯 客厅还蛮大的嘛 是因为浩哥是高管 才有这样的高规格吗 唐昊拿了双自己的拖鞋 放到苏绕脚边 一边说道 我最多只能算是这里的中层 离高管还远着呢 主要是园区有钱 才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住宿条件 苏绕点点头 这里就浩哥一个人住吗 总共三个人住 我住主卧那间 带独立卫生间的 你晚上就睡主卧 我睡沙发 一听这话 苏绕那两片润泽饱满的嘴唇 立刻就撅了起来 那怎么行呢 这里人生地不熟的 晚上一个人睡觉 我会害怕的 唐昊脸上的表情顿时就是一僵 看来这个苏绕 是铁了心地 要在道德红线的边缘 反复横跳了 当然 其目的无非是要让自己触犯规则 好将自己给嘎了 那什么 唐昊抓了下头发 林曼要是知道 咱俩睡一个屋的话 肯定会生气的 苏绕不以为然 放心吧 他才不会生气呢 他最疼我了 再说了 你不是出了名的柳夏慧吗 难道还会把持不住 对我做出什么过分的事情来吗 说到这里 苏绕突然抬了抬漂亮的桃花毛子 如果真发生了那样的事情的话 你也不用担心 我可以向你发誓 绝对不会向林曼透露一个字的 这他娘的是在 赤果果的暗示 直播间 这尼玛 隔着屏幕 我的心窝子都被勾得痒痒的 这团烈火 真的是太撩人 我要是一只飞蛾 就特么义无反顾地扑了 你们这帮金虫上脑的家伙 唐浩要是嘎了 咱们龙国可是要受到 怪谈降临的惩罚的 到时候 一大批龙国民众 都要因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你们想过没有 怪谈世界 职工宿舍内 浩哥 你就快点带我进房间吧 我都站了一天了 腿都快酸死了 说着 苏绕便直接拽住唐浩的手腕 将他往房间的方向拖去 唐浩一边走 一边窥视起了管理群 幼子 龙国的傻小子 你挣扎个锤子 乖乖带女友 闺蜜进房间就是了 这是设定好的剧情 跳不过去的 红叶实难 节节节 我倒是想看看 他强硬拒绝后 被女友闺蜜一口吞掉的画面 一定很有视觉冲击力 唐浩收回那颗视野 心头也随之慢慢收紧 由此说来 请将女友闺蜜安置在宿舍内 尽心照顾好他 并满足他提出的所有要求 这条规则是正确的了 本次亏评一分钟 小好精神值 五点 剩余精神值 六十七点 唐浩不禁拧起眉心 这次他明明才亏评了几秒钟 怎么也按照一分钟计算了 这个精神值 计费的设计者 不会是从移动公司挖过来的吧 站在三扇门中间的位置 苏绕指了指正前方的木门 问道 这间应该就是主卧了吧 唐浩点点头 苏绕勾起唇脚 正要抓住门把手开门 突然 吱呀一声 左侧的房门被拉了开来 陈昂从门内探出了脑袋 头发有被精心梳理过 身上的睡衣 陈昂才难以置信地扭过头来 看向唐浩 这是你女友闺蜜 唐浩点头 是啊 怎么了 你女友闺蜜是空姐 苏绕冲陈昂养了杨柳梅 没错 我这是制服好看吗 陈昂立刻点头如捣算 好看好看 简直好看到棒 谢谢夸奖 以后记得坐我们英灵航空的飞机哦 陈昂的谋底 如有漫天淘心散开 没问题 可以有幸加你微信吗 苏绕抬起葱管斑水嫩的食指摇了摇 不行的 浩哥不让我家陌生人的微信 他会打我屁屁的 唐浩瞬间裂开 我他妈什么时候讲过这话 一听这话 陈昂立刻瞪大眼睛 向唐浩投去了个难以置信的眼神 唐浩揉着讹脚 你别信他的话 他在逗你玩呢 苏绕笑容加深 浩哥说的没错 我就是在逗你玩 说着 苏绕便按下门把手 推门走进了主卧 陈昂连忙一把抓住唐浩的手腕 郑重说道 兄弟 你可千万要把施住 不能做出对不起嫂子的事情了 实在不行的话 要不就让你女友闺蜜 住我这屋吧 我可以睡客厅沙发 到时候 让我耗他一双丝袜就行 唐浩耸耸了下眉毛 要不 你自己来跟他说 陈昂顿时就是一耸 别别别 我就是开个玩笑的 算了 我还是看 我的波多姐也一去吧 走进房间 苏绕的目光 立刻在房间内群寻了起来 嗯 房间很不错嘛 收拾得也很干净 一看就知道 浩哥是个很自律的人 说着 苏绕迈不来到阳台上 看着笼中的八哥问道 浩哥 这是你养的八哥 唐浩摇头 是一个同事的 他要出差一个月 就把这只八哥托付给了我 苏绕点了点头 随即对八哥说道 八哥八哥 你会说话吗 八哥侧了下脑袋 突然张开嘴巴 我是你大爷 苏绕愣了一下 随即朝八哥拧起嘴角 没礼貌 小心我拔了你的毛 把你喂猫了 八哥像是听懂了苏绕的话 立刻叫道 你好坏 你好坏 苏绕从鼻孔里 发出一声轻哼 你这话倒是没有说错 女人不坏 男人不爱吗 返回房间 苏绕伸了的懒腰 然后直接在房间的沙发上坐下来 此时 唐浩也已经将房门关上 并将苏绕的行李箱 放到了门边靠墙的位置 要喝点什么吗 唐浩问 苏绕隔着肉色丝袜 一边轻轻揉着自己的小腿肚子 一边说道 浩哥平时都喝什么 哦 我一般都是喝金俊梅 那也给我泡一杯金俊梅好了 我想尝尝浩哥喜欢的味道 唐浩的鹅脚 再次拉出几道黑线 很快 唐浩便将泡了金俊梅的茶杯 放到了苏绕面前的茶几上 正要转身去床檐上坐下的时候 苏绕突然一把扯住了唐浩的手腕 浩哥 就坐我旁边呗 顺便帮我揉揉腿 我指甲有点长 揉起来不太方便 唐浩 见唐浩似有抗拒之意 苏绕便稍微加大了一点手上的力度 唐浩只觉一股力量洪流 瞬间拖拽住自己的胳膊 身体不由自主地往旁边一歪 一屁股便坐到了苏绕身侧的沙发上 唐浩的一颗心立刻突突狂跳了起来 没想到看似柔弱的女友闺蜜 居然有如此惊人的力量 这要是全力给自己来上一拳 自己还不得当场隔屁了 诡异的力量当真恐怖如斯 唐浩深吸一口气 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 他扭头看向苏绕 挤出一个微笑 苏绕嫣然一笑 拿起茶杯 清抿了一口金锯梅后 轻扎着嘴说道 嗯 茶香浓郁 滋味醇厚 果然是好喝 你的品味果然很好 唐浩 喜欢你就多喝点 回头我再买一罐寄给你 苏绕没再继续延伸这个话题 而是侧转身体 将后背靠在了沙发扶手上 然后抬起包裹着肉色丝袜的修长眉腿 放到了沙发上 走了一天路 腿好酸 可以帮我揉下腿吗 说完这句话后 苏绕便以手之仪 定定地看向唐浩 眼神中隐隐带着几分威胁之意 唐浩被他盯得有些发毛 孤独一声咽了口唾沫之后 便硬着头皮抬起双手 在苏绕的小腿肚子上 轻轻揉捏了起来 丝袜的质地柔软而光滑 仿佛是苏绕腿部肌肤的延伸 透过丝袜 唐浩可以清晰感受到 苏绕腿部的温度和曲线 检测到放松 放松等级 超级 精神值恢复速度 一点 分钟 唐浩 挂羊头卖狗肉是吧 你这特么的 哪里是放松系统 明明就是贴贴 暧昧系统吗 嗯 嗯 哼 揉了一会儿 苏绕忽然眯放起眼睛 露出了一点陶醉和享受的表情 唐浩感觉体内有什么原始的东西 正要苏醒过来 就在这时 唐浩的眼前突然冒出一行红字 道可道 非常道 明可明 非常明 唐浩不由得微微一愣 这竟是老子的道德经 一段道文之后 还有这样的一句话 快去厕所洗把脸 他正在诱惑你 扑上去你就完了 唐浩如遭雷轰电撤般 身体不由得就是猛的一颤 连忙撇了苏扰的肉丝眉腿 快步朝卫生间狂奔去 本次超级放松时间为五分钟 获得精神值五点 当前精神值 七十二点 一进卫生间 唐浩就立刻打开水龙头 捧起冰凉的水 泼洒在脸上冷水的刺激 让他渐渐清醒过来 那股燥热感也逐渐退去 看着镜中自己通红的双眼 唐浩不由得生出一丝后怕 刚才要不是攻略组及时提醒 这会儿自己怕事已经变成了一具尸体 咚咚咚 卫生间的门突然被轻轻扣响 声音虽然不大 却如同一道惊雷在唐浩的耳边炸响 唐浩立即就是一个机灵 全身的肌肉都紧绷了起来 浩哥没事吧 苏扰的声音立刻从门外传了进来 语气中并没有恼怒的成分 唐浩不由得轻轻吐出一口浊气 哦 唐浩可不敢乱吃诡异的药物 连忙白手道 不用麻烦 我已经没事了 你不是累了吗 要不 你先在床上躺一会儿 我刚好去园区超市买点东西 苏扰立刻微笑摇头 我现在已经不累了 主要是刚才腿部得到了放松 现在的疲劳已经消除了许多 不过 我现在感觉两只脚冰凉冰凉的 要不 浩哥再帮我捂脚吧 苏扰一边说 一边就伸手到制服裙里 将那双肉色丝袜给脱了下来 笔直修长的眉腿赫然呈现在了唐浩的眼前 腿上肌肤如雪 连一根汗毛都看不到 犹如玉雕般完美无瑕 一双玉卒更是白嫩如刚拨开的荔枝 脚趾甲上涂着红色的指甲油 仿佛是熟透的樱桃一般 唐浩连忙撇开视线 摇了摇头 不是 这种事情还是让你男友帮你比较好吧 见唐浩拒绝 苏扰立刻将脚掰到鼻前闻了闻 也不臭啊 你是讨厌饶儿对不对 五 苏扰一扭头 突然扑到床上 低声抽气了起来 唐浩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 立刻窥视起了怪谈管理聊天群 满天星 龙国这小子马上就要嘎了 倒计时十秒 满天星 十 满天星 九 满天星 唐浩顿时就是一个机灵 在内心大呼一句卧槽之后 便立刻冲向苏扰 辅助了他的肩膀 你别哭了 我答应给你五角就是了 本次窥平一分钟 消耗精神值 五点 剩余精神值 六十七点 苏扰停止抽气 立刻扭过脑袋来 脸上一副难以置信 又有些受宠若惊的表情 真的 废话 骗你可是会死人的 唐浩正重点了点头 真的 苏扰马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那我们去沙发上吧 两人在沙发上坐定之后 苏扰再次靠坐在了沙发岩上 然后抬起狱卒 搁在了沙发上唐浩说了句 稍等 立刻变戏法式的 从衣柜里翻出一个热水袋 到了一壶热水袋里面 然后贴在了苏扰的脚上 苏扰顿时就是一正 说道 不是 你怎么用热水袋我 唐浩故作懵懂地回答道 不用热水袋我用什么我 难道要用我的肚子吗 苏扰 检测到放松 放松等级 超级 精神值回复速度 一点 分钟 捂了一会儿 苏扰自觉无趣 便扑闪了几下眼眸 看向唐浩 浩哥 林曼不在这里 你平时 一个人都做些什么 唐浩不觉 就是微微一愣 好端端的 你问我这个问题干嘛 唐浩揉了下鼻子 我就是做做运动 看看书 打打游戏之类的 林曼也真是的 把你一个人 丢在这里孤苦伶仃的 苏扰的脸上 露出了一抹不平之色 唐浩 要不咱俩 现在玩真心话 大冒险的游戏吧 苏扰提议到 眼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 唐浩摇摇头 还是算了吧 我一会儿 还有些工作上的事情 要处理 万一苏扰一会儿 非要问一些奇怪的问题 那自己还真不知道 该怎么应对呢 说完 唐浩立刻就闭上了眼睛 嘴唇微微息动 开始轻声念起了 道德经 道可道 非常道 明可明 非常明 无明天地之时 有明万物之母 念着念着 唐浩便感觉心中的 纷乱慢慢退去 不觉就是一喜 没想到念诵 道德经 真的有轻心消遇的作用 你在念念有词的 说些什么呢 唐浩睁开眼睛 看到苏扰 苏扰正在用一副 疑惑的眼神打量自己 便随口编了个谎言说道 哦 那什么 明天我们要向领导汇报 下个月的营销方案 我刚在心里试着讲方案呢 苏扰嘟着小嘴 轻轻点了点头 看来 你平时的工作 也是蛮辛苦的嘛 说着 苏扰便将一双狱卒 从热水带上拿了出来 你趴到沙发上吧 也让柔儿来给你按按摩 帮你放松放松 唐浩连忙摇头 不用了 我其实还好 没那么嘞 苏扰立刻便摇晃起了 唐浩的胳膊 哎呦 别害羞嘛 我又不会吃了你 快趴下 唐浩犹豫了一下 随即将目光落到苏扰的手上 可是你指甲这么长 应该没法按吧 苏扰眯眼一笑 没事 我可以用脚来给你按按 说着 苏扰便直接起身 坐到了沙发靠背上 然后轻轻晃了晃 两只粉嫩的狱卒 那 这样不就可以了吗 若再拒绝 十秒之后 自己应该就会被他给嘎了 唐浩说了句 那就辛苦你了 便直接在沙发上趴了下来 唐浩也是平生 第一次享受到了如此待遇 身心逐渐放松了下来 当然 《道德经》的经文他 可是没有一刻停歇 一直在嘴里轻轻念诵着 差不多过了五六分钟的样子 苏扰忽然停下脚上的动作 好了 背不揉得差不多了 将身子翻过来吧 唐浩的鹅脚 顿时渗出几滴冷汗 你这是铁了心地 要让我破防势吧 不过 你有张良记 我也有过墙梯 见唐浩不吭声 苏扰不由的疑惑地弯下身子 胡痴 唐浩发出了轻微的打憨声 苏扰不由的就是神色一顿 随即嘴角 让起一抹浅犬的微笑 看来是真的累了 居然睡着了 说着 便轻盈一跃 从沙发上跳了下来 却床上拿了一条毯子 盖在了唐浩的身上 唐浩不由的暗暗撑起 暗说 苏扰完全可以趁自己睡着的时候 为所欲为 可是奇怪的是 他竟然没有这么做 还是说 这里面难道有什么隐藏规则吗 比方说 天选者在睡着的时候 是不可侵犯的 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 唐浩决定 还是去偷窥一下怪谈管理群 经过刚才的那一轮放松 他的精神值 已经回复到了八十八点 余额可以说非常的充足 紫百合 满天星 愿赌服输 一万惊悚必 一会记得转六啊 满天星 哎 老子认灾 没想到炮泰国的天选者 这么经不住诱惑 才揉了几下腿 就迫不及待地扑了上去 狗尾八草 姐姐姐 你怕是没看清那小子的名字吧 满天星 确实没有 他叫啥 狗尾八草 朴伯昌啊 满天星 我乐个去 得得得 这次算我眼下 紫百合 还是龙国的天选者聪明 居然知道用假妹这一招 家竹头 你怎么知道他就是假妹 我看他像是真的睡着了呀 紫百合 这么暧昧的氛围下 他能睡着 打死我都不信 狗尾八草 龙国这小子有点东西 我越来越看好他了 唐浩收回那窥视野 本次窥平一分钟 消耗精神值 五点 剩余精神值 八十三点 唐浩已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信息 那就是 睡觉的确能发挥点作用 至少今天是这样的 这会儿差不多是下午四点钟的样子 距离园区食堂开饭 还有两个小时 唐浩便干脆真睡了起来 睡觉属于中等放松 每十分钟可以恢复一点精神值 睡到晚上六点 差不多可以恢复十二点精神值 可谓一举两得 就在唐浩呼呼大睡的时候 总共有十八位天选者惨遭淘汰 他们都是因为经受不住诱惑 而被鬼空姐活活吞进了肚子里 一直相安无事的唐浩 则成为了各国怪谈攻略组重点研究的对象 经过深入研究和分析 他们很快提出了一种大胆的猜想 那就是 睡觉似乎可以成功助天选者们扛过这一关 于是 各国怪谈攻略组立刻将这一信息 发送给了他们的天选者 收到提示后 大家纷纷效仿唐浩 开始假妹 令他们惊喜不已的是 这一方法果然奏效了 百无聊赖的鬼空姐们 刷了会儿手机 又逗了会儿八个 最后也躺在床上小气了起来 砰砰砰 一阵敲门声让唐浩从睡梦中惊醒过来 唐浩揉了揉眼睛 抓起手机看了下时间 6点03分 浩子 陈昂的声音从门外传了进来 这时 苏绕也醒了 伸了个懒腰之后 便从床上坐了起来 唐浩将房门开了一道缝隙 门外的陈昂 依然是之前那套牛仔裤加衬衫的装束 并没有穿上白大褂 陈昂的目光往屋内瞟了瞟 似乎想看看苏绕在哪 瞎看什么呢 唐浩朝陈昂翻了个白眼 陈昂嘿嘿一笑 晚饭时间到了 我过来问一声 要不要一起去食堂吃个饭 唐浩正要问苏绕的意见 他的声音便率先响了起来 行啊 等我十分钟 我稍微补个妆 你先把门关上 唐浩点点头 拉门便要走出房间 见唐浩要走 苏绕立即一把拉住了唐浩的胳膊 浩哥这是要去哪啊 唐浩正了一下 道 你不是要换衣服吗 我把门带上 然后在外面等你啊 不行 浩哥你不许出去 我还要你帮我参谋一下 要穿哪套衣服呢 说着 苏绕便一把将唐浩拽进屋 然后砰的一声将房门关上 我去 陈昂发出一声轻呼 门差点没撞到他的鼻子 陈昂摸了摸鼻子 轻壳一声 转身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屋内 苏绕立刻打开行李箱 从里面拿出一套淡粉色丝绸质地的吊带裙 往身前比了比 怎么样 这件好看吗 唐浩认真看了一眼 随即点点头 嗯 好看 苏绕将吊带裙放到床上 又从行李箱里 拿出一件偶色的一字抹胸裙 往身前比了比 这件呢 唐浩揉了揉下巴 说道 这件好看是好看 就是吧 有点太惹眼了 你会成为整个园区里 最引人注目的焦点 把所有男性的目光 都吸引到你身上的 苏绕柳没一条 知道了 那我就穿这件 唐浩顿时就是鹅角一黑 不是 被那么多男的盯着 你不觉得难受吗 苏绕勾起唇角 笑道 我们做空姐的 还怕被男人盯吗 他们看 就让他们看去呗 我又不会少块肉 唐浩 浩哥 你帮我拿下衣服 苏绕说着 便将手里的一字抹胸裙 递到了唐浩的跟前 唐浩下意识地接过 然而下一秒 苏绕便直接当着唐浩的面 拖起了身上的那套空姐服 唐浩连忙背转过身体 你怎么当着我的面 换起衣服来了 直播间 这特么是福利啊 你居然还抗拒 突然好希望我也能有 这样一位空姐女朋友 去睡一觉吧 马上就有了 卧室内 苏绕勾笑说道 浩哥不是外人 我里面又不是光着身子的 还有内衣的 你就当时看我穿比基尼好了 又没什么的 说着 苏绕便迈不来到唐浩的跟前 此时 苏绕的身上 就只剩下了一套黑色的蕾丝边内衣 包裹着他血白诱人的身体 唐浩立刻闭上眼睛 嘴唇轻轻吸动 念起了道德经 苏绕五妹一笑 拿过唐浩手里的墨胸裙 开始穿了起来 浩哥 是林曼的身材好呢 还是我的身材好呀 唐浩倾咳一声 说了句你们俩身材都好 便继续念起了道德经 浩哥就知道敷衍 林曼不过是必兆杯 我可是弟啊 而且 我的臀 也要比林曼的翘很多 唐浩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 思恶矣 皆知善之为善 思不善矣 苏绕嘟了嘟小嘴 浩哥真是个云木疙瘩 几秒钟后 唐浩的胳膊突然被轻轻拍了几下 唐浩慢慢将眼睛睁开一条缝 见苏绕已经将裙子穿上了 这才松了一口气 将眼睛全部睁了开来 苏绕扭头冲自己的后背 挪了挪嘴 后面的拉链我拉不上 浩哥帮我拉一下 说着 苏绕便转过身子 将后背交给了唐浩 背部中央的拉链 正如同一条银白色的丝带 将苏绕白皙如雪的美背 分成两半 更增添了几分性感和诱惑 唐浩定了定神 轻轻往上拉起了拉链 当拉链拉到顶端时 唐浩暗暗松了一口气 好了 苏绕说了声谢谢浩哥 便转过身 张开双臂 在唐浩面前转了个圈 浩哥 我美吗 唐浩点点头 美 简直美得冒泡 苏绕漂亮的长洁 扑散了几下 如果把我和林曼 比喻成花的话 你觉得我们俩分别是什么花 唐浩掐着下巴 思索了几秒后 说道 你像樱花 绚烂迷人 林曼像梅花 清幽淡雅 苏绕立刻撅起了小嘴 浩哥是说我俗了 唐浩顿时就是鹅脚一黑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这理解能力 我也真是服了 那就是说 我没有林曼香 苏绕不依不饶 唐浩努力挤出一个大笑 没有 你也很香 苏绕的小嘴唧得更高了 林曼又没有闻过 怎么知道 我也很香 唐浩 不行 浩哥现在必须闻一下 然后告诉我实话 我到底有没有林曼香 唐浩 算了 还是先亏一下怪谈 管理聊天群吧 比喻花 草 不就闻一下吗 又不会死 龙国这个天选者 再纠结个锤子 向日葵 我看你是想代替他上去闻吧 比喻花 是又怎么样 老子就是想闻 不像这个唐浩扭扭捏捏 跟着娘们似的 满天星 也不能怪他 毕竟是怕自己把持不住 对苏绕做不该做的事情 而被嘎掉 比喻花 不闻才会被嘎 天于不取 反受其咎 唐浩立刻收回那窥视野 本次窥评一分钟 消耗精神值 五点 剩余精神值 九十点 唐浩点点头 然后往前迈出一步 将鼻子凑进了 苏绕光洁如玉的肩膀 轻轻嗅了嗅 一股好闻的香水 混合淡淡的体香 立刻饮满唐浩的鼻尖 怎么样 香吗 唐浩直起身子 闭上眼睛 摇晃了下脑袋 仿佛再细细回味 那香气的美妙 过了几秒钟 才缓缓点头 轻声说道 如空骨之幽兰 简直沁人心脾 让人沉醉其中 苏绕立刻灿然一笑 那浩哥想不想 尝一口啊 唐浩顿时就是一耸 怎么动不动就想开车 不用了 我们还是赶紧去吃饭吧 陈昂怕是已经等得着急了 苏绕轻轻嗚了一声 我先去卫生间补个妆 马上就出来 五分钟后 苏绕从卫生间里出来 脸上的妆容精致而美丽 饶是知道 它是个诡异的存在 唐浩也不由得微微一呆 不过他很快便恢复了理智 快步走到门边 将房门拉开 走吧 走出房间 见陈昂的房门紧闭 唐浩便轻轻扣响了他的房门 听到敲门声 陈昂立刻摘下耳机 和电脑屏幕里的波多姐也一 摆了白手 亲爱的 可先去吃饭 一会儿回来了 咱俩再继续啊 扣上电脑 陈昂快速起身整理了下衣服 然后拽开了房门 一看到苏绕的样子 陈昂瞬间 就像被点了学般的待在了原地 我去 这也 太好看了吧 唐浩一掌拍在了陈昂的后脑勺上 发什么愣 赶紧去吃饭吧 陈昂当即就是一个机灵 笑着说道 嘿嘿 不好意思 我刚才彻底被苏小姐的美丽给震到了 走吧 咱们去吃饭 苏绕五妹一笑 显然对陈昂的夸赞之词 很是受用 三人刚出屋门 便见走廊前方 有一名保洁阿姨在扫地 唐浩顿时就是心中意警 他立刻就想到了规则十一 请不要把后背 交给身穿制服的宿管员和保洁阿姨 而此刻保洁阿姨的身上 正穿着一套上灰下黑的保洁服 而且更为诡异的是 走廊的地面上 不知何时撒了一地纸钱 保洁阿姨正一点一点 将这些纸钱扫进波及里 浩哥 你怎么不走啊 苏扰扭过头来 疑惑地看向愣在门口的唐浩 唐浩立刻将手机从兜里掏了出来 哦 你们稍微等我一下 我回得信息 说这句话的时候 保洁阿姨突然抬起头来 朝唐浩的方向瞥了一眼 那一瞬间 唐浩感觉自己 仿佛被什么东西给定住了 全身的血液都快凝固了 与保洁阿姨的目光交汇的一刹那 他只觉得那双眼睛里全是黑色 空洞而诡异 仿佛两个黑洞 要将自己给吸进去一样 可是 当唐浩一晃神之后 再去看保洁阿姨的眼睛时 便发现 他的眼睛已经恢复了正常 看起来和正常人并没有什么两样 难道 刚才是自己出现了幻觉 唐浩将目光落到手机屏幕上 同时在心里暗暗下达指令 看一下怪谈管理群 下一秒 怪谈管理群的聊天框 便浮现在了唐浩的眼前 奇怪的是 群里异常安静 等了十几秒钟 也没有一个人说话 而之前的聊天内容 都是跟保洁阿姨无关的 并没有任何的参考价值 难道群里的这些鬼异们 都去吃饭了 唐浩没有在怪谈管理群里耽搁 立刻将其他天选者的 直播画面调出来 他们宛如一个镶嵌了 好多电视的电视墙一样 出现在了唐浩的眼前 唐浩目光快速搜索 很快就定格在了 鹦鹉国的直播屏幕上 一名皮肤骨铜色 砸着脏便的男人 跟他有着同样肤色的鬼空姐 还有室友 正快步朝保洁阿姨的方向走过去 擦身而过的时候 直到三人下了电梯 也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看来规则十一是正确的 唐浩轻虚出一口气 随即收好手机 说道 好了咱们走吧 本次窥评两分钟 消耗精神值 十点 剩余精神值 八十点 和保洁阿姨擦身而过的时候 唐浩立刻便将身体转了过来 开始倒退着走路 苏扰满脸疑惑地问道 浩哥 你这是做什么 唐浩说道 没什么 就是想锻炼一下自己的平衡能力 陈昂取笑道 苏小姐一来 浩子的脑子就彻底瓦特了 进了电梯 彻底看不到保洁阿姨之后 唐浩这才将身体转了回来 到了一楼 唐浩的目光 第一时间探向前方的宿管室 和之前自己下来时一样 宿管室的门是锁着的 里面并没有人 不知道是因为周末宿管不用上班 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呢 但对唐浩来说 这并不算是坏事 至少自己这会儿 就不用倒退着走路了 去往食堂的路上 不时有男员工们 灼热的目光射向苏扰 有的甚至还拿起手机 来偷拍他的照片 苏扰感受到了这些目光的注视 非但不以为意 反而将胸脯挺得高高的 似乎是很享受 这样众心捧月的感觉 碍于苏扰身旁有两个男人 所以有些男员工们 尽管跃跃欲试 却始终没赶上前来跟苏扰搭讪 就这样 唐浩如芒刺再备班地 来到了园区食堂的门口 却见门口贴了一张 写有几条规则的海报 上面用加粗的字体 列出了以下内容 规则一 请适量取餐 珍惜每一粒粮食 规则二 不要让脸上有红斑的人 给你打饭 规则三 如果看到食堂里有人抽烟 请立刻将他的烟掐掉 规则四 不要吃看不出来源的肉 规则五 请务必每天至少 喝一碗食堂里的免费黑蛇汤 看完这五条规则 唐浩的一颗心 不由的就是猛的一尘 怎么感觉这里面的规则如此奇怪 规则一和规则四还算正常 可规则二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脸上有红斑的人 打的饭菜里有毒吗 还有规则三 看到有人在食堂抽烟 为什么不是去报告给管理员 而是自己去把他的烟掐掉 这不是找抽吗 最离谱的是规则五 为什么一定要喝食堂的免费黑蛇汤 难不成这黑蛇汤里 有什么精神控制类的药物不成 浩子 你在这门口愣着做什么 快点进去啊 陈昂催促道 唐浩眸子转了转 随即指着那五条规则问道 这是什么时候贴的 我怎么没什么印象 陈昂撇了撇嘴 早就贴了 你自己视而不见而已 唐浩又指着规则五问 这黑蛇汤是什么情况 陈昂嘿嘿一笑 这玩意可是好东西 虽然看起来有点恶心 但喝下去之后 整个人通身舒坦 精神倍爽 一夜七次都没问题 说着 陈昂还冲苏扰挤了下眼睛 苏扰却是一脸不屑 骗鬼呢 真有这么好的东西 早就做地起价了 哪还能免费攻击你们喝 被苏扰这么一对 陈昂不由的一时雨色 隔了好几秒钟 才抓了抓头发说道 这个嘛 也许园区是为了 调养好我们的身体 好压榨出更多的剩余价值呢 嗨 咱们也别争论这个了 还是先进去吃饭吧 肚子都已经咕噜噜叫个不停了 三人走进食堂 就看到里面 已经坐了一大半的人 打饭的窗口前 则排起了长龙 陈昂立刻指了指坐位区 浩子 我先去站坐 你帮我打一份饭 两婚两素就行 唐浩点头说了声OK 便带着苏扰取了餐盘 加入到了排队大军之中 食堂大厅内 不时有视线朝苏扰身上汇聚 不少人在窃窃议论 这位角色美女是什么来头 有的甚至猜测 会不会是董事长招的新秘书 不可能 董事长的秘书 怎么可能在普通食堂里吃饭 怎么着也在高管门的小食堂里吃啊 此时 唐浩的注意力 全都在前方的打饭窗口上 食堂规则二 不要让脸上有红斑的人 给你打饭 然而 让唐浩感到头皮发麻的是 前方的八个窗口后的打饭阿姨 脸上居然全部都有红斑 就像是从同一个流水线上下来似的 这贪娘的 不会是必死局吧 可是 这怎么可能呢 怪谈世界就算再坑 也肯定会留有一线生机的 否则那些观看副本的诡异大佬们 又有什么乐趣可言浩哥 你在看什么呢 苏扰浩气的将脑袋往前凑了几公分 轻轻的碰了碰唐浩的胳膊 唐浩摇摇头 没什么 缩扰醋眉 浩哥不会是在看打饭阿姨脸上 有没有红斑吧 那个规则肯定就是恶作剧了 这里这么多人都吃了好好 难道还能偏偏将咱们堵死了不成 唐浩耸了下眉吗 你说的没错 我只是有点好奇 为什么食堂里招的打饭阿姨脸上 全都有红斑 缩扰多了下小嘴 谁知道呢 估计是食堂主管 有这方面的特殊审美吧 唐浩点点头 没在吭声 立刻低头窥视起了怪谈管理群 大嘴花 嘿嘿 讨厌眼力 见的时候到了 向日葵 我敢打赌 这一轮的天选者们肯定到窗口前的时候 会临时说肚子疼跑掉 他们绝对宁愿饿着肚子 也不敢触犯食堂规则二 长了虎牙的西红柿 你也太瞧不起这些天选者了 我跟你赌一万惊悚必 绝对有人能识破其中的玄计 向日葵 行 赌就赌 一会儿说了你可别赖账 满天心 如果天选者们离开食堂 去园区超市里买泡面来吃 算是违规吗 大嘴花 不算违规 但你别忘了 天选者们的身边 还有个女友闺蜜呢 女友闺蜜要是不让离开 非要让她陪自己 一起在食堂吃饭的话 她是走不掉的 满天心 想起来了 宿舍规则二 必须满足女友闺蜜 提出的所有要求 大嘴花 现在只能看他们的眼力 见了 谁看得仔细 谁就会安然无恙 嗯 马上就要到我们了 缩绕的声音 将唐浩拽回到现实之中 唐浩骇然发现 距离第一个打饭窗口 就只剩下五个人了 本次窥评两分钟 消耗精神值 十点 剩余精神值 七十点 唐浩心念急转 开始思索起了群里大嘴花 刚才说过最后那句话 现在只能看他们的眼力 见了 谁看得仔细 谁就会安然无恙 眼力见 看得仔细 难不成 这些阿姨脸上的红斑 并不全都是真的红斑 想到这里 唐浩立刻凝神 朝前方窗口后的 打饭阿姨脸上看过去 只见第一个窗口后的 阿姨脸上的红斑 颜色像是腊肉红的颜色 而且 红斑下的皮肤 也呈现出腊肉晒干后的 那种纹理 感觉就像是被烫伤后 留下的疤痕 唐浩又迅速将目光 移向第二个窗口后的 打饭阿姨 这位阿姨脸上的红斑 颜色略微浅一些 形状也比较规则 红斑下的皮肤 看起来也很平滑 看上去像是在脸上 涂了一块红色颜料一样 唐浩又继续将目光 移向第三个窗口后的 打饭阿姨 这个阿姨脸上的红斑 和第一个窗口的阿姨很像 也呈现出腊肉晒干后的 那种纹理 难道说 有腊肉纹理的红斑 才是真正的红斑 而皮肤光滑的 只是故意涂上颜料 用来扰乱天选者的判断的 思考间 唐浩已经不知不觉 来到了第一个窗口的跟前 打饭阿姨看了看唐浩 仔细看了一眼 打饭阿姨脸上的红斑之后 便迈步走向了第二个窗口 第二个窗口的阿姨 立刻热情地询问 小伙子 你想吃点什么 我们这里 都是些很受欢迎的川菜 唐浩没有去看菜品 目光一直落在 打饭阿姨的脸上 他发现这名阿姨脸上 红斑的下端 有细微韵染的痕迹 几乎可以断定 这红斑是被画上去的 也就是说 在这个窗口打饭 应该是安全的 食堂规则四 不要吃看不出来源的肉 辣子鸡 回锅肉这种 则很难说里面的肉 是从哪来的 阿姨 我要麻婆豆腐 手撕白菜 水煮鱼和红烧猪蹄 还有一份米饭 阿姨说了声好嘞 便拿过唐浩手里的餐盘 熟练地挥动起了菜勺 打好饭菜之后 唐浩又将另一个餐盘递了过去 再要一份跟刚才一样的 打好了自己和陈郎的饭菜之后 唐浩扭头看向身后的酥肉 你想要吃什么 自己点 食堂规则 应该只是针对天选者 而诡异货 NPC则不在约束范围内 否则这里的员工 也不可能吃得这么香了 所以 唐浩并没有建议苏绕吃什么 任由他自己发挥 苏绕了绝小嘴 嗯 这个窗口的饭菜 有点太油了 我还是去前面 点分过乔米线好了 唐浩点点头 拿出饭卡来刷卡付了钱 便将饭卡塞到了苏绕的手上 你自己先去点 我把餐盘送到座位上 马上就过来找你 苏绕点点头 物资迈步 朝过乔米线的窗口走去 等唐浩再回来的时候 便看见一名戴眼镜的西装男 正在嬉皮笑脸地跟苏绕搭讪 而苏绕则是双手抱着胳膊 一脸冷漠 宛如一朵冰山上的雪帘 孤傲清爵 却又让人心生向往 待唐浩走近的时候 西装男的声音 便清晰地送入了他的耳朵 美女 我看你气质不错 可以加个微信吗 交个朋友吧 苏绕一脸厌烦地 瞪了西装男一眼 唐浩只觉自己整个人都快酥了 原本白皙的脸颊仓的一下 就红到了耳根母胎单身二十年来 还是第一次有人喊他老公 而且还是这样一位倾国倾城的游物 唐浩轻咳一声 随即朝那名西装男瞪了一眼 语气冰冷地说道 你还处在这里干嘛 要吃我们俩撒的狗粮吗 西装男性性离开后 苏绕立刻娇滴滴地在唐浩盼说了一句 老公好威武 谢谢老公提我解围 唐浩顿时就是鹅脚一黑 你这是有多想阅祖带袍啊 别吓叫 要是被林曼听到了 非嘎了我们俩不可 苏绕绝了绝小嘴 我这是说给附近的其他男人听的吗 免得他们一会儿又要来跟我搭讪 唐浩 过桥米线好了 阿姨将一碗刚刚煮好的过桥米线 搁在了托盘上 唐浩立刻端起托盘 一路小心翼翼地回到了尘狼站的餐桌旁 两人落座后 尘狼抱怨道 你们总算是回来了 我都快饿晕了 说着 陈狼便迫不及待地拿起筷子 大块朵一起来 唐浩拿起筷子吃了几口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对了 那个黑蛇汤在哪啊 你不喝吗 陈狼指了指食堂打饭窗口附近的一张桌子 说道 那 看到那个桌子上的铁桶没有 黑蛇汤就在那里 我中午已经喝过了 所以晚上无需再喝 唐浩这边放下筷子 说了句我去看看 便起身快步朝铁桶走了过去 来到铁桶跟前 唐浩伸长脖子朝铁桶里瞥了一眼 只见筒内飘着几十段黑蛇的肢体 蛇皮全都没有扒下来 黑蛇身上的花纹 看起来甚至给人一种在缓慢蠕动的错觉 筒内泛着一股扑鼻的心衫 唐浩感觉胃部瞬间一阵翻涌 连忙撇开视线 才阻住了自己想要吐出来的冲动 浩哥 你没事吧 苏绕不知何时站到了唐浩的身后 唐浩摆了摆手 扭头看向苏绕 你怎么不在座位上吃米线 米线驼了 可就不好吃了 苏绕撇了下嘴角 那个陈昂老是问东问西的 我听着烦 就过来找你了 这桶里就是那个黑蛇汤 苏绕身头就要朝桶内看去 唐浩连忙一把扯住了他的胳膊 你还是不要去看得好 我怕你一会儿吃不下去米线 苏绕嗷了一声 立刻后退了一步 那这个黑蛇汤咱就别喝了 快赶紧回座位上吃饭去吧 苏绕一边说 一边就很自然地勾住了唐浩的胳膊 唐浩连忙拽开苏绕的手 你先去座位上吧 我去趟卫生间 马上回来 苏绕有些担心的问道 要不要我陪你去 唐浩摆了摆手 便直接走向了食堂外的卫生间 同时用意念打开了怪汤管理群 想看看里面有没有关于黑蛇汤的讨论 长了虎牙的西红柿 呜胡 酒足饭堡又到了开心的怪汤真人秀时间 向日葵 这龙国天选者怎么回事 直接被黑蛇汤熏到厕所了 豌豆射手 这黑蛇汤这么恶心 估计没几个天选者敢喝吧 满天星 咱这次的怪谈副本 是不是设计的有点过于不友好了 毕竟这次进来的都是新人 也得考虑一下新人的适应能力吧 大嘴花 这是幕后金主特地指定的环节 要的就是个重口味 家竹桃 其实稍微运用点逆向思维 还是很容易破解这条规则的 一般越是本能抗拒的东西 就越是该喝 越是让人心生喜悦和向往的东西 就越要高度警惕 向日葵 你说的没错 就像风骚的鬼空解一样 碰了就会嘎 看到这里 唐浩便收回那窥视野 打开卫生间的水龙头 拘了一捧凉水 泼洒在了脸上 本次窥平两分钟 消耗精神值 十点 剩余精神值 六十点 现在唐浩几乎可以确定一个事实 那就是黑蛇汤是必须得喝的 至于功效 应该并不是陈王说的那种作用 而很有可能是对抗某种污染 毕竟这里属于工业园区 从园区上空飘散的淡淡雾霾 就不难看出 这个地方并不环保 回到食堂后 唐浩便静止走到铁桶前 拿起铁桶旁的一只塑料碗和铁勺 忍着想吐的冲动 在桶里咬了一勺黑曲曲的汤汁 盛到了塑料碗里 然后卖补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见唐浩端着一碗汤回来 苏扰不由地轻轻一泪一声 浩哥 你怎么喝这黑蛇汤啊 不觉得恶心吗 唐浩勾了下唇角 我决定 还是要挑战一下自己 陈昂冲唐浩抖了下眉毛 你喝这汤就对了 保证让你勇猛无比 可惜嫂子不在 不然一定会饿死 唐浩当即朝陈昂翻了白眼 你小子 脑子里怎么尽是些黄色废料 一旁的苏扰 却是轻咬嘴唇 面颊飞红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唐浩端起碗 一股浓郁的腥味 立刻冲鼻而入 唐浩皱了下眉毛 然后深吸一口气 将碗送到嘴边 闭上眼睛 一口便将碗里 黑油油的汤汁 全给灌了下去 一股难以言喻的 新山味道 立刻在唐浩的口腔中 弥漫开来 我去 唐浩抓起一只猪蹄 狠咬了一口 猪蹄香酥软糯的味道 立刻将舌汤的新山味 给压了下去 一口气将整只猪蹄 啃干净之后 唐浩宁紧的眉心 才总算是舒展了开来 对面的陈昂 不由得冲唐浩 竖了个大拇指 好样的 不愧是24K唇爷们 唐浩连忙扭头一看 只见一名短发中年男人正 夹着根香烟 悠悠地吐出一口烟圈 素扰闻到烟味 立刻抬起手 在鼻前扇了扇 好看的眉心 也随之促起 真没素质 居然在食堂 这种公众场合抽烟 素扰的声音不算大 但应该足以送入 短发男的耳朵里 短发男扭头看了素扰一眼 唇角微微一掀 随即更加放肆地 吐出了一口烟圈 食堂规则三 如果看到食堂里有人抽烟 请立刻将他的烟掐掉 唐浩没有立即行动 毕竟 这条规则也有可能是错误的 要是贸然将中年男人的烟掐掉的话 很可能会遭遇当场被嘎的严重后果 还是老规矩 先亏一下屏 唐浩立刻用意念 调出所有天选者的直播视频 然后在里面挑了几个 已经触发了这条规则的直播间 矩阵状排在了自己的眼前 樱花国 漂亮国的天选者 都在低头吃着饭 似乎对身后的抽烟者 充耳不闻 如果猜得不错的话 他们应该是在等待怪谈攻略组发来提示 香蕉国的天选者 则起身去找门口的保安 保安朝抽烟男人的方向看了一眼 随即摇了摇头 不好意思 这不在我的业务范围之内 而袋鼠国的天选者 则一把夺过中年男人嘴里的烟 用力丢到地上 然后狠狠地在烟上踏了一脚 下一秒 中年男人突然露出一个小丑般诡异的微笑 随即伸出两只 手来拖在了戴鼠国天选者的下巴壳上 然后轻轻往上一拖 戴鼠国天选者的脑袋 瞬间从脖梗夺处断裂 鲜血立即喷泉般从脖梗夺处喷溅而出 看到这里 唐浩不由得打了的寒颤 幸亏自己刚才克制住了 掐掉那个中年男人烟头的冲动 不过 这并不代表无视抽烟者就是安全的 唐浩又调出了怪谈管理聊天群 满天星 所以这条规则三 只需要无视就可以了吗 那么 出这条规则的意义何在 大嘴花 当然不是了 这眼可是有毒的 天选者吸了这种烟 欲望会被放大 到晚上会对鬼空姐做什么 嘿嘿嘿 就不用我说了吧 狗尾巴草 不会到时候又给达马赛克吧 大嘴花 成为SVIP会员 就可以看高清无码版的哦 而且我们还贴心的提供了回放功能 狗尾巴草 你们还真的会趁火抢劫啊 大嘴花 没办法 打造规则怪谈可是很花钱的 满天星 不是 那天选者吸了这个烟要怎么解呢 不会是必死局了吧 那就太没意思了 大嘴花 怎么可能是必死局呢 只要天选者们一直够强 是完全可以对抗要效的 当然 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以毒攻毒 满天星 以毒攻毒 什么意思 大嘴花 很简单 只需要自己也抽一根烟就没事了 满天星 我去 这解决方法也太坑了吧 谁能想到这一点 大嘴花 我们有提示的好吧 抽烟者的烟盒上写了句非常的醒目的话 打不过就加入 一会儿天选者们起身去送餐盘的时候 就能看到 就看他们脑子灵不灵光了 看到这里 唐浩便将内窥视野收了回来 本次窥平五分钟 消耗精神值 25点 剩余精神值 35点 精神值低于30点时 你将处于疲倦状态 精神值为5点时 你将强制进入睡眠状态 直至精神值恢复到20点后才会醒来 唐浩默默记下了精神值机制 快速将饭吃完 然后起身拍了拍身后那名短发男的胳膊 老哥 我闻着你这烟挺香的 能给根抽抽吗 短发男正了一下 随即点点头 从烟盒里抽出一根烟 来递到了唐浩的手上 然后又递上了打火机 唐浩连忙俯身 点上了烟 吸了一口后赞叹道 果然是好烟 老哥品味不错呀 短发男黑黑一笑 这是人参烟 抽了补肾的 我也是好不容易才搞到的 一般人我可不给他抽 那真是谢谢老哥了 唐浩又吸了一口 便对短发男说道 我还是去门口抽吧 说着 唐浩脉步朝食堂门口走去 尽管是在怪谈世界 功德心还是要有的 樱花国 怪谈攻略组 看到唐浩的迷之操作 樱花国的七名组员 立刻陷入到了深深的思索之中 奇怪 这个龙国的唐浩 为什么要跟那家伙要烟抽 难道是他烟饮犯了 应该不是 从进入怪谈副本到现在 他可是一根烟都没有抽过 而且一直没有表现出 想要抽烟的感觉 那他这是什么思路 打不过就加入吗 不过 咱们的天选者攻下静一郎 对抽烟者不予理睬 感觉也没什么问题 还是说 只要不将抽烟者的烟掐掉 就会相安无事呢 讨论到这里的时候 组长川田佑突然双眼猛的一鸣 村上 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村上愣了一下 随即用不太确定的语气说道 他这是什么思路 川田佑 不是 是另外一句话 村上挠了下脸颊 打不过就加入 没错 就是这句 川田佑立刻扭头 看向身后的文秘组 把刚才有烟河的画面调出来 几秒钟后 一个烟河的特写画面 出现在了大屏幕上 看到烟河上的文字之后 众组员不由得军事猛的一证 因为上面写的正式 打不过就加入这几个字 难道说 这条规则的正确打开方式 就是加入那个抽烟者 也跟他有一根烟来抽 川田佑素色一点头 虽然不能百分百确定 但我觉得应该就是这样的 可 咱们的天选者不予理睬 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啊 川田佑 那只是暂时的 保不准后面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 如果只是不予理睬 那这条规则应对起来 也太轻松了点 而且从目前龙国天选者的情况来看 他似乎也没有因为抽烟 而产生不良反应 即也揉搓起下巴的胡茬 可是龙国这小子 是怎么知道要这样应对的 咱们的天选者可是一名侦探 他一个普通大学生 怎么可能比侦探的 洞察力还要敏锐 川田佑眯了一下眼睛 这不仅仅是洞察力的问题 更需要破理 试想一下 就算是你看到了烟河上的那行字 你敢去跟鬼异要烟来抽吗 村上 至少会犹豫 毕竟跟鬼异要烟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很难确定 川田佑清点了下脑袋 所以 我有点怀疑 这跟龙国那小子抽到的天赋有关 说到这里 川田佑立即由头对文秘祖说道 快赶紧给公下静一郎发提示 让他注意抽烟那人烟河上写的字 然后跟那人要一根来抽 文秘祖领命 立刻将提示发了过去 川田佑环视了几名组员一圈后 突然压低声音说道 你们或许还不知道 天选者的天赋是可以转移的 一听这话 众祖颜的脸上立刻露出骇然之色 什么 天赋还能转移 一名祖颜的声音都是了针 川田佑轻轻点了点头 我们曾经对通关归来的天选者 进行过秘密的研究 发现 只要将他的血液全部抽出来后 注射到另一个人的身体里 另一个人就能获得他的能力 不过这种能力只能转移 无法复制 听闻这个讯息 众祖颜嘴巴 立刻全都张成了大大的O型 竟然还有这种事情 那岂不是意味着 只要我们能够将那个龙国天选者的血液 注入到龙夏的身体里 就可以让龙夏获得他的天赋了 川田佑点了点头 理论上这样的 只是我们目前还没搞清楚 那小子的天赋到底是什么 也不排除他抽到的 其实是个垃圾天赋的可能性 而他之所以能活到现在 不过只是运气好而已 村上诉设道 不要说龙国唐号了 我们现在甚至连龙夏的天赋 是什么也不知道 怎么着也得等他通关归来了 才能将那个计划提上日程 川田佑轻点了下脑袋说道 你说的没错 而这个天选者是谁 我们是无法提前窒息的 这样的话 再去抽取唐号的血液 也就失去了意义 其次 唐号通关归来的时候 一定会受到龙国怪谈应对局的严密保护 想要成功抽取他的血液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而事情一旦败露 很可能还会引发龙国 对咱们严厉的打击和报复 总之 此事还需从长计议 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 密切观察龙国天选者的一举一动 争取能尽快将他的天赋给分析出来 怪谈事件 唐号站在食堂门口 一边抽烟 一边等待着陈昂和苏绕出来 当他快要将他跟人参烟抽完的时候 两人终于出现了 陈昂拧起眉心 看着唐号说道 你小子要抽烟 怎么不跟我说一声 我兜里还揣着一包呢 看见苏小姐在 我一直没敢拿出来 唐号笑了笑 说道 我这也是临时起义 平时我不抽烟的 苏绕勾起唇脚 昂哥抽烟也没事 这样才更有难而为吗 陈昂顿时就是一个机灵 连忙将兜里的香烟掏了出来 正要抽出一根来点上 却被苏绕翻了个白眼 你就算了 你抽烟只会让我觉得臭烘烘的 陈昂脸上的笑容顿时就是一僵 只好怂怂 将烟又揣回了兜里 苏小姐也太偏心了吧 耗子是个宝 其他人就是根草 苏绕当即小嘴一撅 我的心脏又不长在中间 偏心很正常 唐号将烟头暗灭在垃圾桶上方的烟灰缸里 对两人说道 走吧 我们回宿舍 刚到宿舍门口 唐号一眼便看见 正坐在宿馆办公室里的宿馆大爷 宿馆大爷名叫张大海 是个退休后被反聘回来的老员工 他身材瘦靴 头发花白 但精神绝朔 总是乐呵呵的 唐号一眼就看到了他身上穿的 那套深蓝色制服 心脏不由的就是微微一紧 宿舍规则十一 请不要把后背交给身穿制服的宿馆员 和保洁阿姨 见三人走进宿舍 张大海立刻笑着打起了招呼 吃饭回来了 唐号微笑着点了点头 张大爷 你晚饭吃了吗 张大海乐呵呵答道 吃了 吃了 今天的饭菜可香了 咦 这姑娘是谁啊 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 唐号立即答道 哦 她是我妹妹 张大海黑黑一笑 这姑娘长得可真俊啊 应该不是你亲妹子吧 唐号抿了下嘴唇 其实她是 后面我女友闺蜜五个字还没说出口 张大海的声音便响了起来 呵呵 我懂 对了 我这有个小礼物要给你 社区发的 我这一把老骨头又用不上 给你们年轻人用正好 说着 张大爷便从抽屉里 拿出一个长方形的盒子 唐号一眼就看见 上面印着结石帮 0030感的字样 脸颊顿时便刷得一下 红到了耳根 不是 张大爷您误会了 我跟他真不是那种关系 唐号一脸窘迫的连连白手 张大爷的脸 不由的就是微微一沉 我不管你们是什么关系 总之呢 这个礼物 我既然已经拿出来了 就不会再收回去的 唐号还想再解释 苏绕突然迈不上钱 一把将结石帮拿在了手里 并笑着说道 谢谢大爷 您真是个好人 唐号立刻皱眉 看向苏绕 小声质问 你拿这个干嘛 苏绕冲唐号挑了下柳眉 妩媚一笑 反正迟早能用上 有备无患吗 唐号 张大爷呵呵一笑 小唐啊 看人姑娘多好爽 你得跟人家好好学学 唐号尴尬的点头称是 随即冲电梯的方向指了指 那张大爷 您先忙着 我们回宿舍了 张大爷冲三人挥了挥手 又叮嘱了唐号两句 这么漂亮的姑娘 你可得好好疼惜啊 要是那玩意不够 随时来找我要啊 我这还有好几盒呢 唐号尬的大脚趾 都快扣出三十一厅了 陈昂却是猛的一个机灵 连忙挺身上前 张大爷 要不您给我一盒呗 张大爷原本和矮的脸庞 顿时往下一拉 你又没有女朋友 你让那玩意干嘛 我可以先背着啊 万一有了呢 再说了 我不是还有五 姑娘吗 张大爷当即 冲陈昂翻了个白眼 滚 陈昂郁闷地摇了摇头 怎么一个个都像着耗子 难道说我长得不够帅吗 缩扰勾唇一笑 调侃道 你呀 还是先掌刀点再说吧 陈昂撇了撇嘴角 不服气道 个矮怎么了 没听说过 浓缩才是精华吗 唐号拍了拍陈昂的肩膀 好了 你不用太在意 其实你也有很多优点啊 比如说 你很聪明 右臂也很强壮 陈昂 你这特么是在夸我吗 往电梯方向走的时候 唐号依然是转过身体 倒退着走路 这自然免不了 要受到陈昂的一番嘲讽 浩子 你这不会是怕嫂子 突然过来查党吧 唐号笑了笑 没有吭声 他笑由他笑 清风拂山岗 他朝任他朝 我自心不凡 反正 保命最重要 站在电梯口 唐号打开手机自拍 从屏幕里看了一下 后面的电梯 现在最让他忐忑的是 一会儿从电梯里下来的 可别是那个宝洁阿姨 那样的话 他被双面夹击 就必死无疑了 哟哟哟哟 瞧把你给臭美的 等个电梯 还不忘欣赏 一下自己那张帅脸 陈昂终于还是忍不住 祭出了心中的吐槽之魂 听到陈昂的话 唐号微微一笑 脸上并没有表现出 任何的不悦 毕竟 这也给自己奇怪的行为 找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很快 随着丁的一声提示音响起 电梯降到了一楼 唐号的心 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他连忙往旁边侧了侧身子 哗啦 电梯门缓缓拉开 借着刚刚露出的一道缝隙 唐号立马就发现了 电梯里站着的两名乘客 以及之前在楼道里 见过的那名宝洁阿姨 而宝洁阿姨身上所穿的 正是那套上灰下黑的宝洁制服 唐号顿时如遭地震般 浑身猛的一个哆嗦 他连忙往旁边一闪身 将后背避开电梯门 随即咚的一声 将后背贴在了墙壁上 苏扰满脸诧异地看向唐号 浩哥 你怎么了 是哪里不舒服吗 苏扰一边说 一边就抬起粉嫩柔滑的右手 贴在了唐号的额头上 直播间 好羡慕唐号啊 有这么漂亮又体贴的女友闺蜜 哪像我女友闺蜜 见我就跟剑贼似的 苏扰的手好嫩滑啊 我也想被他摸一下额头 楼上说的是大头还是小头 妈的 看到怪谈直播还被撒了狗粮 单身狗表示受到了一万点暴击 要我说 干脆跟女友分了得了 这空姐娶回去多待劲啊 楼上格局小了 两个一起娶不行吗 行 简直不要太行 怪谈事件 唐号感受着苏扰手上传来的一片温润光滑 轻轻点了下脑袋 用有些虚弱的声音说道 不知道怎么搞的 突然一下头好晕 不知道是不是那个舌汤的后劲 说话间 那名保洁阿姨已经从电梯里走了出来 保洁阿姨扭头瞥了唐号眼 便继续朝前面走去 经过宿馆办公室的时候 他还热情地跟张大海打了个招呼 唐号这才轻呼出一口濁气 对苏扰说道 现在头晕好点了 我们上电梯吧 说着 唐号便贴着墙壁 像螃蟹一样横移到电梯门边 然后小心翼翼地退了进去 陈昂打趣道 嘿 你这是在搞什么 一会儿倒着走 一会儿横着走 难不成你觉得自己是螃蟹成精了 唐号还未开口 苏扰的白眼就已经朝陈昂射了过去 不许你这样说我浩哥 小心我缝了你的嘴 陈昂顿时就是一耸 连忙吐了吐舌头 我就是说着玩的 你怎么还当真了 回到宿舍 陈昂立刻就扎唬了起来 来来来 咱们三排卫上分去 我礼拜完的贼溜 保证代费你们俩 当然 陈昂主要目的 还是想在苏扰面前 炫一下自己打王者的实力 哪知道苏扰一脸的弹幕 王者有什么好玩的 我还不如跟浩哥聊聊天呢 一听这话 唐号顿时就是一个机灵 这要是聊着聊着 万一苏扰又要放飞自我 可就糟了 唐号赶忙笑着说道 要不 咱还是玩几把吧 还是挺有意思的 苏扰摆摆手 不玩 我累了 浩哥你也不许玩 一会儿林麦还要跟你视频呢 这倒是提醒了唐号 宿舍规则吧 每天晚上和女友通话一次 搞不好 这又是一条急死规则 还是要慎重对待为妙 便对陈昂说道 你先玩着 一会儿我跟女友通完话 再过来找你玩几句 说着 唐号便推门 进入了自己的房间 苏扰紧跟其后 刚一进房间 苏扰便随手关上了房门 陈昂撇着嘴角 付匪了一句 这哪是什么女友闺蜜啊 简直是小三 哎 浩子这桃花运 怎么就这么好呢 房门刚一关上 阳台上就传来了八哥的声音 我饿了 我饿了 唐号连忙一拍脑袋 出门的时候 竟然忘记给八哥喂食了 这便快步走到阳台 从袋子里抓了一把 面包虫干和骨子 放进了鸟笼的石槽里 八哥不再叫唤 立即低头专心吃了起来 唐号趁机仔细 打量起了八哥身上的羽毛 宿舍规则九 如果看到八哥的毛色变白 请立刻停止喂食 并给他播放贝多芬的 《月光纵鸣》曲 一轮观察下来后 唐号发现八哥的羽毛 依然通体漆黑 并没有丝毫变白的迹象 这让他松了一口气 看来八哥的健康状况良好 暂时还不需要 采取任何措施 号哥 你在看什么呢 苏绕不知何时 出现在了唐号的身后 粉嫩的脸颊 都快贴到了唐号的脸上 唐号被吓了一跳 连忙拉开一段距离 你怎么走路跟猫似的 一点声音都没有 苏绕笑着 抬起两只爪子柱 放到两家边 做了抓闹的动作 因为我就是猫女啊 喵 直播间 哇 苏绕这个动作 也太可爱了吧 简直心都化了 天啊 苏绕这个动作 简直萌翻了 我要被他迷倒了 好可爱 忽然好想 给他戴上一对猫耳朵 最好再给他装个猫尾巴 我特么感觉自己 好像爱上了这个诡异 我是不是坏掉了 看到苏绕的模样 唐号的心弧 不由得也是微微一荡 毕竟是小厨男一枚 哪里见过这样的角色美女 对自己卖萌 不过 李志很快便占据了上风 唐号定了定神 轻壳一声道 我再看这只八哥的毛色亮不亮 免得同事回来埋怨 我没有把他的八哥照顾好 苏绕当即嘟了嘟小嘴 号哥对我还没有 唐号对这只八哥上心呢 说着便一扭头走进了房间 唐号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便由他去了 又看了一会儿八哥之后 也迈步走进了房间 刚走进房间 唐号的手机铃声便突然响了起来 唐号连忙将手机从兜里拿出来一看 是一个微信视频通话请求 上面赫然写着老婆林曼四个大字 唐号顿时就是一个机灵 连忙对苏绕说道 林曼发视频通话过来了 你快赶紧去外面避一避 苏绕当即小嘴一撅 不要 我又没跟号哥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我干嘛要出去 唐号 林曼心思敏感 我怕他多想 你还是先出去吧 算我求你了 苏绕眼珠一转 笑嘻嘻地说道 除非你答应一会儿给我搓背 否则我就在这屋里待着 唐号 你他娘的还真会趁火打劫啊 算了 你不出去 那我自己出去总枪了吧 说着 唐号便小跑着朝房门奔去 然而 他快 苏绕的速度更快 一转眼便超过唐号 用身体靠在了门背上 苏绕亮出如背白牙 狡黠一笑 你要是再不接 视频通话可就要自动刮断了哦 唐号胳膊拧不过大腿 只得咬着后槽牙点下了接通按钮 手机屏幕里 立刻出现了一位滋容绝艳的女子 女子扎着马尾便 身上穿着简单的白体恤和牛仔短裤 所处的地方看起来像是 在某个酒店的房间 唐号不由地微微一呆 这就是自己的女友嘛 简直比很多女明星都还要漂亮 苏绕像是打击 妖娃魅惑 而林曼更像是西施 端庄可亲 老公 对面立刻传来林曼亲历的嗓音 只是音调中似带着些不满的情绪 唐号忍住尴尬 冲对面的林曼 换了生老婆 你怎么到现在才接电话呀 唐号轻拧了下嘴唇 哦 我刚才在上厕所 手机在外面充电 没法拿 林曼点了点头 似乎将这一页个翻了过去 忽然用甜妮妮的声音说道 老公今天有想我没 一听到这句话 唐号整个人顿时便酥了一大半 这软语甜言 哪是他这个小厨男能受得了的 唐号立刻伸出手指 猛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 随即红着脸说道 当然想了 思念老婆就像呼吸一样 已经成为了我生命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林曼立即浅犬一笑 这还差不多 我大概还有半个月就可以回来了 老公你再忍忍啊 唐号点点头 真希望这天快点到来 林曼突然轻咬了下嘴唇 老公 我看网上新闻里说 现在分居两地的情侣 都流行视频 AIAI 要不咱也试试 唐号顿时就是一耸 连忙白手道 别 林曼顿时就是柳眉一簇 为什么 难道你不想跟我 还是说 唐号吞了口唾沫 没有 我当然想了 只是 一会儿隔壁的陈昂 还要来找我聊工作的事情 林曼似乎有些失望地 呜了一声 对了 要是苏扰那丫头 去找你 一定要拒绝 知道吗 一听这话 唐号立即就朝前方的苏扰瞥了一眼 只见苏扰的小嘴唇的 他好像有点喜欢你 依他那脾气 我担心他会趁我不再去找你 到时候 要是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 就麻烦了 唐号咽了口唾沫 行 老婆我知道了 可 如果他不打招呼 就直接跑到我这儿来了怎么办 林曼想了想说道 那就让他住酒店 千万别把他带到宿舍过夜 那丫头真的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唐号宿舍点了点头 明白了 这时 苏扰突然抬起右手 在房门上 碰碰碰地敲了三声 同时冲唐号 投去了个挑衅的眼神 当然 这个眼神 其实不是投向唐号 而是投向手机屏幕后的林曼的 唐号顿时就是一个机灵 连忙对林曼说道 不说了 同事来找我了 林曼点点头 嗯 老公早点休闲 别把自己累坏了 老婆你也要保重好身体 直播间 我觉得我需要找个对象了 看到他们这样 老公老婆的 真的让人受不了 刚被强行喂了一搏狗粮 现在又来 我他妈真是受够了 能不能考虑一下 我们这些单身狗的感受啊 不是 啥时候能把视频 当电话 唐号有些不满地看向苏绕 刚才你为什么要敲门 苏绕小嘴一撇 臭林曼居然防我跟防贼似的 我是那种人吗 我不过是把浩哥当作家人 才过来找浩哥的 他可好 搞得好像我一口就能把你给吃了似的 我懒得听他避避 所以就敲门 好让他快点下线了 一口气说完这些话 苏绕的小脸便委屈地拧巴了起来 眼圈也开始有些泛红 唐号没再说什么 迈步走向房门 他要去找陈昂打王者 最好一直玩到苏绕睡着了 这样的话 自己就可以直接睡在客厅沙发上 不用再担心会被他骚扰了 见唐号要离开 苏绕当即就是同色一阵 连忙一把扯住唐号的手腕 浩哥要去哪 是扰而惹浩哥生气了吗 唐号温和一笑 我又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 怎么会生你的气呢 我就是去找陈昂聊点工作上的事情 你不用紧张 苏绕立刻摇起了嘴唇 可是 浩哥不在这房间里 我一个人会害怕的 唐号揉了揉苏绕的胳膊 安慰道 这有什么好怕的 我就在隔壁房间 你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叫我 我会马上过来的 你先去洗个热水澡 然后躺在床上刷换手机 实在不行的话 你就挑几件喜欢的衣服 我帮你付款 一听到唐号要帮自己买衣服 苏绕的同色瞬间就亮了亮 行 那浩哥快点聊完工作回来 唐号点点头 随即便拉开房门来到了走廊上 咚咚咚 唐号敲响了陈昂的房门 没一会儿 陈昂身上穿了件白大褂 白大褂上面沾满了鲜血 甚至有些地方已经被染成了暗红色 陈昂的脸上戴着一副口罩 只露出一双眼睛 但是那双眼睛里透露出的 却是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含义 宿舍规则式 如果看到你的室友身穿白大褂 请一定不要跟他独处 陈昂眯缝起眼睛打亮着唐号 这眼神让唐号的后背上 瞬间泛起一抹凉意 他立刻就想到了汗泥巴 那个令人胆寒的食人魔 也许此时此刻 陈昂的脑子里正在盘算着 自己身上哪块肉最好吃呢 陈昂拉大房门 冲屋里做了个紧的动作 进来坐吧 唐号轻咳一声 哦 不用了 我就是过来借个酱油 现在没事了 那我先回屋了 说完 唐号立刻就扭头推开自己的房门 陶也似的冲了进去 然后砰的一声撞上了房门 房门关上的一瞬间 唐号立刻靠在门背上 大口喘起了粗气 门外传来陈昂的歌声 月光光 心慌慌 有个小孩要遭殃 这诡异的歌词 让唐号头皮阵阵发麻 这下房门 他是彻底不敢再打开了 卫生间里传来哗啦啦的水流声 声音清脆而持续 很显然 这是苏扰正在洗澡的迹象 唐号做了几个深呼吸 让自己心情略微平静下来 然后便窥视起了怪谈管理群 菊花残 有趣 这下天选者们就只能待在卧室里 和女友闺蜜孤男寡女同处一室了 长了虎牙的西红柿 那些没有喝舌汤的天选者 估计马上就要上就要 和女友闺蜜上演精彩戏码了 嘿嘿 期待感瞬间被拉满 家竹桃 SVIP 清风和营养快线 我都准备好了 狗尾巴草 可别让天选者们全军覆没了呀 那样明天可就没得看了 大嘴花 放心吧 这次喝了舌汤的 就有17位天选者 还有一些意志坚定的 就算没有喝舌汤 应该也能扛过闺蜜的魅力 唐浩卡着59秒的时候 收回那窥视野 本次窥平一分钟 消耗精神值 5点 剩余精神值 30点 精神值只剩30点了 要是低于30点 自己就会进入疲倦状态 虽然还不太确定 但唐浩有一种预感 那就是进入疲倦状态之后 他的意志力也会随之降低 也就是说 在疲倦状态下 他很有可能扛不住 苏扰的魅力 所以接下来万不可 再使用窥平天赋了 从刚才怪谈管理群的聊天内容 他至少确定了两个关键信息 一 今晚的剩余时间 他就只能待在卧室里了 外面已经是尘埃的底盘 出去的话 自己大概率会被嘎 二 苏扰接下来会有所动作 不过 并不是不可抵御的 尤其是在自己喝了黑蛇汤的情况下 抵御起来应该会更加的轻松 想到这里 唐浩揪紧的一颗心 终于稍微放松了一点 长长吐出一口浊气之后 唐浩便起身去书桌上 抽了两张餐巾纸 将自己额头的冷汗擦进 刚刚将餐巾纸丢进桌边的垃圾桶 卫生间门那里 突然传来咔哒一声轻响 紧接着便是吱压一声 门被拉开一道缝隙 苏扰从门缝里探出半个脑袋 目光落到唐浩身上 浩哥 帮我拿下睡衣 就在我的行李箱里 唐浩愣了一下 随即嗷了一声 脉步走向门边靠墙放着的行李箱 不过 你还真的是没把我当外人啊 唐浩滚动密码锁的滚轮 将密码调到0428 然后按住锁头 只听咔哒一声 密码锁随之跳了开来 掀开行李箱 首先映入眼帘的 便是几套蕾丝内衣 唐浩的一张俊脸 蹭得一下就红了起来 唐浩用力甩了下脑袋 将奇怪的念头驱散 开始在行李箱里翻找了起来 很快 一件印有魅魔图案的真丝吊带睡衣 便跃入唐浩的视野 魅魔 唐浩不由的就是呼吸一致 他立刻想到了宿舍规则舞 不要让女友闺蜜 穿戴有魅魔图案的睡衣 光是看一眼睡衣上的魅魔图案 就不难想到 这玩意儿 要是被苏绕穿在了身上 很可能会带来魅火加成的效果 到时候 就算是自己喝了黑蛇汤也 未必能抵御得住 唐浩又继续在行李箱里翻了翻 令他倍感郁闷的是 行李箱里竟然只有这么一件睡衣 看来 苏绕这是成心的 唐浩的额上 这还不容易解决吗 直接让苏绕什么都不穿不就行了 什么都不穿 那唐浩岂不是更抵抗不了了 你这不是解决问题 是将唐浩往火坑里推 依我说 直接把这套睡衣从楼上丢下去 就说找不到 然后拿件T恤给他穿 不就完美解决了吗 别说 这还的确是个好主意 快赶紧给攻略族打电话 希望还来得及 怪谈事件 卧室内 浩哥 睡衣找到了吗 你要是找不到 我就自己直接出来找了哦 唐浩顿时就是一耸 连忙喊了一声 找到了 我这就给你送过来 说着 唐浩便站起身 迈步朝卫生间走了过去 直播间 完了完了 唐浩要被嘎了 这小子一直都很聪明的 怎么这时候犯起了这种低级错误 怪谈攻略族呢 都是一群吃单饭的吗 怎么还不给唐浩发提示 是要等着再次被怪谈降临吗 龙国 怪谈攻略族 连狠方的高行警 蹭的一下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目光紧迫地看向叶帆叶组长 快赶紧给唐浩发提示吧 不然可能就来不及了 叶帆却神色淡定 他不慌不忙地 将目光移到了女儿叶婉婷的脸上 婉婷 说说你的看法 叶婉婷微微促起好看的柳眉 唐浩是全额奖学金的获得者 智商绝对在线 应该不至于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这一波我选择相信他 毕竟我们只剩下四次提示机会了 完全没必要在这个环节浪费 叶帆点点头 嗯 那咱们就相信这小子一回 高刑警还想再说些什么 直播大屏幕里 突然传来了唐浩的一声惊呼 啊 紧接着 唐浩便扑通一声 摔倒在了地上 落地的一瞬间 唐浩直接对着自己的鼻子来了一拳 鲜红的血液低落 在睡衣上蕴染开来 宛如盛开的几朵红霉 听到外面的动静 苏绕立刻拉开卫生间的门 目光略一搜索 便落到了地上的唐浩身上 苏绕的花容立刻便试了颜色 浩哥 你没事吧 说着 我已经摔了一跤 鼻子流了点血在了你的睡衣上 不好意思啊 把你的睡衣弄脏了 苏绕摇头道 一件破睡衣而已 弄脏了就弄脏了 有什么要紧的 关键是 浩哥你的鼻子都流血了 还是赶紧让我出来 帮你处理一下吧 唐浩说了句你等一下 便几个剑步冲到衣柜前 拉开柜门 从里面拿了一件自己的衬衫 递到了苏绕的手上 这是我的衬衫 你先将就着穿一穿吧 苏绕立刻露出一种 女孩子受到宠溺时 才会出现的那种微笑 连忙一把将衬衫抓在了手里 谢谢浩哥 卫生间内 苏绕将衬衫捧到鼻前 闭上眼睛 做了个长长的深呼吸 那件衬衫上 似乎还残留着唐浩的气息 淡淡的男性荷尔蒙的味道 涌入他的鼻腔 让他的心跳不由自主地 便快了起来 嘴角 不自觉地 就让起了一抹甜蜜的笑容 很快 苏绕便穿好衬衫 从卫生间里走了出来 看到苏绕的样子 唐浩不绝就是微微一呆 衬衫穿在苏绕身上 显得有些宽大 下摆刚好落在大腿的中部位置处 光洁如玉的大长腿 一直延伸到玲珑小巧的脚踝处 他的脚指微微蜷缩 如同珍珠般圆润可爱 脚背上的皮肤则银润如雪 衬衫的领口微微敞开 露出两节领略的锁骨 和一片雪白的肌肤 直播间 我去 苏绕这大长腿 也太耐丝了吧 卧室内 苏绕洒着拖鞋 几乎用小跑的速度 冲向唐浩跑动的时候 两只白兔蹦跋的 那脚一个欢快 唐浩的鼻血瞬间流量加大 他连忙一开视线 嘴里轻声念起了道德经 很快 苏绕便来到了唐浩的跟前 看到唐浩的鼻血 已经流到了下巴 苏绕的眉心 瞬间隆起两座小山丘 他迅速从桌上抽了几张纸巾 帮唐浩擦拭起了鼻血 苏绕的动作 仔细而又轻柔 仿佛在对待一件珍贵的艺术品 让唐浩不禁都有了一种 如梦恍惚的感觉 要是现实世界里 也有一位这样 对自己如此温柔的女子 该有多好 擦完鼻血后 苏绕让唐浩仰起头 他则去卫生间捧了一些凉水 轻轻地拍在唐浩的脖子上 凉水的刺激 让唐浩鼻腔内的毛细血管 迅速收缩 很快便止住了鼻血 谢谢 唐浩有种感谢 他还从来没有 被这样温柔以待过 苏绕调皮地眨了眨眼 光口头谢谢可不行 你得亲我一下 说着 他便抬起葱管般的食指 指了指自己嘟起的嘴唇 唐浩满脸黑线 这就不是谢了 这是在犯罪 还是换个别的请求吧 说完这句话 唐浩心下却是一片忐忑 宿舍规则两里 写得很清楚 静心照顾好女友闺蜜 并满足他提出的所有要求 这也就意味着 要是苏绕虎脚蛮缠 非要让自己亲他的话 那自己肯定是无法拒绝的 否则结果很有可能就是 被他给直接嘎了 不过万幸的是 苏绕眨了几下眼睛后 便改了主意 那好吧 一会儿你要给我讲睡前鬼故事 唐浩虽然很不擅长讲鬼故事 但毕竟这个选项 跟亲苏绕一下比起来 要安全得多 便立即点头表示同意 那这件染了血的睡衣 一会儿我去帮你洗一下 唐浩指了指地上的睡衣的说道 苏绕笑着摇摇头 这件我要收藏起来 上面染的可是你的血 这对我来说很有纪念意义 直播间 苏绕的口味有点重啊 不过我喜欢 比血睡衣 听起来有点让人热血沸腾啊 这难道就是所谓的血色浪漫吗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这是唐浩的除男魔破了 留下的落红 楼上可真行 简直满极理解 卧室内 唐浩不游的就是猛的一症 不是 比血多脏啊 还有股铁锈味 你收藏它干嘛 苏绕当即柳梅一条 脏 这可是你身体的一部分 上面可都是你的DNA 多有意义啊 唐浩 房间内陷入到了短暂的沉默 苏绕揉了揉白皙修长的天鹅井 打了个哈欠说道 我已经有点困了 要不浩哥这就去洗澡吧 然后咱俩一起躺下来 你好给我讲鬼故事 唐浩顿时呼吸一致 生怕苏绕指的是两人睡一起 便指了指沙发说道 晚上我睡沙发 你睡床上 苏绕摇摇头 浩哥睡床 我睡沙发 你明天还要上班 有个好睡眠 非常的重要 我就算晚上睡不好 白天还是可以补一觉的 唐浩坚持道 没事 还是让我睡沙发吧 我大老爷们一个 没有那么多讲究 在哪都能睡 关键是 这张沙发可睡不下两个人 晚上就算 你想对我图谋不轨 我只要屁股稍微一撅 就能把你拱下去 苏绕嘟了嘟小嘴 那好吧 谢谢浩哥 唐浩在淋浴间 冲凉冲到一半的时候 卫生间的玻璃门上 突然传来砰砰砰三声轻响 唐浩关闭花洒 抹了一把脸上的水渍 提嗓问道 怎么了 门外 苏绕捂住小肚子 轻轻跺着脚 有些焦急地说道 浩哥 我要嘘嘘 唐浩立刻寄出一张 黑人问号脸 你这也太会挑时候了吧 还是说 你是成心的 不用说 你肯定就是成心的 你再忍忍 我马上就好了 苏绕立刻拨浪鼓式地 摇起了脑袋 不行 我快憋不住了 唐浩想了想 还是拉过一条玉環 裹在了身上 宿舍规则 二如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高悬在他头顶上 要是把苏绕 给逼急了 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他不敢想象 吃呀 唐浩拉开卫生间的玻璃门 两人的目光 短暂交汇之后 苏绕的目光 便快速下移 落在了唐浩的六块腹肌上 立刻就绷不住地 轻轻哇哦了一声 哇哦 浩哥这身材 也太好了吧 唐浩连忙一闪身 出了卫生间 并将卫生间的门给带上 绝对不能给苏绕 任何可以动手动脚的机会 在外面等了 差不多有两分钟的样子 唐浩便听到了一阵 马桶下水的声音 紧接着 苏绕便从卫生间里走了出来 我好了 浩哥快去洗澡吧 说这句话的时候 苏绕的目光 一直直勾勾地 落在唐浩的六块腹肌上 就像是一只小蝉猫 果然 宝物遗藏于侠 而不能是鱼人啊 洗完澡后 唐浩穿上了一套 长裤短袖的睡衣 走出卫生间 静止在电脑桌前坐了下来 苏绕立刻放下手机 从沙发起身凑了过来 浩哥这是要干嘛啊 唐浩一边打开笔记本电脑 一边倾咳一声 说道 哦 我研究一下新品发布会的方案 明天可能要跟领导汇报 苏绕嘟着小嘴 轻轻点了下脑袋 却丝毫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不是 你在我旁边 我没办法集中精神的 苏绕勾勾勾唇脚 你就当我是宠物好了 我保证只会安静待在你身边 不会发出半点声音的 唐浩 直播间 这宠物哪里有卖同款的 我他娘的超级想要啊 我要是有苏绕这样的女朋友 就算少活十年又有何妨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慕了慕了 看了一回方案 唐浩便不自觉地打了个哈欠 苏绕温柔的声音立刻响起 浩哥要不还是早点睡吧 明天一早再起来看 唐浩看了下电脑屏幕右下角的时间 晚上十点三十七分 并不算太晚 本来是想把苏绕熬睡着的 看来 自己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也的确是该放松一下 毕竟自己的精力值 就只剩下三十点了 想到这里 唐浩便点了点头 盖上笔记本电脑 然后起身打开床头柜的台灯 随后 唐浩又去衣柜里 拿了一条毛毯 和一只枕头 铺在了沙发上 关上房间的顶灯之后 唐浩便在沙发上躺了下来 苏绕子躺在了床上 侧转过身子 面向唐浩 橘色台灯柔和的光芒 扑洒在苏绕的脸上 将他的脸映照得 如羊枝玉般温润细腻 他长长的睫毛 在脸上投下一片阴影 随着他的眨眼轻轻颤动着 仿佛蝴蝶的翅膀一般 轻盈美丽 唐浩静静地凝视着他 不仅有些晃了神 但他很快便猛掐了一下大腿 让自己的理智重新上线 苏绕抓过从行李箱里 拿出来的派门公仔 紧紧抱在了怀里 浩哥 你现在可以讲鬼故事了 直播间 你一个人类不是也喜欢听人诗吗 不管怎样 我觉得苏绕抱着派门公仔 听鬼故事的样子还蛮可爱的 卧室内 唐浩揉了揉眼窝 你容我想想啊 两分钟后 唐浩的双眼疏然睁开 想起一个鬼故事了 不过我记得不太全 要是讲得不好 你别怪我 苏绕立刻摇了下小脑袋 不会的 快讲吧 说着 苏绕又往唐浩的方向挪了挪身子 一双漂亮的桃花毛子 瞪得大大的 脸上写满了兴奋和期待 唐浩清了清嗓子 这便开口说道 据说 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一个深秋的夜晚 魔独七二八路公交车的最后一班车 行驶到人民广场站的时候 从站台上来三个奇怪的乘客 这三个乘客的穿着非常特别 其中一个人穿着一身清朝的官服 另外两个人则是一身白衣 他们的脸色惨白 毫无血色 看起来十分诡异 听到这里 苏绕的谋底已经有了些恐惧和不安 双手更是紧紧地搂住了怀中的派门公仔 仿佛要将公仔嵌进自己的身体里一般 看到苏绕居然入戏这么快 而且很明显已经在害怕了 唐浩不禁有些好笑 说出去 不被别的诡异笑掉大牙才怪呢 后来呢 快说啊 苏绕催促道 唐浩继续说道 公交车继续行驶了一段距离 说到这里 唐浩顿了顿 然后猛地朝苏绕伸出双手 轻呼一声 突然 这三个乘客同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啊 苏绕立刻发出一声淒厉的尖叫 这么恐怖吗 听说胆小的女生会更敏感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虽然苏绕很胆小 但她害怕的样子真的很可爱 让人忍不住想保护她 苏绕的反应太真实了 好萌 看得我都想抱抱她了 卧室内 唐浩轻拧了下眉心 要不 我还是不讲了吧 一听这话 苏绕立刻睁开双眼 用力摇了下脑袋 不行 继续讲 唐浩说了句 好吧 便继续开口道 那三个奇怪的乘客 从座位上站起来后 就对着司机大喊 我们要下车 快放我们下去 按照规定 司机是不可以再没到站点的情况下 就给乘客开门的 可司机看这三名乘客 实在是太奇怪了 心里也确实出的慌 就靠边将这三名乘客放了下来 当公交车再次启动 司机从后视镜里 瞥了一眼车厢时 却突然发现 那三名乘客 仍然在座位上坐得好好的 司机顿时就是一阵头皮发麻 连忙踩下刹车 走到三名乘客的座位旁一看 你猜他看到了什么 苏绕吞了口唾沫 用颤抖的声音问道 他看到了什么 唐浩瞪大眼睛 用低沉的声音说道 三句 尸体 苏绕的身体猛的一抖 再次发出一声淒厉的尖叫 怀里派门公仔的耳朵 都被他给揪了下来 唐浩 我在诡异副本里 吓唬诡异 这还真的是荒谬 他妈给荒谬开门 荒谬到家了 还要继续讲吗 苏绕咬着嘴唇 用力摇了摇头 唐浩唇角微微掀起 那就睡觉吧 晚安 说着 唐浩便朝沙发里边一翻身 闭上眼睛睡了起来 检测到放松 放松等级 中等 精神值回复速度 一点 十分钟 睡了没一会儿 唐浩突然感觉 后背被轻轻戳了两下 连忙扭过头来一看 正对上苏绕 那双可怜巴巴 又楚楚动人的小脸 唐浩的眉心 微微皱了皱 怎么了 苏绕小嘴一举 我太害怕了 我能跟你一起睡吗 可嗨嗨 唐浩立即发出一阵猛烈的咳嗽 不是 你是我女友的闺蜜啊 咱俩是不能睡在一起的 明白吗 苏绕都快哭了 可是我现在好害怕 一闭上眼睛 那三个尸体 就张牙舞爪地朝我扑过来 唐浩无语柔鹅 你就这么点小胆 干嘛还要听鬼故事啊 不是找不自在吗 苏绕 可是鬼故事刺激啊 唐浩 浩哥苏绕 又拽了拽唐浩的胳膊 你就陪我睡会儿嘛 我可以向你保证 绝对不会对你动手动脚 看来 这一波是拒绝不掉了 唐浩用力掐了下手指 行 那你发誓 绝对不对我动手动脚 苏绕立刻抬起右手 我发誓 一会儿我要是对浩哥动手动脚的话 我就变成鬼 唐浩 不是 你现在不就已经是个鬼了吗 虽然唐浩有点分不清鬼 和诡异的具体区别 但本质上应该大差不差吧 唐浩摇摇头 这个不好 再换个 苏绕想了想 说道 我发誓 一会儿我要是对浩哥动手动脚的话 我就变成一只狼 一只色狼是吧 你现在不就是吗 唐浩再次摇头 这个也不好 再换个 那就 把我变成飞机场 唐浩终于满意地点了点头 行 记住你的誓言 苏绕唇脚一勾 立刻就要贴着唐浩的后背 往沙发上挤 唐浩顿时就是一个机灵 连忙蹭的一下 从沙发上坐起来 并冲床上指了指 沙发太挤了 咱们 还是睡床上吧 苏绕的眼底 瞬间如璀璨星河般闪耀了起来 好爷 唐浩将枕头和毯子 在床上铺好后 对苏绕素色说道 事先声明啊 一 你不许对我动手动脚 也不许接触我的身体 二 咱俩各自睡各自的毯子 不可以钻到对方的毯子里 三 等你睡着之后 我还是要睡到沙发上的 要是你都能做到 我就可以上床了 苏绕绕了下小嘴 然后点了下脑袋 行 我答应了 浩哥快上床吧 唐浩这边掀开毯子 吃溜一下钻了进去 然后将自己的身体紧紧裹住 跟跟木乃伊似的 苏绕见状不禁哑然失笑 浩哥 你这是什么造型啊 我都答应不碰你了 没必要这么严防死守吧 我是觉得有点冷 所以就把毯子裹紧了一些 别讲话了 安心睡觉吧 苏绕点点头 面对唐浩的方向闭上眼睛 只睡了一会儿 苏绕便开始辗转反侧了起来 苏绕吐出一口浊气 不行啊 浩哥 这样我还是睡不着 要不 你给我唱首摇篮曲吧 唐浩顿时就是鹅角一黑 这个苏绕 真的是太能折腾人 可是 我不会唱摇篮曲啊 唐浩挠了下头皮 苏绕嘟了嘟小嘴 那就随便唱一首歌好了 只要是浩哥唱的 我都爱听 唐浩揉了下鼻子 那就 好汉哥 可以吗 直播间 神他妈的 好汉哥 我简直服了 唱个小镇姑娘 什么的 不行吗 楼上是脑子被驴踢了吧 这个时候 怎么能唱暧昧的歌曲呢 那不是给火炉里添柴吗 简直作死 唐浩果然是好样的 都同睡一张床了 还能保持如此理智的头脑 这次咱们龙国通关绝对稳了 苏绕点了点小脑袋 可以 只要是浩哥唱的 什么歌都可以 唐浩这便清了清嗓子 开口轻声唱了起来 大河像东流啊 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 一听到是这样的曲调 苏绕先是猛的一震 随即便捂着嘴巴 咯咯咯地轻笑了起来 浩哥你还真是 唐浩继续轻唱 一口气将这首歌唱了三遍 在看苏绕时 已经双眼紧闭 呼吸也变得绵长而均匀 唐浩不由得 常常吐出一口浊气 呜呼 这小蹄子总算是睡着了 这便用最轻柔的动作 掀开自己身上的毯子 正准备溜下床的时候 苏绕的柔衣小手突然伸出来 抓在了唐浩的手腕上 唐浩经的灵魂差点出了窍 不是 你作为一名诡异 怎么能出尔反尔呢 小一秒 唐浩却听见苏绕 发出了一阵嘎吱嘎吱的磨牙声 唐浩不由得就是微微一愣 感情这小蹄子是在说梦话呢 唐浩揉了揉胸口 连忙轻轻拿开苏绕的手 然后点着脚尖 回到沙发上躺了下来 第二天 清晨 还在睡梦中的唐浩 感觉脸颊上似乎有小虫在爬行 于是下意识地伸手挠了挠 并慢慢将眼睛睁了开来 一张甜美笑容的特写 立刻映入了他的眼帘 是苏绕 此刻的苏绕正双手脱腮 双目寒情地看向自己 敞开的灵口里 取经探忧 浑源若隐若现 原来自己在睡梦中感觉到的小虫 就是苏绕护在自己脸颊上的鼻息 唐浩连忙从沙发上坐起身 问道 你怎么这么早就醒了 苏绕撇了撇嘴 还说呢 阳台上那只臭八个 刚才一直在叫起床了 我给他喂了点食物 才总算是让他闭了嘴 唐浩点点头 抓过茶几上的手机 看了下时间 正是早上七点十六分 上班的时间是在九点钟 还早 你要不再睡一会儿 唐浩看向苏绕 苏绕摇摇头 得意于浩哥 昨晚唱的那首 好汉哥 我睡得还行 唐浩想了想 问道 我今天要上班 你就在这屋子里待着吗 苏绕嘟了嘟小嘴 这附近也没什么好玩的 除了待在屋子里 也没什么别的地方 可去啊 唐浩点点头 那你先去洗漱吧 一会儿咱们一起去食堂吃饭 中午下班了 我再打电话给你 到时候你再来食堂 跟我们会合 苏绕轻轻嗡了一声 便起身朝卫生间走去 卫生间房门被关上之后 唐浩便掀开毯子 从沙发上站起身 迈步来到了阳台 走到鸟笼边 唐浩仔细打量起了 笼中的八哥 很快 他就发现 八哥的尾巴上 似乎出现了一个白色的小点 也就芝麻力那么大 唐浩不由的就是心中意紧 连忙将八哥从笼子里抓出来 然后用指甲盖 仔细在那个白点上刮了刮 根本刮不掉 这很有可能是 某种污染的开始 必须尽快解除才行 八哥也许是 解开园区迷团的重要线索 要是他彻底白化 自己很有可能 就拿不到这条重要的线索 而且很可能 还会发生一些不太好的事情 宿舍规则九 如果看到八哥的毛色变白 请立刻停止喂食 并给他播放 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 停止喂食 一会儿得跟苏绕打好招呼 让他千万不要再给八哥喂吃的了 然后就是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 唐浩立刻掏出手机 点开一个音乐APP 在里面搜索起了《月光奏鸣曲》 然而搜索矿里 却跳出了这样一行提示 很抱歉 没有找到相关结果 唐浩的眉心 顿时便拧成了个穿字 普及度这么高的一首曲子 APP里居然没有 掐着下巴思索了几秒钟后 唐浩又打开了搜索APP 在里面输入了《月光奏鸣曲》 跳出来的内容虽然很多 但都是《月光交响曲》 《月光协奏曲》 《月光圆舞曲》之类的 就是没有《月光奏鸣曲》 略意沉吟 唐浩又在搜索矿里 输入了《贝多芬》这三个字 很快 一列搜索结果便弹了出来 有《贝少芬》 《贝大芬》 《贝贝芬》 然而就是没有《贝多芬》 看来 这个怪谈世界是存心将 《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 给抹除了 果然 要应对这条规则 没有那么容易 不过 既然宿舍规则九里 提到了《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 那就应该能通过某种方法找到它 只是现在 自己还找不到任何头绪而已 接下来 自己该处处留心了 想到这里 唐浩又查看了一下自己的精神值 昨晚自己一共睡了八个多小时 一共恢复了五十点精神值 现在自己的精神值是八十点 还是比较充足的 刚回到房间 唐浩便见苏绕 拉开卫生间的玻璃门 从里面走了出来 苏绕化了淡妆 白皙的皮肤上 散发着一层淡淡的红韵 漂亮的长洁微微翘起 让她的眼睛看起来更加明亮动人 一根高高掉起的马尾辫 随着她的走动而轻轻摆动着 更增添了几分青春的活力 她身上穿着的 则是一套白体绪加牛仔短裤组合 将她恶挪的身姿勾勒得浮屠有致 同时也给人一种轻松自在的感觉 苏绕静止走到唐浩跟前 微笑着冲她侧了侧脑袋 浩哥 我看起来怎么样 唐浩耸了下眉毛 嗯 有一种清新自然美 苏绕立即勾起唇角 随即又问道 那浩哥是喜欢绕昨天的样子 还是今天的样子 不许含糊其词 唐浩脸上的表情不由得微微一僵 论折腾人 你苏绕若排第二 绝对没人敢排第一 唐浩揉了揉下巴 实话实说到我更喜欢你今天的样子 苏绕的同色瞬间就亮了起来 脸上的笑容也明显比刚才灿烂了很多 那我以后就经常这样打扮了 唐浩不由得就是鹅角一黑 你可是我的女友闺蜜爱 你为了我这样打扮 是不是有点过了 不用 你还是按照自己喜好来 想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 说到这里 唐浩又补充了一句 毕竟 经常看一种打扮也是容易看腻的嘛 苏绕原本扳起的面孔 瞬间就再次展露了笑颜 他用力点了下脑袋 知道了 浩哥 对了 唐浩指了指阳台上的八个 八个好像是生病了 从现在开始 你不要再给他喂食 也不要去打扰他 交给我来处理就好 苏绕的眉心不由得微微醋了起来 八个生病了吗 我看他挺有精神的呀 你对八个的习性不了解 总之 你听我的就对了 苏绕轻轻点了点头 行 听浩哥的 唐浩没再说什么 禁止走进卫生间去洗漱了 早上七点五十分 唐浩和苏绕一起走出了卧室 隔壁陈昂的房门是开着的 唐浩小心翼翼的探头 朝里面看了一眼 陈昂身上的血字白大褂已经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套衬衫加牛仔裤的组合 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 这会儿 陈昂正戴着个耳机 在房间里摇头晃脑 看到站在门口的唐浩和苏绕 陈昂立即摘下耳机 走到唐浩跟前 仔细盯着唐浩的眼圈看了会儿 笑着说道 浩子 你这不行啊 黑眼圈都没出来 唐浩一掌拍在陈昂的后脑勺上 瞎说什么 走吧 一起去食堂吃饭去 好嘞 陈昂轻呼一声 立即抓过弓牌 套在了脖子上 出了屋子 唐浩第一时间看向走廊两侧 并没有看到保洁阿姨的身影 地上则有被拖过的痕迹 看来保洁阿姨已经清扫过这一层了 唐浩暗暗松了口气 三人沿着走廊走了没几步 陈昂突然轻轻疑了一声 浩子 你不是说要锻炼平衡能力吗 怎么不倒退着走路了 唐浩当即朝陈昂翻了个白眼 你怎么进事事的 我什么时候锻炼不用你操心 嘿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 你还好心当做驴肝肺了 下了电梯 唐浩一眼就看见了宿馆室里的张大爷 张大爷的身上正穿着那套深蓝色的制服 唐浩不露声色 经过宿馆办公室的时候 很自然地跟张大爷打起了招呼 张大爷好啊 早饭吃了吗 张大爷笑得脸上褶子都堆在了一起 吃过了 你们好啊 对了 昨晚大爷给你们俩的小礼物用了吗 一听这话 唐浩和苏绕的脸上不由地均是微微一尬 唐浩正不知该如何开口 苏绕的声音已经响了起来还没呢 我来大姨妈了 张大爷呕了一声 随即密封起眼睛笑道 没事 你们年轻人吗 来日方长 唐浩冲张大爷挥了挥手 那张大爷您忙着 我们先去食堂吃饭了 张大爷捋着胡须点了点头 好好 快去吧 从张大爷正前方走过的时候 唐浩立即便转过身子 开始倒退着往前走去 陈郎的眉心瞬间便拧成了个穿子 浩子 你怎么又到这走路了 唐浩挑了下眉吗 我突然又想锻炼下平衡能力了 不行啊 陈郎 刚走进食堂 唐浩的目光便射向了昨天放黑蛇汤的位置 那里现在只有一个空桌 上面并没有盛汤用的铁桶 看来 黑蛇汤只在午餐和晚餐的时候有供应 浩哥 这里早餐有什么好吃的呀 唐浩在脑海里搜寻了一下 并没有关于园区早餐的相关记忆 正要随口说 这里的小龙包子还不错的时候 陈郎的声音便迫不及待地响了起来 那当然是梅菜肉饼了 这可是我们食堂的一决 基本上是人手一份好吧 说着 陈郎还冲唐食区挪了挪嘴 唐浩扭头一看 果见几乎每个人的手里都捏着个饼在看 食堂规则四 不要吃看不出来源的肉 这梅菜肉饼里的肉根本看不出来源 自己可是绝对不能吃的 苏绕扫了一圈食堂 漂亮的桃花毛子瞬间便登到了溜原 还真是爱 想必这个梅菜肉饼一定有什么过人之处 我可得好好尝尝了 陈郎露出一个自信的笑容 必须得尝尝 保证让你终生难忘 见唐浩拧着眉心一声不吭 苏绕立即关切问道 浩哥 你是哪里不舒服吗 怎么不说话呀 唐浩勾了下唇角 哦 没什么 就是在想心挺方案而已 很快 三人便排到了打饭窗口前 苏绕立刻指着里边的梅菜肉饼说道 要一个梅菜肉饼 再要一碗豆腐脑和一个鸡蛋 轮到唐浩时 唐浩先是仔细观察了一下 打饭阿姨脸上的红斑 确认红斑只是画上去的之后 便点了一个馒头 一块煎饼 一个鸡蛋 还有一份豆浆 看到唐浩点的早餐 苏绕的眉心不由得微微皱了起来 咦 浩哥 你怎么不点梅菜肉饼啊 唐浩不动声色地答道 哦 我早上一般都会吃得清淡一点 苏绕轻轻吼了一声 便没再多想 三人找了个位置坐下后 陈昂立即用一副期待的眼神 看向苏绕 快尝一口梅菜肉饼看看 苏绕点点头 用筷子夹起肉饼 送到嘴边轻咬了一口 在嘴里只咀嚼了几下 一双美眸便如星河般璀璨了起来 嗯 真的很好吃 苏绕一边说 一边用手掰下一块来 直接递到了唐浩的嘴边浩哥 也尝一口吧 这个肉饼真的是绝了 一股诱人的香味 立刻冲入唐浩的鼻腔 唐浩的嘴唇轻轻动了一下 本能已经开始在 驱使他赶紧吃下这块肉饼 唐浩用力掐了一下大腿 疼痛让他的理智再次占据上风 不用了 我不想破坏我长久以来养成的习惯 陈昂无语摇头 浩子最近有点禁欲主义上身 你本理他 听到禁欲主义这个词 苏绕不禁轻咬了下嘴唇 昨晚唐浩都跟自己睡到一张床上了 都没有碰自己一下 还真是名副其实 直播间 你们说 这个梅菜肉饼里的肉 有没有可能就是用人肉做的 应该不是吧 毕竟整个副本里 也就只有唐浩这一个人类 他们就算是想用人肉做 也没那个原料 那吃了这个梅菜肉饼会怎样 直接隔屁 还是慢性中毒 有没有别国天选者吃下去的 没有 他们又不是傻子 干嘛要以身试法 吃完早餐 三人刚走出食堂后 唐浩便将一把钥匙 递到了苏绕的手上 这是宿舍钥匙 你回去吧 苏绕点点头 抓过钥匙 便转身朝宿舍的方向走去 看着苏绕走猫不斑的欠力身影 陈昂碰了碰唐浩的胳膊 哎 我说耗子 你们俩昨晚真的什么都没干 唐浩当即朝陈昂翻了个白眼 他可是我女友闺蜜 我能干出那种禽兽不如的事情吗 陈昂气了一声 你呀 就是太保守了 他明显对你很有意思 你只需要半退半就行了 懒得理你 我去营销部了 说着 唐浩便禁止朝营销部大楼走去 刚迈出几步 园区广播突然响了起来 亲爱的同事们 大家早上好 欢迎收听四页生物科技园区的早间广播 我是播音员陈璐 我是播音员夏凡 阳光明媚 充满希望的一周开始了 在这个新的一周里 让我们一起努力 为实现我们的目标而奋斗 同时 也希望大家在工作中保持愉快的心情 享受工作的乐趣 在今天的广播中 我们将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公司动态 园区资讯 以及一些有趣的话题 希望这些内容 能为大家的工作和生活 带来一些启发和乐趣 听着听着 唐浩的脚步逐渐停了下来 因为他听到了播音员的声音后面 有一段熟悉的背景音乐 正是那首 贝多芬的《月光奏名曲》 唐浩的一颗心 瞬间突突狂跳了起来 脑中的思绪也如齿轮般迅速转动 既然园区广播台 使用了《月光奏名曲》 作为背景音乐 那么他们就一定拥有这首曲子的副本 唐浩看了一眼时间 现在已经是8点40分了 距离上班只剩下20分钟 跑一趟园区广播台 肯定是来不及了 也只能等到中午 再抓紧时间过去了 就是不知道 这会不会是一个陷阱 想到这里 唐浩立刻窥视起了怪谈管理群 长了虎牙的西红柿 这个波罗国的天选者也是牛逼 居然没有觉察到 园区广播的背景音乐 就是《月光奏名曲》 家竹逃 这可未必是坏事 园区广播站可是龙坛虎穴 有趣无回意味可知 狗尾巴草 带这些天选者历经千辛万苦 波罗国再发去一条提示 反而能让他不费吹灰之力地 找到《月光奏名曲》 紫百合 还真是 有时候无知也未必是一件坏事呢 向日葵 这个环节就没有什么 稳妥的解决办法吗 大嘴花 当然有了 只需要别去园区广播台就可以了 向日葵 可是 如果不去园区广播台的话 又要怎么问清楚 广播背景音乐的事情呢 大嘴花 嘿嘿 你冲个SVIP会员 我立刻私信告诉你 向日葵 看到这里 唐浩便将内窥视野收了回来 本次窥评两分钟 消耗精神值 十点 剩余精神值 七十点 看来 这个园区广播台非常危险 去了很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 可如果不去园区广播台 又该如何问清楚 广播背景音乐的事情呢 唐浩陷入到了沉思之中 陈璐 我听说园区最近要重磅 推出产学研合作项目 听到广播里飘出的这句话 唐浩的一颗心 不由的就是轻轻咯噔了一下 陈璐 对啊 自己为什么不可以直接 去找广播员陈璐呢 脑海里生出这个念头的时候 唐浩发现自己已经不知不觉 来到了营销部大楼的门外 营销部大楼高约二十层 通体由玻璃幕墙覆盖 在阳光的照耀下 熠熠生辉 唐浩加快步伐 刚刚刷卡进入营销大楼 宝安忽然叫住了他的名字 这突如其来的呼喊 让唐浩不由的就是猛的一震 他有些惊讶地转身 目光与宝安相遇 宝安微笑着看着唐浩 是唐先生吧 唐浩轻轻点了点头 回应道 是我 保安随即递上一个牛皮纸信封 这是你的信 唐浩有些疑惑地接过信封 随即快步走到大厅内的一个角落 拆开信封 将里面的信纸抽了出来 展开信纸一看 唐浩的一颗心 不由的就是猛的一颈 只见信纸的最上面一行里 写着办公室规则这五个大字 底下则是一条条的细则 唐浩深吸一口气 立刻凝神逐条戏看起了这些规则 规则一 在你们部门 你有一位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 名叫罗雷 你们都是五级员工 都在为尽快晋升为六级员工而努力 但你们两人中 只会有一人成功晋升 完成的晋级的方式 并非比拼能力或业绩 而是想办法利用诅咒 让对方死亡 看到这里 唐浩的一颗心 不由的就是猛的咯噔了一下 宿舍里已经有了个致命诱惑 没想到现在办公室里 又来了个致命诅咒 这他娘的 真的是为新手们准备的副本吗 只是不知道 这个罗雷知不知道这条规则 如果他也已经知晓的话 恐怕已经在积极准备咒死自己了吧 对了 诅咒的具体方法是什么呢 总不至于 还要自己摸索吧 唐浩目光继续往信指下方移动 很快便看到了一行备注 诅咒方法说明 一 准备一个假人 可以用现成的布娃娃来代替 也可以自己用干草或布条扎一个 二 将对方的一根头发 放置于假人的胸腔内 然后在假人的肚子上 写上对方的名字 三 将纯净的八个血 黑猫血 乌鸦血 诅咒方法总共就这三步 也就是说 自己一共需要准备这几样东西 一个布娃娃 一根罗雷的头发 少量八个血 黑猫血 乌鸦血 以及自己的血 另外还需要准备一个注射器 布娃娃自己的衣柜里 就一个现成的 是女友林曼丢在这里的 至于罗雷的头发 如果他也已经窒息了这条规则的话 必然会想尽办法 不让自己薅倒他的头发 甚至都有直接剃个光头来上班的可能 与此同时 他必然也会想尽一切办法来把自己的头发 一会儿进了办公室 势必会有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光是想想那个场景 唐浩的身体就不由地微微哆嗦了一下 然后就是八个血了 而且还是纯净的八个血 所谓纯净 应该指的是没有被污染 而此刻 自己卧室阳台上的那只八个羽毛 已经开始出现白化 显然是受到了污染的影响 看来 自己的加快找到月光纵鸣曲的步伐了 至于黑猫血和乌鸦血 唐浩就显得有些一筹莫展了 这两种动物 一种行动迅捷如电 另一种还能在天上翱翔 他们肯乖乖接受自己猜血吗 更何况 在这个园区里 能不能找到这两种动物 都未可知 然后就是注射器了 这玩意儿 在现实世界 虽然随便去个药店就能买到 但这里可是园区 有没有药店都难说 而且唐浩猜测 自己在完成副本任务之前 是没办法离开园区的 也就是说 他没办法去园区外寻找药店 来买注射器 现在唐浩只气到 这些限制 同样也适用于罗雷 要是他能随意离开园区的 只需要跑一趟花鸟市场和药店 所有的诅咒材料 就齐活了 那自己就只能像 刀板上的鱼肉一样 任由他宰割了 想清楚这些之后 唐浩的目光便继续下矣 规则二 罗雷是你们部门经理的侄子 看到这里 唐浩立刻就有一种 要骂人的冲动 这也就意味着 部门经理会不遗余力地 帮助罗雷 关大一击压死人啊 唐浩的额头上 已经开始渗出了层层冷汗 规则三 对于领导下达的任务 必须要按制暗量完成 可别下达一个 你现在就去跳楼吧的规定 但自己真的 就连一点可以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了 规则四 不允许剃光头或戴假发来上班 看到这条 唐浩的铜色不由得亮了亮 这也就意味着 即便罗雷提前知道了这条规则 也没办法作弊 无疑增加了这场诅咒之战的公平性 规则五 办公室 包括园区内 崇尚文明沟通 禁止一切伤害同事身体的行为和命令 诅咒除外 看到这条 唐浩不由得又是暗暗松了一口气 这也就意味着 部门经理和罗雷 没办法用别的途径把自己做掉 诅咒是唯一的方法 那就看谁能更快收集起这些诅咒材料了 规则六 当前台穿黑色丝袜的时候 可以信任他 当前台穿白色丝袜的时候 不可以信任他 唐浩的双眼微微瞇了瞇 看来 自己也不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这个前台很可能会是 自己敲动胜利的一个支点 信纸上所写的 一共就是这六条规则 唐浩快速将信纸折好 放进信封里 再将信封揣进了西服上衣的礼兜里 然后点亮手机屏幕看了看 现在已经是上午8点52分了 距离上班仅有8分钟 快速思索了一下之后 唐浩便迈步朝门口的保安走去 那名保安看起来有50多岁的样子 虽然戴着保安帽 但依然能看出 他两病依然寒霜 很快 唐浩便来到了保安的身侧 目光落在他的肩膀上 上面并没有一根头发 唐浩拍了拍保安的肩膀 保安扭过头来 疑惑地看向唐浩 唐浩指了只保安的帽子 微笑着说道 你这个帽子 可以借给我看看吗 我们部门最近要彩排一个节目 我们打算采购极顶这样的帽子 保安没有多想 立刻将帽子摘下来 递到了唐浩的跟前 唐浩接过帽子 目光快速往帽内一扫 立刻就发现了一根白发 他一边看似随意地摆弄着帽子 一边暗戳戳地 将那根白发钻在了手心 谢谢你啊 唐浩将帽子递还给了保安 保安说了句不用谢 便再次将帽子扣在了脑袋上 唐浩隶属于品牌推广组 位于营销大楼的第十二层 一走进电梯间 唐浩便发现 电梯前已经占了三男两女五个人 唐浩刚要在脑海里搜索 有没有关于这五个人的记忆 一个清甜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 浩哥 早啊 唐浩寻声一看 见是一名身材高挑 趟着卷发 身穿职业装的气质美女唐浩 微微震了一下 随即便记起了这女生的名字 她叫秦琦 正是品牌推广组的前台 唐浩当即弯起嘴角 冲她点了点头 早啊 目光却是快速落到了 秦琦笔致修长的美腿上 上面裹着的正是一双黑色丝袜 办公室规则六 当前台穿黑色丝袜的时候 可以信任她 当前台穿白色丝袜的时候 不可以信任她 见唐浩在看自己的腿 秦琦不由地鸣嘴一笑 与其略带调侃地说道 怎么 我的腿有什么不对劲吗 唐浩顿时就是脸色一尬 连忙解释道 没有 我只是觉得你的腿很漂亮 所以忍不住多看了两眼 秦琦脸上笑容瞬间绽放得更加灿烂了 浩哥周末都干嘛了呀 唐浩揉了下鼻子 就是在宿舍里待着 你呢 都做哪些有意义的事情了 我呀 跟闺蜜去逛了个街 看了场电影 还买了对耳环 说着 秦琦便撩起耳畔的长发 将耳朵完全露了出来 唐浩的目光 落到秦琦耳垂上吊着的耳环上 只见耳环成不规则的几何形状 上面镶嵌着亮晶晶的彩色宝石 嗯 耳环很漂亮 也很有个性 非常适合你 唐浩由衷赞道 直播间 怎么感觉这个秦琦对唐浩有点意思呢 就是让同事看一下耳环而已 楼上也太大惊小怪了吧 至少秦琦对唐浩是有些好感的 否则不至于会做出这样的举动 所以 办公室规则六是正确的了 穿上黑色丝袜的前台 是值得信任的 现在还不好判断 虽然秦琦表现出了对唐浩的好感 但不排除 这是在故意迷惑唐浩的可能 怪谈事件 叮 电梯终于抵达了一楼 电梯门缓缓拉开 六人陆续走了进去 唐浩快速按下十二层按钮 然后站到了秦琦身侧 留着短碎发 嘴里嚼着口香糖的男生 迈步走了进来 一见到这名男生的长相 唐浩的一颗心 不由的就是猛地咯噔了一下 刚刚苏醒的记忆告诉他 眼前的这个男生 就是那个和自己竞争六级员工的 罗雷 四目相对 罗雷的嘴角立刻扬起一抹 阴瑟瑟的微笑 唐浩强迫自己掀了下唇角 目光却是一片冰冷 看来 罗雷也已经知道了 诅咒死对方便能晋升的事情 否则也不至于会对自己 露出那样阴冷的笑容 雷哥 早啊 琴棋冲罗雷 微笑着摆了摆手 罗雷立即冲琴棋 露出两排大白牙 琪琴 早餐吃了吗 我这还有裂肺罗巧克力 要不要来几克 琴棋笑着摆了摆手 谢谢雷哥好意 我早餐已经吃过了 而且最近在减肥 说话间 电梯门已经合上 并开始快速上升 罗雷 女人稍微有点肉材好看呢 听你雷哥的 吃点巧克力 那种甜甜的味道 绝对会让你充满幸福感 琴棋还是摇了摇头 真的不用了 谢谢雷哥 唐浩将这些都看在了眼里 看得出来 这个罗雷对琴棋 似乎有点意思 而琴棋却对他并不怎么感冒 十二层到了 电梯门拉开 罗雷 唐浩 琴棋三人陆续走出电梯 唐浩的目光 一直落在罗雷的后脑勺上 心里在暗自琢磨着 到底要怎样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 拔下一根他的头发 浩哥琴棋 忽然碰了碰唐浩的胳膊 有心事啊 唐浩笑着摇摇头 没有 刚才在想新品推广方案的事情 听到唐浩的话 罗雷突然扭过头来 笑着冲唐浩做了个嘎脖子的动作 唐浩冷冷地看了罗雷一眼 没有吭声 三人来到品牌推广组办公室门口 打完卡后 便在各自的位置上坐了下来 唐浩打开电脑 在等待开机的过程中 再次脱窥起了怪谈管理聊天群 他心里已经有了个计划 只是要确认办公室规则 六是正确的才能施行 愤怒的玫瑰 接下来就嚎头发暗战了 叠战剧的气氛一下就起来了 有木有 菊花残 竞争者有叔叔可以帮忙 天选者明显处于劣势 这是不是有点不太公平 大嘴花 天选者不是有前台小姐姐吗 两者基本势均力敌 就看谁的脑子转得更快了 家竹桃 嚎头发倒是有一定的操作空间 可弄黑猫和乌鸦的血 是不是就有点太难了 我就没看见园区里有这两样动物 大嘴花 嘿嘿 别着急嘛 随着副本剧情的深入 这两样会自己出现的 那句话叫什么来着 哦 对了 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家竹桃 群主现在是越来越喜欢卖关子了呀 看到这里 唐浩便立即将那窥视野收了回来 现在已经可以确定 规则六是正确的了 也就是说 前台小姐姐是会帮助自己的 否则大嘴花也不会说 双方势均力敌这句话了 本次窥平两分钟 消耗精神值十点 剩余精神值 六十点 唐浩从座位上站起身 迈步朝前台的位置走了过去 琴琦正在对着化妆镜抹口红 见唐浩过来 立刻便抿了下嘴唇 微笑着看向唐浩 琴琴 你这儿有502胶水吗 琴琴点点头 立刻从柜子里翻出一个塑料小瓶子 递到了唐浩的手上 诶 你这是要粘什么呀 唐浩不动声色地答道 鞋子裂了个小口子 我想粘一下 说着 唐浩便静止出了办公室 朝卫生间的方向走去 走进卫生间 唐浩立刻进了最里边的格子间 并将门锁上 然后将口袋里的那根保安的白发拿出来 在白发的末端 小心翼翼地涂上502胶水 再对着手机屏幕 将这根白发粘到了自己脑袋上 耐心地等待了两三分钟的样子 唐浩又用手指捏住这根白发 轻轻拽了拽 头皮上立刻传来一阵轻微的紧绷感 唐浩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看来这根白发算是成功粘牢了 幼儿已经准备好 接下来就看鱼儿会不会上钩了 唐浩刚刚拉开格子间的木门 手机铃声突然就响了起来 连忙拿起手机一看 是罗总监打过来的 罗总监正是他的顶头上司 也是罗雷的叔叔 唐浩不敢怠慢 立刻滑下了手机接听键 喂 罗总监 唐浩率先开口 一边快步朝卫生间门外走去 你去哪了 怎么不在工卫上啊 罗总监的声音听起来有些不悦 哦 我肚子有点不舒服 刚才在卫生间来着 马上就到办公室了 你一会儿来我办公室一趟 唐浩点点头 嗯 知道了 马上过来 砰砰砰 唐浩轻轻扣响了 罗总监办公室的玻璃门 进来 门内传了一声轻呼 唐浩立刻推门进入 罗总监的目光 从电脑屏幕上 移到了唐浩的脸上 随即冲办公桌前的椅子 做了个请的动作 坐 待唐浩坐下后 罗总监便开口说道 参会者的参与度 第二 发布会上 产品介绍不清晰 没有突出我们新产品的 核心优势和独特卖点 唐浩揉了下鼻子 知道了 一会儿我会组织策划组 开的会重新讨论一下 罗总监点了点头 嗯 新品发布会 还有两个星期就要召开了 你这边抓紧点 唐浩顿时就是神色一宿 明白 我会尽快把方案弄好的 说着 唐浩便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指了指玻璃门的方向 那罗总监 我现在就去讨论方案 你要一起参加吗 罗总监抬起右手 做了个下压的手势 不忙 我看你最近也挺辛苦的 便特地给你带了点 补气血的口服液 说着 罗总监便从书桌的柜子里 拿出三个长方形的纸盒 递到了唐浩的手上 这个口服液效果很不错 每餐饭后喝一只 可以有效改善气色 提高免疫力 你看看你 年纪轻轻的 白头发都出来 罗总监话音未落 两根手指便已经伸出 捏在了唐浩脑袋上 翘起的那根白头发上 有了白头发 一定要及时拔掉 影响美观不说 还会一根传染两 让你头上的白发越来越多 啪的一声 那根白发 已经被罗总监连根拔起 捏在了拇指和食指之间 唐浩瞬间色变 连忙朝罗总监伸出右手 这根白发可以给我吗 这毕竟是我人生中的 第一根白头发 我想保存下来 做个纪念 演戏 就要演全套 自己被拔了头发 若还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态度 很可能会引起罗总监的怀疑 罗总监立刻将那根白发 丢进了垃圾桶里 白头发这种东西最为晦气 有什么好做纪念的 行了 你先去开会吧 我现在还有个电话会议要开 说着 罗总监便直接拉开了办公室的玻璃门 冲外面做了个请的手势 唐浩用一副无比纠结的眼神 朝垃圾桶里看了一眼 似乎很不甘心 就这么离开 罗总监却已经一把抓住了唐浩的胳膊 将他直接从自己的办公室里推了出去 然后咚的一声将玻璃门给关上 唐浩嘴角的笑容一闪而过 没想到还挺顺利的 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定后 唐浩并没有急于召集策划组 来开会讨论方案的事 他很清楚 自己的方案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罗总监那不过是故意找个借口 让自己忙起来而已 自己一忙 就没有那么多时间 去寻找诅咒的材料了 围经之计 最重要的 还是赶紧耗到罗磊脑袋上的头发才行 想到这里 唐浩立即抓起桌上的手机 点开微信 找到联系人 前台秦琪 唐浩食指翻飞 立刻打过一行字 秦秦 你这会忙吗 秦琪的消息很快回了过来 还行 怎么了 唐浩 我想让你帮我一个小忙 事成之后 必有重限 秦琪 那就是说事情要是不成 就没有谢了呗 唐浩 刚才那句话我说的不对 我现在重新说一遍 无论成功与否 都有重限 到时候你想要吃什么 喝什么 尽管提 秦琪 这还差不多 要我帮什么忙 你说 唐浩 帮我拔一根罗磊脑袋上的头发 秦琪 金 不是吧 你们俩开始竞争六级员工了吗 唐浩愣了一下 是的 这么隐秘的事情你也知道 秦琪 之前园区里有个追求我的高管 跟我说过这个秘密 我可没有答应那个高管啊 你千万别瞎想 直播间 这么怕唐浩误会 这个秦琪果然是对唐浩有意思 木了木了 家里有个做饭的 身边有个扶浪的 公司还有个好看的 唐浩 这简直是活成了男人的典范啊 唐浩 放心 我没有瞎想 我很相信你的为人的 那这个忙 你愿意帮吗 秦琪 浩哥的事就是我的事 放心吧 这个忙我帮定了 要是以后在办公室里看不到浩哥 我会非常难过的 唐浩 那就这么说定了 等你的好消息 将和秦琪的聊天记录删除之后 唐浩便打开策划群 往里面丢了一句话 大家现在去会议室开下会 讨论新品推广方案 随后 他迅速整理了一下桌上的文件 拿起笔记本电脑 起身朝会议室的方向快步走去 罗雷手里负责的是 另一个行业论坛的案子 跟唐浩的项目并无交集 见唐浩进了会议室 罗雷立刻起身 走进了叔叔的办公室 大约在里面待了两三分钟的样子 便又走了出来 脸上全然一副春风得意的模样 罗雷摸了摸西装的李兜 此刻里面已经多了一个素白的信封 而信封里面放着的 正是唐浩的那根白头发 罗雷刚回到宫位上坐下 秦奇便扭着屁股走过来 用一副娇滴滴的声音说道 雷哥 我电脑好像坏了 你能帮我去看一下吗 罗雷当即就是精神一震 连忙从座位上弹了起来 给秦奇献殷勤的机会可不多 这回居然主动送上门来了 一边朝前台的方向走去 一边问道 电脑出什么问题了 就是word文档突然打不开了 刚才秦奇自己将word给卸载了 现在能打得开才怪呢 好的 我来看看 罗雷走到秦奇的电脑前 坐下来开始检查 罗雷滑动鼠标 随便打开了一个word文档 一个提示框随之弹了出来 无法打开文件 因为文件格式不受支持 罗雷掐了掐下巴 看起来是word软件出了问题 我给你重新安装一下吧 好的 谢谢雷哥 你是怎么安装的 我也想学学 说着 秦奇便俯下身凑近电脑屏幕 右手则看似随意地搭在了椅背上 感受着他近在咫尺的体温 罗雷瞬间就有了种喝醉酒的感觉 手也不听使唤的 秦威颤抖了起来 试了几次 罗雷才将软件管家点了开来 进入软件管家后 只需要搜索一下word 然后点击下载按钮就可以了 话音刚落 罗雷突厥后脑上微微一通 他连忙扭过脑袋 目光犹如利剑一般直射向秦奇 似乎要将他看穿 你刚才把我头发了 这眼神让秦奇感到不寒而栗 下意识地就想要避开他的目光 但理智告诉秦奇 自己要是将目光移开 必然会坐实把他头发的嫌疑 秦奇强压下内心的恐惧 立刻鼓起腮帮子 不满地说道 我要你头发干嘛 不过是胸针碰了一下而已 你那么胸干嘛 弄得人家的小心脏 都扑通扑通跳个不停了 一听这话 罗雷谋中的力气 瞬间就消了下去 随即伸手便要来抓秦奇的胸针 秦奇连忙往后退了一步 宁目瞪向罗雷 你干嘛 吃他豆腐也是情有可原的哦 你误会了 我只是想看一下 你胸针上有没有我的头发 并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秦奇撅着小嘴 一边取下胸针 一边嘟囔道 真是搞不懂 你这么紧张 你的头发做什么 罗雷没有吭声 结果胸针仔细检查了一遍 确认上面没有卡住自己的头发后 才又将胸针递还给了秦奇 不好意思啊 回头我再送你一个更好看的胸针 秦奇当即笑着摇头道 不用了 这个胸针对我来说有特殊意义 我不会换的 特殊意义 罗雷当即骤起眉心 难道是哪个眼男人送给秦奇的 这是我妈妈留给我的 秦奇轻轻地抚摸着胸针 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温柔和思念 我妈不在了 她就成了我的精神支柱 让我感觉妈妈好像还在我身边一样 秦奇低下头 擦了擦眼角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这枚胸针对你这么重要 罗雷有些抱歉的说道 秦奇摆了摆手 没关系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罗雷没在说什么 默默帮秦奇安装好了 word后 秦拍了下 手掌说道 大功告成 秦奇的铜色亮了亮 谢谢雷哥 一会儿我帮你做杯拿铁吧 罗雷立即露出一副 受宠若惊的表情 能喝到秦奇亲手做的咖啡 那可真的是太三生有幸了 看着罗雷回到自己的宫位上坐下之后 秦奇立刻将指甲盖里的一根短发抠出来 小心翼翼地装进了一个信封里 然后拉开抽屉 将信封放进去 并迅速将抽屉上了锁 直播间 这个秦奇确实不错 胆大心细 临危不惧 绝对是个做间谍的好料子 奶奶的 看得我手心都出汗了 简直比叠战片还要紧张刺激 要是有一个妹子也能为我这样 我绝对为她精进人亡 说到做到 奇怪 为什么不是金 估计她胜不行吧 就只能用金了 上午十点半 唐浩终于开完策划会 从会议室里走了出来 落过前台的时候 唐浩看似不经意地朝秦奇的方向瞥了一眼 秦奇刚好也在扭头看向她 四目相对 秦奇立刻微不可查地 轻点了下脑袋 唐浩兴奋地攥了下拳头 脸上却没有显露出任何的波澜 他极力克制着内心的激动 快步回到自己的宫位上坐下 刚一坐下 秦奇的微信消息就发了过来 一会儿你随便打印份文件 过来取文件的时候 我顺便把东西交给你 唐浩立刻回过去两个字 感谢 秦奇 那中午陪我一起吃个饭 没问题吧 唐浩略一沉吟 便回复道 今天不行 一则 要是被罗雷看到了 一定会产生怀疑 二则 我今天中午 确实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处理 秦奇 好的 那我等你 唐浩将聊天记录删除后 立刻找来一份文档 点击打印 前台处的打印机 立刻便传来嗡嗡的工作声音 其身去取文件的时候 唐浩看见罗总监从办公室里出来 静止走到罗雷身侧 罗雷 你帮我去研发部取一下资料 罗雷答应了一声 立即将杯中剩余的拿铁一饮而尽 这可是秦奇亲手做的 怎么能浪费呢 从座位上站起身的时候 罗雷还特地朝唐浩这边瞥了一眼 看见唐浩在看自己 罗雷立即掀起嘴角 冲他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 唐浩面沉如水 双唇紧闭 一脸肃目 看样子 罗总监是故意找了个由头 让侄子离开办公室 好让他去园区里寻找诅咒的材料 不过 想到大嘴花之前说过的话 随着副本剧情的深入 诅咒材料会自己出现的 唐浩的心中又多了一份释然 更何况 现在罗雷拿到的也只是一根假头发 自己并没有处于劣势 当务之急 还是要尽快找到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 时间很快便来到了中午十二点 随着下班时间的到来 坐在唐浩左侧的四级员工崔小北 伸了个大大的懒腰 无惊无险 又到十二点 下班 说着 崔小北便将目光移到唐浩的脸上 浩哥 一起去吃午饭吧 唐浩摇了摇头 不了 我约了物流部的陈昂 你跟别的同事去吃吧 陈昂 是大美女吗 崔小北的声音很大 隐得正准备离开的琴棋 也忍不住朝他这边瞥了一眼 他似乎也很想知道 这个问题的答案 唐浩的鹅脚顿时拉出几道黑线 你这么大声干嘛 他是我室友 男的 我顺便跟他聊点事情 崔小北撇了撇嘴角 不以为然地说道 一男的有什么事情好聊的 还不如跟我们的琴大美女 一起吃饭呢 说着 崔小北便从正看向这边的琴棋 挤了一下眼睛 琴棋的面颊顿时就是微微一红 连忙勾住另一名女同事的胳膊 一起走出了办公室 唐浩抬起手指 朝崔小北的嘴巴点了点 你呀 这张嘴真得好好把把风 看看 你把琴大美女都给吓跑了 崔小北不以为然地说 你看他那害羞的样子 肯定是特别想跟你一起吃饭 浩哥 你怎么也不懂得怜香惜玉啊 唐浩白的崔小北一眼 别废话了 走吧 一起下楼去 起身的时候 唐浩伸手到西装的里都摸了摸 信封的质感立刻传到了他的手指上 信封里装着的正是罗雷的那根头发 走到电梯间的时候 没有看到琴棋他们几个女孩子 崔小北不由的就是一声叹息 哎 没赶上跟琴大美女坐同一趟电梯 亏了 浩哥 你就真的一点没看出来 琴大美女喜欢你吗 唐浩诞声说道 我已经是个有女友的人了 这些与我已是浮云 崔小北不由的冲唐浩竖了个大拇指 浩哥简直就是当今的柳夏慧啊 真该给你竖个真结牌坊 你说话还有没有个正行 再瞎扯 我不搭理你了 唐浩的眉心微微皱了起来 崔小北吐了吐舌头 又开始说起了罗总监的坏话 唐浩始终双唇紧敏 一声不吭 来到楼下 唐浩扬了扬手机 我打个电话 你自己去食堂吧 崔小北嘿嘿一笑 又要给女友做汇报了是吧 唐浩没有搭理他 你赶紧来食堂一起吃饭吧 我已经在路上了 大概两分钟后就可以到达食堂门口 好 我这就过来 快走到食堂门口的时候 园区广播突然响了起来 唐浩放慢脚步 侧耳聆听 各位同事 大家中午好 欢迎收听四页生物科技园区的广播节目 我是陈璐 大家中午好 我是夏凡 希望我们的节目 能为大家的午休时间 带来一些轻松和愉悦 首先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园区内的重要通知 今天晚上八点 将有一场关于生物科技创新的讲座 我们邀请到了业内知名专家 为大家分享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发展趋势 希望大家踊跃参加 不要错过这个学习和交流的机会 播音园里有陈璐 这就说明 他此刻正在园区广播站里播音 应该还没有吃午饭 园区广播大约会持续半个小时的时间 也就是说 中午十二点半以后 陈璐会从广播站里出来 前往园区食堂 到时候 只要自己守在广播站到食堂的路上 就必然可以堵住陈璐了 只是 唐浩并不知道陈璐的长相 光凭直觉 怕是很难将他给认出来 唐浩脑中的齿轮 在快速运转着 很快 一道灵光便击中了他的天灵盖 对了 不是有园区广播台的微信公众号吗 保不齐里面会有播音员的信息呢 想到这里 唐浩立刻拿起手机 点开四页园区广播台的微信公众号 他在公众号菜单栏里翻找着 很快便找到了一个名为 播音员风采的选项 唐浩连忙台指点开 一列播音员的照片和简介 立刻便跳了出来 唐浩的手指 在手机屏幕上飞快地滑动着 双眼紧紧地盯着 每一个播音员的照片和简介 很快 一个名为陈璐的播音员 便赫然跃入了他的眼帘 那是一个长发披肩 笑容甜美 鼻翼上有一个醒目黑质的女生 在看什么呢 看得这么入神 伴随着一道甜诺的女生 一个小脑袋 突然从唐浩的身侧伸了过来 唐浩吓了一跳 连忙扭头一看 只见来人正是自己的女友闺蜜 苏绕苏绕眨巴着眼睛 正一脸好奇地看着唐浩手中的手机 唐浩连忙收起手机 你走路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 苏绕的翘脸立刻就拉了下来 我走路声音可不小 是浩哥看得太专注了好吧 这个女生是谁啊 你不会是要背着林曼 找小三吧 唐浩顿时就是鹅角一黑 别见风就是雨的 这是广播台的播音员 我想找他问问 他们使用的背景音乐的事 没别的意思 真的 苏绕的眼底闪过一抹怀疑 当然是真的 再说了 就他那颜值比林曼可差远了 我除非是脑子被驴踢了 才会选他做小三 苏绕嘟着小嘴点了点头 随即扬起柳眉看向唐浩 那我这样颜值的呢 配做你的小三吗 唐浩额角顿时拉出几道 又长又粗的黑线 你是我女友闺蜜啊 咱能不能别往那方面想吗 苏绕当即小嘴一撅 不行 我就要你往那方面想 就想想也不犯法 不是吗 别闹了 吃饭去吧 陈昂已经在门口等着我们了 说着 唐浩便高举右手 冲陈昂挥了挥 十分钟后 唐浩 苏绕 陈昂三人打好饭菜 找了个空位子坐了下来 吃了没一会儿 唐浩便问苏绕道 对了苏绕 今天上午 你没有给八个喂食吧 苏绕点点头 我听了浩哥的话 没敢给他喂食 不过浩哥 你能不能别指护我的名字 骄饶不行吗 唐浩顿时就是面色一尬 这个称谓太亲密了 作为浩哥 我叫起来有点不太合适 对面的陈昂 立刻笑着说道 浩子不解风情 不如把这个福利发给我吧 我以后就叫你饶儿怎么样 苏绕立马就冲陈昂翻了个白眼 你还真的会占便宜 我浩哥都觉得 叫我饶儿不合适 你觉得你有这个资格吗 陈昂吐了吐舌头 算了 但我没说过行了吧 唐浩的目光 继续落到苏绕的脸上 八个没什么异常吧 苏绕青醋没心想了想 说道 倒也没什么异常的地方 就是尾巴的羽毛上 有一块白斑 唐浩立刻追问道 多大的白斑 大概有半粒豌豆那么大吧 半粒豌豆 唐浩记得清清楚楚 早上出门的时候 八个尾巴上的白斑 也才只有芝麻粒大小 短短一个上午过去 居然就变成半粒豌豆大了 这他娘的简直就是 几何级的增长啊 见唐浩眉头紧锁 苏绕忍不住开口问道 这个白斑 就是八个生病的症状吗 唐浩点点头 嗯 我之所以要去找播音员 要背紧音乐 也是为了给八个治病 用音乐给八个治病 苏绕的脸上露出一副 难以理解的深情 这是那位八个主人 告诉我的方法 具体原理我也不是很清楚 总之照着做就是了 苏绕堵着小嘴 轻点了下脑袋 便继续吃起了饭 对了 苏小姐 陈狼开口打破了沉默 你一个人待在屋子里 应该很闷吧 我那有游戏剂 要不 一会儿我跟你一起回宿舍拿给你 苏绕笑着摇了摇头 不用了 上午我过得挺充实的 浩哥电脑里有好多 诶 骗 我简直看得乐不思蜀呢 说着 苏绕的目光 又落到了唐浩的脸上 浩哥品味不错呀 每一部片子都很刺激 看得人肾上腺素 一直蹭蹭往上飙 唐浩宛如被美杜莎的凝视击中 瞬间石化在了原地 不是 我电脑里什么时候有 诶 骗了 我他妈很正经的好吧 陈狼立即就不乐意了 好你个浩子 上次我问你有没有这类片子 你还发誓说你要是有的话 昆昆直接当场爆炸来着 原来你是在骗我了 唐浩用力摇了下脑袋 不可能 我昨晚还在电脑里仔细找过 根本就没有什么 诶 骗 苏绕 你能说一下你看到片名吗 苏绕抬起聪管般的 食指点了点下巴 嗯 有一部叫什么丽塔来着 陈狼顿时就是一个机灵 是 洛丽塔 对不对 苏绕清楚了像没心 好像不是 我想起来 叫阿丽塔 战斗天使 唐浩当即脸色一黑 你管这部电影叫A片 苏绕一脸无辜 不是American大片吗 简称就是A片啊 唐浩 陈狼 唐浩双拳一印 这玩意可不能瞎用简称 会死人的 陈狼附和道 害我白激动了一场 原来是漂亮国大片啊 说到这里 陈狼突然嘴角泛起一抹猥琐 并朝苏绕抖了抖眉毛说道 诶 苏小姐 我那有名副其实的色片 你要不要品鉴品鉴啊 苏绕顿时就是同色一亮 刚要开口说好啊 唐浩的右手便已拍在了陈狼的脑袋上 你个臭小子 自己堕落就得了 还敢拉索扰下水 信不信我废了你 陈狼抬起双手 做了个投降的动作 我错了 我真错了 能别废我吗 我还是个畜 行了 唐浩及时打断陈狼的话 快赶紧吃饭吧 就在这时 唐浩眼角的余光里 突然出现了一道高挑的身影 鼻尖也明显闻到了一阵香风 唐浩下意识地扭头一看 却见秦琪正抱着胳膊 停停玉立于走道之上 唐浩不由的就是微微一正 琪姐 你吃好饭了 秦琪眉心清明 目光却是一直没有从苏绕的脸上移开过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物流部的陈狼 陈狼做梦 也没想到 眼前的这位大美女 竟然还能叫出自己的名字 立即就是虎曲一阵 举起右手道 我是陈狼 I'm here 秦琪的眉心可就醋得更深了 你是陈狼 那这位是 苏绕用纸巾擦了她嘴 仔细打亮了眼秦琪后 突然勾住唐浩的胳膊 用一种挑衅的语气说道 我是她女友 闻言 唐浩顿时如遭雷轰电撤般 差点没有当场爆裂 不是 你别瞎说啊 苏绕嘴角一弯 后面的话我还没说完呢 我是她女友的闺蜜 怎么 想篡位啊 唐浩狂柔鹅脚 你知不知道 话说一半是会死人的 说着 唐浩又冲秦琪抱歉说道 她讲话向来没针没蓝的 你别介意啊 秦琪双眼轻轻一眯 童言无忌吗 我怎么会介意呢 苏绕当即蹭的一下 从椅子上弹了起来 你说谁是儿童呢 说着 苏绕还挑衅般的挺了挺胸脯 我看你才是没有发育权的丫头骗子吧 秦琪当即撇起嘴角 你那一看 就是科技和狠祸撑起来的 我这可是货真价实 真材实料 怎么柔都不会坏的 陈杨的嘴角都快点到了耳根 我去 两位大美女对骂她 还是头一回见识 简直不要太刺激 直播间 求求了 千万不要打断他们俩吵架 我简直太爱看了 目了目了 什么时候 能有这样两位大美女 为我吵起来啊 苏绕那两坨 不会真的是科技与狠祸吧 重要吗 反正你又摸不到 别吵了 唐昊突然发出一声轻呼 两女军事猛的一震 随即实相地闭上了嘴巴 唐昊的目光 落到秦琪的脸上 琪琪 回头我会找个合适的机会 设验向你致歉 目前 你能否先回到自己的位子上 苏绕顿时就不乐意了 凭什么要向他道歉 是他先发起挑衅的好不朗 唐昊拍了拍苏绕的胳膊 示意他先不要讲话 琪琪挑了下柳梅 行 你可欠我两顿饭了呀 唐昊点点头 放心 忘不了 琪琪向苏绕头去胜利的一瞥 随即转身回到自己的位子上 苏绕立刻皱眉撅嘴道 浩哥 你是不是喜欢那个狐狸精 我都被他欺负成那样了 你都不帮我骂他几句 他在部门的处境有些不妙 甚至可以说非常的危险 今天他帮了我一个很大的忙 我要是再骂他 那我不是忘恩负义吗 听唐昊说出这句话 陈昂的神色不由的就是微微一顿 随即放下筷子看向唐昊 浩子 你不会是正跟另外一名同事 在角逐六级员工吧 唐昊轻轻点了点头 陈昂的眉心瞬间便拧成了个穿子 这可是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啊 你怎么这么早就接受挑战了 像我一样多狗几年不好吗 唐昊顿了一下 你不知道吗 唐昊轻摇了下脑袋 无奈地笑了笑 作为天选者 显然是已经被默认接受了挑战 听着两人的对话 苏绕的神色也逐渐变得凝重起来 陈昂 昊哥的近声很危险吗 陈昂缓缓点了点头 不是很危险 而是有生命危险 浩子和他的竞争对手 就只有一人能活下来 活下来的那位近声 死了的那位淘汰 苏绕漂亮的桃花眸子里 立刻写满了亥然之色 不是 这也太残忍了吧 又不是战场 干嘛要拼个你死我活 陈昂耸耸了下肩膀 这里就是这样的规定 五级之前都是正常晋升 但从五级升六级开始 就需要像决斗士一样 必须杀死对方才能成功晋级 苏绕的花容已经失了颜色 他用力拉扯着唐昊的胳膊 昊哥 咱不在这里上班了 你赶紧辞职好不好 以你的条件 我可以推荐你去我们公司当空少 收入也不错的 陈昂摇头道 不行的 一旦加入四叶生物 这种霸王规定 昊哥 咱们工资也不要了 立即离开这里 陈昂 昊子如果真那样做的话 就只会出现一种结果 什么结果 苏绕盲问 被 抹 除 陈昂一字一顿地说道 被抹除 什么意思 就是字面意思 将他从这个世界上抹除 一点痕迹都不会留下的那种 孤独 苏绕狠狠吞了口唾沫 脸色变得一片煞白 用力掐了下手指后 苏绕突然扭过脑袋来看向唐昊 昊哥 跟你竞争的那个家伙厉害吗 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就算是让我出卖色相 也可以的 唐昊顿时就是面色一尬 同时也有些感动 若不是将自己放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 哪个女人会甘愿为自己牺牲色相呢 唐昊拍了拍苏绕的肩膀 眼中充满了感激 你的好意我心灵了 但是我不能让你为我做出这样的牺牲 这是我和他之间的战争 我必须自己去面对 苏绕咬了咬嘴唇 泪水在眼眶中打转 可是万一你竞争失败了 唐昊勾起唇脚 露出一个看似轻松的笑容 别担心 我会小心的 而且 我相信我有能力应对这个挑战 苏绕突然一把搂住了唐昊的腰 将小脑袋紧紧抵在了他的胸膛上 用带着一丝哽咽的声音说道 答应我 一定要活下来 不然 我跟林曼肯定都会伤心死的 唐昊一时有些手足无措 两只手都不知道该放哪里好 过了好几秒钟 才终于轻轻拍了拍苏绕的后背说道放心 他送了餐盘 离开食堂 唐昊看了一下时间 现在已经是12点36分 园区广播就快下播了 他差不多也该动身去找播音员沉路了 苏绕 你先回宿舍吧 我现在得去找园区广播的播音员 事关能否成功晋升 所以不能有半点差错 苏绕慌忙点了点头 嗯 那需要我帮忙吗 唐昊很干脆的说了句不用了 有苏绕在 搞不好会越帮越忙 和两人挥手作别后 唐昊立即快步 朝园区广播台的方向走去 走到樱花道的时候 五间广播便正式停了下来 此时正值樱花花期 樱花道两旁的樱花开得如云四霞 微风轻浮 花瓣随风飘舞 宛如粉丝的雪花纷纷扬扬 不时有员工驻足 拿起手机拍照留念 记录下这美好的瞬间 唐昊在路旁找了个长椅坐下 这是从广播台到食堂的最近道路 而且路旁还有绚烂的樱花美景 相信陈禄一定不会错过这条路 等了有四五分钟的样子 唐昊便看见一名长发急凶的女生 从前方走来 女生穿着一件金丝绒蹄花连衣裙 裙摆在风中轻轻飘动 鼻翼上那颗醒目的黑质 为她的面庞增添了几分独特的韵味 唐昊连忙将手机上之前就保存好的陈禄照片 拿出来对比了一下 没错 正是他 陈禄的身旁还有一名男子 两人一边说笑 一边欣赏着道路两旁的樱花 这男子应该就是另外一名播音员下凡了 希望一会儿这小子不要给自己使绊子 很快 两人便走到了距离唐昊不到梁明远的地方 唐昊立刻一挺身 从长椅上站起来 朝着陈禄就迎了上去 你好 唐昊微笑着冲陈禄挥了挥手 你就是咱们园区广播台的播音员陈禄吧 陈禄轻轻点了点头 随即木带疑惑地看向唐昊 在等待着他的下文 是这样的 我特别喜欢你的声音 是你的粉丝 可以帮我签个名吗 唐昊一边说 一边从兜里掏出笔和小本子 陈禄愣了一下 随即面带羞涩地接过笔和本子 在上面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我这还是第一次给粉丝签名 字写得不好 请见谅 唐昊接过本子后说道 我觉得你的字很漂亮啊 我会好好珍藏这张签名的 陈禄有些感激地说道 谢谢你的支持 我会继续努力的 见陈禄似乎已放下对自己的戒心 唐昊立即问道 对了 你们广播开头用的那段背景音乐 是什么曲子 我平时听钢琴曲也不少 可是那首曲子 却是从来没有听过 所以有点好奇 陈禄正要开口 一旁的夏凡便抢着说道 我们直管播音 背景音乐是什么 我们怎么知道陈禄 咱们赶紧去食堂吃饭吧 可别耽误了下午上班的时间 唐昊不由的就是双拳一应 这家伙果然如自己所料的 跳出来捣乱了 陈禄看了眼夏凡说道 没事 你要是着急的话 就自己先去食堂吧 咱们是播音员嘛 稍微晚点到岗也是没关系的 说着 陈禄又将目光移到唐昊的脸上 轻声哼唱了一段旋律 你说的是这首钢琴曲吗 唐昊连忙点头 对对对 就是这个 陈禄 这个叫月光奏鸣曲 我也非常喜欢这个曲子 听到陈禄爆出了正确的乐曲名 唐昊顿时就是心头一紧 连忙问道 你们那有这首曲子的音频文件吗 我想拷贝一份 这首曲子我在音乐APP上根本找不到 一听这话 夏凡立即面露警惕之色 怎么感觉这家伙有点居心叵测 陈禄 别再搭理这家伙 唐昊立即凝目朝夏凡狠狠瞪了一眼 是不是我没有找你签名 你很不舒服来着 我就跟陈禄交流一下音乐上的事 怎么就碍着你的事了 夏凡不甘示弱地回击道 我这是在保护陈禄 免得他被你这种不怀好意的人给骗了 陈禄抬起双手挡在了两人中间 好了好了 你们别吵了 两人都不吭声之后 陈禄便看向唐昊说道 广播站里的确是有这首曲子的音频文件 但没有站长的授权 我没法将这首曲子拷贝给你 唐昊的脸上立即闪过一抹失望之色 啊那有没有别的办法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这首钢琴曲 夏凡撇了下嘴角道 你没听陈禄说吗 需要站长授权 你自己去找广播站的站长要就好了 陈禄 咱们跟这家伙掰扯的也够久的了 快赶紧去食堂吃饭吧 我肚子都快饿扁了 陈禄却仿佛没有听见夏凡的话 揉着厚薄梗陷入到了沉思之中 几秒钟后 陈禄突然发出一声兴奋的轻呼 嗯 我想起来了 这首曲子好像是站长 从园区图书馆里借的一张CD里面的 你可以去图书馆里找找 应该能找到 唐昊顿时就是谋色一动 连忙问道 那你知道这张CD叫什么名字吗 嗯 应该是叫贝多芬什么的吧 唐昊立即冲陈禄 双手合十做了个败歇的手势 非常感谢 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陈禄微笑着摇了摇头 没事 我也很喜爱音乐 所以能理解你的感受 如果你还需要其他帮助 随时都可以找我 唐昊赶记地点点头 随即面带歉意地说道 真是不好意思 耽误你这么长时间 快赶紧去吃饭吧 陈禄轻轻嗚了一声 便和夏凡一起继续朝食堂的方向走去 唐昊看了下时间 已经是12点54分 距离下午上班 仅剩6分钟这么短的时间 要赶回办公室尚且够呛 就更不要提去跑一趟图书馆了 紧赶慢赶的 唐昊终于踩着点回到了办公室 前台琴棋正在整理文件 见唐昊进来 立即便抬起头来 宠他勾唇一笑 似乎刚才在食堂里 和苏扰之间的不愉快 根本就没有发生过 真是个有智慧的女人 唐昊在心里暗暗感叹 也冲琴棋微笑着点了点头 便静止朝自己的工位走了过去 目光却是有意无意地 撇向罗雷的工位 罗雷的位子上依然是空着的 毫无疑问 这家伙肯定还在外面 寻找诅咒材料来着 唐昊不免有些心骄 闭上眼睛 轻轻揉起了眼窝 目前来看 去广播站会非常危险 而这个危险之源 很可能就是广播站的站长 总之 不到万不得已 还是不要去找广播站的站长为妙 思索了一会儿 唐昊便睁开眼睛 将笔记本电脑打了开来 正准备继续修改新品推广方案 一道欠力的身影 突然出现在了唐昊的身侧 唐昊扭头一看 见琴棋正微笑着 将一杯咖啡放到了自己的桌边 这是我心学的茉莉花拿铁咖啡 你尝尝看 琴棋柔声说道 唐昊顿时就是心头一暖 说了句谢谢之后 便拿起杯子来 轻挫了一口 同色瞬间点亮 嗯 好喝 真不愧是琴棋 手指要巧 厉害 唐昊冲琴棋竖了的大拇指 一旁的崔小北 咽现得都快流口水了 他巴巴地看向琴棋 琴棋大美女 也给我做一杯咖啡呗 只要能喝上你做的咖啡 我甘愿做你的一条狗 琴棋当即双眼一眯 笑着说 我已经有一只哈士奇了 不想再要第二条狗了 崔小北皱起鼻子 揉着眼角 可怜兮兮的 呜呜呜 我竟连不如一条狗 直播间 你不如狗太正常了 二哈自带蠢萌天赋 你有吗 唐昊这艳符 真的是不浅了 要是我的话 直接在怪谈副本里 多子多福的了 话重点 琴棋的手这妖巧 那要是做别的话 岂不是也 楼上的言论充分证明了一点 只要内心龌龊 看这个世界 就全都是龌龊的 不是 我啥也没说啊 是你脑子里全是瑟瑟 才往那方面联想的好吧 下午三点钟的时候 罗雷终于善善而归 唐昊偷偷观察了一下 罗雷的神色 发现他一副眉头紧锁的样子 看样子 他寻找诅咒材料 应该并不算太顺利 不过 也不排除 是罗雷故意装出这副模样 来迷惑自己的可能 想到这里 唐昊立即打开微信 给琴棋发过去了一句 琴棋 可以帮我打探一下 罗雷这么长时间 都去干嘛了吗 琴棋很快回复 我正打算这么做呢 这就去问 唐昊提醒了一句 目的别太明显了 琴棋 知道的 一分钟后 罗雷的微信消息提示音 突然响了起来 罗雷朝手机屏幕上瞥了一眼 一看到琴棋的名字 立即就像是吸了风油精一样 精神未知一震 连忙将微信消息点了开来 琴棋 雷哥 你这老半天都去哪了 不会是去跟哪个小姑娘 偷偷优惠去了吧 罗雷的嘴角 立刻浮起一抹浅笑 嘿嘿 问我是不是跟小姑娘优惠去了 这是在乎我的表现啊 有门 罗雷 怎么可能 我就算是有天大的胆子 也不可能在上班时间 去跟小姑娘优惠的呀 再说了 我又没有女朋友 能对谁优惠去 我就是去取了些资料 你担心我了 琴棋 我才不信呢 你取的资料 能取这老半天 人家关心你 你还骗人家 一点诚意都没有 罗雷 行行行 那我就不瞒着琴棋小可爱了 我其实是去找几样重要东西的 琴棋 重要的东西 罗雷 不是 琴棋 神秘兮兮的 不说算了 我也不想知道 罗雷 日后我自然会慢慢告诉你的 暂且容我保个命 琴棋 那你这几样东西找着了吗 罗雷 没有 今天运气不太好 琴棋 没事 好事多磨吗 我相信 雷哥一定会尽快找到这几样东西的 罗雷 谢谢 见你急言了 可惜不能离开园区 不然今天肯定就能契活了 琴棋 你不能离开园区吗 为啥 罗雷 我现在特殊时期 琴棋 特殊时期 雷哥 你不是做了什么措施了吧 罗雷 没有 等我度过了这个特殊时期 再好好跟你说 琴棋 嗯 那雷哥加油 一定要快点度过这个特殊时期哦 罗雷 谢谢琴棋小可爱 比心 一分钟后 琴棋将和罗雷的聊天记录 原封不动地复制下来 发给了唐浩 直播间 我真恨 父母没有把我生得再帅一点 否则我就能像唐浩一样 光吃漂亮女人的软饭就行了 现在一枚满天飞 随便去一家挨上几刀 想要多帅 就能有多帅 千万别去 看看鼓勒勒就知道了 后期会变三星堆面具的 快速看完琴棋和罗雷的聊天内容之后 唐浩不由地暗暗松了一口气 他现在至少可以确定两件事 第一 罗雷今天在园区内并没有找到任何诅咒材料 第二 罗雷和自己一样 也是不可以离开园区的 这样的话 就算有罗总监给他开绿灯 效果也不会太理想 滴滴滴 QQ提示音响起 唐浩连忙将微信聊天记录删除 然后将电脑上的QQ软件点了开来 是罗总监发过来的消息 方案修改得怎么样了 唐浩连忙拽过键盘 一阵噼里啪啦的敲击 正在改 下班前应该能弄好 晚上你再辛苦一下 把这份市场调研报告汇总成PPT 今晚无论多晚都要发给我 紧接着 一个文档从QQ对话框里谈了出来 唐浩连忙点开一看 文档的标题是 2023生物医药消费者品牌认知 与中程度分析报告 他粗略地拉了一下鼠标 发现这份报告足有50多页 唐浩顿感脑人发疼 这他娘的光是全部看一遍 就得好几个小时 再要做成PPT 还不得通宵了 毫无疑问 这是罗总监在故意给自己使绊子 好让自己根本抽不出时间 去找诅咒材料 办公室规则三 对于领导下达的任务 必须要按置按量完成 有了这条规则的限制 自己肯定是不能撂挑子不干的 否则很可能就会 直接在这个环节被噶 唐浩吐出一口浊气 敲击键盘 知道了罗总监 我会完成任务的 下午5点56分 还有4分钟就要下班了 秦奇已经开始对着小镜子 整理起了头发 唐浩子掐着下巴 脑子里盘旋着的 全是办公室规则六 当前台穿黑色丝袜的时候 可以信任他 当前台穿白色丝袜的时候 不可以信任他 万一明天秦奇来上班 穿了白色丝袜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不可以信任这几个字 不仅意味着 秦奇不会给自己提供任何帮助 甚至有可能会直接误导 或者陷害自己 一想到有这样的可能性 唐浩就觉得 背后冷汗直梦 必须得想个办法 让秦奇明天 也继续穿黑色丝袜来上班才行 可是该怎么做呢 直接跟秦奇说吗 好像有点不太合适 可不直接跟他说 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 唐浩瞥了眼电脑上的时间 已经5点59分了 秦奇已经收拾妥当 只等准点打卡下班 唐浩顿时就是心脏一紧 连忙点开秦奇的微信 飞快打过去一行字 那什么 秦奇啊 你明天还能继续穿黑色来上班吗 看到唐浩发来的是这样的一条消息 秦奇的神色不由的就是猛的一顿 好几秒钟后 嘴角才慢慢样起一个浅犬的微笑 能给个理由吗 唐浩硬着头皮 回复道 因为我喜欢你穿黑色的样子 你穿黑色的样子 神秘 性感 高贵 让人着迷 秦奇脸上的笑容 已经幻化成了一朵绚烂的菊花 既然你这么喜欢 那我答应你 明天穿黑色来上班 当然 如果你想摸的话 也不是不可以哦 打完这行字之后 秦奇立即又给删除了 似乎 有点太急了 还是慢慢来吧 吃完晚饭 三人走出食堂的时候 苏饶立即扭头看向唐浩好哥 咱们现在是回宿舍 还是先在园区溜戴一会儿 熬了一整个白天 好不容易等到唐浩下班 苏饶已经开始迫不及待地 想要和唐浩共度这个美好的夜晚了 唐浩摇了摇头 我现在要去一趟园区图书馆 完了还要回办公室加班 很可能要通宵 要通宵 苏饶和陈昂一口同声地 发出了一声轻呼 陈昂有些疑惑地说道 不是 咱们园区向来都不提倡加班啊 为什么 说到这里 陈昂突然像是想到什么 没心猛的意你 不会是你那个竞争对手搞的鬼吧 唐浩吐出一口浊气 点头道 他叔叔就是我的顶头上司 罗总监 下班前 罗总监故意给我布置了一个 非常耗时耗力的任务 还让我今晚无论多晚 都要发给他 苏饶当即就粉拳一印 这个罗总监也太过分了吧 我要去投诉他 以权谋私 故意刁难下属 唐浩摇摇头 算了 不怕县官就怕县管 而且 园区连这么残忍的竞争制度都存在 想必对这样的事情 也只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苏饶轻咬了下嘴唇 那一会儿 我也去给浩哥帮忙吧 说着 苏饶还扯了扯陈昂的胳膊 陈昂 作为好哥们 你不会袖手旁观吧 陈昂抓了抓后脑勺 露出为难之色 隔行如隔山 我一物留步的 怕是很难帮上什么忙吧 苏饶 那你就在一旁陪着 浩哥加班到几点 你就几点回去 陈昂 不是 你这也太霸道了吧 唐浩 陈昂说得对 你们去了也帮不上什么忙的 还是早点回宿舍休息吧 可是 苏饶及的小脸 都涨成了通红的苹果色 偌大的办公室里 就只有浩哥一个人 应该会害怕的吧 然而想陪在浩哥身边 给浩哥壮壮胆 而且 还能帮浩哥揉揉肩膀 冲杯咖啡什么的 唐浩刚想拒绝 陈昂的声音 却率先响了起来 浩子 看把苏小姐给急的 你就答应了吧 办公室里 就只有你一个人的话 确实感觉有点 甚得慌 搞不好 还会被那对叔侄 整出点什么腰额子来 要是多一个人在你边上的话 肯定会安全很多 唐浩想了想 也许宿舍规则二中 满足女友闺蜜提出的 所有需求这一条 在园区也同样适用 若粗暴拒绝 万一引起苏扰暴走 对自己发动攻击 可就不妙了 再加上苏扰对自己的关心 确实是发自肺腑 唐浩便轻轻点了点头 行吧 那会儿 苏扰跟我去办公室 陈昂你就 自己回宿舍吧 见唐浩答应 带自己去办公室 苏扰漂亮的桃花眸子 瞬间亮了起来 顿时拉出几道黑线 你小子能不能有个正形 脑子里装的全是那点事是吧 苏扰嘟着小嘴 疑惑问道 办公室系列是什么 就是 唐浩揉起了后脖梗 就是办公室里的 系列健康产品 像按摩椅 护眼灯这些 帮助员工保持健康的 苏扰轻轻嗷了一声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直播间 有没有可能 这个苏扰其实很懂 故意装作一副 懵懂无知的样子 从他轻咬嘴唇的样子就知道 他肯定是非常期待 可惜唐浩只能和女友闺蜜 保持正常的互动和沟通 否则 今晚就能给咱们 这些直播前的观众 大发福利了 福利个锤子 到时候会有马赛克的好吧 那不是还有声音吗 一样能让人肾上线素暴走 声音也会屏蔽的 之前挂掉的那几个 天选者的直播间 都是这样的 草 怪谈直播这么抠嗽啊 差评 四叶园区 食堂门外 陈昂冲唐浩和苏扰 挥了挥手 那我就不当电灯炮了 回宿舍继续 跟我的女神优回去了 等一下 唐浩连忙叫住陈昂 你能帮我弄几个注射器回来吗 陈昂想了想 这玩意儿 园区医务室里应该有 行 我就帮你跑一趟 但能不能弄到 我就不敢保证了 唐浩感激到 谢了兄弟 陈昂说了句矫情 便迈步朝园区医务室的方向走去 唐浩看向苏扰 咱们现在就去园区图书馆吧 苏扰点点头 这便伸出手来 要勾住唐浩的胳膊 唐浩连忙往旁边一闪 轻咳一声 林曼今天还说 准备给你带几包螺丝粉回来呢 你不是很喜欢缩粉吗 这下有口福了 苏扰当即小嘴一撅 要吃螺丝粉 我不会自己在网上买呀 要他给我带 哎 原产地买的才正宗嘛 而且 这是林曼对你的一片心意 你怎么还不领情呢 苏扰没在吭声 两人又继续走了五六分钟的样子 便来到了园区图书馆的门口 刚要推门而入 唐浩突然发现 门边的玻璃墙上 贴着一张不太起眼的A4纸 出于直觉 唐浩立即迈步 走到A4纸前 查看起了上面的文字 原来是图书馆规则 唐浩顿时就是心头一紧 连忙名神看起了上面的具体内容 规则一 进入图书馆 着装需干净整洁 避免穿着邋遢 破旧或有异味的衣服 规则二 请保持安静 共同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和阅读环境 规则三 如果发现图书馆内漏水 千万不要抬头看 规则四 图书馆内没有猫 如果看到了 千万不要和他对视超过两秒 规则五 如果看到穿背戴裤 竖着中分头的男生 请一定要跟他保持两米以上的距离 如果不小心进入他的两米范围之内 请立即跟他说一句 你干嘛啊呦 规则六 图书馆里有身穿绿色和橘色两种制服的工作人员 请跟绿色制服的人员说中文 跟橘色制服的人员说英文 规则七 图书馆晚上九点钟正式闭馆 所有读者必须离开图书馆 严禁逗留 看完这七条规则 唐浩立即掐着下巴思索了起来 规则一 规则二 以及规则七 都是图书馆的常规规定 无需多虑 只需要遵守就行了 而剩下的四条规则 就需要特别留心了 规则三 如果发现图书馆内漏水 千万不要抬头看 要是图书馆真的漏水的话 工作人员难道就这么听之认知 不加以处理吗 还是说 只有自己进入图书馆后 才会在某个特定的地方 临时漏下来几滴水 不知道为什么 唐浩的脑中 立刻闪过一针怪物嘴角 留下咸液的画面 这条规则里所谓的漏水 有没有可能就是 某种怪物滴落下来的口水呢 直觉告诉唐浩 这种可能性非常大 总之 一会儿自己要是碰上了漏水的情况 一定要克制住本能 不要朝上面看 大不了先亏一会儿评 自然也就知道正确的应对方法了 规则四 图书馆内没有猫 如果看到了 千万不要和它对视超过两秒 猫 唐浩立刻想到了 诅咒仪式里所需要的黑猫血 如果图书馆里 会有一只黑猫出现的话 那自己岂不是得来全部费功夫 只是 规则里明确写着 千万不要和它对视超过两秒 黑猫通常被视为不祥的象征 所以 它的眼睛里 极有可能蕴含着某种魔力或者诅咒 如果和它对视超过两秒 则很可能会被控制心智 或遭受不可预知的后果 在这一条件的限制下 想要靠近或是抓住黑猫 就变得异常困难 规则五 如果看到穿背戴裤 数着中分头的男生 请你一定跟他保持两米以上的距离 如果不小心进入他的两米范围之内 请立即跟他说一句 你干嘛 看到这条规则 唐浩不禁在心中暗暗吐槽 怎么在怪谈世界都能碰到小黑子 这条规则中 第一句话应该是正确的 第二句话他有些不太确定 主要是你干嘛 哎呦有一定的挑衅意味 说出这句话后 难道不会遭到 那位中分头男生的一顿暴揍吗 规则六 图书馆里有身穿绿色和橘色两种 制服的工作人员 请跟绿色制服的人员说中文 跟橘色制服的人员说英文 这条规则暂时无法判断 只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对了 一旁的缩扰 猝眉看向唐浩道 浩哥 怎么感觉这里有好几条规则都怪怪的 要不这图书馆 咱们还是别进去了吧 唐浩诞生回到 在这个园区里 奇怪才是最正常的 你要是害怕的话 就一个人留在外面等我 这里面有非常重要的线索 我必须进去 见唐浩坚持要进去 苏扰当即一挺胸 我一个空姐 天天飞那么高都不怕 一个小小图书馆 还能吓得我不成 走 浩哥 我跟你一起 唐浩点点头 这边推开图书馆的玻璃门 迈步走了进去 文后坐着一名身穿深蓝色制服的保安 保安打量了唐浩和苏扰一眼 便继续低头 看向手中的报纸 前方就是图书馆的服务台 服务台后面坐着一名 身穿橘色制服的中年女子 苏扰扭头看向唐浩 浩哥 咱们是来借说 还是看报刊杂志的 唐浩答道 都不是 咱们要去的地方 是音像资料室 苏扰点点头 随即指了指服务台的方向说道 那我去问问音像资料室在哪 唐浩立马扯住苏扰的胳膊 别去 苏扰愣了一下 随即明白过来 浩哥是在担心 规则溜对不对 没事 我们做空姐的英文 可是说的贼溜的 不就是要用英文跟他对话吗 交给我吧 唐浩再次扯住苏扰的胳膊 这条规则有可能是错误的 贸然前去对话 很可能会引发不堪设想的后果 苏扰用粉嫩的舌尖舔了下嘴唇 规则还有可能是错误的吗 唐浩神情严肃地点了点头 接下来 没有我的指示 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苏扰有点被吓到 揉着胸口 用力点了下脑袋 表示明白 唐浩继续往前 一般来说 图书馆里都会有指示牌 果不其然 当他走到前方电梯间的时候 便看见电梯墙上 挂着一幅图书馆的分布示意图 上面显示影响资料是在四层 唐浩立即按下电梯的上行按钮 电梯门缓缓拉开的一瞬间 唐浩突然听见右侧位置 传来喵的一声 唐浩不由的就是呼吸一致 猫出现了 如果这只猫是黑色的话 那咱也不必客气了 直接打包带回去抽血 念头一闪间 唐浩已经往右跨出两步 目光迅速照向朝楼梯间的位置 只见楼梯间的地板上 站着一只浑身黑得发亮的猫 一双冰冷树桐散发着淡淡的 非红色光芒 与黑猫对视的一瞬间 唐浩耳中突然传来一阵温柔的呼唤声 浩子 快回家吃饭了 这是老妈的声音 唐浩感觉浑身 仿佛被一道轻微的电流划过 内心某个角落瞬间被触动 思念如潮水般泛滥成灾 就在这时 唐浩只觉眼前猛地一黑 一只柔衣小手 忽然覆盖在了自己的眼睛上 浩哥 你忘了 不能跟图书馆的黑猫对视超过两秒 苏绕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将唐浩从恍惚中拉回了现实 唐浩深吸一口气 定了定神 感激地看了苏绕一眼 随即用眼角的余光 撇向那只黑猫 我们得想办法抓住这只黑猫 诅咒需要用到它的血 一听这话 唐浩立即便止住了脚步 苏绕慢慢朝黑猫的方向走了几步 在距离黑猫差不多两米远距离的地方 缓缓蹲下身子 喵喵 过来 喵喵 苏绕柔柔声呼唤着黑猫 同时伸长左手 做着招引的动作 右手则轻拍着自己的大腿 发出啪啪的声响 黑猫听到苏绕的呼唤 耳朵动了动 朝着苏绕的方向看了过来 但似乎有些警惕 并没有立刻靠近 苏绕见状继续轻声呼唤着黑猫 同时保持着友善的姿态 试图让黑猫感受到它的善意 它知道 猫咪通常比较敏感 需要一些时间来建立信任 过了一会儿 黑猫终于慢慢朝苏绕走近了一些 苏绕心中一喜 继续用温柔的声音和它交流 同时轻轻地伸出手 让黑猫闻了闻它的手指 黑猫闻了闻苏绕的手指 似乎很喜欢苏绕身上的气味 便又靠近了一些 苏绕见时机差不多了 便缓缓地伸出手 轻轻抚摸起了黑猫的脑袋 黑猫起初有些抗拒 但感受到苏绕轻柔的抚摸后 身体渐渐放松了下来 苏绕见黑猫已经对自己产生了一些信任 便轻轻将它抱起 揽入了怀中 黑猫用脑袋蹭了蹭苏绕的胸脯 便发出了轻柔的呼噜呼噜声 直播间 这小黑猫可真行 绝对是开油老手 这绝逼是一只公猫 抽完它的血 最好再给它做个绝育手术 以绝后患 真有你的 唐浩兴奋地拉了下拳头 可以将黑猫装进你背包里吗 苏绕点点头 应该可以 你帮我把背包取下来 唐浩正要去取苏绕的背包 突然一道严厉的声音在两人身后响起 谁让你们暴露露的 快点把它放下来 唐浩和苏绕不由得猛的一震 连忙扭头一看 视野的前方正站着一名 扎着双马尾变的女生 女生约莫十三四岁的模样 雀斑点缀在她的脸颊上 一双大大的眼睛明亮而清澈 鼻尖微微翘起 她身上穿着一套蓝白相间的校服 嘴里叼着跟棒棒糖 给人一种古灵精怪的感觉 见着女生并不是图书馆的员工 唐浩不由地暗松了一口气 试探着问道 这黑猫是你的 女孩用一种看坏人的眼神 看着唐浩 对啊 她要不是我的 我怎么会知道她叫卢卢 卢卢 快过来 女孩蹲下身 朝黑猫拍了拍双手 黑猫喵呜一声 然后蹭的一下 从苏绕的怀里跳了下来 后腿还结结实实地 蹬了一下苏绕的大白兔 苏绕惊叫了一声 连忙用手捂住胸口 脸上微微一红 女孩将黑猫抱起来 揉了揉她的脑袋 说道你个傻嚕嚕 不是跟你说了吗 不要让陌生人抱 现在坏人可多了 一听这话 苏绕当即朝刘海 吹出一口恶气 你这丫头 怎么这么没有礼貌 图书馆里 是可以带猫来的地方吗 我好意将你的猫抱起来 你居然还说 女孩便抱着黑猫 静直上了楼梯 蹬蹬蹬地往上走去 缩扰立刻扭头 看向唐浩 浩哥 咱们怎么办 唐浩当即双眼一眯 跟上去 直播间 我去 眼看着挺顺利的 怎么还半路杀出来了 成咬惊了呢 这女孩什么情况 不会是什么陷阱吧 这女孩看起来 一副很难搞的样子 想要从她这里 弄到黑猫血 怕是悬了 这园区里 不会就是一只黑猫吧 要真是那样的话 可就麻烦大了 女孩一口气上了三楼 然后抱着黑猫 静直进了三楼月来室 穿过自习区 女孩直接拽开一道玻璃门 迈步走了进去 唐浩跟过去一看 见玻璃门上贴着一张A4纸 上面写着 办公区域 飞请勿进 看样子 这女生应该是图书馆里 某个领导的女儿 否则也不敢这么明目张胆地 抱着黑猫 在图书馆里乱晃 唐浩略一沉吟 便拍了拍苏绕的胳膊 走吧 我们去四楼 苏绕有些不甘心地 促起眉心 那黑猫血不要了吗 这女孩应该每天晚上都会过来 而且 我们现在手上也没有注射器 就算抓到了黑猫 也没办法抽她的血 还是先等有了注射器再说 苏绕点点头 便和唐浩一起快速穿过自习区 踏上了前往四楼的楼梯 四楼除了音像资料室 还有音乐教室和舞蹈教室 两人很快便来到了 音像资料室的门口 门后有个L型的工作台 里面坐着一名脸上 布满青春痘的男生 男生一边抠着脸上的痘痘 一边翻看着一本小说 而男生身上穿着的 正是一套绿色的工作服 规则六 图书馆里有身穿绿色和橘色 两种制服的工作人员 请跟绿色制服的人员说中文 跟橘色制服的人员说英文 这是一条尚未验证 正确与否的规则 所以唐浩决定 能不跟他讲话 就尽量别跟他讲话 刚要进入资料室 唐浩便被一道炸机拦住了去路 炸机旁还立着一个刷脸的机器 应该是只有办理了图书馆的会员 才能进入 唐浩略一沉吟 便将自己的脑袋 朝刷脸机器伸了过去 万一自己在这个副本里 是个爱学习的进步青年人设 办理了图书馆的会员呢 随着低的一声轻响 炸机挡板迅速向两边拉开 唐浩和苏扰交换了个兴奋的眼神 随即快步通过炸机 进入了音像资料室 唐浩不由地在心中好好感谢了一番 那个热爱学习的自己 否则今天很有可能就白来一趟了 目光快速军寻一圈后 唐浩很快便发现了一台检索机 快步走到检索机前 唐浩立即在触屏上 搜索起了月光奏鸣曲这个关键词 很快 一个结果便弹了出来 上面显示这张CD已被戒约 戒约者为周明 因还日期为十天后 唐浩忍不住在心里寄出了吐槽之魂 他奶奶的 这是明摆着要故意与我为敌事吧 还有八天这个副本就要强制结束了 而这张CD的归还日期 却是十天以后 拿不到月光奏鸣曲 八格所受的污染就无法被治愈 自己也就无法得到纯净的八格血 没有纯净的八格血 自己就无法完成对罗雷的诅咒 那也就意味着 自己大概率会死于罗雷的诅咒 毕竟有罗总监的鼎力支持 相信只需再用两三天的时间 他就能将三种血液收集齐 到时候 他肯定会第一时间对自己示意诅咒 当然 自己并不会立即死亡 不过 罗雷肯定也会很快 意识到他拿到的 其实是一根假头发 到了那时 这对书职必然不会再矜持 直接将自己头发给薅秃了 都是有可能 周明 看着屏幕上的名字 苏绕若有所思的促起了眉心 唐昊不由的就是铜色一阵 连忙问道 你听过这个名字 苏绕抬起葱管水嫩的食指点起猪唇 嗯 我今天看到客厅茶几上 摆着的信用卡对上信赏 写的就是这个名字 唐昊激动的一把抓住苏绕的胳膊 你确定是这个名字吗 苏绕点点头 我可是空姐啊 我们平时是需要记住很多乘客名字的 所以对名字还是比较敏感的 太好了 唐昊兴奋的接了下手掌 我们先出去 两人离开音像资料室后 唐昊立即拿起手机 查看起了通讯录 如果周明是自己的室友的话 那自己肯定就存有他的手机号 在搜索栏中输入周明两个字后 唐昊的心跳 便不由自主的加快了起来 很快 一个搜索结果便跳了出来 正是 周明 Yes 唐昊激动地拉了下拳头 立即便给周明拨了过去 很快 一个冷冰冰的机械女生 便从手机厅筒里传了出来 对不起 您所拨打的号码已关机 请稍后再拨 Sorry The number you dialed is turned off Please dial again later 见唐昊双眉拧紧 苏绕立刻问道 怎么样 拨通了吗 唐昊吐出一口浊气 轻轻摇了摇脑袋 对方电话已关机 苏绕不由地掐起了下巴 这个点 正是吃完饭的时候 他怎么会手机关机了呢 难道是在坐飞机 他这会儿要是在坐飞机的话 说不定今晚就能回来了呢 昊哥不用太担心 既然CD在周明的手上 咱们凭借进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 应该很快就能拿到的 唐昊点点头 那咱们这就回办公室吧 二人正要往电梯间的方向走去 忽见一名穿着背带裤 竖着中分头的男生 嘴里哼着小曲儿 唱唱跳跳地朝两人的方向走了过来 图书馆规则舞 如果看到 穿背带裤 竖着中分头的男生 请你一定跟他保持两米以上的距离 如果不小心进入他的两米范围之内 请立即跟他说一句 你干嘛哎呦 苏绕有些紧张地抓紧了唐昊的胳膊 轻声问道 浩哥 他不会就是规则舞里说的那个男生吧 唐昊双目微微一领 就是他 同时拉着苏绕往走廊后面退去 瞧那男生的驾驶 很有可能是去舞蹈教室的 只要自己退到走廊尽头 就可以完美跟他保持两米以上的距离 这样就不会违反规则舞了 后退的过程中 唐昊还不忘窥视起了怪谈管理聊天群 满天星 这个龙国唐昊的效率还真是高啊 这么快就触发了图书馆规则舞 其他大部分天选者 连图书馆的门都还没有跨进来呢 家竹逃 不过这个规则舞确实有点太坑 搞不好唐昊马上就要折在这里了 愤怒的土豆 确实 一旦进入被带库男生 进入两米范围内 只要对他说了那句你干嘛哎呦 就可以准备全村开席了 长老虎牙的西红柿 群主接下秘北 要是这一轮把天选者们都坑死了 可就没劲了 大嘴花 大嘴花 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就是别让被带库男生近身 可以利用缩扰之走他 缩扰不是天选者 可以不受这条规则的约束 第二种就是当被带库男生走近的时候 跟他说一句 惊你太美就行了 长老虎牙的西红柿 我去 你这第二种方法没有任何提示 谁能想得到也太坑了吧 大嘴花 没有啊 男生的两根背带上 都清清楚楚地印了这四个字 只要照着念就行了 长老虎牙的西红柿 那也太坑了 这个环节设计得不好 差评 大嘴花 唐浩立即收回那窥视野 此刻他已经站在了走廊的尽头 到了退无可退的境地 本次窥屏两分钟 消耗精神值十点 剩余精神值五十点 视野前方 背带库男生路过舞蹈教室门口的时候 并没有停下脚步 而是继续唱唱跳跳地蹦搭着 朝唐浩的方向走来 缩扰的指甲 都已经快嵌入唐浩胳膊的肉里了 浩哥 他过来了 怎么办 唐浩拍了拍苏绕的胳膊 别怕 等他过来了 我们再随机应变 一会儿没有我的指示 你千万不要吭声 明白吗 苏绕色缩地点了下脑袋 嘴唇吸动 似乎想要说些什么 但最终还是没发出任何一个阴结 一双眼睛 却是死死地盯着那个越来越近的男生 很快 背带库男生便蹦跋着 来到了唐浩和苏绕的跟前 与两人之间的距离 伸出细长的舌头 舔了一下有些干裂的嘴唇 嗯 好香醇的味道 我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大快朵頤了 还有五十秒的时间 说出你的过关密语 说对了 你们离开 说错了 这个帅气的小GD 可就是我的晚餐了 苏绕睁大惊恐的双眼 看向唐浩 唐浩拍了拍苏绕的胳膊 示意他不要惊慌 然后看向背带库男生的眼睛 诞声说道 其你太美 背带库男生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 诡异的树桶里 起了一阵阵战 你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不是应该说你干嘛挨幽吗 唐浩淡淡一笑 指了指男生背带上的字说道 这里不是写着吗 惊你太美 可是 你怎么就那么笃定 这句话就是过关密语 因为 唐浩揉揉下巴 这四个字 在我们龙国非常流行 我也算是占了一次 本地文化的便宜吧 背带库男生的脸色 已经阴沉得能挤出水来了 突然 他猛地撕扯起了自己的中分头 嘴里发出一声怪异的嘶鸣 缩扰立即抱紧唐浩的胳膊 下意识地将小脑袋 藏在了唐浩的身后 下一秒 背带库男生的身体突然迅速变得模糊 最终化作了一团黑气 黑气以极快的速度 冲向了唐浩身后的窗户 瞬间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直播间 呜呼 看得我差点没窒息过去 还好唐浩运气好 给蒙对了 没想到怪谈世界里也有GD 这还真的是现实照进怪谈啊 樱花国 怪谈攻略组 组长川田佑眉头紧锁 额头上出现了几条深深的皱纹 环视了一圈组员后 川田佑沉声问道 你们看出什么端倪来了吗 村上扎巴了下嘴巴说道 这绝对跟唐浩抽到的天赋有关 我不相信 一个人的运气 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好下去 川田佑双眼猛的一觅 这点已经毋庸置疑 关键他的天赋是什么 能大致猜出来吗 短暂的沉默之后 戒揉搓着下巴的胡茬 说道有没有可能 川田佑双手抱在胸前 轻轻点了点脑袋 嗯 倒是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还有别的想法吗 小林尤美停下了转笔的动作 抬头看向川田佑 有没有可能 唐浩抽到的天赋是读心术 当他面对诡异的时候 能够直接读取诡异的心声 所以才能轻松避开所有危险 川田佑认真思考了一会儿 随即摇了摇头 这种可能性应该不大 否则罗雷下午从外面回来的时候 唐浩大可用读心术 直接读出罗雷内心的想法 而没必要那么大费周章的 让前台帮忙去套罗雷的话了 小林尤美抿了下嘴唇 点头道 组长分析的是 川田佑的目光再次扫过众人 大家还有别的想法吗 两久 没再有人吭声 川田佑用手指轻轻敲打着桌面 那么 赞成唐浩获得的天赋 是无限推演的 请举手 很快 七名小组成员中 就有四名将右手举了起来 川田佑点点头 是一四人将手放下后 又继续说道 从目前咱们的天选者 宫下静一郎的表现来看 你们认为 他抽到的天赋是什么 吉野将上半身往前倾了倾 我觉得 应该类似动物新鱼者之类的技能 我仔细观察过宫下的表现 发现他有多次小声 跟动物捣鼓的情况 包括八个 麻雀 斑鸠 甚至就在刚才 他还跟图书馆的那只黑猫 神神叨叨的小声说着些什么 我们听不懂的话 小村轻轻点起了脑袋 我同意吉野的分析 这么多天选者里 就只有宫下多次跟小动物嘀咕着什么 大概率是获得了能跟动物交流的天赋 川田又从座位上站起身 背着手缓缓徘徊了一会儿后 才开口说道 那你们觉得 唐浩的无限推演和宫下的动物新鱼者 哪个更为实用 小林有美 那还用说 肯定是唐浩的无限推演更为实用 他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推演 而宫下则必须要碰到动物才能交流 要知道 怪谈副本里的很多场景 可是根本不会有动物出现的 川田又揉了揉下巴说道 也就是说 宫下的动物新鱼者 远远比不上唐浩的无限推演 众人都是谋色凝重地点了点头 虽然他们也不想 长他人稚气 灭自己威风 但事实就是如此 川田又继续徘徊了一分钟的样子 然后停下脚步 速色看向众人 那你们觉得 龙国唐浩这次的通关概率有多大 村上想也不想地达到 SS级通关不敢说 但拿个S级通关应该问题不大 川田又双手猛地往会议桌上一称 那咱们的攻下敬一郎呢 通关概率有多大 应该 小林有美若声说道 能勉强拿个普通级通关 川田又点点头 继续起身徘徊了起来 会议室的气氛 一时陷入到一片沉闷的寂静之中 梁九 村上终于忍不住打破了沉默 组长 要不 咱们启动那个换血计划吧 川田又的双眼瞇了瞇 为了咱们樱花国的未来 也只能如此了 在国之利益面前 只要能够达到目的 无论采取何种手段 我们都在所不惜 小林有美 可是 等唐浩返回龙国的时候 一定会被龙国的怪谈攻略组保护起来 我们要实施起这个计划来 恐怕会非常困难吧 川田又看了眼直播大屏幕上的唐浩 目光突然变得幽远了起来 是时候跟子罗兰取得联系了 子罗兰 小林有美顿时就是瞳孔一缩 难道就是 那位从小就被送到龙国的间谍 川田又没有回答小林有美的问题 而是冲身后的文秘组大手一招 快 赶紧给龙下发去提醒 告诉他 那个背带裤男生靠近的时候 他真正的过关密语是 吉你太美 怪谈事件 图书馆 背带裤男生化作一缕黑气消失后 唐浩和苏绕便快速来到楼梯口的位置 楼道内一片漆黑 不时有阵阵阴风吹过 让人有一种脊背发凉的感觉 苏绕紧张地抓住唐浩的手臂 浩哥 要不 我们还是坐电梯吧 走楼梯 怕是不太安全 唐浩想了想 随即点了点头 唐浩仔细朝里面打亮了一眼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唐浩看了苏绕一眼 轻轻点了点脑袋 便迈步走了进去 苏绕立刻跟着走进了电梯 按下一层按钮后 电梯门缓缓合上 开始往下运行 刚刚过了三层 突然咣当一声 整个电梯剧烈地颤动了一下 随即停了下来 苏绕顿时就是同色一颤 电梯怎么停了 唐浩努力保持着镇定 安慰道 别怕 应该只是出了点故障 我看能不能联系上管理人员 说着 唐浩便伸手按下了 电梯面板上的紧急通话按钮 然而 紧急通话按钮并没有任何反应 电梯内的灯光 很快也开始闪烁了起来 八大 一滴黑色的液体 突然落到了苏绕的脚边 苏绕的瞳孔瞬间放大 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 紧接着 又是第二滴 第三滴 黑色的液体不断滴落下来 形成了一小摊 浩哥 上面有东西 苏绕发出一声轻呼 本能的就要抬头看向电梯箱的顶端 唐浩连忙伸手 捂住缩扰的眼睛 同时一把将他推到了电梯壁上 形成了壁动之势 别往上看 图书馆规则 三你忘了 此时 直播间前的观众们 却是看得一清二楚 在电梯箱的天花板上 此刻正壁虎般 盘踞着一只女鬼 女鬼的头发 像黑色瀑布一样下垂着 一双看不到瞳孔的黑色眼睛 像是两个黑洞一样 让人只看上一眼 就有一种自己的眼球 要被生生拔出来的感觉 女鬼的嘴巴一直 裂到耳根的位置 嘴角不住往下 躺着黑色的弦叶 一滴一滴落在唐浩和苏绕的脚边 卧日 我他娘的是什么鬼东西 吓得老子一个月都举不起来了 跟这玩意儿比起来 刚才那个背带裤男生 简直就是小弟 不值一提啊 要是抬头看他 是不是当场就会被噶 不知道 别过天选者 都还没有触发这条规则 拿摩阿弥陀佛 唐浩可千万不要有事啊 怪谈世界 电梯箱内 苏绕青咬了下嘴唇 对不起 刚才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唐浩素色说道 这应该是一条急死规则 千万不要往上看 明白吗 苏绕用力点了点头 明白了 唐浩这才缓缓松开了 眼在苏绕眼睛上的右手 苏绕睁开漂亮的桃花毛子 眼前立即便出现了 唐浩那张帅气面旁的特写 而此刻 唐浩的左手正撑在电梯墙上 将自己半围拢在他的身前 形成标准的壁咚之势 苏绕的翘脸上 顿时就浮上了两抹烟红 一颗心也是 扑通扑通的狂跳了起来 全然忘记了自己的脑袋上方 还有个无比恐怖的存在 苏绕呆呆看着唐浩 目光从唐浩的左眼一到右眼 再从右眼一到左眼 时间仿佛忽然凝固了般 整个世界除了唐浩 其他全都成为了模糊的背景色 嘎吱 两人头顶上方突然传来一道 立着划过钢板的刺耳声响 紧接着便是一阵 从喉咙里发出来的咕噜声 然而 苏绕对这恐怖的声音 却是充耳不闻 他缓缓闭上眼睛 漂亮的长截微微震颤着 仿佛彩蝶偏心的翅膀 紧接着 苏绕便微微扬起脑袋 将两片水嫩润泽的唇瓣 高高嘟了起来 直播间 我去 苏绕这是在 索吻 女鬼就在脑袋上方 她居然还能有着心思 不得不说 能对抗恐惧的 也只有瑟瑟了 我敢打赌 唐浩绝对下不去这个嘴 这孩子太老实了 要是我的话 管他娘的三七二十一 轻了再说 反正 那个所谓的女友 只不过是剧情演绎而已 又不是真的 电梯箱内 唐浩的鹅脚 已经拉出几道 又长又粗的黑线 不由得在心里吐槽道 苏绕啊 你考虑过上面 那个诡异的感受吗 人家费尽心思地 营造出如此恐怖的氛围 就是想要让我们 抬头看他一眼 你不配合也就算了 从两人的头顶猛然吹下 两人顿觉胃部一阵翻涌 差点没当场吐出来 不过 这也无形之中 将唐浩从苏绕的索吻局面中 解救了出来 你们这两个小臭虫 快点抬头看看 我呀 我很美的 只要看上我一眼 你们绝对会被我的美貌所迷倒 阴侧侧的声音 在两人头顶响起 伴随着几滴黑色的咸液 飞溅到了他们的脸上 唐 苏二人顿觉皮肤上 传来一阵轻微的灼痛 不好 唐浩立即发出一声轻呼 头顶上那家伙的咸液有腐蚀性 唐浩一把拉住苏绕的胳膊 将他拽到了电梯的另外一角 同时迅速脱掉身上的西服外套 罩在了自己和苏绕的脑袋上 苏绕摸着脸蛋 花容已经湿了颜色 浩哥 我不会毁容了吧 唐浩认真打量了会苏绕的脸蛋后 摇头道 放心吧 就是起了几个红点而已 应该很快就会好的 真的吗 浩哥你没有骗我吧 苏绕依然是一脸受惊的状态 唐浩指了指自己的脸说道 我脸上也见了几滴咸液 你看看 我的脸就知道了 苏绕认真看了看唐浩的脸后 终于常常吐出一口浊气 还好还好 要是毁了容 我这空姐生涯就算是到此为止了 喂 头顶的诡异突然发出了一声不耐的爆喝 你们这两个臭虫 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讲话 直播间 这当真是最没有存在感的一只诡异了 哎 突然有点同情起他了 是啊 这扮相 这圣人的恐怖氛围感 哎 奈何电梯里的这两人 完全不在他的频道上 又过了两三分钟的样子 电梯门终于被打开 电梯停在了三层和二层之间的位置 透过上方一米来高的开口 唐浩看见两名身穿蓝色功服的电梯维修工 和一名身穿橘色制服的图书馆工作人员 一名电梯维修工半跪在地上 朝两人伸出右手 我拉你们上来 唐浩看向身侧的苏绕 轻声说道 苏绕 你先上 苏绕点了点头 小心翼翼地将手对给了维修工 唐浩再在底下轻轻一拖 苏绕很顺利地爬出了电梯 苏绕上去后 唐浩轻轻一个弹跳 两手扒在电梯的边缘 手臂再微微一发力 便轻松地将自己的上半身移出了电梯 稍稍调整了一下姿势 唐浩在双腿猛地一蹬 整个人就跃出了电梯 两名电梯维修工 当即对唐浩投来钦佩的目光 小伙子身手不错呀 平时经常健身吧 唐浩瞥了眼橘色制服的工作人员 没敢多说话 只微笑着冲两名电梯维修工点了点头 这时 橘色制服的工作人员 突然来到唐浩和苏绕面前 供了供身道 抱歉啊 让你们困在电梯里这么久 是我们的失职 如果两位有什么需求的话 可以尽管提 我们愿意做出相应的赔偿 唐浩和苏绕相识一眼 没有说话 只是微微摇了摇头 以示回应 出了图书馆 唐浩立即掏出手机 给陈昂拨了过去 电话很快被接了起来 我正要给你打过去呢 没想到你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咱俩还真的是心有灵犀啊 告诉你个好消息 注射器搞定了 一共是四支 每支一百块 回头记得给我转账啊 唐浩顿时就是谋色一探 太好了 谢了兄弟 一会儿我就给你转五百块过去 陈昂 行了 你还真把兄弟 我当成土匪了不成 你这一百块钱 还是自己留着买点情趣用品吧 唐浩顿时就是脸色一尬 你小子 还真的是三聚不离老本行啊 陈昂节节一笑 时色 姓也吗 唐浩 对了 问你个事 跟咱们一起合作的周明 大概什么时候出差回来 你知道吗 陈昂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那小子一向少言寡语 神神秘秘的 我跟他一个礼拜 也说不上几句话 你怎么突然问起他来了 唐浩 我要找的CD被他给借走了 陈昂想了想说道 有没有可能 那张CD此刻 正躺在他的房间里 毕竟 出差了带CD机的话 也有点不太方便 而且他又算不上是音乐发烧友 唐浩点点头 嗯 我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我就想说 你能不能帮我打开他的房间 在里面找一找 宿舍规则八 不要擅自进入室友的房间 除非得到了对方的邀请 这很有可能是一条急死规则 可是 唐浩又迫切 想要拿到那张CD 最好的办法 自然是求助于陈昂了 陈昂顿时就是一个机灵 哎呦 这我可不敢 那小子性格乖张得很 他要是知道了 我趁他不在家 偷偷开他房门的话 非跟我鸡眼不可 这事儿 还是自己来吧 兄弟我真的是爱梦能住 唐浩吐出一口浊气 行 我知道了 陈昂立即哀了一声 等一下 你怎么不直接给周明打电话呢 说不定他头脑一热 就答应让你开门了呢 唐浩 电话 我都打过好几遍了 他那头一直是关机状态 关机状态 陈昂的声音中 透出一丝疑惑 不应该啊 凡是出差的员工 都必须24小时开机的 这个公司可是有明确规定的 唐浩摇摇头 我也觉得挺奇怪的 短暂的沉默之后 陈昂开口道 你先去加班吧 一会儿未来给周明打个电话 也不排除是你存错了号码的可能 唐浩恩了一声 谢了兄弟 陈昂 嗨 咱俩谁跟谁啊 那什么 回头让你女友闺蜜 加下我微信呗 唐浩顿时就是鹅脚一黑 这我可不能答应你 咱也不能违背父女的意愿不是吗 陈昂黑黑一笑 我就跟你开个玩笑 放心 我会自己跟他 要微信的 挂断电话 唐浩扭头看向苏绕 那咱们现在就去办公室吧 苏绕点头 轻轻嗚了一声 七八分钟后 两人站在了品牌推光组办公室的门外 里面一片漆黑 只有应急逃生灯 反着幽幽绿光 仿佛黑暗中闪烁的鬼火 唐浩在门镜上按下指纹 推开玻璃门 并将办公室的顶灯打开 瞬间 明亮的灯光照亮了整个办公室 苏绕跟着走进办公室 环视了一圈空荡荡的办公区域后 忍不住愤愤道 这里这么多员工 就只让浩哥你一个人加班 这个罗总监真的太过分了 唐浩无奈地笑了笑 这个世界本来就没什么公平可言 既来至此安之吧 一边说 唐浩便一边关上办公室的玻璃门 然后脉步走向了自己的工位 而苏绕则去茶水间冲泡起了咖啡 等苏绕端着咖啡出来的时候 唐浩已经眉头紧锁地 看起了那份调查报告 苏绕用最轻柔的动作 将咖啡杯放在了唐浩右手边的桌面上 然后拽过来一把椅子 坐在了唐浩的身侧 安静地就像一只温顺的猫 直播间 这应该就是所谓的红袖天香了吧 好羡慕啊 我要是也能有这样的美人在测 绝对工作效率增加一百倍 要是我的话 直接把苏绕推倒了 先好好放松一下再说 等你放松完 你的工作效率绝对降低十倍 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我他娘的现在绞尽脑汁 才是写了个发言稿的开头 不知不觉 半个小时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整份调研报告 唐浩才将将看了四分之一 要是照这个趋势下去 光是将整份报告看完 就得花掉两个小时 再汇总成PPT的话 怎么着也得到凌晨四五点钟了 唐浩揉了揉眼窝 常常呼出一口浊气 苏绕关切的目光立即照了过来 是很难吗 浩哥 唐浩点点头 端起咖啡来喝了一大口 苏绕立刻皱拔起小脸 是扰没用 没办法帮到浩哥 唐浩摆了摆手 这不怪你 你无需自责 对了 休息室里有按摩椅 要不 你去那上面躺一会儿 缩扰摇头 不 我要陪着浩哥 唐浩没再说什么 继续凝神 看向电脑屏幕上的调研报告 就在这时 一行红字突然出现在了唐浩的眼前 唐浩顿时就是眉色一阵 是怪谈攻略组发提示过来了 建议在网上查一下 这个怪谈世界 有没有checkpick之类的AI软件 如果有的话 唐浩的整张脸瞬间明亮了起来 对啊 这个怪谈世界的科技水平 几乎跟现实世界 没有任何的区别的嘛 存在文字处理类的AI软件 也绝对是大概率事件 想到这里 唐浩立即拽过键盘 点开搜索引擎 开始查找了起来 很快 一列搜索结果便跳了出来 全是各类AI软件 唐浩点开了一个名为chotgo的软件 简单注册完之后 便将调研报告导入了进去 很快 一个菜单便跳了出来 1 做成简报 2 做成PPT 3 写成新闻稿 唐浩立刻抓住鼠标 用微微颤抖的手指点下了 做成PPT按钮 PPT声称钟 一分钟后 一个界面弹了出来 唐浩屏住呼吸 连忙凑近凝神细看了起来 这份PPT做得非常精美 不仅内容全面 而且排版清晰 让人一目了然 唐浩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 立刻张开双臂 对着天花板 做了一个大大的爱心动作 以此来表达对怪谈攻略组的感谢之情 看到唐浩的怪异举动 一旁的苏扰 眼底竟是疑惑之色 浩哥 你这是干嘛啊 唐浩有些尴尬的 揉下了后脖梗 哦 我就是累了 活动活动身体 苏扰震了一下 随即扑斥一笑 没想到 浩哥也会在头顶底爱心 好可爱啊 唐浩的一张俊脸 蹭得一下就红了 居然被苏扰说可爱 那可是小奶狗之流的专有形容词啊 就在这时 唐浩的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 他迅速抓起手机一看 原来是林曼给他发来的视频通话请求 唐浩连忙从座位上站起身来 一边朝休息室走去 一边滑下了接听见 喂 老婆 看到唐浩所处的环境 林曼不由地轻轻疑了一声 老公 你这是 在公司里 唐浩将休息室的门关上 然后点头道 嗯 临时有个工作需要处理 所以就来公司加班了 林曼呕了一声 随即说道 老公 你旁边没人吧 没人 怎么了 林曼神秘一笑 你等着呀 我给你看到好东西 说着 林曼便将手机放到桌子上靠好 然后退后几步 直接就将身上那套封衣的扭扣 给解了开来 封衣里面是一套薄纱座的旗袍 近乎半透明 下面真空的恶诺身躯 立刻便半影半现地 呈现在了唐浩的眼前 唐浩只觉一股热血 瞬间从核心升腾而起 直冲天灵盖 挣了好几秒钟 唐浩才咽了口唾沫 用有些干涩的声音说道 老婆 你这是 那一会儿老公回宿舍了 咱们视频 唐浩脸上的红韵 顿时就漫过了脖梗 轻咳一声道 我也想了 不过今晚还不知道 几点才能加完班呢 要不还是改日吧 林曼的一张俏脸 顿时就红成了番茄色 娇称道 老公你好话呀 唐浩 我说什么了我 嘿嘿 那我先去加班了 十一点左右 我会给你发条微信 如果我还在加班 你就先睡觉 不必等我了 林曼点点头 嗯 对了老公 我今天给苏绕那丫头 打了好几电话 她都没见 她不会是来你这里了吧 唐浩正犹豫 要不要实话实说的时候 苏绕突然推门进来 冲她摇了摇脑袋 感情她刚才 一直在门外偷听来着 一想到那么私密的对话 都被苏绕听去了 唐浩的脸颊 不由的就是微微一疼 老公 见唐浩有些愣神 林曼忍不住又喊了一声 唐浩连忙答道 哦 她没有来我这里 大概是到哪里旅游去了吧 这臭丫头 眼里越来越没有 我这个闺蜜了 行了 那我不打老公加班了 老公加油 林曼冲唐浩 用力拉了下拳头 唐浩冲视频那头的林曼 挥了挥手 谢谢老婆 拜拜 挂断视频通话 苏绕的小嘴 立即就高高撅了起来 林曼真的是越来越不要脸了 居然穿了情趣内衣 来勾引浩哥 唐浩的鹅脚 顿时拉出几道黑线 林曼是我女友 她这种行为算不上勾引 苏绕小脸一别 那也是不要脸 成天就想着那档子是 根本就称不上是个贤妻 唐浩沉声道 她可是你闺蜜 你怎么能这样说她呢 再说了 你好像比林曼有过之而无不及吧 索扰的小嘴觉得更高了 背着唐浩气鼓鼓的 在一张沙发上坐了下来 唐浩摇了摇头 指了指外面说道 那我先去加班了 你就在这里休息一会吧 虽然PPT已经完成 但唐浩决定 还是熬到十一点半才回去 一是为了装装样子 保不准罗总监 一会儿会杀个回马枪 突然回来检查自己的工作进度 二是 晚点回去 也好避免跟林曼视频AII 他可不想在全球八十亿人面前射死 三是 可以将苏扰拖到疲劳状态 这样的话 他一回宿舍准得倒头就睡 这样就能有效避免他 再对自己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 刚在工位上坐定 办公室的玻璃门突然被推了开来 唐浩连忙扭头一看 却见罗总监正提着的袋子 从外面走了进来 罗总监回来拿什么东西吗 唐浩故作好奇地问道 罗总监点点头 嗯 手机充电器落下了 PPT做得怎么样了 唐浩痛苦地揉着脑袋 调研报告才刚看完一半呢 看来今晚肯定是要通宵了 罗总监嘴角的笑容一闪而逝 他走过来拍了拍唐浩的肩膀 辛苦了 为了给你提神 我刚才在园区超市 特地买了一打红牛奶 先喝一罐 说着 罗总监便直接拉开一罐 递到了唐浩的面前 唐浩不由的就是遗症 这他娘的事能喝还是不能喝啊 办公室规则里也没有提到这一点啊 唯一相关的就是办公室规则五了 办公室包括园区内 崇尚文明沟通 禁止一切伤害同事身体的行为和命令 诅咒除外 可 即便这条规则是正确的 也不意味着罗总监给自己的红牛 就没有任何的问题 毕竟 规则里说的是伤害同事的身体 万一这罐红牛伤害的是自己精神呢 精神应该不算是身体吧 无论如何 自己不喝他给的这些红牛就对了 见唐浩犹豫 罗总监立刻就板起了面孔 怎么 怕我在红牛里面下毒吗 唐浩连忙摇头 没有 我是刚喝了一大杯咖啡 现在胃里还是满的 红牛就先搁在这儿吧 一会儿我胃里削了点再喝 罗总监的脸色瞬间变得阴沉 脸也似乎拉长了两公分 你现在就喝 我要看着你喝下去 与其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 免得我一走 你就把红牛给倒了 枉费了我一番好意 唐浩的猴姐滚动了一下 正经退尾骨之时 休息室的门突然被拉了开来 苏绕迈着他那标志性的大长腿 款步走到唐浩跟前 罗总监不由的就是微微一正 你是 苏绕没有回答罗总监 冷冷打亮了 他一眼后说道 你就是 那个罗扎监 罗总监先是证了一下 随即双目一凝 你说什么 唐浩连忙解释道 她是我女友闺蜜 普通话不是太好 有些字的发音不是太标准 罗总监 你不要介意 罗总监疑惑的目光 在两人脸上游移了一下 你怎么把女友闺蜜 带到办公室里来了 声音中明显带着一丝不满 唐浩正要开口 苏绕的声音便率先响了起来 你为什么只让浩哥一个人加班 凭什么其他同事都可以按时下班 而浩哥却要在这里继续工作 你这是在故意针对他吗 罗总监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 眼底闪过一丝不愿 他深吸一口气 用尽量平静的语气说道 加班是根据工作需要来安排的 不是针对某个人 唐浩的工作任务比较紧急 而且这个工作只有他能胜任 所以才需要他留下来完成 另外我让谁加班不让谁加班 不是你一个外人该操心的事情 你管好自己就行了 尤其是你这张嘴 一听这话 苏绕当即就炸了毛 我怎么就是外人了 唐浩是我闺蜜的男友 他身体垮了 我闺蜜就得不到幸福 我闺蜜得不到幸福 我就不会幸福 你说我该不该操心 罗总监双手抱于胸前 直直地盯着苏绕 那你想怎么样 苏绕毫不畏惧地迎上他的目光 要么收回这个任务 要么把其他员工叫过来一起加班 不能叫浩哥一个人在这里加班 罗总监顿时就是双拳一应 无理取冒 这里是公司 不是国家家 唐浩 谁让你把他带来公司的 公司可不是随便带家属来的地方 苏绕挺直了背脊 瑞申回击道 坐牢都还可以探望 我怎么就不能来看看了 还是说 这里的员工比犯人都不如 罗总监摇了摇头 真是为女子与小人难养野 唐浩 快点让你女友闺蜜离开 我懒得再跟他多废口舌 唐浩挠了下鼻翼 罗总监 这办公室里就只有我一个人在加班 要是没有他陪着的话 难免会有限 害怕 要不 我这就跟他一起回去 当然 我会继续在宿舍里将工作给完成的 你看如何 罗总监的脸上露出了不耐烦的表情 语气生硬地说道 你都多大人了 加个班还会害怕吗 今天你必须在办公室里把工作给完成了 宿舍的环境根本不适合工作 唐浩勾 我想罗夫人应该会对这个视频非常感兴趣 至于我到底是造谣还是诽谤 罗夫人应该会给出一个更为公正的判断 听到这句话 罗总监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嘴唇也开始微微颤抖了起来 刚才那股盛气凌人的架势瞬间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他自言自语般地轻声说道 怎么可能呢 我明明将摄像头用黑布盖起来的啊 监控怎么可能拍得到呢 还是说 我办公室里还被安装了隐藏摄像头 突然 罗总监猛地朝唐浩双目一瞪 快说 偷拍我的事情是不是你干的 唐浩耸耸肩膀 我才没那么无聊呢 如果真是我干的 早就会拿出来 让你不要插手我和罗雷之间竞争的事情了 何必要到现在才对你说这些 罗总监的双眼瞇了瞇 的确 偷拍准弱 真是唐浩 恐怕早就该有所行动 何必要等到自己对他女友闺蜜发难时才说 那你现在想怎样 很简单 第一 继续让我女友的闺蜜待在办公室里 第二 跟他道歉 苏绕立即补充道 再加一条 让浩哥立即下班回去 那个根本就没必要写的 PPT不许再让浩哥写 罗总监揉着下巴 思索了两秒后 说道 第一和第二条 我可以答应你们 可是第三条吗 这个PPT并不是没必要写 我已经跟领导保证过 明天就会发给他 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 我这也没法收回来了 苏绕小嘴一句 那就你也留下来 跟浩哥一起加班 一人写一半 唐浩摆了摆手 算了 PPT就还是由我来完成吧 这本就是我的任务 主要是 PPT已经由AI完成了 要是罗总监再插手进来的话 到时一通瞎指挥 唐浩反而又要加班到天明了 听到唐浩的话 罗总监立即对他投去欣赏的一瞥 还是唐浩识大体 不愧是我们部门的核心员工 苏绕不悦地跺起了脚 浩哥 别便宜了这个罗扎间啊 唐浩伸手揉了揉苏绕的胳膊 然后冲他挤了下眼睛 听我的 有些事情退一步 才会海阔天空 苏绕似乎读出了 唐浩的眼神中的意思 当即轻抿了下嘴唇 轻轻点了点头道 那好吧 罗扎间 你可以向我道歉了 说着 苏绕便挺起胸脯 插起腰 一脸受之坦然地 看向罗总监 罗总监的脸色 一阵红一阵白 不情不愿地说道 对不起 说到这里 罗总监突然顿了一下 随即向唐浩递了个眼神 唐浩立即会议 立即说道 哦 他姓苏 罗总监点点头 继续对苏绕说道 对不起苏小姐 我为之前的言行向你道歉 希望你可以原谅我 苏绕当即小脸一瞥 不好意思 我不接受你的道歉 听到这句话 罗总监不由的就是微微一正 他有些疑惑地抬起头来 看向苏绕 啥意思啊 我都向你道歉了 你咋还不接受呢 苏绕眯了下眼睛 素色说道 向我道歉是你的义务 但不接受你的道歉 是我的选择 没有谁规定 只要对方一道歉 自己就一定得接受的 说到这里 苏绕停了一下 然后稍微提高了些音量 我是不会原谅你的 你可以走了 罗总监宛如被抠掉电池的玩偶般 在原地待这么半晌后 才点点头 罢了 好男不跟女斗 唐浩 记得今晚无论多晚都要把PPT发给我呀 还有 把红油喝了 千万别浪费了 唐浩点点头 知道了 罗总监 目送着罗总监离开办公室 身影消失在走廊里之后 唐浩紧绷的神经 才终于松弛下来 常常吐出一口浊气 苏绕 唐浩的目光移到了苏绕的脸上 刚才多亏有你 谢了 否则的话 自己很可能已经将桌上的那罐红油 给喝下去了 苏绕笑着摇了摇头 没事 能替浩哥分忧 是饶的荣幸 对了浩哥 你刚才冲我眨眼睛 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唐浩恩了一声 随后嘴角微微上扬 露出一抹脚侠的笑容 其实我压根就没有什么视频 不过是听别的同事提过一嘴 所以就试试炸他一下 没想到他这么容易就上当了 苏绕瞪大了眼睛 随即捂了捂嘴巴说道 浩哥 你也太坏了吧 呸呸 这不叫坏 这叫机智才对 唐浩笑了笑 指了指桌上的那罐开了头的红牛说道 你帮我把这罐红牛扔到茶水间里去吧 我要继续加班了 苏绕点点头 立即拿起红牛 快步朝茶水间走去 十一点钟的时候 唐浩给林曼发过去一条微信 老婆 我还在加班 估计会比较晚 你不用等我了 先睡吧 晚安 林曼的微信很快回了过来 老公辛苦了 给你一个爱的抱抱 那我先睡了 晚安 放下手机 唐浩不由地轻虚出一口气 有时候 有个如狼似虎的女友 也是挺麻烦的一件事 又玩了一会儿消消乐 时间总算到了晚上十一点半 唐浩放下手机 揉了揉有些发酸的眼睛 然后坐着身子 打开了电脑上的邮箱 仔细检查了一遍PPT 确认没有问题后 便将PPT加入了附件 接着 唐浩便点下了 延迟发送的选项 把发送时间定在了凌晨四点钟 确认无误后 唐浩立即点击发送 然后啪的一下 将电脑盖上 唐浩伸了个懒腰 从座椅上站了起来 苏绕 我们可以回去了 唐浩轻呼了一声 苏绕没有回应 大概是在休息室里睡着了 唐浩脑子里这么想着 脚下已经快步 朝休息室的方向走了过去 轻轻推开休息室的玻璃门 唐浩发现 苏绕正躺在按摩椅上 按摩椅还在嗡嗡地运行着 苏绕闭着眼睛 高高肿起的胸口 有规律地起伏着 看来的确是睡着了 唐浩走过去 关掉了按摩椅的电源 然后轻轻碰了碰苏绕的胳膊 轻声说道 苏绕 醒醒 咱们可以回宿舍了 苏绕没有反应 似乎睡得很沉 唐浩又加大了一点声音 苏绕 快醒醒 苏绕发出阴恩一声 随即慢慢睁开眼睛 用一副懵懂的眼神 打亮了唐浩一眼 这才回过神来 浩哥工作弄好了 唐浩点点头 嗯 咱们可以回宿舍了 苏绕捞住小嘴 打了个含蓄的哈欠 然后冲唐浩伸长了胳膊 用一种撒娇式的语气说道 浩哥抱我 这按摩椅 按得我跟浑身散了架似的 现在根本使不上力气 唐浩不由得额脚一黑 你还真的是不放过 任何一个可以贴贴的机会啊 罢了 就稍微将你从按摩椅上抱下来 免得你在虎脚蛮缠想到这里 唐浩便走到按摩椅旁边 弯下腰 左手勾住苏绕的腿弯 右手搂住了苏绕的小蛮腰 然后轻轻往上一用力 苏绕便被抱了起来 嗯 苏绕看着前吐后翘的 没想到抱起来还挺轻盈的 往前走了两步之后 唐浩便松开左臂 要将苏绕的腿放到地上 可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苏绕竟然直接将双腿 夹在了唐浩腰间 两只手更是蟒蛇般 缠住了唐浩的脖子 浩哥 饶儿现在浑身绵软无力 根本没法走路 你就抱我回去吗 或者背我回去也可以 真无耻 竟然得寸进尺 唐浩揉了揉额脚 像红小孩般说道 苏绕乖了 你浩哥我加班到 现在已经很累了 苏绕当即小嘴一撅 这么晚了 园区里早没人了 就算有人看见 他又不知道咱俩是什么关系 浩哥 你就背下饶儿嘛 说着 苏绕还撒娇般摇晃起了身体 唐浩注意到 苏绕的眉心 已经隐隐出现了一缕黑气 看样子 如果自己再嘴硬不肯背他的话 接下来迎接自己的 可就是一个黑话版的苏绕了 还是先答应他 一会儿再想办法 将他从自己身上弄下来 想到这里 唐浩便轻敏了下嘴唇说道 那好吧 我背你 苏绕当即发出一声兴奋的轻呼 好耶 谢谢浩哥 浩哥对饶最好了 说着 苏绕便像一只灵活的猴子般 直接从前面爬到了唐浩的后背上 动作轻盈而敏捷 就像是在玩杂技一样 看到唐浩一脸震惊的样子 苏绕这边笑着说道 我可是个瑜伽高手呢 这种动作对我来说 简直就是小case 直播间 为什么我一听到瑜伽高手这四个字 想象力就开始不受控制的任意驰骋了呢 能不能给个身后的镜头啊 练瑜伽的 一般囤形都会非常好看 要我说 唐浩还恪手个锤子 直接把鬼空姐放到办公桌上 该干嘛干嘛得了 检测到放松 放松等级 超级 精神值回复速度 一点 分钟 唐浩 你个放松系统 不会是坏了吧 我背着苏绕 明明是件费力的事情 你居然判定为超级放松 还是说 你把压在背上的那两坨 也计算进去了 破放松系统 果然很不正经 真是可恶 唐浩本来还准备一个 猎且将苏绕给摔下来呢 现在倒是有点 让唐浩进退为谷了 毕竟 这流水般滚滚而来的精神值 可是不要白不要 唐浩轻轻唤了一声 浩哥 一股温热的气息 直扑唐浩的耳道 唐浩顿时就是一个机灵 仿佛无数小虫顺着耳朵 直接钻进他的心里 洋洋的 酥酥的 唐浩轻咳一声 哦 我这就被你出去 苏绕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勾住唐浩脖子的手臂 还得更紧了 随着苏绕的贴紧 唐浩背部的奇异触感 变得越发清晰了起来 而他自己 也瞬间变成了的小红人 道可道 非常道 名可名 非常名 无名 天地之始 有名 万物之母 唐浩眼观鼻鼻关心 轻轻念诵起了道德经 经文如意红清泉 瞬间敌进了他内心的燥热 很快 唐浩便背着苏绕 来到了营销大楼的一楼大厅 门口的保安 正坐在椅子上 微微低着头 发出微弱的憨声 唐浩见状 立即便放轻了脚步 要是吵醒了保安 但他看到自己 现在正背着一位美人 免不了会遭来一番询问 还是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的好 就在唐浩 走到距离保安 只有三米左右距离的时候 唐浩的后背上 突然传来一声清脆的阿T 唐浩不由得扭头对着苏绕 就是一顿侧目 你说 你早不打晚不打 偏偏要在这个时候打喷嚏 你这故意而为之的嫌疑 也太大了吧 苏绕耸耸一缩脖子 对不起啊 浩哥 我真不是故意的 原本坐在凳子上 打瞌睡的保安 顿时一个机灵 惊醒过来 看到眼前的一幕 他立即揉了揉眼睛 然后蹭的一下 从椅子上弹了起来 这位女同事 你是哪里不舒服吗 保安冲苏绕 一通挤眉弄眼 仿佛在说 有什么话你尽管说 哥罩着你 苏绕虚弱地揉了下脑袋 嗯 我头晕得厉害 就让同事帮我背回宿舍 头晕得厉害 不会是 保安用一种警惕的眼神 看向唐浩 仿佛在猜测 是不是唐浩下了药 好行不轨之事 苏绕搂紧了唐浩的脖子 对保安说道 保安大哥 你别瞎猜了 他是我男朋友 谢谢你的关心 我们走了呀 说着 苏绕便轻拍了下唐浩的胳膊 走出营销大楼后 唐浩立即斥责道 男朋友这种话 你也说出来 你不怕遭雷劈吗 苏绕嘟了下小嘴 我就是想快点 摆脱那个保安嘛 我又没有什么别的企图 唐浩不再说话 脚下的步子 迈得更快了 深夜的园区 一片寂静 只有微弱的灯光 在黑暗中闪烁 远处的黑暗中 似乎有一双眼睛 在窥视着唐浩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 淡淡的腐臭味道 让人感到恶心和不安 门头走了三四分钟的样子 苏绕温暖的声音 便再次唐浩的耳畔 响了起来 浩哥 你一口气背着饶儿 走了这么久了 应该累了吧 要不要找个地方 坐下来休息休息 听到苏绕的话 唐浩不由得微微一正 要不是苏绕提醒 自己还没发现这个问题 刚才一路背着苏绕走到这里 少说也有七八分钟的时间 自己居然一点也没有感觉到累 甚至连粗气也不带喘的 难道自己的体能 好到这种程度了吗 不应该啊 苏绕的身高在一米七左右 体型不算太瘦 而且前吐后翘的 怎么着也有个一百来斤 背着一百多斤的东西 这么长时间 照说早该累了呀 还是说 自己被这种亲密接触 激发了体内的潜能 不应该啊 刚才自己一直在默念 道德经并没有什么 不正经的念头 会不会跟自己喝的 黑蛇汤有关系呢 又或者是副本 直接赋予的体能加成 算了 还是回去问问陈昂好了 这些念头虽然纷繁 却也只是一念尖的事情 唐昊摇摇头 不用 我还不累 苏绕微微加起嗓音问道 浩哥 饶儿重不重啊 不重 那浩哥是喜欢稍微有点肉的 还是喜欢瘦的呀 唐昊很干脆的答道 我喜欢林曼那样的 苏绕的小嘴 立刻就撅了起来 纳扰这样的呢 浩哥不喜欢吗 唐昊顿时就是讹脚一黑 你要是再聊这些 我就把你从背上放下来了 苏绕垂下眼帘 哦 纳扰闭嘴好了 直播间 哎 我本将心照明月 奈何明月照勾曲啊 你说林曼是勾曲 我瞧着林曼也挺耐思的 不比苏绕差多少好吧 来到宿舍楼下的时候 唐昊发现宿管室里的灯 已经熄了 借着外面的路灯光 可以看见 里面并没有张大爷的身影 应该是进里面的房间 睡觉去了 上了电梯 来到酒楼 唐昊开门进入907号宿舍 到家了 现在可以下来吧 唐昊扭头看了眼 后背上的苏绕 苏绕轻盈一跃 从唐昊的后背上跳了下来 本次放松时长 25分钟 放松等级 超级 获得精神值 25点 剩余精神值 75点 唐昊不由的就是面颊一趟 连忙伸手搓了 苏绕刚才亲过的地方 希望能将口红印给搓掉 这时 陈郎的房门上 突然传来咔哒一声轻响 这是 开房门的声音 唐昊顿时就是心头一紧 宿舍规则时 如果看到你的室友身穿白大褂 请一定不要跟他独处 这么晚了 蓝宝从房间里出来的 不是那个穿着白大褂的陈郎 一想到这儿 唐昊顿时就是谋色一沉 一手抓住苏绕的胳膊 另一只手 则已经搭在了房门把手上 只要一看到陈郎身穿白大褂 他就立即拉着苏绕夺门头 似乎是感受到了唐昊的紧张 苏绕立即扭过头来 看向唐昊 昊哥 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唐昊压低声音 快速说了句 别出声 目光始终停留在陈郎的房门上 就在这时 随着质压一声轻响 陈郎的房门被拉了开来 唐昊浑身的肌肉 顿时就是一崩 抓得苏绕 差点哀悠一声叫唤出来 踢踏 在拖鞋的蹭地声中 陈郎迈步走出房门 出现在了唐昊的视野里 陈郎的同色瞬间就亮了亮 我就说嘛 刚才好像听到了开门的声音 我还以为自己幻听了呢 果然是 你们俩回来了 唐昊有些疑惑地问道 这么晚了 你还没睡吗 陈郎黑黑一笑 才十二点而已 正是玩游戏的好时候 你工作完成了吗 唐昊点点头 完成了 陈郎笑着打去道 看来 有漂亮空姐在旁边 这效率就是杠杠低呀 唐昊有些无语地笑了笑 随即开口问道 对了 你给周明打电话了吗 嗯 打过了 不过也是对方手机已关机的状态 苏扰抱起胳膊 轻轻揉起了下巴 这就奇怪了 之前我猜测 他是在飞机上才关的机 可是从晚饭 到现在已经六个小时过去了 咱们国境之内 也没有这么长时间的航班 还是说 他是跨境出差 陈郎立即摇起了脑袋 没有 我们公司的业务 还没有扑得那么广 周明大概率去的是西南一带 苏扰挪了挪小嘴 西南一带乘坐飞机到这里的话 最多也就两个小时的时间 陈郎摸了摸下巴 那还真是奇了怪了 周明这小子 人间蒸发了不成 一听到人间蒸发这四个字 唐浩不由的就是心中意紧 他想到了一种可能 一种最糟糕的可能 会不会是 周明和我一样 也在跟另外一名竞争对手 角逐六级员工 陈郎的双眼顿时瞪到了溜原 也就是说 周明竞争失败 被对手诅咒死了 唐浩面色凝重地点了点头 这是目前唯一合理的解释 陈郎缓缓推了下 鼻梁上的金边近视眼镜 若有所思地说道 如果周明真的被嘎了 那我们现在就拆开周明的房门 看看里面有没有你说的那张CD 这可是你打败罗雷的重要道具 你得尽快拿到手才行 否则被罗雷抢了先机 我就得失去第二位室友了 一听这话 苏扰立即便朝陈郎美目一瞪 呸呸呸 你这是什么乌鸦嘴 还不快长自己的嘴 陈郎自知说话晦气 连忙抬起右手在自己嘴巴上 重重地拍了两下 趁着两人闹腾的单 唐浩已经偷偷查看起了 怪谈管理聊天群 宿舍规则八 不要擅自进入室友的房间 除非得到了对方的许可 可是现在周明要是已经嘎了的话 那这个所谓的许可 也就失去了支撑 他现在必须要确切地 搞清楚一个问题 那就是周明的房间 到底能不能进去 愤怒的土豆 我就说 这个龙国唐浩会 第一个从办公室里出来吗 艾地哭泣的洋葱 愿赌服输 一万惊悚币赶紧转给我 哭泣的洋葱 他那是作弊 不算 愤怒的土豆 规则里又没说不能作弊 照你这么说 干脆心癌的天选者 抽取天赋的环节 就可以直接取消了 毕竟在天赋的加持下 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作弊 菊花残 土豆说的有道理 输了就是输了 强行抵赖 反而会失了格局 哭泣的洋葱 行吧 算我看走眼了 一万惊悚币 一会儿就转点你 狗尾八草 大伙预测一下 这个龙国唐浩 一会儿会不会进入周明的房间 愤怒的土豆 我觉得唐浩不会 毕竟规则里都写得清清楚楚 没有得到室友的许可 不能进去 哭泣的洋葱 可是这回情况不一样了 周明联系不上 很可能已经嘎了 难道还要傻傻等着一个死人 来给许可进入房间吗 纷飞的蒲公英 我也觉得 唐浩会踹门进去 周明的失联 肯定会让他神经高度紧绷 人一旦神经高度紧绷 就会做出一些激进的事情来 看到这里 唐浩不由的双眼微微瞇了瞇 他注意到 纷飞的蒲公英 使用了激进这个词 结合他说话的语境来看 这应该是一个贬义词 也就是说 踹门进入周明房间 是一件并不稳妥的行为 浩子 陈昂的声音 将唐浩拉回到现实之中 本次窥评两分钟 消耗精神值十点 剩余精神值 六十五点 你在这发什么愣吗 咱俩这就一起 去将周明的房门踹了 唐浩立即速色摇了摇头 还是算了 周明贝嘎也只是我们的猜测 也不排除他只是手机坏了而已 我们这样暴力踹门 让彼此关心闹僵不说 很可能还触犯了法律 可是 你要是再不拿到CD的话 会很危险的 陈昂的脸上写满了担忧 唐浩拍了拍陈昂的胳膊 没事 罗雷也没那么快收集其材料 咱们还是等等看吧 对了 你现在就把注射器拿掉吧 陈昂点点头 立即进房间 拿出一个长方形的纸盒 递到了唐浩的手上 唐浩打开一看 里面整整齐齐地 躺着四肢注射器 唐浩满意地点了点头 钱转给你收到了吧 收到了 那我们回房间了 时候也不早了 你也早点休息吧 陈昂看了眼唐浩脸上残留的口红 又看了眼娇媚四处水芙蓉的苏绕 不禁轻叹一声 小声嘶喃道 唉 真的是汗得汗死落得落死 苏绕柳梅轻轻一挑 你说什么 陈昂当即怂怂缩了缩脖子 没什么 我就是跟你们说完安来着 迅速打开阳台的顶灯 然后急切地看向笼中的八哥 只见八哥无精打采地蜷缩在笼子的一角 看起来粘巴巴的 看到唐浩出现时 八哥只是懒洋洋地看了一眼 便又将眼睛眯了起来 并没有像往常一样 兴致勃勃地说出那句 我是你大爷 唐浩走进鸟笼 细细查看起了八哥身上的羽毛 八哥的整个尾部都已经变成了白色 早上离开的时候 八哥的尾部才只有芝麻粒大小的白点 短短一天过去 白点就已经蔓延到了整个尾部 如果按照这个趋势下去的话 不出两天 八哥的全身应该都会变成白色 到了那个时候 八哥就算不会一命呜呼 也一定会变异成什么可怕的东西 这时 苏绕也来到了唐浩身侧 他仔细看了一眼龙中八哥后 有些担心地问道 浩哥 真的不用给八哥一点吃的吗 他不会饿死吧 唐浩笃定地摇了摇头 不用 我们要相信八哥主人说的话 苏绕点了点头 那我先去洗澡了 唐浩嗡了一声 便回到房间 在沙发上坐下来 闭上眼睛 一边轻轻揉着眼窝 一边将今天发生的事情 在脑中复盘了一遍 现在注射器已经有了 接下来就是想办法 在图书馆那只黑猫的身上 抽一点血 只是那个黑猫的主人 看起来很不好说话的样子 还得想个万全之策才行 再就是周明了 这家伙大概率是遭遇了什么不测 可如果真的是遭遇了不测 为什么图书馆的线索 要指向他呢 怪谈世界 不应该会给一条没有意义的线索啊 还是说 有什么别的方式 能打开周明的房门呢 正百思不得解的时候 卫生间的门 支压一声开了 苏扰从卫生间里走了出来 面颊上泛着被水蒸汽 熏出来的潮红 他身上穿着的 依然是唐浩的那件衬衫 宽大的衬衫 包裹着他玲珑有致的身躯 袖口随意地卷起 露出白皙的小臂 胸前的扭扣被撑得高高的 衬衫下的大长腿 白皙而修长 在灯光的映照下 泛着如玉般的光泽 唐浩只瞥了苏扰一眼 就赶紧移开了目光 毕竟是血气方刚的年纪 跟这样一个性感游物同处一世 实在是太容易让人浮想连偏了 浩哥 快赶紧去洗澡吧 苏扰一边说 一边在床沿上坐了下来 拿出了一瓶润肤乳 挤了一点在手心 然后在腿上轻轻涂抹了起来 唐浩点点头 这便从沙发上起身 去衣柜里 拿了一会儿要穿着睡衣 然后走进了卫生间 轻轻关上卫生间的玻璃门后 唐浩的目光便不经意地 朝脏衣篓子里瞥了一眼 一套薰衣草色的蕾丝内衣 瞬间啄了下他的眼睛 直播间 诸位道友 我突然有个大胆的想法 不知当奖不当奖 得亏了这次的天选者不是你 不然我们整个龙国 都要为你的龌龊买单 几十亿人看着呢 唐浩就算是有那个心 也没那个胆 这个素饶也是够坏的 故意把内衣摆在这么显眼的位置 明摆着就是要让唐浩看见 唐浩顿了一下 突然迈步走到脏衣篓边 然后抬起右手 就朝薰衣草色伸了过去 直播间 卧槽 不是吧 唐浩不装了 几十亿人看着呢 你不是吧 有个真的素饶你不欺负 你欺负他的衣服干嘛啊 唐浩拿起薰衣草色 朝脏衣篓子下面看了看 随即又将他们放了回去 眉心迅速拧了起来 很快 唐浩便转身出了卫生间 目光落到了苏绕的脸上 苏绕 我昨晚换下来的衣服呢 苏绕抬起头 微笑着说道 哦 我帮你洗了 在客厅的阳台上亮着呢 唐浩不油的就是一愣 不是 那我的内衣 苏绕很自然地打道 也帮你洗了呀 放心 我是用手洗的 很干净 不会有细菌的 用手洗的 唐浩突然就有了一种机密部位 被苏绕 揉搓过的怪异感觉 直播间 唐浩的反应太真实了 当时我也是一脸猛逼 关键是我这个朋友 还是个男的 细说一下 你那个朋友 不会是对你有意思吧 没有 他就是喜欢做家务 这可是稀有物种啊 能介绍我认识一下吗 卧室内 唐浩倾咳一声道 那什么 以后内衣 你就不用帮我洗了 我自己来就行 苏绕笑了笑 脸上带着一丝调侃的神情 浩哥都是成年人了 怎么还会这种事情尴尬 没事 反正我白天在宿舍里 也没什么事 唐浩没再说什么 他已经做出了决定 一会儿洗完澡 就顺便将自己的内衣给洗了 绝对不给苏绕 留下任何示展的空间 二十分钟后 唐浩从卫生间里出来 手上多了个小盆子 苏绕正躺在床上刷着手机 不时发出几声清脆的咯咯声 见唐浩端着个盆子出来 苏绕的眉心 立即便微微醋了起来 浩哥这是 自己洗内衣了 唐浩点点头 拿了个衣架 便迈步走向了卧室外的阳台 之所以没有去客厅的阳台晾衣服 是为了避免 撞上穿白大褂的陈郎的可能性 唐浩晾好内衣 从阳台走进卧室的时候 苏绕的一张小嘴 已经觉得可以挂书包了 浩哥你嫌弃饶 唐浩抓了下头发说道 我怎么会嫌弃你呢 只是我脸皮比较薄 不太习惯别人帮我洗内衣 苏绕撇过小脸 不再吭声 晾好内衣后 唐浩便回到卧室打开台灯 然后将顶灯关掉房间 瞬间变得朦胧而幽暗 只有台灯散发着橘色的光 唐浩拿了枕头和毯子 在沙发上躺了下来 这时 苏绕突然朝唐浩的方向 侧过身子 轻声说道 可以给我讲个鬼故事吧 唐浩正要开口 却猛然瞥见苏绕的耳朵 不知何时 已经变成了血红色 宿舍规则四 当女友闺蜜耳朵变红时 不要和她说话 不用亏是怪谈管理聊天群 也能知道 这条规则肯定是正确的 处之必死 唐浩立即将原本 迷开一条缝的眼睛闭上 然后调云呼吸 直接对苏绕来了个置之不理 见唐浩没有吭声 苏绕便试探着喊了一声 你睡着了吗 回应苏绕的 只有唐浩均匀的呼吸声 顿了一下 苏绕又再次开口问道 你不会是装睡吧 唐浩的心中 不由的就是猛的一紧 被看穿了吗 她感受到苏绕的目光 停留在自己的脸上 仿佛要透过自己紧闭的双眼 看穿自己内心一样 唐浩努力保持着平静 尽管心跳越来越快 却依然努力维持着均匀的呼吸 大约过了一分钟的样子 唐浩便听见一阵嘻嘻嘻嘻的声音 听起来像是苏绕掀开毯子 从床上走下来的声音 紧接着 唐浩的鼻尖就阴晕起一阵浓郁的香气 不用说 这定是苏绕身上的体香 与护肤品混合后的味道 唐浩心中不由得猛地咯噔了一下 好你个苏绕 不讲武德 竟然直接下床偷摸摸来到了自己的身边 怎么办 自己要不要醒过来 可是不行啊 此刻苏绕的耳朵是血红色的 只要跟他一说话 自己必死无疑 那自己有什么可以做的吗 窥视怪谈管理聊天群吗 这么晚了 诡异们估计都下线睡觉了吧 咦 对了 我的天赋不是可以窥视天选者的直播画面吗 我自己也是天选者啊 那我为什么不可以窥视自己的直播画面呢 这样的话 我不就可以不用睁开眼睛 也能看见苏绕在干什么了吗 想到这里 唐浩立即用意念打开天选者直播墙 一眼望过去 墙上就只剩下12个直播窗口了 唐浩不由的就是一惊 才不过两天时间 天选者就已经达了46名之多了 定了定神之后 唐浩快速找到了龙国直播窗口 并立即用意念点开 一个占据了大半视野的屏幕 属然出现在了唐浩的眼前 屏幕画面里 唐浩能清楚看见自己 正一动不动地躺在沙发上 而苏绕则在自己面前 缓缓蹲下了身子 苏绕那两只血红的耳朵 简直触目惊心 距离越拉越近 苏绕的两只大白兔 都已经压到了唐浩 搭在沙发边缘的胳膊上 很快 苏绕便以手之移 胳膊肘撑在沙发边缘 眼波流转 暧昧朦胧地看向唐浩 直播间评论区的刷屏速度 更是快地令人咋舌 好家伙 苏绕这小蹄子 是要趁唐浩睡着 被他下手了呀 果然就不该 将他安置在自己的房间里 咱们龙国就完了 怪谈攻略呢 就在那干瞪眼吗 快赶紧做点什么呀 卧室内 苏绕嘟起嘴唇 对着唐浩的脸颊 就压了下去 唐浩顿时心中一领 连忙扒击了下嘴巴 然后迅速向里面一翻身 同时用左手抱在脑袋上 嘴里还发出一阵嘎嘎嘎的磨牙声音 苏绕气得轻轻一跺脚 这倒嘴的鸭子居然还给飞了 他自然不会甘心 轻咬唇半思索了两秒后 突然眸光微微一亮 亲不到你嘴唇 我贴贴总行了吧 想到这里 苏绕立即便紧贴着唐浩的后背 在沙发上侧躺了下来 唐浩如遭雷轰电撤 你他娘的 开始直接霸王硬上弓了是吧 既然你不仁 也休怪我无意 唐浩立即将腿用力一弓 屁股猛地往外一撅 直接将苏绕从沙发上拱了下去 咚的一声闷响 苏绕重重跌落到了地板上 苏绕声音了一声 揉着屁股 好一会儿才从地板上爬了起来 他对着唐浩的后脑勺 就是美目一瞪 你就是在装睡 对不对 唐浩没有吭声 隔了一会儿 便发出了轻微的憨声 苏绕气呼呼地爬上床 一把扯过毯子睡了起来 他耳朵上的血红色 也迅速退去 变成了原本的粉白色 唐浩终于在心里 常常吐出一口浊气 连忙将亏评事也收了回来 本次亏评五分钟 消耗精神值25点 剩余精神值 40点 直播间 你们说唐浩到底有没有睡着 不可能 除非喝了十冰假酒 否则不可能睡着的 不愧是唐浩 我们可以永远相信他 唐浩这波的演技 跟奥斯卡影帝比起来 也是不慌多让啊 第二天早上 唐浩是被手机闹铃声吵醒的 关掉闹铃之后 唐浩从沙发上坐起来 目光不经意地 撇向床头的方向 唐浩惊讶地发现 苏绕不知何时 已经靠在了枕头上 正抱着胳膊 用一副气鼓鼓的眼神 苏绕斩钉截铁地答道 哦 是做什么噩梦了吗 苏绕撇了撇嘴 没有回答 唐浩在心里黑黑一笑 随即迈步走向阳台 去查看八哥的情况 八哥身上的白色羽毛 已经蔓延到了后腿的位置 状态看起来也更加的粘巴 见到唐浩过来 八哥也只是微微抬了下眼皮 便又继续打起了瞌睡 唐浩不由用力钻了下拳头 八哥的病情 真的已经刻不容缓了 希望今天能给自己一个惊喜 比如周明突然回来的那种 昨天似乎更浓重了一些 唐浩微微皱起眉心 心中感到一丝疑惑和担忧 怎么这里春天的雾霾也这么重 难道跟园区的污染有关 这个想法让他不由的又回想起 自己刚进入这个怪谈世界时 那道电子合成音发布的任务 解除四叶园区的污染源 并逃离园区通关评分 SS级 基于这个任务的描述 唐浩的猜测 无意得到了更进一步的证明 只是到目前为止 他还并不知道园区的污染源 究竟在哪里 洗漱完毕 唐浩便跟苏扰 陈郎一起出了宿舍 幸运的是 走廊里并没有那位保洁阿姨的身影 唐浩不由地暗暗松了一口气 三人乘坐电梯来到一楼 却见楼道的前方被设置了一道路卡 约莫有十几名员工被拦住了去路 其中一名满脸落腮虎的男士 正在高声跟一名身穿白色防护服的工作人员理论着 而那名工作人员 则快速跟他解释着什么 陈郎的眉心顿时就拧成了个穿子 这他娘的什么情况 不会咱们这顿楼有人感染新冠了吧 就在这时 一名拿着高音喇叭的工作人员出现在了路卡的前方 一阵嘈杂的声音响过之后 那名工作人员的声音从喇叭里传了出来 大家都静一静 相信大家也看到了 今天园区的雾霾特别严重 有些人应该也已经猜到了 没错 是园区的某个车间发生了污染源泄漏 为了保障大家的生命安全 园区高层昨晚紧急召开会议 目光迅速落到前方的一个折叠桌上 桌上摆着一个巨大的塑料盒 里面密密麻麻全是蓝色药丸 想来这就是园区研制的特效药了 只是不知道这些药物是什么成分 是否真的可以有效对抗污染 还是其中暗藏着某种阴谋 请大家按照秩序排队领取 我们先给每人发放一周的药量 每天早晚各一例 请大家一定要按时服用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后果 谢谢配合 不是 那名落腮狐男子一脸狐疑地看着工作人员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话就是真的 还有 这药里到底是什么成分 不会是他娘的毒药吧 落三胡的质疑引起了周围人的共鸣 人群中立即窃窃私语了起来 拿着高音喇叭的工作人员 顿时就是谋色意冷 如果拒不配合的话 我们只好邀请保安给你们做做电疗 然后再打上一针了 话音落下 四名保安立即从那名工作人员身后跨步上前 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根电击棍 四人按下开关 电击棍的头部闪烁起耀眼的蓝色火花 同时伴随着一阵噼里啪啦的电流声 陈昂顿时就是一哆嗦 小声嘀咕了一句 我日啊 这他娘的跟法西斯有什么区别 见人群变得安静 那名拿着高音喇叭的工作人员 便继续说道 我们会专门安排工作人员 在这里用特殊的仪器给你们做扫描 如果服用了蓝色药物 扫描仪器上就会出现绿色 如果没有服用则是红色 一旦扫描出了红色 我们将会很乐意给你做做电疗服务 当然还会注射双倍剂量的药物 所以 为了你好我好圆区好 还希望大家积极配合 听完这番话后 那名洛塞湖男子揉了下鼻子 没在吭声 很快 一名工作人员便将一袋药丸 递到了他的手上 现在就吃一粒 工作人员一边说 一边给他递过去一个纸杯 纸杯里有半杯温水 洛塞湖男子扭头看了眼身后的人 脸上露出犹豫的表情 快点吃下去 工作人员的语气瞬间变得严厉起来 紧接着 两名保安便来到洛塞湖男子跟前 电机棍上一阵批啪作响的电火花 让人不由的就是一阵胆寒 洛塞湖男子瞬间认怂 连忙说道 我吃 他从袋中拿起一粒药丸丢进嘴里 然后灌了一口水 做了个吞咽的动作 现在 我可以走了吧 工作人员说了句 等一下 便起一个唐浩从未见过的仪器 在洛塞湖男子的眼睛上照了照 仪器立即发出低的一声 上面的灯变成了绿色 你可以走了 工作人员打开路卡 示意洛塞湖男子通过 有了洛塞湖男子的示范作用 后面的员工就自觉多了 无需工作人员催促 便全都干净利索地将药丸给吞了下去 很快就轮到了唐浩三人 唐浩指了指自己身后的苏扰说道 她是我女友的闺蜜 不是咱们园区的员工 也要吃吗 工作人员点了点头 只要在园区里面 不管你是不是员工都要吃 那如果我现在就送她离开呢 是不是就不用吃了 唐浩问道 不行 现在园区已经戒严了 任何人不准出去 唐浩点点头 又问了一句 那污染什么时候能解除 不知道 相关人员正在努力抢修 这不是你该操心的 你要做的就是按时服药 工作人员的声音也有些不耐烦 唐浩没再说什么 抓起一粒药来 就放进了嘴里 这里并没有相关的规则说明 所以应该默认是正确的 再结合之前食堂里的黑蛇汤 也确实是有作用的 唐浩笃定 这些药丸应该是真的可以抵抗污染 浩子 你真吃啊 陈昂上前一步 在唐浩耳畔 小声嘀咕了一句 唐浩耸了下肩膀 我可不想被惦记 会大小便失禁的 吃完早餐 将宿舍钥匙交给苏绕后 唐浩便慢慢朝营销大楼走去 踏着九点的钟声 唐浩打卡进入办公室 他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伸长脖子 去描了下前台琴棋的大长腿 发现是黑色丝袜后 唐浩立即就是眉色一松 见唐浩在看自己的腿 琴棋当即嘴角一扬 好看吗 唐浩点头 嗯 相当耐斯 琴棋脸上露出一丝玩味的笑容 那要不要找个机会撕撕看啊 唐浩正了一下 随即勾唇一笑 真调皮 正要迈步走向自己的宫位时 苏绕突然叫住了唐浩 浩哥 你等一下 唐浩扭过头 就见苏绕拿着一个文件带地了过来 你的EMS 唐浩接过来看了看 键上面只写了收件人的信息 并没有发件人的信息 不由的就是眉头微微一皱 对琴棋说了声谢了之后 唐浩便快步回到座位上 将EMS给拆了开来 里面有一把钥匙 和一封信 唐浩似乎猜到了什么 一颗星立即突突狂跳了起来 他深吸一口气 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 然后快速将信和钥匙揣进兜里 起身出了办公室 朝卫生间的方向走去 这封信很有可能是周明寄过来的 可千万不能让信罗的那对书纸撞见 进了格子间 插上插销之后 唐浩立即将信从兜里掏出来 宁神细看了起来 浩子 我是周明 Yes 唐浩朝空气里猛地挥了下拳头 就说嘛 周明这条线索不可能就这么断了的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应该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你也许会猜测 我是不是竞争六级员工失败 身中诅咒而亡 在这里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你猜错了 我并没有参加 竞争六级员工的角逐 是我们研发部门 出了一件天大的事情 自从园区成立以来 在我们人类的眼里 这或许只是一串冷冰冰的数字 但对于小白鼠来说 每一只都是一条鲜活的生命 我们也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因为在我们看来 这是为了科学研究 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但一个月前 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研发部的实验室里 突然出现了一棵翻涌着黑气的大树 黑气中隐约可以看见 无数双充满怨毒的红色眼睛 这些眼睛的形状 正如小白鼠的一模一样 我们很快发现 这棵诡异的黑色大树 正是由这十几万只小白鼠的院灵凝聚而成 大树处立在实验室中央 根系深深地扎入地下 贪婪地汲取着周围人类的生命之源 起先 我们并不知道大树有这样的能力 用了好几天的时间 尝试了各种办法来消灭它 然而均毫无效果 紧接着 我们研发部的员工们便惊讶地发现 自己正在快速老去 由于我们身处第一线 与大树都有过非常近距离的接触 身上都被大树的黑气缠绕 生命正在快速被它汲取 当我们发现这个事实的时候 已经太晚了 我们正在以每天摔老十岁的速度 快速枯萎 虽然我们被紧急送到园区的特护病房 但现代医学对此几乎毫无办法 我猜自己最多只有一天的寿命可以活了 虽然很不甘心 但我也已经无力回天了 之前 为了准备晋升六级员工 我特地做了些准备 比如借了贝多芬的月光纵鸣曲 以及抓了只乌鸦养在我的房间里 不过现在 这些我再也没有机会用上了 我把房间的钥匙给你 月光纵鸣曲 就在我书桌的抽屉里 乌鸦在窗台的鸟笼里 希望你进去的时候 它还活着 至于黑猫血 我还没来得及准备 以你的能力 应该不难搞定 相信你一定能够成功晋升六级员工的 除此之外 还有两件诡异的事情要告诉你 第一 就是我们研发部的总经理 虽然也近距离接触过那棵黑树 却并没有出现任何衰老的迹象 我怀疑它被黑树控制了心神 成为了傀儡 好好调查这件事 董事长那里很有可能 已经掌握了消灭黑树的方法 只要能找到董事长 整个园区的污染 也许就能得以解除 当然 如果你力有不歹的话 还是想办法 尽快逃离这个园区 逃得越远越好 最后那个好字笔触凌乱 几乎很难辨认 应该是周明用尽了最后一点力气 才勉强写成的 信写到这里 就全部结束了 唐浩又将信快速看了一遍之后 便将信纸撕成碎片丢进了马桶里 然后按下了冲水按钮 看着信纸碎片全部被冲走之后 唐浩这才拉开格子间的门 眉头紧锁地朝办公室的方向走去 他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心理的内容 首先是 园区研发部的实验室里 出现了一棵黑树 黑树由十几万白鼠的怨灵所化 能汲取靠近人类的生命 唐浩有点怀疑 园区的雾霾就是那棵黑树引起的 也许是他将一部分黑色气息 散布到空气里 来缓慢吸取员工们的生命 那么 蓝色药丸又是怎么回事呢 发放药丸这么大的事情 恐怕要董事会来 亲自做出决策才行 甚至 有可能就是董事长本人下达的指令 有没有可能 董事长其实并没有失踪 而是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了呢 这种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毕竟 董事长是园区的最高指挥官 黑树要是有意志的话 一定会想办法将董事长给控制起来 另外 研发实验室既然已经被黑树霸占 园区又是怎么用这么快的时间 研制出蓝色药丸的呢 还是说 在周明他们这第一批牺牲者身上 总结出了经验 不可能 这也太快了 一个药物的研制 少说也得一年半载的 更何况 现在还失去了研制药物的实验室 对了 周明在信里有提到过 董事长或许有对付黑树的办法 难道董事长早就预料到了 有这么一天 提前生产并处备好了这些药物 可既然有药 为什么不给周明他们吃呢 还是说 周明他们受到的污染 实在太严重 根本无力回天 而现在散布在园区的黑色气息 因为吸取生命缓慢 所以尚可对抗 唐浩越想头越大 感觉脑子随时都会炸裂开来似的 算了 还是先别想这些了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中午抓紧回一趟宿舍 打开周明的房间 月光做明曲 想来问题不大 只是不知道 那只乌鸦是否还活着 唐浩走进办公室 刚在自己的宫位上坐下 琴棋的爱心咖啡便端了上来 好哥 昨晚加班很辛苦吧 喝杯咖啡提提神 唐浩感激地看向琴棋 谢谢你啊 琴棋勾纯一笑 说了句不客气之后 便扭动腰肢 姿态优雅地回到了前台位置 坐在唐浩身侧的崔小北 立即露出一副 羡慕极度恨的表情 浩哥 你可真有福建 琴棋大美女 每天都给你泡咖啡 唐浩笑了笑 要不 我这就去跟琴棋说一声 让他也给你泡一杯 崔小北连忙摆手 别 你这么一弄 他绝对会把我拉入黑名单的 唐浩笑着摇了摇头 一边打开电脑 唐浩看了崔小北一眼 然后轻轻点了下脑袋 吃了 怎么了 崔小北瞪大了眼睛 那玩意儿可不能吃啊 唐浩的眉心微微皱了皱 难道这崔小北 掌握了什么那部消息 便立即问道 为什么不能吃 崔小北神色紧张地 看了一下四周后 才开口说道 他们说 吃了这种药会让人变傻的 等我们变傻后 园区就会拿我们做活体实验 唐浩的嘴巴张了张 不会吧 你这是听谁说的 是我们老乡群里的群主说的 唐浩摇了摇头 你别听信谣言 这个药丸 应该就是用来对抗污染的 你没看到 今天园区的雾霾明显加重了吗 再说了 你不吃药丸 也逃不过一气的检测呀 除非你不回宿舍了 崔小北舔了下嘴唇 仿佛在纠结 要不要告诉唐浩 接下来的话 唐浩敏锐地捕捉到了 崔小北的微表情 立刻看听他的眼睛问道 你不会是有什么计划了吧 崔小北点了点头 我们老乡群里 正在商量着逃出去呢 浩哥你平时带我不错 要不也跟我们一起逃出去吧 唐浩脸上的表情 微微顿了一下 他没想到 崔小北的计划 竟然是逃走 唐浩轻敏了下嘴唇 再次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这个副本的通关条件 1.存活时日 通关评分 2.存活时日 并弄清楚四叶园区的秘密 通关评分 S.级 3.解除四叶园区的污染源 并逃离园区 通关评分 SS级 这三个通关条件中 就只有第三个里面提到了逃离园区 不过 他可是有一个前提的 需要先解除四叶园区的污染源才行 如果在没有解除污染源的情况下 就逃出去的话 大概率应该会被嘎吧 不 不是大概率 而应该是百分百 想到这里 唐浩便对崔小北摇了摇头 谢谢你的好意 我觉得 你们真的有点风声和力了 现在园区在戒严 你们要是逃跑被抓 还不知道会遭受怎样的惩罚呢 我劝你还是先观察观察 别跟着你那帮老乡轻举妄动 你真的不跟我们一起走吗 留在这里 我们可能随时都会失去生命啊 唐浩摇摇头 神色坚定地说道 我还有责任在身 真的没法跟你们一起逃走 放心 你们的计划 我会烂在肚子里的 崔小北还要再说些什么 眼角的余光里 突然出现了一道快速逼近的身影 他连忙收回身子 打开电子邮箱 煞有介事地看了起来 很快 那道身影便出现在了唐浩的身侧 唐浩朝地上那双正亮的皮鞋瞥了一眼 立即就知道了 来人是罗总监 罗总监拍了拍唐浩的肩膀 微笑着说道 昨晚那个PPT做得不错 辛苦了 唐浩故意打了的哈欠 装出一副疲倦的样子 谢谢罗总监夸奖 这是我应该做的 罗总监点点头 接着说道 对了 昨晚给你的红牛喝了吗 唐浩脸不红心不跳的撒谎道 喝了 罗总监顿时就是眸色一沉 你撒谎 唐浩抬起头来 毫不畏惧地看向罗总监的眼睛 罗总监为什么这么 肯定我没有喝 还是说 你在红牛里下了什么药 见我今天没有出现症状 所以才这么确定我没有喝 罗总监嘴角勾起一抹 阴侧侧的冷笑 他没有回答唐浩的这个问题 而是话风一转 对了 你昨天下班前教的那个新品推广方案 还需要再改改 另外 今天还需要做一份新品的目标人群 和竞品分析 这两样东西 今晚无论多晚都要给我 唐浩顿时就是双拳一印 他奶奶的 欺负老子还上瘾了是吧 你就不怕我把视频 唐浩将话说到一半 意思罗总监自然明白 而别的同事就算听到了 也是一片云里雾里 他知道 现在还不是和罗总监彻底翻脸的时候 狗被逼急了 尚且会跳墙 更何况是这个压自己一头的罗总监 罗总监咧嘴嘴一笑 不得不说 我昨晚确实有点被你唬住了 不过 我后来稍微一琢磨 就知道 你是在炸我 唐浩的同色 微微震沾了一下 脸上却是不动声色 也许罗总监只是在虚张声势 可不能被他给震住了 唐浩的眸底略过一抹挑衅之色 行 那我中午就把视频发给某人 罗总监突然凑近唐浩的耳朵 低声问道 你说你看过视频 那我问你 他那天穿的是什么颜色的内衣 唐浩心里猛地咯噔了一下 脑中齿轮快速飞转 愣魔一般会穿什么颜色的内衣 完全不知道啊 要不 还是盲猜一个吧 黑色 唐浩答道 黑色是神秘 性感 高贵的象征 在办公室这么刺激的地方偷情的话 难道不应该是首选吗 罗总监节节一笑 你猜错了 他那天 根本就没穿内衣 说着 罗总监重重拍了拍唐浩的肩膀 好好干活吧 晚上可以继续把你女友的闺蜜带过来哦 实在火气太大了 还可以发泄发泄 说完这句话 罗总监便转身朝罗雷的工卫走去 雷子 你去售后部跑一趟 帮我拿一份资料 好嘞 罗雷发出一声爽快的回答 随即从工卫上站起来 他一边嚼着口香糖 一边朝唐浩的方向瞥了一眼 眼中满是不屑和嘲弄 唐浩用力咬了下后槽牙 克制住了心中的怒火 扭过头 点开了电脑上的新品推广方案 开始修改了起来 时间很快来到中午十二点 唐浩第一个冲出办公室 没有乘坐电梯 而是直接从楼梯冲了下去 看得前台琴棋 不由的就是一正 浩哥这是要干啥去啊 这么火急火燎的 难道是女友来了 和琴棋走在一起的凌山调侃道 你呀 怎么竟惦记着有夫之夫 咱们公司不是还有几个 很不错的单身汉吗 琴棋撅嘴朝苏珊美目一瞪 谁惦记了 我就是随口问问而已 七 还不承认 你那双眼睛早就出卖你了 哎 你不会是真打算做唐浩的小三吧 你这么好的条件 太暴舔天悟了 琴棋顿时就是翘脸一沉 你要再瞎说 我可撕烂你的嘴了 凌山连忙抬手做投降状 好好 我不说了 还不行吗 罚你中午请我吃饭 来到营销大楼门外 唐浩立即拿起手机 给苏扰拨了过去 我中午有点急事要处理 你先跟陈昂去吃饭 不用等我 苏扰立即担心地问道 出什么事了吗 回头我再跟你说 先挂了 事已密成 拿到周明房间钥匙的事情 唐浩决定还是暂时跟苏扰 陈昂保密 以免节外生枝 回到宿舍的时候 刚好是十二点十分 唐浩立即飞奔到周明的房门外 掏出钥匙 插进锁孔 轻轻一拧 咔哒一声 门开了 唐浩立即推开房门 迈步跨入 并将房门重新关上 房间内十分整洁 一看就是典型的理工男的房间 书桌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一排手办 有钢铁侠 蜘蛛侠 黑寡妇 也有雷电将军和八重绳子 唐浩一眼就看见了窗台上放着的鸟笼 立即几个剑步冲了过去 笼中躺着一只乌鸦 羽毛暗淡 眼睛半壁 翅膀无力地搭拉在身体两侧 不时地微微抽搐一下 仿佛在做最后的挣扎 唐浩顿时就是心中一沉 如果不出意料的话 这只乌鸦应该很快就要一命呜呼了 想要救活它 恐怕已经不太可能 不过好在乌鸦身上的黑毛纯净 没有任何的摆点 这也就说明了 这只乌鸦并没有受到污染 它的血液是纯净的 唐浩没有犹豫 立即冲回自己的房间 拿来一只针筒 就扎入了乌鸦的大腿中 鸦兄 对不住了 抽你点血救命 回头多给你烧点纸钱 唐浩一边说着 一边用力拽动抽针 随着他的动作 一管阴红的血液 慢慢流入针筒之中 约某抽了两毫升的样子 唐浩便停止了动作 有这么多血 应该已经足够了 正要将针管放入冰箱里 冷藏起来的时候 唐浩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血液是会凝固的呀 被放入抗凝剂 才能让它保持液态 可是这玩意儿 园区医务室肯定是不会给的 唐浩感到有些头大 再次撇向龙中乌鸦时 唐浩发现 他的脑袋已经完全搭了下来 胸口也没有了起伏 唐浩伸手轻轻在乌鸦的身上 捅了几下 鸦兄 鸦兄 乌鸦没有回应 很显然 他已经隔屁了 唐浩郁闷地吐出一口浊气 乌鸦一死 身上的血液很快就会凝固 再想抽他的血就难了 要不 一会儿等苏扰回来了 让他一直拿着这管血摇晃 那样的话 里面的血液 应该就不会那么快凝固 而一会儿给巴哥听了 月光奏鸣曲 就等于说巴哥的血也有了 晚上下班后 再去图书馆搞定黑猫血的话 诅咒所需的血液 就算是齐活了 所以 只要乌鸦血能扛到那个时候不凝固 唐浩就赢了 想到这里 唐浩便将针筒放到书桌上 然后将书桌的抽屉拉了开来 一个戴耳机的CD机 和一盘印有贝多芬头像的CD碟片 立即跃入了唐浩的眼帘 唐浩的铜色亮了亮 立即将CD机盒 碟片拿了出来 与此同时 抽屉里的一个白色药瓶 出现在了唐浩的视野里 唐浩微微促起眉心 将那个药瓶拿了起来 难不成这是周明福用的药吗 抱着不轻易放过任何一条线索的想法 唐浩仔细阅读起了瓶身上的文字 药品名称 柠檬酸呢 主要成分 本品主要成分为柠檬酸呢 试用范围 本药品为血液抗凝剂 适用于需要防止血液凝固的各种情况 血液抗凝剂 唐浩激动地发出一声轻呼 周明啊 你简直就是我的天使 使用方法 将适量的柠檬酸那粉末 溶解在生理盐水中 然后与血液混合 用量 柠檬酸那粉末 与血液的使用比例 为1比9 体积比 或3 8% 质量浓度 唐浩立即便注意到了 生理盐水这四个字 略一思索 便拉开了书桌的另一个抽屉 里面除了一些杂物之外 并无他物 唐浩又继续在周明的房间里 一通翻找 却始终没有发现 生理盐水的影子 看来 周明并没有准备生理盐水 不过这应该也是 可以用盐水来代替的吧 毕竟两者的主要成分 都是氯化那 只是不知道 生理盐水的氯化那具体浓度 唐浩立即拿出手机来搜索了一下 确定了生理盐水的氯化那浓度是0 9%之后 便立即冲进厨房 开始调配了起来 十几分钟后 一杯加入了柠檬酸钠的盐水 便诞生了 至于浓度肯定是有些偏差 不过应该影响也不会很大 唐浩小心翼翼拿起 装有了乌鸦血的针筒 将混合好的抗凝剂抽入针筒中 然后轻轻地摇晃了几下 看着针筒里略微变淡的血色 唐浩满一地点点头 然后便将针头盖好 装入了一个塑料袋中 将针筒在客厅冰箱的冷藏区放好之后 唐浩便将叠片装入CD机 快步回到自己的房间 来到阳台上 八哥缩着脑袋 静静全在鸟笼里 身上的白色 已经从尾部蔓延到了肚子中间的部分 状态看起来更加的微米不振 八哥 我这就来为你清除污染 说着 唐浩便将装八哥的鸟笼 从挂钩上拿下 放到了房间的书桌上 然后又将书桌上的音箱连接在CD机上 并轻轻按下了CD机的开关按钮 CD机上的显示屏亮了起来 显示出了当前的时间和曲目信息 唐浩将曲目调到了第三首 月光纵鸣曲 按下了播放按钮 轻柔的钢琴声响起 如同一股清拳流淌在房间里 原本微米不振的八哥 突然睁开了眼睛 侧着脑袋 倾听了起来 随着乐曲的播放 八哥原本暗淡的眼睛 也开始闪烁起了光芒 他的翅膀微微震动 似乎想要随着音乐的节奏飞翔 最令人惊奇的是 八哥身上的白色 也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退去 就像是有一只看不见的刷子 在将八哥身上的羽毛 重新刷成黑色一样 当月光纵鸣曲的最后一个音符 消失在空气中的时候 八哥也彻底变回了之前 那个纯黑的精神小火 八哥侧着脑袋 打亮了一眼唐浩 突然扑上了下翅膀 张嘴叫唤了起来 我饿了 我饿了 声音响亮而清脆 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唐浩顿时就是一喜 连忙奔向阳台 抓了一把面包虫肝 放进鸟笼的石槽里 八哥看到食物 立刻兴奋地飞扑到石槽前 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吃饱之后 八哥又喝了点清水 便一边梳理羽毛 一边说起了他的那句口头禅 我是你大爷 就在这时 随着咔哒一声轻响 房门被推了开来 唐浩急忙回头一看 正对上苏绕那双 略带疑惑的桃花毛子 浩哥 你怎么回宿舍了 苏绕问这句话的同时 目光已经落在了书桌上的鸟笼上 没等唐浩回答 苏绕便轻轻移了一声 随即小跑着来到龙边 名神看起了里面的八哥 八哥身上的白色不见了 苏绕轻呼道 浩哥 你拿到月光奏名曲了 唐浩点点头 嗯 拿到了 苏绕当即就是同色一亮 太好了 那浩哥给他抽血了吗 正要抽呢 你来得正好 一会儿我抓住八哥 你来帮忙在他腿上抽一下血 苏绕稍微纠结了一下 还是用力点了点头 嗯 没问题 唐浩这便从书桌抽屉里 拿出一只针筒 递到了苏绕的手上 然后打开鸟笼 将八哥从里面抓了出来 然后一手捏住八哥的两只翅膀 一手捏住八哥的两条腿 这样的话 就算八哥一会儿扑腾起来 也很难挣脱 好了 苏绕 你可以开始抽血了 苏绕点点头 立即拔掉针头盖 将针尖对准八哥的大腿 然后闭上眼睛 轻轻扎了下去 哎哟 唐浩发出一声轻呼 你看准点 别扎我了 苏绕连忙睁开眼睛一看 只见唐浩的左手拇指上 已经冒出了一个烟红的血点 苏绕顿时就是一慌 对不起啊 浩哥 我不是故意的 唐浩摇摇头 没事 这次别闭眼了 看着点再扎 苏绕咬了咬后槽牙 强迫自己瞪大双眼 看向八哥的腿部 将针头扎 慢慢扎了进去 随着针头的扎入 八哥立即发出一声惨叫 卧槽 疼死我了 你带的 直播间 小八哥 你现在还敢口吐芬芳 看一会儿不给你炖了 唐浩救了你一命 你献点血 也在情理之中 你叫唤的啥呀 看着抽了差不多 有两毫升的血液之后 唐浩便立即叫苏绕停手 苏绕点点头 小心翼翼地将针头 从八哥的腿上拔了下来浩哥 这八哥血要怎么处理 苏绕问道 唐浩让苏绕把针管放在书桌上 自己则将八哥重新放回笼中 挂到了阳台上 然后回到房间 拿上针管 吸入了之前已经配好的抗明记之后 便将针管放入了冰箱的冷藏区 浩哥 你是怎么拿到月光奏明曲的 进周明房间了吗 苏绕有些好奇地问道 唐浩点点头 嗯 我无意之中 拿到了周明房间的钥匙 苏绕欣喜道 看来幸运女神站在咱们这边 唐浩的脸上却全无乐观之色 那个罗雷一整天都在园区里寻找 收集血液的进度 说不定比自己还要快 自己今晚务必搞定黑猫血才行 想到这里 唐浩便静止回到卧室 将衣柜里的娃娃拿了出来 那是一个看起来有些破旧的布娃娃 身上的衣服已经褪色 眼睛是用两颗扭扣缝上去的 看到这个娃娃 缩扰不由的就是瞳孔微微一缩 这个娃娃都多少年了 怎么林曼还不舍得扔掉 放在家里不觉得肾得慌吗 唐浩平静说道 林曼是个念旧的人 不过也多亏了他的这个娃娃 省去了我的不少麻烦 说着 唐浩的胸腔将罗雷的那根头发放了进去 并用针线将胸腔缝好 这就是那个诅咒仪式 苏绕吞了口唾沫 紧张地问道 唐浩点点头 咱们先把准备工作做好 免得到时候手忙脚乱的 对了 今天下午你就不要离开宿舍了 帮我看好娃娃和血液 以免有人趁你离开后偷偷溜进来 苏绕正中地点点头 放心吧浩哥 我不会离开的 唐浩点点头 嗯 那我去上班了 已经12点45分了 苏绕连忙一把拽住唐浩的胳膊 浩哥中午还没吃饭吧 要不我现在去煮碗泡面 很快的 唐浩摇摇头 来不及了 没事 办公室里有饼干 一会儿我吃点饼干就行 说着 唐浩便拍了拍苏绕的胳膊 转身快步走出了卧室 下午5点56分 还有4分钟下班 崔小北凑到唐浩身边 轻声说道 浩哥 老乡群里刚才来了消息 我们今晚就行动 有个下水道 唐浩可以直接通到园区外面 你真的不来吗 唐浩摇摇头 不了 崔小北不解道 浩哥 你死守着这个园区干啥 罗总监还天天那样欺负你 唐浩发出一声苦笑 你不懂 我不能离开也是身不由己 说着 唐浩清拍了下崔小北的肩膀 叮嘱道 晚上小心点 对了 要是成功逃到了外面 记得给我发条信息 崔小北叹了口气 然后点了点头 浩哥 你也要保重啊 唐浩轻轻嗚了一声 然后转过脑袋 继续看向电脑屏幕 就在这时 唐浩哥在桌上的手机 轻轻震动了一下 唐浩连忙将手机拿起来一看 是琴棋发来的微信 浩哥 欠我的两顿饭 今晚能兑现了吗 唐浩揉了下额头 今晚可是抽取黑猫血的关键时刻 怎能将时间浪费在跟美女吃饭上面呢 便立即回复道 琪琪 实在不好意思 今晚我有些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 可能无法和你一起吃饭了 明天 明天一定请你吃顿大餐 对了 记得明天继续穿黑丝来上班 琴棋嘴角一弯 立即回复道 知道了 浩哥这么喜欢黑丝 要不要 我现在将腿上的黑丝脱下来 送给你啊 看到这条信息 唐浩的鹅脚 顿时拉出几道又长又粗的黑线 每天不聊骚我一下 你就感到难受是吧 唐浩 琪琪 你可真会开玩笑 下班了 我先不跟你聊了 发完这条消息 唐浩立即关闭电脑屏幕 抓起手机 就快步走出了办公室 琴棋有心 想要追上去 但一想到自己 可能会耽误唐浩的事情 便强行按捺住了内心的冲动 有些哀怨地摸了摸自己的非思 撅着小嘴 轻轻嘟囔了一句 这可是原味的爱 那么多男的上赶着跟我要 我都不给呢 五分钟后 唐浩来到了园区图书馆的门口 苏绕已经在这里 等候了两三分钟的样子 看到唐浩 苏绕顿时就是同色一亮 浩哥 你来了 唐浩点点头 轻声问道 东西都带了吗 苏绕拍了拍自己的驴排胯包 鱼竿 针筒 手套 都在这里了 唐浩轻轻嗡了一声 便带头走进了图书馆 两人静止来到图书馆三楼的自习室 找了个可以一眼看到 办公区玻璃门的位子坐了下来 昨天那个小萝莉 就是抱着黑猫走进玻璃门 进入前面办公区的 唐浩决定先观察一下 再决定下一步该如何行动 毕竟 黑猫昨晚有没有被那个小萝莉抱回家 他今天还会不会来图书馆 都还是个未知数 等了差不多五六分钟的样子 唐浩的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 是陈昂打过来的 唐浩连忙挂断电话 给陈昂发去了一条信息 我和苏绕有事 你自己先吃 很快 陈昂的回复就发了过来 卧槽 我就知道你们俩有事 这回你终于承认了吧 唐浩顿时无语 我们正在做的是正经事 你别想歪了 对了 你吃完饭就早点回宿舍待着 这关系到我的性命 你可一定要放在心上 没人在家 唐浩还是有点不太放心 自己好不容易收集到的乌鸦和巴格血 要是被偷了 那可就真的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陈昂 知道了 回去后 我就直接躺在客厅沙发上打游戏 唐浩微微松了一口气 很好 谢了兄弟 刚放下手机 苏绕就轻轻碰了碰唐浩的胳膊 并冲前方拧了拧嘴 唐浩连忙凝神朝前方一看 就见昨天的那名 扎着双马尾边的小萝莉 正抱着一只黑猫 推开办公区的玻璃门走了出来 浩哥 咱们要怎么办 苏绕低声问道 总不能直接将黑猫 从小萝莉的怀里抢过来吧 唐浩快速思索了两秒 低声说说 一会儿 你就说自己是宠物医生 看那黑猫应该是病了 然后跟小萝莉建议抽点黑猫血 拿回去化验 苏绕抓了下头发 面露难色 这靠谱吗 而且我也没做过兽医啊 万一露线了怎么办 先试试 不行再说 不好 小萝莉要出自习室了 咱们赶紧跟过去 两人迅速从座位上站起身 快步跟了上去 小女孩很快便走到了 电梯间的位置 轻轻抚摸了下黑猫的脑袋 便按下了下行按钮 唐浩碰了碰苏绕的胳膊 你一个人去没问题吧 这小萝莉 昨天对我的印象不太好 我要是也在电梯里 可能会引起她的警觉 苏绕点点头 立即快步 朝电梯间走了过去 距离电梯差不多 还有七八米远的距离时 电梯门突然哗啦一声拉开 小萝莉走进电梯 按下一楼后 电梯门便缓缓合上 哎 等一下 苏绕发出一声轻呼 小女孩连忙按下开门按钮 电梯门又很不情愿地拉了开来 苏绕小跑着进了电梯 对小萝莉感激说道 谢谢你啊 小萝莉抬起头 仔细地打量了苏绕一眼后 眉心微微醋了起来 你就是昨天抱起露露的那个姐姐 苏绕间自己被认了出来 只好硬着头皮点了点头 是啊 其实我是一名宠物医生 昨天之所以抱起露露 完全是出于一种职业本能 并没有半点想要伤害她的意思 小萝莉轻轻蹲了下小嘴 这样啊 那你昨天怎么不说 苏绕尴尬地笑了笑 昨天被你那么一对 我一时气急 哪里还想得到那么多 小萝莉有些不好意思地抓了下头发 主要是之前有个人想要抢走露露 所以我才有点敏感 姐姐 你别见怪啊 苏绕微笑着摇摇头 怎么会呢 我知道你是爱猫心切 说着 苏绕便伸出手来 在黑猫的脑袋上轻轻揉了揉 黑猫倒也不抗拒 发出了舒适的呼噜声 突然 苏绕神色凝重 皱起眉头 不对啊 露露好像是病了 生病了 小萝莉皱起眉心 眼中透出一丝疑惑 不会吧 她不是好好的吗 苏绕抿了下嘴唇 强作镇定地说道 你没发觉 露露有点无精打采的吗 而且 你仔细看看她的眼睛 瞳孔里好像有一些杂质 还好苏绕之前养过猫 对猫可能会生的病 多少也了解过一些 小萝莉凑近看了看 果然发现了 露露的瞳孔里 有一些细小的黑点 像是灰尘一样 其实 猫的瞳孔本来就不是纯净的 可能会有一些纹理 或者颜色的变化 但由于小萝莉 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些细节 所以当她注意到 露露的瞳孔里 出现了这些黑点时 立即就露出了担忧之色 姐姐 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啊 苏绕倾咳一声 解释道 需要送露露去宠物医院吗 花音刚落 电梯传来钉的一声 一楼到了 苏绕立即将小萝莉 拉到了电梯间的一角 这样 我现在正要回宠物医院 要不我现在就给露露抽点血 带回去验一下 结果出来后 我马上就通知你 你给我留个手机号就行 小萝莉已经完全失去了判断力 立即点头道 好 那麻烦姐姐了 苏绕说了声不麻烦 便直接从胯包里 将针筒拿了出来 你抱好露露 我现在来给她抽一点血 小萝莉点点头 立即抱紧了黑猫 苏绕激动得手都微微颤抖 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搞定了 一会儿可得让浩哥好好夸夸自己 正当苏绕要将针头 扎入黑猫后驳梗的时候 一个男人的声音 突然在苏绕身后响了起来 玲瓏 你在这里干嘛呢 苏绕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 吓得娇曲猛的一颤 手一哆嗦 针筒直接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 他连忙扭头一看 只见一名戴眼镜的短发中年男子 正站在身后 眉宇之间跟小萝莉有那么几分相像 难道这就是小萝莉的爸爸 小萝莉抓了下头发 向中年男子解释道 哦 我正要去门口拿点东西 刚好碰到这位宠物医生姐姐 她见露露病了 就好心地准备帮露露抽点血 带回去化验呢 中年男子的眉心 瞬间便拧成了的穿子 拿点东西 是拿奶茶吧 那玩意喝多了 你的血都要变成乳白色 小萝莉的嘴巴 立即就高高撅了起来 我就是偶尔喝一下嘛 又不是天天喝 血怎么就变成乳白色了 你自己不是也天天抽烟吗 真的是指许州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中年男子倾壳了一声 决定还是暂时停止 与女儿的争辩 他将目光移到了苏绕的脸上 那张绝美的面旁 让他的心跳 微微乱了些节奏 不过 这种有物可不是他能奢望的 他定了定神 沉申问道 你是宠物医生 苏绕心下一景 如果说是的话 他肯定会问自己 怎么会在园区图书馆里 可要说不是的话 又怎么会随身带着个针筒 给黑猫抽血呢 看来 只能取个折中的回答了 是的 我也是园区员工的家属 来图书馆准备找几本书看 刚好看到璐璐生病 出于职业本能 就想帮他把病治好 中年男子 弥缝起眼睛 你不知道园区现在戒严了吗 你就算抽了璐璐的血 也是出不去的 苏绕猛地震了一下 瞪大眼睛 故作惊讶道 哦 是吗 大概是他忙忘了吧 还没来得及跟我讲起这件事 既然园区已经戒严了的话 那我也就没必要抽搂的血了 说着 苏绕便将地上的针筒捡起来 放回了包里 心里却已经将这位中年男子的祖宗十八代 问候了一顿 好端端的 怎么就突然杀出个成咬金来了呢 真是功亏一篑 小罗里立即皱拔起了小脸 可是璐璐病了 总不能就这么放人不管了吧 中年男子仔细打量了黑猫眼后说道 我看璐璐的状态还行 再观察一段时间看看吧 实在不行 我就去找园区医务室的李医生来看看 小罗里有些不放心的问道 李医生 他又不是宠物医生 能看得明白碌碌的病吗 我听说他以前也做过兽医 应该问题不大 小罗里点点头 行 那我去拿奶茶了 快点回来 把作业写了呀 中年男子叮嘱道 小罗里说了声 挨压直道了 便抱着黑猫小跑着 朝图书馆大门的方向走去 中年男子按开电梯 看向苏绕道 你上去吗 苏绕摇摇头 不了 我等个人 中年男子没再说什么 迈步走入电梯 按下了三楼按钮 电梯合上后 唐浩立即从楼梯位置走了出来 苏绕刚要开口 唐浩的声音便率先响了起来 我都听见了 苏绕青咬了下嘴唇道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要不一会儿小罗里回来 直接把黑猫给抢走吧 唐浩摇摇头 刚才他已经窥视过 其他天选者的直播画面 罗刹国的马虎就是这么干的 结果小罗里瞬间黑化 把他给嘎了 现在也只能看看这个小罗里 会不会把黑猫抱出图书馆 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咱们先去吃饭吧 可是 苏绕没心促起 咱们不用在这里盯着吗 小罗里应该没那么快离开的 咱们晚饭稍微吃快点就行 就算没有盯到 唐浩也不害怕 因为刚才他发现 窥屏还有个回看的功能 就让其他国家的天选者 先替自己盯着吧 两人刚走到前面的转弯处 正好与小罗里撞了个照面 小罗里打量了唐浩一眼 你晚饭吃过了吗 小罗里点点头 嗯 吃过了 苏绕灵机一动 何不趁这个机会 套一套小罗里的话呢 也省得一会儿过来盯烧了对了 现在园区戒严了 你晚上住哪里啊 就住老爸的宿舍 那你爸爸 让你把露露带回宿舍吗 小罗里摇摇头 他嫌猫有味道 不让我往宿舍里带 苏绕和唐浩 快速交换了个眼神 没想到 这个重要信息得来的全部费功夫 那露露晚上在图书馆里乱窜的话 不会有人投诉吗 不会的 我会把它装进猫笼里 然后放进三楼宝洁室 苏绕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 嗯 这倒是个好办法 那姐姐快去吃饭吧 我也要上去写作业去了 苏绕微笑着点了点头 冲小罗里摆了摆手 便和唐浩一起走出了图书馆的大门 刚来到门外 唐浩便冲苏绕竖起了大拇指 不愧是做空姐的 这亲和力和沟通能力 确实是强啊 苏绕嘴角一弯 带着点撒娇意味地说道 浩哥可算是知道 我的好了 现在是不是有点后悔 没有早点认识我啊 唐浩的脸上掠过一丝尴尬 打了个哈哈说道 你刚大学毕业我就认识你了 还不够早啊 咱们先不说这个了 还是讨论一下 一会儿怎么抽到黑猫血吧 苏绕的眉心微微醋了起来 图书馆九点就关门 咱们得想办法在九点之前躲进去 等工作人员离开之后 就可以去三楼保洁室里 抽取黑猫血了 然后再翻窗户离开 唐浩点点头 图书馆八点半就禁止入内了 那我们在晚上八点十五分左右进入 然后找个地方藏起来 行 那就这么决定了 吃完晚饭 唐浩又去园区超市买了根绳子 便和苏绕一起回到办公室开始加班 白天的时候 新品推广方案就已经修改好了 剩下的就是竞品和目标人群分析的PPT了 在AI的帮助下 唐浩很快就整理出了一个PPT的雏形 只需要再花一两个小时调整修改一下 应该就可以交差了 唐浩看了一下时间 已经晚上八点零五分了 是时候出发了 此时的苏绕正坐在崔小北的位子上 戴着耳机 用他的笔记本电脑在观看着什么 见唐浩突然起身 苏绕触电般啪的一声将电脑盖上 撬脸上一片飞红 直播间 我去 苏绕不会是在观摩小电影吧 这脸红的一看就是体内很燥热 可惜啊 隔边长莫及 不然一定帮他一火 幸好不是耳朵红 不然唐浩可就麻烦了 看到了苏绕的反应 唐浩大概猜到了 他刚才在干嘛 不动声色的倾壳一声说道 我们该走了 苏绕素色一点头 连忙拿起垮包 和唐浩一起走出了办公室 刚来到图书馆的门口 唐浩的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 唐浩连忙拿出手机来一看 见是罗总监打过来的 眉心瞬间就拧了起来 华夏接听见 唐浩立即开口 喂 罗总监 你人呢 怎么不在办公室 罗总监的语气中 带着明显的不满 唐浩早已想好了说辞 哦 我女友的闺蜜突然肚子疼 我送她去园区医务室看看 马上就回来 放心 你要的两份文件 今天无论多玩 我都会发给你的 电话那头陷入到了沉默之中 唐浩仿佛能看见 罗总监咬牙切齿的表情 两久 罗总监吐出一口浊气 真是麻烦 看完了就赶紧回来加班 唐浩说了声 知道了 便挂断电话 和苏绕一起走进了图书馆 两人快速来到三楼 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了下来 这是一张两面 各有三个座位的长方形桌子 唐浩和苏绕 坐在背靠墙壁的这一面 在苏绕的对面 还坐着一位戴复古猿眼镜的女人 她正在认真地看着一份资料 不时在笔记本上坐着笔记 晚上8点50分 一个女生从图书馆广播里传了出来 各位读者 现在是晚上8点50分 图书馆即将闭馆 请收拾好您的物品 尽快离开图书馆 感谢您的配合 祝您晚安 广播想过之后 读者们便开始纷纷收拾起了东西 唐浩起身将刚才拿的书放回书架 一边暗自观察着 这些读者们的情况 苏绕则假装在翻看手机 心里一直在催促着 对面的那个女人快点走 你不走吗 那个戴着复古远眼镜的女人 一边将背包挎上肩膀 一边疑惑地看向苏绕 苏绕心中一紧 连忙微笑着解释道 哦 我 我在等我男朋友 他去洗手间了 一会儿就回来 女人点了点头 那你们得赶紧了 这里晚上九点准时熄灯 好的 谢谢你啊 女人说了句不用谢 便快不离开了 见女人走远 唐浩立马回到座位上 确认没人 看向自己这边后 便拉着苏绕 一起钻到了桌子底下 等了差不多四五分钟的样子 两人便觉眼前一黑 偌大的自习区 瞬间便陷入到了黑暗之中 苏绕立即叫猫身出去 唐浩连忙抓住苏绕的胳膊 往回轻轻一转 苏绕一个重心不稳 直接扑倒在了唐浩的怀里 柔软相贴 唐浩体内的惺惺之火 瞬间便有了燎原之势 唐浩一边默念道德经 一边抓住苏绕的胳膊 试图将他推离自己的身体 苏绕却是突然一把 还住了唐浩的胳膊 然而害怕 唐浩还想再推 一道手电筒的光柱 突然从远处照了过来 唐浩顿时就是心头一紧 连忙在苏绕耳畔低声说道 好在此刻危险迫近 他的注意力 全都在不断逼近的脚步声上 唐浩立刻打开了 龙国怪谈直播间 画面里显示 一名保安正拿着手电筒 在自习区的座位间 慢慢巡视着突然 手电筒的光芒 落到了唐浩外侧的座椅上 并就此定格 保安像是发现了什么端倪 快步朝两人躲藏的桌子 走了过来 苏绕郊区猛的一颤 本能叫张嘴发出惊呼 唐浩双手都撑在地面上 想要捂住苏绕的嘴巴 已经万万来不及 情急之下 唐浩只得脖子一伸 一口擒住了苏绕的嘴唇 检测到放松 放松等级 超级 精神值回复速度 五点 分钟 唐浩 你个放松系统 干脆改名叫瑟瑟系统好了 苏绕猛地震了一下 漂亮的桃花毛子 瞬间瞪到溜圆 心中小鹿乱撞 就连保安不断逼近的脚步声 也瞬间被屏蔽在耳外 直播间 卧槽 浩哥 你可算是迈出万里长征第一步了 等保安走了 干脆把这层窗户指捅破得了 我就想知道 林曼要是知道会是什么反应 要是这时候 林曼突然给唐浩来电话 就有意思了 楼上乌鸦嘴 我看娘的 真想给你来个大逼兜子 图书馆 保安的脚步声已经近在咫尺 唐浩紧紧倾着缩扰的嘴唇 不敢有丝毫放松 生怕有什么声音 从他的嘴里泄露出来 很快 保安的脚步就停了下来 唐浩只需一伸手 就可以摸到保安的鞋子 巨大的心跳声 鼓动着唐浩的耳膜 响如雷鸣 这时 保安突然伸出右手 抓在了椅背上 唐浩感觉自己的心脏 都快要破裂了 很显然 他马上就要移开椅子 然后将手电筒的光芒 刺向自己和苏扰了 随着光当一声轻响 保安拎起椅子 往桌子底下推了推 唐浩连忙将身子往里微微一侧 避开了桌腿 下一秒 保安便一开手电筒 迈步朝前方走了过去 约莫过了七八秒钟的样子 唐浩突然感觉 嘴里有一团湿湿 滑滑 软软的东西伸了进来 还试图要撬开他的牙齿 唐浩顿时如遭电击般 猛的一个机灵 连忙用力一扭头 挣脱了苏扰的亲吻 本次放松时长 两分钟 放松等级 超级 plus 获得精神值 十点 剩余精神值 六十点 直播间 苏扰你还真探娘的是个人才 这种时候 竟然还能想着瑟瑟 浩哥也太不解风情了 人家女孩子都这样了 你就回应一下又怎么了 唐浩这样做是对的 万一把持不住 突破了底线 可是要被苏扰给嘎掉的 你们都忘记那些淘汰掉的 天旋准门的遭遇了吗 直播画面中 保安的身影 彻底消失在三层的楼梯口时 唐浩终于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这边收回亏评视野 伸手戳了戳苏扰的胳膊 你可以从我身上下来了 本次亏评四分钟 消耗精神值二十点 剩余精神值四十点 苏扰显然还有些意犹未尽 低声问道 保安走了吗 唐浩非常肯定地答道 走了 我们赶紧去找黑猫吧 苏扰呕了一声 随即不情不愿地 从唐浩身上爬了下来 两人从桌子底下钻出来后 便借着应急灯的光亮 快速来到保洁室的门外 保洁室就在男女厕所中间的位置 此刻门是关着的 唐浩抓住门上的球形把手 往左轻轻一转 直接就转到了底 唐浩不由得眉色一梳 连忙往里轻轻一推 门便支压一声开了 里面黑洞洞的 什么也看不见 唐浩连忙打开手机电筒 朝里面照了照 室内靠墙摆放着各种清洁工具和用品 显得有些杂乱 中间放着把椅子和小桌子 应该是保洁阿姨平时休息的地方 唐浩目光快速一搜索 很快便落在了放在角落里的铁笼上 铁笼里有一团黑色 突然抬起脑袋来 光芒之下 要是跟黑猫对视两秒 就会被拖入环境之中 苏绕 你赶紧戴上手套 抓住黑猫 我来抽他的血 苏绕点点头 立即打开胯包 快速戴起了手套 唐浩子将手机靠墙放好 然后从苏绕的胯包里 拿出一支针筒 扒掉针头盖 做好准备 吃呀 苏绕将猫龙拉开 一边揉声呼唤着鲁笼的名字 一边伸手将他抱在了怀里 鲁笼瓜呀 鲁笼生病了 要抽点血哈 不要怕痛哦 直播间 这样骗鲁笼 真的好吗 没病都能被吓出病来了 能蹭到苏绕的大白兔 他也算不亏了 我要是能像鲁笼那样 抽我一斤血 我都绝对不带眨下眼睛的 苏绕的目光 落到唐浩的脸上 可以抽了 唐浩素色一点头 立即拿起针筒 就要将针筒 扎进黑猫的后脖梗 就在这时 一道手电筒的光柱 突然从门外射了过来 落在了唐浩的脸上 你们在干什么 门口传来一声怒喝 唐浩心里一紧 手上的动作 也不由地停了下来 那什么 我们 我们再给猫治病 唐浩一边说 一边暗戳戳地 将针筒递到了苏绕的手上 同时上前一步 用身体挡住了苏绕 给猫治病 你们不知道 图书馆已经关门了吗 快说 你们鬼鬼祟祟的 在这里到底做什么 保安一边说 一边不断朝唐浩逼近 同时将腰间的电机棒 掏了出来 听着保安的声音 唐浩不由地 就是瞳孔微微一缩 奇怪 怎么这保安的声音 那么像罗雷的呢 有没有可能 他刚才也跟自己一样 躲在了某个座位底下 等自己进到保洁室后 便假冒保安 来了个黄雀在后 想到这里 唐浩顿时就是双目一领 顶住手电筒炫目的光芒 直直看向对方眼睛的位置 你是罗雷 结结结 一串刺耳的笑声 立即响了起来 声音中充满了 癫狂和病态的兴奋 没想到你还挺聪明的 不过 你再聪明 也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因为你很快 就会变成一个死人了 说着 罗雷便打开了电机棒的开关 蓝色的火花快速闪烁着 发出噼里啪啦的电流声 仿佛一条不断吐着性子的毒蛇 随时准备给人致命一击 快点 把黑猫交出来 否则 我就垫死你女友闺蜜 唐浩心中感到一丝诧异 按照正常的逻辑 罗雷说的 应该是垫死你 而不应该是垫死你的女友闺蜜 但他随即想起了办公室规则舞 办公室 包括园区内 崇尚文明沟通 禁止一切伤害同事身体的行为和命令 诅咒除外 应该是受到了这条规则的约束 罗雷才没有直接对自己使用电机棒 而苏绕并不是四叶园区的员工 所以算不上是罗雷的同事 因此 罗雷才将矛头指向了苏绕 试图通过威胁他的生命 来达到拿走黑猫的目的 快点 别磨磨蹭蹭的 罗雷上前一步 将电机棒往苏绕的方向一对 苏绕吓得发出一声轻呼 连忙往唐浩身后一躲 罗雷的脸上露出猙獰的笑容 别以为躲到唐浩身后就没事了 我这里还有一瓶防狼喷雾 我喷到空气里 应该不算是伤害同事的身体 所以 唐浩可你别想钻规则的空子 否则只会吃更多的苦头 唐浩立即抬了抬手 示意罗雷不要冲动 心里却在思量着 刚才苏绕到底有没有抽到黑猫血 看来 现在也只能赌一把了 而且 罗雷拿到的那根头发 其实并不是自己的 就算把黑猫交给了他 自己也并没有处于劣势 苏绕 唐浩冲身后测了测脑袋 把黑猫给他吧 可是 苏绕的声音里已带了哭腔 那样 浩哥就会没命的 唐浩转过身 揉了揉苏绕的胳膊 放心 我没那么容易死的 快点把黑猫给他吧 苏绕立即抽气了起来 浩哥你骗人 他拿到了黑猫血 你哪里还有命活 你死了 并将他放进了 事先准备好的袋子里 快把卢捕还给我 苏绕哭喊着 就要朝罗雷冲过去 唐浩连忙一把 将苏绕抱在了怀里 别去 被电击棒打到了 会很疼 而且搞不好 还会大小便失禁的 一听这话 苏绕立即停止扑腾的动作 安静了下来 过了两秒 苏绕转过身 直接趴到唐浩身上 肩膀一耸一耸地抽气了起来 罗雷节节一笑 却并不急着离去 他再次将手电筒的光芒 照到唐浩的脸上 唐浩 你刚才那个针筒吗 给我看看 他必须要确认一下 针筒里没有黑猫血 才能放心离开 唐浩正不知道 该怎样回答的时候 左手突然被塞进了 一个圆筒状的物体 很显然 这是苏绕将针筒 塞到了自己的手里 但因为视线受阻 左手的位置 又处于一片黑暗中 唐浩无法知道 针筒里有没有黑猫血 所以 一时拿不定主意 该不该将针筒交给罗雷 鬼鬼祟祟的 搞什么呢 罗雷再次举起电击棒 直接放到了苏绕的脖子上 快点拿出来 别逼我按下开关 唐浩咬了下后槽牙 连忙将左手举了起来 罗雷连忙一把夺过针筒 拿到手电筒下仔细看了看 发现里面是空的 罗雷嘴角一脸 立即就将针筒丢到地上 狠狠一脚踏碎 然后又将手电筒 朝唐浩和苏绕照了照后 说道 唐浩 趁着你最后还有点时间 赶紧跟这位家人 做点想做的事情吧 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吗 我会给你15分钟时间 也不枉咱俩同事一场了 唐浩不由得在心里 发出呸的一声 对罗雷的心心作态感到不屑 他心里很清楚 罗雷所谓的 给他15分钟时间 做想做的事 不过是为了给自己赶回宿舍 实施诅咒 争取时间而已 罗雷冲唐浩摆了摆手 拜拜 好好享受最后的时光吧 说着 罗雷便慢慢退出宝洁室 同时将宝洁室的门关上 只是 罗雷手上并没有宝洁室的钥匙 所以也无法给门上锁 他立即关上手电筒 借着应急灯的光芒 朝三楼楼梯口的方向冲去 直播间 卧槽 不是吧 就这么让罗雷抱着黑猫跑了 唉 啥都别说了 准备好遭受怪谈入侵吧 可千万别降临到我们魔朵啊 求求了 唐浩啊 还是抓紧生命的最后15分钟 做点想做的事情吧 不 依然亮着苍白的光芒 门被关上的一瞬间 唐浩的目光 立即落在了苏绕的脸上 你刚才 苏绕突然弯起嘴角 伸手往兜里一掏 一个装有五分之一管血液的针筒 赫然出现在了唐浩的视野里 唐浩的谋底 瞬间如星河般要动起来 他猛地朝空气里一挥拳头 Yes 我就知道 你肯定是抽到黑猫血了的 这次幸亏多代的针筒出来 否则就真的是彻底完蛋了 苏绕啊 你刚才眼睛也太逼真了 我都被你给骗了 苏绕得意的仰起嘴角 以前在大学 我可是话剧社的主力呢 直播间 呜呼 太好了 唐浩有救了 苏绕你这小蹄子 简直把我骗得死死的 真他娘的 干得漂亮 尼玛 刚他娘的 当你到谷底 现在又冲到了高潮 简直比看电影还刺激 就说嘛 我浩哥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嘎了呢 七八分钟后 罗雷气喘吁吁的冲进宿舍 砰的一声将房门关上 然后迅速打开衣柜 将那个血有唐浩名字的娃娃拿了出来 乌鸦和八个血已经就绪 现在就只剩黑猫和自己的血了 罗雷立即拿出两只针筒 用最快的速度 在黑猫和自己身上 各抽取了两毫升左右的血液 然后将这四种血液 全部注入一个空杯之中 接着 他又拿了一个木棒 开始在杯中快速搅动了起来 看这四种血液已经完全融合 罗雷立即又便拿起一只针筒 小心翼翼地在杯中 抽取了两毫升的血液 然后拿起娃娃 将针头刺入了娃娃心脏的位置 深吸一口气之后 罗雷便开始慢慢推动注射器的活塞 随着血液的注入 娃娃的心脏位置 很快便晕染开一块触目的烟红色 注射好血液 罗雷立即便将针筒放到一边 目光却是一转不转地落在娃娃的身上 如果一视成功的话 娃娃会迅速变得枯萎 他在等待着历史性的一刻到来 然而 等了约莫两分钟的样子 娃娃还是没有任何的变化 罗雷开始有些慌了 额头不知不觉已经冒出了细密的汗珠 他开始怀疑自己的操作是否有误 或者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乌鸦 八格和黑猫 全都是在毛色纯黑色的情况下 被抽取血液的 所以肯定不是血液的问题 那么 问题是否出在了娃娃身上 可是不应该啊 连用布条和草作的娃娃 都可以用来诅咒 自己这个娃娃 就更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还是说 唐浩的本名并不叫唐浩 想到这里 罗雷立即拿起手机 给叔叔罗总监拨了过去 电话接通的一瞬间 罗雷立即迫不及待地开口问道 喂 三叔 唐浩的本名是不是并不叫唐浩 罗总监愣了一下 随即答道 是叫唐浩啊 我亲自确认过他的身份证的 那为什么这个仪式没有奏效 什么 仪式没有奏效吗 嗯 刚才我已经将四种混合的血液 注射到了娃娃的心脏的位置 可是现在三四分钟过去了 也不见娃娃有任何枯萎的迹象 短暂的沉默之后 罗总监突然发出一声惊呼 妈的 我们都被唐浩这小子给骗了 神 什么被骗了三叔 你说清楚一点啊 是那根白头发 我当时就觉得有点蹊跷 现在想来 那肯定是唐浩故意粘到脑袋上的一根假头发 听到这里 罗雷顿时就攥紧拳头 猛的一拳砸在了墙壁上 唐浩这小子 也太狡猾了吧 你先不要激动 唐浩那边什么进度了你知道吗 别的我不知道 但黑猫血他还没有收集到 我是可以确定的 因为现在黑猫就在我手上 很好 一会儿唐浩还会回办公室加班 到时候 咱们再想办法好他一根头发 不就气活了吗 可是 他会乖乖配合咱们吗 放心吧 我是他领导 只要不违规 他就必须得听我的 到时候 我随便找个借口 让他是戴一下 里面有魔术贴的帽子就行了 还是三叔有办法 回头我一定好好孝敬你老人家 我还很年轻好吧 一夜五次都没问题 你小子 这就骤我老了 我说的是老师的老 是一种尊称 行了 你快赶紧带着东西 去我办公室里蹲着 等我一拿到唐浩的头发 你就立即施皱 免得夜长梦多 知道了三叔 我这就过来 挂断电话 罗雷快速将娃娃 抽了混合血液的针筒 以及剪刀 针线 装入背包 刚要去抓房门把手 罗雷突然感到 心中猛地咯噔了一下 随即心脏处便传来一阵剧烈的疼痛 仿佛有一根钢筋 刺入了他的胸膛 身体也瞬间变得虚弱无力 很快 罗雷便双腿一软 咚的一声 摔倒在了地上 罗雷试图伸手 将兜里的手机掏出来 给叔叔打过去 但是他的双手 开始不受控制的颤抖 根本不听使唤 疼痛越来越剧烈 仿佛有无数只带刺的铁手 在他的肚子里 疯狂揉捏撕扯着他的内脏一般 罗雷很快意识到 这肯定是唐浩 对自己成功施展的诅咒 可是不应该啊 自己明明检查过他的针筒的 里面根本就没有猫血啊 为什么 难道园区还有第二只猫吗 唐浩 过日你 砰的一声闷响 罗雷的心脏瞬间爆裂 紧接着 他脸上的皮肤 开始如烧成灰烬的指挥般 斑驳飞扬 飘散在空气中 大约过了一分钟的样子 罗雷便彻底化作片片指挥 飞出窗户 消散在了夜色之中 只在地板上 留下了一个淡淡的人形痕迹 唐浩的房间内 看着迅速枯萎 破败的布娃娃 唐浩兴奋地一把 将苏绕抱起来 原地转了三个圈 太好了 我们成功了 苏绕则是受宠若惊 漂亮的桃花眸子 瞬间瞪到了核桃般大小 这幸福来的 也太突然了吧 将苏绕放下来之后 唐浩一脸郑重地 对苏绕说道 苏绕 这次真的多亏有你 我必须得好好感谢你 说吧 想要什么 前提是 不可以触犯底线 苏绕堵堵着小嘴 思索了几秒后 说道 我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从现在开始 你必须得叫我扰 怎么样 这个要求没有触犯底线吧 唐浩略一沉吟 便点头道 行 我答应你 不过 林曼在的时候 我还叫你苏绕 苏绕爽快地点了下脑袋 行 那就这么说定了 那 苏绕轻轻咬了下英红的嘴唇 浩哥这就叫一声扰来听听吧 唐浩酝酿了一下 还是有一种很别扭的感觉 不过 看着苏绕那一脸期待的样子 再加上自己刚才都已经答应了人家 只好硬着头皮 从唇齿间硬起了 饶 饶 苏绕的眉心 立刻就微微醋了起来 你这叫得也太生硬了 不行 这次不算 苏绕抬起漂亮的桃花毛子 想了想 随即就是一个机灵 对了 你要看着我的眼睛 用最温柔的声音说 然而你真美 唐浩顿时便如泥泰木素般 正在了原地 难难道 不是 这也太 苏绕翘翘脸一沉 这触犯底线了吗 唐浩揉了下鼻子 没有倒是没有 可也太过亲密了吧 那就是没有 还是说 浩哥要感谢我的话 其实并非出自本心 更多的只是敷衍 唐浩连忙摇头 没有 我真的是出自本心的 行 我说 说着 唐浩便深吸一口气 看定苏绕的 那双漂亮的桃花毛子 灯光的映照下 苏绕的眸底 仿佛有璀璨的星河 在轻轻要动 简直美艳不可方物 唐浩看得 也不禁有些吃了 咽了口唾沫之后 唐浩便轻轻张开嘴唇 用低沉温柔的声音说道 然而 你真美 听得出来 这五个字 每一个字 都是发自唐浩的肺腑 苏绕只却心中轻轻一荡 翘脸上顿时附上了两抹烟红 宛如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 娇羞地低下了头 嘴角却是不由自主地 让起了一抹幸福的微笑 就在这时 唐浩的手机铃声 突然响了起来 是罗总监打过来的 唐浩犹豫了一下 还是滑下了接听见 罗总监不满的声音 立即劈头盖脸地 从听筒那头砸了过来 唐浩 你怎么还不来办公室加班 陪你女友闺蜜看个病 看这么老半天 你是成亲在外面摸鱼的吧 唐浩的双眼微微咪了咪 听罗总监这语气 应该还不知道 罗雷已经嘎了 要不要直接告诉他呢 好让他知道 在折腾自己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略一沉吟 唐浩便轻摇了下脑袋 不行 万一罗总监 知道自己执子嘎了 狗急跳墙了怎么办 还是先不动声色的好 唐浩轻咳一声 说道 哦 我们已经从园区医务室出来了 这就回办公室 赶紧的 限你五分钟之内赶回办公室 我就在这里等着你 罗总监说完 便挂断了电话 唐浩立即扭头 对苏绕说到罗总监 催我回办公室加班 我现在已经没有危险了 你就待在家里吧 苏绕的小嘴 立即就撅了起来 我才不要一个人在家里 我要陪着浩哥 唐浩犹豫了一下 随即点了点头 行 那我们快点赶过去 唐浩刚一开门 就看见身穿白大褂的陈昂 直愣愣地站在自己的房门口 陈昂的右手上 还拿了一把菜刀 菜刀的刃上 沾着新鲜的血迹 见到唐浩 陈昂立即咧开嘴角 露出一抹诡异的微笑 随即慢慢歪起脑袋 轻声唱了起来 小兔乖乖 把门开开 快点开开 我要进来 不开不开我不开 妈妈不回来 谁来也不开 碰 唐浩立即将门撞上 并咔哒一声锁上门栓 刚才陈昂那怪异的荧幕 苏绕也看在了眼里 他有些害怕地问道 陈昂这是怎么了 唐浩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这小子是双重人格 刚才是他的第二人格上线了 苏绕的瞳孔阔了阔 他这第二人格 看起来好吓人啊 唐浩点头 嗯 应该是类似汉尼巴那样的很角色 苏绕孤嘟一声 吞了口唾沫 那咱们怎么办 要不就别去加班了吧 唐浩的眉心轻轻拧了起来 如果今晚不去的话 明天罗总监 是绝对不会给自己好果子吃 说不定还要遭受 办公室规则的惩罚 除非六级员工的任命 能在明天一早救下来 不过这种可能性应该不大 越大的公司 通常行动力都会非常缓慢 算了 办公室还是得去的 至于陈昂 宿舍规则实理说的是 如果看到你的室友身穿白大褂 请一定不要跟他独处 那么 如果自己跟苏绕一起出去的话 就不算是跟陈昂独处了 所以 应该不会引起他的暴走才对 想到这里 唐浩便扭头对苏绕说道 还是得去加班的 办公室里有一条规则 对于领导下达的任务 必须按时按时完成 在没有成为六级员工之前 我还是不要违背这条规则好 苏绕露出害怕的表情 可是陈昂他 咱俩一起出去 应该没事的 他这个人格 应该只会对落单的人下手 唐浩轻声安慰道 苏绕点点头 立即抓紧了唐浩的胳膊 压得两只白兔都变了形 唐浩这边将房门打了开来 刚才还站在门口的陈昂 已经消失不见 不过陈昂的房门却是开着的 里面传来一阵奇怪的嘎吱声 苏绕将唐浩的胳膊 抓得更紧了 唐浩拍了拍苏绕的胳膊 示意他放轻松一些 随即便卖步朝前走去 经过陈昂房门的时候 唐浩立即扭头朝里面瞥了一眼 只见陈昂正拿着一块生牛肉 坐在椅子上啃 嘴里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仿佛在嚼脆骨一般 他的脸上露出猙獰 贪婪而又癫狂的表情 血水顺着他的嘴角 滴到白色的大褂上 形成一片烟红的斑驳 就在这时 陈昂突然停止撕咬牛肉的动作 扭过头来 瞪大眼睛看向唐浩 诡异的笑容 立即从陈昂那还躺着 血水的嘴角浮了出来 浩子 这牛肉嘎嘎香 你也来点吧 说着 陈昂便将手上的生牛肉 朝唐浩伸了过来 唐浩强压住胃里的不适 立即摇头道 不用了 你还是自己慢慢享用吧 说着 便带着苏绕快步奔向了屋门 正当唐浩准备去抓门把守的时候 突然 砰 砰 砰 门上传来一阵有节奏的敲门声 唐浩顿时心中一警 不会是罗总监找上门了吧 唐浩在屋吗 一个清脆的女生 从门外传了进来 唐浩立即与苏绕 交换了个疑惑的眼神 随即上前一步 将眼睛贴到了猫眼上 只见门外的走廊里 站着一男一女两名 身穿职业装的人 那名女人的手里 还拿着一个文件袋 唐浩的眉心瞬间微微拧起 这不会是 来给自己送进声通知的吧 这也有点推快了吧 谁啊 唐浩提着嗓子问了一句 我们是人事部的 特来递送进声六级员工通知 女人立即回答道 果然 跟唐浩的猜想一模一样 听到这个消息 缩扰欣喜地 扯了扯唐浩的胳膊 浩哥 恭喜啊 看来咱们今晚 不用去办公室加班了 咔哒一声 唐浩按下门把手 将屋门拽了开来 门外两人 立即冲唐浩汗了汗手 恭喜唐先生 荣升为园区六级员工 唐先生的最新职位 是园区公关总监 直接向营销副总 郭勇汇报工作 这里是公关总监的任命书 说着 女人便恭敬地 将手中的文件袋 递到了唐浩的跟前 唐浩联盟接过 并没有急于拆开 而是冲两人说道 感谢两位这么晚过来 给我送任命书 两人微笑着说道 这都是我们该做的 如果没什么事情的话 我们就回去了 唐浩联盟喊了一声 稍微等一下 那什么 品牌推广部的罗总监 是我之前的上司 他刚才还让我去办公室加班来着 你能不能帮我跟他说一声 我已经不是他的下属了 我怕自己说的话 他不一定会相信 女人眯缝了下眼睛 放心吧 你今生的通知 刚才已经发到了罗总监的手机上 从现在开始 你们俩是平起平坐的关系 他无权再对你下达任何指令 唐浩露出一副如释重负的表情 再次跟女人道过谢之后 便将屋门轻轻关上 快速回到房间 将房门反锁上之后 唐浩立即将文件带拆了开来 里面有一张精美的烫金纸 和一枚六级员工的凶章 凶章是一片银色的四叶草 四叶草的中心 有一个醒目的数字六 在灯光的照耀下 散发着很有质感的金属光泽纸上 所写的则是任命书 尊敬的唐浩先生 恭喜您在五金六的晋级竞争中获胜 我们很高兴地宣布 您已经被任命为园区公关总监 即刻生效 作为公关总监 您将负责 和唐浩一起看完任命书后 肃扰的眼角眉梢 立即流露出喜悦的神情 浩哥 要不 我去厨房煎两块牛排 再倒两杯红酒 咱们好好庆祝一下 唐浩的脑中立刻闪过一针 陈昂刚才肯生牛排的恐怖画面 连忙摆手道 还是算了吧 太晚了 吃了牛排不容易睡着觉 而且 我的晋升 是以罗雷失去生命为代价的 本质上 这并不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 苏扰嘟了嘟小嘴 轻轻嗷了一声 唐浩拍了拍苏扰的胳膊 时候也不早了 咱们还是洗洗睡吧 一听这话 苏扰的同色瞬间亮了起来 浩哥的意思是 咱俩一起洗澡 一起睡觉 唐浩脸上的表情 顿时就是微微一僵 发生关系 是会死得好不好 唐浩揉着鹅脚 摇了摇头 不是 我的意思是 你先去洗 然后我再去洗 再然后我睡沙发你睡床 苏扰的眼神 一下子暗淡了下来 撇了撇嘴道 没劲 浩哥 你胆也腿小了吧 唐浩尴尬的笑了笑 这不是胆子小不小的问题 这是做人底线的问题 话音刚落 唐浩的手机铃声 便突然响了起来 是林曼发过来的视频通话请求 唐浩让苏扰站到阳台上后 便划下了接听见 视频里的林曼 今天穿了一件黑色的漏肩连衣裙 头发梳成了一个低马尾 看起来非常有气质 老公 告诉你个好消息 我刚才跟领导申请了一下 应该明天晚上就可以飞回来了 林曼迫不及待地 向唐浩宣告了这个喜讯 一听这话 正些以阳台门框的苏扰 立即发出了啊的一声轻呼 几乎就在同时 苏扰立即意识到自己闯祸了 连忙一把将自己的嘴巴给捂了起来 眼睛紧张地看向唐浩 但是这一声 还是被林曼给听到了 老公 我好像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你房间里 不会还有其他人吧 林曼的语气有些怀疑 唐浩强坐镇定地答道 怎么会呢 刚才那是电视的声音 一听这话 苏扰立即几个剑步冲入房间 将挂在墙上的电视机给打了开来 电视的声音 林曼的眉心慢慢猝了起来 你把手机镜头对准电视机 我看看 唐浩的一颗心 已经快冲到了嗓子眼 看到电视画面 仍然还在独秒进入 便笑着说道 老婆 你这件黑色裙子 在哪儿买的 我还从来没见你穿过呢 一说到裙子 林曼立即就来了兴致 这是昨天我跟小雅 一起去这边的步行街买的 怎么样 好看吗 唐浩点头 嗯 特别有气质 感觉我都有点配不上你了 林曼玩耳一笑 老公你这么帅气又有能力 我配不上你才对呢 刚才说到哪儿来着 哦对了 看电视 老公 你不是在转移话题吧 唐浩心里一紧 赶紧说道 没有没有 我怎么会转移话题呢 我只是觉得 老婆你今天特别漂亮 有点看入神了 林曼的脸颊上 立即就浮上了两抹烟红 娇春道 油嘴滑舌 不过 谢谢老公的夸奖 我现在很开心 见电视画面 跳转到电影频道 唐浩立即将手机镜头 转向了电视机 而苏扰 也早已自觉地 溜到了阳台的位置 看了眼镜头里的电视 林曼突然开口道 老公 你现在用手机镜头 将整个房间扫一遍 唐浩抿了下嘴唇 老婆 你不相信我 我当然相信你了 但我对园区的那些狐狸精 可就没那么相信了 还是确认一下比较好 唐浩没再说什么 这边拿着手机 将整个房间 慢慢扫了一遍 怎么样 没有其他人吧 去阳台上看看 林曼下达了新的指令 唐浩不动声色地笑着问道 老婆 你今天怎么这么敏感啊 今天右眼一直在挑 我总觉得 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老公 你可别嫌骂啰嗦 唐浩笑着摇摇头 怎么会呢 这足以证明 老婆很爱我吗 说着 唐浩便迈步 朝阳台的方向走去 唐浩没往前迈出一步 心跳就剧烈一倍 只短短几步 心脏就仿佛要撞破胸膛一般 他很想提醒苏绕 赶紧想个办法溜出来 可视频连线正在进行中 而且 手机的镜头 又正对着阳台的玻璃门 任何的小动作 都会引起女友的怀疑 让自己陷入此地 无影三百两的境地 现在 这个解释能够让女友幸福 同时也希望苏绕能够配合她的谎言 让这个局面不至于太难看 很快 唐浩就走到了阳台上 目光迅速地扫过整个阳台后 唐浩便在一瞬间正住了 苏绕 竟然不见了 阳台上除了几盆绿植 和关在笼中的八个之外 便别无他物了 直播间前的观众们 也是同样的一脸猛逼 我去 苏绕不会是会引申术吧 有没有可能 他此刻正手脚并用地 撑在唐浩的头顶呢 阳台并不算宽 有过攀岩经验的 还是挺容易做到的 不会是直接跳楼了吧 我看苏绕和林曼 有点塑料姐妹花的意思 应该不至于会为了这点事 而直接跳楼 阳台上 唐浩拿着手机 通过镜头 向林曼展示了阳台的情况 林曼看了一圈后 露出了抱歉之色 对不起啊老公 主要是最近老是 刷到一些出轨的视频 就有点草木皆兵了 老公你不会怪伴吧 唐浩笑着摇摇头 怎么会呢 这主要也是 咱们两地分居给闹的 对了 刚才忘记 跟你说个重要的事情了 我们园区从今天开始戒严了 林曼的眉心 瞬间猝了起来 戒严了 嗯 园区有污染源泄漏 我们或多或少 都受到了一些污染 所以现在 不让里面的人出去 也不让外面的人进来 老婆你要不 还是晚几天再回来吧 现在就算回来了 也是进不来园区的 林曼沉默了一会儿 才缓缓点点头 行 那我再多待几天 什么时候戒严结束了 老公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放心吧 肯定会立即告诉你的 唐浩本来还想跟林曼 说说自己容身 公关总监的事情 但肃扰的凭空蒸发 让他悬着的心 没法放下来 决定还是快点 结束这场对话 老婆 你早点休息吧 我也要吃要睡觉了 不休息好 污染会很难清楚的 林曼点点头 立即对着镜头拨了一下 嗯 那老公晚安 唐浩脸颊微微一红 冲着镜头摆手道 老婆 晚安 林曼立即小嘴一撅 连个晚安稳都不给 小妾 唐浩尴尬一笑 这才嘟起嘴唇 恩昂地拨了一下 老婆晚安 林曼嘴角一扬 这还差不多 挂断视频通话后 唐浩立即冲向阳台 轻声呼唤道 然而 你在哪 浩哥 我在外面 苏绕的声音从阳台外传来 唐浩心中一喜 立即打开阳台的纱窗 探出脑袋 朝声音传来的左侧看过去 只见苏绕正紧贴着外墙 站在了客厅阳台 和卧室阳台之间空调外击上 唐浩说了句真有你的 便探出半个身子 朝苏绕伸伸出了右手 苏绕小心翼翼地抓住唐浩的手 一点一点挪到卧室的窗户底下 然后慢慢转过身子 直接就抱住了唐浩的脖子 浩哥 用力拉我上去 唐浩点点头 这便用双手抱住苏绕的后背 往后退去 唐浩现在的力气 已经远超现实世界的自己 再加上苏绕并不算重 所以很轻松地 就将他从外面拉进了阳台 刚一进阳台 苏绕的两条腿 立即就盘在了唐浩的腰间 整个人像树袋熊一样 紧紧粘在了唐浩身上 八哥被眼前的动静惊醒 立即张嘴喊了起来 不要脸 不要脸 唐浩暗绰绕地朝八哥竖了的大拇指 随即硬生生将苏绕 从自己身上扯了下来 时间不早了 快赶紧去洗澡睡觉吧 第二天早上刚洗漱完的陈昂 正准备去敲唐浩的房门 唐浩的房门便枝压一声开了 唐浩今天穿的西服 比昨天要鼻挺很多 胸口也多了一枚亮闪闪的银制胸张 我去 陈昂发出一声轻呼 立即凑到胸张前 抬了抬眼镜 凝神细看了起来 好几秒之后 他才抬起头来 惊讶而又欣喜地看向唐浩 浩子 你成东晋级了 唐浩微笑着点了点头 什么时候的事情 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就是昨晚 你那时候应该是睡着了 陈昂羡慕地搓了搓手 六级员工啊 简直牛批大发 可以进高管小食堂吃饭 还可以有专属秘书 管理着手底下二三十号人 不亚于一个私企老板了 缩扰勾勾了勾唇脚说道 羡慕的话 你也去竞争啊 陈昂立即波浪鼓四地 摇起了脑袋 我可不敢 浩子 那以后能不能带我们去高管小食堂 见见世面啊 唐浩想了想 我记得手册上写的是 每次只能带一人 这几天肯定是要以饶而优先 你就先委屈一下 然而 陈昂挣了一下 随即一把抓住唐浩的胳膊 将他拽到了一边 叫得这么亲密 你们俩不是那个了吧 唐浩顿时就是讹脚一黑 没有 这次能成功晋升六级 多亏了苏绕帮忙 这是他提出的感谢条件 你说 我能不答应吗 陈昂一拳对在了唐浩的胸口 你小子真的是 走了狗屎桃花月 依我说 干脆跟林曼芬了 把苏绕收了得了 唐浩立即赏了陈昂一个白眼 宁差十座庙 不悔一桩婚 你还是积点得吧 就在这时 楼下突然传来了 一阵急促的警笛声音 三人军士瞳孔一缩 连忙冲向阳台的位置 朝楼下望去 只见一辆救护车 猛的一个急杀 车还没停稳 几名身穿防化服的人员 就从救护车里跳了出来 迅速冲进了宿舍楼 陈昂的双眼瞇了瞇 疑惑道 这他娘的什么情况 宿舍楼里有人犯病了 唐浩摇了摇头 不像 要是有人犯病 也没必要身穿防化服 进来抬人 而且 你不觉得 他们有些过于着急了吗 缩扰猝起眉心 的确 感觉就像是要去救火一样 陈昂巴结了下嘴巴 你们说有没有可能 跟这次的园区污染有关 唐浩没有吭声 算是对陈昂做了个肯定的回答 一双眼睛 却是死死盯着楼下 大约过了三四分钟的样子 便见几名身穿防化服的工作人员 其中一名工作人员 直接就掏出一根电机棒 对在了他的身上 男人的身体 猛地震颤了几下 随即便不再动弹了 唐浩注意到 男人的脸瘦穴而苍白 脸部的轮廓 似乎也发生了某种变异 明显鼻子和嘴巴要凸起一些 感觉就像是一只老鼠 浩哥 你不觉得 那人长得有点像老鼠吗 苏扰瞪大了眼睛 脸上露出惊恐的表情 陈昂不以为然地说道 有人长得就那样 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不过这家伙 到底是得了什么病 难道这就是 被污染后的症状吗 唐浩掐着下巴 若有所思 周明之前在信里提到过 被黑树的气息感染后 会快速落去 可是单架上的这个人 却并没有看出苍老的样子 非但没有苍老 反而给人感觉 力气非常大事的 还是说 是黑树造成的污染升级了 只要被污染 就会变成老鼠的样子嘛 而且还会被控制心智 浩哥 你在想什么 缩扰的目光 落在了唐浩的脸上 唐浩舔了下嘴唇 素色说道 我也只是猜测 不一定就是正确的 这个人应该是没有吃蓝色药丸 被污染侵蚀 开始变成类似 鼠人一类的异形生物 陈昂皱起眉心 鼠人 就像忍者神规的老师 斯普林特 唐浩想了想说道 你可以这样理解 不过 刚才单架上那个家伙 明显没有斯普林特那样睿脂 感觉完全只有最原始的本能 缩扰同色一紧 就像丧尸那样 唐浩点点头 嗯 没错 陈昂孤独一声吞了口唾沫 立即就从兜里 掏出蓝色药丸 塞进自己嘴里 狠狠咽了下去 唐浩疑惑地问道 不是 你早上没吃吗 吃了 我现在觉得一颗不够 再补一颗 心里踏实现 唐浩拍了拍陈昂的胳膊 你也别太紧张了 刚才都只是我的猜测 我们赶紧下楼 跟张大爷问问情况 很快 三人便乘坐电梯 来到了一楼 前方已经排成两列 正在有秩序地 接受仪器的检测 一旁的喇叭里 在不断循环播放着一条音频 核心意思就是 一定要吃蓝色药丸 否则后果很严重 唐浩的目光 落到宿馆办公室 张大海手里端着个茶缸 正忧心忡忡地 看着外面排队的人群 唐浩立即从陈昂兜里 掏走滑子 走到宿馆办公室的窗口前 将一整包滑子 都给张大爷递了过去 张大爷的眼角 立即笑出鱼尾文 然后不动声色地 将画子密进了口袋里 是劫师帮用完了 唐浩摇摇头 压低声音问道 张大爷 刚刚被抬走的 那人什么情况 张大爷看了眼 外面的工作人员 确认没人注意到自己这边 才凑近唐浩的耳朵 低声说道 那小子没吃蓝色药丸 发生变异了 唐浩顿时就是同色一阵 果然跟自己猜想的一模一样 这么重要的情况 他们为什么不管而告知 张大爷摇摇头叹了口气 怕引起恐慌 逃跑或暴乱呗 放心吧张大爷 我不会乱说的 回到队伍里 陈昂立即碰了碰唐浩的胳膊 浩子 什么情况 唐浩素色说道 跟我刚才猜测的一模一样 我日啊 这里不会变成第二个散公司吧 唐浩立即在陈昂的屁股上 对了一膝盖 别声张 你想一起恐慌啊 陈昂舔了下嘴唇 浩子 要不咱们想个办法逃出去吧 我可不想变成人属丧尸啊 陈昂的话倒是提醒唐浩 崔小北说 昨晚要跟老乡们一起逃走 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想到这里 唐浩便掏出手机 直接给崔小北拨了过去 很快 一个冰冷的提示音 便从听筒里传了出来 对不起 您所拨打的号码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试 唐浩的谋底的担忧之色 瞬间变得浓重了起来 崔小北他 不会是出了什么意外吧 这时 三人已经排到了队伍的最前面 唐浩连忙收回思绪 一边配合工作人员的检测 一边侧转身体 避免将后背对着张大爷 出了宿舍楼 陈昂便开口问道 浩子 你刚才给谁打电话呢 之前坐我旁边的一位同事 他昨晚跟老乡一起 逃出园区来着 唐浩低声回答道 陈昂顿时就是一个机灵 那他逃出去了吗 唐浩摇摇头 不知道 电话打不通 不过 我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 陈昂的猴姐滚动了一下 不会吧 刘是死 陶也是死 园区这是要将我们赶尽杀绝啊 唐浩撇了撇嘴道 园区要是想将我们赶尽杀绝 还有必要给我们吃清楚污染的药吗 你别自己吓自己好吗 陈昂面不服气道 那你那个同事怎么失联了 唐浩看了眼 头顶被雾霾笼罩的天空 说道 搞不好跟园区的污染源有关 算了 咱们还是先别说这些了 快去吃饭吧 就算地球停转了 也不能影响咱们干饭 不是吗 经过普通员工大食堂门口的时候 唐浩拍了拍陈昂的胳膊 我代扰去高管小食堂了 拜拜 陈昂不满地嘟囔了具重色亲友的家伙 便转身走入了大食堂 高管小食堂是一栋造型复古的二层小楼 门口站着两名身穿黑衣的保安 看到唐浩胸口别着的银制四叶草胸章后 两名保安立即恭敬地冲两人 做了个请的手势 顺着楼梯来到二楼大厅 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一片豪华的装饰 墙壁上挂着壮阔的山水画 地面铺着厚厚的地毯 天花板上的水晶吊灯 散发着璀璨的光芒 大厅的一侧列着一排长桌 上面摆满了丰盛的自助餐 有新鲜的水果 精致的点心 香浓的咖啡 以及各种丰盛的早餐 另一边还有几名身穿白色厨师服的厨师 在现场烹饪 空气中弥漫着食物的香气 让人垂涎欲滴 看其规格 基本上跟五星级酒店的自助餐别无二致 看到眼前的场景 苏绕的铜色瞬间水晶灯般亮了起来 呜呼 没想到园区的高管小食堂竟然如此豪华 浩哥 咱们先站到位置吧 说着 苏绕便小雀般蹦跋到一个窗口的位置 将手提包放到了座位上 然后回来和唐浩一起挑选起了食物 一圈下来 唐浩只选了一碗白米粥 两根油条 两个煎蛋 外加一些水果 他没有选择任何含有肉类的食品 尽管高管小食堂的门口并没有写明相应的规则 但不排除大食堂的规则也适用于这里 反正小心点总不会有什么错 另外就是 不知道这里是否有黑蛇汤供应 唐浩决定等到中午再看看 如果没有的话 自己还得跑一趟普通员工食堂 看到唐浩吃得全是素食 苏扰不惊 微微促起眉心 浩哥 你怎么一点肉都不吃 唐浩不动声色地答道 哦 早上没什么胃口 就想吃清淡一点 说着 唐浩便用筷子夹起一根油条 咬了一大口 刚将这口油条咽下 唐浩就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正从楼梯口的位置走了过来 正是 罗总监 仿佛有着某种心灵感应似的 罗总监的目光 很快也朝唐浩这边射了过来 四目相对 罗总监立即就露出了一副 要将唐浩给一口吞了的表情 似乎是感受到了唐浩眼神的异样 苏扰立即扭过脑袋 朝唐浩目光锁指的方向看过去 当看到是罗总监时 苏扰顿时用右手食指拉下右眼 吐着舌头 冲他一顿略略略 直播间 妈呀 苏扰这个动作也太可爱了吧 已经截图 最新的表情包有了 这嘲讽可以说是毫无杀伤力 简直萌化了老夫的一颗道心 高管小师堂内 罗总监三步并坐两步的来到唐浩跟前 瞪向唐浩的眼睛里似乎要喷出子弹来 一双拳头更是钻得咔咔直响 仿佛随时都会将骨节捏断一般 苏扰一脸不满的看向罗总监 喂 好狗不挡道 你别在这里影响我们吃饭好不了 唐浩 罗总监突然伸手指向唐浩的鼻子 我要向你发出六进七个挑战 唐浩淡定的咬了口油条 不好意思 我想休养生戏一段时间 暂时不想晋升 你个胆小鬼 你就是个缩头乌龟 是个卢瑟 罗总监唾磨心思飞剑 唐浩看着罗总监的眼睛 一字一顿地说道 可是 就是我这个缩头乌龟 刚刚赢下了五进六 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幸运女神站在我这一边 我劝你还是少挑衅我的好 万一我接受了挑战 确实在罗雷和唐浩的角逐中 唐浩可以说 全程都被自己压得死死的 然而 就在这样的局面下 他依然能逆袭翻盘 赢得最终的胜利 要说没有幸运女神的眷顾 就连他自己都不行 不过 跟唐浩这小子太过狡猾 也有很大的关系 压死罗雷的最后一根稻草 其实就是唐浩一开始 故意暴露的那根假头发 现在 如果自己真的要和唐浩角逐六进七 自己上面可没有一个叔叔罩着 在同样的气泡线上 自己还真的未必能干得过这小子 不过 唐浩弄死了自己的侄子 难道就这么算了吗 旁边还有这么多高管 在看着呢 总得给自己一个台阶下吧 算了 先把这小子干一顿再说 哪怕会受到规则的惩罚 也在所不辞 我今天要先替雷子讨回公道 罗总监怒喝一声 扬起拳头 就对着唐浩的脸颊砸了过去 然而 就在他的拳头 距离唐浩的脸颊 只剩一公分距离的时候 罗总监整个人突然顿住 随即双眼圆睁 两手紧紧捂住喉咙 发出哮喘发作般的喘息声 过了差不多十几秒钟 罗总监才终于恢复了正常 一张脸却已是被憋成了降紫色 唐浩愣了一下 随即便明白过来 这应该是办公室规则五发挥了作用 原来这条规则并不是在事后惩罚 而是在行动中 就会对同事的伤害行为加以阻止 唐浩对这个机制非常满意 至少接下来可以避免一些 不必要的冲突和伤害 于是继续将剩余的油条塞进嘴里 淡定地吃了起来 吃完早餐 唐浩和苏绕一起从高管小食堂里出来 按照老规矩 苏绕拿着钥匙回宿舍 而唐浩则朝着营销大楼的方向走去 公关部在营销大楼的十一层 比之前唐浩所在的品牌推广部高一层 刚走进办公室 一众员工就从座位上站起身 全部微笑着看向唐浩 鼓起了掌 仿佛在欢迎一位英雄的凯旋 这把唐浩弄得都有些不会了 连忙红着脸 尴尬地抬手往下压了压 掌声很快平息 一个熟悉的身影 突然从人群里挤了出来 正是品牌推广部的前台 秦琪 唐浩不仅有些诧异 秦琪怎么也到公关部来了 秦琪手捧一束鲜花 唇战英科地来到唐浩面前 将鲜花攻进地上 唐总监欢迎加入公关部 唐浩正要接过鲜花 目光却是不经意地 朝秦琪那双笔质大长腿上 瞥了一眼 下一秒 唐浩立即就是瞳孔一缩 秦琪今天穿的 竟然是白色丝袜 办公室规则六 当前台穿黑色丝袜的时候 可以信任他 当前台穿白色丝袜的时候 不可以信任他 而今天的秦琪穿的是白丝 那也就意味着 他并不可以信任 唐总监 见唐浩愣神 秦琪忍不住提醒了一句 唐浩收回思绪 秦琪呕了一声之后 便接过鲜花 对秦琪说了声谢谢 对了 琪琪 你怎么来公关部了 秦琪微笑着说道 郭总听说咱俩关系不错 就特地把我调来公关部 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你的专属秘书了 说到这里 秦琪还对唐浩 眨拔了下漂亮的卡自兰大眼睛 就像席人之与宝玉一样 唐浩的脑海中 立刻就闪过了 出示云与秦这几个字 倾壳一声说道 对了 我办公室在哪里 这边 说着 秦琪冲右侧做了个请的手势 并快步往前 推开了一扇玻璃门 唐浩走近一看 这间办公室 和罗总监的格局差不多 装修风格简约 而不是大气 巨大的落地窗前 摆放着一套豪华的办公桌椅 阳光透过玻璃洒在桌面上 映衬出高档的木质纹理 办公室的一角 还设有一个小型会客区 配有舒适的沙发和茶几 唐浩看了一圈之后 便对秦琪说道 你出去吧 对了 这束鲜花送给你了 秦琪现在的职位 虽然由前台变成了秘书 但还是不得不防 所以 这束由秦琪献给自己的鲜花 唐浩是自然不敢 留在自己办公室的 就在秦琪快要走出 办公室门口的时候 唐浩突然又叫住了他 齐倩 你把公关部的前台叫过来 秦琪正了一下 随即撅了撅小嘴 哦 好的 浩哥 你这不是要令你心欢了吧 两分钟后 公关部前台蹬着高跟鞋 敲响了唐浩办公室的玻璃门 请进 玻璃门推开 一位身材高挑的女生走了进来 长发如铺 肌肤胜血 标准的鹅蛋脸上 牵着一双明亮 而带着点脚下的大眼睛 眼角微微上挑 给人一种魅而不俗的感觉 长长的睫毛如蝴蝶翅膀般 轻轻颤动 高挺的鼻梁下 嘴唇微微上扬 始终挂着一抹职业性的微笑 玲珑有致的身材 包裹在一身得体的职业装下 更显得干脸而自信 与琴棋比起来 又是一番别样的风景 唐浩快速打亮了他一番 随即将目光停留在了 他的笔质修长的腿上 是黑丝 唐浩不由地暗暗松了一口气 见唐浩在打亮着自己的腿 女生当即妩媚一笑 唐总监喜欢腿好看的 唐浩神色微微一尬 轻壳一声道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孙柔 温柔的柔 唐浩点点头 那什么 以后来上班 记得都穿黑丝 千万不要穿白丝 明白吗 孙柔先是正了一下 随即灿然一笑 原来唐总监的 XP是黑丝啊 知道了 而且我本来就讨厌穿白丝 好了 你可以出去了 孙柔答应一声 便转身离开了唐浩的办公室 孙柔刚走 办公室的玻璃门 便又被轻轻敲响 进来 玻璃门被轻轻推开 琴棋端着一杯咖啡走了进来 嘎指窝里 还夹着一份文件 将咖啡搁到唐浩桌边之后 琴棋便将嘎指窝里的文件拿出来 递到了唐浩的跟前 唐总监 这是公关部32名员工的照片和介绍 您先看一下 下午两点 郭总要和您见面聊聊 他的办公室在15层 唐浩点点头 又朝琴棋的腿上瞥了一眼后 便让他出去了 琴棋离开后 唐浩立即窥视起了 其他天选者的直播间 他必须得确认一下 这个穿了白色的琴棋 是否值得信任 直播墙上只剩下了八个直播窗口 目前和自己进度一致的有两位 分别是樱花国的 宫夏静一郎和漂亮国的杰森 宫夏静一郎略意沉吟 便直接将那杯冒着热气的咖啡 倒进了垃圾桶 然后从包里拿出一瓶矿泉水 拧开盖子 喝了一口 虽然这种做法有点过分谨慎 却能确保万无一失 唐浩立即将视野切换到漂亮国的直播间 杰森本就是一位企业高管 平时也有喝咖啡的习惯 看着搁在桌边的这杯香浓的咖啡 他不禁吞了口唾沫 然而 艾米腿上的白丝 还是让他有些犯嘀咕 沉了两秒之后 杰森便拿起桌边的座机 让前台安琪拉进来一下 安琪拉进来后 杰森便指了指自己桌上的咖啡 对他说道 你帮我尝下这个咖啡 味道是否正常 安琪拉犹豫了一下 还是拿起咖啡杯 轻挫了一口 扎拔了下嘴巴说道 味道很正常啊 杰森静静观察了安琪拉一会儿 见他并没有什么不良反应之后 才开口说道 行了 你出去吧 安琪拉离开后 杰森立即端起咖啡 美滋滋地喝了起来 喝了差不多三四口的样子 杰森脸上的表情突然顿住 他突然发现自己浑身僵直 根本无法动弹 几秒钟后 他的嘴角竟不受控制地扬了起来 他在 笑 就在这时 咚咚咚 一阵敲门声突然响起 打断了唐浩的窥屏 他连忙收回视线 踢嗓喊了一声 进来 推门进来的是前台孙柔 他手上拿着一个文件袋 唐总监 您的EMS 唐浩疑惑地凝了您眉心 是谁送过来的 自己升任公关总监的事情 园区外的人并不知道 所以这EMS不可能是外面寄过来的 只可能是从园区内部送过来的 唐浩第一个想到人的就是崔小北 孙柔回答道 嗯 是个穿着黑色运动服 戴着棒球帽的女人 女人 唐浩揉了揉下巴 那他有说自己是谁了吗 孙柔摇了摇头 没有 他丢下 EMS就走了 唐浩知道也问不出什么来 便N了一声 放桌上吧 孙柔离开后 唐浩立即再次窥视起了漂亮国的直播间 令他诧异的是 漂亮国的直播间已经陷入到了黑屏之中 这也就意味着 在刚才自己和孙柔说话的这两三分钟时间里 漂亮国的杰森已经嘎了 那杯咖啡果然有问题 由此可见 琴棋虽然由前台变成了秘书 但依然遵从办公室规则六 一旦穿上白丝 将会对自己构成致命威胁 只是 浮现在漂亮国天选者脸上的最后那抹笑容 又是怎么回事 直接把他堵死不就完了吗 为什么还要 让他含笑而死呢 就在这时 唐浩眼前突然出现了一行红字 漂亮国天选者已被营销副总挖掉了心脏 请一定万分小心你现在的顶头上司 看完这段攻略组发来的提示之后 唐浩的眉心瞬间便拧成了个穿子 原来自己没有看到的那两三分钟直播 竟然是杰森的顶头上司 将他的心脏给挖走的内容 这也就意味着 营销副总郭勇也会对自己做同样的事情 只是 应该是会受到某种规则的限制 否则郭勇恐怕早就提到来自己的办公室了 一定是那杯咖啡里被加入了某种药物 而这种药物只对天选者有效 天选者喝下去之后 就会进入一种类似全身麻痹的状态 这个时候 营销副总就会过来剖开天选者的胸腔 挖走他的心脏 看来 接下来任何会进入口腔和鼻腔的东西 都需要高度警惕才行 一想到下午要去和郭勇面聊 唐浩不由的就是一个哆嗦 万一到时候 郭勇让自己喝茶 作为下属的自己又该如何拒绝呢 这时 唐浩的目光不经意地扫过桌上的那个文件袋 不由的就是谋色移动 上次文件袋里装着一把至关重要的钥匙 这次有没有可能 也会有什么可以带来转机的东西呢 想到这里 唐浩立即拆开文件袋 将里面的东西拿了出来 里面有一个收音机 一本书和一张纸 收音机是很常见的那种 黑色的外壳 上面有几个按钮和一个调平旋钮 唐浩仔细瞧了瞧 没有看出什么端倪 便放下收音机 又将书拿到了手上 书名是 母猪的产后护理 唐浩快速翻了翻 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放下书后 唐浩又将那张纸拿了起来 只见上面写的是 切记 在这栋大楼里 千万不要露出任何笑容 你的顶头上司正在竞争八级元 他需要收集的一种诅咒材料 是新晋升六级员工的心脏 不过前提是 他必须要在这名员工含笑的时候 挖出这颗心脏 否则无效 还有 请将收音机调到FM85 5 PS 看完后 请立即将这张纸销毁 唐浩的谋底 顿时引发了一场瞳孔大地震 怪不得漂亮国天选者 最后会露出那种怪异的笑容 原来只有他露出笑容了 挖出心脏才是有效的 又仔细看了一遍纸上的内容之后 唐浩便将纸丝的粉碎丢进垃圾桶 又将桌上的那杯咖啡倒了进去 看着碎纸片上 被咖啡熨染得模糊的字迹 唐浩不由地轻轻嘘出一口气 这样的话 就算有人想要将这些碎纸拼起来 也无法辨认出纸上的内容了 唐浩这边拿起桌上的收音机 按下了开机按钮 一段优美的旋律 立即从收音机的音箱里流淌了出来 是FM89 五音乐频道 唐浩往左拧动旋钮 收音机面板上的指针 开始随之往左移动 但是很快 唐浩便郁闷地发现 指针到头的位置也只有86 五 也就是说 这个收音机上最低频率就86 五 要如何才能调到85 五呢 他开始摆弄收音机 试图找到其他的调节频率的方法 但无论怎么尝试 都无法将频率调到85 五 难道这个收音机 有什么特殊的机关 唐浩开始仔细研究 收音机的外观和按钮 但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地方 琢磨两久 唐浩的脑中突然灵光一闪 或许可以尝试拆开收音机 直接调整指针的位置 要拆收音机就必须要有螺丝刀 可是唐浩翻遍所有抽屉 也没有发现螺丝刀的踪运 想了想 唐浩便拿起座机 给前台孙柔拨了过去 电话很快被接起 唐浩直接下达指令 让孙柔帮忙找个螺丝刀过来 是拆笔记本电脑后盖的那种 孙柔效率很高 两分钟后便将螺丝刀送了进来 办公室的玻璃门被重新关上后 唐浩立即将收音机从抽屉里拿出来 开始拆起了后盖上的螺丝 后壳很快被取下 收音机的内部结构复杂 各种电路板和元件让它眼花缭乱 唐浩仔细地观察着收音机的内部 寻找着可以调整指针位置的地方 终于 他发现了一个细小的螺丝 似乎是用来固定指针的 他小心翼翼地用螺丝刀将螺丝拧松 然后轻轻地将指针往右挪动了一个位置 也就是说 在频率不变的情况下 指针有原来的86 5 指向了87 5 所以只要往左转动一格 那么原本的86 5 也就变成了85 5 快速将收音机的外壳装上后 唐浩深吸一口气 按下了开机按钮 一段汽车广告的声音从收音机里传了出来 广告之后便是主持人的声音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FM86 5频道 唐浩点点头 虽然现在指针指的是87 5 但广播内容依然是刚才的86 5 唐浩开始拧动旋钮 将指针继续往左移动 很快 指针便停在了86 5 也就是实际上的85 5 没有任何节目 也没有特别的声音 只有一阵嘈杂唐浩 将喇叭贴在耳朵上 仔细听了听 除了嘈杂声加大了一点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声音 难道是自己的判断并不正确吗 还是此刻这个频率 就是没有声音 思索了片刻后 唐浩便暂时将收音机关掉 然后跟前台孙柔要了个带线耳机 将耳机插上后 唐浩打开收音机 然后按下了收音机上的录音按钮 现在毕竟是上班时间 自己不可能一直这么听着收音机 既然这台收音机上有录音功能 就好好利用一把 也不耽误自己处理正事 处理好收音机的问题之后 接下来就要解决琴奇的隐患了 既然他穿白丝的时候 不可以信任 那就干脆让他把白丝脱了 再穿上黑丝不就行了 思索了片刻之后 唐浩再次将前台孙柔 叫进了办公室 孙柔 园区超市里有卖黑丝的吗 孙柔震了一下 随即答道 没有 我的黑丝都是从网上买的 唐总监 您是想要买黑丝吗 要不 我帮您再网上下单 唐浩摇了摇头 他要利等可取的黑丝 网上的太慢了 那什么 你帮我去办公室里看看 有没有其他女生穿黑丝的 要是有 帮我把她叫进来 孙柔抬起漂亮的卡兹兰大眼睛 不解的看了唐浩一眼 唐浩微微明起眉心 是我说的不够清楚吗 找一名穿黑丝的女同事 来我办公室 孙柔抿了下嘴唇 随即抬起左腿来 摸了摸包裹在上面的柔滑黑丝 唐总监 您眼前不就有一位穿黑丝的女同事吗 您是要 让我把这双黑丝脱下来吗 说着 孙柔就直接撩起裙摆 黑色丝袜上端连着的蕾丝吊带 立即暴露在了唐浩的视野里 直播间 我乐个去 他穿的居然是蕾丝吊带丝袜 简直太戳 我的XP了 这玩意儿也太耐撕了吧 我要撕 你们谁也不许拦着 唐浩如遭电击般 顿时就是一个机灵 连忙大手一身 快住手 孙柔正要解开吊带的手忽然僵住 有些疑惑地看向唐浩 唐总监 我做得不对吗 唐浩揉了揉额脚 你做得很对 只不过 你作为咱们公关部的前台 不穿丝袜像画吗 被其他部门的人看到了 还以为我们公关部的人多散漫呢 孙柔低下头 轻咬了下嘴唇道 对不起唐总监 是我欠考虑了 没事 我知道你这也是 想积极配合我的工作 你现在赶紧去找一名 穿黑丝的女同事进来吧 孙柔点点头 立即转身出了唐浩办公室 两分钟后 办公室的玻璃门被敲响 进来 玻璃门被推开 一名戴圆眼睛的女生 切生生地推门走了进来 女生长着一张小包子脸 眼睛弯弯地 嘴角还嵌着两个酒窝 唐总监 您找我 唐浩点点头 目光快速滑落到了女生的腿上 女生不算太细的双腿上 正裹着一双黑色的丝袜 唐浩握拳到嘴边 轻咳了一声 你叫什么名字 哦 我叫李慧 唐浩点点头 拿起桌上的座机 按下了数字一 电话很快被接了起来 琴琦的声音 立即从听筒里传了出来 唐总监 你现在来一下我办公室 三十秒后 琴琦小跑着 来到了唐浩的办公室 琴琦疑惑地打量了李慧一眼 现在互换一下丝袜 一听这话 琴琦和李慧二人均证了一下 两人互相交换了个眼神后 同时将目光射向唐浩 唐总监 您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们没太听懂 换丝袜几乎和换内衣穿没什么区别 正常哪有人换这个的呀 不会是唐总监还没睡醒吧 唐浩正色道 琴琦 我还欠你两顿饭 你应该没忘吧 琴琦顿时就是谋色一餐 嗯 我刚还想说唐总监啥时候兑现呢 唐浩勾了勾唇脚 今天中午就兑现 我打算带你去高管小食堂里 好好吃一顿 李慧的嘴巴张了张 露出了一副羡慕的眼神 唐浩巴唧了下嘴巴 只是嘛 如果你穿着白丝 出现在高管食堂的话 未免显得有些不太得体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而且白丝相对黑色丝袜较为显眼 穿着白丝进入高管食堂 可能会引起过多关注 我才刚升任六级员工不久 还不想太过招摇 听完唐浩的这番话 秦齐顿时就是谋色一素 身子一挺 明白了唐总监 我这就换 李慧的眼底 也是露出了佩服之色 刚才他还觉得 这个唐总监有些不正经呢 现在已经完全把这个念头 抛到了九霄云外 原来唐总监的心思如此细腻 果然不是自己一个小员工 可以比拟的 看到两人坐到沙发上 开始脱起了丝袜 唐浩便很自觉地被转过身子 拿起桌上那本 母猪的产后护理 翻看了起来 过了差不多三四分钟的样子 唐浩听到秦齐的声音 在身后响了起来 唐总监 我们换好了 唐浩放下书 扭头朝两人的腿上看了一眼 随即满意地点了下脑袋 嗯 齐齐你还是穿黑丝 看起来比较顺眼一点 李慧你穿白丝 反而会显得更可爱 李慧的小包子 脸上不由的就是微微一红 连忙低头轻声说道 谢谢唐总监的夸奖 两人离开办公室后 唐浩看了一下手机上的时间 已经是上午11点35分了 距离下班只剩下了25分钟 略意沉吟 唐浩便给苏绕拨了过去 毕竟中午已经答应了 要请请妻吃饭 这也就意味着 不能再带苏绕去高管小食堂了 给提前跟他说一声才行 浩哥 是可以出发去高管小食堂了吗 苏绕好听的声音 立即从听筒内转了出来 唐浩倾咳一声 然而 中午我不能带你去高管小食堂了 啊 为什么啊 唐浩决定还是实话实说 万一自己撒谎的话 再被苏绕撞见 可就不好收场了 之前我跟你说过 有位同事帮了我大忙 这个人请我必须要还 所以我决定 中午请他去高管小食堂吃饭 短暂的沉默之后 苏绕问道 是之前食堂里的那个女人吗 嗯 是她 苏绕呕了一声 听得出来 声音中带着些低落 一会儿你跟陈王去大食堂吃饭吧 我这就跟他说一声 让他在食堂门口等你 不要 我才不要跟陈王一起吃饭 我中午不吃了 直接睡觉 唐浩舔了下嘴唇 那这样吧 一会儿我从高管小食堂里 带点吃的给你吧 苏绕顿时就是一喜 行 那我就在宿舍等着你了 唐浩轻轻吐出一口浊气 挂断电话后 立即便将收音机 从抽屉里拿了出来 将耳机塞入耳朵 然后按下了录音回放键 一路快放到音频结束 除了呼呼呼的杂音之外 都没有听到什么特别的声音 唐浩将收音机 又调回收音状态 并按下了录音键 刚将收音机放回抽屉 办公室的敲门声就响了起来 唐浩连忙喊了声请进 琴棋推门走了进来 脸上的妆容 很明显要比刚才精致了一些 看来是精心补过妆了 唐总监 时间差不多了 咱们这就去吃饭吧 琴棋微笑着说道 唐浩点点头 被抽屉上了锁之后 便从座位上站起身来 和琴棋一起走出了办公室 高管小食堂的午餐 也是自助餐 各种美食堪称琳琅满目 琴棋的一双美目 早已蹬到溜原 嗯 没想到这高管小食堂如此豪华 我还以为 来到哪个五星级酒店的餐厅了呢 唐浩笑着拿起两个餐盘 将其中一个递到了琴棋的手上 两人正要去挑选食物 身后突然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 唐浩连忙扭头一看 只见一名梳着背头 戴着金边眼镜的中年男人 正眯缝起眼睛打亮着自己 一看清这男人的长相 唐浩不由的就是心头一紧 这不正是自己现在的顶头上司 郭勇吗 虽然唐浩之前 并没有跟此人汇报过工作 但在一些重要场合 还是能经常见到他的 唐浩连忙冲郭勇恭敬汉手 郭总好 你就是新上任的公关总监 唐浩吧 唐浩连忙点头 是我 郭勇脸上的笑容 变得更加灿烂了 不错不错 果然是年轻有为啊 好好干 将来我的位子就是你的 唐浩顿时就是一慌 连忙摆手到唐某能力地位 能升任公关总监遗属侥幸 可不敢再有别的想法 郭勇笑着拍了拍唐浩的肩膀 别紧张 我又不是让你来夺我的权 我也是要升职的嘛 等我升了职你再来坐我的位子 这样不就顺理成章了 唐浩的瞳孔微微缩了缩 这家伙不会是在试探自己的野心吧 再说了 要想六进七 不是要进行PK吗 哪能是你说让升就可以升的 这病话的 简直比月亮还要圆 谢谢郭总的鼓励和支持 我觉得升职的事情 距离我还比较遥远 还是先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 才是正题 郭勇笑着点了点头 嗯 不错 很沉稳嘛 说话间 郭勇的目光 已是不自觉地移到了秦琪的腿上 唐浩注意到 郭勇脸上的表情 微不可查地顿了一下 但很快又恢复到了笑容可惧的状态 这个微表情可太值得玩味了 要知道 秦琪可是直接由郭勇安排到公关部 来做唐浩秘书的 要说秦琪今天穿白色来上班 跟郭勇一点关系也没有 说出来 怕是连鬼都不会醒 见郭勇在看自己 秦琪微笑着 秦琪前台转做秘书 还习惯吗 嗯 非常习惯 多谢郭总提醒 郭勇再次眯缝起眼睛 目光在唐浩和秦琪的脸上 快速切换了一下 呵呵 你们两个 一个郎才 一个女貌 很般配吗 要不要 我来给你们俩做个媒人啊 一听这话 秦琪立即便低下了脑袋 脸颊上已是羞得一片通红 很显然 这是乐意知智的表情 唐浩则是浑身猛背一个机灵 连忙摆手道 郭总 您可能还不知道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而且 我们俩关系很好的 郭总先是微微愣了一下 随即哈哈一笑 拍了拍唐浩的胳膊说道 不错不错 用情很专一吗 就是可惜了我们的七七大美女了 看得出来 她对你很有意思啊 秦琪脸上的红韵 瞬间便慢到了脖子 郭总 您就别拿我开玩笑了 老郭 一声轻呼传来 不远处 一名中年男子 朝郭勇招了招手 示意他赶紧过去吃饭 郭勇喊了声 马上就过来 随即看向唐浩说道 下午一点半来我办公室 咱俩好好聊聊近期的工作 说着 郭勇又拍了拍唐浩的胳膊 记得一定要多笑 俗话说 笑一笑十年少嘛 保持乐观的心态 才能更好地面对 工作和生活中的挑战 唐浩不动声色点点头 知道了 郭总 心脏却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 紧紧捏了一下 你的顶头上司 正在角逐八级元 他需要收集的一种诅咒材料 是新晋升六级员工的心脏 不过前提是 他必须要在这名员工含笑的时候 挖出这颗心脏 否则无效 你这哪里是要自己保持乐观 你他娘的 这是要挖老子的心脏啊 吃完饭 唐浩打包了一份午餐 便和秦琪一起走出了高管小食堂 唐浩看了眼宿舍的方向说道 你先回办公室吧 我要回一趟宿舍 秦琪的眉心微微促起 是给你女友的那个闺蜜送饭 唐浩不禁在心中感慨 在这种事情上 你们可真的是一个个比狐狸还要精 嗯 他有点不太舒服 秦琪没再说什么 和唐浩挥了挥手后 便独自朝营销大楼的方向走去 江范送回宿舍 又和苏扰聊了几句 今天上班的情况 唐浩便紧赶慢赶地 回到公关部自己的办公室内 唐浩看了下时间 已经是下午1点15分 距离郭勇 让自己过去的时间 就只剩下15分钟了 唐浩开始焦躁地在办公室内徘徊 脑中快速闪烁着一会儿 郭总各种挖开自己心脏的画面 咚咚咚 办公室的玻璃门突然被敲响 唐浩浑身猛的一个机灵 定了定心神后 将玻璃门拉了开来 琴琪从外面探出脑袋来 唐总监 现在可以上去了 郭总的办公室在1505 唐浩点点头 拿起桌上的本子合笔 便迈步走出了公关部 来到电梯间 唐浩整理了下衣领 然后深吸一口气后 按下了上行按钮 就在这时 楼梯口的位置 突然传来一声轻患 唐总监 唐浩连忙扭头一看 只见一名身穿职业装的女子 正在朝自己招手 唐浩不由地微微愣了一下 看着女子的容貌和装扮 倒也像是个做秘书的 只是 自己对她并没有任何的印象 唐总监 你可过来一下 唐浩迟疑了一下 还是迈步朝女子走了过去 刚走到女子跟前 唐浩还没来得及开口询问 就被女子一把抓住手腕 拽进了楼梯间 唐总监 这是解毒要玩 女子一边说 一边从口袋里 掏出一个小瓷瓶 塞到了唐浩的手上 唐浩有些疑惑的宁起眉心 什么解毒要玩 你能说清楚吗 女子快速说道 你这会儿 是不是要去郭总办公室 唐浩点点头 没错 你去了之后 他一定会给你下毒的 你中了毒后 会浑身麻痹 面露笑容 之后郭总就会挖掉你的心脏 唐浩的双眼眯了眯 所以 这个小瓷瓶里装的 就是那种毒的解药 是的 进去之前吃一粒就可以了 可是 你为什么要帮我 唐浩说出了心中的疑惑 毕竟 这也不排除 是郭总自导自演的一出 自己要是吃了 这里面所谓的解药 反而就直接中了毒呢 女子解释道 我是施总的秘书 施总正在跟郭总 角逐八级员工 只要郭总拿不到心脏 赢的 就是我们施总 所以 帮你 就是帮我们自解 唐浩宁起的眉心 依然没有松开 虽然这个解释非常合理 但也不排除 施总想要直接 截糊自己心脏的可能 女子似乎看出了 唐浩的疑虑 立即速色说道 你放心 施总不是你的顶头上司 就算是取了你的心脏 也没有用的 只有对直系下属 而且是刚刚晋升的 六级员工才会有效 否则的话 你们郭总早就 弄到心脏了 还用得着等到现在吗 唐浩没在吭声 显然 女子的这个解释 还是有点说服力的 快赶紧去郭总办公室吧 记得进去之前 一定要先吃一粒 唐浩点点头 被女子说了声谢谢之后 便转身走出了楼梯 虽然女子的话 非常有说服力 但唐浩决定 还是先亏一下瓶 确保万无一失之后 再吃下这个药丸 迈步走到电梯前的时候 唐浩已经用意念 打开了怪谈管理聊天群 愤怒的土豆 兄弟们 你们觉得 这个龙国唐浩 会吃小资品里的解药吗 家竹逃 应该不会吧 毕竟仅凭那个女子的一面之词 还是很难让人 把所有身家性命 都压上去的 这可是一场好赌啊 赌输了 就直接隔屁了 哭泣的洋葱 我倒觉得他会吃 反正进了办公室 郭总也是要掏他心脏的 横竖都是一死 倒不如赌一把 紫百合 话虽如此 但也不能完全排除 那个女子和郭总 联手做局的可能 满天星 所以这个小资品里的解药 到底是不是真的 群主出来剧透一下呗 家竹逃 大嘴花 别让我们瞎猜了 快出来讲讲 大嘴花 剧透就不好玩了呀 你们能不能有点耐心 一会儿不就能知道结果了吗 愤怒的土豆 不行 我得带着上帝视角 去审视你们这些环节 设置的合不合理 才好提出意见和建议 让你们改进 大嘴花 好吧 那我可剧透了 愤怒的土豆 赶紧的 别默奖 大嘴花 解药是真的 这个环节就是考验天选者们 敢不敢豪赌一把 看到这里 唐浩立即收回内窥视野 他已经得到了想要的答案 随着丁的一声轻响 电梯在十五层停下 唐浩迈步走出了电梯 快速看了看四周 确定没有人注意到他后 便快步走到了窗边的位置 用后背巧妙地挡住了监控的视角 随后 唐浩快速地从口袋里 拿出了那个小瓷瓶 小心翼翼地拔开盖子 从里面倒出了一粒绿色的小药丸 唐浩毫不犹豫地 将药丸放进嘴里 咽了下去 药丸的味道有些苦涩 但他并没有在意 迅速将小瓷瓶重新塞回兜里 很快 唐浩便感觉到一股暖流 从喉咙涌向全身 他深吸一口气 稳定了一下心神 然后迈步走来到1505市的门外 咚咚咚 唐浩轻轻扣响了玻璃门 请进 郭勇的声音很快从里面传了出来 唐浩做了个深呼吸 然后推门走了进去 郭总的办公室很大 阳光透过巨大的玻璃窗 撒在地板上 让整个房间显得格外明镜 墙上挂着几幅字画 增添了几分文化气息 一张紫檀办公桌 摆在房间中央 显得威严而大气 办公桌后面有一个书柜 里面摆满了各种书籍和文件 办公桌的前方 有一套豪华的沙发和茶几 茶几上摆着紫砂和乳瑶两套茶具 一旁的茶柜里 更是摆满了不下十种茶叶 看得出来 郭勇是个非常喜欢喝茶的人 在办公室的一角 还有一个高尔夫的练习洞 郭勇正站在距离球洞三四米远的地方 双手握着高尔夫球杆 不时调整着身姿 唐浩叫了一声郭总之后 便静静站立在一旁 没敢去打扰郭勇的练习 随着砰的一声轻响 杆头击中高尔夫球 球在地毯上快速滚动 准确落进了练习洞内 唐浩轻拍了下手掌 郭总真是球技精湛 让人佩服 郭勇一边放好球杆 一边笑着说道 球类总是这么让人着迷 你平时应该也很喜欢玩球吧 唐浩的脸颊不由的就是微微一趟 二十年来他玩过的球类 还仅限于体育器材 哦 我比较喜欢打篮球 郭勇黑黑一笑 冲茶几旁的沙发 做了个请的手势 来 坐下聊 唐浩坐下后 郭勇又指了指茶柜说道 喜欢喝什么茶 要对老子下毒了是吧 唐浩摇了摇头 不用麻烦了郭总 我现在不渴 郭勇的脸瞬间就往下拉了拉 露出了不满的神情 喝茶喝的是茶嘛 他喝的是一种氛围 一种格调 他可是职场文化的一部分 你现在也是个领导了 这种东西不要抗拒嘛 要主动拥抱才行 唐浩只得点头道 郭总教会的是 这几天我也好好钻研下茶道 郭勇的脸色 这才缓和了一些 微笑着说 这才对嘛 那咱们就喝普洱茶怎么样 刚刚吃完饭 喝这个有助于消化 唐浩只得点了点头 行 听郭总的 郭勇嘴角微微扬起 露出一个不易察觉的笑容 随即从茶柜里 拿出普洱茶的茶柄 掰下一块 放入了紫砂壶中 然后将滚烫的开水 缓缓倒入壶中 茶叶在水中翻滚 很快就将水染成了深褐色 淡淡的香气 也随之飘散到了空气中 很快 郭勇便将茶水 倒入公道杯中 洗了洗自己和唐浩的杯子 便将剩余的茶汤倒掉 到了第二泡的时候 将茶汤倒入唐浩的杯中后 郭勇才对唐浩 做了个请的手势 尝尝看 这是我珍藏的普洱 品质尚成 口感醇厚 你一定会喜欢的 唐浩拿起茶杯 先是清秀了下茶香 然后慢慢品尝了 一口茶汤入口醇厚 带有淡淡的沉香和回甘 让人回味无穷 唐浩不禁赞道 郭总 这茶香气肆意 回甘悠长 不愧是上等的普洱茶啊 郭勇露出一个满意的笑容 推了推鼻梁上的金边眼镜 一双三角眼 却是直勾勾地落在唐浩的脸上 仿佛在等待肥羊被宰的农场主一样 茶要趁热喝 快点把你杯中的喝了 唐浩指的举起茶杯 将里面的茶汤一饮而尽 郭勇再次端起公道杯 在唐浩的杯中 蒸了满满一杯 别歇着 继续喝 唐浩指的又喝了一杯 随即问道 对了郭总 您不是要跟我聊工作上的事情吗 郭勇手上泡茶的动作不停 点了点头说道 嗯 最近园区因为污染戒严的事情 引起了很多员工的不满 外界也有媒体发布了一些不当的言论 作为公关总监 你接下来的工作重点 就是要想办法解决这次的舆论危机 唐浩不由的就是呼吸一致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作为一名实际上的大二学生 唐浩自存是没有能力解决这件事的 见唐浩浓眉深索 郭勇忽然哈哈一笑 你也别太紧张了 你毕竟刚刚上任嘛 一下子就要处理这么棘手的事情 的确是有点难为你了 来 继续喝茶 看着唐浩又喝下一杯之后 郭勇才开口说道 这样 你先组织公关部 好好开会讨论讨论 快速出一个解决思路 发给我看看 我会帮你把把关的 唐浩露出感激的表情 多谢郭总 郭勇摆了摆手 看向唐浩的眼珠 却是不自觉地在眼眶里转了转 唐浩心中不由的就是轻轻咯噔了一下 他知道 郭勇一定在想 这小子为什么还没有中毒症状出现 唐浩挪动了下身子 那什么 郭总 要不我现在就回公关部开始讨论了 郭勇没有吭声 双眉早已拧成了个穿字 仿佛在思索着什么 郭总 唐浩加大音量提醒了一句 郭勇微微震战了一下 思绪重新被拉回到现实之中 行 那你先回去开会讨论吧 唐浩这边从沙发站起身 说了句谢谢郭总的普尔茶后 便快步走出了郭勇办公室 办公室的玻璃门刚一关上 郭勇便迅速从沙发上站起来 快速在办公室内徘徊了起来 真是奇了怪了 明明自己放了足够计量的毒药在水里 可为什么唐浩这小子 就跟没事人一样 难道是毒药已经过期了吗 亦或是毒药被人掉了包 想到这里 敲响了郭勇办公室的玻璃门 郭勇烦躁地喊了声 进来 一见到郭勇的脸 秘书立即便猜了七七八八 郭总 进行得不顺利吗 郭勇眯凤起三脚眼 冷冷盯住秘书的眼睛 快说 为什么要把我雕掉包了 你是不是诗菌安插在我身边的卧底 秘书先是正了一下 随即拼命摇起了脑袋 郭总 冤枉啊 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过啊 您对我有治愈之恩 我生是您的人 死是您的鬼 怎么可能会投靠湿菌呢 那为什么唐浩那小子 喝了药一点反应都没有 郭勇质问道 秘书舔了下嘴唇 有没有可能 要是不可以放在茶叶里呢 不是说茶会解药效吗 短暂的沉默之后 郭勇摇头道 不可能 之前他们都是这样下毒的 怎么到了 我这就无效了 这样 你一会儿再去人事部那里 领一份新的毒药过来 秘书点点头 我这就去 唐浩回到公关部 并没有急于开会讨论方案 而是快步进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可以想见 郭勇应该会很快 对自己展开第二轮公式 还是想办法 尽快找到董事长 将原区的污染源 给解决掉才行 现在这个办公室 简直就是龙唐虎穴 多待一课 就多一份危险 在办公桌后坐下之后 唐浩立即拿钥匙 将抽屉上的锁打开 将收音机从里面拿了出来 快速戴上耳机后 唐浩按下了录音播放按钮 呼呼的杂音 立即过造着唐浩的耳膜 唐浩一边快进 一边注意听着声音的变化 听到音频的三分之二处时 突然 一个什么声音 在唐浩耳内 书地闪了一下 唐浩连忙将音频往回到了一点 然后将播放速度调到正常 开始凝神细听了起来 很快 一个机械化的女声便响了起来 33 停顿一秒后 声音继续 05 再次停顿一秒后 17 唐浩连忙提笔 在纸上写下了这串数字 然后等了差不多有五秒钟的样子 女声又再次想起 09 停顿一秒后 又继续念出了22 然后是13 就这样 机械女声一共播报了8组数字 每组数字均由三个数组成 看着写在纸上8组数字 唐浩脑中的齿轮 飞快运转了起来 很显然 这应该是某种密码 需要找到母本才能破译 母本 唐浩的目光 很快落到了桌上的那本 母猪的产后护理上 如果猜得不错的话 这本书应该就是这组密码的母本了 想到这里 唐浩立即抓过母猪的产后护理 然后翻到第三十三页 这也正是第一组数字中的第一个数 然后是零五行 第十七个字 对应的正是一个喷字 唐浩连忙提笔 将这个喷字在纸上记了下来 很快 唐浩便如法炮制地 将另外七组数字对应的文字 写在了纸上 连起来就是 喷泉吸杏灵垃圾桶 这八个字 稍微思考了一下 唐浩便确定了 这八个字的断句 应该是喷泉吸 杏灵 垃圾桶 唐浩想起 园区的南大门那里 的确是有一个喷泉 而在喷泉的西侧 也的确有一片杏灵 至于杏灵里有没有垃圾桶 唐浩就不得而知了 毕竟他也从来没有进去过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自己得马上亲自去一趟那里了 那里肯定隐藏着非常重要的线索 说不定还跟失踪的董事长大有关联 快速思索了几秒之后 唐浩便拿起座机按下了1 亲戚 你来一下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琴棋便小跑着来到了唐浩的跟前 唐总监是要安排开会吗 唐浩摇摇头 我现在要出去一趟 要是郭总问起的话 你就说我身体不舒服 去园区医务室了 琴棋的脸上立刻浮起一抹担忧之色 浩哥哪里不舒服 要不要我陪你去医务室 称呼都变了 看来琴棋真是真的很担心唐浩的身体 唐浩心中微微一暖 不过还是拒绝道 不用了 就是突然有点头疼而已 说着 唐浩便抓起桌上那张 自己刚才在上面划过的纸 折好后揣进兜里 一边轻揉着脑袋 一边快步走出了办公室 乘坐电梯来到营销大楼一层 唐浩快步走出了大楼 此时正是下午两点半左右 几乎所有员工都在工作岗位上 园区内静悄悄的 在雾霾的笼罩下 愈发有一种寂静岭般的诡诀感 朝着园区南门的方向小跑了会 唐浩便觉得喉咙有些不舒服 很显然 园区的雾霾又加重了一些 唐浩立即从口袋里掏出口罩袋上 同时也由小跑改为了快走 这乌浊的空气 还是少张嘴呼吸的好 续往前走了一两分钟的样子 眼看南门已经不远 唐浩忽然看到 一名身穿职业装的女子迎面走了过来 唐浩不由得心头一紧 这女子不是郭总的秘书宁小双吗 唐浩连忙低下脑袋 毕竟自己戴着口罩 而且今天第一天任公关总监职 暂时还没有跟宁小双打过照面 宁小双认不出自己的概率 还是很高的 此时的宁小双也已经注意到了 迎面走过来的男子 瞳孔不由得就是猛地缩了缩 他第一时间便认出了这人正是唐浩 因为是郭总的猎物 他可没少研究过唐浩的资料的 宁小双立即便将手上拿着的那瓶 刚从人事部领到的毒药 塞进了兜里 然后看向唐浩的眼睛 笑着问道 是唐总监吗 擦 居然被认出来了 唐浩顿时就是呼吸一致 随即抬起脑袋 有些茫然的看向宁小双 你是 宁小双露齿一笑 我是郭总的秘书 宁小双啊 咱们还没有正式见过面 不过我对你并不陌生 说着 宁小双便朝唐浩伸出了右手 唐浩连忙伸手跟宁小双握了握 宁秘书你好 握手臂 宁小双立即开口问到唐总监 这是要去哪啊 这个时间点 唐浩可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唐浩揉了下额头 哦 我突然有些头疼 打算去园区医务室看看 也不排除是喝了郭总的茶后 毒性开始发作 只是这症状也太过轻微了 但宁小双很快又注意到了 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 唐浩所前往的方向 根本就不是园区医务室 医务室在北 而唐浩所去的方向却是向南 唐总监 医务室不是在北边吗 你怎么往南走啊 宁小双狐疑地问道 唐浩愣了一下 仔细打量了一眼四周后 忽然轻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 你瞧我这脑袋 都疼得有些犯迷糊了 谢谢宁秘书的提醒啊 要不然 我还不知道要转悠到哪里去了呢 说着 唐浩便调转方向 朝北面走去 宁小双轻摇起嘴唇 脑中的齿轮飞速运转 要不 自己送唐浩去一趟医务室 一来 可以看看 唐浩到底在搞什么鬼 二来 说不定可以找到机会 给他下毒呢 毕竟 此刻毒药可就揣在自己兜里 此事自己要是替郭总办成了 必然是大功一件 说不定有很快就被郭总扶回正式 也不是没有可能 还是让我送你去医务室吧 唐浩连忙摆手道 不用了 郭总那边应该还有很多事情 等着宁秘书去处理 我这走几步路就到了 就不耽误宁秘书的时间了 宁小双笑着说道 没关系 这两天受园区戒严的影响 郭总那边其实也没那么忙 走吧 说着 宁小双便伸出右手来 要勾住唐浩的胳膊 正在唐浩进退尾骨之际 一个清脆的女生 突然在两人身后响了起来 浩哥 唐浩顿时就是同色一亮 这不是苏绕的声音吗 你来的可太是时候了 唐浩连忙扭过脑袋 是绕啊 你来的正好 快点 扶我去园区医务室 我现在脑袋疼得厉害 一听这话 苏绕的翘脸上 立即写满担忧的神色 连忙过来挤开宁小双 一把勾住了唐浩的胳膊 宁小双咬了下后槽牙 醋没看向苏绕 你是 唐浩还没来得及开口 苏绕便扬起柳眉抢着说道 我是浩哥女朋友 唐浩 不过 唐浩这次并没有跟宁小双 做出任何解释 主要是为了快点 将这个危险因素打发走 宁小双顿了一下 随即轻点了下脑袋 行 既然唐总监的女朋友来了 那我就不越阻断跑了 唐总监要保重好身体啊 拜拜 拜拜 唐浩冲宁小双挥了挥手 便和苏绕一起朝北面走去 走到前方一栋建筑的拐角处 唐浩停下来 扭头朝宁小双离开的方向 看了看确定宁小双 已经走远了之后 便绕到建筑的后方 继续往南门方向走去 走了没一会儿 苏绕便疑惑问道 浩哥 咱们不是要去医务室吗 怎么突然往反方向走了 唐浩停下脚步 看了苏绕一眼后说道 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要去处理 你就不要跟过来了 苏绕的一张俏脸 顿时拧巴了起来 啊 然而要陪着浩哥吗 说着 苏绕更加用力地攥紧了 唐浩的胳膊 仿佛要将唐浩的胳膊 嵌进自己的身体里一般 直播间 好家伙 都变形了 苏绕自己感觉不到吗 有没有可能 他这就是故意的 真佩服唐浩 这时候还能一念不起 要是我的话 早就要伸手到兜里了 你伸手到兜里干嘛 当然是扶正了 唐浩沉淫了片刻 想到之前在图书馆 弄黑猫血的时候 苏绕也的确是帮过自己大忙 除了一直想对自己瑟瑟外 这小妮子倒也并没有什么坏心思 苏绕当即发出一声兴奋的轻呼 好耶 谢谢浩哥 大概是苏绕的动作有点大的缘故 唐浩的脸上 很快便炭火烤过般的红了起来 嘿嘿 对了绕儿 这个点你不是应该在宿舍吗 怎么一个人来园区了 苏绕嘴角轻轻一弯 我估摸着快要来大姨妈了 就打算来园区超市买一包卫生巾来着 没想到这要巧 就碰上浩哥 唐浩轻轻嗷了一声 那你要不还是先去买卫生巾吧 万一突然来亲戚了 可就麻烦了 苏绕笑着摇摇头 没事 我现在肚子还没那么难受 应该晚上才会来 唐浩点点头 心中却是一片暗息 苏绕这要是来亲戚了 那自己岂不是就不用担心 他会对自己瑟瑟了 对了浩哥 你刚才为什么要在那个女人面前装病啊 苏绕好奇地问道 唐浩轻轻吐出一口浊气 他是我顶头上司的秘书 看到我上班时间在外面乱逛 我可不得装病吗 不然他回去跟上司一打小报告 我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苏绕点了点头 还想再问点什么 唐浩突然轻拍了下苏绕的胳膊 到了 苏绕连忙抬头朝前方看去 视野里出现一个圆形的喷泉广场 此刻喷泉并没有开 黑漆漆的钢铁喷嘴 静静地助力在池中 水面没有一丝波澜 仿佛一面镜子 倒映着灰蒙蒙的天空 苏绕有些疑惑地促起眉心 这里也没什么啊 唐浩连忙一把抓住苏绕的手腕 朝杏林的方向奔去 往这边 见唐浩拉自己进小树林 缩绕一双漂亮的桃花毛子 瞬间便泛起了灵灵波光 太好了 浩哥肯定是要拉我去做羞羞的事情了 刚好快要来亲戚了 现在怎么嗨都不用担心会怀上 此时正是杏花盛开的季节 粉白色的花瓣挂满了枝头 远远望去 宛如一片粉色的云霞 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 让人心旷神疑 唐浩却无心赏花 目光在性灵中快速扫了一圈后 很快便落到了前方的一个石凳旁的垃圾桶上 应该就是这里了 唐浩立即松开苏绕的手腕 快速冲向了垃圾桶 开始探着脑袋朝垃圾桶里瞧了瞧 垃圾桶里除了两个空的矿泉水瓶之外 便再无他物 唐浩伸长胳膊 将两个矿泉水瓶掏出来 仔细看了看 并没有看出任何的端倪 奇怪 难道不是这个垃圾桶吗 唐浩掐着下巴嘀咕了一句 不经意地扭头朝身后瞥了一眼 却见苏绕正脸颊泛红地脱起了衣服 唐浩如遭电击般顿时就是一个机灵 连忙上前一把按住苏绕的胳膊 我去 你这是要干嘛呀 苏绕正了一下 随即开口道 浩哥代扰来这片小树林 难道不是为了做那件事吗 唐浩无语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 晕 我来这里是有正经事要办的 都跟你说了 不要轻举妄动 你怎么还 如此狂放行事 快点把衣服穿起来 直播间 天鱼不娶 反受其咎啊 这个道理你怎么就不懂呢 人家苏绕那么难受 你就发扬人倒逐一精神 帮帮他怎么了 苏绕咬着唇绊 一脸心不甘情不愿地重新将衣服穿好 唐浩没敢去瞧苏绕那张拉的长长的脸 而是举目继续在性灵里搜索起了垃圾桶 性灵并不算大 除眼前的这个垃圾桶外并没有第二个 唐浩只好继续绕着垃圾桶转悠了起来 看了几圈也没有发现 这个垃圾桶有什么特殊之处 唐浩便试着推了推 垃圾桶纹丝未动 奇怪 一般这种垃圾桶应该是可以移动的才对啊 思索了两秒 唐浩再次俯下身 打开手机照明 朝垃圾桶里面照了照 很快 他就发现在垃圾桶顶部 有一个金属质感的拨杆 唐浩顿时心头一跳 这玩意儿看起来很像是 打开某个装置的开关 他扭头对苏绕说了句你稍微站远一点 便深吸一口气 伸手到那个金属拨杆上 往下轻轻一拨 只听见咔哒一声轻响 垃圾桶下方突然传来一阵机械运行的声音 紧接着 垃圾桶便突然向一旁平移 露出了一个黑乎乎的正方形洞口 洞口边长约末有一米来长 里面隐隐吹出一股冷风 唐浩不由地微微打了个寒颤 此时 苏绕也已经来到了洞口边 一双美眸已是瞪到了溜元浩哥 这洞口是 唐浩摇摇头 不知道 不过 不 我不要一个留在上面 我要个浩哥一起下去 唐浩思索了两秒 随即轻轻点了点头 行 不过一会儿 你可别再轻举妄动了 下面可能会有危险 苏绕的小嘴嘟了嘟 底下黑咕隆咚的 我就算是有那个心 也没那个胆啊 唐浩没再说什么 直接去附近的一棵杏树旁 掰下两根粗树枝来 并将其中一根递到了苏绕的手上 一会儿下去后 还不知道会遇到什么 就用这个来防身吧 苏绕速色一点头 立即将树枝接了过来 那咱们下去了 说着 唐浩便打开手机照明 朝洞口照了照 下方录出一道楼梯 刚要迈步踏上楼梯 唐浩的手机铃声 突然响了起来 唐浩顿时就是一个机灵 差点没把手机 直接丢进洞里 赶紧抬起手机一看 只见来电显示上 赫然写着 郭总这两个大字 唐浩快速撕锁了两秒后 便直接按下了电源键 将手机关了机 苏绕见状 立即打开了自己的手机照明 然后把手机递到了唐浩的跟前 浩哥 用我的手机吧 唐浩点点头 从苏绕手里接过手机后 便顺着楼梯往下走去 每走一步 他都要扭过头来 用手机的灯光照一照身后的苏绕 两人约莫走了 有60级台阶的样子 终于来到了底部 一级台阶差不多有15厘米高 60级的话就是9米的样子 我们现在差不多 已经处在负三层的位置了 唐浩刚说出自己的计算 头顶上边突然传来一阵 咔咔咔的机械运转声 唐浩连忙抬头一看 原本还带着点亮光的洞口 此刻已经是漆黑一片 怎么回事 苏绕紧张地抱紧了唐浩的胳膊 声音中带着一丝恐惧 唐浩拍了拍苏绕的胳膊 别怕 应该是垃圾桶的自动归位装置启动了 安慰完苏绕 唐浩将手机的光芒朝前方照了照 前面是一道方形的走廊 手机光亮有限 根本无法照到走廊的尽头 不过 令唐浩略感心安的是 这里并没有什么腐臭 血腥的味道 甚至连发霉的味道都没有 看来这里的环境 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恶脸 至少空气还算清新 说完 唐浩便紧了锦手里的木棒 慢慢迈步朝前方走去 刚走出两三步的样子 走廊里的灯突然亮了起来 瞬间将整个走廊照得如同白昼一般 唐浩这才看清 走廊两边的墙壁上 每隔机密远就会有一个方格 每个方格里都有一个佛头 在方格内灯光的照耀下 佛头看起来庄严肃木 让人不禁心生敬畏之情 走廊的尽头则是一扇珠红色的木门 厚重的门板上 镶嵌着同志的装饰物 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大门两侧 还有一对石狮子 散发出庄严的气息 仿佛在守护着这扇门后的秘密 看到眼前景象 索扰的小嘴 已经张成了个大大的O型 浩哥 这里到底是何人所见 唐浩没有吭声 不过心底已经隐隐有了一种感觉 这地方搞不好 就是董事长所见 能收集起这么多佛头的 可不是一般人 而且能在地下 翘无声息建造这样工程的 也只可能是园区的一把手 唐浩将苏绕的手机照明关掉 并将手机递还到了苏绕的手上 然后继续迈步往前走去 苏绕连忙一把扯住唐浩的胳膊 有些担心地说道 浩哥 这里不会有机关吧 说不定有什么案件 毒气 陷阱之类的 唐浩笑着揉了揉苏绕的胳膊 安慰道 放心吧 这里的主人看起来是个信佛之人 应该不会对他的客人如此残忍 可以说 唐浩是被邀请来到了这里 只是采用了比较隐秘的方式而已 如果这里的主人就是董事长的话 那么 他想要弄死自己可以说是易如反掌 何必要这么大费周章地 将自己引到地下室来呢 想必 一定是有什么特殊任务交给自己 所以 唐浩才确定自己 绝对不会在这里遭遇不测 继续迈步向前 看着两边栩栩如生的佛头 唐浩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敬畏之情 这里异常安静 只有他们的脚步声在回荡 很快 他们便穿过了长长的走廊 来到了那扇珠红色的大门前 正如唐浩所预料的那样 并没有任何机关被触发 唐浩扭头看了苏绕一眼 便将两只手缓缓放到大门上 感受着从门板上传递出的古朴与厚重 随后便深吸一口气 用力往前缓缓推去 随着吱压一声 那扇沉重的木门被缓缓地推了开来 门内的情景也一点一点 展现在了唐浩的眼前 房间的两侧各有一张紫檀书桌 左侧的书桌上面摆放着一些佛经和毛笔 还有一些手抄本 右侧的书桌上则摆放着 一台闪烁着金属光泽的电脑 不知道为什么 唐浩突然就想起了流浪地球里的量子计算机 在两张书桌之间的地面上摆放着一个蒲团 此刻 一名身穿黑色运动服 头戴冬帽的女子正闭着眼睛 盘腿坐在蒲团之上 看起来似乎正在入定冥想 唐浩与苏绕快速交换了个眼神后 便上前一步 轻咳一声正要开口询问 女子却突然缓缓睁开了眼睛 她平静地打亮了两人眼之后 便慢慢从地上站起身 来到了唐浩的跟前 没想到你来得还挺快的 我还以为你至少也要到天黑才会过来 唐浩眯了下眼睛 试探着问了一句 你就是给我送EMS过来的那位女子 女子摘下兜帽 微笑着点了点头 没错 我先来做下自我介绍吧 我的名字叫做爱玲 不过 我可跟你们不是一类人 我是一名如假包换的机器人 长期以来 我一直担任着董事长秘书一职 一听这话 唐浩的嘴巴瞬间张成了个大大的O型 什么 董事长的秘书是个机器人 爱玲看了唐浩一眼 冷声道 怎么 看不起机器人 唐浩连忙摆手 没有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就是有点惊讶 机器人的技术已经到了这种程度 爱玲 只能说 你的想象力还比较贫乏 唐浩 对了 董事长在这里吗 爱玲点点头 随即迈步 朝那台翻着金属光泽的电脑走了过去 唐浩和苏绕交换了个疑惑的眼神后 连忙快步跟了过去 来到电脑边 爱玲先是将电脑打开 然后直接将自己的左手食指硬生生给拔了下来 看到这害人的一幕 苏绕忍不住发出了一声惊呼 爱玲扭头看向苏绕 诞生说道 别担心 我是机器人 没有痛觉的 说着 爱玲便将左手食指的下端 直接插到了电脑的USB接口上 唐浩轻点了下脑袋 心中了然 原来爱玲的食指也是一个类似密钥的U盘 这样的机密设置也只有机器人秘书能做到了 对了爱玲 你是机器人的秘密 还有其他园区高管知道吗 爱玲一边快速在笔记本电脑上输入密码 一边用没有波澜的声音说道 知道这个秘密的 就只有你们俩 苏绕顿时就是一慌 连忙发誓道 你放心 我们出去后 绝不会把你是机器人的秘密说出去的 否则以后我们生个五胞胎 全是儿子 直播间 苏绕 你这个事实认真的吗 不是 多焦虑也影响到怪谈世界了吗 生儿生女都一样 每个孩子都应该被爱护和珍视 你们猜这会儿 苏绕脑子里想的那个孩子 他爹是谁 我敢打包票 肯定是唐浩 浩哥真惨 已经被苏绕歪歪的千疮百孔了 唐浩的鹅脚已经拉出了几道又长又粗的黑线 爱玲却是没有什么反应 进入电脑桌面后 爱玲又继续操作了一番 便调出了一个视频连线的画面 画面里 一位老者正坐在一张书桌前 低头神情专注地 用毛笔慢慢抄写着一篇经文 唐浩不由的就是谋色异素 这老者正是园区董事长 不过唐浩也同时感到有些吃惊 因为从董事长身后的背景不难看出 他现在所处的房间 跟自己现在所在的房间 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难道董事长在园区 打造了两个一模一样的地下室 董事长 爱玲冲屏幕里的董事长 攻了攻身 汇报道 唐浩已经到地下室了 董事长继续将正在写的 那个字写完后 才将毛笔搁在了笔架上 然后抬起头来看向镜头 唐浩顿时就是一个机灵 连忙也冲镜头攻了攻身 董事长好 董事长捋着胡须点了点头 嗯 果然是天选之人 这么快就来了 不错 唐浩微微愣了一下 天选之人 难道董事长也知道 自己是天选者的秘密了吗 见唐浩露出疑惑之色 董事长便微笑着说道 此前 我用诗草算了一挂 挂项显示 你将会是这次解救 园区危机的天选之人 原来是这么个天选之人 那 我该怎么做 董事长的目光 落到艾琳的脸上 艾琳 去把东西拿来 艾琳点点头 转身去前方的书架上 拿出一个精致的小木盒 递到了唐浩的面前 唐浩接过木盒 并快速将木盒的盖子 打了开来 直接木盒里面 躺着一颗散发着 红色光芒的珠子 珠子的表面 还刻有唐浩看不懂的符文 唐浩将目光 移到董事长的脸上 问道 董事长 这颗珠子是 这叫是魂珠 是一个很偶然的机缘 我从一位高人那里买到的 用你的指尖血激活后 丢到黑树上 就可以将整棵黑树 全部吞噬掉 唐浩点点头 终于明白了 董事长为什么不让艾琳 去消灭黑树的原因 艾琳是机器人 没有指尖血 也就无法激活是魂珠 看来 自己接下来 免不了要闯一趟研发部实验室 这个龙潭虎学了 园区的命运 就全系你一人身上了 请一定要挽狂蓝鱼记斗 说着 董事长冲唐浩 双手合十 拜托了 唐浩顿时就是谋色一宿 董事长您无需客气 这本就是我该做的 董事长继续说道 事成之后 我会赠予你四页园区 15%的股份 还有 我这个机器人秘书 也送给你了 艾琳有八种亲密模式 只是我这一把老骨头 之前没有体验过 现在嘛 我成了数字生命 就更没法体验了 听到这里 唐浩不由得猛地震了一下 董事长您是 数字生命 董事长点点头 其实我三个月前就已经病危了 只是那时研发部的实验室里 已经渗出了邪恶的气息 使我一直放不下心来 我就在病中沾了一挂 预测到园区将遭遇重大危机 如果要交给我那不成器的儿子 来处理 我是一万个不放心 就在弥留之际 将意识上传到了量子计算机上 继续以数字生命的形态 管理着园区的事物 唐浩缓缓点了下脑袋 原来是这样的 一旁素扰的小嘴 却已是高高撅了起来 董事长 你给浩哥股份可以 至于爱玲 就没有必要了 董事长震了一下 随即呵呵笑了起来 不好意思啊 是我老眼昏花 刚才没有看到你 你是唐浩的女朋友 唐浩刚想说不是 素扰已经上赶着一把 勾住唐浩的胳膊 是啊 我可不想跟一个机器人 争风释错 董事长揉了下脑袋 这次是我考虑不周 等你们俩结婚的时候 我一定给你们 包一个大大的红包 素扰顿时就是眸色一灿 谢谢董事长 直播间 素扰啊 你怕失望了 还有个好闺蜜林漫马 谎言重复一万遍 就成了真理 感觉唐浩已经开始习惯 素扰是自己女友的设定了 还真是应了那句话 明花虽有主 锄头更无情 只要锄头挥得好 没有墙角挖不倒 唐浩的目光 落到董事长的脸上 董事长 那我什么时候行动比较好 董事长想也不想地达到 那当然是越快越好了 污染多存在一刻 就有可能会多吞噬几条人命啊 唐浩表情郑重点了点头 有些迟疑地说道 那郭勇副总那边 毕竟 唐浩现在是以看病的名义溜出来的 刚才还直接将手机给关机了 郭勇这会儿 怕是已经暴跳如雷 接下来极有可能就要借助 圆区安保之力来寻找自己了 董事长摆了摆手道 放心 这点我已经考虑到了 一会儿 我会给郭勇发一封邮件 让他接下来都不准再打你的主意 唐浩顿绝心头一松 连忙又继续问出了第二个问题 那进实验室后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那地方唐浩可是一次也没有去过 而且对现在里面可能存在的危险 也一无所知 董事长的眉心拧了拧 你唯一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千万别死 咕嘟 唐浩狠狠咽了口唾沫 你也不用太紧张 我会让爱玲陪你一起进去的 她不仅是个秘书 还是个超级战士 她会尽最大努力保护你的安全的 董事长宽慰道 唐浩赶激地点点头 眼前闪过一针战斗天使阿丽塔的画面 搞不好爱玲也像阿丽塔一样能打呢 行了 该交代的我都已经交代了 如果你没有别的事情的话 差不多就可以出发了 说完 董事长便继续拿起毛笔 抄写起了经文 本以为董事长会有一番壮烈激昂的出征鼓励 没想到他如此平淡的就下达了出征令 好吧 能看得出来 董事长是个学佛之人 遇事平淡从容 也是应有之意 爱玲立即关掉董事长的视频连线 并将自己的手指从USB接口上拔下来 重新装回到自己的左手上 皮肤间的裂隙很快融合 形成一个整体 根本看不出任何的破绽 爱玲轻轻活动一下手指 动作丝滑顺畅 就像是在跳手指舞一样 随后 爱玲又在电脑键盘上 噼里啪啦地敲击了一通 唐浩看到屏幕上 突然跳出了自己的信息页 不禁疑惑地看了爱玲一眼 这是 我正在将你的生物信息 录入到研发布实验室的门禁系统里 一会儿你进去 就不会那么麻烦了 爱玲解释道 一听这话 苏绕立即上前一步 扯了扯爱玲的胳膊 爱玲 也帮我录入一下生物信息好不好 我也要去 爱玲扭头朝苏绕翻了个白眼 你去了只会成为我们的拖累 还是老老实实在宿舍待着吧 苏绕小嘴一扁 感觉马上就要哭出来似的 他连忙扭头 摇晃起唐浩的胳膊 浩哥 让我也去嘛 我可以发誓 绝对不会给你们添乱的 唐浩揉了揉苏绕的胳膊 温声道 还是听爱玲的吧 人多了 我们行动起来 反而会变得不灵活 苏绕眼圈都红了 可是人家担心你的安危吗 唐浩顿了一下 心中涌起了一股暖意 当即一把将苏绕揽在怀里 轻轻扶了扶他的后背 安慰道 放心吧 我肯定会没事的 苏绕突然点起脚尖 扬起脑袋 毒起嘴唇 在唐浩的唇瓣上 轻轻拨了一下 浩哥 一定要平安归来 一旁的爱玲 有些烦躁的朝刘海吹了口气 婆婆妈妈的 还走不走了 唐浩连忙将苏绕推离自己的身体 速色道 这就走 很快 三人便一起离开了地下密室 来到了杏林中 唐浩叮嘱了苏绕几句 便和爱玲一起 往研发布实验室的方向 快步走去 两人走了差不多十分钟的样子 便看到前方有一栋 形似鸡蛋的椭圆形建筑 那就是研发布实验室了 爱玲一边说 一边加快了脚下的步伐 这里地处园区的东北角 地理位置比较偏僻 目之所及 不见任何一个人影 除了偶尔传来一两声乌鸦的叫声之外 便再也听不到任何声响了 空气中的雾霾 肉眼可见的变成了黑色 若是仔细观看这片雾霾的话 甚至还能看到 一团团聚集的黑色气息在流动 像黑色鬼魂 在空气里漫无目的的游荡一样 诡异而又惊悚 唐浩忍不住轻轻咳嗽了几声 尽管戴着口罩 他的嗓子还是愈发难受了起来 很快 两人便来到了 弹形建筑的前方 唐浩这才发现 绕建筑拉了一圈红色警戒线 还立了一块醒目的告知牌 上面写着 警告 此地危险 千万不要进入 来到警戒线边 爱玲打亮了一眼前方的弹形建筑 眉色变得越发凝重了起来 这里院的气息越来越浓了 你要是就这样进去的话 很快就会被污染的 唐浩的脸色变得有些苍白 舔了下嘴唇问道 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爱玲没有回答唐浩的问题 而是刺拉一声 拉开了运动服的拉链 然后掀开了里面的T恤 伸手掏向了他的大白兔 唐浩顿时就是一耸 连忙背过脑袋 你这是干嘛呀 爱玲直接走到唐浩前方 将一个东西递到了唐浩的面前 唐浩朝爱玲手里瞥了一眼 顿时如遭雷轰电掣般呆住 爱玲手里拿着的 竟然是一只大白兔 毫无疑问 肯定是刚才直接 从爱玲身上卸下来的 快拿着 爱玲将白兔 又往唐浩跟前滴了一公分 唐浩瞪大的眼珠 都快从眼眶里掉出来 不是 都这个时候 我也没这个先行意志 不想死的话 就快点拿着 爱玲的头顶 仿佛有一团无形的火焰 熊熊燃烧了起来 唐浩迟疑了一下 还是伸手将爱玲的白兔拿了过来 这该死的手感 简直 下一秒 唐浩惊奇地发现 手上的白兔开始快速变形 展开 宛如钢铁侠的战衣一样 迅速将唐浩的身体包裹了起来 但脑袋部分 还形成了一个透明的面罩 唐浩试着深吸了一口气 刚才那种喉咙难受的感觉 瞬间就消失了 唐浩瞪大眼睛 冲爱玲竖了个大拇指 我去 你的兔兔 也太有科技含量了吧 直播间 我去 这还真是科技 与很活的完美结合呀 不愧是董事长的秘书 简直就是愉悦性和实用性两手抓 两手都很硬 关键是 还有八种亲密模式 实在是让人遐想无限啊 要是这样的机器人 在现实世界也有卖的 那可就太耐思了 就算有卖的 价格肯定也不便宜 咱们普通小老百姓 哪里消费得起啊 还不如老老实实找个女朋友呢 哎 果然又是富人的玩具 我们也只能望尘莫及了 应该是鞭长莫及才对 爱玲冷冷地看了唐浩一眼 随即撩开警戒线 俯下身 以极其优美的姿势钻了过去 唐浩健壮 也连忙撩开警戒线 俯身钻了过去 这由白兔幻化的防护服 也不知道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 穿在身上行动起来 竟然没有丝毫的阻质感 这玩意儿 要是能带回现实世界 给国家的有关部门 拿去做研究的话 说不定能给龙国科技 带来革命性的提升呢 实验室的正门 看起来很普通 是一扇深色的玻璃门 由于里面没有开灯 所以透过玻璃门 根本无法看清里面的状况 两人刚走到门边 玻璃门就自动向两边拉开 门后是一个 类似地铁安检的通道 爱玲率先走过一道安检门 一束绿色的光线 从她的脸上扫过 随即前方的玻璃门 缓缓拉开 待爱玲通过后 玻璃门很快又关了起来 唐浩这边深吸一口气 也走进安检门中 绿光扫过之后 前方的玻璃门 也缓缓拉了开来 唐浩赶紧穿过玻璃门 快步走到爱玲身边 低声问道 黑树在哪里 在地下三层 爱玲轻声回答 电梯可能不安全 我们走楼梯下去 唐浩点点头 右手不自觉地 捏了捏口袋里的那颗湿浑珠 你知道楼梯在哪吗 爱玲点点头 你跟着我就是了 说着 爱玲便快步朝大厅 右前方的位置走去 唐浩连忙跟上 大厅里一片狼藉 各种文件散落的到处都是 地面上满是玻璃碎片 反射着冷光 角落里还能看到一些血迹 干涸的暗红色痕迹 在白色的墙壁上 显得格外醒目 仿佛在诉说着 曾经发生过的可怕事件 经过一个消防柜的时候 爱玲突然停下脚步 打开玻璃窗 将里面的消防斧拿了出来 递到了唐浩的手上 你拿着这个防身 一会儿 我们很有可能会碰上变异生物 唐浩的侯杰滚动了一下 脑子里闪过一针 早上那个被急救车 带走的鼠人的画面 又往前走了一段距离 两人终于来到了楼梯口的位置 楼梯下方光线幽暗 黑色的气息 仿佛莫知浸染的鱼群 在下方拥挤幽动 墙壁上布满了斑驳的血迹和爪痕 昭示着这里 曾经发生过惨烈的战斗 爱玲看了唐浩一眼 说了句 下去了 便在自己左眼旁 轻轻点了一下 一道明亮的光束 瞬间从爱玲的左眼里射出 将楼道下方招的血量 唐浩连忙紧了锦手里的消防符 紧跟着爱玲的步伐 快速朝楼梯下方走去 刚走到中间转角处的时候 突然 一阵扑朗朗的声音响起 几只鹰损大的便衣蝙蝠 从角落里朝两人冲了过来 唐浩心中一惊 刚要举起消防符 一只蝙蝠已经直奔他的面门而来 唐浩本能地闭上了眼睛 然而 他并没有感觉到疼痛 反而听到了砰的一声闷响 他睁开眼睛一看 发现那只蝙蝠正趴在了 他的头盔玻璃罩上 唐浩不由地常常吐出一口浊气 得亏是有这个防护符 不然自己这会儿 肯定已经被变异蝙蝠给咬了 就算不死 也必然会被污染 唐浩连忙一把抓起面罩上的蝙蝠 用力丢到地上 紧接着便是一斧头 将它劈成了两半 爱玲则不知从哪里 抽出了两把半米来长的短刀 左边一刀 右边一刀 每一次出刀都又快又准 宛如在玩切水果游戏一样 瞬间便将这些蝙蝠 全都切成了碎片 把一旁的唐号都给看待了 就这战力 跟战斗天使比起来 也是不慌多让 消灭完了变异蝙蝠 两人继续往下 走到负二层的时候 便发现下方的楼梯 已经被碎裂的墙壁 堵了个严严实实 除非两人会液态化 否则是断然不可能 穿越这些障碍物下 到负三层的唐号 拧起眉心 看向爱玲 还有别的路 可以通到负三层吗 爱玲点点头 对面还有一个楼梯 不过前提是 我们要穿过负二层的实验室 一会儿记得跟紧我 唐号点点头 一颗星瞬间收紧了起来 要知道 这里可是负二层 非常接近黑树核心的一层 会碰上变异生物 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随着吱压一声轻响 爱玲轻轻推开安全门 随即将墙壁上的照明开关打开 玻璃茶子和碎片散落在各处 在实验室的中心 情况更加严重 一个大型的实验设备倒在地上 周围散布着许多破碎的试管和玻璃瓶 里面的液体已经流得到处都是 实验台上的电脑和显示器也被摔坏了 不时有断裂的天线蹦出火花 发出滋滋的声音 爱玲扭头对唐号轻轻嘘了一声 随即提起双刀 然后用最轻柔的动作踩在了地板上 慢慢往前方走去 唐号深吸一口气 立即点起脚尖跟上了爱玲的步伐 经过前方一个实验柜的时候 唐号眼角的余光里 突然出现一片刺目的血红色 连忙扭头一看 视野里立即出现一名 靠坐在实验柜上的工作人员 这名工作人员的脸部已经被什么东西 啃得面目全非 血肉模糊 他已经破碎的眼珠 瞪得快要从眼眶里掉出来 嘴巴张开 仿佛还想呼救 但已经发不出任何声音 一阵恶心和恐惧感瞬间潮水般袭来 唐号身上的汗毛根根竖起 胃部也生疼一股想要呕吐的强烈冲动 唐号用右手死死地掐住自己左手的虎口 试图用痛感来抑制住那即将喷涌而出的呕吐冲动 绝对不能让呕吐物进入面罩 随着手指的用力 虎口处传来一阵剧烈的麻痛 渐渐地 唐号感觉自己的呼吸变得平稳起来 恶心的感觉也逐渐消退 唐号如释重负地长须出一口气 然而 就在这时 他的脚下不小心踩到了一块玻璃 咔嚓 玻璃碎裂的声音立刻响了起来 声音虽然不大 但在寂静的富二层实验室里 却显得格外刺耳 唐号的侯杰滚动了一下 下意识地朝四周快速望去 视野里并没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冲出来 不过 耳中却隐约传来一阵低沉的嘶鸣声 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苏醒 爱玲顿时双目一灵 连忙一把抓住唐号的胳膊 朝着前方狂奔了起来 奔跑了约莫有十几米远的样子 爱玲突然一个急杀定在了原地 唐号一个重心不稳 重重撞在了爱玲的后背上 爱玲的身体只是微微摇晃了一下 便迅速恢复了平衡 唐号不禁心中感叹 不愧是机器人 底盘就是稳然而下一秒 唐号就像是见了鬼般 身上的汗毛一根根钢针般地竖了起来 越过爱玲的肩膀 他看到前方站着七个鼠人 这些鼠人一个个眼睛血红 嘴巴里到耳根露出尖锐的牙齿 腿部依然保持着人类腿部的样貌 只是看起来更加粗壮有力 两只手则已经进化出了锋利的爪子 宛如胡爪般散发着令人胆寒的光芒 要是被这玩意儿挠上一下 绝对瞬间皮开肉绽 唐号的目光从这些鼠人的脸上快速掠过 当落到右边第七个鼠人脸上的时候 唐号的一颗心不由的就是猛地咯噔了一下 尽管这位鼠人的脸上 已经变异成了半人半鼠的样子 但唐号还是一眼就认出了 他就是自己的同事崔小北 唐号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怎么也想不到 崔小北非但没有逃出园区 反而变成了这样一副可怕的模样 小北 唐号轻唤了一声 试图唤起崔小北的记忆 我是唐号 然而 崔小北依然瞪着血红的双眼 嘴角的肌肉猙獰的颤动着 仿佛随时要对唐号发动进攻一般 爱玲冲唐号测了测脑袋 他已经是个活死人了 一会儿打起来 可千万别手软 唐号宁起眉心 紧了紧手上的消防斧 点了点头 知道了 唐号话音还未落下 爱玲便刷的一下 扔出了右手的短刀 短刀在空中急速飞行 带着一抹寒芒 准确无误地刺入了 中间那只鼠人的脑袋 鲜血混合着脑浆 瞬间喷涌而出 鼠人的身体猛地抽出了一下 随即轰然倒地 其他六只鼠人 立即发出了一阵尖锐的叫声 挥舞着利爪 迅速朝唐号和爱玲 飞奔了过来 爱玲立即一个冲刺 飞起一脚 踹在一只鼠人的胸口 伴随着一阵骨骼碎裂的声音 鼠人闷哼一声 身体猛地飞了出去 重重砸在一台实验设备上 紧接着 爱玲又是一个转身 手里的短刀 划出一道灵力的弧线 直接将一只鼠人的脑袋 给削了下来 这时 一只鼠人已经从右侧 绕到爱玲身后 一个急冲 然后猛地跃起 对着唐号的脑袋 就挥下了力爪 正是那只由崔小北 变异而来的鼠人 唐号瞳孔猛地一缩 连忙往下一蹲身子 随即将消防府高举到头顶 随着东的一声闷响 鼠人胸口的位置 重重撞到消防府上 发出一声刺耳的惨叫 同时 巨大的冲击力 将消防府从唐号手里撞脱 鼠人的身体 直接压在了唐号的身上 幸好唐号的身后 没有钢筋之类的锐气 否则鼠人的这重重一压 定能将他的后背穿个窟窿 短暂的停顿之后 鼠人立即张开嘴巴 对着唐号的面罩咬了起来 面罩太过平滑 材质又极为坚硬 是以鼠人除了在上面 留下一滩恶心的粘液之外 并没有对面罩造成什么破坏 唐号连忙抱住鼠人 猛地一翻身 让鼠人压到自己的身下 随即一把抓过地上的消防府 对着鼠人的脑袋 就重重劈了下去 随着咔嚓一声巨响 唐号的这一斧头 直接砍在了鼠人眉心 到左脸颊的位置 鼠人的脑袋瞬间被劈开 鲜血脑浆四处飞溅 唐号的眼前瞬间一片粘腻 混合着鲜血的脑浆 附在面罩上 几乎阻隔住了他的全部视野 唐号身体一软 贪坐在地上 大口喘起了粗气 直播间 我尼玛 这怎么也不打个马赛克 快恶心死我了 这叫暴力美学 只有这样直观地展示出来 才能让人感受到 战斗的激烈和残酷 才能让人更加珍惜和平 唉 可怜的崔小北啊 死得真惨 哪里跑出来的圣母 滚 一个活死人 还勾起你的同情心了 这应该是唐号 第一次在副本里杀人吧 这心理素质 已经是够强的了 要是我 恐怕早就被这个鼠人 给弄死了 唐号硬是没有吐在面罩里 必须给他点个大大的赞 爱玲在实验桌上 抽了一把餐精纸 蹲到唐号身前 替他擦拭起了 面罩上的血液和脑浆 沙 沙 随着擦拭的动作 爱玲那张精致的容颜 逐渐由模糊变得清晰了起来 在爱玲身后的 则是横七竖八 躺倒在地的鼠人尸体 干得不错 爱玲冲唐号 翘了下嘴角 随即伸出右手 将唐号从地上拉了起来 将地上的消防斧 捡起来递到唐号手上后 爱玲又将那把刺入鼠人 脑袋上的短刀拔出来 用餐精纸擦拭干净 走吧 这一层应该不会再有 变异生物了 爱玲说着 便甩开不紫禁直朝前方走去 走了没会儿 前方果然出现了一道楼梯口 两人来到楼梯边 肉眼可见黑色的气息 在楼道内飞旋鼓荡 甚至还能听到 各种若有似无的痛苦声音声 从下方传来 这哪里是什么楼梯口 简直就是地狱的入口 唐号的猴杰滚动了一下 说不害怕 那是骗人的 但他知道 已经走到了这一步 便没有了再退回去的选项 爱玲扭过头来看向唐号 轻声说道 别害怕 你的防护服 至少还能抵御四五个小时 愿的气息 暂时不能对你构成威胁 一会儿我们下去后 朝黑树丢出是浑珠 一切就结束了 唐号表情郑重地点了点头 深吸一口气道 走吧 大不了早死早朝生 爱玲再次打开 左眼照明 手持双刀摆出防御的架势后 便迈步走下了楼梯 唐号用力钻了下手里的消防斧 紧紧跟上 两人刚走了十级台阶的样子 上方突然传来 砰的一声巨响 整个楼梯都随之猛地哆嗦了一下 仿佛立即就要倒塌了一般 短暂的耳鸣后 唐号的听觉 才重新恢复了正常 爱玲和唐号 交换了个疑惑的眼神之后 便直接转身冲上楼梯很快 爱玲就发现了 刚才那道巨声的来源 是负二层的安全门被撞上了 爱玲一边说 一边抓住安全门的把手 试着推拉了一下 门纹丝未动 看来是已经被锁上了 唐号拧了拧眉心 有没有可能是被 负二层实验室里的鼠人给关上了 爱玲吐出一口气 先不管这些了 我们继续前往负三层 唐号点了点头 两人加快步伐 继续沿着楼梯向下走去 很快 两人便来到了负三层的位置 安全门是关上的 爱玲正要去推安全门 却猛然看见 门头上写着B2的字样 B2正是负二层的意思 唐号也很快注意到了这一点 立即疑惑说道 奇怪 我们明明是从负二层下来的 怎么还在负二层 爱玲 你知道这里地下一共有基层吗 这里地下一共就只有三层 爱玲一边说 一边走到楼梯幅手边 伸出脑袋 朝下面看了看 令她感到诧异的是 楼梯继续往下延伸 也就是说 下面还有楼层 爱玲的眉心 瞬间拢起了两座小山丘 喃喃自语道 这怎么可能 难道是我的数据库有误吗 说着 爱玲便继续蹬蹬蹬的 朝下面的楼梯跑去 唐浩连忙跟上 很快 两人便来到了 下面一层的安全门前 令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 门头上写着的 依然是B2的字样 唐浩掐起下巴 难道我们陷入了空间循环 爱玲 我现在就站在这里 你继续往下走 看它会发生什么 爱玲速色一点头 立即迈开步子 三步并坐两步地冲下楼梯 只过了几秒钟的样子 唐浩便看见爱玲 从自己上方的楼梯 蹭蹭蹭地跑了下来 咕嘟 唐浩狠吞了口唾沫 快速思索了两秒后说道 爱玲 麻烦你在往上面的楼梯 跑一下试试 几秒钟后 唐浩便看见爱玲 从下方的楼梯上冲了上来 唐浩的表情变得凝重了起来 他奶奶的 还真的是陷入到空间循环了 爱玲收起双刀 将右手腕上的一块皮肤掀开 露出里面一块长方形的屏幕来 他快速在屏幕上点击了几下 一阵机械运转的声音 立即响了起来 很快 爱玲的右手就变成了巨大的铁拳 整只右胳膊也增出了三四倍 我试试用蛮力 能不能打开这道安全门 唐浩点点头 立即闪到一边 爱玲快步来到安全门边 稍微活动了下右壁后 便抡起铁拳猛地朝安全门砸了下去 这一拳之力 怕是能直接将那安全门 给砸出一个大窟窿来 然而 想象中的场景并没有出现 在铁拳即将触碰到安全门的瞬间 无数愿之气息突然快速聚拢过来 凝成了一团黑色的屏障 将爱玲的铁拳给牢牢地挡了下来 那屏障看似脆弱 却将爱玲这一拳的力量给尽数卸去 使得她这一拳仿佛打在了棉花上一般 完全没有对安全门造成任何伤害 爱玲见状 不由的眉头一皱 她连忙后退两步 重新打开右臂上的皮肤 再次在里面的屏幕上快速点击了几下 很快 唐浩便看见爱玲的右臂下方 伸出了两根排气一样的管子 下一秒 这两根管子里便喷出幽蓝的火焰 这手臂上居然还带推进器 真的是小母牛按门铃 简直牛批到家了 爱玲再次抬起右臂 在推进器的加持下 这一拳快地只留下了一道炫目的幻影 唐浩都忍不住无奇眼睛 然而 预料中的那声碰撞的轰鸣 却并没有发生 爱玲的这一拳 再次被院之气息给挡了下来 她立即原地旋转360度 随即对着安全门旁边的墙壁又是一拳 要是能砸穿墙壁 效果也是一样的 然而 院之气息再次迅速聚集 稳稳接住了爱玲的这一拳 爱玲紧钻了一下拳头 指关节发出咔咔轻响 看得出来她非常的不甘 唐浩吐出一口气道 别着急 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爱玲点了点头 将铁拳收了回去 唐浩想了想 问道 对了 我记得之前看过一种循环楼梯的图画 你的资料库里有没有这方面的内容 爱玲点点头 在右眼旁轻轻点击了一下 这是彭罗斯阶梯 是一个数学悖论和视觉幻象 由数学家罗杰 彭罗斯于1958年提出 爱玲介绍道 彭罗斯阶梯看似是一个无限循环的楼梯 但在现实中却无法存在 唐浩仔细观察着全息影像中的彭罗斯阶梯 陷入了沉思 现实中不存在的彭罗斯阶梯 在这里居然成真了 所以说 这里的楼梯很可能是个四维空间 沿着楼梯 无论往上还是往下 都会陷入循环 爱玲轻点了下脑袋 看起来是这样的 唐浩继续说道 而你刚才试图暴力攻击安全门和墙体 都被怨知气息给抵挡了下来 这就说明 破坏这些就会使空间循环被打破 否则他们也没必要加以阻挡 唐浩又指了指全息投影上的图片说道 你看这张图上的小人 如果他翻过栏杆跳下去的话 就能成功挣脱循环空间 爱玲促没到 可是这里有怨知气息的抵挡 我们无法打破安全门和墙壁啊 唐浩来到楼梯护栏边 指了指下方黑洞洞的空间说道 你说的没错 所以我在想 是否可以从这里直接跳下去 跳下去 爱玲的双眼眯了眯 随即也走到楼梯护栏边 朝下面仔细看了看 可是下面甚不见底 跳下去应该会摔死吧 唐浩想了想 便将目光落到了爱玲的腿上 那什么 能否借你的袜子一用 爱玲不解的促起眉心 借我袜子 你想要干嘛 唐浩立即解释道 把你的袜子丢下去 如果楼梯中间的这块空间 也是循环的话 一会儿 袜子应该还能再掉落到这个地方来 主要是我现在身上包裹着防护服 不然的话 我直接丢自己的袜子就行了 爱玲点了点头 随即俯身脱下运动鞋 将左脚上那只黄色的棉袜脱了下来 递到了唐浩的手上 唐浩立即将手臂伸出护栏 手指轻轻一松 袜子便飘落了下去 袜子在空中不断下坠 很快便消失在了下方的黑暗中 两人平住呼吸 足足等了两三分钟的样子 袜子却并未再从上方掉下来 爱玲的同色亮了亮 还真的没有再从上面掉下来 看来循环的空间就只有楼梯 只是不知道下面距离这里有多高 唐浩想了想说道 如果你之前得到的信息无误的话 这里的地下也就只有三层 而我们现在所处的是负二层的位置 所以从这里到下面 应该就只有一层楼的距离 爱玲点点头 那我先跳下去看看 如果的确如你所说 我再发射个绳钩上来 就是不知道怨之气息会不会阻碍 我们跳下去 唐浩揉了揉下巴说道 应该不会 否则刚才那只袜子 就会被怨之气息直接抛回来了 我才想 这里的怨之气息 应该就像是被事先设定好的程序一样 而他们目前只负责抵挡 对安全门和墙壁的攻击 至于楼梯中间的这块空间 很显然 目前还在他们的盲区范围之内 所以 我们要趁着他们被输入新的程序之前 赶紧跳下去 爱玲速色一点头 说了句知道了 便一个钥子翻身 越过护栏 跳了下去 很快 下方传来一声沉闷的响声 紧接着 爱玲的声音从下方传了上来 你的分析是正确的 我已经到达负三层了 你现在站远一点 我要发射神钩了 唐浩说了声好的 便快步退到了安全门的位置 很快 下方传来嗖的一声 紧接着便是当当一声 护栏上已经多了一个抓钩 唐浩没有任何犹豫 立即冲到护栏边 抓住绳子 开始向下攀爬 由于在这个副本里体能有所加强 唐浩爬起来还是很轻松的 很快便到达了下方的地面 爱玲正站在安全门的跟前 右手已经变成了铁拳的形态 她扭头看了唐浩一眼 确认她没事之后 便猛的一拳挥出 朝安全门上砸了下去 这一次 院知气息没在聚集成盾 很显然 这些院知气息还没那么智能 需要被写入代码 才能执行相应的程序 或许是黑术过于自信的缘故吧 保护负三层安全门的程序 还没有被写入 安全门被铁拳砸中 立即发出咣当一声巨响 门猛地弹开 并重重撞在了两边的墙壁上 发出骇人的声响 唐浩的鹅脚瞬间拉出几道黑线 你这是生怕黑术 不知道我们已经来了呀 也许这安全门根本就没上锁呢 你就这么疯狂输出 不过 唐浩也只是在心中付匪了几句 双脚已经快速迈入了 负三层的实验室之中 视野里 无数黑气在空气中激荡游走 实验室里的实验设备 东倒西歪 地上一片狼藉 在实验室的中央 有一个巨大的树状物体 上面缠绕着不断翻涌的 浓郁黑色气息 在这些翻滚的气息里 可以看到无数老鼠脑袋的形状 偶尔还夹杂着一些 人类脑袋的形状 这些脑袋无一例外 都在张大嘴巴痛苦地呻吟着 它们的表情扭曲 似乎在遭受着极大的痛苦和折磨 就是那棵树 爱玲发出一声轻呼 快 赶紧激活试魂猪 灭了它 唐浩点点头 正要去掏口袋里的试魂猪 却突然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 我现在穿着防护服啊 要怎么拿 防护服一旦脱下 怨知气息立马就会将自己给污染 爱玲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她快速思索了两秒之后 便一把将唐浩搂在了怀里 唐浩愣了一下 问道 你这是 爱玲没有吭声 只见她身上的运动服开始液态化 并迅速爬到了唐浩的身上 唐浩大概明白了爱玲的用意 她应该是要给自己 创造一个密闭的空间 好让自己将是魂猪拿出来 并咬破指头 用指尖血来进行激活 就在黑色物质 快要流淌到唐浩胸口位置的时候 一阵咚咚咚的脚步声 突然快速从爱玲身后逼近 紧接着 爱玲的后背便重重挨了一脚 连同她怀里抱着的唐浩 一起飞了出去 眼看两人就要撞上前方的试验台 爱玲猛地伸出右手来 往地上一撑 随即一个后空帆 落到地面上 地面都被踩出了两片裂纹 你没事吧 唐浩立即关切问道 爱玲活动了下肩膀 说了句没事 便直接将两把短刀抽出来 护在了胸前 目光却是警惕地看向前方 很快 咚咚咚的脚步声再次传来 但奇怪的是 唐浩的视野里 却不见任何的人形 突然 脚步声猛地停了下来 随之诡异的一幕惊现 一把椅子 在没有任何外力的情况下 突然凌空升起 随后炮弹般朝两人飞了过来 爱玲连忙一把将唐浩推开 随即右手短刀猛地往前劈出 直接将椅子劈成了两半 然而下一秒 爱玲便觉左臂上 像是被什么东西抓了一下 扭头看时 只见运动符上 已多了几道长长的划痕 好在她的运动符 是由特殊材料打造 坚韧无比 划痕很快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完成自我修复 这家伙会隐身 爱玲轻呼一声 随即快速在身前挥舞起双刀 你能红外扫描吗 唐浩立即问道 爱玲摇摇头 试过了 没用 你快躲到我身后去 唐浩答应了一声 正要行动的时候 突然发现 前方的实验台上 有两管带颜色的试剂 爱玲 用那两管试剂 唐浩朝前方伸手一指 随即一闪身 藏到了爱玲的身后 爱玲朝那两管试剂上 瞥了一眼 立即就明白了唐浩的用意 连忙抓起地上 刚才被自己劈成两半的椅子 用力朝前方扔去 咚的一声 其中一半椅子 像是撞到什么东西上 当场碎裂掉落到了地上 爱玲抓住试剂 立即一个冲刺 来到实验台旁 将两管带颜色的试剂 抓在了手里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 爱玲听到 右侧有脚步声快速逼近 紧接着便是一道 凌厉的破风声 朝着她的脑袋呼啸而来 爱玲立即往旁边一闪身 同时将手里的两管试剂 猛地朝风声袭来的方向 用力丢了过去 咔嚓 噼啪 两道声音几乎同时响起 爱玲的头发 被锋利的爪子削去一流 而两管试剂 也撞在那东西的身上 暴力了开来 试管里 绿色和紫色的液体 瞬间飞减开 在空气中 浑染出了一片巴掌大的区域 能看得出来 那是一片类似于 鼠人胸口的位置 爱玲的唇角微微一掀 立即挥舞双刀 对着色彩上方的区域 就是砍了下去 当当一声 爱玲的双刀 突然被什么东西抓住 很快 便有黑色血液 从刀刃上流了下来 鲜血渐渐勾勒出了 两只利爪的轮廓 去死吧 爱玲大喝一声 随即猛地抬起右脚 以千军之力 踢向鼠人的胯下 随着一声清脆的碎裂声 鼠人的身体 直接凌空飞起 重重砸到头顶的天花板上 然后又砰的一声 重重砸在了地上 扬起一片灰尘 这玩意 毕竟是活死人 虽然被踢碎了昆昆 却并不会有痛觉 说不定立马就会从地上 爬起来进行反击 爱玲非常清楚这一点 立即手起刀落 斩向了鼠人的脑袋 咔嚓一声 在一片喷溅的黑色血液中 鼠人的脑袋 瞬间跟身体分了架 爱玲立即抬起右脚 直接将鼠人的脑袋 踢飞了出去 做完了这些之后 爱玲便立即转身 快步走到唐浩跟前 继续一把将她抱在了怀里 不知道这里 还有没有这样的隐身鼠人 我们得抓紧时间了 唐浩素色一点头 知道了 很快 爱玲身上的那套黑色运动服 就幻化成了一个 椭圆形的密闭空间 爱玲打开了左眼的照明 椭圆空间内顿时一片血量 此时的爱玲上身 是一件白色T恤 下身只有一条粉色的 三角小酷酷 看什么呢 还不快点干活 爱玲瞪了唐浩一眼 唐浩呜一声 连忙脱去身上的防护服 将口袋里的噬魂珠拿了出来 同时 咬破右手无名指 将指尖血跌落在了噬魂珠上 血跌瞬间融入珠子里 差不多过了一两秒钟的样子 唐浩清晰感受到 噬魂珠在自己的手心 微微颤动了一下 随即发出了一声低沉的嗡鸣 紧接着 它的光芒便由红色 逐渐转变成了紫色 而且越来越亮 犹如一颗耀眼的紫色明珠 而在噬魂珠的表面 则有一股神秘的气息 在绕着珠子快速流动 形成了一个奇异的 类似符文的图案 爱玲的同色亮了亮 太好了 噬魂珠激活成功了 接下来就交给我了 说着 爱玲便拿过唐浩手里的噬魂珠 攥在了自己的手心 唐浩的臂力毕竟有限 要朝黑树投掷噬魂珠的话 势必得走到很近的地方 这无疑会带来很大的风险 所以 爱玲义不容辞地 将这个重任揽在了自己的身上 他毕竟是机器人 臂力和防御力都远远大于唐浩 见唐浩穿好防护服后 爱玲便将运动服 重新收回到身上 然后快速朝黑树冲了过去 很快 爱玲便来到了 距离黑树仅有一百米远的距离 这个距离以他的臂力 已经完全可以将噬魂珠精准投掷到黑树身上了 可就在爱玲准备扬起手臂投掷的时候 黑树上的怨之气息像是突然得到指令一般 开始如剑语般疯狂地向爱玲袭来 爱玲同色斗变 正要转身后撤 手中的噬魂珠突然紫光大胜 形成了一个类似漩涡状的光运 这些怨之气息在接触到噬魂珠释放出的光运漩涡后 便立即被吸入了进去 噬魂珠就像是无底洞一样 不断吞噬着前方的怨之气息 随着吞噬数量的增加 它所释放的光运漩涡也肉眼可见地增大了一圈 爱玲顿时就是同色一阵 连忙又往前冲刺了一段距离 然后猛地朝黑树的根部丢出了噬魂珠 噬魂珠在空中划出一道绚丽的抛物线 精准无比地落到了黑树树根与树盖连接的位置 噬魂珠上的紫色光芒瞬间爆发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将整颗黑树都笼罩在其中 黑树上的无数怨灵感受到了噬魂珠的力量 它们拼命想要逃窜 却发现无论如何挣扎 都无一例外地被吸入到了漩涡的深处 最终黑树彻底坍缩 被噬魂珠吸纳殆尽 而在噬魂珠内则多了一道黑色的脉络 仿佛琥珀中的一只小虫 被永远地封存在了噬魂珠中 此时实验室里一片寂静 仿佛刚刚的激烈战斗从未发生过一样 也仿佛那棵黑树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艾琳迈步走到刚才黑树扎根的位置 将地上的噬魂珠捡了起来 这噬魂珠还能用吗 唐浩问道 艾琳摇摇头 噬魂珠只能使用一次 唐浩醋没问道 那这棵珠子要怎么处理 被吞噬的怨灵不会再跑出来吧 唐浩点点头 指了指电梯的方向问道 现在我们可以乘坐电梯了吗 艾琳勾勾勾唇脚 露出一个淡淡的微笑 应该没问题了 没有了那棵诡异的黑树 电梯就算出了故障 那也只是物理层面的问题 艾琳自信还是有能力搞定的 电梯运行得非常顺畅 很快 两人就来到了一楼大厅 唐浩正要迈步朝实验室的大门走去 却被艾琳轻轻拽住了胳膊 现在污染源已经解除了 你差不多可以将防护符还给我了吧 唐浩恍然呕了一声 立即手脚力锁地将身上的防护符拖了下来 艾琳接过防护符 同时在上面的两个地方按了一下 只见防护符仿佛突然拥有了生命一般 开始迅速收缩 聚拢并很快变成了一个大白兔的形状 唐浩的脸上猛背一躺 立即将视线移到了别处 艾琳迅速将大白兔安装回原来的位置后 便轻咳一声说道 走吧 两人刚走出实验室 唐浩立即便注意到 原本笼罩着园区的雾霾已经完全消散 头顶是蔚蓝的天空 此时正值夕阳西下 金色的阳光洒在西边低矮的白云上 泛起了一片火红的霞光 微风轻浮 清新的空气钻入鼻中 让人感到心旷神疑 唐浩闭上眼睛 做了个绵长的深呼吸 终于有了一种阳光洒在身 仿似自由人的感觉 艾琳也仰头看了一会儿天空 喃喃自语地轻声说道 污染可算是解除了 确认之后 立即就可以下达解除戒严的命令 十分钟后 姓林递下室内 艾琳拔下自己左手的食指 将她插入量子计算机的USB接口上 电脑屏幕上 很快出现了一个视频连线的画面 董事长正闭着眼睛 盘腿坐在屋子中央的蒲团上 董事长 我们回来了 艾琳开口打破了寂静 董事长竖然睁开眼睛 目光透过摄像头 在唐浩和艾琳的脸上 快速切换了一下 随即捋着胡须兴起道 非常好 我果然没有看错人 董事长 这是已经吞噬了黑树的试魂珠 艾琳将试魂珠举到了摄像头前 董事长宁神戏看了一会儿后说道 嗯 一会儿记得用火炉把这颗珠子烧了 艾琳点头 好的 董事长 唐浩 董事长的目光落在唐浩的脸上 我老头子说话算话 四页园区的股份转让合同已经拟好 咱们现在就签字 董事长话音刚落 一旁的打印机上 就传来一阵嗡嗡的运转声 一张A4纸从打印机里慢慢吐了出来 唐浩连忙摆手道 多谢董事长的美意 只是 这个股权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就算我签了字 也是带不走的 带不走 董事长的眉心皱了一下 仿佛明白了什么 他沉思片刻后 接着说道 那这样吧 我直接给你一亿惊悚必 这个你肯定是用得上的 唐浩顿时就是神色翼灵 一亿惊悚必可是个天文数字 而这笔钱 不仅在怪谈世界是一笔巨额财富 在现实世界也同样有用武之地 在第一轮规则怪谈降临地球之后 市面上就出现了一个名为 诡异商城的APP 在这个商城里 可以买到很多非常有用的道具 既可以用于现实世界 也可以带入到怪谈世界 然而 商城虽有 惊悚必却是一臂难求 致使上至国家 下至平民百姓 全都处于一种妄洋心叹的状态 唐浩意识到 如果能将这一亿惊悚必 带回现实世界 那他就可以购买到各种珍惜的道具 不仅能提升自己 在怪谈世界的生存能力 甚至还可以帮助提升 整个龙国的综合实力 就在唐浩思绪飞扬的时候 他口袋里的手机 突然轻轻震动了一下 唐浩连忙掏出手机一看 是一条惊悚银行 到账一亿的提示短信 唐浩将手机重新揣回兜里 随即对董事长到了声陷 董事长摆了摆手 一亿 换整个园区的太平安宁 老头子 我一点都不亏 又和爱玲到了声再见 便迈步走出了地下室 除了姓玲 站在园区的一个十字路口上 唐浩陷入了沉思 犹豫了一会儿 他还是迈步朝宿舍的方向走去 苏绕还在宿舍里等着他的消息 他必须要跟他报个平安 并且到个别 才能心安 走在园区的路上 到处可以看见 仰头看向天空的员工们 他们的脸上 全都绽放出了久违的笑容 从他们身边走过 唐浩的心情也变得愉悦了起来 很快 唐浩便来到了宿舍楼的楼下 远远就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正朝自己飞奔来 唐浩的瞳孔猛地震颤了一下 是苏绕 唐浩只觉一阵电流从皮肤上划过 温暖 感动的情愫瞬间慢变全身 浩哥 苏绕大声呼喊着唐浩的名字 全然不顾四周还有很多员工 来到唐浩身前 苏绕直接一个飞扑 跳到了唐浩的身上 紧紧地搂住了他的脖子 两条大长腿 则是熟练地夹在了唐浩的腰间 刚才看到雾霾散去 我就知道 你肯定成功消灭了污染源 你没有受伤吧 唐浩笑着摇摇头 一边轻轻揉搓着苏绕的后背 多亏了艾玲 我可以说是毫发无损 苏绕的小嘴绝了绝 艾玲这么有用 浩哥肯定要了他对吧 唐浩的鹅脚顿时拉出几道黑线 你这都是哪跟哪啊 董事长就这么一个值得信任的秘书 他现在的状况 你又不是不知道 要是没了艾玲的帮助 他应该很难再打理园区事务的 再说了 我就算要了他 也没法带 唐浩连忙倾咳一声 将后面出副本三个字咽回了肚子 苏绕促起眉心问道 也没法带什么 爷 没法带走啊 我已经决定要离开园区了 离开园区 苏绕连忙撤回脑袋 看定唐浩的眼睛 浩哥打算去哪啊 去我该去的地方 苏绕用力抿了下嘴唇 那 浩哥能带上我吗 我想永远陪着浩哥 唐浩轻轻吐出一口气 我倒是想啊 可是 可是什么 因为林曼吗 没事 我可以跟他说清楚 唐浩摇摇头 不是这个原因 其实咱们俩 并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苏绕的同色猛地震战了一下 仿佛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短暂的沉默之后 苏绕忽然用一副挨碗的神情 看向唐浩 那我 可以送你离开吗 唐浩轻轻点了点头 他心里很清楚 自己能顺利通关这个副本 苏绕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而且几日相处下来 他对这个苏绕 也产生了一种 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 说不喜欢 那是骗人的 不过他也很清楚 这种喜欢 是不可能照进现实的 临别若能得他相送 也算是 为这段短暂的缘分 画上一个句号吧 那我们 这就出发吧 苏绕点点头 这便从唐浩的身上跳下来 轻轻挽起唐浩的胳膊 一起朝园区大门的方向走去 很快 两人便来到园区大门的门卫处 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一见到两人过来 立即便热情地打起了招呼 唐先生 苏小姐好啊 你们这是 要出园区吗 保安一边说 一边就将目光移到了 苏绕挽挽住唐浩胳膊的那只手上 眉心微不可查地拧了一下 苏小姐这事 成功上位了 看到保安脸上的表情变化 唐浩不由的就是微微一尬 连忙倾咳了一声说道 是我要离开 苏小姐特地来送送我 保安点点头 又有些疑惑地 看了苏绕一眼问道 苏小姐不是来看您的吗 您怎么 把他一个人丢在园区 苏绕吕了下 并边地发肆说道 哦 我是明天早上的航班 所以还得在园区住一晚 保安没再说什么 做好登记之后 便将人行通道的闸门打了开来 两人刚来到园区大门外 便惊奇地发现 外面不知何时 已经被一片水域所覆盖 水面上还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雾气 唐浩连忙扭头 想要问问保安是怎么一回事 却骇然发现 门位处以及身后的园区 已然消失不见 而他和苏绕 现在所站的位置 也已经变成了 广阔水域中的一小片绿洲 这是怎么回事 苏绕的眸中 闪过一丝惊恐之色 唐浩眸色凝重的摇摇头 正在思索 难道这副本 还有什么隐藏任务 需要完成的时候 苏绕突然伸手 朝前方的水面上一指 浩哥快看 有一艘船过来了 唐浩眯缝起眼睛 凝神朝前方看去 果见一艘木船 正缓缓向这边驶来 船头站着一名 身穿淡蓝色 粗不一群的女子 女子手中 拿着一根长长的竹竿 不时往水底撑一下 由于距离太远 唐浩暂时看不清 这女子的容貌 唯 船家 苏绕跳起来 冲那名蓝裙女子 挥起了手 然而 苏绕只挥动了几下 手臂便猛然将在空气里 同时 苏绕的脸上 也露出了一副 难以置信的神情 撑船的女子 怎么看着那么像 林曼 唐浩的心里 也是轻轻咯噔了一下 随着距离的拉近 他也已经隐约看出了 那名女子面部的轮廓 直播间 完了 林曼不会是来审判 唐浩和苏绕的吧 应该不至于吧 虽说这两人 有一些轻易的举动 但并没有发生 实质性的关系 所以应该不算 违反规则吧 乔林曼这架势 应该更像是来接唐浩 去往什么地方的吧 林曼也算是这个 副本里的一个重要角色 估计是想要通过 林曼便轻轻一跃来到岸上 静止走到唐浩的跟前 恭喜老公 成功通关 说着 林曼便一把搂住唐浩的脖子 唐浩的身体瞬间崩直 虽说林曼是自己名义上的女朋友 但实际上 自己跟他还是相当陌生的 松开唐浩之后 林曼便冲牧船 做了个请的手势 上船吧 我这就送你回现实世界 苏绕顿时就是一个机灵 那我呢 林曼冲苏绕勾勾勾勾唇脚 唐浩离开后 这个副本就会坍塌 你自然会回到你该回的地方 直播间 这个林曼知道的还真不熟 难道是怪谈世界的管理层 确实有点制作方金电影里 客串一下的那种意味 苏绕咬了下嘴唇问道 那我下个副本 能做浩哥的女朋友吗 要名副其实 可以放肆做一些爱做的事情的那种 林曼耸了耸肩膀 这我可做不了主 系统都是随机分配的 苏绕的脸上 立即露出一副失落的神情 唐浩有些不忍 过去轻轻拍了拍苏绕的胳膊 若是有缘 自会相见 再见了 说着 唐浩便转身 跨上了牧船 林曼则抡起竹竿 朝岸上轻轻一点 牧船便如离弦之剑一样 迅速向弧心驶去 随着牧船的不断驶离 岸上的苏绕也越变越小 终于和地平线融为一体 消失在了唐浩的视野之中 新的一年 让我们一起 to be fine 或许是因为水越来越深的缘故 林曼将手中的竹竿架到船弦上 改用摇脚划船 他一边慢慢地摇着脚 一边微笑着看向唐浩 问道 舍不得苏绕 唐浩的脸颊微微一红 连忙收回自己的视线 摇了摇头 没有 林曼嘴角的笑容 却是欠得更深了 别不承认了 你的表情都写在脸上呢 唐浩闽唇不语 总不能在女朋友面前 承认自己这会儿 还在惦记着她的闺蜜吧 那可真的有点心过头了 仿佛是猜到了唐浩的心思 林曼忽然用一副 轻松的语气说道 别担心 你又没跟苏绕 发生什么不正当的关系 按照规则 我是不能把你怎么样的 现在副本已通关 就像电影已经拍完一样 咱俩的临时男女朋友关系 也已经自动解除了 说到副本通关 唐浩立即拧起眉心问道 我都离开四叶园区这么久了 怎么系统还不宣布通关 林曼抬起美眸 看了眼头顶的天空说道 应该快了 过了差不多一两分钟的样子 一道机械音 果然在唐浩的头顶响了起来 恭喜龙国天选者唐浩 成功在十日内 解除四叶园区污染源 并逃离园区 完成副本通关 通关评级 SS级 龙国获得奖励 一 全民体能增强两点 正常成人的体能为十点 二 重大自然灾害免除卡一张 一旦系统检测到 有重大自然灾害即将发生 卡片就会在灾害发生的 前一秒自动激活 三 古建筑复原卡一张 此卡可以将残破的古建筑 包括建筑内的物品 恢复到特定年代的样貌 使其重现昔日的辉煌 直播间 我估计自己的体能 也就只有八点 这一下就提升了四分之一啊 嘿嘿 一千米跑不用愁了 真是天助我也 有没有可能 一千米跑也会水涨船高的 变成一千二百米跑 嗯 很有可能 这就跟通货膨胀的原理是一样的 既然大家的体能都提升了 那测试标准 肯定也得相应的提升 对咱们普通人来说 这两点体能的增加 或许效果还不是很明显 可大家有没有想过 这对运动员来说意味着什么 估计这届奥运会奖牌 要被咱们龙国运动员包揽了 思思艺人英国公民 金能国国籍申请兼合制 楼上什么鬼 小鬼子乱入呗 意思是 他现在加入龙国国籍 还来不来得及 七 想加入我们龙国国籍 下辈子吧 没人觉得这个 重大自然灾害免除卡 很牛吗 想象一下 当八级以上的大地震来袭时 我们可以依靠这个卡来 免除地震带来的损害 这是多么让人安心的事情 我就想问一句 这个古建筑复原卡 可以复原圆明园吗 圆明园是1860被毁的 那是否意味着 只要将它恢复到1859年的样子 就可以重建它往日的辉煌了 那要是圆明园真的被复原了 原本被八国掳走的珍宝 是重新又生成了一份 还是让他们直接 从八国的博物馆里抓回来呢 我觉得应该是 现存的珍宝直接归位 已经销毁的 再重新生成一份 那咱们还等什么 快去国务院官网上留言去啊 无论如何 这次一定要把圆明园给复原了 牧传上 下面宣布 龙国天选者唐浩 个人获得的奖励 为保证天选者的安全和隐私 奖励内容将转为私聊 原本响彻天空的机械音 忽然只在唐浩的耳内响起 1.下个副本 可以自选一位熟悉的NPC 作为搭档 该NPC将会100%忠诚于你 请在以下四位NPC中选择一位 A.苏扰 B.林曼 C.琴奇 D.孙柔 请在一分钟内做出你的选择 一分钟内未做出选择 系统将随即选择一位 作为你下个副本的搭档 唐浩几乎没怎么思考 就在心里发出一声轻呼 我选A.苏扰 主要是苏扰那身空姐制服 实在是太耐私了 呸呸 应该是苏扰跟自己的熟悉度 和默契度摆在那 且能力确实更为出众一些才对 二 精神值上限增加百分之二十 有满格一百点提升至满格一百二十点 唐浩满意地轻点了下脑袋 这样的话 无疑就给了自己更多的亏评时间 只是 精神值的恢复 怕是有点跟不上 不过 好像也不用太担心 如果下个副本索扰是自己的搭档的话 放松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三 体能增加三点 体能增加三点 再加上之前龙国全民的两点体能 也就是说 唐浩的体能一下增加了五点 就是不知道 这次副本里的体能加成 能不能带回现实世界 要是能带回去的话 那自己的体能 怕是会直接飙升到二十点 怪谈世界 虽然大部分时间靠的都是智力 但像对抗变异兽这样的场景 也是偶尔会发生的 这时候 强悍的体能 就成了扭转乾坤的关键 拥有两倍于常人的体能 不仅可以在战斗中更加持久 还能够更加灵活地 应对各种危险情况 在现实世界中 拥有这样的体能 同样具有很大的优势 无论是进行高强度的运动 还是应对突发事件 都能够更加从容 宣布完奖励三之后 机械音便没有再响起 林曼依然面色平静地滑着讲 似乎对唐浩获得了什么奖励 丝毫不感兴趣 大约又过了五六分钟的样子 牧船的前方 便赫然出现了一个 暴雨形状的时空裂系 里面隐约可以看见 青城大学图书馆的虚影 那正是唐浩被拉入怪谈世界时 身处的位置 在时空裂系的下方 有一道一米来宽 三米来长的短低 林曼将木船靠着短低挺好后 便对唐浩说了句 到了 唐浩起身踏上短低 冲林曼挥了挥手 谢谢你送我到这里 林曼勾了勾唇脚 加油 下个副本也要活着离开哦 唐浩郑重点了点头 谢谢 我会拼尽全力的 说着 唐浩便转身走入了时空裂系之中 穿过时空裂系的一瞬间 唐浩只觉有一股强大的吸力 将自己猛地拽了进去 他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向前倾倒 一个踉枪往前冲了好几步 等他站稳身体的时候 便赫然发现 自己已经站在了图书馆的两排书架之间 正是他熟悉的青城大学图书馆 一种恍然如梦的感觉 瞬间涌上唐浩的心头 自己真的已经回到现实世界了吗 唐浩用力掐了一下自己的手背 疼痛感瞬间袭来 唐浩不由地常常吐出一口浊气 看来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刚刚迈步走出书架区 唐浩便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朝自己飞奔来 正是自己的学姐叶婉婷 唐浩正要轻唤一声学姐号 叶婉婷已经一把将她搂在了怀里 用欣喜又激动的声音 在唐浩而盼说道 欢迎回来 唐浩的脸蹭的一下就红了 要知道 叶婉婷可是青城大学里女神级的存在 是多少男生魂牵梦莹的对象 而此刻 他竟如此紧紧地将自己抱在怀里 唐浩甚至都能感受到 他那两座驼峰随着呼吸 而不断挤压着自己的胸膛 美好的时光还未持续三秒 一声低沉的咳嗽声 便在叶婉婷的身后响了起来 叶婉婷顿时就是翘脸一红 连忙将唐浩从怀里松开 唐浩的目光掠过叶婉婷小巧玲珑的耳朵 落到了他身后的一名头发灰白 喉咙处有一道触目伤疤的中年男人身上 不由的就是瞳孔一缩 这不是上一轮规则怪谈完成 最后两个副本通关的天选者 叶帆吗 在叶帆的身后 还站着六名身材魁梧的特种兵模样的人 他们全都身着迷彩服 身上装备着各种先进的武器和通讯设备 锐利的目光不停扫视着周围的环境 叶婉婷甜美的声音响起 唐浩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父亲 也是咱们龙国怪谈攻略组的组长 唐浩心下豁然 怪不得叶婉婷会第一时间出现在这里呢 原来她就是叶帆之女啊 叶帆面露笑容 冲唐浩伸出了右手 我叫叶帆 欢迎回到现实事件 这次你在怪谈世界的优秀表现 大家有目共睹 通关奖励更是会及整个龙国的所有国民 我已经向上级申请 要给你一个大大的奖励 以表彰你在怪谈世界中的卓越表现 唐浩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便索性呵呵傻笑了几声 奖励什么的 他自然也不会清高到拒绝的程度 按照以往天选者们的通关惯例 至少会有一亿元现金奖励 只是可惜 唐浩是个孤儿 否则一定可以让父母乐开花 不过就算是截然一身 有了这一亿元 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 毕竟这也算是实现了一个小目标了 少奋斗一辈子 他不香吗 握完手 叶帆便拍了拍唐浩的胳膊 按照惯例 从怪谈副本归来的天选者 都会被严密保护起来 你也不例外 唐浩点点头 之前也没少见过别国天选者被刺杀的新闻 所以为了一国的国运考虑 这也是应有之意 那接下来 我要待在什么地方 希望别是什么地下堡垒之类的地方 那样可真的会把人给闷死 你就直接住在怪谈应对中心 叶婉婷笑着说道 并且冲唐浩眨了下眼睛 我也会住在那里的哦 唐浩不决就是一乐 学姐你 不用上学的吗 叶婉婷冲电梯方向 做了个请的手势 边走边说吧 你可能还不知道 我现在也已经是怪谈攻略组的成员之一了 唐浩挑了下眉吗 那学姐恐怕是全球最年轻的怪谈攻略组成员了吧 没有之一的那种 叶婉婷的小嘴 立即绝了绝 臭学店 你这是在变相骂我 叶帆陈生道 之所以选婉婷作为攻略组的成员 可不是我训思 一是因为她进水楼台先得月 对你的情况比较了解 二是 婉婷在心理学方面确实小有成就 唐浩深以为然地点点头 的确 学姐之前发表的那篇论文 深入他人梦境的理论和方法初探 就在心理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来到图书馆一楼大厅的时候 唐浩惊奇地发现 前方站着一名衣着跟自己一模一样的男生 但男生扭过头来的时候 唐浩更是吓了一跳 这名男生的发型和长相也跟自己颇为相似 若是戴上帽子的话 就算是熟人 也未必能在自己不说话的情况下 分辨出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男生见到唐浩 立即欣喜地冲他竖起了大拇指 浩哥 你就是我心中的YYDS 叶帆开口说道 以防万一 我们为你找了个替身 唐浩点了点头 虽然感觉有点夸张 但小心驶的万年船总不会有错 这时 叶婉婷将背包卸下 从里面拿出了一套黑色运动服 递到了唐浩的面前 把这个换上吧 唐浩接过衣服 指了指厕所的方向 那我去厕所里换 叶帆说道 不用 就在这里换 以免出了什么差池 唐浩瞥了叶婉婷一眼 叶婉婷笑着摇了摇头 随即将身体转了过去 直播的时候 他又不是没见过唐浩半裸的样子 臭学弟 这会儿倒矜持起来了 快速换上运动服后 唐浩正要将换下来的西服 丢进垃圾桶 却被叶婉婷一把截住 并将这套西服装回了背包 唐浩有些不解地问道 学姐要这身衣服干嘛 难道是要帮我拿去干洗吗 叶婉婷开口道 怪谈应对中心的一层大厅 有个展示区 你这套衣服 是从怪谈世界带回来的 刚好可以放上去作为展示 唐浩恍然呕了一声 看来是自己想多了 叶帆说道 那我现在就带着替身 从正门出去了 婉婷 你带着唐浩从后门走 叶婉婷素色一点头 这边勾住唐浩的胳膊 快步朝图书馆的后门走去 图书馆后门口位置 早有一对特种兵在那里接应 门外也停好了好几辆黑色越野车 一看那厚重的车身 就知道肯定是防弹级别的 特种兵队长龙泉 与叶婉婷和唐浩打过招呼后 便护送着他们 上了其中一辆越野车 然后亲自坐上驾驶座 发动了引擎 车子很快离开青城大学 驶上街道 透过墨色车窗 可以看见路旁熙熙攘攘的人群 灯火辉煌的商场 依然是熟悉的风景 可是唐浩已经不是往日的那个唐浩了 在想什么呢 叶婉婷探过脑袋 凄凉的毛子里掠过一丝探究的意味 唐浩轻拧了下嘴唇 没什么就是有点务视人非的小感慨而已 叶婉婷立即朝唐浩的胳膊上 轻轻对了一下 别这么丧嘛 你可是咱们龙国的大英雄 咱们龙国的国运 还要在你的带领下一路高歌猛进呢 正做点 唐浩牵了牵唇脚 轻声应道 嗯 知道了 来吃块巧克力吧 心情会好点 说着 叶婉婷便从背包里拿出一块德服 用葱管般白嫩的手指掰下来一块 递到了唐浩的嘴前 唐浩不禁有些猛 学姐这是要对我进行投胃 叶婉婷柳眉微微一簇 催促道 愣着干什么 快吃啊 唐浩呕了一声 叶婉开来 感受着巧克力在口腔内丝滑的融化 唐浩的心情确实好了很多 他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便扭头看向叶婉婷道 对了学姐 现在其他国家的天选者都是什么情况了 目前你是第一个通关归来的天选者 现在副本里一共还有五位天选者 不过他们都还没有拿到是魂珠 唐浩点点头 没再说什么 继续扭头看向窗外 约摸过了半个小时的样子 车子终于驶入了郊区一栋高楼的地下停车场 这里就是怪谈应对中心 唐浩问道 叶婉婷点点头 你别看这栋楼外表扑普通通 这里可是装备了目前龙国最先进的安保设施 大楼附近甚至还设置了导弹防御系统 唐浩惊叹地竖了个大拇指 厉害 过了足足三重安检之后 车子终于开进地库 在电梯边的一个车位上停了下来 唐浩和叶婉婷立即推开车门 从后座上跳了下来 一众特种兵早已在四周警戒了起来 叶婉婷扭头看了眼唐浩道 进入电梯 特种兵小队队长龙泉也跟着走了进来 唐浩不由的就是一正 不是 我到住的房间去 你也跟着呀 龙泉冲唐浩笑了笑 便仰起脖子 打亮起了电梯天花板的位置 叶婉婷同时按下了十和十一层两个按钮 然后又在这个按钮按下不放的同时 按下了紧急呼叫按钮 奇怪的是 电梯的通讯系统并没有被接通 原本十和十一层两个发着白色背光的按钮 突然快速闪烁了两下 随即背光变成了黄色 唐浩不由的向叶婉婷投去了疑惑的一片 学姐 你这是 什么操作 叶婉婷勾纯一笑 咱们的住处在一个不存在的楼层 唐浩的眉心瞬间拧成个穿子 不存在的楼层 只是在电梯面板上不存在 实际上却是存在于十层和十一层之间的一个楼层 姑且可以将它称之为十 五层吧 唐浩恍然点了下脑袋 原来要想乘电梯到达这一层 需要同时按下三个按钮才行 那走楼梯能到达吗 叶婉婷笑着摇摇头 自然是到不了的 需要从十一层的一个特殊通道才能下去 唐浩的眉底涌起一抹佩服之色 不愧是怪谈应对中心 果然的有乾坤 电梯快速上升 很快便传来钉的一声 电梯门缓缓拉开 唐浩刚要迈不出去 龙泉却伸手到唐浩身前 做了个止步的手势 然后掏出手枪 探出脑袋 朝两边快速扫了一眼 确认没问题之后 龙却便率先一步跨出了电梯 唐浩不禁低声呢喃了一句 这也太夸张了吧 这里不是很安全吗 叶婉婷解释道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吗 毕竟怪谈应对中心 还是有很多工作人员的 有人的地方 保不齐就会有渗透进来的敌人 唐浩点点头 这边迈步走了出去电梯 前方是一道长长的走廊 两边是一间间的房间 和酒店唯一不同的是 这里的门上都泛着金属光泽 很可能是合金门 我住哪个房间来着 唐浩已经开始对自己的 新家感到好奇 你住15号叶婉婷答道 唐浩点点头又问道 那学姐住哪个房间 我也住15号 什么 唐浩立即用手 拖了一下自己的下巴 否则下巴科绝对要当场掉下来 学姐 你原来是这么开放的人吗 叶婉婷的脸颊微微一红 白了唐浩一眼道 15号房间是个套房 你想什么呢 之所以咱俩住一间 一是为了混淆试听 二是平时我也可以 对你的生活起居 可以照顾一二 唐浩轻轻嗷了一声 连忙将嘴巴闭上 跟着叶婉婷 快速来到了15号房间的门口 房门需要瞳孔 声纹和掌纹 三重识别才能通过 咱俩的都已经 录入到15号房门的识别系统里 任何一人都可以打开 15号房间的房门 唐浩点点头 这边抬眼看向 瞳孔识别摄像头 低的一声提示音后 一个掌纹识别面板 从门上伸了出来 唐浩立即将右手贴在了上面 一道绿光从掌心划过之后 又是低了一声提示音 随后便响起了一道机械音 请说 新年快乐 唐浩轻嗽了下嗓子 新年快乐 咔哒一声轻响 房门打开 露出了一道两三厘米宽的缝隙 唐浩将手贴在门板上 一股冰冷的金属质感 立即便在手心上蔓延开来 立罐手臂 门开始缓缓往里移动 唐浩注意看了一下 门的侧面足有20厘米厚 这门可够结实的啊 叶婉婷勾起唇角说道 这可是由乌钢打造的 普通的炸药根本就奈何不了他 既然门都如此抗燥了 看来这里的墙壁也绝非等闲之辈 迈步走入房间 月入眼帘的是一个颇为豪华的客厅 天花板上挂着一盏华丽的水晶吊灯 客厅中间摆放着一套高档的真皮沙发 开放式的厨房内各种厨具一应俱全 客厅的各个角落里都摆放了绿植 为整个空间增添了一份自然的气息 叶婉婷指了指右侧的房间说道 这间是主卧 也是你的房间 我住次卧 屋内自带通风系统 所以窗户是打不开的 窗户用的都是防弹玻璃 而且是单向的 不用担心外面的人会看到里面 唐浩点点头 迈步走入主卧 房间内干净整洁 一张一米五的床摆在靠墙的位置 床上的被褥铺的整整齐齐 书桌上摆着一台去面屏的台式电脑 旁边还放着一部手机 一台掌机和一台电纸书 一旁的书架上 则摆满了足有两三百本书籍 有时下流行的畅销书 也有一些经典名字 见唐浩一点惊讶的样子 叶婉婷这边笑着 朝衣橱的方向指了指 打开衣橱看看 唐浩点点头 迈步走到衣橱边 将橱门拉了开来 某底瞬间闪耀起了璀璨的光芒 衣橱里挂着满满当当的衣服 有休闲的 运动的 正式的 而且一看就知道 全都是自己的尺码 唐浩不由地感叹道 我在怪谈副本里 也没待几天 你们就能准备得如此周全 真是厉害 叶婉婷正要接话 突然听见唐浩的腹中 传来一阵咕噜噜的长鸣声 不禁玩耳一笑道 你饿了吧 我这就去给你做饭去 唐浩顿时就是身躯一阵 怎么好意思麻烦学姐呢 怪谈应对中心应该有食堂吧 要不咱们去吃食堂 叶婉婷的一张俏脸 顿时就沉了下来 怎么 嫌弃学姐做的饭不好吃 唐浩连忙摆手 没有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主要是劳驾学姐 这样的女神下厨 我心里有点过意不去 叶婉婷原本板着的脸蛋上 瞬间绽放出笑容 侧过脑袋 打亮着唐浩的眼睛说道 原来我在唐学弟的眼里 是女神级的存在啊 唐浩顿时就是一耸 连忙解释道 不止是我了 咱们青城大学 绝大多数男生 都是这样想的 听了唐浩的话 叶婉婷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 一般顿时就是一个机灵 没 没有 看着唐浩脸 长得通红的窘迫样子 叶婉婷不禁笑了起来 好了 我就是逗逗你 瞧把你给紧张的 不过 我可不是什么女神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 也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 你不用把我想得那么完美 这样我们相处起来 才不会有距离感 唐浩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还以为叶婉婷 要像苏扰一样 调戏自己了呢 幸好 学姐还算是个正经女孩 只是 让唐浩没想到的是 学姐的性格中 居然也有俏皮的一面 看来学校里呈现出来的 冷若冰霜 只是她故意释放出来的 一种保护色 那你先玩会儿游戏 睡会儿觉也行 等我做好了饭再来叫你 唐浩连忙说道 要不 我给学姐打下手吧 不用 我平时还是挺喜欢做饭的 熟练得很 你歇着就行 说着 叶婉婷便走出唐浩房间 并将房门给轻轻掩上 唐浩略微思索了一下 便拿起书桌上的手机 按下了电源键 踏入怪谈世界后 他们找到了自己的手机 并取出了里面的SIM卡 放到了这台新手机里 如果猜得不错的话 这台手机应该是一台加密手机 各种信息不会被窃取的那种 唐浩现在最关心的 自然是四页园区董事长 给自己的耐意惊悚币 是否被带到了现实世界 快速查看了一下手机里的应用 唐浩很快便发现了一个 名为天地银行的APP 从图标来看 几乎跟自己在怪谈世界里用的 那个没什么差别 唐浩连忙点开APP 指纹登录页面跳了出来 唐浩立即按下自己左手拇指 登录成功 唐浩立即点开我的账户 一行数字瞬间跳了出来 1035223 7 唐浩仔细数了好几遍 确实是1亿多 至于后面的355 应该是自己在副本里 本身就有的存款 没想到 两者居然都被自己 带回到了现实世界 唐浩连忙关掉天地银行APP 继续查看起了手机里的应用 很快 一个名为诡异商城的APP 便跃入了唐浩的眼帘 唐浩顿时就是同色一辆 连忙点开APP 查看起了里面的商品 商品分为道具 药品 卡片 技能等多个分类 每个分类下 都有各种奇奇怪怪的商品 唐浩压抑住内心狂勇的兴奋 并细仔细查看起了里面的商品 很快 一个名为空间戒指的道具 便吸引了唐浩的注意力 唐浩连忙点开 仔细查看起了有关空间戒指的说明 空间戒指 是一种内部有独立空间 可以存储物品的戒指 空间戒指内存放的物品 可以在现实世界 和怪谈世界之间自由取用 空间戒指出示有六个储物格 每格可存放体积 不超过一立方米的物品 若存放大体积物体 将同时占据多个储物格 花费一定数量的惊悚币 可解锁更多的储物格 看完说明 唐浩不由地吞了口唾沫 果然是个好东西 就是不知道价格美不美丽了 这便关掉说明 看向了空间戒指的价格栏 惊悚币 一千万 零零 听取大家的意见 去掉一个零 唐浩仔细数了好几遍 确认是一千万惊悚币之后 悬着的一颗心 总算是放了下来 一千万的价格还算公道 而且买完之后 自己还有九千万惊悚币的盈余 再买点别的东西 也是绰绰有余 想到这里 唐浩便深吸一口气 抬指点下了购买按钮 一个付款方式的界面 立即弹了出来 有银行 指纹和诡败三种方式 唐浩点下银行 按照提示 开始绑定自己的天地银行账号 弄了差不多两三分钟的样子 终于搞定 然后输入银行密码 很快 一个付款成功的提示 便弹了出来 商品正在派送中 预计送达时间一分钟 不愧是诡异快递 果然快得离谱 等了约莫五十秒钟的样子 一团旋转的黑色气息 突然出现在唐浩面前的书桌上 很快 黑气便散去 桌面上出现了一个精致的小木盒 唐浩连忙打开木盒一看 黑色的绒布上 正静静躺着一枚戒指 这是一枚伪戒 除了上面捐刻了一些奇异的符号之外 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唐浩满意地点点头 非常好 要的就是你这不起眼的样子 将戒指在桌上放好之后 唐浩又将木盒中的说明书展开 仔细查看起了空间戒指的使用方法 第一步 认主 伸出舌头 让戒指一圈舔上一遍 空间戒指即可完成于你的绑定 一旦绑定完成 将会成为你的专属物品 别人无法再进行二次绑定 第二步 打开空间 轻触戒指的同时 用意念喊出打开空间这四个字即可 第三步 存取物品 可以直接用手拿物品放入储物格 也可以隔空抓取放入 取出的时候 可以用手直接取出 也可以隔空取出 并且放置在十米范围的任何地方 第四步 关闭空间 轻触戒指的同时 用意念喊出关闭空间这四个字即可 看完说明书 唐浩立即就寄出了心中的吐槽之魂 的血认主不行吗 干嘛非要用舌头舔一遍 不知道的 还以为自己多猥琐呀 不过 唐浩也没有犹豫 立刻拿起戒指 伸出舌头 绕着戒指舔了起来 一股轻微的电击感 立即从舌尖传来 很快 唐浩便感觉到 自己和戒指之间建立了一种奇妙的联系 仿佛它成了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就在这时 房门突然咫压一声 被推了开来 唐浩顿时就是身躯一抖 连忙扭头 看向房门的方向 正对上叶婉婷 那双瞪到核桃般大小的眼睛 唐浩连忙收回伸出的舌头 将戒指揣进兜里 起身解释道 学姐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那是 想尝尝戒指的味道 还是练习一下舌头的灵活性 好像怎么解释 都有点不对劲 叶婉婷收回目瞪口袋的表情 脸颊上已经浮上了两抹烟红 抱歉啊 是学姐不好 应该先敲门的 那什么 我就是来问你一句 水煮肉片里 要不要放花椒 唐浩立即答道 我没什么忌口的 学姐喜欢什么口味 就做成什么样的 我都可以 夜晚停点点头 随机冲唐浩挑了下柳眉 你继续 说着便重新降门戴上 唐浩 像被美杜杀的凝视击中般 瞬间石化在了原地 没想到 自己这次在学姐面前 射死的这么彻底 自己在学姐心中的正面形象 怕是已经彻底崩塌了 常常吐出一口浊气之后 唐浩还是将戒指从兜里掏出来 戴在了左手的小纸上 关于这次的射死事件 等以后 有机会再向学姐解释吧 现在最重要的 还是先弄白空间戒指的 使用方法要紧 想到这里 唐浩立即用右手大拇指 在戒指上轻轻抚摸了一下 同时用意念说道 打开空间 下一秒 一个游戏里常会出现的 那种作文格式的储物空间 便出现在了唐浩的眼前 一共只有六个唐浩 这边拿起桌上的电子书 放到了第一个格子中 然后试着将手松开 电子书并没有从格子中掉下来 唐浩点点头 用意念说了句关闭空间 空间界面立即从眼前消失 唐浩再次打开空间 右格空将电子书取出 放到了床头柜的位置 看着床头上凭空出现的电子书 唐浩不由的就是谋色一灿 这个空间戒指果然好用 这要干点副业的话 呸呸 我可是正经人 怎么能有这些歪心思 弄明白了空间戒指的操作之后 唐浩又查看了一下 解锁新的储物格所需的价格 每格刚好是100万金耸币 唐浩立即一口气 解锁了20格储物格 一共花费了2000万金耸币 现在空间戒指 一共有26格储物格可用 储存能力已经足够了 毕竟不是末世生存 没必要囤那么多物资 唐浩刚打算再看看 有没有格斗技巧类的能力 敲门声便响了起来 唐学弟 可以出来吃饭了 唐浩答应了一声 立即关掉电脑屏幕 起身走出房门 一股浓郁的饭菜香味 立即冲鼻而入 唐浩一边吞着唾沫 一边看向餐桌的位置 桌上已经摆上了四道菜 分别是水煮肉片 清蒸鲁鱼 番茄炒蛋和鱼香肉丝 光是看着就令人食指大动 唐浩立即冲叶婉婷 竖了的大拇指 学姐不愧为咱们学校的女神 真的是上了厅堂下的厨房 叶婉婷的俏脸微微一红 随即撑道 行了 别平了 快赶紧吃饭吧 唐浩坐下后 叶婉婷立即打开电饭包 给唐浩盛了满满一碗米饭 而她自己则只成了一小口米饭 唐浩拧了你眉心道 学姐怎么吃得这么少 我饭量一直比较小 吃这些就够了 你别拘着 快赶紧吃啊 说着 叶婉婷便拿起第三双筷子 夹起一块鲈鱼 放到了唐浩的碗里 唐浩眸光要动 眼底竟不知不觉 蒙上了一层泪沙 叶婉婷顿时就是一慌 你 没事吧 唐浩擦了擦眼角 没事 我就是 想起我妈了 叶婉婷刚要吐槽 我有那么老吗 却突然想起 唐浩市的锅这件事 叶婉婷想了想 安慰道 如果你父母在天有灵的话 此刻 应该正在为你感到骄傲 为了你去世的双清 你更应该吃好饭 睡好觉 保重好身体 完成接下来所有副本的通关 唐浩眸色郑重地点了点头 这边夹起碗里的鲈鱼吃了起来 吃完饭 唐浩正要去洗碗 敲门声突然响了起来 叶婉婷快步走到门背后 透过猫眼 朝外面看了看 是父亲叶婉 叶婉婷立即将门打开 叶婉迈步走入屋内 目光落到唐浩的脸上 笑着问道 怎么样 还习惯这里吧 唐浩点点头 还行 有女神学姐照顾着 还有单独的房间 可比跟三个男生 几个宿舍强太多了 叶婉臭女儿抬了抬下巴 你先去房间里待会儿 我要跟唐浩单独聊聊 叶婉婷答应了一声 脚下的步子却有些迟疑 不知道为什么 她总觉得 现在站在自己面前的父亲有点 跟往常不太一样 脑中的齿轮 飞速运转了两秒之后 叶婉婷突然笑着对叶婉说道 父亲您吃晚饭了没有 要是没吃的话 我再把桌上的菜热热 您先吃几口 再跟唐浩聊也不迟 叶婉婷一直以来 对叶婉的称呼都是老爸 突然改口喊父亲 就是想看看 眼前这个叶婉会做何反应 叶婉神色平静地说道 我已经吃过了 你先回房间吧 没有我的吩咐 不要出来 叶婉婷顿时就是心中一沉 很显然 这个叶婉浑然没有察觉到 自己称位上的变化 若是真正的叶婉 一定会觉得别扭 而询问自己 为什么要改口叫父亲了 难道说 眼前的这个叶婉是假的 带着这个疑问 叶婉婷再次仔细打亮了一眼 站在自己面前的叶婉 便赫然发现 他处处都透着不自然 脸上的表情很生硬 喉咙处的伤疤也感觉有点假 甚至站立的姿势 都有点霍不对版 叶婉婷现在已经可以百分百确定 眼前的这个叶婉就是假的 可是 自己真正的老爸 现在又去了哪里呢 不会已经被这个假叶婉给 呸呸呸 不可能 父亲可是上一轮怪谈世界里 幸存下来的天选者 不可能那么容易就 你还愣着做什么 快赶紧回房啊 叶婉有些不耐烦地催促道 关上房门的一瞬间 叶婉婷立即拿起手机 给唐浩发去了一条信息 这人不是我爸 你一定要小心 一个红色的感叹号 立即跳了出来 发送失败 请稍后再试 叶婉婷愣了一下 立即重新发送了一遍 还是失败 叶婉婷的瞳孔缩了缩 难道 这附近的电子信号被屏蔽了 算了 还是直接呼救吧 叶婉婷立即冲向书桌 伸手摸到桌底的紧急呼救按钮 这个按钮是可以直接连接 特种兵小队的装置 如果他们就在附近的话 应该会马上赶过来 不过也不能把希望彻底寄托 在特种兵小队身上 毕竟 就算他们真的快速赶来 也不排除那个假叶帆 会拿唐浩做人质的可能 叶婉婷用力咬了下嘴唇 还是得主动出击 让这个假叶帆 彻底丧失行动能力才行 想到这里 他立即从床头柜的抽屉里 拿出一瓶防狼喷雾 揣在兜里 然后深吸一口气 定了定神 便拉开房门 走了出去 刚走到客厅 叶婉婷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就见假叶帆已经外躺在沙发上 唐浩正在拿一根棉签 再捅他的脸 叶婉婷连忙几个剑步冲上前去 瞪大眼睛看向唐浩发生了什么 唐浩将棉签 举到叶婉婷的眼前说道 这家伙果然是个冒牌货 那 你看这坟底厚的 叶婉婷看了眼 正处于昏迷状态的假叶帆说道 所以 他是被你给打晕的 唐浩点点头 抬起右手 做了个斜坯的手势 嗯 一个掌刀 他就晕了 刚才那一下 唐浩并没有用全力 但效果却非常明显 他现在已经可以确定 自己在副本里 被buff的体能得到了保留 也就是说 他现在体能差不多是20点 是正常成人的两倍 叶婉婷好看的樱桃小口张了张 你是怎么发现 他是个冒牌货的 唐浩黑黑一笑 一是 学姐刚才给我递的 那个意味深长的眼神 二是 这家伙一直在套我话 问我获得的是什么天赋 通关奖励又是什么 还有一亿惊悚必 有没有从副本里带回来 然后我就挺怀疑的 于是便问了他一个问题 叶婉婷有些好奇地问道 什么问题 我问他知不知道学姐的生日 他结巴了半天 硬是没有回答出来 我就知道 这家伙不对劲了 于是就一个掌刀 将他打晕了再说 叶婉婷的眸色动了动 你知道我生日 唐浩点点头 9月5号吗 叶婉婷轻咬唇半 眼角眉梢的欣喜之色 直接止不住地溢了出来 学姐你是 是哪里不舒服吗 见叶婉婷脸犯潮红 唐浩忍不住关切问道 叶婉婷连忙揉了下脸颊 没有 大概是紧张的 话音刚落 敲门声突然响了起来 叶婉婷连忙小跑着去开门 一张刚毅而又焦急的脸的特写 立即映入了叶婉婷的眼帘 正是特种小队队长 龙泉 发生什么事了 龙泉劈头就是一句 有人假冒我父亲 叶婉婷回答道 什么 龙泉顿时就是瞳孔一缩 别担心 已经被唐浩打晕了 几名特种兵进屋后 立即将贾叶帆绑了起来 又在他身上搜出了信号屏蔽器 手枪 匕首 威形摄像头等物品 龙泉的脸色变得十分阴沉 立即一巴掌扇在了贾叶帆的脸上 这一巴掌扇得极重 贾叶帆的脑袋被打得偏向一侧 脸上瞬间出现了一个鲜红的巴掌印 他的眼睛也随之猛地睁开 眼神中充满了茫然和震惊 叶婉婷立即冲过去 一把揪住贾叶帆的胸口 快说 你把我父亲怎么样了 贾叶帆立即节节一笑 实相的就快点放了我 否则 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父亲的忌日 叶婉婷的郊区猛地摇晃了一下 原本揪住贾叶帆胸口的手 瞬间便松了下来 挣了几秒钟后 叶婉婷才扭头看向龙泉 谋底已蒙上了一层泪沙 龙队长 他在征询龙泉的意见 龙泉决然地摇了摇头 这人绝对不能放 在他幕后指使的 很可能是别国势力 我们必须要从他身上 挖掘出更多有用的信息 才好对他的幕后势力予以成见 而且 即便咱们现在放了他 他也未必就会信守诺言 放了叶组长 你先别着急 相信我们 我们一定会让他开口 说出叶组长下落的 龙泉话音刚落 挂在胸口的对讲机里 突然传来队友的声音 报告龙队 这里是003 我在7楼南侧里发现叶组长 叶婉婷顿时就是瞳孔一缩 连忙凑到龙泉的对讲机前问道 我爸现在怎么样 只是昏迷过去了 并无大碍 叶婉婷宁紧的眉心 顿时就是一松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突然就一下 扑到了唐浩的怀里 太好了 我爸没事 唐浩愣了一下 随即抬起手 来在叶婉婷的后背上 轻轻拍了拍 不好了 龙队 一直盯着贾叶帆的那名特种兵 突然发出一声轻呼 这家伙好像服毒了 众人连忙将目光 移到贾叶帆的脸上 只见他的脸色 已变成了青紫色 口中不断吐出白沫 身体无法自控地剧烈抽搐着 龙泉郁闷地拍了下脑门 应该是咬破了嘴里的毒囊 刚才就应该将这家伙的嘴巴抠开 仔细检查一下 唐浩问道 现在紧急洗胃 还来得及吗 龙泉摇摇头 毒囊中有高剂量的情化物 一旦咬破毒囊 毒素会迅速进入血液循环系统 对人体造成致命的伤害 这家伙已经无力回天了 一名队员问道 龙队 那接下来要怎么处理 龙泉素色道 立即联系怪谈侦察科 将这里的情况 向他们详细汇报 队员立即小跑着出了屋 在走廊上打起了电话 不到五分钟 怪谈侦察科的人 就抵达了现场 在问明情况 并仔细检查现场后 他们便将假叶帆给抬走了 目送侦察科的人离开后 龙泉扭头看向叶婉婷和唐浩 刚才你们应该受惊不小 先休息一下吧 我们就在门外守着 说着 龙泉便迈不出门 叶婉婷连忙喊了一声 龙队 你能帮忙问一下 我爸现在在哪里吗 我想去看看他 龙泉点点头 随即打开了对讲机 003收到请回答 003收到 龙队请讲 叶组长现在在什么地方 醒过来了吗 已经醒过来了 在六楼保健室 好的 我知道了 有情况及时向我汇报 三分钟后 叶婉婷和唐浩 迈步走入六楼的保健室 叶帆正躺在一张病床上 梳着叶 脸色略显苍白 但精神还不错 见到女儿和唐浩过来 叶帆的眉心 瞬间就拧了起来 婉婷 你怎么回事 不知道带着唐浩这样出来 会很危险吗 怪谈应对中心 有内鬼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他们针对唐浩的行动 已经开始了 叶婉婷低头轻咬了下嘴唇 对不起老爸 唐浩连忙解释道 叶叔叔 您不要怪学姐 要来看您是我的主意 您现在感觉怎么样 叶帆的神色 瞬间变得缓和 我就是被注射了一针镇镜剂而已 没什么大碍 马秘书非要把我带到这里来书宴 真是小题大做 话音刚落 一名身着正装的女子 突然迈步走了进来 女子面容精致 身材前涂后翘 微微上扬的眼角 带着几分媚态 唐浩不禁在心中嘖嘖撑起 没想到叶组长 竟然找了个这样一位妖妹的女子 做秘书 难不成工作之余也有 和秘书一起放松放松的爱好 女子开口道 过量注射镇静剂 可能会导致呼吸抑制 血压下降 心跳减缓等严重的副作用 所以 进行全面的身体检查 和适当的治疗 是非常有必要的 您可是咱们龙国怪谈攻略组的组长 您的身体健康 事关整个国家的命运 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叶帆柔了柔眉心 露出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 女子扭过头来 目光落到了唐浩的脸上 嘴角扬起一抹迷人的弧度 随即朝唐浩伸出了右手 终于见到真人了 唐浩你好 我是罗文问 是怪谈文秘组的负责人 也是叶组长的秘书 唐浩立即握住罗文文的右手 微笑着说道 你好 很高兴认识你 罗文问深深看了唐浩一眼后 才将唐浩的手松开 这一眼 让唐浩的心头 快速掠过一丝疑惑 不过转念一想 罗文问毕竟天天都在 看自己的直播 现在突然发现 真人就站在面前 多打量几眼 也是正常的 便将这丝一律丢到了一边 他哪里知道 眼前的这位 叶帆连忙拿起手机一看 眉头立即可见的 拧成了一个穿字 老爸 发生什么事了吗 叶婉婷试探着问了一句 叶帆沉声说道 那个假冒偶的人 已经被喜去妆容 确定就是咱们后勤部的老马 罗文问立即没心一蹴 居然是马叔 他平时看着那么老实本分 为人也很亲和 真没想到会做出这种事来 可 马叔为什么要这么做 叶婉婷不解道 叶帆冷哼一声 还能为什么 肯定是别国在后面倒的鬼 十有八九就是樱花国 罗文问不动声色地说道 目前还不好下这样的定论 毕竟是关国运 任何国家都有可能会铤而走险 做出疯狂的事 说到这里 罗文问突然扭头看向唐浩 对了唐浩 你是不是在副本里 无意中透露了自己的天赋 否则怎么会这么快 就被人给盯上了呢 唐浩的眉心微微拧了拧 心说 你不是天天都在看我的直播吗 怎么我有没有 在副本里暴露天赋 你不知道吗 还是说 想要借此故意透我的话 就在唐浩面露愁愁的时候 叶帆突然咳嗽了一声 关于唐浩天赋的事情 还是不要在这里讨论的好 唐浩 叶帆目光正重地落在了唐浩的脸上 谁也不敢说 今天假叶帆的事情 不会再重演一次 所以 为防万一 在这件事查个水落石书之前 你绝对不可以对任何人透露 你天赋的事情 包括我和婉婷 唐浩素色一点头 知道了 叶叔说 叶帆看了眼腕上的手表道 现在时候也不早了 婉婷 你带唐浩回屋休息吧 他今天刚通关 应该已经很累了 唐浩连忙摇头 没事 叶叔说 我不累 叶帆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 不累也要去休息 现在 你的身体可不只是你自己的 更是咱们整个龙国的 明白吗 唐浩正了一下 那自己的身体 岂不也是叶婉婷的 叶婉婷似乎也想到了这一点 面颊不绝 就是微微一红 唐学弟 咱们回屋吧 叶婉婷抓住唐浩的胳膊 将她拽出了保健室 回到房间 刚一关上房门 唐浩便有些好奇地问叶婉婷 对了学姐 那个罗秘书 是叶叔叔自己招聘的吗 叶婉婷挑了挑眉 嘴角泛起一抹不屑的笑容 我爸才不是那样的人呢 罗文文之前 就是怪谭文秘组的成员 他是因为能力出众 才被提拔为怪谭文秘组负责人 兼我爸秘书的 唐浩掐着下巴 轻轻点了点头 怎么 你不会是觉得这个罗文文有问题吧 倒也不是说有问题 就是吧 他这长相也太过妩媚了吧 叶婉婷柳眉一条 对人家动心了 唐浩顿时就是一个机灵 连忙摆手道 没有 怎么会呢 我只是在想内鬼的事情 叶婉婷的眉心皱了皱 他是内鬼的可能性应该不大吧 唐浩眯放了下眼睛 为什么这么说 叶婉婷嘟了嘟腮帮子说道 首先 他的背景很干净 父母都是大学教授 也是党员 其次 他能走到今天 确实是靠自己 一步一步脚踏实地走出来的 没有任何走捷径的行为 第三 就是他做我爸秘书以来 从来没有越雷池一步的举动 唐浩笑着打趣道 就算有 你爸也不能告诉你吧 叶婉婷当即对唐浩翻了个白眼 罗文文的手机里 可是装了监视软件的 他要是有问题 早就被监察组揪出来 赶出怪谈应对中心了 唐浩立即问道 这么说 那个后勤部老马的手机里 也是被监视的了 叶婉婷点头道 是的 这里的每一位员工使用的手机和电脑里 都装了监视软件 包括我爸 唐浩掐了掐下巴 疑惑问道 那这个老马 是如何接收组织信息的呢 被唐浩这么一问 叶婉婷立即轻咬唇半 陷入到了沉思之中 自从这一轮规则怪谈开启之后 怪谈应对中心的人员 就被限制在了这栋大楼里 根本没有机会出去 那么 老马是怎么接收组织指示 展开行动的呢 又是谁给他假扮叶帆的那些道具的呢 应该是有什么掩人耳目的方法 仔细搜查一下老马的房间 或许会查到一些端倪 唐浩点点头 不知道侦查科那边 去过老马的房间没有 我这就问问 说着 叶婉婷立即拨通了一个号码 电话那头是侦查科的韩小桃 他比叶婉婷大四岁 因为也是青城大学毕业的 所以两人比较聊得来 电话很快被接了起来 喂 婉婷 小桃姐 问你个事 你们去老马房间里查过了吗 已经去过了 有查出什么线索吗 有 我们发现他房间的垃圾桶里 有很多速溶咖啡的包装袋 其中有一个包装袋 是被竖着撕开的 拿到显微镜下仔细一看 我们发现 这个包装袋里面竟然印有一行字 也就是让他控制 并假冒叶帆套取唐浩信息的指令 叶婉婷瞪大眼睛 看了唐浩一眼 又继续问道 那他这些速溶咖啡 都是从哪里来的 七楼茶水间 不过茶水间的监控有死角 无法看到 拿取速溶咖啡时 大家手上的动作 叶婉婷想了想 问道 那老马是怎么知道 哪条咖啡袋是有信息的 我们仔细比对了一下 发现有信息的那条咖啡 带上印的咖啡都是反的 如果不是带着目的去看 是根本不会发觉 两者之间的差别的 现在可以确定的是 老马还有个上限 而且就在我们怪谈印队中心 那这些外包装上 咖啡豆印反的咖啡 是从哪里来的知道吗 老马就是负责采购的 想必速溶咖啡的供应商 也是他们组织的人 供货的时候 已经将一批故意印反的咖啡 混在了里面 可是那个上限 又是怎么将信息 写在咖啡袋里面的呢 现在还不知道 有可能是拆开 写完字后再沾上 也有可能是用什么 特殊的仪器打上去的 马上我们会突击 展开一波大搜查的 说到这里 韩小桃的声音 突然严肃了几分 婉婷 刚才我对你说的话 你千万不要跟其他人提起 以免打草惊涉 当然 唐浩除外 很显然 韩小桃已经猜到 唐浩就在叶婉婷的身边 叶婉婷神色郑重地点了点头 放心吧 小桃姐 我会守口如瓶的 嗯 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叶婉婷看了唐浩一眼 唐浩轻轻摇了摇头 没有了 谢谢小桃姐 不用谢 你也别想太多了 早点休息 说着 韩小桃便直接将电话给挂了 唐浩 没想到 这里的侦察科还挺厉害的 叶婉婷不无骄傲地说道 那是 他们可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事关国运 高层可不敢在这种事情上马虎 唐浩点点头 那就好 看来可以放心睡个好觉了 半个小时后 洗完澡的唐浩正躺在床上 翻看着诡异商城里的商品 突然 一阵轻微的扣门声 清晰传入唐浩的耳内 唐浩有些疑惑地走到门边 将房门拉开 门开的瞬间 他看到穿着一件浅绿色吊带睡衣的叶婉婷 正低头咬唇 一副扭泥之态 他的长发散落在肩头 发烧还带着水气 显然是刚洗完澡 学姐 你是 可是有哪里不舒服吗 唐浩开口问道 叶婉婷纠结了一会儿 终于粉拳一印 抬起头来 看向唐浩 学弟 我可以 跟你睡一屋吗 叶婉婷的声音很小 却如同惊雷一般 在唐浩的耳边响起 不是 这幸福来的 也太突然了吧 呗呗 什么幸福不幸福的 我可是个正经人爱 怎么能往那方面想呢 见唐浩露出恶然之色 叶婉婷立即咬了下嘴唇 解释道 我一闭上眼睛 就看见老马吐着唾沫 从我床底下爬出来 我实在没办法 猜 唐浩心中了然 叶婉婷毕竟是个女孩子 见到有人毒发身亡在屋里 晚上害怕睡不着觉也是正常 这便点了点头道 行 那学姐 唐浩扭头朝房间里看了一眼 房间里就只有一张床 并没有四叶园区宿舍里的 那种可以睡人的沙发 学姐 要是不嫌弃的话 就睡我床上吧 我找个毯子铺地上就能睡 叶婉婷连忙摇头道 那怎么行呢 你可是咱们龙国的天选者 龙国未来的国运 可都全息于你一身 要是因为我而导致你没有休息好 影响了你在下个副本中的表现 那我岂不是罪人了 你继续睡床上 我打个地铺就行 唐浩当即就不乐意了 学姐你是女孩子 我怎么能让你睡地板上呢 我一个大老爷们 体操肉厚 没那么多讲究 而且万一下个副本 要求我们睡地板呢 现在刚好提前演练一下 免得到时候不习惯 要不 叶婉婷用力抿了下嘴唇 翘脸上已是一片通红 她低下头 声音越来越小 要不 咱俩睡一张床 这床宽一米五 睡两个人应该是足够了 你放心 学姐绝不会有什么僭越之举的 你要是不放心的话 可以在中间放几本书隔开 唐浩正了一下 随即摆了白手道 中间放书就没有必要了 毕竟真想干点什么的话 那玩意儿也就只是个摆事而已 既然学姐信得过我的话 那就上床吧 叶婉婷脸上的红韵 已经漫步驳梗 一路滑向了脚后跟 她迈不来到床边 正要爬上去 却突然迟疑了一下 因为她发现 床上就只有一个枕头 难不成要跟唐浩 共用一个枕头吗 唐浩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立即轻拍了下脑门 我去帮你把枕头拿过来 说着便快步出了房间 在回来时 唐浩手里便已多了一个 秀有橱菊图案的枕头 将枕头交给叶婉婷后 唐浩便拿起自己的枕头 搁在了床尾的位置 咱俩一人睡一头吧 免得晚上睡得迷迷糊糊的 我一翻身可能会乱摸 夜晚婷点了点头 默默在床上躺了下来 然后朝右侧过身子 臀部微微撅起 勾勒出一道诱人的曲线 唐浩只瞥了一眼 便迅速将目光移开 然后将台灯调到最暗 便也在床上躺了下来 一股淡淡的清香 瞬间饮满唐浩的鼻腔 唐浩毕竟是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 道心难免有些崩乱 便默默念诵起了清心咒 清心若水 清水吉星 威风无起 波澜不惊 幽黄独坐 长笑名情 念着念着 心中的躁动渐渐平息 睡意也慢慢爬了上来 就在唐浩马上跌入梦乡之际 夜晚婷突然翻过身 轻声问道 学弟 你睡着了吗 唐浩瞬间清醒 连忙侧过脑袋 还没呢 怎么了学姐 我一闭上眼睛 眼前还是老马死前恐怖的样子 对不起啊 我真不想打扰你的 可是 夜晚婷的声音充满了歉意 唐浩连忙说道 没事 反正我也还没睡着 谈不上打扰 要不 你吃两瓶安眠药试试 我睡眠一直很好 哪里有这种药啊 要不 喝点红酒呢 唐浩又提出了一个建议 这屋里好像没有红酒吧 唐浩抓了下头发 突然想起 刚才在诡异商城里 好像看到有红酒出售 这便拿起手机 点开诡异商城 查看了起来 你在看什么 夜晚婷有些好奇 身子不由自主地凑了过来 哦 我在诡异商城里找找看 要是有合适的红酒的话 直接就下单了 唐浩回答道 诡异商城 夜晚婷的眉心猝了猝 你的惊悚币 能带回现实世界 唐浩点点头 这个秘密 他本来就没打算瞒着夜晚婷 夜晚婷的铜色亮了亮 兴奋地说道 太好了 有了惊悚币 后面的怪谈副本通关起来 就更容易了 说到这里 夜晚婷突然一把抓住了 唐浩的手腕 别买什么红酒了 惊悚币得之不易 还是用在购买必要的道具上吧 没事 诡异商城里的红酒 也就一两百惊悚币 不贵的 唐浩 夜晚婷瞬间沉下脸来 你能不能听学姐的话 惊悚币必须花在刀刃上 而且 被这件喜事一冲 我现在已经不害怕了 唐浩震了一下 随即默默放下了手机型 那我听学姐的 就在这时 夜晚婷左肩上的睡衣吊带 突然一滑 落到了胳膊肘的位置 胸前也随之露出一片浑渊的雪白 唐浩的脸蹭的一下就红了 连忙垂下眼睛 轻声提醒道 学姐 你 吊带掉了 夜晚婷低头一看 顿时就是一声惊叫 连忙抓起吊带 提到肩膀上 一张翘脸却已变成了番茄色 顿了一下 夜晚婷忽然刺溜一下 躺回自己的位置 将毯子紧紧裹在身上 然后啪的一声将台灯关上 黑暗瞬间将整个房间淹没 学姐你 我没事 睡觉 第二天一早 唐浩从梦中醒来 心跳还在因为刚才梦中的场景 而剧烈跳动 他试图回忆起那个梦 但梦中的细节 却像烟雾一样模糊不清 只留下了一种难以言喻的羞耻感 唐浩吞了口唾沫 正想再睡一觉 将这个未尽的梦续上时 却突然发现自己 不知何时已经改变了睡姿 从往右侧身 变为了往左侧身 更让唐浩震惊的是 此刻他的怀里 正搂着一只光洁如玉的眉腿 意识到这是叶婉婷的腿之后 唐浩顿时如遭电击般 身躯猛的一颤 连忙将叶婉婷的腿松开 迅速侧转身体 心里已经虚的一批 天啊 我竟然 在睡梦中 干了如此僭越的事情 要是被学姐知道了 岂不是会 认为我是一个变态 我在她心目中的形象 怕是要凌落成你眼做成了吧 就在这时 叶婉婷的脚突然动了动 紧接着 就是往唐浩的方向一翻身 然后右腿往里一弄 涂着豆沙红指甲油的粉嫩右脚 已是不自觉地 踢在了唐浩的屁股身上 唐浩顿时就是虎曲一颤 连忙将尻尾往前一缩 脱离学姐脚趾的触碰 叶婉婷却是眉心一皱 似乎对刚才那团柔软处感的 突然消失 感到困惑 她下意识地 再次将右脚往前一探 试图找回那奇妙的感觉 当她的脚趾 再次触碰到那团柔软时 眉色瞬间舒展 满意地巴结了几下嘴巴 随后又继续睡了起来 此时的唐浩已经缩无可缩 她想要就这么直接翻身下床 结束这尴尬的局面 但心中又有些舍不得 在这种痛病快乐着的矛盾情绪中 她羞耻地让自己变成了一尊木雕 约摸过了二十分钟的样子 叶婉婷终于苏醒了过来 她一边伸着懒腰 一边往前蹬腿 却忽然发现右脚 正踩在什么圆圆软软的东西上面 叶婉婷连忙低头朝右脚的方向一看 瞬间便经成了一幅世界名画 妈 后面那个牙子还没出口 叶婉婷便立即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一张翘脸已经红成了熟透的苹果 叶婉婷连忙轻轻地将右脚缩了回来 然后慢慢地从床上坐起身 打算在唐浩醒来之前 悄悄溜出去 然而 就在她坐起的一瞬间 左侧睡衣的吊带 再次从肩膀上滑了下去 胸前立即露出半盏明月 叶婉婷顿时就是一慌 连忙抓起吊带 迅速地撸回肩膀上 同时一脸紧张地朝唐浩的方向瞥了一眼 却猛然发现 唐浩不知何时已经转过身来 正看向自己 而且目光刚好对准了那半盏明月的位置 唐浩连忙捂住眼睛 尴尬地解释道 学姐 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本来就是要跟你打个招呼 说声早安来着 叶婉婷轻咬唇半 红着脸说道 是我这睡衣的质量不好 不能怪你 顿了两秒 今天早上就让我来给学姐露一手吧 我十三岁开始 就是自己照顾自己了 所以做饭这块还是有点自信的 说着 唐浩便要翻身下床 正要站直身体 却突然触电般地缩了回去 叶婉婷顿时就是瞳孔一缩 连忙起身来到唐浩跟前 关切问道 你怎么了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唐浩脸颊一红 有些尴尬地挠了下头皮 没事 学姐你先出去吧 叶婉婷愣了一下 随即想到了什么 翘脸上立即浮上了两抹烟红 然后抱着枕头 像只受惊的兔子一样 匆忙离开了唐浩的房间 两人刚吃完早餐 叶帆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让女儿和唐浩一起去七楼会议室开会 走进七楼会议室 叶婉婷惊奇地发现 会议室里只有父亲叶帆 侦察组的组长潘明 侦察组的组长乔斌 以及其他五名攻略组的成员 原本应该有十几人的文秘组工位上 此刻却空无一人 很显然 父亲已经将文秘组 排除在了信任名单之外 甚至包括他的秘书 罗文问 简单寒暄之后 侦察组组长潘明 便开始介绍起了 昨天调查的结果 其中大部分信息 叶婉婷昨晚已经从 韩小涛嘴里了解过了 唐浩比较关心的是 后来侦察组突击检查员工宿舍时 是否有什么新的发现 然而结果却让他失望 不过这也不能怪他们 毕竟老马事发在先 内鬼完全有充足的时间回房间 将证据抹除掉 听完潘明的报告之后 叶帆示意大家 就此进行讨论 攻略组成员之一的刑警高桥 一边搓着下巴的胡茬 一边说道 老马当时身上携带着致命武器 却并没有在第一时间 对唐浩发动攻击 而是想要套取他的信息 这是为什么呢 难道他们了解到这些信息后 还能有什么作为吗 短暂的沉默后 鬼一片导演徐青抱起胳膊说道 老马想要从唐浩身上 获取的信息 无非就这么几条 第一 唐浩的天赋 第二 通关的奖励 一道其他人的名下 可是 像天赋这种 他们知道了 又有什么意义呢 难不成还能将唐浩的天赋 给抢走不成 叶帆突然沉声说道 你说对了 还真的能抢过去 一听这话 众人脸上均露出了惊讶之色 包括唐浩 也不禁瞪大了眼睛 美女怪谈作家张静怡 抬了抬眼镜 叶组长 您不是在开玩笑吧 叶帆诉设道 我并没有开玩笑 在上一轮规则怪谈的 最后一个副本里 出现过一本名为 《暗之进行曲》的书籍 里面就提到过 可以通过将目标人物的血液 输入自己身体的方式 来获取对方的天赋 叶婉婷有些疑惑地问道 可是换血不是会有排异反应吗 免疫系统会杀疯的呀 是的 换血确实存在排异反应 但也有应对的方法 叶帆解释道 比如说 可以使用免疫抑制药物 来降低免疫系统的反应 从而减少排异的风险 事实上 严重的溶血性疾病 就需要全身换血 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 叶婉婷的脸上 显现出难以置信的神情 也就是说 他们打算弄清楚 唐浩的天赋之后 再把他弄走 去跟另外一个人换血 叶帆点了点头 这是目前唯一合理的解释 可是 怪谈攻略组成员之一 周里皱起眉头说道 怎么保证换完血的人 下次刚好能进入怪谈事件呢 叶帆刚要开口说话 唐浩的声音便率先响了起来 很简单 只要对方也是这一轮 完成通关的天选者就可以了 对啊 周里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 他恍然醒悟般地拍了一下大腿 这样的话 有作案动机的国家范围 就可以缩到很小了 叶帆赞同地点了点头 目前还有四个国家的天选者 仍在副本里 而且看起来均有 普通通关的机会 也就是说 这四个国家均有作案动机 随即 叶帆打开一份资料 继续说道 这四个国家分别是 樱花国 嘎里国 大象国和北雄国 而且 这四国在上一轮的 规则怪谈中 国运军遭受过重创 可以说 都有迫切改变国运的强烈动机 唐浩想了想 问道 那现在弄清楚 这四国天选者的天赋了吗 叶帆回答道 已经大致有了结论 樱花国的天选者 拥有与动物交流的能力 而嘎里国的天选者 每隔24小时 可以使用一次时间静止技能 每次静止的时间 差不多是5秒钟 大象国天选者的天赋 目前还不太能确定 不过大致判断 应该是跟规则相关的信息提示 北雄国天选者的天赋 则是可以随即改变自己的声线 唐浩的脑中 立刻闪过一针抠脚大汗 挤出撒娇罗里音的惊悚画面 叶帆的声音继续 目前来看 这四国天选者的天赋 在特定的情况下 均能发挥出不错的效果 不过 尽管他们的天赋各有特点 但都不算太强 这也是 他们到现在还没能完成 副本通关的原因 说到这里 叶帆看了唐浩一眼说道 当然 通关快慢也不全靠天赋 跟天选者的综合素质 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张静怡想了想说道 既然范围已经缩小到了这四国 那接下来 我们应该如何将幕后黑手给揪出来呢 高桥开口道 我们可以先来换位思考一下 对方若想成功完成换血 最有可能的方式 应该是抓住唐浩后 将他身上的血全部抽干 然后再用最快的速度 将这些血运回过去 一听这话 唐浩顿时便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 仿佛有一种浑身血液 正在被快速抽离的感觉 叶帆微眯了下双眼 冲高桥伸了身手 高警官 你继续说 高桥点点头 也就是说 对方应该有个医疗小队 已经来到了清城市 甚至就潜伏在怪谈应对中心的附近 而且 他们使用的交通工具 极有可能是类似房车 面包车一类的车辆 我觉得 接下来我们可以重点排查一下 怪谈应对中心附近的这些可疑车辆 叶帆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不愧是经验丰富的老刑警 洞察力就是敏锐 一会儿还要麻烦高警官 协调清城刑警展开调查 高桥拿起手机 从座位上站起身 我这就联系清城刑警大队 待高桥打完电话 重新在座位上坐定之后 叶帆的目光 便落到了监察组乔斌的脸上 老乔 你来汇报一下监视软件里的发现吧 乔斌点点头 这便将电脑接上投影仪 开始将每位员工的手机 和电脑使用数据 挨个展示了起来 除了工作沟通外 大家无非是刷刷短视频 看看小说 翻翻公众号之类的 似乎也没什么特别之处 很快 PPT就翻到了罗文文这一页 唐浩注意到 罗文文每天都会看一下 两个公众号 一个是心灵异战 情感美文类的 另一个是棋逢对手 围棋类的 唐浩不由得在心里 生出一个大大的问号来 罗文文看起来不像是 喜欢夏维棋的人 居然每天都会看这类公众号 罗秘书很喜欢夏维棋吗 唐浩说出了心中的疑惑 在场最了解罗文文的人 应该就是叶帆了 毕竟罗文文是叶帆的私人秘书 叶帆摇了摇头 不清楚 我也不好去打听他的私人爱好 不过有一点我可以确定 那就是他 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提过围棋的事情 说到这里 叶帆又将目光落到了 侦查组组长潘明的脸上 昨晚搜查罗秘书房间的时候 有没有在里面发现 跟围棋有关的物品 潘明略一思索 便开口答道 确实在他的杂物箱里 看到了一幅围棋 叶帆点了点头 对乔冰说道 看下一个吧 唐浩微微宁静的眉心 却并未松开 他打开手机微信 查找出那两个公众号 分别看了一下 昨天更新的文章 心灵驿站 更新了一篇职场女性的文章 更新时间是在傍晚六点左右 跟唐浩从怪谈世界 回来的时间刚好能对上 文章的标题是在职场中 寻找真我 作者是紫罗 而棋逢对手 更新的则是四复围棋的残局 以及详细的解法思路的文章 作者是兰 更新时间也是在傍晚六点左右 如果将两篇文章作者的名字合起来 刚好就是紫罗兰 紫罗兰 这刚好是一种花卉的名称 在考虑到两篇文章发布的时间 这难道 真的只是巧合吗 带着疑问 唐浩又继续点开了两个公众号里 前一天的文章 作者分别是穆峰和罗卡 唐浩继续往前翻了十几篇文章 却没在发现紫罗和兰这两位作者 别的作者倒是重复了好几次 你在看什么呢 见唐浩一直在刷手机 叶婉婷忍不住轻轻碰了下唐浩的胳膊 唐浩轻声将自己刚才的发现 告诉了叶婉婷 叶婉婷听闻 眉心微微促起 虽然唐浩所说的大概率只是巧合 但也不能排除 这是某种蛛丝马迹的可能 因此 还是值得仔细研究一下的 此时 恰好叶帆略带疑惑的目光正投向他们 叶婉婷立即便将唐浩的发现说了出来 毕竟 这种事情 大家一起头脑风暴的话 会更容易找到答案 经过一番讨论 大家逐渐发现 四幅围棋残局中 黑子和白子的数量 很可能对应着四组数字 而这些数字 很可能与《心灵异战》中那篇文章里 特定的某个字相对应 按照这种思路进行比对之后 最终 叶帆在白板上写下了四个字 马上行动 看到白板上的这四个字 会议室瞬间陷入了一片寂静之中 众人的脸上全都写满了震惊之色 但并没有持续太久 众人脸上就被兴奋和激动俗取代 毫无疑问 罗文问就是老马的上线 也是揪出幕后组织的关键 叶帆双目一领 握紧了下拳头说道 潘组长 咱们现在就去抓人 为了防止罗文问自杀 一会儿最好戴上震惊剂或电击枪 潘明速色一点头 说了句明白后 便开始有条不紊地吊派起了人手 十分钟后 潘明在三楼的健身房里 找到了正在椭圆机上 做着深蹲动作的罗文问 潘明不动声色地走到罗文问身后 然后将电击棒对准了他的脖子 毫不犹豫地按下了开关 罗文问当场被激晕 失去了意识 潘明迅速地扣开他的嘴巴 在里面找到了一个毒囊 将毒囊取出来之后 潘明向身后一招手 队友们立即上来 将罗文问捆绑起来 带去了审讯室 在科技与狠活的加持下 罗文问很快就招了 正如叶帆所猜测的那样 他的幕后主使正是樱花国 叶帆立即将相关情况报告 给了龙国高层 龙国迅速重拳出击 以最快速度 冻结了樱花国的企业和个人 在龙国的账户 并派驻航母编队 在樱花海附近进行军事演习 同时 将樱花国的罪行招之于众 向国际军事法庭提出了严正要求 敦促其立即严惩樱花国 这起阴谋的策划者 为了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龙国还派兵 驻扎在了两国的争议岛屿 地道 迫于强大的国际压力 樱花国无奈地选择了 将所有的罪责 推卸给怪谈攻略组的七名成员 并将他们全部移交给了 国际军事法庭 与此同时 还向龙国做出了100亿美元的赔偿 当樱花国正被一系列问题 搞得焦头烂额之际 怪谈副本的十天期限终于到了 天选者攻下静一郎 成功拿到普通通关 回到现实世界 为樱花国带来了重大自然灾害 免出卡一张 他本人也获得了体能加三的奖励 与此同时 北雄国和大象国的天选者 也都完成了通关 三名天选者本以为可以稍作休整 然而 一个倒计时 突然出现在他们的手心上 距离下一个怪谈副本 开启还剩 23小时59分59秒 当看到手心突然出现的倒计时 唐浩立刻警觉起来 开始迅速地为下一个怪谈副本做准备 尽管不确定这些是否会派上用场 但他还是决定先囤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为了增加自己在怪谈副本中的生存几率 唐浩还在诡异商城购买了一张闪避卡 这张卡片可以让他在副本中闪避一次死亡 价值高达500万惊悚币 尽管价格昂贵 但考虑到其重要性 唐浩还是毫不犹豫地买下了他 只是闪避卡的库存仅有一张 无法再多购买 不知道第二个副本通关归来的时候 这个闪避卡会不会库存刷新 除了闪避卡 唐浩还花费了一千万惊悚币 购买了大师级综合格斗术 提升自己的战斗技能 显然能更好地应对怪谈副本中的挑战 在完成这些的购买之后 他手中的惊悚币还剩下5500万 唐浩将这笔惊悚币中的4000万 存入了天地银行的7日定存 以获取一些利息 另外1500万则放入活期 以备不时之需 第二天早上7点钟 唐浩手心的倒计石归零 周围的空间迅速坍缩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黑洞 将它吞了进去 当唐浩再次睁开眼睛时 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一个 长方形三层建筑的门外 这座建筑看起来已经有些年头了 上面爬满了藤蔓建筑的门 是一扇巨大的木制门 上面镶嵌着铜制门环 此刻大门正处于紧闭的状态 唐浩身后是一条宽阔的石板路 一直通到外面的院墙大门 院墙之外则是一片浓雾 让人丝毫看不清院墙外的状况 不过奇怪的是 院墙内却是一片阳光明媚 毫无起雾的感觉 道路两边是草丛和低矮的灌木丛 灌木丛的看起来还算平整 应该是在最近一段时间内被修剪过 就在这时 唐浩的身侧突然响起一阵呼呼的风声 他连忙扭头一看 发现身边赫然多出一个人来 只打量了这人一眼 唐浩的瞳孔瞬间便缩了缩 这不是樱花国的天选者 宫下静一郎吗 看到唐浩 宫下静一郎也是猛的一阵 两人还没来得及说话 身边又一阵呼呼的风声响起 紧接着又是六个人影 出现在了古宅的大门前 这他娘的事 多人本 唐浩不由得喃喃低语了一句 话音刚落 又有一道人影出现在了唐浩的跟前 他身穿一身靓丽的空姐制服 长发如铺般垂落在他的肩头 高高肿起的胸脯 仿佛随时都能将衬衫的扭扣 崩开似的 苏绕 浩哥 苏绕飞奔过来 一把勾住唐浩的脖子 两条腿还是那么自然地夹在了唐浩的腰间 与之前的尴尬不同 这次唐浩最强烈的感觉是激动和欣喜 才跟苏绕几日不见 竟然就有了一种小别盛新婚的感觉 两人抱在一起 足足有一分钟的时间 唐浩终于轻轻出了苏绕的胳膊 这里这么多人在看着呢 咱俩也抱得差不多了 快赶紧下来吧 苏绕扭头朝旁边的七名天选者看了一眼 脸颊顿时就是微微一红 连忙轻轻一跃 从唐浩身上跳了下来 此时 直播间里的观众们也沸腾了起来 嗯 太好了 我的饶饶啊 你终于又上线了 几日不见 可想死哥了 也不知道在这个副本里 唐浩和苏绕是什么关系 应该可以本蕾打了吧 浩哥啊 这次苏绕要是在网上贴 你可别再扭扭捏捏跟个娘们似的 该上就上啊 欢迎来到规则怪谈世界 一道熟悉的机械音 突然在庄园的上空响起 八名天选者顿觉心头一紧 连忙屏息聆听了起来 本次怪谈世界为 曼陀山庄 这里种植着品种繁多的曼陀罗 他们以艳丽的色彩 和迷人的香气迎接每一位访客 无论春夏秋冬 曼陀罗花都在庄园中绽放 为整个庄园带来生机与活力 听到这里 人群里不由地发出了一阵 窃窃私语之声 曼陀罗的花期不是6-10月份吗 怎么会春夏秋冬都绽放呢 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这里毕竟是怪谈世界 怎样离谱的设定都可能会出现 我记得曼陀罗好像是有毒的吧 用他香气来迎接每一位访客 岂不是要将访客们都堵死 少闻一点的话还是安全的 而且这里的曼陀罗也未必就有毒 要看副本怎么设定了 机械音继续说道 曼陀山庄的男主人 得了一种奇怪的疾病 这使得山庄里所有的庸人都被吓跑了 而女主人又因为要替男主人去寻访名医 而不得不离开七天 为了能在他离开的这七天时间内 男主人能继续得到照料 女主人聘请了你们八位天选者来帮忙 为了能让各位在副本里无障碍沟通 无论你们听到的是何种语言 都将自动转化为你们的母语 下面是初次进入怪谈世界的天选者 抽取天赋的机会 过了差不多五分钟样子 机械音便再次响了起来 天赋抽取时间结束 下面公布本次怪谈世界的通关条件 1.存活7日通关评分 2.存活7日并弄清楚曼陀山庄的秘密 通关评分 3.解除曼陀山庄的危机 并离开山庄通关评分 4.本次怪谈世界场外可提示机会为 4.本次怪谈挑战正式开始 助天选者们玩得愉快 随着机械音的落下 众人前方的大门突然嘎吱一声 缓缓地自己拉了开来 众人对望了一眼之后 樱花国的攻下静一郎率先迈步走了进去 其他天选者立即紧随其后 苏绕子勾住唐浩的胳膊 也随众人快步走了进去 首先映入众人眼帘的是一个宽敞的门厅 门厅的地面铺着华丽的大理石 天花板上悬挂着一盏精美的水晶吊灯 门厅的左侧是一个布置典雅的客厅 一套真皮沙发和茶几摆在客厅的中央 给人一种舒适和高贵的感觉 壁炉里只有一层薄薄的灰烬覆盖在炉底 由于现在气候还很温暖 这个壁炉没有被使用 壁炉的旁边摆放着一架历史钢琴 琴身被紫色的鹅绒布覆盖 门厅的右侧是一个餐厅 餐厅的右侧则是厨房和两间佣人住的房间 餐厅里摆放着一张精美的餐桌和几把椅子 墙上挂着几幅装饰画 为用餐环境增添了一份艺术氛围 在门厅和客厅相连接的地方 唐浩看到了一架旋转网上的楼梯 沿着楼梯的墙壁上挂着几幅油画 他们展现了这个家族的历史和荣耀 其中最上面的一幅画里描绘的是一位老者 老者面容轻渠 眼角和额头都有长长的细纹 下巴上留着灰白的山羊糊 他手里组着一根拐杖 身上所穿的则是一套黑色的泥大衣 看起来像是上个世纪中叶的某位绅士 最下方的一幅画里描绘的是一对年轻的夫妻 画中女子身穿婚纱 身材曼妙 容颜动人 他闭着眼睛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男子则身着西服 英俊潇洒 他深情地亲吻着女子的额头 眼中充满了爱意 攻下静一郎仔细地打量了一番这几幅油画后 指着最下面的那幅画说道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对夫妻应该就是这曼陀山庄现在的主人了 一名西纸烫男子眯放了下眼睛 看着那幅画说道 也就是说 这画里的男子 就是我们接下来需要照顾的对象了 一名打着鼻环的黄发男子 突然轻拍了下手掌 要不 大家还是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西纸烫男显然早有此意 立即举起右手道 那我先来吧 我叫朴道友 来自泡菜国 是一名白领 攻下静一郎揉了揉下巴 突然问道 你刚才抽取的天赋是什么 西纸烫男正了一下 显然对攻下静一郎的问题感到意外 他舔了下嘴唇 犹豫道 这个就没有必要说了吧 反正我会竭尽全力 配合大家完成副本通关就是了 之前樱花国想要抽取唐浩血液的事情 早已成为全球热搜排行榜的Top1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 天赋的事情也因此变得敏感起来 成为了绝对不可以世人的秘密 尤其现在问自己的 还是樱花国的天选者 这就让朴道友更加不得不防了 打着鼻环的黄毛男附和道 就是 你一樱花国的天选者 有什么资格问我们的天赋 还嫌上次罚的一百亿美元不够多事吗 攻下静一郎 有些无语地揉了揉额脚 那是攻略组在下搞 我根本就不知情 我想要了解大家的天赋 纯粹就是想打好配合战 更好通关而已 并没有别的意思 这时 一名扎着双马尾的女生反驳道 就算你没有什么歪心思 可保不齐正在看直播的人会有呀 而且 大家将天赋公开后 很可能会导致 只将天赋好的天选者往前推 而天赋不好的 则躲在后面坐享其成的局面产生 这样显然很不公平 目前 我们还不知道 这个副本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规则 也不排除我们中 会有一个内鬼之类角色的存在 要是现在就将天赋公开 可能被内鬼玩家利用 针对或者陷害 从而影响我们的生存和通关效率 众人均是认同地点了点脑袋 攻下静一郎用力攥紧了拳头 不愤地说道 随便你们 连这点坦诚都没有 我们也别指望合作了 双马尾女生 白了攻下静一郎一眼 你急什么 等到了不得不公开天赋的时候 我们自然会公开 朴道友看向双马尾女生的眼底 掠过了一抹欣赏之色 那咱们 还是继续做自我介绍吧 妹子 你还没说自己叫什么名字呢 看得出来 朴道友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更进一步了解这名女生了 马尾辩女生微微一笑 我叫索菲亚 来自靴子国 是一名歌唱博主 朴道友的同色亮了亮 妹子今年多大了呀 你在哪个平台上唱歌呢 我回去后一定给你捧场 索菲亚挑了挑眉吗 不用了 我唱歌的平台 在你们泡菜国是看不到的 咱们还是别把时间浪费 在这种无意义的闲聊上了吧 下一个 谁来做自我介绍 打着鼻环的黄毛男 抬了抬右手 灯塔国 凯文 纹身师 说完这简短的一句话后 黄毛男便从对面的一名 戴眼镜的胖大叔 抬了抬下巴 很显然 他在示意胖大叔做自我介绍 胖大叔立即抬了抬眼镜 微笑着说道 大家好 我叫扎图朗 来自流连国 是一名保险经纪人 很高兴认识大家 接下来说话的是一名 画着烟熏装的短发女生 我叫爱丽丝 来自凡尔赛国 是一名酒吧助唱 我叫露西 一名妆容精致 身穿黑色职业装的女子 抬了抬手 来自漂亮国 是一名电视台主持人 戴露西做完自我介绍 七名天选者的目光 便全都聚焦到了 唐浩和苏绕的脸上 唐浩勾起唇角 冲众人挥了挥手 我叫唐浩 来自龙国 是一名大学生 普道友的眼睛 顿时瞪到了核桃般大小 哇哦 原来你就是上个怪谈世界里 第一个完成通关的唐浩 怪不得我刚才 看你觉得挺面熟的 说完 朴道友又一脸 兴奋地看向众人 我们这回真的是走狗屎运了 居然能跟龙国唐浩分道一组 这下通关绝对稳了 唐浩的鹅脚 瞬间拉出几道黑线 你妹的别把我往前推啊 想害死我呀 这便倾壳一声说道 上个副本 我只是运气比较好而已 论能力 我远不及樱花国的龚夏先生 龚夏静一郎挑了挑浓眉 仿佛在说 算你还有点自知之明 普道友的目光 又落到了唐浩身侧的苏扰脸上 忍不住宁起眉心说道 这位不是上个副本里的那位空姐吗 他怎么也出现在了这里 苏扰当即小嘴一撅 不满地说道 我这次来扮演唐浩的女朋友 不行啊 朴道友震了一下 随即露出羡慕的表情 这怪谈世界也太厚此薄笔了吧 为什么我们就没有女朋友 胖大叔扎秃了 嘿嘿一笑 普道友 你别忘了 上个副本唐浩可是拿到SS级通关的 给他这样的福利也是应有之意吧 黄毛纹身师凯文拍了拍嫖道友的肩膀 加油 争取这个副本拿到SS级通关 下个副本你就有女友了 双马尾女生索菲亚 既然大家已经做完了自我介绍 那我们这就开始寻找规则吧 宫下静一郎脸上的表情顿了一下 抗议道 不是 我还没有做自我介绍呢 索菲亚从鼻孔里发出一声轻哼 你 我们早就认识了 你恐怕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上了各国热搜排行榜了吧 所有媒体 自媒体都在提醒 要是遇到这个家伙 一定要小心一点 宫下静一郎顿时额头一黑 你们也太不分青红皂白了吧 我又没参与 怎么提放起我来了 凯文抱起胳膊 不以为然地说道 反正你们都是一丘之合 你只是暂时没参与 不代表你以后不会参与 说着 凯文便禁止朝客厅的方向走了过去 唐浩则迈步朝餐厅的方向走去 缩扰连忙小跑着跟上 众人各自寻找了一会儿 就听见凯文发出一声激动的轻呼 大家快过来 我找到规则了 众人连忙朝客厅的方向跑去 就见茶几上 放着一个精美的发廊杯 发廊杯的下面压着一张纸条 攻下静一郎立即排开众人 将那张纸条拿起来 大声读了起来 在我不在的这段时间 请大家务必遵守以下规则 规则一 请一定不要离开庄园外的围墙 进入迷雾之中 规则二 二楼共有六间房 男主人的病房 位于最东侧的六号房间 其余五间 你们可自由选择入住 规则三 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 都不要进入庄园的地下室 晚上十一点到第二天凌晨五点之间 千万不要去庄园的三楼 规则五 请满足男主人提出的所有要求 规则六 千万不要让男主人死了 规则七 男主人喜欢吃肉食 但牙齿不太好 请将肉食打成护状 再喂给他吃 规则八 冰箱里的食物是安全的 可以放心食用 后院有一片菜地 还养了一些走地鸡 亦可随意食用 规则九 每晚睡前请吃一朵曼陀罗花 每晚他都会来带走你们中的义人 想要不被抓走 就千万不要睡觉 落款是女主人这三个字 弓下静一郎念完了纸上的所有内容之后 快速环视了众人一圈后说道 咱们还是先来逐条分析一下这十条规则吧 要是有能判断规则对错天赋的人 这时候也不必藏着掖着了 赶紧说出来 这对我们所有人都有好处 花音落下 大家都开始观察起了身边的人 仿佛在期待着有人能站出来 然而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人群里还是没有任何动静 弓下静一郎耸了耸肩 好吧 我就当你们都没有判断规则对错的天赋好了 那我们就凭借经验和逻辑进行推理吧 说着 弓下静一郎便将第一条规则又念了一遍 请一定不要离开庄园外的围墙 进入迷雾之中 大家对这条规则怎么看 双马尾女生索菲亚挑了下柳梅道 这条规则不用分析也知道 肯定是正确的 唐号点头复合道 怪谈副本应该都是有边界限制的 就像上个副本不能离开园区一样 弓下静一郎点点头 又继续将第二条规则念了一遍 规则二 二楼共有六间房 男主人的病房位于最东侧的六号房间 其余五间你们可自由选择入住 不等众人分析 弓下静一郎就抢着说道 这看起来像是一条信息告之类的规则 所以应该也是正确的 这时 朴道友挠了下脸颊说道 我们这里一共有九个人 房间却只有五个 要如何分配呢 朴道友话音刚落 苏扰立即就抓起了唐浩的胳膊 你们怎么分配我不管 反正我还好个睡衣屋 朴道友不由得一脸艳羡的 宠唐浩竖了个大拇指 你小子 真是个人生赢家啊 索菲亚的目光 快速落到了露西的脸上 露西 要不 咱俩睡衣屋吧 露西挽起嘴角 点了点头 好啊 现在就只剩下了一名女生 那个画着烟熏装的酒吧助唱爱丽丝 朴道友舔了下嘴唇问道 爱丽丝 你晚上一个人睡一个房间可以吗 你要是不介意的话 我 爱丽丝快速打断了朴道友后面的话 我一人睡一个房间完全没问题 可是 你不害怕吗 爱丽丝从鼻孔里发出一声轻哼 我就算害怕 也会跟露西他们聚集一个房间 还轮不到你来浑水摸鱼 朴道友信信地抓了下满头的锡纸汤 然后将目光落到了扎图郎的脸上 大叔 那咱俩睡衣屋吧 扎图郎点点头 没问题 还剩下两位男士 凯文和宫下静一郎 也就自动成为了室友 规则三 宫下静一郎继续念叨 晚上十一点之后 请一定要回房间休息 无论听到什么声音 都不要从房间里出来 凯文揉了揉下吧 这条对错都有可能 先搁置吧 规则四 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 都不要进入庄园的地下室 晚上十一点到第二天 凌晨五点之间 千万不要去庄园的三楼 爱丽丝错了错没心说道 我觉得这条规则肯定是错的 就像很多恐怖片里的情节一样 越是让你不要去的地方 你就越应该去 往往那里都藏着非常重要的线索 普道友孤独一声吞了口唾沫 不是 万一地下室里和三楼 真的有很恐怖的东西呢 咱还是先不要轻举妄动吧 不做才不会死啊 唐浩开口说道 那这条规则也暂且搁置吧 赶紧过下一条 攻下静一郎点点头 继续念叨 规则五 请满足男主人提出的所有要求 露西立即忍不住吐槽道 这条规则也太离谱了吧 万一男主人对我们女生 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 我们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呢 攻下静一郎 应该不至于 这里的男主人 可是得了奇怪疾病的 得了病的人怕是没那个心思 更没那个精力 去做那种事情吧 露西撇了下嘴角 谁知道呢 万一他得的是心理上的疾病吗 凯文 这还不简单 我们现在就去二楼的六号房间去看一眼 不就知道 男主人到底是什么状况吗 唐浩点点头 顺便也可以看看 其他房间的状况 总好过咱们在这里纸上谈兵 攻下静一郎 行 那咱们这就上去看看 说着 攻下静一郎 便带头走上了通往二楼的旋转楼梯 很快 众人便来到了二楼的走廊上 走廊里的光线有些昏暗 唐浩打开墙壁上的开关 头顶的几盏狼灯立即亮了起来 走廊里终于变得明亮了许多 走廊两边各有三个房间 门头上都标有数字 攻下静一郎 迈不来到一号房间的门口 将房门轻轻推开 这是一间朝南的卧室 采光还可以 房间谈不上宽敞 但布置还算简洁舒适 一张双人床摆在房间的中央 床边有一个小床头柜 窗户旁边摆着一张书桌 墙壁上挂着几幅风景画 苏绕的铜色亮了亮 立即扯了扯唐浩的胳膊说道 浩哥 要不 咱俩晚上就睡这个屋吧 苏绕的声音不算小 众人都听在了耳朵里 攻下静一郎的脸上 露出了一丝细血的表情 似笑非笑地说道 君子成人之美 这间屋子就给你们住吧 不过 我可得提醒一句 你们俩晚上动静小点 免得扰得我们睡不着觉 唐浩的鹅脚瞬间拉出几道黑线 苏绕却是翘脸一红 低头轻咬唇半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二号房间是在一号房间的对面 是一间朝北的房子 布置基本上跟一号房间一模一样 爱丽丝打量了房间一圈说道 这个房间要是没人要的话 我就当然不让了 毕竟是朝北的房间 大家的兴趣也并不是很浓厚 便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 紧接着 索菲亚和露西 选择了唐浩隔壁的三号房间 宫下静一郎和凯文 则确定了五号房间 而嫖道友和扎图郎 便无可选择地要了四号房间 最后就是男主人所在的六号房间了 房门是虚掩着的 里面一片寂静 宫下静一郎看了众人一眼后 便深吸一口气 将房门推了开来 随着吱压一声轻响 房门被推开了 一到约三十厘米左右的缝隙 一看清里面的情形 宫下静一郎的瞳孔 顿时就是猛地一缩 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 他这一退 完全没有注意到 站在身后的嫖道友 直接将对方撞了一个猎解 要不是被站在一旁的唐浩 眼疾手快地一把抓住 嫖道友肯定会一屁股跌倒在地上 众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了一跳 急忙看向宫下静一郎 你看到了什么 宫下静一郎的嘴唇有些微微发颤 满脸惊恐地看着众人 结结巴巴巴地说道 哇 蜗牛 众人闻言 不禁就是一阵面面相去 脸上全都露出疑惑的表情 凯文不屑地嘻了一声 只是一只蜗牛而已 你居然怕成这样 说着 凯文便转过身 毫不犹豫地将房门全部推了开来 然而 下一秒 一个颠覆众人三观的画面出现了 只见房间的单人床上 正趴着一个巨大的蜗牛 他的身体几乎占据了整个床铺 背上驮着一个巨大的窝壳 尽管他的身体 依然能看出人类的四肢形状 然而 眼珠已经从眼眶里被两个触手顶出 此刻两只眼珠还左右转动着 很显然 他正在打量着 门外那群灵魂正在受到暴击的人群 高高顶起的眼珠下方 依然能看出人类的五官轮廓 只是皮肤全都蜗牛化 上面布满了湿漉漉的褶皱 而就在他张嘴的时候 还能看见他舌头上无数锯齿一样的倒刺 看得几人均是浑身一阵鸡皮疙的翻涌 语言 路西干呕一声 快速冲向了二楼的卫生间 这不会就是庄园的男主人吗 凯文露出一副牙齿发散的表情 唐浩素色说道 看起来是的 他应该是受到了某种污染 变成了半人半窝的怪物 攻下静一郎 真贪娘的有一种一藤润二漫画 照进现实的济世感 朴道友 怪不得庄园的女主人要出去 谁要是成天跟这么一个怪物待在一起 不慎的荒彩馆 唐浩白了朴道友一眼 轻声说道 你小点声 他很有可能并没有丧失认知能力 说完 唐浩便慢慢迈步走入房间 在距离窝人差不多两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 然后试探着跟他挥了挥手 轻声问道 你好 请问你是这庄园的男主人吗 触手顶端的两只眼睛 上下将唐浩打亮了眼之后 便轻轻朝下弯了弯 同时 他那张满是褶皱的嘴巴也张了张 是的 唐浩朝身后的人群指了指 我们都是受聘来照顾你的 你现在肚子饿不饿 需不需要我们去给你弄点食物 我要吃奶奶 他一边说 还一边将目光紧紧盯向索菲亚的胸前 索菲亚顿时就是一耸 连忙用双手护在胸前 气愤地骂道 你个老色批 想什么呢 奶奶 我要吃奶奶 窝人重复着刚才的话 见众人都在看向自己 索菲亚顿时就是粉泉意境 你们这么看着我干嘛 我又不再不如期 你们没看见 他嘴里满是道次的舌头吗 这要是被他作一口 还不得烂了 奶奶 我要吃奶奶 窝人执着地重复着自己的需求 脸上开始露出不满的情绪 完了 嫖道友发出一声轻呼 规则无理说得很清楚 要满足男主人提出的所有要求 咱们这样对他的需求置之不理 他应该很快就要抱走 把我们全给杀了 索菲亚朝嫖道友狠狠瞪了一眼 要为你自己委屈 凯文双眼瞇了瞇 要不 我去厨房找找看有没有牛奶 说不定他说的奶奶指的是牛奶呢 公下静一郎点点头 嗯 你快去快回 凯文立即迈不出了房间 一阵风般地冲向了楼梯口 他的天赋正是疾风步 发动此天赋 可使自己的奔跑速度达到惊人的120千米 小时 持续时间10秒 CD为一个小时 可以说是个逃跑神迹 趁着凯文下楼找牛奶的单 唐浩立即发动那窥视野 查看起了怪谈管理聊天群 菊花残 什么奶奶 明明是奶奶 这帮天选者居然也听不出来 真是有够训的 哭泣的洋葱 不是 这两者在发音上难道有什么区别吗 那个窝人讲话又不带字幕 能听得出区别才怪呢 比安花 说我孤陋寡闻 奶奶是什么 菊花残 奶奶就是玉奶 也就是芋头的意思 比安花 这么冷皮的知识 谁能想得到 这也太坑了吧 大嘴花 这可是八个都带有天赋的天选者 共同挑战的副本 不稍微复杂一点 他们岂不是就得横推了 再说了 房间的垃圾桶里 不是还有几片玉奶的叶子吗 这些都是线索 说明窝人平时就是吃这个的 唐浩已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立即将内窥视野收了回来 本次窥评 两分钟 消耗精神值 十点 剩余精神值 110点 就在这时 凯文忽然一阵风势地出现在了房门口 手里已经多了一盒牛奶 见凯文如此迅速 而且竟然脸不红气不喘 唐浩的双眼不由得微微咪了咪 看来 凯文的天赋 要么是与速度有关 要么就是可以顺移 攻下静一郎 一把拿过凯文手里的牛奶 唐浩突然伸手一拦 等一下 攻下静一郎 眉心微微拧了拧 怎么了 唐浩快步将床边的垃圾桶拿过来 放到众人的脚下 然后问道 这垃圾桶里的叶子 你们认识吗 攻下静一郎不屑地说道 不就是山芋叶子吗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唐浩勾了勾唇脚道 没错 这的确是山芋叶子 但是 在我们龙国南方 这玩意儿也被称作玉奶 攻下静一郎的双眼瞇了瞇 你的意思是 男主人嘴里说的奶奶 指的是这个奶奶 朴道友 难不成这个庄园的男主人 是你们龙国南方人 唐浩耸了下肩膀 他是不是我们龙国南方人我不清楚 不过 从之前的画像里看 他的确很像是龙国人 另外 我至少有九层的把握 可以确定男主人要吃的 应该就是玉奶的叶子 原因有三 第一 刚才男主人说的是吃奶奶 而不是喝奶奶 这就说明他要的不是液体 第二 这垃圾桶里就有玉奶的叶子 而且有一片上还有被刮过的痕迹 很显然 这是男主人那个满是稻刺的舌头 刮过后留下来的 第三 就是蜗牛是不喝牛奶的 他们以吃草和叶子为主 如果强行喂牛奶的 很可能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可是 攻下敬一郎掐了掐下巴 男主人毕竟还没有完全变成蜗牛 也许他的肠胃 依然是人类的肠胃呢 朴道友 哎呀 没有什么可是不可是的 咱们要百分百相信唐浩 上个副本他可是拿到了SS级通关的 缩扰附和道 信号哥 准没错 这时 男主人突然发出一声愤怒的嘶吼 触脚上的两只眼睛开始蹦出血丝 软啪啪的四肢也开始拍打起了床铺 嘴里不停地喊着 快点 我要吃奶奶 朴道友立即发出一声惊呼 阿希巴 男主人要抱走了 唐浩立即将垃圾桶里的一片玉奶叶子捡起来 递到了男主人的跟前 看到叶子 男主人顿时就是铜色一亮 连忙伸长脖子 咬住玉奶叶子 快速咀嚼了起来 除唐浩和苏扰外 弓下静一郎却是眯缝起眼睛看向唐浩 你刚才使用天赋能力了 没错吧 很显然 弓下静一郎这是在套唐浩的话 想要借此弄明白 他的天赋到底是什么 唐浩才不会上他的当 这便耸了耸眉目 不置可否地说道 凭经验和推理就能解决的事情 犯得着使用能力吗 直播间 所以 唐浩刚才到底有没有使用天赋能力 不知道 不过就算是使用了 此刻不承认 显然都是最明智的选择 眼看着男主人就快要 将那片玉奶叶子全部吃进嘴里 瓢道又顿时慌张了起来怎么办 玉奶叶子马上就要吃完了 唐浩想了想说道 厨房里应该有备用的 然而 你跟我一起下去找找看 缩扰当即点头 并迅速勾住了唐浩的胳膊 唐浩又朝男主人的床单上瞥了一眼 说道 你们一起把男主人的床单给换下来吧 弓下静一郎也早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 而且 这房间一侧的架子上摆放了一摞折叠好的床单 想必就是为了应对男主人容易失床单的这个问题 弓下静一郎点头道 行 那你们俩快去快回 唐浩和苏绕离开后 弓下静一郎 朴道友 凯文和扎托狼四名男士抓住床单的四脚 将男主人从床上提了起来 慢慢放到了地面上 我去 朴道友喘着粗气说道 这家伙也太沉了吧 扎托狼揉了揉胳膊 怎么着也有两百多斤吧 与此同时 索菲亚 爱丽丝和露西三名女士 则迅速将一张干净的防水床单扑到了床垫上 剑三女将床单扑好后 弓下静一郎便蹲下身来 看向男主人 一会儿 我们把你抬到床铺的边缘 完了你自己爬上去 没问题吧 男主人的两只触脚朝下弯了弯 表示没问题 四男又再次使出吃奶的镜 将男主人抬了起来 放到了单人床的边缘 男主人吃力地往左 蠕动着身体 用了足有两三分钟的时间 才爬到了床上 这时 唐浩和苏绕 也拿着一小蓝玉奶叶子 走进了房间 唐浩抓了一把叶子 直接搁在了男主人的面前 男主人立即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趁着男主人大块朵银的哆 弓下静一郎 立即招呼大家 走入对面的三号房间 然后轻轻地关上了门 房门关上的一瞬间 弓下静一郎 立即皱起眉头说道 你们还记得规则期吗 陆西立即轻点了下脑袋 规则期 男主人喜欢吃肉食 但牙齿不太好 请将肉食打成护状 再喂给他吃 陆西抽到的天赋是过目不忘 一提到规则期 便不自觉地脱口出了 弓下静一郎 你们不觉得 这条规则很奇怪吗 唐浩的双眼微微咪了咪 的确 明明蜗牛是不吃肉的 为什么女主人还要特地强调 男主人喜欢吃肉食 凯文耸了下肩膀 那就只能说明一点 这第七条规则是假的 弓下静一郎 恰了恰下吧 可这也假得太明显了吧 唐浩 的确 一眼就能被识别出来是假的 怪谈世界 应该不至于这么水才对 嫖道有 那怎么办 咱们再去弄点肉 来给男主人吃 扎浩狼立即轻摇了下脑袋 不用 至少 现在不用 八道疑惑的目光 瞬间落到了扎浩狼的脸上 弓下静一郎好奇地问道 你为什么说得如此笃定 因为 查浩狼揉了下鼻子 犹豫了一会儿 才仿佛终于下定决心般地说道 我刚才使用了天赋 获知了一个信息 那就是 这个男主人在天黑之后 会变回人形 弓下静一郎点了点头 所以 你的天赋是可以获得提示 扎浩狼点了点头 嗯 每天可以主动获得一次提示 弓下静一郎的唇角 扬了扬 很好 作为队友就应该这样开成不公才对吗 我也不怕 把我的天赋说出来 我可以和动物无障碍交流 直播间 知道自己是个废天赋 才这么肆无忌惮地说出来吧 反正也基本拍不上用场 这个胖叔的天赋倒是不错 可惜每天只能使用一次 也未必 或许是他留了的心眼 故意少说了呢 曼陀山庄 三号房间内 弓下静一郎 说完自己的天赋后 便环视了众人一圈 仿佛再说 我跟胖大叔都把底儿给交了 你们要是 还这样藏着掖着 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吧 凯文露出一脸不屑的表情 唐浩则是神色淡定 其他人则是彼此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谁也不吭声 就这样僵持了一分多钟的样子 索菲亚终于开口 打破了沉默 胖大叔 你刚才说 男主人天黑之后 会变成人类的样子 是不是就意味着 天黑之后 我们要给他吃肉 扎图郎舔了下嘴唇 这个我就不敢打包票了 我那个天赋 只能针对一件事给出提示 咱们还是继续将 剩下的几条规则讨论完吧 然后再去院子里查看一圈 唐浩提议道 并将目光落到了 宫下静一郎的脸上 因为此刻 纸条正揣在 宫下静一郎的兜里 宫下静一郎 从鼻孔里呼出一口啄气 随即将口袋里的纸条掏出来 展开后 念叨 规则八 冰箱里的食物是安全的 可以放心食用 而后院有一片菜地 还养了一些走地机 亦可随意食用 索菲亚扒击了下小嘴 这条规则还真不好判断对错 实在不行 咱们一会儿 还是找只走地机 来试试一下冰箱里的食物吧 索菲亚话音刚落 窗外突然传来一阵 呜呜呜呜的攻击打鸣声 嫖道友笑着打趣道 走地机在骂你了呢 索菲亚当即朝嫖道友翻了个白眼 能别打岔吗 宫下静一郎 拧了拧眉心道 可万一食物 对副本里的生物无毒 只对我们天选者有毒呢 凯文抱起胳膊 不以为然地说道 那还不简单 直接找个天选者试一下毒呗 宫下静一郎 有些不满地看向凯文 你说得倒是轻巧 谁会愿意替大家试毒 你妈 凯文朝指甲盖里吹了口气 抽签呗 抽到谁就是谁 这样才公平 拧下静一郎 环视了一圈众人 问道 你们觉得呢 嫖道友舔了下嘴唇 提议道要不 还是让苏绕来试毒吧 他毕竟是NPC 就算中毒了 也只是暂时离开这个副本而已 不会真的死亡 苏绕的一双美眸 瞬间就难以置信地凳到了溜远 我好不容易在这个副本里 扮演一回浩哥的女朋友 连修修的事情还没做呢 你就要把我弄出去 苏绕是越想越气 浑身仿佛蹭的一下 苏绕是NPC 所以食物就算有毒 对他来说 很可能也是无效的 让他是毒 只会让我们得出错误的结论 搞不好会让我们直接全军覆没 索菲亚立即点头道 我觉得唐号说的有道理 让苏绕是毒 无异于原木求鱼 我觉得 还是我们八位天选者抽签吧 这样也公平一点 凯文 爱丽丝和路西三人 立即点头表示同意 攻下静一郎 巴结了下嘴巴 说道 那行 一会儿我们就下去抽签 先还是继续往下 看一下规则酒吧 每晚睡前请吃一朵曼陀罗花 他能帮助你们清除污染啊 关于这条规则 大家怎么看 索菲亚轻轻摇了摇头 这哪能判断出真假呢 扎图朗揉了揉下把道 看男主人的样子 他很可能是受到污染导致的 也就是说 这个曼陀山庄是存在污染的 那么 吃曼陀罗花来解除污染 就有可能是正确的 唐浩想了想说道 如果吃曼陀罗花 可以解除污染的话 那为什么男主人 还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苏绕 有没有可能啊 这个污染 只针对我们这批心爱的人 男主人是因为别的原因 才变成了这副样子 唐浩点点头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攻下静一郎 在天黑之前 大家都去踩一点曼陀罗花吧 等到身上有污染的迹象了 到时候再决定 到底要不要吃 众人点头 也只能这样了 攻下静一郎 最后是规则石 每晚他都会来 带走你们中的艺人 想要不被抓走 就千万不要睡觉 普道有用力抓了一下头发 你们所说 这条规则里的他 不会就是庄园的男主人吧 毕竟他现在可是个蜗牛啊 刚好规则用的 又是带纸飞人的他 唐浩扎了一下嘴巴 可是之前胖大叔 不是用能力 获取到一个信息吗 男主人在晚上 是会变成人形的呀 那样的话 规则里写的 应该是男他才对啊 爱丽丝想了想 说道 那有没有可能 这个他 他其实就隐藏在 庄园的三楼或者地下室呢 毕竟前面的规则里面提到过 庄园的地下室 是全天不能进入的 而三楼是晚上 十一点后不能进入的 所以这两个地方 很有可能就是 他的藏身之地 而且更大的可能 是在地下室 朴道友摇了摇头 就算你知道 他可能在地下室 或者三楼 难道你还敢违反 规则进去一探究竟吗 去这两个地方 可能当场就会被嘎 不去 至少还有七八成的概率 能活下来 毕竟他每晚 只会带走一位天选者 唐浩 规则里面说 三楼白天不能去 要不一会儿 我们还是 一起去三楼探探吧 万一能找到 什么有用的线索呢 宫下静一郎点了点头 行 那咱们现在 就上三楼去看看吧 唐浩提醒了一句 六号房间里 是不是得留个人看着 万一男主人 出现了什么状况 也好能及时应对 一听这话 朴道友立刻举起了右手 我我我 我可以留下来 毕竟这男主人 也就看起来恶心了点而已 似乎对他们并没有敌意 而且行动也相当迟缓 只要不逼他抱走 应该还是很安全的 还有哪位女生 愿意留下来的吗 宫下静一郎问道 他有点怕朴道友一个人 应付不过来 四名女生 均是双唇紧敏 一声不吭 很显然 他们都很不愿意留下来 尤其是跟朴道友这样一个 看起来从形象到内在 都很猥琐的人待一块 这就更让他们感到不适了 凯文有些不耐地催促道 走吧 就是看着点男主人 又没什么大不了的 朴道友一个人肯定能应付 而且 我们就是去上面看一眼 应该很快救下来的 宫下静一郎点点头 这边招呼众人 迈不朝三楼的楼梯走去 通往三楼的楼梯 位于二号房间 和四号房间之间的位置 和通往二楼的楼梯一样 它也是个旋转的木质楼梯 然而 这个楼梯却透露出一种 令人不安的氛围 台阶上的血迹 星星点点 凝固在木质表面 形成了一块快暗红的印记 楼梯的扶手上面 留下一些 已经发黑的血手印 那淡淡的血腥味 似乎还在空气中萦绕 每踩一步 楼梯都会发出 嘎吱的声音 仿佛在抗议 踩在上面人的重量 众人沿着楼梯 走了十来计台阶的时候 查图郎突然放声歌唱了起来 众人本就紧绷的神经 差点没给直接崩断了 凯文顿时 朝查图郎狠狠瞪了一眼 攻下静一郎 露出一个无语的表情 你知不知道 你这么干 万一把上面的 他给吵醒了 我们全都得交代在这儿 查图郎吞了口唾沫 赶紧用手捂住嘴巴 连连点头 表示自己不会再唱了 陆西表情紧张地问到你们说 这些血迹 是谁留下来的 唐浩 有可能是之前这里的庸人 被三楼的东西给攻击了 留下来的 说话间 众人已经来到了三楼的走廊 这里的光线十分昏暗 只能大致看出 走廊内一些模糊的轮廓 唐浩试图打开墙上的开关 却郁闷地发现 这里的线路已经坏了 开关根本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陆西用力抓住索菲亚的胳膊 声音略微颤抖地说道 这里太黑了 要不我们还是下去吧 索菲亚拍了拍陆西的胳膊 别怕陆西 现在是白天 这里应该不会出现什么危险的 唐浩觉得 是时候将空间戒指里的手电筒 拿出来了 但他并不想将自己拥有 空间戒指的秘密暴露 略一思索 他便朝右手边的一号房门走了过去 房门是虚眼的 唐浩轻轻一推 门便枝压一声开了 一股淡淡的灰尘气息扑鼻而入 房间的光线被厚厚的窗帘遮住 所以看不太清房间内的情形 唐浩一边朝窗帘的方向走去 一边打开空间戒指 将手电筒取出 放进窗户边那张书桌的抽屉里 很快 唐浩便走到窗边 哗啦一声将窗帘拉了开来 明亮的光线倾泻进房间 房间顿时变得清晰明亮了起来 这个房间跟二楼的一号房间布局差不多 有双人床 床头柜 书桌和衣柜 看起来应该是一间客房 只是很久没人打扫 已经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灰尘 唐浩看似随意地将书桌的抽屉拉了开来 一看到里面的手电筒 铜色瞬间点亮 大家看 我找到了什么 唐浩的声音中充满了惊喜 将手电筒拿在手上 朝众人挥了挥 缩扰漂亮的桃花毛子已经登到溜原 快打开看看亮不亮 唐浩点点头 立即按下了手电筒上的开关 瞬间 一道明亮的光束从手电筒中射出 尽管房间里光线充足 但手电筒的光芒依然清晰可见 索扰的小嘴张了张 这手电筒居然还蛮亮的 众人也都跟着欢喜了一阵 随后又在房间里仔细地找了找 见并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众人便走出一号房间 来到了走廊上 刚一踏上走廊 一号房间的门便咫压一声 自己关上了 这突如其来的声响 让众人都吓了一跳 唐浩连忙打亮手电筒 凯文则走到一号门边 重又将门推开 门保持了一会儿打开的状态 但很快便又咫压一声重新关上 草 跪根老子对着干事吧 凯文骂了一句 随即进到房间 拿了一把椅子挡在了门上 我看你这回还怎么关 然而 凯文前脚刚踏上走廊 身后就传来光当一声 椅子毫无征兆地突然翻倒在地 而房门再次吱压一声关上了 扎徒狼擦了一把额上渗出来的痘大汗珠 用干涩而颤抖的声音说到这里不会有 有 有鬼吧 凯文当即朝扎徒狼翻了个白眼 这里可是怪谈世界 有鬼不是很正常吗 此时的苏扰也已经紧紧搂住了唐浩的胳膊 一张翘脸变得苍白 攻下静一郎沉声说道 大家放心 怪谈世界虽然有鬼 但鬼是会受到规则约束的 不是想伤人就可以伤人的 我们都已经来到了这里 就绝没有再退缩回去的道理 说着 攻下静一郎便走到了二号房门边 深吸一口气 然后干脆利落地将房门推了开来 和一号房间一样 二号房间的窗帘也是被拉上的 里面漆黑一片 唐浩立即用手电筒朝房间内照了照 只见房间里并没有床铺 房间的中央摆着一个画架 画架上还摆着一幅上未完成的画作 唐浩迈步走入房间 第一件事便是将窗帘拉开 随着光线的涌入 众人也终于看清了房间内的情形 很显然 这是一个画室 墙上一共挂有六幅油画 这些油画的主题 无一例外 全都是半人半窝的怪物 这些窝牛人全都面容扭曲 歇斯底里 画面的色调也是压抑 阴郁 让人感到不寒而栗 缩扰的脸上写满了震惊和恐惧 用力抓了抓唐浩的胳膊问道 这些油画都是谁画的啊 好吓人 唐浩想了想说道 要么是这庄园的女主人 要么就是男主人自己 男主人自己 扎图郎疑惑得骤起眉心 男主人都变成那副模样了 怎么可能会是他画的 索菲亚开口说道 也许是男主人窝画之前画的呢 当然 也有可能是 他在晚上变回人形后 上来画的 众人又讨论了一会儿 并不能找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便一起走出了二号房间 和一号房间的情况一样 众人刚来到走廊上 二号房门就自动关上 有了上一回的经验 这一次 大伙明显有些见怪不怪的感觉了 攻下静一郎 又继续推开了三号房间的房门 里面摆了两尊蜡像 是一个十来岁的男孩 和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 两人正在一张矮桌旁 玩着搭积木的游戏 脸上洋溢着童真的笑容 你们说 爱丽丝的双眼瞇了瞇 这俩会不会就是庄园主人的小孩 索菲亚掐着下巴 轻轻点了点头 俩孩子眉宇之间 还是能看出一点父母的影子 应该就是他们的孩子 可是 扎图郎面露惊恐之色 他们干嘛弄两尊还紫蜡像在这里 多不吉利啊 还特别甚得慌 露西吞了口唾沫说道 这俩孩子 不会是 死了吧 没有人回答露西的这个问题 第一是因为 大家都不知道答案 无法给到露西确切地回复 第二也是因为 大家都不希望 露西这个乌鸦嘴 会不幸眼中凯文突然勾起唇角 用一副轻松的语调说道 哎 你们有没有看过一部蜡像馆的电影 里面都是用活人浇上滚烫的蜡油 做成蜡像的 你们说 有没有可能 这两尊蜡像里面 就是那俩孩子的尸体啊 除了唐浩和宫下静一郎外 其他几人均露出了一副 吃了柠檬般的表情 索菲亚紧皱着眉头说 拜托你 不要乱讲好不好 宫下静一郎 轻声咳嗽了一下 好了 大家不要 自己吓自己 我们还是继续探索下个房间吧 离开房间的时候 唐浩下意识地扭头 朝那两尊孩子的蜡像看了一眼 他不确定是不是自己的错觉 因为他感觉 那个蜡像小女孩的眼睛 似乎朝自己的方向 转动了一个角度 当四号房间的窗帘被拉开时 四名女孩子 不由得都是脸颊微微一红 这是一间情趣房 满眼的红粉色调 圆形睡床 头顶正对圆床的大镜子 还有各种让人脸红心跳的气聚 宫下静一郎 扭头看了唐浩和苏绕一眼后 笑着说道 这里倒是挺适合你们俩的 要不一会儿我们下去了 你们留下来 好好享受享受 唐浩擦了擦额脚拉出来的黑线 白了宫下静一郎一眼 能正经点吗 一旁肃扰的小嘴 微不可查地撅了撅 不过 他并没有说什么 虽然这个房间玩起来 肯定会很刺激 但毕竟是在处处充满 诡异气息的三楼 谁知道正憨的时候 会不会从镜子里 突然爬出一个诡异来呢 反正到了晚上 在二楼的那张双人床上 依然可以把该做的事情都做一遍 而且还要安全得多 很快 众人便来到了 第五个房间的门外 宫下静一郎 伸手在门上推了推 却惊讶地发现 门竟然纹丝未动 扎土朗立即问道 门推不动吗 宫下静一郎点点头 脸色有些阴沉 应该是被所获使 从里面拴上了 凯文快速打亮了一眼门框后 说道 这门应该只要一脚飞踹 就能弄开 怎么样 要踹吗 唐浩立即速色摇了摇头 这房间里 不知道有什么东西 咱们还是不要轻举妄动的好 刚才他已经偷偷窥视过 怪谈管理聊天群 得到了一条重要信息 凡是打不开的房门 千万别去强行打开 否则全村立即开席 宫下静一郎 显然也是这么想的 这便转身走向了 对面的六号房间 在门板上轻轻推了推 门同样是没有任何的反应 六号房门也打不开 宫下静一郎 扭头朝众人耸了耸肩膀 就在这时 众人突然听见 六号房门背后 传来一阵嘻嘻嘻嘻的声音 紧接着便是一阵 嘻嘻的若有若无的笑声 众人骇然地对望了一眼 唐昊用手电筒照向自己的嘴巴 做了个快跑的口型 众人顿时就是一个机灵 连忙用百米冲刺的速度 朝楼梯口的方向跑去 来到二楼走廊 众人这才死里逃生般 常常吐出一口浊气 路西一边揉着胸口 一边心有余悉地问道 刚才那是什么声音 扎头朗一边大口喘息 一边说道 还能是什么 肯定是诡异啊 攻下静一郎 拍了拍扎头朗的肩膀 行了 咱们赶紧去看看 朴道友的情况吧 刚来到六号房间的门口 众人便闻见 一股恶臭扑鼻儿来 唐昊连忙用袖子捂住鼻子 然后探头朝房间里看了看 只见朴道友正苦着个脸 将男主人拉在床上的粪便 用纸巾包着丢进垃圾桶里 唐昊连忙撤回脑袋 抬起食指 冲众人做了个噤声的手势 朴道友要是发现大家已经下来 肯定哭着喊着 要把这个差事给分担出去 八人闪进旁边的四号房间 将门轻轻掩上 等了一会儿 唐昊便从门缝里 看见朴道友捂着 鼻子冲出了六号房间 手里还拿着个黑色的塑料袋 带朴道友下了楼梯 大伙儿立即哈哈大笑了起来 等朴道友重新进入了六号房间 众人这才从四号房间里出来 装作刚刚从三楼下来的样子 走进了六号房间 一看到大家 朴道友立即起身问道 怎么样 楼上有什么线索吗 宫下静一郎 咋扒了下嘴 可以说有 也可以说没有 总之 以我们目前掌握的信息量 还不好得出什么结论 朴道友缓缓点了点头 突然指着男主人的床铺抱怨道 你们不知道 刚才这家伙 刚才男主人 在床上拉了一大坨 非要让我立即就给清理掉 否则就要嘎了我 我真的是 我又不是护工 活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干这么脏的活 宫下静一郎 拍了拍朴道友的肩膀 半带同情 半带戏谐谐地说道 凡事都有第一次嘛 你慢慢习惯就好了 索菲亚也笑着说 朴道友 你稍微切换一下思路 不妨把他当作宠物 而你呢 就是那个蝉使官 这样一想 是不是心里舒服多了 普道友擦了一把 额上拉出来的黑线 我不管 等他下次再拉到床上 我可不处理了 就在这时 扎土朗的肚子 突然传来一阵 咕噜噜的长鸣声 扎土朗揉着肚子 冲大伙抱歉一笑 不好意思啊 我早上没吃早饭 肚子已经发起抗议了 这倒是提醒了 宫下静一郎 他开口问道 现在几点了 普道友回答道 差不多快到十一点了 当我下楼丢垃圾的时候 看到客厅的挂钟上 是这样显示的 宫下静一郎点点头 快速扫了众人眼后 说道 那咱们 这就下去抽签吧 苏绕 能不能麻烦你 暂时替我们看一下男主人 苏绕露出为难之色 向唐浩投出了一个 求助的眼神 唐浩揉了揉苏绕的胳膊 然而 你就暂时在这里待一会儿 要是遇到什么情况的话 直接按铃就可以了 男主人的床边 有一个紧急按钮 有点类似于 医院病房的那种呼叫铃 苏绕用力咬了一下嘴唇 担忧地说道 可是 万一抽到是毒的人 是你怎么办 唐浩温声安慰道 放心吧 我不会有事的 他的空间戒指里 可是揣着一张闪避卡呢 很快 八人便来到楼下的客厅 攻下静一郎 找来纸和笔 将纸裁剪成八张小正方形 然后在其中一张 上面画了个对钩 接着将这八张纸片 揉成纸团 放进一个圆筒形的铁罐子里 再盖上盖子 用力摇晃了几下 谁先抽 攻下静一郎 将铁罐放在茶几上 快速扫了众人一圈 凯文举了举右手 我先来吧 攻下静一郎 将铁罐的盖子打开 并提醒了一句 拿到纸团后 先不要打开 等所有人抽完之后 大家再一起打开 凯文点点头 说了句明白之后 便将右手伸进了铁罐内 很快 凯文的右手 便从铁罐里抽了出来 食指和中指尖 已然多了一个纸团 凯文将纸团放到眼前 眯缝起眼睛仔细瞧了瞧 仿佛想要看穿 里面有没有画对号一般 攻下静一郎 轻壳一声 下一个 谁来抽 唐浩跨出一步 迅速地从铁罐里 拿出了一个纸团 攻下静一郎 现在 我数到三 所有人就一起将纸团打开 一 二 三 随着他的口令 客厅内立即传来一阵 嘻嘻嘻嘻的声音 见所有人都已经将纸团展开后 攻下静一郎便再次下达指令 现在大家都把自己手里的纸片 放到面前的茶几上 其他人都照做了 只有朴道友仍然愣在原地 此时的朴道友嘴巴大张 脸色苍白 额头上冷汗层层 仿佛被什么吓到了一般 拿来吧你 凯文健壮 一把夺过朴道友手里的纸片 往茶几中央重重一拍 大家定睛一看 只见纸片上面赫然划了一个大大的勾 攻下静一郎的唇角 微不可查地勾了勾 随即走到朴道友的跟前 拍了拍他的肩膀 安慰道 别紧张 规则八九十九 百分之九的可能性是正确的 不然我们这么多人 在这里待上七天吃啥啊 放心 你肯定不会有事的 走吧 咱们这就去厨房 在众人的裹挟之下 朴道友忐忑不安地来到了厨房 攻下静一郎拉开冰箱 冷藏区里有几样石书 鸡蛋 土豆 洋葱等 冷冻区里则有猪肉 牛肉和一些鱼虾 大家谁会炒菜 攻下静一郎扭头看了眼 众人扎图郎举了举右手 我会 那就麻烦 你将这冰箱里所有的食材都取一点 会在一起炒个热菜 扎图郎说了声好嘞 便开始忙活了起来 差不多用了十几分钟的样子 一道汇聚了十来样食材的热菜 就摆在了大家面前 攻下静一郎拿过一双筷子 递到了普道友的面前 吃吧 朴道友的脸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嘴唇微微颤抖 双眼游离 似乎在寻找着逃跑的方法 攻下静一郎怂了下眉毛 怎么着 想耍赖是吗 朴道友的猴杰滚动了一下 擦了一把额头上冒出来的冷汗说道 不是 我 我现在没有胃口 根本吃不下去啊 啪的一声闷响 凯文突然一巴掌拍在了朴道友的后脑勺上 然后抓过菜刀架在了朴道友的脖子上 他娘的 你到底吃不吃 不吃我现在就砍了你 朴道友连忙点头 我吃我吃 你快把菜刀拿开 凯文慢慢地将菜刀移开 但眼睛仍然紧盯着朴道友 随时准备再次使用暴力 朴道友战战兢兢地拿过筷子 夹起一块土豆 放进嘴里 轻轻咀嚼了起来 凯文仰了仰手里的菜刀 快点吞下去 朴道友被吓得一哆嗦 连忙将嘴里的土豆咽了下去 心里默默祈祷着不要有任何异常 等了两三分钟 见朴道友一切正常 攻下静一郎便将那盘菜 又往朴道友的跟前推了推 语气平静地说道 全部吃下去 朴道友无奈 只得硬着头皮将盘中的菜 全部吞进了腹中 众人又耐心地 等了十几分钟的样子 并未见朴道友出现什么不适 这才常常虚出了一口气 扎土朗试探地问了一句 那我现在给大家做饭 攻下静一郎点点头 嗯 辛苦你了 扎土朗笑着摇摇头 没事 做饭对我来说 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爱丽丝问道 需要帮忙吗 扎土朗的脸上露出了惊喜的表情 那自然是求之不得的了 唐浩的目光 落到攻下静一郎的脸上 那我们现在去后院看看 攻下静一郎点点头 正有此意 还有谁愿意去的吗 凯文 索菲亚 路西立即响应 而朴道友则已经摊坐在椅子上 没有任何反应 五人也懒得去管他 便一起打开后门 脉步走进了后院 一股浓郁的花香 顿时扑鼻而来 十来棵曼陀罗树 静静处立在后院的两侧 上面倒垂的曼陀罗花 如同一串串华丽的风铃 有的呈明亮的黄色 有的则是神秘的紫色 有的是柔和的粉色 索菲亚的嘴巴张了张 好美啊 凯文撇了下嘴角 越美的花反而越毒 大自然还真的是充满了矛盾 索菲亚 美丽的花 要是没有毒的话 那岂不是瞬间就被采光了 露西拿袖子捂住了鼻子 提醒道 曼陀罗的花香闻多了 是会头晕的 大家还是捂住鼻子的好 众人纷纷捂住鼻子 来到前方的一片菜地前 将每样蔬菜都采摘了一点 又去旁边的鸡舍里 拿了鸡蛋 抓了一只公鸡 虽然冰箱里的食物 已经确定是安全的了 但后院里的菜和家禽 却还没有进行测试 攻下静一郎 打算一会儿 再让普道友吃这些试试毒 返回时 路过曼陀罗树的时候 大家又小心翼翼地 采摘了一些曼陀罗花 规则九 每晚睡前请吃一朵曼陀罗花 它能帮助你们清除污染啊 不管这条规则是对是错 还是先将曼陀罗花背上 也免得需要的时候 手忙脚乱 傍晚 在攻下静一郎的授意下 扎土朗用中午 从后院摘来的蔬菜和鸡屁股 以及鸡脑袋炒了的菜 然后递到了嫖道友的面前 攻下静一郎冲谱道友 挑了挑眉毛 吃吧 这仍然是试毒的一部分 嫖道友朝盘中瞥了一眼 立即就皱起了眉头 不是 你们让我是毒我认了 但好歹也弄块好肉吧 这又是鸡头又是鸡屁股的 就算是给犯人 也没这么差的伙食 我不吃 凯文立即拿起了菜刀 勾住了嫖道友的脖子 鸡屁股你可以不吃 不过鸡头嘛 在我们那可是一道美食 你可不能浪费了 嫖道友无奈地用筷子 夹起鸡头 一脸不情愿地啃了起来 看着嫖道友 一脸痛苦地吃相 缩扰的唇脚扬了扬 随即扭头 在唐浩尔盼狱了一句 这家伙上午 还要把我推出去吃毒呢 没想到现实报来得这么快 唐浩没有吭声 他对嫖道友的遭遇 并没有太多的幸灾乐祸 更多的是对怪谈世界的残酷和人性 有了更深的认识 嫖道友将一盘菜都吃下去之后 众人又耐心地 等了十几分钟 见他并没有出现任何异常反应 便松了一口气 开始放心地吃起了晚饭 吃完晚饭 看看天马上就要黑了 唐浩便提议 大家一起上去看看男主人 如果扎土朗之前 用天赋得到的提示是正确的话 男主人应该很快就要变回人形了 虽然不知道 变回人形的时候会发生什么 但为了以防万一 最好还是大家一起面对 听完唐浩的话 大家都点头表示同意 来到二楼六号房间 天色已经非常暗 房间里的光线显得幽暗而阴沉 唐浩伸手按下墙壁上的开关 天花板上的吊灯立即亮起 明亮的灯光瞬间填满了整个房间 男主人依然保持着蜗牛的形态 原本昂起的脑袋 此时已经彻底搭拉在了床上 看起来精神非常萎靡 你没事吧 攻下静一郎凑到男主人跟前 有些担心地问道 规则六 千万不要让男主人死了 如果男主人死了 估计他们马上也要跟这里喝饭了 男主人没有吭声 嘴唇微微颤抖着 身体也不由自主地蜷缩起来 仿佛在忍受着某种痛苦和折磨 突然 男主人挖的一声张大的嘴巴 一股刺鼻难闻的呕吐物 像是开了闸的洪水一般 从他的嘴里倾泻而出 攻下静一郎的瞳孔陡然收缩 他连忙往旁边一闪身 但脸上和身上 还是被见到了一些呕吐物 岂可休 攻下静一郎咒骂了一句 随即快速冲出六号房间 向二楼的卫生间奔去 不过很快 神奇的一幕就出现了 男主人吐完后 原本从眼眶里顶出来的触角 开始慢慢往回收缩 脸上的褶皱也开始平复 背上巨大的窝壳 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软化 最终消失在他的后背上 出现在大家视野里的 是一个趴在床上的裸体中年男人 他的身体看起来有些虚弱 但已经恢复了正常人的模样 女生们的脸瞬间变红 立马一开视线 手忙脚乱地收拾起了地上的呕吐物 唐浩从架子上拿了条毯子 待在了男主人的身上 问道 你感觉怎么样 男主人虚弱地说道 我这样趴着很难受 把我扶着靠在床上 唐浩点点头 立即拿过枕头 放在床头 然后和扎土朗一起掺着男主人的手臂 小心翼翼地将他扶起来 让他靠在枕头上 宫下静一郎迈步走入房间 看到眼前的一幕 不由得就是猛的一震 喃喃自语道 我去 男主人果然变回了人形 说着 宫下静一郎便快步来到男主人跟前 问道 你现在可以说话吗 男主人点点头 宫下静一郎继续问道 可以告诉我们你的名字吗 我姓高 叫高川 男主人答道 那你是怎么变成这样的 高川摇摇头 我不知道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 差不多有半个月的时间了吧 在那之前 有没有发生过什么奇怪的事情 宫下静一郎追问道 奇怪的事情吗 高川虚弱地闭上眼睛 开始了思索 过了差不多一两分钟的样子 他终于慢慢睁开眼睛 说道 倒是有一件事 可我不知道 跟我这个病有没有关系 什么事 宫下静一郎往前挪了挪身子 高川吞了口唾沫后 说道 在我生了这种怪病的前两天 有一颗陨石掉到了庄园附近的林子里 砸出了一个很大的深坑 宫下静一郎拧了拧眉心 与身侧的唐浩交换了一个眼神 然后继续问道 那深坑里的陨石呢 被政府的人搬走了 高川回答道 当时陨石掉下来的时候 你在什么地方 我正在庄园外的林子里散步 当时我看到一个大火球从我的头顶飞过 紧接着就是轰的一声巨响 一股气浪直接将我掀翻在地 唐浩掐了掐下巴问道 除了你之外 这附近还有其他人突然生了怪病吗 如果也有其他人突然生了怪病的话 那就很有可能是受到了陨石的辐射所致 高川摇了摇头 好像没有 唐浩想了想又继续问道 你平时很喜欢吃蜗牛吗 高川点点头 还行 基本上每个月都会吃上两三回 可是我们这吃蜗牛的人很多啊 为什么偏偏就只有我 唐浩安慰道 你别激动 我只是问问 现在还很难确定 你这种怪病的诚意是什么 宫下静一郎 对了 三楼那个画室里的画是你画的吗 高川摇摇头 我不会画画 那是我妻子的画室 你们是不是有两个孩子 宫下静一郎继续问道 孩子 高川的目光突然震住 两秒后 他猛地揉起自己脑袋 脸上的表情看起来非常地痛苦 你怎么了 唐浩和宫下静一郎齐声问道 我 我突然感到头痛欲裂 高川痛苦地呻吟着 宫下静一郎连忙揉了揉高川的肩膀 那就先别回答这个问题了 你肚子饿了没 需不需要给你弄点吃的 高川缓了一会儿 才轻轻点了点头 宫下静一郎扭头看向扎图郎 查说 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辛苦了 扎图郎点点头 填了下嘴唇说道 那什么 谁陪我一起下去吧 这会儿天黑了 我有点 害怕 凯文耸了耸肩膀 我陪你去吧 两人离开后 宫下静一郎又开口问道 高先生 庄园的地下室里 是不是有什么可怕的东西 高川想了想 然后摇头道 那里就是我妻子的蜡像制作室 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 你们 你们可以不要问了吗 我现在头疼的厉害 宫下静一郎抱歉的抬了抬手 行 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休想 说着 宫下静一郎冲众人招了招手 带着大家一起走到了对面的五号房间 打开房间的灯后 宫下静一郎便将房门轻轻关上 他快速地扫尸了众人一眼后说道 对于刚才男主人所说的话 你们有什么看法 唐浩想了想 说道 看起来他并不像是在撒谎 应该说的都是实话 只是有点可惜 他稍微用脑就会头疼 要是能再多问一些问题就好了 宫下静一郎问道 你们觉得 男主人得的这种怪病 跟陨石坠落有关吗 索菲亚 目前还不好判断 不过陨石坠落后 男主人立刻就得了这种怪病 也确实非常蹊跷 趁着大家七嘴八舌的分析时 唐浩立即打开了怪谈管理聊天群 狗尾八草 光靠他们在那分析 怎么可能分析出个所以然来 满天星 他们肯定做梦也想不到 陨石的撞击 使得那个封印出现了松动 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就是那个封印下的怨灵 家竹桃 不过这些还不是最紧迫的 现在最重要的是 赶紧决定要不要吃曼陀罗花 一旦过了晚上十点 他可就要出来抓人了 菊花残 你们觉得 他们敢吃那曼陀罗花吗 家竹桃 大概率是不敢吧 毕竟那玩意儿可是有剧毒的 也许有人有类似推演的那种天赋 也说不定 满天星 你们说有没有可能 就算有人推演出曼陀罗花 是应该吃的 但却故意隐瞒这个答案 好让其他人中招 家竹桃 怎么没有可能 人类啊 可比诡异可怕多了 看到这里 苏绕突然轻轻扯了一下唐昊的胳膊 唐昊连忙收回视线 抬起头来 正迎上攻下静一郎疑惑的眼神 你在想什么呢 这么重要的聊天也能走神 攻下静一郎有些不悦地问道 唐昊连忙说了声抱歉 解释道 我刚才在想曼陀罗花的事情 就快要到晚上十点了 而晚上十点之后 我们只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不能出来 所以还是赶紧讨论一下 该不该吃曼陀罗花才是正题吧 毕竟 这很有可能是关我们的生死 攻下静一郎轻轻点了点头 那你先说说你的看法 这曼陀罗花到底该不该吃 唐昊想了想 回答道 我觉得该吃 攻下静一郎 能说说你的理由吗 唐昊抓了抓头发 理由吗 总不能说是自己 从怪谈管理聊天群里看到的 那样的话 天赋请客就暴露了 而且怪谈管理群的诡异们 要是看到了 以后怕是再也不会在群里面聊天了 我是这么想的 唐昊开启了湖州模式 首先 这个庄园叫曼陀山庄 庄园的院子里 又种了这么多的曼陀罗花 这个副本花费了这么多的笔墨 来突出这个曼陀罗花 这就说明 曼陀罗花肯定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而且大家都知道 曼陀罗花是有毒的 吃曼陀罗花显然是有被常识 但在怪谈世界 往往越是有被常识 越应该遵循 你们没发现吗 反其道而行之 往往是怪谈副本设计者 比较喜欢动用的小伎俩 听完唐昊的话 众人全都陷入到了沉思之中 很快 索菲亚就皱了皱眉头 开口道 如果要解除污染的话 前提得是 我们身上有污染的症状了才对吧 攻下静一郎赞同地点点头 随即环视了一圈众人 问道 大家有感到 身上有什么不自在的地方吗 众人均是轻轻摇起了脑袋 纷纷表示 并没有感到任何一场 唐昊的嘴唇轻轻挪动了一下 不过 也有可能是我们身上 已经出现了什么被污染的痕迹 只是大家还没有察觉到而已 攻下静一郎露出一个细血的微笑 那要不你就把衣服脱了 我们仔细帮你检查检查 要是真的出现了被污染的痕迹 我们立即将曼陀罗花吃了 苏扰当即朝攻下静一郎 翻了个白眼 你有没有搞错 浩哥这是在提出重肯的建议 他有没有强迫你吃曼陀罗花 你居然还要开这样的玩笑 唐昊摆了白手道 没事 我可以脱 原因有二 一是 唐昊也想知道自己身上 到底有没有出现被污染的痕迹 二是 自己毕竟是通过窥评知道答案的 在不能说出这个秘密的前提下 要想让众人相信 也确实需要一点有利的证据 这毕竟是个多人副本 是需要大家齐心协力才能通关的 要是自己完全不顾对友们的死活 恐怕也很难走到最后 苏绕漂亮的桃花眸子 立即蹬到了溜原 他连忙一把扯住了唐昊的胳膊 浩哥 你怎么能当着这么多女士的面脱衣服呢 要是他们一会儿缠起了你的身子怎么办 要不 咱们去一号房间 有我一个人来给你检查吧 此话一出 唐昊的鹅脚顿时拉出几道又粗又长的黑线 索菲亚 爱丽丝 路西三女也是脸上猛的一嘎 索菲亚拍了拍胸脯说道 放心吧 苏绕 我们是不会给予你男朋友的 现在对我们来说 保命 通关才是最重要的 其他全都是服务 宫下静一郎笑着说道 还是就在这里检查吧 你就只有一双眼睛 很可能会看不仔细 而且 搞不好还会情不自禁地 做起了爱做的事情 这马上就要到晚上十点了 可不能耽误了判断规则的时间 可是 苏绕的小嘴 立即高高撅了起来 唐昊拍了拍苏绕的胳膊 便开始快速脱起了身上的衣服 随着衣物的滑落 唐昊剑朔的身材 很快便展现在了众人的眼前 胸膛宽阔 胸肌仅是隆起 八块腹肌如同雕刻般分明 每一块都坚硬如实 线条流畅 而那诱人的人鱼线 则从他的腹部 一直延伸到裤衫内 下面的部分虽然被遮盖 但仍能想象出 那是何等的结实和强壮 咕咚 缩扰 包括另外三名女生 均是情不自禁地吞了口唾沫 直播间 完了 另外三名女生 明显已经开始在 缠唐昊的身子了 三双眼睛都快看直了 索菲亚 你说好的都是浮云呢 怎么你还舔起了嘴唇 嘖嘖嘖 昊哥这身材 感觉比上个副本里的 更有力量感了 慕了慕了 攻下静一郎和嫖道友 不由得也是猛的一症 他们实在是没有想到 唐昊竟然会有如此完美的身材 快别愣着了 赶紧检查吧 唐昊轻声提醒了一句 众人回过神来 立即涌上前来 仔细查看起唐昊身上的 每一寸肌肤 露西情不自禁地 伸手摸了摸唐昊的人鱼线 然而 触碰的时间还不到一秒 苏绕便迅速一巴掌 拍在了露西的手背上 警告道 这是我男朋友 你不要动手摸 明白吗 露西的翘脸 瞬间变得通红 尴尬地收回了手 目光忍不住往下移了移 下一秒 露西脸上的红韵 已经漫过脖梗 一路滑向了脚后跟 苏绕恨得牙痒痒 却又不好说什么 毕竟现在就是 在帮唐昊检查身体 总不能不让人家看吧 过了三四分钟的样子 攻下静一郎 终于直起身子 看向众人问道 怎么样 大家发现 什么异常的地方没有 众人纷纷摇头 表示没有 嫖道友突然开口道 还有裤衩子里面没检查 万一那里 有什么被污染的痕迹呢 一听这话 索菲亚 露西和爱丽丝三女的眼睛 不由得军事猛的一亮 这是要亮最后的底牌了吗 好耶 苏绕却是心里一慌 连忙将唐昊拉到自己身后 对众人喝道 你们都出去 这地方我来检查 攻下静一郎 可没有断锈之痞 对检查唐昊的核心地带 丝毫没有兴趣 这便点了点头道 行 那你可检查仔细一点 说着 攻下静一郎 便冲众人振臂一挥 大家先出去吧 三女嘟着嘴 有些信信地跟着走出了房间 苏绕立即碰的一声 降门关紧 然后迈步走到唐昊跟前 轻咬了下嘴唇道 脱下来吧 我要开始检查了 唐昊犹豫了一下 还是照做了 主要也是想确定 自己身上 到底有没有被污染的痕迹 苏绕蹲下身来 脸瞬间像是 被炭火烤过般地烫了起来 他努力克制着 想要放飞的冲动 开始打着手电筒 仔细检查了起来 前前后后 里里外外检查了好几遍 都没有发现任何一场 弄得唐昊都有点心愿一马了 不由得蹲起了 和遮天里夜凡同款的马布 怎么样 有被污染的痕迹吗 唐昊问道 虽然有些不舍地站起身 摇了摇头 没有发现 全都很正常 唐昊的眉心皱了皱 一边快速穿起衣服 一边喃喃自语般地说道 这可就奇怪了 没有被污染的迹象 干嘛还要吃曼陀罗花呀 还是说 污染是在晚上十点后才会开始呢 穿好衣服后 唐昊立即将房门拉了开来 对面房间里的众人 立即快步走了过来 包括刚才下楼去打肉糊的查图朗 和凯文 怎么样 发现什么异常了没有 攻下静一郎的目光 落到了苏扰的脸上 苏扰摇摇头 一切正常 攻下静一郎 揉了揉下巴说到那只曼陀罗花 咱们还是先不要吃微妙 以免被毒死 唐昊摇了摇头 可是 现在身上没有被污染 不代表十点之后 不会被污染啊 攻下静一郎 耸了下眉毛 那就等十点之后 我们身上出现不适的反应了 再吃也不迟 露西宁问您眉心说道 可是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万一这个污染 不是从表面开始的 而是从内部开始的呢 我同意唐昊的分析 既然这个副本 这么大费周章地 设置了曼陀罗花 它不可能只是简单的摆设 攻下静一郎 扎了下嘴巴说道 那要不这样吧 既然唐昊认为 吃曼陀罗花 可以解除污染 那不如现在 就吃一个 刚好可以给我们试试看 有没有效果 苏扰当即朝攻下静一郎 美目一番 你这是打算让浩哥是毒 攻下静一郎 勾了勾唇脚 不以为意地说 我又没有强迫他 这全凭他自愿 既然他竭力主张 应该吃曼陀罗花 那他自己肯定是要吃的不是吗 反正 他自己都要吃 还不如现在 当着大伙的面吃下去 还能给我们提供一些 宝贵的参考 这又何乱不为呢 唐昊自知 要想众人都放心 吃下曼陀罗花 这一步肯定是省不掉的 便点了点头道 行 我吃 话音刚落 攻下静一郎 就立即递过来一个袋子 里面全是白天实斋的曼陀罗花 苏绕连忙一把扯住唐昊的胳膊 目露惊恐之色 浩哥 要不先还是别吃 看看再说吧 唐昊冲苏绕勾了勾唇脚 说了句 放心吧 我不会有事的 便伸手从袋子里面 拿出一朵曼陀罗花 放进嘴里大嚼了起来 整个房间顿时变得鸦雀无声 所有人的目光 都聚焦在唐昊的嘴巴上 看着唐昊艰难地 做完了吞咽的动作之后 所有人更是目不转睛地 观察起了他的反应 浩哥 你感觉怎么样 苏绕的巴掌小脸上 瞬间写满了担忧之色 唐昊笑着摇摇头 还行 没什么特别的感受 你们快看 普道友突然指着唐昊的脸 发出一声轻呼 只见唐昊的脸 正由之前的百里透红 而慢慢变成了淡绿色 苏绕连忙扒开唐昊的领口 发现他的身上 也正在逐渐变成淡绿色 嫖道友狂躁地揪起了自己的头发 眼神中充满了绝望和恐惧 完了 唐昊这事 中毒了 唐昊要是寄了 我们大概率也出不去这个副本了 苏绕的眼底 已经闪烁起了泪花 带着哭腔喊道 你们快点想想办法呀 唐昊连忙扯了扯苏绕的胳膊 然而 你别担心 我应该是并没有中毒 只是皮肤变成了淡绿色而已 有可能是吃下曼陀罗花 带来的一点副作用 直播间 好家伙 这是要变成史莱克的节奏啊 还好只是皮肤有点绿 而不是头上有点绿 否则的话 可就有去了 有没有可能吃下曼陀罗花 才会被污染呢 而污染的初始症状 就是浑身变绿 说不定一会儿 就要变成半人半蛙的怪物了呢 就像那个男主人一样 唐昊冲众人瘫了瘫手 你们现在应该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吧 我吃下了曼陀罗花 而且并没有中毒 嫖道有的眉心拧了拧 质疑道 可是 我们怎么知道 你现在是不是受到了污染呢 攻下静一郎 砸拔了下嘴巴 现在是皮肤变成绿色 说不定一觉睡醒后 就会变成个青蛙人呢 扎图朗骇然瞪大眼睛 不会就跟庄园的男主人一样吧 唐昊无语地摇了摇头 随你们怎么想吧 反正我已经做到人之一尽了 苏绕 咱们回房休息吧 差不多也快要到十点钟了 如果你们因此而领了盒饭 可别怨我没提醒过你们 说着 唐昊便一把拽住苏绕的胳膊 走出了五号房间 留下屋内的七人大眼瞪小眼的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路西从袋子里拿了两朵曼陀罗花 揣进兜里 然后拉住了索菲亚的手 我们也回房间吧 索菲亚露出一丝恶然 可是 还没得出结论 这花到底该不该吃呢 路西冲索菲亚眨了下眼睛 轻声说 反正在这里也讨论不出个随然来 还不如咱们回房支硬币呢 爱丽丝也连忙跟着走了出去 当才路西眨眼睛的小动作 她可全都看在了眼里 路西和索菲亚前脚刚进三号房间 爱丽丝的后脚就跟着迈了进去 并迅速将房门关上 路西 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大家都是女生 你就跟我交个底刑吗 路西轻咬唇半 稍微犹豫了一下 然后点了点头 吃曼陀罗花是正确的 我话就说到这里 信不信是你的事 很显然 路西还是不想暴露她的天赋 不过 爱丽丝已经有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这边微微一笑 轻声说了声谢了 便转身出了三号房间 走进自己的那间二号房 房门关上的一瞬间 爱丽丝立即将口袋里的曼陀罗花拿出来 放入了口中 此时 五号房间内 查图朗挠了挠她胖乎乎的脸颊 征询地看向宫下静义郎 宫下君 那咱们到底要不要吃曼陀罗花啊 宫下静义郎双眼咪了咪 我还是那句话 身上没有症状就没必要吃 马上就要到十点了 你们俩也赶紧回屋吧 扎图朗呜了一声 随即便和普道友一起进了四号房间 看着四号房门被关上之后 宫下静义郎立即也将五号房门关上 并插上了门栓 凯文双手插兜靠在书桌上 目光静静地注视着宫下静义郎 宫下静义郎可是樱花国的知名侦探 又是上个副本的通关者 对于这曼陀罗花到底该不该吃 凯文相信他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宫下静义郎瞥了凯文一眼 问道 你这样看着我干嘛 凯文冲装曼陀罗花的袋子 挪了挪嘴 吃还是不吃 我在等待你揭晓答案呢 宫下静义郎微微一笑 随即拿出一朵曼陀罗花来 直接就塞进了嘴里 他已经用行动给出了答案 直播间 卧槽 原来这个逼不是智商下限 而是故意的 奶奶的 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坑死队友吗 坑死了队友 对他来说有什么好处吗 有没有可能跟最终的奖励有关 多人本通关后的奖励 是大家平分的 也就是说 最后通关的队友越少 他分道的奖励就越多 可是 没有队友的帮忙 他应该很难拿到SS级通关吧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 要是能把那些拖后腿的队友清除掉 想要拿到SS级通关 应该反而更轻松吧 这毕竟是怪谈世界 靠智力 还是要远远大于靠体能的 房间内 凯文惊恶的张了张嘴巴 用一副不认识的眼神 看向宫下静义郎 你不是说 要等出现污染症状后再吃吗 你怎么现在就吃了 还是说 你早就知道规则酒是正确的 你刚才只是在故意误导他们 攻下静义郎 用力将嘴里的曼陀罗花咽了下去 随即吐槽了一句 这玩意儿 还真是他娘的难吃呢 好了 别废话了 赶紧吃朵花 上床睡觉去吧 凯文摇了摇头 不是 你既然知道这条规则是正确的 为什么刚才还要那样说 这样会害死他们的 说话间 凯文立即快步朝房门走去 攻下静义郎 一把抓住凯文的胳膊 将他推回房间里 你要去干嘛 当然是去告诉他们 赶紧把花吃下去 攻下静义郎 当即给了凯文一记白眼 现在很可能已经到晚上十点了 你现在出去 无异于找死 凯文用力攥了攥拳头 两甲的咬合机可见的往外秃了秃 他们都是我们的队友 难道你就忍心眼睁睁看着他们去死吗 攻下静义郎轻笑一声 你怕是已经忘记规则时了吧 凯文脸上的表情顿了顿 规则时 那个每晚他都会来带走我们中一人的规则 攻下静义郎轻轻点了下脑袋 没错 就是那个 可 这跟吃不吃曼陀罗花有什么关系 攻下静义郎 规则时很可能是一条半对的规则 也就是说 他每晚都会来带走我们中的一人 这前半部分是正确的 而想要不被抓走 就千万不要睡觉 这后半部分是错误的 凯文的嘴唇轻轻挠动了一下 是觉得不睡觉 这一点太容易办到了吗 攻下静义郎点点头 没错 我现在非常怀疑 只有没吃曼陀罗花的人才会被带走 凯文的眉心凝了凝 如果真的像你猜测的那样 那大家全都吃下曼陀罗花 岂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看见明天的太阳了 攻下静义郎黑黑一笑 你呀 还是太天真了 每晚带走一人 很可能是条必然会发生的规则 如果大家都吃了曼陀罗花 他就会变换一个选人的标准 比方说 谁打呼噜就抓谁 又或者 谁最早睡着就抓谁 我相信 你也不想成为被他选中并且带走的人吧 凯文的双唇警敏 漠然不语 攻下静义郎轻轻拍了拍凯文的肩膀 所以 你现在应该能理解 刚才我为什么要酿说了吧 我这完全也是出于无奈啊 能否通关怪谈副本事关个人的生死 以及国家的命运 这里可不是个讲哥们一起的地方 只要今晚 他们当中有人因为没有吃曼陀罗花被带走 我们就是安全的 凯文揉了下鼻子 可到了明晚呢 所有人肯定都会吃下曼陀罗花 到时候 又要怎么保证 他抓走的不是我们 攻下静义郎怂了怂肩膀 现在担心这些还为时过早 等到了明晚 再随机应变呗 凯文缓缓点了点脑袋 随机抬起头来 看向攻下静义郎 那已经变成浅绿色的脸 问道 你是怎么知道 这条规则就一定是正确的 攻下静义郎勾纯一笑 很简单 因为唐浩吃下了曼陀罗花 他的天赋 极有可能是推眼泪的能力 所以 只要他做什么 我们跟着做就行了 我也是 看在咱俩有援住在义乌的份上 才告诉你这些的 你可千万别把我告诉你的这些说出去啊 凯文点点头 看向攻下静义郎的眼神里 不由得多出了一抹佩服之色 攻下军真不愧是樱花国的大侦探 你可一定要带我通关这个副本啊 攻下静义郎扯了下嘴角 如果猜得不错的话 你的天赋应该是敏捷类的吧 你这个天赋在最后 打boss的时候 应该能会派上大用场 后面的话 攻下静义郎没有说 但凯文已经心如明镜 因为自己还有点用 所以他不会抛弃自己的 否则 他也不会那么容易通关 虽然现实的有点残酷 从袋中拿出一朵曼陀罗花 然后毫不犹豫地将它塞进了嘴里 苦涩的味道瞬间在口腔中弥漫开来 但凯文还是强忍着咽了下去 此时 一号房间内 唐昊拿出一朵曼陀罗花 递到了苏扰的面前 以防万一 你也吃一朵吧 毕竟 在上个副本里 就有NPC被污染的先例 所以还是小心微妙苏扰略微犹豫了一下 便结果曼陀罗花塞进嘴里 只轻轻咀嚼了几下 眉心瞬间就拧了起来 我去 这味道也难吃了吧 好不容易将曼陀罗花咽进了肚子 苏扰突然伸出手上来抓住喉咙 大口喘息了起来 浩 浩哥 我突然投于目眩 喘不上气来 快 快给我做人工呼吸 话音还未落下 苏扰便直接躺到了床上 胸膛急速地起伏着 仿佛每一次呼吸 都需要用尽全身的力气 唐昊心里顿时就是猛地咯噔了一下 难道说 曼陀罗花只对天选者有效 而对NPC来说 却是毒药 心里这么想着的同时 唐昊已经冲到苏扰身旁 掰开他的嘴巴 捏住他的鼻子 朝里猛吹了几口气 随即用双手交叉 放在苏扰的胸口上 用力快速按压了起来 直播间 什么情况 苏扰不会是真的中了曼陀罗花的毒吧 信了你就太天真了 我敢用我的坤坤打赌 苏扰这绝对是装的 卧槽 等了这么久 终于要上来了 兄弟们 我清风已经准备好了 你不知道 会有马赛克和声音屏蔽吗 没事 我脑补能力特别强 九 按压完苏扰的胸口 见苏扰并无好转的迹象 唐昊便再次掰开 他的小嘴巢里面吹起了气 然而 正当他一口气吹完 准备吹第二口的时候 突然感觉到 口腔里有一个滑腻腻的东西伸了进来 与此同时 脖子上也猛的一紧 苏扰的两只手 已然勾住了唐昊的脖子 检测到放松 放松等级 超级 精神值回复速度 五点 分钟 唐昊瞬间醒悟 原来刚才苏扰透不过气来什么的 全都是在框自己 好你个小蹄子 唐昊嘴巴被堵 声音只能从鼻孔里 闷哼闷哼地发出来 苏扰笑着松开唐昊的嘴唇 嘴角还挂着一根拉丝的弦液 眼神中透露出一种调皮和妩媚 不爽你就来打我呀 唐昊没心意你 是敢好好教训教训你了 很快 窗就发出了嘎吱 嘎吱 有节奏的摇晃声 不过 这声音并没有持续多久 就就停了下来 黑暗中 唐昊有些担忧地说道 这声音是不是太大了 这里隔音又不太好 会吵到其他人休息的吧 要不 咱们还是下来继续吧 苏扰的铜色亮了亮 好 刚运动了五六分钟的样子 唐昊的耳朵突然轻轻耸动了一下 连忙停止动作 侧耳倾听了起来 啪哒 紧接着又是一声 啪哒 声音从外面的走廊上传来 像是豌豆一类的东西 跌落到地板上发出来的 见唐昊突然顿住 苏扰有些不满地嘟起了小嘴 然后发扬起了自己动手 风衣足尸的精神唐昊不绝 就是鹅脚一黑 诡异都到门口了 你居然还能 色起来不要命了是吧 唐昊立即戳了戳苏扰的胳膊 嘘 别动了 诡异就在外面 苏扰微微喘着气 怕什么 反正咱们都是吃了曼陀罗花的 他还能违反规则 破门而入不成 苏扰话音刚落 门外突然传来了一阵 嘀嘀悠悠的歌声 听起来像是个中年女人的声音 歌声婉转悠扬 如气如素 仿佛带着某种魔力 让人瞬间沉浸其中 无法自拔 月光光 照地唐 瞎仔你乖乖训落床 听吵阿妈要敢插秧了 阿爷弟牛要上山岗 哈呀 听着听着 苏扰不禁打起了哈欠 唐昊也感觉 两只眼皮越来越重 哈 呼吸瞬间就变得均匀了起来 唐昊也是忍不住打了个哈欠 然后弯身抱起苏扰 将他放到床上 盖上被子 便也在苏扰的身侧躺了下来 刚抱上苏扰的小蛮腰 唐昊便觉脑袋一沉 也跌入了梦乡 走廊上 一名身穿黑色长裙的女子 正在一边缓慢迈步 一边轻声唱着摇篮曲 女子的眉心处 有一道细小的伤口 伤口里插着一块 类似水晶的碎片 碎片上散发着诡异的飞红气息 女子睁得大大的眼睛里 看不到一点眼白 黑色的瞳孔蔓延至整个眼球 仿佛两个可怕的飞动一样 只要与之对视一眼 就会立即被吸进去一半 又唱了一会儿 摇篮曲 女子便停了下来 闭上眼睛 用心感受了一会儿 女子便迈步走向了四号房间的房门 四号房间内住着的 正是嫖道友和查图朗 这两人因为相信了 攻下静义郎说的话 都没有吃曼陀罗花 女子唇角微微一勾 立即在嘴里叽叽咕咕地念叨了一阵什么 随即抬手 朝门内轻轻一扬 已经睡着的嫖道友便从床上爬起 慢慢朝房门的方向走了过来 按照规则 他每晚只能带走一名天选者 而他一般都会先从靠近门的那一位下手 所以 嫖道友便当仁不让地被他选中 直播间 卧槽 嫖道友这是要嘎了吗 嘎了好 这家伙看着就烦 不是 这背后的原理是什么 为什么不吃曼陀罗花 就能被这个女子操控 我猜 污染其实从天选者们进入曼陀山庄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了 只是 这次的污染比较特殊 并非是身体上污染 而是精神上的污染 而一旦中了这种精神污染 在人睡着之后 亦是被压制的状态下 就可以对其实施精神控制 当然 只要吃了曼陀罗花 就是可以清除掉这种精神上的污染的 楼上分析地厉害了 可是这女子又是谁 看衣着和发饰 以及五官 很有可能就是庄园的女主人 庄园的女主人 嗯 她应该是被控制了 你没看见她眉心的那块发着红光的石头吗 也就是说 庄园女主人成了她的傀儡 大概率是这样的 曼陀山庄 二楼走廊 吃呀 四号房门被缓缓拉开 门轴发出一阵刺耳的摩擦声 在寂静的深夜中听来 显得格外瘋人 嫖道友穿着个T恤和大裤衩 目光呆滞地站在门口 女子唇角微微一掀 说了句跟我走吧 便迈不朝前方走去 嫖道友像是个提线木偶一般 眼神空洞 动作僵硬地跟在了她身后 很快 两人便顺着楼梯下到了一楼 女子静止走向厨房后的储物间 将一扇黑沉沉的木门打了开来 一股寒冷刺骨的阴风 立即从地下室里扑面而来 风中还夹杂着隐隐约约的奇怪声音 仿佛是从幽冥地府中传出的鬼魅低语 又像是鬼魂在幽暗的角落里哀嚎 女子伸出手 轻车熟路地按下墙上的开关 一级脉步顺着楼梯走了下去 而在她身后 嫖道友则像是一个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一样 默默地跟随着她的步伐走了下去 两人刚走了七八级台阶的样子 身后的黑门便突然咫压一声 缓缓地关上 很快 女子和嫖道友便来到了楼梯的尽头 站在了地下室的地板上 两人的前方是一个蜡像制作室 里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工具和材料 四周放了很多蜡像的成品以及半成品 有些蜡像栩栩如生 仿佛真人一般 而有些则尚未完成 只有模糊的轮廓和粗糙的表面 在这些蜡像中间 还散落着一些脑袋 四肢等人体部位的模型 泡菜国直播间 阿易谷 这地方也太吓人了吧 我光是隔着屏幕看看 就有一种头皮发麻的感觉 咱们的天选者不会就这么嘎了吧 都来到这里了 怕是凶多吉少了 现在也只能祈祷 怪谈别降临到我们釜山市了 都怪那个樱花国的宫下静一郎 故意欺骗和误导咱们天选者 是你们天选者 自己脑子笨得跟猪似的 居然还怪到我们宫下军的头上了 像他这样的猪队友 就只会给大家拖后腿 与其让他继续留在这里碍事 还不如让他早点滚蛋 阿西八 这是从哪里蹦出来的樱花狗 赶紧滚回去 喝你妈的河废水去 评论区管理员呢 快点把这个樱花猪给踢了 阴暗的地下室内 女子静止走到一尊蜡像前 双手紧紧环抱住蜡像的腰部 用力将其移到一边 原本蜡像站着的地面上 立即露出一个边长 约为一米的正方形石板 女子从容不迫地 从工具台上拿起一个铁钩 将其插入石板的缝隙内 她用力向上撬动 石板发出沉闷的响声 最终被成功地掀了开来 石板下方 一个黑洞洞的空间 立即展现在了 直播间观众们的眼前 我去 这底下怎么还有一个空间 这底下不会住这个大boss吧 好吓人 我已经不敢看了 女子拿起工作台上的手电筒 熟练地摁亮了她 手电筒的光芒 瞬间照亮了地板 女子静止迈步 走向那个方形洞孔 毫不犹豫地一脚踏了进去 原来 下方也有一段台阶 就见女子的身体 一点一点地 没入了方形孔洞内 条道友则机械地 跟在女子身后 两人默默地走了一段 长长的台阶 终于来到了下方密室的底部 这里并没有安装电灯 一片漆黑 女子从口袋里 逃出打火机 将四周墙壁上的蜡烛点燃 昏黄的光芒逐渐蔓延开来 照亮了整个空间 这里看起来 很像是个封印邪灵的现场 一个巨大的五芒星法阵 占据了地面的中央 五芒星的五个角上 分别立着一尊雕塑 分别是猫头鹰 狼 熊 鹰和蛇 五尊雕像 居有不同程度的损毁现象 有的出现了裂缝 有的脑袋直接掉到了地上 每尊雕塑的嘴里 都分别叼着一根铁链 这些铁链 又连接到五芒星中间的位置 在那里 放着一块闪烁着奇异光芒的石头 这光芒时而明亮 时而暗淡 仿佛是一个有呼吸的生命体 直播间 这是 封印魔法阵 看起来像那么回事 中间那块宝石 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封印石 一般是封印邪灵用的 这么说 这个曼陀山庄的底下 在很久之前封印了一个邪灵 而因为附近遭遇了陨石的撞击 毁坏了阵灵的雕像 所以邪灵又开始蠢蠢欲动了 嗯 八九不离石 你看那女子眉心的石头 她发出的光芒 和这些封印石的光芒如出一辙 应该就是这些封印石的一部分 而且 那片碎石里 应该有一部分邪灵的气息 所以 她才可以像操控傀儡一样 操控着这名女子 那这个邪灵 要把嫖道友带来这里做什么 献计吗 不知道 不过应该很快就有胆了 女子将嫖道友 带到五芒星的中央 并让她将右手 放在了封印石上 随即 女子突然从口袋里 掏出一把刀来 毫不犹豫地 搁穿了嫖道友手腕上的动脉鲜血 瞬间喷涌而出 溅落在封印石上 令人惊讶的是 这些鲜血 仿佛渗入沙子中一般 瞬间被封印石所吸收 而封印石上的光芒 也开始疯狂要动了起来 仿佛被注入了 肾上腺素般的亢奋 光芒闪烁中 隐隐约约可以看出一个人形的虚影 像是一个十来岁的女孩 嫖道友像是完全失去了痛绝一般 只是末偶般蹲在那里 任凭鲜血快速从体内飙出 而没有任何的反抗和挣扎 直播间 呜 嫖道友 你可千万不要死啊 我们都在为你祈祷呢 就没有人能来救救嫖道友吗 太惨了 唉 真的很可怜 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 恐怕已经无法挽回了 希望她在另一个世界里 能够得到幸福和安宁 有没有调大的分析一下 那个女的 为什么要将嫖道友的血灵在封印石上 很有可能是为了滋养虚弱的邪灵 因为血液通常都代表着生命之力 也就是说 要将嫖道友的生命之力 注入到邪灵身上 差不多过了二十分钟的样子 嫖道友的手腕上 便不再有鲜血流出 她的身体已经瘫倒在地 俨然已经没有了生命的气息 女子冷漠地将嫖道友 从地上拽起来 拖到了密室的一角 直播间前的观众们这才发现 那个角落里 已经躺了不下十来具尸体 这些尸体 有的仿佛刚死去不久 有的脸上已经出现了湿斑 有些则已经腐烂 流出黄褐色的湿油 虽然隔着屏幕 根本无法闻到气味 但很多观众们 还是忍不住捂住了口鼻 有的甚至直接呕吐了起来 然而 让所有炮菜国民众感到奇怪的是 直播间居然并没有陷入黑屏 奇怪 嫖道友明明死了 为什么直播间还没有黑屏 难道怪谈直播出bug了 还是说 嫖道友的生命之火 仍然还没有熄灭 正当炮菜国的民众 在直播间里 疯狂刷着评论的时候 正在直播的画面中 原本躺在尸堆里 一动不动的嫖道友 突然开始抽搐了起来 他的身体剧烈地抖动着 仿佛有一股强大的电流 正在流进他的身体 紧接着 令人惊讶的一幕发生了 嫖道友突然猛背一下 从尸堆里坐直了身体 双眼圆睁 直直地盯着前方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所有观看直播的民众们 差点没有当场裂开 那些原本就患有心脏病的民众们 更是不堪惊吓 心跳急剧加速 有的人甚至直接眼前一黑 晕了过去 阿西八 这他娘的什么情况 嫖道友诈尸了吗 我去 你们注意到嫖道友右手手腕了没有 刚才那道伤口不见了 太好了 嫖道友复活了 有没有可能 这跟嫖道友抽到的天赋有关 类似于复活这种的 密室内 女子正要离去 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动静 她疑惑地扭过头 正对上嫖道友 那双茫然的双眼 嫖道友抓了下头发 问道 我这是在哪 女子愣了一下 随即眯了下眼睛 你能复活 嫖道友没有吭声 心里却是猛地咯噔了一下 她怎么感觉 这女子跟油画里面的女主人 有那么几分相似呢 更奇怪的是 她的眉心里插着一块石头 双眼完全被黑色的瞳孔填满 浑身散发着一股诡异的气息 感觉就像是个女鬼一般 再加上这个地方 看上去很像某种仪式的现场 自己身后还横沉着一堆尸体 这一切都让嫖道友心生一动 自己刚才是否已经死过一次 嫖道友抽到的天赋正式复活 但并不是无限复活 而是每个副本仅可以复活一次 如果自己刚才已经死过一次了的话 那这一次绝对不能再让悲剧重演 想到这里 嫖道友的目光 不自觉地描向地上一块 从雕像上碎裂下来的石头 她心生一记 突然朝女子的身后一指 大声说道 快看你身后 这一举动成功地吸引了女子的注意力 她本能地扭头看向身后 嫖道友趁机立即俯身 将地上的一块碎石剪了起来 女子意识到自己上当了 她的目光迅速回到嫖道友身上 就在嫖道友将石头捡起的一瞬间 女子的嘴唇立即轻轻吸动了起来 下一秒 嫖道友的瞳孔瞬间放大 换散 身体仿佛失去了控制 手上的力道猛地一松 石头砸落到她的脚背上 却丝毫没有任何疼痛的表情 直播间 阿西巴 嫖道友这是又被精神控制了 不会吧 这刚复活又要死了吗 送人头也不带这么送的吧 都是没吃曼陀罗花导致的 女子可以随意控制她的精神 女子再次将嫖道友 带到了五芒星的正中央 用刀割断了她右手手腕上的动脉 流干了最后一滴鲜血之后 女子再次将嫖道友 扔进了尸堆里 这一次 泡菜国的直播间 很快便陷入了黑屏 五秒后 怪谈降临泡菜国 洲际岛上66万泡菜国公民 全部患上半人半窝的怪病 阿西巴 我是来洲际岛上出差的呀 应该不算 后面的字还没打完 该男子的双手突然粘合在一起 全都变成了大蜗牛 好可怕 我就想问问 这些大蜗牛能吃吗 希望泡菜国能 尽快攻克这种怪病 让所有患者都能恢复健康 第二天 清晨的阳光 如同一束金色的光柱 透过窗帘的缝隙 洒在房间里 可以看到 空气中微小的灰尘在飞舞 他们在光线中 闪烁着微弱的光芒 仿佛是无数小精灵 在跳跃唐号 缓缓地睁开眼睛 刚要伸个懒腰 却突然感受到了一股温暖的气息 他这才发现 自己正紧紧搂着苏绕的小蛮腰 感受着他柔软的曲线和温暖的体温 唐号的心跳骤然加速 唐号抬了抬脑袋 目光落在苏绕的侧脸上 苏绕还在熟睡中 嘴角带着一抹幸福的微笑 或许是感受到了唐号温热的鼻息 苏绕漂亮的长节 微微震颤了几下 随即慢慢地将眼睛睁了开来 目光与唐号的交会一瞬间 苏绕的脸上 立即泛起了一抹娇羞的红韵 下一秒 苏绕便将两只号腕 从被子里伸出来 勾住了唐号的脖子 然后在唐号的唇瓣上 印上了一个香吻 吻着吻着 苏绕的鼻息逐渐变得灼热 苏绕突然一翻身 直接起到了唐号的身上 如扑的长发猛地往身后一甩 像一匹脱缰的野马 奔放而不羁 很快 这张可怜的双人床 又开始发出了抗议的嘎吱声 纵情驰骋了十来分钟的样子 就听得门外的走廊上 突然传来一声惊呼 不好了 瓢道友不见了 是胖叔扎突朗的声音 苏绕立即将唐号 歪向房门的脸蛋掰正 转心点 走廊上的脚步声 说话声瞬间变得纷乱了起来 很快 一号房间的房门 便被砰砰砰地敲响 唐号 快醒醒 大事不好了 葡萄又消失了 唐号正要开口 苏绕突然一把捂住了唐号的嘴巴 并扭头从门外喊了一声 我们马上就出来 五分钟后 可怜的双人床终于停止了抗议 唐号和苏绕快速穿好衣服 走出了房门 两人刚一来到走廊上 便看见四号房间的门口 已经聚集了一群人 但两人快步赶过来 攻下静一郎立即细血地 朝两人的脸上瞥了一眼后 笑着说道 都有同伴失踪了 你们居然还这么有兴致 唐号的脸颊微一烫 苏绕却是柳梅一条 你不是大侦探吗 队友失踪了你不专心查案 怎么还有心思在这里调侃别人 攻下静一郎怂了下肩膀 没什么可查的 肯定是普道友 昨晚被他给带走了 唐号眯缝了下眼睛 随即打开那窥视野 查看起了泡菜国直播间的回放 随着时间的推移 唐号脸上的表情 变得越发凝重起来 他总算是弄清楚了地下室里的情况 原来是封印邪灵的魔法阵 被坠落陨石引起的震动破坏了 这才使得邪灵又开始作祟 而那名将嫖道友带走的女子 恐怕正是被邪灵控制的女主人 原来女主人并没有外出寻衣 而是一直隐藏在曼陀山庄里 并且如果不出所料的话 白天他应该就躲藏在三楼 那两间锁着的房间中的一间里 扎图朗用力拍了下手掌 这好端端的 怎么就把嫖道友给带走了呢 规则三里不是说晚上十点后 待在房间里就安全了吗 爱丽丝 规则三里可没有说晚上十点后 待在房间里就一定是安全的 他只是说一定要回到房间 无论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要出来 唐浩想了想问道 查说 昨晚嫖道有吃曼陀罗花了吗 扎图朗摇了摇头 没有 我跟他都没有吃 唐浩的目光又落到 宫夏静一郎和凯文的脸上 你们俩后来吃曼陀罗花了吗 宫夏静一郎怂了下眉毛 吃了 一听这话 扎图朗顿时就是一个机灵 不是 你不是说 要等到有污染症状才吃的吗 宫夏静一郎淡定地点了点头 是啊 我后来发现自己脑袋有点疼 于是就吃了一朵 因为当时已经超过晚上十点了 我也没法过去通知你们 你们没有感到脑袋疼吗 扎图朗愕然地摇了摇头 没有啊 宫夏静一郎 搓了搓下巴上冒出来的胡茬 那就奇怪了 或许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一样吧 扎图朗的目光落到了唐浩的脸上 求证地问道 是不是没吃曼陀罗花 就会被他带走 唐浩摇摇头 具体是不是这个因果关系 我也不太清楚 我只知道曼陀罗花是一定要吃的 扎图朗又看向另外三名女生 你们呢 昨晚吃曼陀罗花了吗 三女军轻轻点了点脑袋 也就是说 除了扎图朗和嫖道友 其他人全都吃了曼陀罗花 咕嘟 扎图朗不由得狠狠吞了口唾沫 昨晚自己也没有吃曼陀罗花 那也就意味着 被带走的人至少有一半的概率是自己 只是因为自己运气比较好 没有被他选中 才侥幸逃过了一劫 扎图朗擦了一把额上渗出来的冷汗 立即将口袋里的那朵曼陀罗花拿出来 直接塞进嘴里 胡乱咀嚼了几下 便用力吞下了肚中 胖嘟嘟的脸上瞬间就变成了淡绿色 稍微缓了缓 扎图朗又继续问道 那你们知道嫖道友会被带去哪里吗 唐浩早已从直播间的回放里看到了答案 却故意沉淫了一会儿后 说道 大概率应该是被带到了地下室 地下室 扎图朗的瞳孔缩了缩 那他现在还活着吗 我们要不要去救他 攻下静一郎 他现在是死是活 已经不是我们应该操心的问题了 别忘了 地下室可是这曼陀山庄的禁区 去了 很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 索菲亚 既然咱们在这里也讨论不出个所以然来 倒不如先去看看男主人的情况吧 攻下静一郎点点头 立即转身朝六号房间走了过去 男主人再次变成了蜗牛的形状 正头朝外慵懒地趴在单人床上 似乎是感受到了有人进屋 男主人那两只从眼眶里被顶出来的眼睛 立即睁了开来我要吃奶奶 我要吃奶奶 攻下静一郎立即扭头看向凯文 凯文 你去厨房拿点玉奶叶子过来 凯文点了点头 立即像一阵风似的冲向厨房 攻下静一郎随即凑近男主人 问道 高先生 昨晚睡得还好吧 我要吃奶奶 我要吃奶奶 男主人依然重复着刚才的那两句话 唐浩的眉心凝了凝 怎么感觉男主人今天的意识 要更加模糊了 露西 怕是病情更加严重了 这时 爱丽丝突然从被褥架子上拿起了一张纸道 大家看 这里有张纸条 攻下静一郎立即拧起眉心 上面写的是什么 快赶紧念出来 露西点点头 这便开口念了起来 男主人夜间陪护规则 一 男主人的病情逐渐恶化 从今天开始 晚上至少要有一人通宵陪护才行 二 男主人只能待在二楼的六号房间 不得将他搬到其他房间 三 记住 夜间陪护的时候 千万不要回头 露西放下纸条 征询的目光 在唐浩和攻下静一郎的脸上切换了一下 很显然 他在等待这两位前辈拿主意 攻下静一郎立即拍了下扎土郎的肩膀 查说 你不是有那个可以提示的天赋吗 别藏着掖着了 现在就赶紧用吧 看看这三条规则是不是正确的 扎土郎点了点头 立即将眼睛轻轻闭了起来 嘴唇无声地动了动 很快 查土郎的眼睛便再次睁了开来 这三条规则都是正确的 攻下静一郎一掌拍在了门框上 这他娘的 是想招法来收割我们天选者的生命啊 他肯定是知道我们今晚都会吃曼陀罗花 没法再将我们从房间里弄出来 就换了个花样 扎土郎吞了口唾沫 攻下军可有应对之策 攻下静一郎常常地呼出一口气 无奈地说道 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既然这三条规则都是正确的 我们也只能再通过抽签的方式 选出一个人今晚来给男主人做陪护了 扎土郎孤独一声吞了口唾沫 又 又要抽签 攻下静一郎有些不悦地朝扎土郎看了一眼 要不你来替大家守这个眼 扎土郎顿时就是一耸 连忙白手道 我乃行啊 我定心这么差 肯定会忍不住回头的 还是 还是抽签吧 攻下静一郎从鼻孔中发出一声轻哼 我们也不是神 定心并不比你好多少 你就不要在这里扑饿我们了 这样吧 我们先去做点早餐 填饱肚子 然后再抽签 众人都没有表示反对 稍微商议了一下 便决定由扎土郎 唐浩 苏绕和索菲亚四人下楼去做早餐 其余四人则继续留在二楼六号房间 照看男主人吃完早餐 七名天选者来到客厅 围坐在一起 将昨天的抽签仪式再次重复了一遍 非常不巧的是 唐浩这次抽到了对号 一直站在唐浩身旁的苏绕 脸色瞬间变得苍白 他紧张地抓住唐浩的胳膊 唐浩拍了拍苏绕的胳膊 安慰道 别担心 还需要陪护 浩哥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排除在抽签名单之外了 攻下静一郎点了点头 嗯 当然可以 苏绕当即粉拳一钻 好 那晚上我陪浩哥一起 攻下静一郎 唇角微信 也好 多一个人毕竟能多一份照应 唐浩扭头看向苏绕 眼神中流露出感动和温暖 今晚的陪护将会十分凶险 苏绕肯冒险相陪 足以说明他对自己的关心和情谊 苏绕微扬起唇角 一抹坚定的笑容浮现在他的脸上 他将右手扣进唐浩的指缝里 用力握了握 仿佛在传递着一种无言的力量和支持 时间很快便来到了傍晚十分 众人一起吃过晚饭 便来到了二楼的六号房间 天色完全黑下来的时候 男主人再次张嘴狂吐了起来 好在众人这次早有准备 已经提前将垃圾捅举到了男主人的嘴边 吐完之后 男主人便再次变回了人形 看得出来 男主人要明显比昨晚更虚弱了一些 攻下静一郎试图在询问男主人几个问题 然而男主人只是哼哼唧唧 含混不清地说着肚子饿之类的话 扎图朗早有准备 立即将保温筒里的肉糊 给男主人一勺一勺地喂了起来 吃了约莫七八勺的样子 男主人便摆了白手 然后做了个让他躺下来的手势 扎图朗立即放下保温筒 和唐浩一左一右扶住男主人的身子 而苏扰则快速将枕头放平 男主人躺下之后 便朝右边一侧身 闭上眼睛 睡了起来 时间很快便来到了晚上的九点半 宫下静一郎 将白天采的曼陀罗花 从袋子里拿出来 一人发了一朵 众人一声不吭地接过花 快速放进了嘴里 见大家都已经将曼陀罗花吃下 宫下静一郎 便郑重拍了拍唐浩的肩膀 马上就要到十点钟了 我们就不在这里陪你们了 小心点 唐浩点点头 目送着众人从六号房间离开 带走廊上再次归于一片沉寂之后 唐浩便站起身 将房门关上 插上了门栓 当门外隐约传来时下终声时 唐浩和苏绕不由得紧张地对望了一眼 他们知道 接下来一定会有诡异的事情发生 但却无法预料 会是什么这种对未知的恐惧 让他们感觉自己的心脏 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抓住了一半 浩哥 苏绕吞了口唾沫说道 要不咱俩那个吧 一那个就没那么害怕了 唐浩的鹅脚 顿时拉出几道又长又粗的黑线 你疯了吧 男主人还在这里躺的呢 苏绕嘟了嘟小嘴 我只是想不要那么害怕吗 唐浩过去一把将苏绕搂在怀里 并轻轻揉了揉苏绕的后背 要不我给你讲个鬼故事吧 苏绕当即瞳孔一说 我都已经开始害怕了 你还给我听鬼故事 你不怕我把胆给吓破了呀 唐浩微微一笑 这就叫以独公独骂 苏绕沉吟了一会儿 开口道 好像也有些道理 你讲吧 不过讲的时候要一直这么抱着我 唐浩说了句没问题 便倾嗦了下嗓子说道 在一个幽静的深山里 有一座古老的寺庙 寺庙的后院有一口古井 据说每逢月圆之夜 就会从井底传出诡异的哭声 这时 男主人突然翻过身来 身体微微发着颤 嘴里低声说道 好了 好了 唐浩连忙将苏绕从自己怀里松开 一脱离了苏绕温暖的身子 唐浩立即便感受到了一股 迅速侵入肌骨的凉意 苏绕也立即感受到了屋内温度的变化 他下意识地搓了搓胳膊 怎么感觉 屋里突然一秒到了冬天 快点给我被子 男主人用抖抖锁锁的声音说道 唐浩下意识地想要回头 去看身后的被褥架子 但瞬间便是一击灵 连忙努力克制住自己回头的冲动 白天的纸条里写得很清楚 记住 夜间陪护的时候 千万不要回头 唐浩快速思索了一下 随即挪动脚步 小心翼翼地将身体慢慢转向了后方 只要脑袋是随着身体一起转动的 应该就不算是回头 事实也证明了唐浩的这一推测 当他整个人转过身子的时候 一切都风平浪静 并没有什么诡异的事情发生 唐浩的目光落到前方的被褥架子上 发现上面只有一条宝毯 和几个防水床垫 并没有很厚的被子 而现在这室内的温度 怕是已经到了零下 就凭这条宝毯 根本不可能给如此虚弱的男主人遇寒 唐浩的眉心拧了拧 现在似乎也只剩下了两个解决的办法 一 离开六号房间 去一号房间的衣柜里 拿一条厚的被子来给男主人盖上 二 直接从空间戒指里 拿出一个羽绒睡袋给男主人 如果选择方法一的话 势必就得离开六号房间 可是这样的话 就会触犯庄园规则三 晚上十点之后 请一定要回房间休息 无论听到什么声音 都不要从房间里出来 回想早上 自己从泡菜国直播间里看到的回放内容 说不定此刻 那个被邪灵控制的庄园女主人 正悄无声息地 站在门外的走廊上呢 就这样贸然出去的话 二了 可是一旦从空间戒指里 拿出了羽绒睡袋 势必也就暴露了 自己拥有空间戒指的秘密 虽说直播间前的观众 并不能拿自己怎么样 但难保不会被某些国家的 怪谈攻略组给惦记上 而且 这还会对后面碰到的怪谈多人副本 产生不好的影响 那些其他国家的天选者 亲则会对自己空间戒指里的物资 索取无度 众则会对自己杀鸡取卵 虽然这戒指是认主的 但说了 他们也未必会信 苏绕将那条宝毯盖到男主人身上后 扭头一脸凝重地看向唐浩 浩哥 这里没有后被子给男主人盖啊 这样下去的话 他的病情肯定会恶化的 唐浩的眉心拧了拧 因为他发现 苏绕现在正以回头的姿态看向自己 见唐浩看向自己的眼神有些奇怪 苏绕不禁疑惑问道 怎么了浩哥 你干嘛这样打量我啊 唐浩素色问道 你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 苏绕搓了搓胳膊 除了感觉有点冷外 并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唐浩轻轻点了点头 看来这个不能回头的规则 对苏绕并不适用 只是不知道不能离开房间的规则 是否对苏绕也无效 沉寅了一会儿 唐浩还是轻轻摇了摇头 让苏绕去一号房间拿被子 还是泰国冒险 这个他堵不起 浩哥 你在想什么呢 唐浩扒击了下 嘴巴说道 然而 把你的空姐夫上衣脱下来 苏绕当即就是同色一闪 嗯 好爷 又可以趴 唐浩额脚一飞 不是 我有很正经的用处 苏绕撅起小嘴 轻轻嗷了一声 随后将身上的 湖蓝色空姐夫上衣脱下来 递到了唐浩的手上 直播间 唐浩这是啥意思 我怎么看得有些迷糊呢 难道是 要用苏绕的衣服 来给自己保暖 这也太不懂得 怜香惜玉了吧 我觉得 唐浩还是挺爷们的 应该不至于这样做 唐浩接过苏绕的上衣后 便快速将它盖在了自己的脑袋上 同时将上半身腐堤 胸口都几乎贴在了膝盖的位置 浩哥 你这是要 苏绕发觉自己完全看不懂 唐浩的迷智操作 唐浩轻轻嘘了一声 一会儿 你就知道了 说着 唐浩便轻轻抚摸着尾键 同时用意念说了一句 打开空间戒指 瞬间 一个拥有26格的存储界面 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唐浩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将存放在其中一个格子里的手机 拿了出来 并迅速按下电源键 手机很快开机 唐浩快速滑动屏幕 点开了名为诡异商城的APP 找到了一个名为 直播屏蔽卡的道具 这个道具 唐浩之前曾经留意过 他可以在十个小时内 任意暂停和继续怪谈直播 唐浩没有丝毫犹豫 立即点下了购买按钮 花费十万惊悚币 随着一小团黑色的旋风 在唐浩的手心上方盘旋 很快 一张黑色的小卡片 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唐浩小心翼翼地拿起卡片 感受到了上面传来的神秘力量 他集中精神 心中默念着使用卡片的指令 很快 唐浩的眼前出现了一行提示 卡片已生效 倒计时九小时五十九秒 在倒计时结束前 你可以任意暂停 和继续怪谈直播 看到这个提示 唐浩的唇角微微一掀 立即在心中发出指令 暂停怪谈直播 几乎是在同时 一行提示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怪谈直播已暂停 为了以防万一 唐浩又用内窥视野 查看了一下龙国直播间 画面中的苏柔 像是被点了学般的僵在了原地 一动不动 唐浩满意地点点头 快速将手机放回空间戒指中 同时掀开搭在自己脑袋上的衣服 将它递还给了苏柔 直播间 我擦 什么情况 是我眼睛坏了 还是我家网络出了问题 直播怎么卡住了 我这也是 直播画面卡住不动了 我这也是 我这也是 看来不是网络出了问题 而是怪谈直播本身出了问题 不会是出了什么bug了吧 不应该啊 怪谈世界 可是凌驾于现实世界之上的存在 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樱花国 灯塔国的直播间呢 画面正常吗 我刚 微眼 正常 嘿嘿 肯定是你们的天选者唐浩嘎了 怪谈马上就要入侵你们龙国了 赶紧的 现在逃离龙国 说不定还来得及 哪里来的疯狗在楼上狂吠 XXXX已经被管理从评论区移除 苏柔一边将衣服穿在身上 一边问道 浩哥 你刚才都在做什么呢 唐浩的眉毛扬了扬 接下来 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说着 唐浩抬起右手 往男主人的身上轻轻一指 下一秒 一个蓝色的羽绒睡袋 便无中生有地出现在床上 并将男主人包裹在了里面 苏柔一双漂亮的桃花毛子 瞬间瞪到了核桃般大小 浩哥 你是怎么做到的 唐浩嘴角微微一勾 带着一丝神秘的笑容说道 我刚才跟上帝祈祷来着 结果就真的得到了回应 苏柔正了一下 脸上露出怀疑的表情 不可能 你骗人的对不对 唐浩笑着说道 不信的话 我再去跟上帝 要两件羽绒服来 说着 唐浩便闭上眼睛 嘴里轻声念着什么很快 两件厚厚的羽绒服 便出现在了唐浩的手上 苏柔的小嘴 已经张成了个大大的O型 上帝这么灵验的吗 那我也来试试 说着 苏柔便也将眼睛闭起 嘴里轻声念叨着 上帝呀上帝 我想要五套不同风格的情趣内衣 求您老人家闲闲灵 这就丢吧 等了两三分钟的样子 苏柔也没有感觉到 掌心有什么变化 便有些奇怪的睁开眼睛 快速查看了一圈屋内 屋子还是刚才那个屋子 并没有因为自己的祈祷 而多出一些东西 苏柔不禁有些疑惑的 扭头看向唐浩 奇怪 怎么我祈祷了 就没有什么反应 难道上帝也是看人下菜叠的 唐浩有些尴尬的挠了挠头皮 他刚才那就是随口撒了的小谎 没想到苏柔还当真了 这个嘛 大概是上帝这会儿 忙别的事情去了吧 你也别太在意了 祈祷这种事情 本来就是实灵实不灵的 苏柔的小嘴撅了撅 没再说什么 快速将羽绒服穿在了身上 大约又过了一个小时 两人都感到有些困倦 唐浩打了个哈欠 正准备从空间戒指中 取出一个气垫床 扑在地上睡觉时 突然发现自己的影子 似乎有些异常 他仔细朝地上的影子看了看 发现自己的影子 后背上竟然还趴着一道影子 那道影子明显比自己的影子黑很多 浓重很多 看上去像是一个人形 但从脑袋到身躯 都严重扭曲畸形 唐浩顿时感到一阵头皮发麻 脊背上也像有蛇爬过一样 涌起了一阵凉意 然而 唐浩立即冲苏柔 发出一声轻呼 此刻的苏柔正坐在椅子上 脑袋一点一点地打着盹 听到这声音 苏柔猛的一个机灵 瞬间挺直了背脊 瞪大眼睛看向唐浩 怎么了 浩哥 苏柔的声音中 还带着一丝迷茫 似乎还没有完全从睡意中清醒过来 唐浩指了指自己的后背 快看看 我背上有没有什么东西 苏柔正了一下 随即点点头 迈不来到唐浩的身后 他认真的打量了一眼后 轻轻摇了摇头 背上什么都没有啊 你是感到背上有什么不舒服吗 唐浩指了指地上的影子 你看地上的影子 一看清唐浩背上那道扭曲的影子 苏柔的一张翘脸 顿时变得煞白 不由地用力摇起了自己的手指 这 这是 但是苏柔的声音带着恐惧的颤抖 被鬼压身了 苏柔话音刚落 唐浩便感觉背上陡然袭来一股沉重 那股沉重犹如千斤重弹一般 瞬间压得 他喘不过气来 唐浩迅速站起身 用后背猛地撞向墙壁 试图摆脱那股无形的压力 但却无济于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 那股沉重感越来越强 唐浩感觉自己的脊椎都快要被压垮了 他的体能已经是正常成人的两倍 平日里能够轻松应对各种挑战 但此刻却无法承受 这种重压唐浩单膝跪地 额头上开始伸出痘大的汗珠 脸上的青筋暴突 显得十分痛苦 苏柔看到唐浩的异样 立即抓住唐浩的胳膊问道 浩哥 你怎么了 唐浩紧咬牙关 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 背上的 影子 突然变得 特别沉 苏柔交集地扭头看向唐浩的身后 又伸手在他的后背上摸了摸 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苏柔的脸色越发焦急 声音中也带起了哭腔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赶走黑影啊 唐浩艰难地从牙缝中挤出几个字 我正在想 对了 你咬破指尖 将血涂到我的背上试试 苏柔重重点了下脑袋 随即毫不犹豫地咬破了自己的指尖 他忍着疼痛 将手快速伸进唐浩的衣服里 将鲜红的血液涂抹在唐浩的背上 很快 唐浩便感觉 后背上像是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 一股冰凉 粘腻的触感顺着他后背的肌肤 开始滑动 紧接着 一个嘶哑而又怪异的声音 在他耳边响起 结结结 NPC的血对我是造不成任何伤害的 快回头看看我吧 只要看我一眼 你现在所说的痛苦 立即就可以解除了 那声音带着一种诱惑和诡异的魔力 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要听从他的指示 唐浩用力甩了下脑袋 仿佛要将那诡异的声音 从脑海中驱逐出去 同时猛地一拳砸在了地面上 强烈的疼痛感 立即从指关节处袭来 阻断了他正在狂掉的散直 就在这时 一个念头犹如漆黑夜晚里的一道闪电 瞬间亮澈了唐浩的脑海 对啊 既然那个趴在自己背上的家伙 要以影子的形态出现 那么 只要想办法让这个房间里没有影子 那他岂不是就不存在了 想到这里 唐浩立即从空间戒指里 拿出了两把强力手电筒 并将其中一把递到了苏绕的手上 然而 快打开手电筒 从后面照着我 唐浩急切地说道 缩扰神色一领 连忙接过手电筒 按下开关 一道强烈的光束 立即照向了唐浩的后背 或许是光芒太亮的缘故 唐浩的后背上一片亮白 都已经看不出 他身上穿着的那套羽绒服的纹理了 与此同时 唐浩也将手里的手电筒打开 从前方照向了自己 在两道强烈光芒的互相照耀下 再加上头顶还有一盏白赤灯 唐浩的影子 竟然神奇地从地面上消失了 影子消失的一瞬间 唐浩只觉后背上猛地一倾 压在后背上的那座大衫 像是瞬间被一只无形的大手 给搬走了一般 呜呼 唐浩常常吐出一口浊气 一屁股重重跌坐在了椅子上 缩扰瞪大了眼睛 一脸紧张地问道 成功了吗 唐浩点点头 应该是 背上瞬间轻松了 缩扰常说了一口气 心有余悸地说道 刚才真的吓死我了 还好好跟你机制 说着 缩扰便拿起餐巾纸 替唐浩擦起了额头上的汗水 刚才那是什么鬼东西 缩扰一脸惊恐地问道 唐浩摇了摇头 他也不知道确切的答案 不过想来 应该是那个地下室的邪灵 从附近召唤过来的诡异吧 这时 唐浩听见楼下传来中 敲十二下的声响 现在才十二点 距离天亮还有五六个小时 真不知道 后面还会不会遇到 更加诡异的事情 在手电筒的强光中 唐浩静静地做了 差不多十几分钟的样子 便起身将自己前方的手电筒关掉 同时向苏绕示意 让他也帮忙 将罩在身后的那只手电筒关掉 苏绕有些担忧地问道 可是 手电筒关掉了 万一那个影子又来了怎么办 唐浩不以为意地笑了笑 过来了再打开手电筒就是了 只要我打死了都不回头 他就不能拿我怎么样 唐浩的镇定 让苏绕感到一丝安心 这便点了点头 关掉了手中的手电筒 房间里的光线瞬间暗淡了下来 这时 苏绕突然轻轻移了一声 怎么感觉 温度好像没有刚才那么低了 唐浩也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 他掐了掐下巴 思索两秒后说道 大概是那个鬼异觉得 降温这招对我已经失去了作用 所以就选择了放弃 毕竟 要维持这么低的温度 还是要消耗大量的阴力的 苏绕轻轻点了点脑袋 随即朝床上的男主人 瞥了一眼说道 那要不要将男主人的睡袋取回来 唐浩思考了一下说道 等一会儿吧 等温度彻底升上来之后 我再将他的睡袋撤了 苏绕点了点头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苏绕却物资瞪大眼睛 不时警惕地环顾一圈屋内 唐浩微微皱眉 脸上露出关切的表情 别这么紧张兮兮的 你要是困了 就靠着我瞇会儿吧 苏绕摇摇头 我不困 还不知道今晚有没有第三波诡异清袭呢 我得帮你放好哨才行 唐浩的毛底掠过一丝感动 温声道 放心吧 应该没有第三波了 你睡吧 苏绕绕了绝小嘴 不 浩哥什么收睡 我就什么收睡 唐浩深深地看了苏绕一眼 随即起身将自己的椅子 和苏绕的椅子并在了一起 然后 一把将苏绕摇摸在怀里 并将他的小脑袋贴在了自己的肩膀上 我现在闭眼了 你也闭眼瞇会儿吧 苏绕见唐浩真的把眼睛闭上 便勾紧他的胳膊 将小脸在唐浩的肩膀上猫咪似的蹭了蹭 然后一脸满足地将眼睛闭了起来 不知不觉 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便过去了 屋内并没有出现什么异常的状况 唐浩虽然闭着眼睛 却一直没敢睡着 靠在唐浩肩膀上的苏绕 此时已经彻底进入了梦乡 呼吸变得均匀而绵长 不时还会说几句梦话 唐浩被苏绕压的身体微微有些发僵 想要起身活动一下身体 想了想 便从空间戒指中拿出了一个气垫床 打开自动充气阀门 气垫床开始迅速膨胀 发出轻微的充气声 看着气垫床逐渐充满气 唐浩满意地点了点头 将气垫床放置在房间的空地上后 唐浩便轻轻地抱起苏绕 将他温柔地放在气垫床上 唐浩活动了下四肢 正准备自己也在苏绕身侧躺下来的时候 突然 他听到身后传来一个小女孩的声音 大哥哥 我迷路了 你能带我离开这里吗 小女孩稚嫩的声音中满是不安和害怕 听之让人心生怜悯 唐浩用力甩了下脑袋 立即在心里寄出了吐槽之魂 又来忽悠 老子回头了是吧 为了不让自己受到小女孩声音的干扰 唐浩从空间戒指里取出手机 并将一对蓝牙耳机直接塞进了耳朵里 大哥哥 我好害怕 我求求你 带我离开这里吧 带你妹啊 唐浩挑了一个摇滚乐的歌单 直接按下了播放键 激阳的音乐瞬间强有力地鼓动着唐浩的耳膜 小女孩的哭声被完全隔绝在了音乐的洪流之外 唐浩嘴角一扬 正要继续在气垫床上躺下的时候 一个声音突然穿透激阳的摇滚乐 钻入了她的耳朵里 浩浩 是你妈 这声音 如此熟悉 如此亲切 仿佛从梦境中传来 唐浩顿时如遭电击 身体猛的一个机灵 这不是 妈妈的声音吗 浩浩 是妈妈呀 妈妈很想你 你快回头让妈妈看看 这么多年没见 你都长成什么样了 唐浩断然摇头 不 这不是真的 我妈妈已经去世 你不是我的妈妈 你只是试图让我回头的诡异 不 我不是诡异 我死后 灵魂就被拉入到了怪谈世界 成为了这里的一名NPC 我听说你现在是龙国的天选者 就特地跟同事调了班过来看你 好好 你就回头看妈妈一眼吧 唐浩摇头道 不可能 我妈妈的灵魂早就进入了天国 怎么可能会被拉入怪谈世界 你骗人 身后的声音突然抽气了起来 同事们都劝我不要来看你 说你不可能会跟我相认的 我偏不信这个鞋 现在 呵呵 他们果然是对的 一声长长的叹息 果然是有了媳妇忘了娘 唐浩的身体猛地震战了一下 用力钻了下拳头后 开始慢慢往后转动身体 经过这一轮对话之后 唐浩的三职已经掉了不少 然而 尚存的理智告诉他 即便要回头看看 也要连着身体一起转向后方 以免遭遇不测 可是 当他转过身体的时候 却惊讶地发现 后面并没有一个人影下一秒 那个声音再次在身后响起 好好 你这样是看不到妈妈的 你只有回头 才能看见我 没办法 这就是一条隐藏的规则 你放心 妈妈是不会害你的 你之前看到的那条 不能回头的规则 并不适用于我 还记得我小时候 你晚上害怕的时候 我就会唱歌给你听的那首歌吗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 地上的娃娃想妈妈 天上的眼睛眨呀眨 妈妈的心呀 鲁冰花 身后的那道声音 竟然哼唱起了鲁冰花 这首歌 熟悉的旋律和歌词 让唐浩的身体不禁一颤 他的瞳孔快速震战着 眼底迅速蒙上了一层泪沙 那深藏在心底的记忆 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冲击着他的灵魂 说不定 说不定 他真的是自己的妈妈呢 否则他怎么会知道 妈妈小时候 对自己唱的歌呢 这个想法 在唐浩的心中 逐渐蔓延开来 让他原本认定 对方是诡异的信念 开始出现了动摇 鲁冰花的歌声 仍然在空气中回荡 仿佛一只无形的手 不断轻轻拨动着 唐浩心中最柔软的弦 唐浩再也无法 把持住自己的情绪 心中的思念和渴望 如同决堤的洪水一般 汹涌而出 他的身体 仿佛被歌声所驱使 不由自主地 开始慢慢朝身后扭过脑袋 就在这时 被屋内动静吵醒的苏绕 慢慢睁开了眼睛 他揉了揉心松地睡眼 赫然便看见 唐浩正在回头看向身后 苏绕顿时如遭地震般 浑身猛地一颤 嘴巴已经不受控制地张开 一个声音脱口而出 浩哥 与此同时 苏绕的身体像堂皇一样 瞬间从气垫床上蹦起 非也似地朝唐浩冲了过去 唐浩被苏绕的这一声 大喊吓了一跳 已经扭转了45度角的脑袋 猛然顿住 下一秒 苏绕以闪电般来到唐浩面前 抬手就是一巴掌 狠狠地拍在了唐浩的左脸颊上 随着Pi的一声脆响 唐浩猛的一个机灵 原本涣散的瞳孔逐渐收拢 眼底映出了苏绕的影子 瞬间清醒的唐浩 终于意识到 刚才那声音并不是自己的妈妈 而是诡异幻化出来的 目的就是为了引诱自己回头 唐浩常常吐出一口浊气 忽然一把将苏绕搂在了怀里 然而 刚才多亏有你 不然这会儿我已经没命了 苏绕却是露出了一脸愧疚之色 说道 都怪我 刚才一不小心睡着了 嗨你差点救 唐浩心中猛的一满 苏绕明明救了自己一命 非但没有妖宫惜宠 反而还自责刚才的失职 这傻孩子 唐浩暗暗下定决心 一定要对苏绕 嗨嗨 惊惊人亡 在所不惜 唐浩刮了刮苏绕的鼻子 柔声说道 说什么傻话呢 你睡着了 本来就很正常啊 别自责了 另外 你救了我一命 我得好好感谢你才行 说吧 想要我怎样报答你 苏绕轻咬唇半 妩媚一笑 右手食指 轻轻划过唐浩的凶大击 你要真想感谢我 那就明天 七次 没问题吧 唐浩惊呼 你这是想榨干我呀 太多了 我还得留这些精力 应对诡异呢 苏绕绕了绝小嘴 轻轻嗡了一声 说道 那就三次吧 上午一次 下午一次 晚上一次 唐浩想了想 然后悲壮地点了点头 说道 行 苏绕兴奋地发出一声轻呼 好耶 那咱们现在赶紧睡觉吧 唐浩连忙摆手道 今晚可不行啊 苏绕勾唇一笑 我知道 现在赶紧睡 补充点精力 明天才有精神输出啊 唐浩 清晨五点钟左右 相悠而眠的两人 被男主人的声音吵醒 尿尿 尿尿 男主人迷迷糊糊地嘟囔着 苏绕立即就要起身 却被唐浩一把按回了气垫床上 还是我来吧 唐浩快速从气垫床上爬起 将房间角落里的尿壶拿出来 走到男主人的身旁 小心地将男主人侧过身子 然后将壶嘴对了上去 给男主人接完了尿 唐浩正要回到气垫床上躺下 苏绕轻轻抿了下嘴唇道 浩哥 我也想尿尿 我可以 尿到那个尿壶里吗 唐浩摇了摇头 虎口有点小 怕是躲不住 要不你再忍忍 马上就要天亮了 等天亮了 再去走廊上的卫生间里方便吧 苏绕的脸色有些发红 不行 我快憋不住了 唐浩思索了一下 随即从空间戒指里 拿出了一个塑料袋 尿这里吧 苏绕点了点头 立即蹲下去 然后小心翼翼地牵开塑料袋 开始方便 哗啦啦 激流奔永生在 安静的房间里 显得格外清晰 尿完 苏绕满脸羞耻地提起塑料袋 问道 这个要怎么处理 唐浩立即打开窗户 并冲苏绕侧了下脑袋 扔下去 苏绕点点头 立即快步来到窗边 将装满尿液的塑料袋丢了下去 楼下一只正在密室的大公鸡 突然被从天而降的不明物体砸中 瞬间就变成了落汤鸡 卧槽 这是哪个去的带冒烟的家伙 不甘人事是吧 大公鸡用鸡语大声吐槽了起来 听到鸡鸣声 苏绕的铜色不由得亮了亮 嗯 公鸡已经开始打明了 看来马上就要天亮了 当陈希从窗外透进屋内时 那柔和而温暖的光线 轻轻地抚摸着每一个角落 沉睡了一夜的房间渐渐苏醒 被一层淡淡的金色所笼罩 随着光线逐渐增强 男主人嘴里开始发出嘀嘀的声音声 仿佛他正在承受着某种 越来越强烈的折磨 身体开始以一种奇异的方式扭曲了起来 男主人的背上逐渐长出一个螺旋形状的硬凑 他正在变成蜗牛 此时 砰砰砰 有节奏的三声敲门声响起 唐浩 你在里边吗 是攻下静一郎的声音 唐浩含混地答应了一声 随即快速将从空间戒指里拿出来的东西 又装了回去 并叮嘱缩扰保密 又将龙国怪谈调到恢复直播状态后 便快步走到房门边 将房门拉了开来 攻下静一郎的目光 快速在房间内勋寻了一圈 随即落到了唐浩的脸上 问道 昨晚没遇到什么诡异的事情吧 唐浩打来的哈欠 回道 还行 就是有个声音一直在身后响起 变招法 想要让我回头 我硬是没搭理他 攻下静一郎佩服地冲唐浩竖了的大拇指 厉害 那男主人昨晚怎么样 还行 睡得挺安稳的 苏绕走过来 勾住唐浩的胳膊 说道 我跟浩哥昨晚几乎都没合过眼 苏绕立即摇了摇头 苏绕话音刚落 唐浩的腹中就传出了一阵咕噜噜的长鸣声 露西笑着说道 瞧 唐浩的肚子都在抗议了 要不你们俩还是先吃完早餐再睡觉吧 扎叔已经在楼下准备早餐了 最多二十分钟我们就能吃上了 唐浩也是一脸征询地看向苏绕 显然他很同意露西的体议 苏绕想也不想地说道 那你们就给我们留点早餐 我们先睡两个小时 完了再下来吃 说着 苏绕便一把拽住唐浩的胳膊 将他拖向了一号房间 很快 走廊上就传来了 从一号房间里传出来的嘎吱嘎吱的摇床声 众人惊恶地交换了一下眼神 凯文掐着下巴 若有所思地说道 不是一夜没睡吗 居然还能这么生龙活虎地输出 攻下静一郎半带羡慕半戏谱地说 年轻人 精力就是旺盛啊 凯文 说得好像你有多老实的 你不会是那方面不行了吧 攻下静一郎像是被冒犯盗般 顿时一个机灵 说我不行 要不我让你见识见识 凯文下的连忙往后退了一步 算了吧 我可不想菊花残 满地伤 直播间 呜呼 太好了 直播间终于恢复了 真不知道 昨晚抽了什么疯 害得咱们连浩哥 到底是怎么闯过那一关的都不知道 唉 这得错过多少精彩内容啊 算了 过程反正不重要 结果是 浩哥现在还活着 而且还非常的生龙活虎 看来浩哥这次回来 要多不点妖子了 缩扰妖得那么轻快 浩哥怕是有点吃不消啊 这女人啊 不色不要紧 一旦色起来 那可真要男人的老命了 确实 没有更坏的甜 只有累坏的牛 吃完午饭后 众人来到客厅抽签 以此决定今晚的陪护人员 唐浩昨晚已经当过陪护 所以不在抽签名单之内 便拉着苏扰在一旁观摩 抽签的结果很快出来了 这次抽到对号的人是爱丽丝 爱丽丝的天赋是过目不忘 在不能回头这个规则中 几乎派不上任何用场 爱丽丝脸色瞬间变得苍白 紧紧捏住一脚的手 在微微颤抖着 她快速环顾了一圈众人后 用近乎哀求的声音说道 有没有人愿意和我一起的 等下次抽到你的时候 我也可以和你一起陪护男主人 短暂的沉默之后 凯文巴基了下嘴巴道 我陪你吧 说着 凯文便将目光移到了唐浩的脸上 唐浩 能跟我详细说说昨晚的经过吗 唐浩快速思索了一下 决定还是不要将自己 昨晚遭遇的河盘拖出的好 一是 有可能会将他们吓着 二是 今天晚上所遭遇的 不一定就是昨天晚上的重复 三是 昨晚如此凶险的情况下 自己都能全身而退 很难不会让他们心生一动 便开口说道 会有一个声音 在后面不停地引诱你回头 你只要不为所动就行了 另外 晚上那间屋子里面会比较冷 你们俩记得带点厚衣服进去 最好再带一床厚被子 男主人现在身体越来越弱 屋内气温一降 很可能会病情加重 然后就是 晚上屋子里可能会停电 一会儿我把手电筒拿给你 要是能找到蜡烛的话 你们也可以带点蜡烛进去 这样一来 唐浩虽然没有说出 昨晚的所有遭遇 但实际上 已经把解决问题的方法 告诉了他们 至于他们会不会遇上 同样的问题 或者即便遇上了 能否应付得了 那他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凯文明正眉心 轻轻点了点头 谢了 攻下静一郎 轻拍了下手掌 说道 既然今晚陪护的人员 已经确定 那么爱丽丝 凯文 你们俩下午 就先好好睡一觉 这样晚上会更有精神来应对 唐浩和苏绕 你们俩也去休息吧 苏绕 你最好克制点 把唐浩榨干了 很可能会把他害死在这个副本里 苏绕翘脸一红 小嘴不服气的嘟了嘟 我把浩哥榨干 你是不知道 浩哥的精力有多澎湃 简直可以用滔滔江水 连绵不绝来形容 一天三次对他来说 简直就像张飞吃豆芽 小菜一碟 攻下静一郎继续说道 扎叔 露西 你们去给男主人喂点玉奶叶子 索菲亚和我去后院抓两只鸡 回来晚上吃 顺便再摘些蔬菜和曼陀罗花 众人纷纷点头 正要各自散开 突然 一张纸条从天花板上 悠悠荡荡地飘了下来 唐浩眼疾手快迅速抓住了飘下来的纸条 然后念起了上面的文字 注意 你们当中有一个人的精神 已经被他污染 两个小时后 这个被精神污染的人将会暴走 请在两个小时内 找出这名被精神污染的成员 并清除他的精神污染 清除精神污染的方法是 用88朵曼陀罗花浸泡过的水给他洗澡 当他出现呕吐症状时 说明污染已经成功清除 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没有被污染的人 在曼陀罗花浸泡的水里洗澡 将会立即被毒死 听完这段话 众人你看看 我我看看你 全都露出了一脸茫然的表情 十几秒钟后 攻下静一郎从鼻孔里呼出一口浊气 昨晚谁没有吃曼陀罗花吗 怎么就被精神污染了呢 凯文掐着下巴说道 昨晚大家是统一在二楼六号房间里 吃下曼陀罗花的 我看得清清楚楚 说到这里 凯文突然凝了凝眉心 有没有可能是 前天晚上没吃曼陀罗花的人被污染了 此言一出 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落在了扎图朗的脸上 前天晚上没有吃曼陀罗花的 就只有他一人 扎图朗顿时就是一耸 孤独一声吞了口唾沫 有些结巴地说道 你们 你们这样看着我干什么 你们不会怀疑 我是那个受到精神污染的人吧 凯文双眼紧紧盯着扎图朗 目光锐利而直接 只有你前天晚上没有吃曼陀罗花 所以 你的嫌疑无疑是最大的 扎图朗委屈地说道 可是 真的不是我啊 我有没有受到污染 自己还不清楚吗 唐浩沉思片刻后说道 这还真不一定 受到污染的人自己可能并不知情 就像你是病毒携带者 但如果病毒不爆发出来 你自己很难察觉到一样 说着 唐浩走进扎图朗 仔细观察起他的眼睛 通常情况下 受到精神污染的人 眼睛可能会出现某种变化 然而 经过一两分钟的仔细观察 唐浩却并没有发现 扎图朗的眼睛有任何异常 宫下静一郎说道 大家相互检查一下彼此的眼睛 如果发现眼睛有异常 立刻说出来 众人立即开始互相检查了起来 检查了一圈 都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看来 这种精神污染的隐蔽性非常好 唐浩用力攥了攥拳头 凯文 不用那么麻烦 肯定就是查书 我真的不是啊 如果我就这么去洗曼陀罗花枣的话 是会被毒死的 唐浩吐出一口浊气的确 现在就判定 扎书是精神污染者 还是有点证据不足 他想了想 继续说道 不知道受到精神污染的人 是不是完全失去自我意识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很有可能没有远主的记忆 咱们稍微问几个问题 应该就能识别出来 宫下静一郎认同地点了点头 然后将目光投向扎图朗 查书 你说说 昨天中午咱们吃的是啥 扎图朗略一思索 便很快给出了一个答案 与昨天的午餐完全一致 众人又问了扎图朗几个问题 他全都回答正确 凯文揉了揉下巴 喃喃自语道 奇怪 难道受到精神污染的 真不是查书 攻下静一郎的目光 迅速落在扎图朗右侧的爱丽丝身上 昨天咱们在这里抽签的时候 你站在哪个位置 爱丽丝很快答道 我站的位置 是在索菲亚的右侧 唐浩的左侧 一圈问下来 竟然没有一个人 出现答错或答不上来的现象 唐浩表情凝重地说道 这个精神污染的隐蔽性 还真厉害 看来他还能随意调取 原被污染者的记忆 路西用力钻了下拳头 手指因过度用力而变得发白 怎么办 已经半个小时过去了 再有一个半小时 他就要抱走了 攻下静一郎 快速环视了一圈众人后 素色说道 既然凭借正常方法无法奏效 那就请有相关天赋的人 赶紧将天赋使出来吧 这都生死存亡的时刻了 大家就别再藏着掖着了 扎土朗如梦方形 连忙用力一拍大腿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 可以使用天赋呢 说着 扎土朗便立即闭上眼睛 嘴里轻声念叨着 受到精神污染的人 到底是谁 请快点给我一个提示吧 很快 一个声音在扎土朗的耳内响起 是一位女性天选者 扎土朗顿时双目一亮 轻呼道 是位女性天选者 这是我刚才得到的提示 这样的话 范围瞬间缩小到了索菲亚 爱丽丝 露西 这三名女性天选者的身上 索菲亚的眉心 顿时隆起两座小山丘 不满地说道 查说 你不会是为了撇清自己 才故意给出了错误的答案吧 扎土朗连忙波浪鼓士地摇起了脑袋 举起右手说道 我可以向天发誓 我要是有半句谎话 就让我今晚死在这个副本里 索菲亚白了扎土朗一眼 发誓要是有用的话 还要法律和制度做什么 唐浩的双眼不由得微微眯了起来 心中暗自思量 怎么感觉索菲亚的情绪 有些过于激动了呢 就前两日索菲亚的表现而言 她一直都是比较稳重的 难道说 精神被污染的人就是她自己 想到这里 唐浩立刻打开那块视野 仔细查看起 索菲亚所在薛子国的怪谈直播回放 视频播放速度飞快 突然 唐浩的双眼像是被镜子碎片的光芒 闪了一下 她立即在心中下达指令 停一下 视频戛然而止 画面里 索菲亚只身一人 出现在厨房后的储物间里 她双手各捏了个二指缠的手势 指尖抵在眼角的位置 看向前方那扇漆黑的木门 唐浩注意到 索菲亚的瞳孔变成了亮紫色 里面波光流转 看起来很像是在使用某种 跟视力有关的能力 难道 索菲亚是在透视黑门背后的情况 唐浩让视频继续播放 十几秒钟后 她发现索菲亚整个人 突然像遭到电击一样 猛地哆嗦了一下 随即 索菲亚的眼底 便迅速涌起一团黑雾 但这团黑雾 很快便隐去了 愣了一会儿 索菲亚摇便晃了一下脑袋 转身从储物间里走了出去 唐浩 你的结论是什么 攻下静一郎的声音 将唐浩拉回到现实之中 唐浩揉了下鼻子 说道 我觉得索菲亚说的不无道理 扎书 你得想办法证明 你说的就是提示给你的内容 而没有经过你的篡改 唐浩之所以要这样说 目的是为了先将索菲亚稳住 以免引起她的暴走 说完这句话 唐浩的目光 快速朝索菲亚的脸上瞥了一眼 只见索菲亚的嘴角 微不可查地往上扬了扬 扎图朗已经急得抓耳挠腮 不是 我的提示就是一段语音 我也没办法再回放出来给你们听 这要怎么证明吗 唐浩没有回答扎图朗的问题 而是直接离开自己的位置 朝扎图朗快步走了过去 看到唐浩的神情 似乎不太友善 扎图朗立刻警觉地后退一步 紧张地问道 不是浩哥 你想要干什么 唐浩没有回答 脚下的步伐却是越来越快 当经过索菲亚身边时 唐浩毫无征兆地 突然挥出一个掌刀 狠狠披在了索菲亚的脖梗上 索菲亚的双眼瞬间瞪了魂元 嘴里发出了一声沉闷的哼哼 身体就软弱无力地向后倒去 唐浩反应迅速 连忙一把从后面拖住她的身体 将她轻轻地放在沙发上 快去找根绳子来把索菲亚绑上 她就是被污染者 唐浩表情郑重地说道 在众人一脸猛逼和震惊的表情中 扎图朗率先点了点头 激动地说了声 好嘞 然后快步朝厨房后的储物间冲去 唐浩见状立即大声喝止 不要去储物间 那里非常危险 索菲亚就是去了储物间被污染的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 还是不要去那里的好 快速思索了两秒后 唐浩说道 这样吧 去找张贝丹 扯下来做成绳子 扎图朗点点头 随即直奔二楼而去 凯文不解地宁论宁眉心 问道 你怎么就那么确定 受到污染的人是索菲亚 唐浩不紧不慢地答道 很简单 因为刚才索菲亚的表情非常反常 是出反常必有妖 凯文满脸狐疑地说道 你这也太不科学了吧 万一弄错了怎么办 攻下静一郎突然伸手 往凯文面前一横 记住 在这个副本里 任何人都可以质疑 但唐浩是个例外 如果猜得不错的话 他得出这个结论 应该不只是出自于简单的推理 更是动用了天赋能力 说到这里 攻下静一郎 朝唐浩探究地看了一眼 我说得没错吧 唐浩微微一笑 不置可否地答道 你猜 很快 扎图朗便拿着一张床单 从二楼急匆匆地走了下来 众人见状 立即七手八脚地 将被单撕成几个长条 然后将索菲亚的手脚 牢牢地捆绑在一张墓椅上 攻下静一郎略微沉思了一下 便开始有条不紊地安排起了工作 扎图朗 你先去二楼 给男主人喂点玉奶叶子 然后就守在男主人的房间里 唐浩 苏绕 你们俩留在这里看着索菲亚 别人他是不放心的 唯有唐浩留下 才能保证索菲亚 不会整出什么幺蛾子 唐浩立即点头说了句 OK 苏绕的小嘴却是高高撅了起来 他刚才还在构思着一字码的新动作 看来下午是没机会实践了 其余人跟我去摘曼陀罗话 众人立即齐声答应 迅速跟在攻下静一郎身后走了出去 众人离开后 苏绕好奇地问道 浩哥 你的天赋到底是什么 唐浩唇角微微一勾 轻声说道 为了我好你好大家好 这个秘密 你还是暂时不要知道的好 时机成熟了 我自然会告诉你的 苏绕点了点头 目光落到索菲亚的脸上 问道 那他到底是怎么被污染的 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 唐浩大致猜测 应该是索菲亚使用天赋偷窥地下室时被污染的 不过 唐浩并没有将自己的判断说出来 只是对苏绕轻轻摇了摇头 如果将这个猜测说出来 势必就会暴露自己能知道索菲亚行踪的秘密 苏绕知道自然是没什么 但若是直播间前的人知道了 那可就大为不妙了 就在这时 被绑在木椅上的索菲亚 突然从鼻孔里发出一声阴恩的轻横 苏绕顿时就是柳梅一条 嗯 他醒了 索菲亚意识到 自己被结结实实地绑在了木椅上 立即用力挣扎了一下 同时怒目圆睁地瞪着唐浩大声喊道 你们 干嘛要把我绑起来 我没有被污染 唐浩没有回应他的话 而是问了一个自己关心的问题 你的天赋是透视眼吗 索菲亚将小脸一撇 叠过头去 不满地回答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苏绕当即就不乐意了 一边撸起袖子 一边说道 好你个小蹄子 嘴还挺硬啊 说着 他就朝客厅的边桌走去 那上面放着一个烛台 烛台上正插着三根蜡烛 苏绕立即拔下其中的一根蜡烛 用烛台旁的打火机点燃了他随后 他快步来到了索菲亚的跟前 你到底说不说 不说 我可就蜡烛点了你的头发 索菲亚朝苏绕翻了个白眼 便将脑袋扭到一边 对苏绕的威胁只有满满的轻面 嚯 苏绕嘴角一凝 这便要伸手来扯索菲亚的领口 唐浩连忙伸手拦住苏绕 郑重说道 他现在的心智处于被控制的状态 你就算杀了他 他肯定也是不会说的 还是等给他清除污染后 再问吧 苏绕的小嘴咀了咀 有些失望的呕了一声 然后默默地把蜡烛放回到了烛台上 沉默了十几秒钟后 苏绕突然轻轻咬了咬嘴唇 用略带娇羞的语气 被唐浩的耳朵轻声说了句什么 唐浩的额角顿时拉出几道 又粗又长的黑线 你确定吗 苏绕用力点了点头 语气坚定地回答 嗯 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直播间 苏绕怎么还对唐浩摇起耳朵来了 有什么话不能大大方方说出来吗 应该是索菲亚在旁边 不太好意思说吧 可是索菲亚不是被精神污染了吗 索菲亚是被污染了 但没有龙 也没有失去意识 当然不能当他的面讲了呀 虽然我没有听到苏绕说的话 但看他那表情 我应该也能猜到个大概 不会是跟瑟瑟有关吧 Bingo 而且我敢用自己的坤坤发誓 一定跟那有关 我乐个趣 浩哥呀 你这也太幸福了吧 唉 真的是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啊 我女朋友 让他穿到情趣内衣 他都不愿意 我要是能碰上苏绕这样 对生活充满热情 又勇于尝试的女朋友 少活二十年 绝对不带眨眼的 这时 出去采花的几人 一路小跑着返回了客厅 八十八朵曼陀罗花 已经采回来了 这里有木桶一类的东西吗 宫下静一郎面带焦虑地 看向众人 问道 二楼的卫生间只有淋浴 根本没法浸泡花朵 众人面面相去互看了一眼 因为谁也没在庄园里 见过木桶一类的东西 要不就将曼陀罗花 放在脸盆里浸泡 然后用脸盆里的水 给索菲亚洗澡 路西试探着问道 宫下静一郎立即摇了摇头 这样的洗法 最多也就是浸湿一下皮肤 药水可能根本没法 深入进她的身体里 凯文揉了揉下巴 提议道 要不咱们去院子里挖个坑 再往坑里填满了水 然后将索菲亚放进去洗 宫下静一郎露出一个无语的表情 能不能想点靠谱的方法 这时 苏绕突然想到了什么 开口说道 对了 我记得三楼的情趣房里 有一个水床来着 要不把水床捡个窟窿 然后在里面装上热水和曼陀罗花 再把索菲亚放进去洗 啪哒 随着一声清脆的响指声 宫下静一郎满意地说道 还得是苏绕 你的这个主意 简直堪称完美 我必须要给你一个大大的赞 直播间 我敢打赌 苏绕肯定是一直惦记着那个水床 所以才会第一时间联想到她 看来 有时候色意点也未必是什么坏事 关键时候还能救命 说得好 我已经将你们对话截图 发给我老婆了 宫下静一郎思考片刻后 指着露西说道 那个 露西 你先去看看一楼的卫生间 能不能放出热水 露西点头表示明白 随即小跑着冲向了卫生间 大约一两分钟后 她快速从卫生间出来 向宫下静一郎点头道 有热水 宫下静一郎露出一个满意的表情 很好 这样我们就不用再把索菲亚搬到二楼了 接着 宫下静一郎转向唐浩和凯文道 唐浩 凯文 咱们三个男人一起去三楼 把水窗搬下来 两人速色一点头 立即朝楼梯的位置快步走去 经过二楼时 唐浩先去一号房间取了手电筒 走上通往三楼的楼梯时 唐浩迅速摁亮了手电筒 楼梯上顿时亮如白昼 原本恐怖阴森的氛围也立即削减了大半 三人快速来到三楼 唐浩用手电筒在幽暗的走廊里 快速照了照 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异常 经过三号房间时 走在最前面的宫下静一郎 突然停下脚步 扭头看向右方 唐浩疑惑地顺着宫下静一郎的视线 朝右边看去 立即便发现 上次还掩着的房门 这次竟然处于完全打开的状态 更让唐浩惊讶的是 房间里原本在桌旁 玩着积木的那对兄妹蜡像 似乎 不 不是似乎 而是百分百 发生了位移 而且不仅仅是位置发生了移动 就连他们的姿势也发生了改变 男生原本是弯腰拼积木的状态 现在变成了站立的姿势 他正扭过脑袋 看向门口的方向 与唐浩的视线撞了个正正 被一尊蜡像 用怪异的眼神盯着 很难不让人产生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而小女孩 则两只手搭在窗台上 点着脚尖看向窗外 宫下静一郎 与唐浩交换了一个眼神后 这我没说到 这他娘的也太邪性了吧 如果只是发生位置的移动 倒还好解释 可是这两尊蜡像 居然连姿势也发生了改变 这可是蜡像 改变姿势的话 必然会导致蜡块的碎裂和脱落 可是他们看起来 外表却依然非常的光滑 唐浩思考了两秒 突然迈步朝两尊蜡像走了过去 宫下静一郎 顿时心里一紧 连忙大声喊道 你干什么 快回来 唐浩停下脚步 扭头看了宫下静一郎一眼 解释道 现在是白天 按照规则 三楼应该是安全的 我只是想证实一下自己的猜想 说完 唐浩便继续迈步往前 很快就来到了男生蜡像的跟前 唐浩毫不犹豫地 从口袋里掏出打火机 将火焰凑进男孩的脸颊 男孩脸颊上的白蜡 很快开始融化 顺着脸颊往下流淌 低落 很快 一块类似人脸的皮肤组织 出现在唐浩的视野里 这块皮肤 已经开始出现腐烂的迹象 上面布满了斑布的黑斑 还有一些黄红色的粘稠液体渗出 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恶臭 宫下静一郎见状 立即快步走了过来 仔细观察后 骇然说道 这里面 居然真的藏着人 唐浩的双眼瞇了瞇 看样子 这两尊蜡像里藏着的 应该就是庄园主人的一对儿女 门口的凯文 不禁用力攥了下拳头 这是谁干的 简直太丧心病狂了吧 唐浩的脸色变得阴沉 缓缓说道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一切应该是庄园女主人自己干的 庄园女主人 凯文顿时惊叫起来 他疯了吧 虎毒尚且不食子 他怎么能下得去手 你还记得庄园男主人说过的话吗 他说他的妻子在地下室里 有一个蜡像制作室 所以 能将这两孩子做成蜡像的 除了女主人 恐怕也不会有第二个人 当然 女主人肯定也不是自愿的 他应该是被诡异的力量控制心智 凯文巴结了下嘴巴 就跟索菲亚一样 受到了精神污染 唐浩神色凝重地说 有可能比索菲亚的 还要严重很多 凯文继续问道 那这两尊蜡像会移动 是怎么回事 是庄园女主人昨晚弄的吗 唐浩沉思片刻后说道 有可能 不过 也不能排除是两个孩子的灵魂 被困在了蜡像里 在强大的怨念驱使下 他们自己改变了位置和姿势 说到这里 唐浩突然想起了 昨晚身后 那道小女孩的声音 小女孩一直在哀求 自己带她离开这里 有没有可能 那个小女孩 就是眼前的这个小女孩呢 她因为灵魂被捆在蜡像里 而特地跑去寻求自己的帮助 宫下静一郎 拧了你眉心说道 现在还是先别管这些了 我们赶紧 把水床弄下去要紧 唐浩点点头 立即转身 跟在宫下静一郎身后 朝门外走去 但一个念头 却在她心里扎了根 等一会儿解决了索菲亚的事情 还是将这俩孩子 搬到后院去火化了吧 这样的话 他们俩的灵魂 也能得以摆脱束缚 升入天国 也算是不辜负 昨晚小女孩 对自己的那一番哀求了 五分钟后 三人就把水床的床垫 搬到了一楼 在床垫的一侧 捡了个口子 将里面的液体 全部倒出来 随后 他们把床垫 搬到了一楼的卫生间 接了足够一个人洗澡的热水 然后把八十八朵 曼陀罗花 全部放了进去 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把索菲亚 放进床垫里了 然而 一个小小的分歧 很快就在众人之间 出现了爱丽丝 凯文和唐浩都认为 直接把索菲亚 放进床垫里就行了 不需要脱掉她身上的衣服 而宫下静一郎 苏扰和路西则认为 如果穿着衣服洗澡 无异于就像是隔靴搔痒一样 很可能会让污染清除的效果 大打折扣 因此 他们坚持认为 应该把索菲亚身上的衣服 全部脱掉 最终 宫下静一郎 他们三人的观点 占据了上风 宫下静一郎 打了个响指道 那我们三个男人 先帮忙 把索菲亚搬进卫生间 后面脱衣服 洗澡的事情 就交给你们女人了 众人都没有什么意义 三个男人很快就把索菲亚 连人带椅 搬进了卫生间 露西 爱丽丝和苏绕三名女生 则留在了卫生间里 三个男人 站在卫生间门口 并没有离去 主要是为了防止卫生间里 可能会出现什么突发状况 他们就在门口的话 应对起来 也会比较迅速 三个大男人相对无言 气氛一时间 显得有些尴尬 唐浩倾咳一声 开口打破沉默 一会儿 我们一起 把三龙那两个孩子的蜡像 火化了吧 也算是给他们的灵魂一个解脱 凯文立即露出一个 牙齿发酸的表情 那俩玩意儿多邪性啊 咱们还是不要碰得好 宫夏静一郎 思索了一会儿 开口道 我同意唐浩的建议 这个副本 目前还缺乏关键线索 也许烧了这两尊蜡像 会出现什么新的线索 也不一定 凯文面露难色 可是 宫夏静一郎笑着说道 如果你多看点恐怖片 应该就能明白 凡是在片子里 看起来有点突兀的东西 百分百都不会是 平白无故出现的 这时 卫生间的门 怎么了 出什么问题了吗 苏绕 我们三个女的力气有点小 没法将索菲亚弄进床垫里 你竟来帮帮忙 唐浩的眼前 立刻闪过一针索菲亚 一丝不挂的画面 脸颊上不由的 就是微微一趟 他看了一眼身旁的凯文 说道 凯文 要不 还是你去吧 凯文顿时虎去一阵 对唐浩感激地说了声 谢了兄弟 便要迈步朝卫生间走去 然而 下一秒 凯文的脚步 便被苏绕的一声断壳截停了 我们三个商量了 只要浩哥一人进来 唐浩舔了下有些发干的嘴唇 愕然问道 为啥点名要我进去 苏绕抿了下嘴唇 说道 他们说 有我在 你不敢造次 而且 上午你才刚 做过 应该没那么想要 唐浩的鹅脚 顿时拉出几道又粗又长的黑线 不过仔细一琢磨 三女的决定 也的确不无道理 别愣着 一会儿到了两小时 索菲亚可就要抱走了 苏绕催促到 唐浩顿时打了一个机灵 连忙脉步走进了卫生间 随着卫生间的门 砰的一声被关上 凯文和宫下静一郎对望了一眼 彼此的眼中 都写满了羡慕嫉妒恨 凯文巴结了下嘴巴 感叹道 这难道就是 所谓的马太效应 强者欲强 有女人者 欲发有女人 宫下静一郎 轻叹一口气 这会儿 要是有根烟钞该多好啊 两分钟后 卫生间的玻璃门被拉开 唐浩弯着身子 从里面走了出来 第一时间就找了张椅子 坐了下来 弓下静一郎 不禁戏谑一笑 你小子 上午才刚洗完火 怎么这会儿火又上来了 唐浩尴尬地摆了摆手 别提了 最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精力确实是有点过于旺盛了 他顿了一下 又补充道 再加上索菲亚那 近乎完美的身材 确实是非常容易惹火 弓下静一郎的脸色有些难看 他今年虽然才35岁 那方面已经有了些力不从心之感 这要换作是他自己进去的话 绝对是身板挺直地 从卫生间里走出来 等了五六分钟的样子 卫生间里便传来了呕吐声 三人军事神色一震 索菲亚呕吐了 也就意味着他身上的污染 被成功解除了 又等了差不多十分钟的样子 卫生间的玻璃门再次被打开 爱丽丝和露西 掺着已经穿好衣服的索菲亚 从里面走了出来 苏扰走在后面 两女扶着索菲亚 索菲亚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来后 宫下静一郎立即问道 你感觉怎么样 索菲亚揉了揉额脚 还好 就是有点头晕 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索菲亚有意无意地朝唐浩瞥了一眼 苍白的脸颊上 不自觉地浮上了两抹烟红 很显然 他是知道唐浩刚才将裸体的自己抱起来 放进床垫里的 唐浩也是脸色微微一尬 不过很快就调整好表情 开口问道 对了索菲亚 你是怎么被感染的 能跟我们说说吗 索菲亚点点头 然后说道 吃完早饭 我就进了厨房后面的储藏室 想看看里面有没有面粉 主要是有点想吃意大利面了 打算自己中午的时候做做看 可是 我刚一走进储藏室 就听见那扇黑门背后 有什么嘀嘀的声音传出 像是小女孩的异语一般 凯文捏了捏下巴 黑门背后是地下室 你不会不知道吧 索菲亚点点头 这个我当然是知道的 所以并不敢贸然打开 于是 我就使用了自己的天赋 宫下静一郎立即眯起了眼睛 问道 你的天赋是什么 索菲亚暗自私存 自己这条命都是被众人救回来的 再对大家藏着掖着的话 也着实有些不太合适 而且 自己被污染的过程 跟使用天赋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不说出天赋的话 恐怕很难说清楚 自己到底是怎么被污染的 于是开口说道 我的天赋是赫拉之眼 宫下静一郎的眉心 轻轻拧了名 赫拉 是希腊神话中十二主神之一 也是宙斯的妻子的那位吗 传说赫拉有一对真理之眼 路西补充道 索菲亚轻轻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位 我只知道 我可以召唤出一颗虚拟眼球 并且可以用一年控制它 让它穿越障碍 在以我为中心的三十米范围内的任何地方 进行观察 唐浩立即问道 所以 你召唤出赫拉之眼 让它进入了黑门 索菲亚点点头 是的 地下的确是一间蜡像制作室 里面摆了很多蜡像 还有一些半成品的人体部位 不过 我很快就发现了 在地下室的地板上 还隐藏着一个入口 于是我操控赫拉之眼 穿过了那道入口 没想到 入口下面居然是一间密室 密室里有一个五芒星法阵 法阵的五角各有一个石柱雕像 不过这些雕像 均有不同程度的损毁 雕像雕刻的像是五种动物 我没有来得及细看 只知道 每一种动物的嘴里 都有一根铁链 连接着五芒星中央的一块石头 正当我准备操控着赫拉之眼 到那块石头边上的时候 眼眶里充满了暗红色的光芒 仿佛是从地狱中 崛起的恶魔之眼 瞳孔成狭长状 闪烁着令人不安的光芒 那一瞬间 我感觉自己的灵魂 仿佛被瞬间击穿 然后整个人便失去了意识 索菲亚所描述的内容 与唐昊在泡菜国怪谈直播回放中 看到的完全一致 因此可以肯定 索菲亚并没有撒谎 索菲亚停止了讲述 众人也都陷入到了沉思之中 很快 凯文打破了沉默 所以 罪魁祸首就是那块破石头了 索菲亚不太确定地点了点头 应该是的 那这到底是一块什么石头 为什么要埋在庄园的地底下 又为什么要用五芒星法阵 去镇压它 凯文立即又抛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露西猝了猝眉 说道 我曾经制作过一期 关于女巫题材的电视节目 为此深入研究了中世纪的历史和文化 在那个时代 人们对邪恶女巫的存在 深信不疑 为了防止女巫的邪灵不灭 并出来报复 人们会想方设法 将女巫的灵魂封印起来 封印女巫的灵魂 需要一些特殊的载体 这些载体各不相同 有些人会选择使用玻璃瓶 将女巫的灵魂装入其中 然后用封印符咒 将瓶口封住 以防止邪灵逃脱 还有一些人会使用封印石 这些石头 通常具有特殊的能量和力量 可以用来封印女巫的灵魂 在封印过程中 人们会用到一些特殊的法阵 仪式和咒语 以确保封印的效果 这些仪式和咒语 通常由神职人员进行 他们会借助神灵的力量 来加强封印的效果 凯文巴唧了下 嘴巴说道 也就是说 这个五芒星法阵里 锁着的是一块封印石 而封印石里被封印的 则是某个邪灵 攻下静一郎 先不管正确与否 我们姑且可以这样认为 刚才索菲亚也说到了 镇守在五芒星五角的雕像 出现了损毁 我觉得 很有可能是跟之前的 陨石坠落有关 唐昊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 似乎合乎逻辑的推理 正是因为雕像出现了损毁 封印邪灵的力量被削弱了 所以 那个邪灵便诅咒了男主人 控制了女主人 然后将这庄园里的所有庸人 以及瓢道友 全部弄到下面 给他做了血迹 当血迹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 邪灵就可以恢复原本的力量 然后冲破法阵 杀上地面 攻下静义郎的眉间 略过一丝忧虑 如果这个推理成立的话 那么我们这个副本 最终要解决掉的大boss 毫无疑问 就是地下密室里的那个邪灵了 凯文的脸上露出了恐惧的表情 可是 索菲亚光是被那只眼睛盯了一眼 就变成这样了 我们要是贸然下去 还有活路吗 攻下静义郎点了点头 你说的没错 所以 这个副本里 肯定还藏有能够对付邪灵的方法 或武器 只是 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相关的线索 说着 攻下静义郎直接从沙发上站起身来 大手一拍 走吧 咱们这就去把那俩孩子的尸体给烧了 希望能有新的线索借此出发 烧尸体 听到这句话 四个女人都被吓得浑身一抖 唐浩笑着拍了拍苏扰的胳膊 安慰道 你们不用担心 交给我们三个男人来处理吧 说着 唐浩和攻下静义郎 凯文一起 快步走上楼梯 当三人再次从楼梯上下来时 唐浩的肩上已经多了一个小女孩的蜡像 凯文和攻下静义郎 则合力抬着一个小男孩的蜡像 四女的瞳孔猛的一缩 这蜡像不是摆在三楼三号房间里的吗 唐浩点了点头 这蜡像底下藏着的是两个小孩的尸体 什么 四女不约而同的发出一声惊呼 你们不用管了 在这里坐着就好 说完 唐浩便扛着小女孩的蜡像直接走出门厅 来到后院 三人找了一块空地 将两尊蜡像放下 他们又回屋里找来了铁锹和一些木炭 用铁锹挖好坑后 三人将木炭铺在坑里 然后将两尊蜡像放到木炭上 唐浩拿出打火机 点燃了一把干草 丢进了坑里 火焰迅速蔓延开来 舔势着木炭和蜡像 蜡像开始融化 表面的蜡层逐渐变软 显露出里面的尸体 白蜡裹挟着里面的尸体 一起被熊熊大火吞噬 尸体在高温下迅速叹化 发出难闻的气味 三人连忙掩住口鼻 静静地看着蜡像和尸体 在火焰中慢慢消失 仿佛这是一场超度一事 最后 坑里只剩下一堆灰烬和残留的木炭 几缕青烟向着天空飘散而去 仿佛是灵魂的释放 三人又耐心地等了十几分钟 攻下静一郎终于忍不住 扭头看向唐浩和凯文 你们俩听到什么提示的声音了吗 两人都摇了摇头 岂可休 费了这么老大劲 把这俩孩子的尸体给烧了 却没有得到任何提示 还真他娘的事白忙活了一场 攻下静一郎有些气恼地说道 凯文搓了搓下巴 若有所思地说道 有没有可能 提示就藏在这些骨灰里 不是有很多高僧的尸体 在火化时 能烧出射粒子一类的东西吗 攻下静一郎的眸色动了动 立即从旁边的曼陀罗树上 折下一根树枝 在坑里的灰烬里 来回扒拉了起来 然而 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的努力似乎并没有得到回报 坑里除了灰烬 别无他物 攻下静一郎 气得直接将树枝 朝坑里猛地一丢 真是活见鬼了 唐浩则是默默拿起铁锹 开始将一旁的土填入坑中 没过多久 坑就被填平了 唐浩又继续在坑上 垒了个小土包 并弄了两根比较粗的木棍 定进了土包前方的土壤里 算是给这俩孩子立了块墓碑 在唐浩忙活的时候 攻下静一郎和凯文 也开始动了起来 他们摘了些蔬菜和曼陀罗花 又抓了两只大公鸡 开始为晚餐做起了准备 回到客厅的时候 差不多已经是下午四点半钟了 怎么样 得到什么线索了吗 见三人回来 路西立即从沙发上站起身问道 攻下静一郎摇摇头 有些懊恼地说道 白忙活一场 什么线索都没得到 路西安慰道 就当是做了场善事 也不算是一无所获 此时 索菲亚的目光 已经落在了凯文手里 提着的两只大公鸡上 好奇地问道 嗯 今晚吃鸡吗 凯文点点头 笑着问道 没错 你会做鸡吗 一听这话 唐浩的鹅脚不由地拉出几道黑线 不过 考虑到这是从凯文的灯塔国语翻译过来的 也就没那么在意了 索菲亚点点头 回道 嗯 会啊 要不 我给你们做个托斯卡纳奶油鸡 很下饭的 凯文的毛色亮了亮 行 那这两只鸡就交给你了 我去喊扎叔下来帮忙 说着 凯文便直接将两只大公鸡 塞到了索菲亚的手上 自己则蹭蹭地上了楼梯 晚上六点半 看着迈向极差 甚至有些被烧糊掉的托斯卡纳奶油鸡 攻下静义郎的眉心 不自觉地拧成了个穿字 凯文则只想抽自己一个大嘴巴子 自己怎么就那么天真的相信 一个歌唱主播会做饭呢 索菲亚对着众人 扑扇了下他那漂亮的卡兹兰大眼睛 热情地招呼道 大家还愣着干什么 快赶紧吃啊 托斯卡纳奶油鸡就是这样的 看起来普普通通的 但吃起来却是特别的香 扎托朗显然是性了 这便拿起叉子 插了一块鸡肉塞进了嘴里 然而下一秒 扎托朗脸上的表情忽然凝固 仿佛含在嘴里的不是鸡块 而是一坨响一样 索菲亚一脸期待地看着扎托朗 问道 怎么样 扎说 好吃吗 扎托朗强忍着想要吐汁 而后快地冲动 草草咀嚼了几下 便狠狠地将鸡块吞了下去 然后勾了下唇角 违心地说道 还 还不错 挺好吃的 大伙也赶紧尝尝 索菲亚立即仰起嘴角 笑着说 茶说 好吃你就多吃点 说着 他又加了一个鸡腿 放进了查图朗的碗里 此时的查图朗脸色已经发青 他求助地看向唐浩和攻下静一郎 希望这两位大佬 能给自己解解围 唐浩立即避开扎图朗的目光 挑了片青菜放进嘴里 我下午烧了尸铁 现在看到肉吧 就有点反胃 晚上我就吃点青菜就可以了 攻下静一郎和凯文听到这话 立即拾起了唐浩的牙慧 纷纷祭出了同样的理由 专门吃起了青菜 作扰 爱丽丝和露西三女 则说自己最近再减肥 不敢吃浑腥牛腻 扎图朗额上的冷汗都冒了出来 忽然集中生智 说道 要不 你的这个什么鸡 还是留给男主人吃吧 男主人身体越来越虚弱 正是需要好好补补 一会儿我就把这些鸡打成糊了 喂给他吃 索菲亚的小嘴绝了绝 不满地说 男主人哪里吃得到那么多 扎叔 你至少要吃掉一半 不然我会伤心的 攻下静一郎拍了拍扎图朗的肩膀 鼓励道 你行的 我看好你哦 凯文也附和道 这可是索菲亚的一番美意哦 你要是就这么拒绝了 他会伤心的 扎图朗都快哭了 有你们这么落井下石的吗 晚上九点半 众人在男主人房间里 一起吃下曼陀罗花后 凯文和爱丽丝留下来首夜 其余人则各自回房休息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 一号房间内 便再次传来有节奏的嘎吱声 凯文和爱丽丝对望了一眼 都露出了尴尬的笑容 爱丽丝搓了搓胳膊 问道 你有吗 有觉得有些冷 凯文点点头 确实有点 这房间里温度降得还蛮快的 幸好听了唐浩的话 准备了厚衣服和被子 凯文说着 便从椅子上站起身 准备去后面的架子上 拿被子和衣服 爱丽丝立即伸手 抓住凯文的手腕 提醒道 千万别回头 凯文点点头 放心 我知道的 说着 凯文便连同身体 一起将脑袋转了过去 拿了被子干净利索的 给男主人盖好 又将两件棉袄 分别披在了自己 和爱丽丝的身上 哎 你有女朋友吗 爱丽丝有些好奇地问 凯文嘴角扬了扬 调侃道 怎么 想做我女朋友啊 爱丽丝当即 朝凯文翻了个白眼 跟你说正经的 凯文耸了耸肩 嘴角露出一丝苦笑 之前倒是有一个女朋友 可惜啊 可惜什么 凯文耸了耸肩膀 没什么 就是跟别的男人跑了 爱丽丝震了一下 随即拍了拍凯文的胳膊 安慰道 别太伤心了 这只能说明 他并不是那个对的人 凯文不屑地 撇了撇嘴角 我才没有伤心呢 对了 你呢 有男朋友吗 爱丽丝细谑地 看向凯文 说道 我要我说 喜欢女人你信吗 凯文的眉心凝了凝 随即点了点头 嗯 我信 爱丽丝突然扑斥一笑 骗你的 我其实刚跟男朋友分手 凯文抬了抬眉梦 看来咱俩还真的有点同病相怜呢 再往下聊 搞不好就会变成 要不咱俩在一起抱团取暖吧 爱丽丝可不希望 话题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于是话锋一转道 你先咪会儿吧 我来手上 凯文探究般地看了爱丽丝一眼 随即轻轻地点了点头 叮嘱了一句有事喊我 便靠在椅背上 缓缓闭上了眼睛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 凯文突然感觉 后背上多了两坨柔软 紧接着便感觉有一双微凉的双手 顺着自己的领口滑了下来 凯文立即瞪大眼睛 刚要扭头看向身后 却猛然意识到 自己正在坐着夜间陪护 是万万不能回头的 他快速朝右侧看了一眼 原本那个坐着爱丽丝的凳子上 现在是空着的 那么 此刻正在对自己撩骚的人 也就只可能是爱丽丝了 凯文不禁有些好笑 这个爱丽丝 刚才还一副保持距离的感觉 这么快居然就按捺不住 主动对自己发起撩骚了 只是 现在他们还在坐着夜间陪护 危险的诡异 可能一直就潜伏在他们的身后 而且男主人是病了 不是死了 就这么当着他的面放飞的话 总归是不太好 想到这里 凯文便轻轻拍了拍那双 越来越放肆的手 说到快别闹了爱丽丝 你要是想要 我明天给你就是了 这会儿还是小心警惕 凯文顿时如遭电击般 浑身猛的一颤 这不是自己的前女 有珍妮的声音吗 可是 她不是在外面吗 怎么会进入到这个怪谈世界 莫非 这是诡异伪装出来的声音 凯文不禁有些想笑 就这点伎俩 也想骗我回头 你们诡异都当天选者是傻子吗 珍妮 你果然还是这么火 居然连现在 是在梦境里都没有发现 什么 梦境 凯文顿了一下 随即又认真打亮了眼前方 发现眼前的情景 果然变得有些不太真实 凯文的眸色沉了沉 当即将珍妮的手 从自己的灵口里扯了出来 谁让你来我梦里的 快点滚出去 珍妮忽然笑了 你以为我想来吗 是你把我一直 锁在你的潜意识深处 一直都不让我离开的呀 凯文不由的心中意紧 一种被识破的心虚和懊恼 涌上心头 但嘴上却并不服软 请你不要自作多情好吗 你这样的臭婊子 我想起你一秒钟都觉得恶心 快点从我的梦境里滚出去 否则的话 老子把你先肩后杀了 珍妮尖锐刺耳的笑声 立刻从身后传来 来啊 我倒要看看 你是怎么把我先肩后杀的 凯文的拳头猛地钻紧 两颊的咬合机迅速突起 别以为我不敢 那你就快点 这可是你自己的梦 你本就可以为所欲为 别这么为首威为吗 快点来嘛 凯文嘴角的肌肉抽出了几下 行 既然你这么想找抽 那老子就抽死你 说着凯文直接连同身体 一起将脑袋转了过去 残存的一丝理智在提醒着他 即便是在梦里 也要小心一点 别直接回过头去 又是一阵嘲讽的笑声响起 凯文 你这样是看不到我的 只有你回过头来 才能看到我的哦 快点啊 老娘都已经等得有些不耐烦了 你要是个有卵的 就赶紧回过头来接我呀 知道我当初为什么要捋你吗 就因为你那方面太迅了 短小无力不说 每次坚持不了三分钟就没了 老娘的性质刚被提起来 你这么就明金收兵了 斯蒂夫就不一样了 他比你强太多了 你吧 最多也就是个青春版 他呢 简直可以称得上是 Pro加Plus版 用起来简直不要太爽 凯文的怒火 瞬间蹭了一下 从脚底升腾到了天灵盖 整个人变得像岩浆一样滚烫 仿佛能将他接触到的一切点燃 你个臭壁池 快给老子闭嘴 凯文发出一声歇斯底里的咆哮 然后猛地扭过脑袋 忍无可忍 无须再忍 既然这是在我自己的梦里 那我就让你尝尝 什么叫做生不如死 然而 甚至有蛆虫在那已经没有眼珠的眼眶里蠕动着 凯文大呼一声 Shit 立即转身企图逃离 然而 一双高度腐烂的手 却已经紧紧抓住了他的肩膀 随即 两股黑气从那张烂脸的眼洞中 急速喷涌而出 然后迅速分成七缕 分别钻入了凯文的蹊跷之中 凯文的身体剧烈颤抖起来 十几秒钟后 他的双眼仿佛被滴入了浓稠的墨汁 完全变成了黑色 俯师露出一个胜利的笑容 随即把两只烂手从凯文的肩膀上挪开 凯文面无表情地转过身 步伐僵硬而又缓慢朝着房门走了过去 正在迷迷糊糊 半睡半醒之间的爱丽丝 突然被凯文的动作惊醒 他瞬间睁开眼睛 惊恶地发现凯文已经站在了房门口 伸手抓住了门把手 凯文 你要干什么 爱丽丝发出一声惊叫 随即迅速朝凯文飞奔过去 就在爱丽丝的右手 距离凯文的胳膊 仅有十厘米的距离时 凯文已经将门把手拧到底 然后吱压一声把门拽了开来 爱丽丝的心几乎要跳出嗓子眼了 他的手也像铁钳一样 紧紧抓住凯文的胳膊 凯文 你要去哪 爱丽丝大声问道 声音中充满了惊恐和疑惑 凯文没有吭声 脸上的表情依然呆滞 如同泥台目素 突然 凯文猛地将胳膊往后一甩 力气非常之大 爱丽丝猝不及防 直接被甩地向后退了数步 然后砰的一声撞在了椅子上 凯文 你到底怎么了 你倒是说话 爱丽丝一边大喊 一边迅速从地上爬起来 还要再去拉凯文 然而 当他抬头时 却骇然发现门外的走廊上 正站着一个人 一个身材高挑 身穿黑色长裙的女人 女人的身影在黑暗中若隐若现 仿佛是从幽冥地府中 走出来的幽灵 一股莫名的恐惧感 从爱丽丝的心底涌起 她的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难道门外的这个女人就是 那个被邪恶力量控制的庄园女主人 女子用那双黑洞洞的眼睛 凝视着爱丽丝 嘴角勾起一抹 令人毛骨悚然的微笑 要不是每天晚上只能带走一个人 我也会把你一起带下去的 说完这句话 女子便伸出手 紧紧抓住凯文的手腕 牵着她向走廊的前方走去 你看放开她 爱丽丝感觉自己的血液在沸腾 一股莫名的勇气迅速涌上心头 她不知道这勇气从何而来 但在这一刻 她毫不犹豫地大声吼了出来 声音响亮而坚定 与此同时 爱丽丝一把将身边的凳子提起 朝门外冲了出去 爱丽丝才刚跑出两步 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了凯文的声音 爱丽丝 你在干嘛呢 爱丽丝惊愕地瞪大了眼睛 瞳孔快速地颤动了几下 随即一脸欣喜地扭过脑袋 下一秒 一张高度腐烂的脸的特写 映入了她的眼帘 爱丽丝的五官瞬间扭曲 成了一幅世界名画 还没来得及开口尖叫 黑气便从烂脸的眼洞中喷涌而出 迅速钻进了爱丽丝的蹊跷 爱丽丝的身体猛地颤抖了几下 眼底逐渐蔓延开浓稠的黑色 然后便呆呆地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凌晨三四点钟的时候 正睡得迷迷糊糊的唐浩 忽然听到一声清脆的呼唤 大哥哥 快醒醒 这声音声音虽然不大 却犹如一道惊雷 瞬间让唐浩从睡眠中清醒过来 唐浩猛地从床上坐起 迅速打开了床头柜上的台灯 一尊蜡像赫然出现在视野前方 正是她白天烧掉的那尊小女孩蜡像 大哥哥 谢谢你让我的灵魂得到了解脱 蜡像小女孩竟然开口说话了 你快点穿好衣服 我要跟你说一个秘密 唐浩看了一眼身旁正在熟睡的苏绕 然后翻身下床 迅速穿起了衣服 一边问道 你要告诉我什么秘密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见唐浩穿好了衣服 小女孩立即转身朝房门走去 令人惊奇的是 尽管她的外表裹着一层白蜡 但她走路时 这层白蜡却没有丝毫地破碎和掉落 就在唐浩发愣的瞬间 小女孩已经将房门拉开 大哥哥 快跟我走吧 小女孩回头看了唐浩一眼 示意她跟上 唐浩看了一眼外面漆黑的走廊 犹豫道 小妹妹 现在是晚上 按照规则 我是不可以离开房间的 万一 小女孩扭过头来 看向唐浩说道 放心吧 你是在梦里 不会有事的 在梦里 唐浩正了一下 随即打开那窥视野 查看起了龙国的怪谈直播 画面里 自己正躺在床上 索扰紧贴着自己 一只手还搭在了自己的胸肌上 直播画面总不能做假 看来 自己真的是在梦中 唐浩说了句 知道了 然后迈不出了房门 并随手将门轻轻眼上 小女孩露出一个赞赏的表情 然后抓住唐浩的手 拉着她往楼梯口的方向走去 顺着楼梯来到一楼 小女孩又静止带着唐浩来到客厅 然后将盖在钢琴上的绒布掀了开来 唐浩不禁露出疑惑之色 你这是 大哥哥 这钢琴里藏了一把钥匙 可以打开三楼五号房间的房门哦 唐浩的眉心拧了拧 五号房间里有什么 小女孩回答道 那是很久以前 我爷爷的爷爷住过的房间 里面有你们结束这一切的方法 唐浩接着问道 那现在庄园的女主人 猜得不错的话 应该也是你的妈妈吧 是住在对面的六号房间里了 小女孩立即露出了愤怒之色 她不是我妈妈 她是个坏女人 唐浩正了一下 连忙揉了揉小女孩的胳膊 说道 她是被诡异控制了 才会变成那样的 你先别激动 做个深呼吸 小女孩听话的深深吸了一口气 又缓缓将这口气吐了出来 唐浩继续问道 好了 你现在告诉我 庄园女主人是不是住在六号房间 万一弄错了 我们可是会遭殃的 小女孩点点头 她是住在六号房间 五号房间里的东西 她不敢接近 唐浩面露喜色 非常好 那你现在告诉我 这把钥匙藏在了钢琴的什么地方 小女孩 只要将曼陀罗这首钢琴曲 倒着弹一遍 就可以触动钢琴上的机关 把钥匙送出来 啊 倒着弹钢琴曲 唐浩惊呼道 你还不如让我直接把钢琴给砸了呢 小女孩提醒道 直接砸钢琴的话 钥匙是会被销毁的哦 唐浩用力咬了下后槽牙 这钥匙队伍里 没个会弹钢琴的 还不得全军覆没了 那这个钢琴曲的曲子在哪里 小女孩指了指琴盖上的一个琴谱家 就在那里 唐浩连忙凑近一看 琴谱正处于打开的状态 取名赫然就是曼陀罗这三个字 看着琴谱上 如蝌蚪般密密麻麻的音符 唐浩不由得一阵头打 小女孩 好了 大哥哥 该说的我都已经跟你说了 接下来就要看你们自己的了 我差不多也该离开了 你 要去哪 唐浩问道 去我该去的地方 说着 小女孩冲唐浩挥了挥手 然后直接穿过墙壁 从客厅里走了出去 很快 房屋开始剧烈地摇晃 紧接着屋顶开始崩塌 唐浩心中大害 连忙朝着大门的方向冲去 就在距离门口仅有一米之摇石 突然 一块巨大的天花板轰然掉落 以极快的速度砸向他的脑袋 唐浩猛的一个机灵 从床上坐了起来 额头上已经渗出了一层细密的汗水 砰砰砰 一阵沉重的敲门声传来 唐浩 快赶紧起来 出事了 是扎土朗的声音 唐浩提着嗓子硬了一声 便立即掀开被子 迅速穿好衣服 被吵醒的苏柔 不满地嘟起了小嘴 怎么又敲门 我和浩哥 还没做晨起运动呢 直播间 这个晨起运动他正经吗 晨起运动是个好习惯 我也想尝试一下 不过问题是 我是条单身狗怎么办 我虽然有老婆 可是我老婆不愿跟我一起 做晨起运动怎么办 那你们还是这儿扒金 做两套广播体操吧 唐浩走到苏绕身边 轻轻地在他的嘴唇上亲了一下 说到肯定是昨晚看护男主人的 那两个人出事了 我过去看看 你也快起来吧 说完 唐浩便转身快步走到门边 将房门拉了开来 一直在门外等候的扎土朗 见唐浩出来 连忙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将他直接拖到了六号房间 刚一走进房间 唐浩便看见爱丽丝 正目光呆滞地坐在椅子上 唐浩注意到 爱丽丝的眼球 已经完全变成了黑色 看起来就像是两个黑色的大窟窿 令人毛骨悚然 索菲亚 露西和宫下静一郎 三人正面色凝重地看向爱丽丝 房间里却不见凯文的身影 单人床上的男主人 已经变回了蜗牛的状态 看起来比之前更加虚弱了 唐浩的眉心 瞬间拧成了个穿子 爱丽丝怎么了 凯文在哪里 宫下静一郎开口说道 我刚才一打开房门 就看见六号房门是开着的 爱丽丝像个木头人一样 呆坐在椅子上 而凯文则不见踪命 不用说 凯文肯定是昨晚回头 被带进地下室了 唐浩略意沉吟 便打开那窥视野 查看起了凯文所在的 灯塔国的怪谈直播 直播已经处于黑屏状态 很显然 凯文已经惨遭淘汰 唐浩又快速查看了一下 爱丽丝所在的凡尔赛国的直播回放 很快弄明白了 爱丽丝之所以变成这样 是被诡异注入了黑色气息 你在想什么 见唐浩拧眉不语 攻下静一郎忍不住开口问道 唐浩连忙收回那窥视野 揉了揉下巴说道 凯文和爱丽丝两人 昨晚应该都回头了 只是按照规则 他每晚只能带走一人 所以爱丽丝就被留在了屋里 但他现在的心智处于迷失状态 到了晚上 只要被他一召唤 肯定就会乖乖被带走的 索菲亚表情焦急地问道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让爱丽丝清醒过来 卢西想了想 说道 要不咱们还用昨天的方法 给他洗曼陀罗花玉试试 唐浩点点头 可以一事 不过 我还有个新的线索 要跟大家分享 攻下静一郎见眉一台 哦 什么线索 唐浩便将之前做的梦 快速讲了一遍 讲完之后 他的目光又快速 在众人的脸上扫了一遍 你们有会弹钢琴的吗 索菲亚抬了抬右手 我会弹 不过我都是顺着弹的 还从来没有尝试过 倒着弹曲子 攻下静一郎 没事 无非就是将多赖咪 换成咪赖多而已 对于熟悉钢琴的人来说 应该并不是什么难事 唐浩 那咱们这就下去看看吧 扎叔 你就在这里照顾男主人 顺便将爱丽丝绑起来 以防万一 扎土朗点点头 知道了 唐浩 攻下静一郎 露西 索菲亚四人 刚出六号房间 就看见索菲亚正 快速迎面走过来 浩哥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 索菲亚问道 去一楼客厅 你也一起吧 索菲亚点点头 立即勾住唐浩的胳膊 很快 四人便来到了一楼的客厅 攻下静一郎 快速走到钢琴前 一把将上面的绒布给掀了下来 只见钢琴的乐谱台上 果然放着一本打开的曲谱 众人立即凑上前一看 曲谱的名称赫然就是曼陀罗 跟唐浩刚才所说的异母一样 攻下静一郎的目光 落到了索菲亚的脸上 索菲亚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索菲亚神色郑重地点了点头 然后在琴凳上坐了下来 并将琴谱倒转了过来 索菲有些疑惑地看向唐浩 低声问道 他这是在做什么 唐浩在索菲尔耳畔低声解释道 他要倒弹这首曲子 索菲亚疑惑更甚 为什么要倒着弹 唐浩 只要能倒着弹完这首曲子 我们就可以拿到一把至关重要的钥匙 这很可能是我们通关的关键 索菲点了点头 没再吭声 索菲亚深吸一口气 比较流畅 可弹到中间部分的时候 就开始出现卡顿的现象 索菲亚勉强弹完最后一个音符之后 立即扭头抱歉地看了眼众人 宫下静一郎做了个稍安勿躁的动作 虽然索菲亚弹得并不算流畅 但好歹也是弹完了 现在 就看这个钢琴里的识别器认不认了 众人静静等待了一两分钟的样子 钢琴上并没有出现任何变化 毫无疑问 索菲亚的弹奏失败了 索菲亚抱歉地开口说道 对不起啊 我已经尽力了 弓下静一郎抬了抬手 没事 其实你刚才已经弹得很不错了 只是对曲子不太熟悉而已 你现在再多练几遍 等熟悉了就没问题了 索菲亚点点头 这便坐回琴凳 正准备弹奏 同色却是猛的一颤 随即 索菲亚一脸骇然地扭头看向众人 唐浩连忙问道 怎么了 索菲亚神色凝重地回答道 这曲谱变了 跟刚才的不太一样 用力钻了下拳头 这也太可恶了吧 索菲亚面露难色 一变过 这对我来说太难了 这时 苏绕突然开口说道 要不 让我来试试 唐浩有些疑惑地看向苏绕 眼中透露出一丝惊讶 然而 你还会弹钢琴 苏绕嘴角微微上扬 露出一个自信的微笑 同时眼底掠过一丝调皮的光芒 怎么 我看起来不像吗 唐浩摇了摇头 没有 主要是你的颜值已经够惊人的了 这要是再有才艺加持的话 还让别的女子怎么活啊 苏绕玩耳一笑 我们要学才艺 其实特别简单 只需要植入相关程序就可以了 我的设定 就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那种 所以 琴棋书画 基本样样精通的哦 众人不由地都露出了羡慕之色 如果什么时候 人类也能像怪谈NPC一样 只需要简单植入一个程序 就可以精通一门手艺 那可就太耐思了 攻下静一郎 随即向琴凳的方向 做了一个琴的手势 微笑着对苏绕说道 那么 就让我们赶快来见证 一下你的才艺吧 苏绕并没有流露出 任何紧张的神色 从容在琴凳上坐下 他先是迅速地将琴谱浏览了一遍 然后微微抬起号腕 十根修长的手指 立即在琴键上 轻快地跳跃了起来 如同一群精灵在跳舞 琴声如水般 从钢琴中鼓鼓流出 然而 这琴声弹不上有多悦耳 反而透着 一股说不出的怪异 很快 最后一个音符落下 就这水瓶 绝对称得上 是一位钢琴博士了 索菲亚的话音刚落 钢琴上突然传来咔哒一声 那是激阔开启的声音 紧接着 钢琴上一个带有 天使翅膀的logo弹了出来 苏绕立即起身一看 只见logo的后面 藏有一个小盒子 盒子里放着一把钥匙 和一张纸条 苏绕立即将钥匙和纸条拿了出来 并展开纸条 朝上面瞥了一眼 眉心瞬间就隆起了两座小山丘 字条上写了什么 唐浩一边问 一边将脑袋凑了过来 并将上面的字轻轻念了出来 这是三楼五号房间的钥匙 但是 你们只能在晚上十点到凌晨五点之间 打开房门 否则 门非但不能打开 还会让开门者立即暴毙 众人听完这段话 脸上不由地都露出了一副 想要骂人的表情 梁九 还是攻下静一郎 开口打破了沉默 规则里虽然说了 晚上十点到凌晨五点 我们不能打开房门 但还有另外一条规则 那就是他每晚 只会带走一名天选者 昨晚爱丽丝能活下来 也足以应征这一点 所以 只要有一个人被他带走 我们就可以去三楼开门了 虽然这有点残酷 但总比大家都被困死在这里好 关于这一点 唐浩刚才就已经想到了 只是不想说出来而已 只是 索菲亚用力咬了下嘴唇 这样就得牺牲掉我们中的一个人 可是 谁又会愿意白白去送死呢 攻下静一郎从容说道 你们不用纠结 也不需要在座的各位站出来 主动牺牲 现在爱丽丝已经被污染了 我们只需要什么都不做 到了晚上 他必定会被带走 只要爱丽丝一被带走 我们立即去三楼 打开五号房间的房门 路西的郊区 微微震颤了一下 随即用力攥了下拳头 可是这样做 对爱丽丝也太不公平了吧 攻下静一郎 当即发出一声冷笑 你要是觉得对不起爱丽丝的话 那就由你来代替 她被诡异带走好了 路西怂怂一说 连忙闭上了嘴巴 索菲亚 难道就没有什么 就像前天晚上一样 唐浩和苏柔 不都全身而退了吗 唐浩 你这么厉害 一定有可以解决的办法 对不对 说完这句话 索菲亚便立即 用一副期盼的眼神 看向唐浩 唐浩从鼻孔里 常常呼出一口浊气 面色凝重地摇了摇头 前天晚上 我只是不用回头就可以了 可是今天晚上 我们需要穿过走廊 前往三楼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一定会不可避免地碰到他 只要我们离开房间 他就不会受到规则的约束 而直接将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带走 宫下静一郎补充道 说不定 还会将剩下的所有人 都变成爱丽丝那样 一时迷失的模样 到时候 我们所有人 就只能一个一个等死了 唐浩素色道 我看庄园男主人的情况 应该也撑不了两天了 他要是死了 我们这个副本也就失败了 到时候 大家都得死在这里 宫下静一郎 所以我们今晚 必须得打开三楼的五号房间 这样的话 也就只有牺牲爱丽丝了 没办法 谁让他昨晚回了头呢 既然他犯了错误 那就得为自己犯的错误买单 而且 他现在的意识 已经处于迷失状态 如同行尸走肉一般 就算被诡异带走了 也不会有任何痛苦 更何况 曼陀罗花狱 也未必能救得了他 既然他已经注定要死 那我们也没必要纠结了 就静静等着他被带走 然后一起去三楼开门就行了 露西和索菲亚 全都紧敏双唇 陷入了沉默之中 显然 他们已经接受了 这个残酷的安排 见大家都默认了自己的决策 攻下静一郎 便环视一圈众人后说道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 那就是 今晚由谁来负责看护男主人 苏扰文言 立刻开口道 我和浩哥已经看护过了 这次可别再让我们去了 攻下静一郎微微一笑 放心 不会再让你们去了 而且 开启三楼五号房间 这么关键的环节 没有唐号 我也不放心 说着 攻下静一郎 便将目光投向了索菲亚和露西 晚上我肯定也是要去三楼的 所以一会儿就在你们 爱丽丝在前面做挡箭牌 无论抽到谁 你们今晚肯定都是安全的 索菲亚和露西对视一眼 心中虽然都有些忐忑 但还是坚定地点了点头 唐号从素饶手中接过钥匙 在空中做了个抛接的动作 那这把钥匙 就先交给我来保管吧 众人都没有什么意见 攻下静一郎轻拍了下手掌 行了 折腾了一早上 肚子也饿了 有人想吃寿司吗 我不介意小罗一手 索菲亚和露西 立即满心期待地举起了右手 我想吃 攻下静一郎 那你们俩就给我打个下手吧 唐号 那我们 攻下静一郎笑着摆了摆手 你们俩就抓紧时间 做点爱做的事情 一会儿寿司好了 我们会喊你们呢 索菲亚顿时眸色一亮 跟攻下静一郎道了声谢 便一把扯住唐号的手腕 拉着他上了楼 很快 三人的头顶便再次传来了 有节奏的嘎吱的声音 直播间 这小日子还挺懂事的嘛 懂事个屁 他这明显是鳄鱼奉承的行为 看在唐号有用 才会故意讨好 有没有可能 他是想故意消耗掉唐号的精力 好在后面的环节里 让唐号出现失误 问题是 浩哥这精力槽 明显是得到加强的 感觉 每天弄的三四次 完全进入不了疲惫状态 不过 爱丽丝真的是可惜了 可惜啥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出口 他既然昨晚回了头 就该付出应有的代价 难不成让别人来替他死 一个多小时候 听到敲门喊吃饭的声音 苏扰和唐号 这才意犹未尽地结束了运动 两人快速穿好衣服 下楼 见餐桌上 已经摆了满满几大盘的寿司 苏扰漂亮的桃花毛子 瞬间瞪得溜圆 哇 厉害啊 居然真的把寿司做出来了 还做得这么好 看起来色香味俱全 让人忍不住食指大动 攻下静一郎微笑着说 多谢夸奖 主要是我昨天发现 厨房里有海苔 米 蔬菜都是现成的 肉的话 虽然没有鰻鱼 但鸡肉和虾肉 也能凑合着用了 遗憾的是 没有芥末 不然就完美了 苏扰竖了个大拇指 已经很耐思了 说着 便捏起一块寿司 就直接丢进了嘴里 快速咀嚼起来 嗯 好吃 看到苏扰满足的表情 众人也都忍不住 纷纷开动了起来 吃完寿司后 扎土朗 索菲亚和路西三人 来到客厅抽签 以选出今晚看护男主人的人选 扎土朗不幸中签 脸色瞬间变得一片苍白 弓下静一郎 笑着拍了拍扎土朗的胳膊 别紧张 今晚有爱丽丝顶着 你不会有事的 扎土朗眨了下眼睛 有些懵懂地问道 什么 弓下静一郎 便将之前发生的 大家商量出来的计划 简单地跟扎土朗说了一遍 扎土朗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忽然一把抓住 弓下静一郎的胳膊说道 那要是你们发现 三楼五号房里 有立刻离开这里的方法 可一定别落下我了 弓下静一郎淡淡一笑 放心吧 只要你不被污染 我们肯定会戴上你的 扎土朗吞了口唾沫 可万一 我被污染了 弓下静一郎 你只要打死了不回头 就没有万一 扎土朗顿时谋色一速 明白了 时间很快便来到了晚上九点半 和之前一样 大家各自吃下了一朵曼陀罗花后 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扎土朗则留下来照顾男主人 当然 房间里还有一个被绑在椅子上的爱丽丝 扎土朗先是将房门关上 然后闭上眼睛 双手在胸前画着十字 默默地祈祷了一会儿 随后 他松开了绑在爱丽丝身上的绳子 焦灼不安地等待着晚上十点的到来 其他几人则静静地坐在床上 侧耳倾听着走廊上的动静 很快 楼下中敲石下的声音便响了起来 每一声虽然听起来都不算响亮 却如同重锤一般砸在众人的心上 扎土朗的手心已经浸出了冷汗 他不停地看向坐在椅子上的爱丽丝 然而 爱丽丝却如同雕塑一般一动不动 甚至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走廊上也是一片寂静 这寂静却像一只无形的手 紧紧地扼住了查图朗的喉咙 让他感到窒息 如此 煎熬了半个多小时的样子 爱丽丝突然蹭地一下 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这突如其来的举动 吓得查图朗差点心脏破裂 他立即从退后几步 并举起凳子挡在了身前 爱丽丝缓慢地扭动着脑袋 用那空洞无神的眼睛 看向扎图朗 这一瞥让扎图朗浑身汗毛 瞬间炸裂 他惊恐地扔掉了手中的凳子 双膝一软 扑通一声跪倒在爱丽丝面前 爱丽丝 爱女神 爱天使 我求求你不要带走我 我上有老下有小 他们不能没有我啊 也不知道是不是查图朗的 祈求起了作用 爱丽丝忽然缓缓扭过脑袋 转身朝房门走了过去 扎图朗不敢去看 闭上眼睛 快速念起了祈祷文 很快 在寂静的黑夜中 传来吱压一声 紧接着便是爱丽丝 那有些机械的脚步声 回荡在走廊地板上 中间似乎还夹杂着 另外一个脚步声 显然 就是那个脚步声的主人 带走了爱丽丝 两道脚步声渐行渐远 直至完全听不见 走廊上又重新归于一片沉寂 扎图朗战战兢兢地睁开眼睛 眼前那扇敞开着的房门 如同一只张着血盆大口的巨兽 等待着将它吞噬 扎图朗只觉一阵头皮发麻 但还是强迫自己走到门边 压低声音朝着门外喊道 爱丽丝被带走了 你们可以出来了 听到对面房间里 传来攻下静一郎的一声收到后 扎图朗这才将房门关上 然后忐忑不安地 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很快 外面传来开门声和脚步声 扎图朗立刻侧耳倾听起 外面的动静 就在这时 男主人突然发出一阵剧烈的咳嗽 紧接着传来类似哮喘发作的声音 扎图朗连忙过去 帮男主人捶起了后背 一边焦急地问道 你没事吧 别吓我呀 我 我喘不过气来了 男主人虚弱地挤出这几个字后 哮喘声变得越发严重 扎图朗急得抓耳挠腮 只得拉开房门朝外面喊道 不好了 男主人喘不过气来了 你们谁怪看一下吧 此时 唐浩 苏绕 索菲亚 露西和宫下静一郎五人 正准备踏上通往三楼的楼梯 听到查图朗的呼喊 他们当即止住了步伐 借助手电筒的光芒迅速交换了一下眼神 很快 露西便低声说道 我去吧 我之前接受过一些急救训练 你们继续上楼 宫下静一郎速色一点头 行 那男主人就交给你了 此时六号房间正敞开着 灯光照亮了一小片走廊 宛如黑夜里的灯塔 指引着露西的方向 露西刚一跑到了六号房间的门口 便被查图朗一把拉进房间 露西的目光落在男主人的身上 只见他面色胀红 呼吸急促 喉咙里还发出骇人的笑名音 情况看上去十分危急 似乎随时都可能被过气去 露西见状 心中当即了然 一定是有什么东西堵住了男主人的气管 他当即立断 决定采用海姆利克急救法 对男主人进行施救 他让扎图朗帮忙将男主人抱起 然后自己站在男主人的身后 双手从他的腰部环抱过去 接着 露西一只手握成拳头 另一只手则包住这只拳头 快速而有节奏地向上冲击男主人的腹部 一下 两下 三下 露西不断地重复着这个动作 同时密切关注着男主人的反应 终于 在进行了几次冲击之后 一个肉丸从男主人的嘴里吐了出来 随着肉丸的吐出 男主人的呼吸瞬间变得顺畅而自然 原本急促的喘息声渐渐缓和下来 张红的脸颊逐渐退去了血色 拽而呈现出一种如是重负的轻松 两人合力将男主人重新掺回床上躺下后 露西用责备的语气问道 查说 你没有把肉打成糊吗 怎么会有肉丸卡在男主人的喉咙里 扎土朗抓了下脸颊 困惑地回答 我也不清楚 我都是正常打的呀 胃的时候 没感觉有什么异样 露西从鼻孔呼出一口浊气 算了 要是男主人再遇到刚才那种情况 你就用我刚才的方法来给他施救 我得上楼去了 说着 露西就要朝门口走去 我疑惑地侧身看了扎土朗一眼怎么了 扎叔 扎土朗立即解释道 这回他们都已经到楼上了 这么长一段距离 黑咕隆咚的 你打算自己一个人闯过去吗 万一黑暗里有什么东西跳出来怎么办 你能应付的了吗 露西用力抿了下嘴唇 显然 查土朗的担忧还是有些道理的 见露西不吭声 扎土朗继续说道 你还是陪着我一起在这里看护男主人吧 虽然枯燥了点 但好歹还是比较安全的 露西想了想 随即轻轻点了点头 那好吧 刚要在椅子上坐下 露西突然听见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露西 你在这里干嘛呢 快赶紧上楼啊 我们都在等着你呢 是索菲亚的声音 露西下意识地就要扭头 却突然听到查土朗的一声轻呼 露西 你干嘛呢 露西顿时就是一个机灵 浑身随之泛起一股凉意 刚才 我好像听到索菲亚在叫我 扎土朗露出一副惊恐的表情 妈呀 一定是诡异又出来搞事情了 不是爱丽丝被带走了吗 怎么还来作祟 露西则是皱着眉头思索了一会儿 说道 也许是 地下的那个邪灵 不仅控制了庄园的女主人 也控制了附近的一些孤魂野鬼 庄园女主人 专门负责带人去地下室 而这些孤魂野鬼 则负责给我们种下污染 我们被污染了 虽然不能立即带走 但先控制起来 留着备用也是好的 就像昨晚的爱丽丝一样 扎土朗用力吞了口唾沫 之前攻下静一郎可是说了 一旦我们被控制了 他就会要抛下我们的 露西拍了拍扎土朗的胳膊 查书你别着急 咱们想办法不回头 不就可以了 扎土朗叹了口气 可是 这也太难了吧 一会儿困意上来了 迷迷糊糊的 很容易就回头了 说到这里 扎土朗的同色突然闪了闪 这样吧 露西 你这就把我打晕吧 我晕了 不就没法回头了吗 露西立即摇了摇脑袋 在打晕人这方面 我可以说是毫无经验 我总不能用脑袋撞墙壁吧 就算我把自己撞晕了 可万一男主人晚上 又发生窒息的情况呢 男主人一死 我们可就全都玩完了 扎土朗缓缓点了下脑袋 露西的话还是很有道理的 打晕自己这条路 很显然是行不通的 可 到底有什么方法 既可以保持清醒 又可以避免自己回头呢 扎土朗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中 突然 一道灵感宛如闪电般 划过他漆黑的脑海 扎土朗猛地一拍大腿 兴奋地喊道 有了 我想到一个绝对不会回头的方法 露西忙问 什么方法 扎土朗快速说到咱俩背靠背 脑袋靠脑袋 然后用一根布条 将我们的脑袋紧紧绑在一起 这样的话 就算我们想要扭头 也会被对方的脑袋挡住而失败 你觉得这个方法怎么样 露西认真想了想 虽然这个方法的画风有点奇葩 但倒也不是为一个 简单粗暴的解决方案 便用力点了下脑袋 行 那就这么办 此时 楼上 唐浩 索扰 宫下静一郎和索菲亚四人 已经来到了五号房间的门外 唐浩立即掏出钥匙 插入锁孔 往左拧动 然而 钥匙只稍微转了一点角度 便被卡住了 宫下静一郎立即拧起眉心问道 什么情况 唐浩 钥匙拧不动 应该是很久没开 里面被卡住了 得需要弄点油 倒进锁孔里润滑一下才行 唐浩一边说着 一边将钥匙拔了下来 宫下静一郎是 立即抛出一个提议 那我跟索菲亚在这里守着 你跟索扰去厨房拿油 唐浩快速思索了一下 去厨房实在太危险了 要是遇见庄园女主人 从地下室里出来 那可就完蛋了 还是直接从空间戒指里 拿比较靠谱 之前她就在空间里 备了润滑剂的 便开口说道 我之前看三号房间里 好像有一瓶润滑剂 我这就去看看 说着 唐浩便将钥匙塞到 宫下静一郎手里 然后拿着手电 直接进了隔壁的三号房间 索扰连忙跟上 一走进三号房间 唐浩立即从空间里 将润滑剂拿了出来 放在了房间角落里 然后将手电筒的光芒照过去 随即发出一声兴奋的轻呼 太好了 我果然没记错 他还在这里 索扰一脸惊讶地瞪大眼睛 嗯 浩哥 你这记性也太好了吧 快速从三号房间出来 唐浩立即用手电筒 照了照手里的润滑剂 找到了 攻下静一郎的眸中 闪过一抹赞赏之色 真有你的 就在这时 楼梯的木板上 突然传来嘎吱嘎吱的声响 仿佛有人正踩着楼梯 在网上走一样 四人惊恐地对望了一眼 唐浩低声说了句 会不会是庄园女主人上来了 索扰 不过 也有可能是露西吧 攻下静一郎 拍了拍索菲亚的胳膊 索菲亚 快用你个什么只眼看一下 索菲亚回了句已经在看了 下一秒 索菲亚突然浑身猛地一抖 随即用颤抖的声音轻呼道 不好 是庄园女主人 要是孔里喷涌出 撒了一地 唐浩刚让到一边 索菲亚便再次发出了一声惊恐的轻呼 啊 她上楼了 唐浩连忙扭头朝楼梯的方向看去 透过楼梯口处窗户洒进来的月光 可以清晰看见一个黑色的身影 正静静矗立在那里 从身形来看 的确是一名女性 在月光的投影下 她的整张脸几乎全部埋在了阴影里 但唐浩能感觉到 阴影里的那双眼睛正在冷冷注视着他们 攻下静一郎已经将钥匙插入钥匙孔里 开始往左拧动 尽管喷了润滑剂 但索性还是有些卡顿 攻下静一郎只能不断快速地摇晃着钥匙 终于一点点地扩大了钥匙转动的幅度 就在这时 那道黑影突然发出了一声怪异的嘶吼 眉间爆发出一缕红色的光芒 紧接着 女主人突然张开双手 如同一只猛兽一样 以一种极为怪异的姿势朝众人扑了过来 她冲过来了 索菲亚声音颤抖地发出一声惊呼 唐浩已经暗磋磋从空间戒指里拿出了一把手枪 一旦女主人逼近 她也只能向她开枪了 虽然她并不确定热武器对这个庄园女主人能不能造成伤害 就在庄园女主人已经跑过一号房门的时候 随着咔哒一声脆响 五号房间的房门总算是开了 快进来 攻下静一郎发出一声轻呼 随即一把将索菲亚拽进了屋内 唐浩连忙收起手枪 拽着索扰的手腕快速进了房间 然后砰的一声将房门关上 房门关上的一瞬间 女主人刚好冲到了门边 门板直接撞在了女主人的鼻子上 女主人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哀嚎 但奇怪的是 她并没有锤门 也没有释放出什么诡异的法术 而是转身进了六号房间 唐浩和攻下静一郎将耳朵紧贴在门板上 听到对面的房门砰的一声关上之后 他们才终于轻轻地吁出了一口气 唐浩随即用手电筒 快速地在屋内扫射了一圈 屋内布满了厚厚的灰尘 看上去像是一间卧室 家具虽然看不清细节 但从样式上还是很容易看出来 是上个世纪的产物 看来 这里真的有可能是小女孩的爷爷的爷爷 曾经住过的房间 索菲亚皱起了眉头 这里全是灰尘 我们要怎么找线索啊 唐浩 小女孩在梦里跟你说过 具体要怎么找了吗 唐浩一边用打火机点燃室内的烛台 一边摇头道 没有 我们先分头找找看吧 说着 唐浩的目光便落到了西侧墙壁上的一幅 盖着布满的油画上 唐浩立即搬过一把椅子 将布满灰尘的布满从油画上接了下来 一幅色泽明念的油画 立即呈现在了他的眼前 画中画的是一位魔法师 魔法师的右手上拿着一个法杖 左手拿着一本棕色牛皮封面的笔记本 法杖上面镶嵌着一块紫色的宝石 宝石上镌刻着奇怪的符文 唐浩的眉色动了动 因为他发现 这符文跟密室里那块封印石上的符文一模一样 索菲亚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之前 他曾用赫拉之眼 窥视过地下密室里的情况 这宝石上的符文 怎么跟封印石上的一模一样 索菲亚立即说出了心中的困惑 正在翻找抽屉的弓下 静一郎立即走过来打亮了眼油画后 说道 有没有可能 当年封印住邪灵的就是这个魔法师 唐浩点了点头 可能性非常大 索菲亚猜测道 难道这个魔法师 就是小女孩爷爷的爷爷吗 唐浩摇了摇头 应该不是吧 要不然 楼梯上的家族画像里 为什么没有这位魔法师的画像了 就在这时 众人的头顶突然传来一阵扑苏苏的声响 接着便是一阵灰尘洒落 四人连忙闪开 灰尘洋洋洒洒地落了十几秒钟 终于停了下来 弓下静一郎一脸狐疑地说道 奇怪 屋顶也没传来什么震动 怎么会掉下这么多灰尘 唐浩将手电筒的光芒朝地上一照 写着 解救之路 从镜子中寻找 看完这句话 众人不由地面面相去地对望了一眼 弓下静一郎的眉心 慢慢拧成了一个穿字 沉思片刻后说道 既然这句话里提到了镜子 那我们就先找找看 这个房间里有没有什么镜子吧 众人点头表示赞同 立即分头寻找了起来 很快 苏绕便发出了一声惊喜的轻呼 我找到了 他一边说 一边将一面镜子 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拿了起来 众人立马围了过来 这是一面看起来非常古老的镜子 镜框上的花纹繁复而精美 但色泽已经斑驳 唐昊迅速擦去了镜面上的灰尘 却发现镜面已经有些模糊不清 映照出的自己的影像 也有些朦胧和扭曲 索菲亚一脸疑惑地问道 那句话里说的是这把镜子吗 攻下静一郎摇摇头 不知道 先试试吧 索菲亚 可是 要怎么试呢 攻下静一郎沉思片刻后 眼睛里闪过一丝亮光 用镜子将这个房间的每个角落都照一下 一般而言 凡是跟镜子相关的道具 都是可以照出肉眼看不到的东西的 索菲亚点点头 立即开始将镜子 慢慢地对着房间各处照了起来 当镜子照到床边的角落时 索菲亚突然发出一声兴奋的轻呼 快看 镜子里多了个黑点 我记得那里刚才没有的 唐昊连忙凑过去一看 发现那个黑点 其实是一只蜘蛛 便耸了耸肩膀说道 只是一只蜘蛛而已 索菲亚的嘴唇轻轻咳了咳 在接下来的五六分钟里 索菲亚仔细用镜子 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都照了一遍 然而 令人失望的是 镜子里并没有出现任何超现实的景象 唐昊不由地掐起了下巴 有没有可能 那句话里提到的镜子 并不是这面镜子 索菲亚猝没到 可是 刚才我们已经把能找的地方都找了个遍 也没有发现有第二把镜子 唐昊的目光再次落到了墙上挂着的那幅油画上 这屋里唯一被盖上布满的东西 就是这幅油画 这就说明了 这幅画肯定非常重要 见唐昊盯着油画一言不发 宫下静义郎便开口问道 你在这幅画里 看出什么端倪了吗 唐昊的眉心凝了凝 有没有可能 镜子就藏在这幅油画的背面呢 宫下静义郎的铜色闪了一下 立即走到油画边 将油画的画框抬了起来 唐昊则打着手电筒 照向了油画的背面 只是普通的画布和墙壁 并没有任何镜子的影子 怎么样 有镜子吗 索菲亚急切地问道 唐昊摇摇头 思索了一会儿 目光落向了油画正对面的墙壁 在许多酒店甚至家庭中 将镜子装到墙壁上的习惯 依然普遍存在 这样做不仅可以增加光量 还能使空间感增大 有没有可能 那句话中所提到的镜子 就是装在墙壁上的呢 唐昊一边想着 一边快步走向了墙壁 墙壁上自然是已经堆积了 厚厚的一层灰尘 唐昊伸手擦去了一片灰尘 发现灰尘下是一层报纸 唐昊的双眼眯了眯 立即伸手在报纸上仔细摸了摸 他发现 报纸下面的质感 并不像是普通的墙壁 摸起来明显要光滑很多 很像是镜子的触感 唐昊抑制住内心的兴奋 连忙撕开一片报纸 一道手电筒的反光闪过 猛地晃了下唐昊的眼睛 唐昊连忙调整手电筒的光芒 一块镜面赫然跃入了他的眼帘 众人的脸上 立即现出振奋的神色 连忙一起过来 帮忙撕下墙上的报纸 没过多久 一块高置墙顶 宽约一米五的镜子 就出现在了众人眼前 很显然 为了不让这面镜子受到污损 这间屋子的主人 特意用报纸将墙壁糊住 以此来对这面镜子进行保护 唐昊略一思索 便将手电筒的光芒 照向对面的那幅油画 镜子里立刻映照出了 那幅油画的影像 很快 大家便惊奇地发现 原本静止不动的画面 竟然开始在镜子里动了起来 魔法师的长袍 随风轻轻摇曳 天上的流云 也开始缓缓流动 魔法师手中的法杖上的宝石 开始忽明忽暗地闪烁着 甚至魔法师 也每隔一段时间眨一下眼睛 唐昊很快发现 画面里的动态 其实是在重复的 看起来就像是一幅动图 索菲亚努了努小嘴说道 画室动起来了 可是下一步呢 难不成 我们还能钻进画里不成 唐昊的眼眸微微一动 随即抬起右手 朝着镜子伸了过去 当手指接触到镜面的一瞬间 镜面上立即荡漾起一圈涟漪 紧接着 唐昊的手就如同伸进水里一般 丝滑地钻进了镜子里 浩哥 缩扰见状立即担心地 一把抓住唐昊的左胳膊 别贸然进去 万一你进去后 再也出不来了怎么办 确实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唐昊冲缩素色一点头 然后直接将右手 伸向了魔法师手中的法杖 抓住法杖的杖柄之后 唐昊便立即将法杖 往自己怀里轻轻一拽 如果猜得没错的话 要对抗邪灵 靠的就是这根法杖了 唐昊注意到 在自己取出法杖的过程中 魔法师并没有做出 任何阻拦的动作 甚至没有流露出 任何不悦的表情 就这样 法杖顺利地到了唐昊的手中 看来程序的设定就是如此 将法杖拿到现实中之后 唐昊快速扭头 看了一眼深厚的那幅画 画里的魔法师手里的法杖 已经消失无踪 嗯 好漂亮的法杖啊 缩扰惊叹道 只是他要怎么使用吗 宫下静一郎提醒道 会不会记录在魔法师 另一只手的笔记本上 唐昊点点头 随即再次伸手进入画中 将那个笔记本给拿了出来 宫下静一郎立即错过来 迫不及待地说道 上面写的啥 快打开看看 唐昊点点头 这边翻开了笔记本的封皮 这件飞页上写着 魔法师道革日记 这七个大字 直播间 道革 这魔法师不会是只狗吧 你小子 损起人来 还真是一点不太含糊的 说不定 这还真是只狗成精了呢 比起你们玩的这些谐音梗 我更好奇 这本日记里会写些什么 唐昊翻过飞页 满满一页文字 立即映入眼帘 我帝魔法元年2月11日 今天 我开始了我的魔法之旅 我一直对魔法充满了好奇和向往 现在终于有机会深入学习了 我相信 魔法将会成为 我改变世界的力量 我帝魔法元年3月18日 我已经学习了一些基本的魔法咒语 但我发现 施展魔法并不像我想象中那么容易 我需要更加努力地练习 提高我的专注力和控制力 我帝魔法元年4月7日 我发现 魔法并不只是关于控制力量和施展咒语 更重要的是 理解和尊重自然的规律 我要更加努力地学习 以成为一名真正的魔法师 我帝魔法元年12月24日 我最近再练习一种高级魔法 需要高度的专注力和精神力量 虽然进展很缓慢 但我不会放弃 我相信 只要坚持下去 我一定能够掌握它 我帝魔法二年3月19日 我今天和一位资深的魔法师 进行了一场对决 虽然最终我输了 但我从中学到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我要继续提高自己的实力 争取在下一次对决中获胜 我帝魔法二年5月6日 今天 我成功地施展了一个 简单的封印邪灵的法术 虽然过程并不顺利 但我还是成功地 将那个邪灵封在了一个小瓶子里 我知道 要成为一名优秀的魔法师 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帝魔法三年7月7日 经过一年多的练习 我对封印邪灵的技巧 越来越熟练了 今天 我成功地封印了一个非常强大的邪灵 没有丝毫的失误 我感受到了自己的成长 也更加坚定了 我成为一名伟大魔法师的决心 我帝魔法四年9月12日 今天 我得到了一根非常漂亮的法杖 这根法杖 是由一位者明的魔法师制作的 上面镶嵌有一块 闪闪发光的紫色黄金石 它拥有着神秘而强大的力量 能够增强我的魔法能力 帮助我在施法时 更加精准和有力地操控魔法能量 我开始学习 如何运用这根法杖 我相信 它会成为我战斗中的得力助手 我帝魔法四年11月10日 今天 我收到了比克村村长的邀请函 她的村庄中出现了一位女巫 已经用诅咒 害死了数位村民 村里人准备将她烧死 但又担心她的亡灵死而不散 四季报复 因此 所以我断然没有拒绝的理由 我帝魔法四年11月11日 大约上午十点 我抵达了比克村 村长早已恭候多时 他立刻将我带到了村里教堂前的小广场 此时 广场上已经聚集了一大群人 我看到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 被绑在柱子上 身下堆满了木柴 不断有村民向女孩身上 脸上扔鸡蛋和西红柿 现场一片混乱 唐浩读到这里时 索菲亚突然抬起右手 示意她暂停一下 唐浩随即停下 并看了索菲亚一眼 索菲亚立即开口说道 我在想 那个蜡象小女孩的爷爷的爷爷 会不会就是这篇日记里提到的那个村长 宫下静一郎说道 有这种可能性 但现在还不好下定论 还是让唐浩继续往下读吧 唐浩点点头 继续念起了日记本上的文字 我感到非常震惊 我原本以为村长所说的女巫 会是个老太婆 没想到竟是个小萝莉 很难想象 这个小姑娘会诅咒死好几位村民 我立即制止了村民们的行为 然后走到女孩面前 问她叫什么名字 小女孩说她叫红莲 我又问 你是女巫吗 小女孩说她不是 那为什么村长说 你诅咒死了好几位村民 小女孩哭着摇头说她没有 然后又告诉我 她也不知道为什么 在父母死后 她突然有了一种预知死亡的能力 她只是把自己预知的内容说了出来 并没有想要害死任何人 我相信了小女孩的话 因为我从她的眼中看到了真诚和善良 我决定帮助这个女孩 于是我转身去找村长 向她说明 这个女孩可能是被冤枉的 然而 她只是告诉我 让我只管封印女孩的亡灵 其他的事情不用我操心 我试图说服村长 希望她能给我一些时间 来调查事情的真相 但她却显得极为不耐烦 大概是因为被诅咒而死的人 里面有她的妻子吧 仇恨蒙蔽了村长的双眼 使她根本不愿听取任何不同的意见 虽然我感到非常沮丧 但我并没有放弃 我决定使用魔法 将小女孩救出来 就在村长下达对小女孩行星的命令时 我立刻集中精神 开始念起咒语 然而 就在我施展魔法的一瞬间 我突然感觉到了一股强大的阻力 这使得我的魔法难以继续施展 我感到一阵困惑和惊讶 因为我以前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 我试图集中更多的魔力 来冲破这股阻力 但它似乎源源不断 毫不退让 我开始感到有些疲惫 而此时 凶猛的火蛇 也已经彻底将小女孩吞没 小女孩撕心裂肺的叫声 不断冲击着我的耳膜 震战着我的灵魂 我知道 现在做什么都已经无力回天了 一行青泪顺着我的脸颊滑下 在村民们的欢呼声中 我突然看到 人群里有一个跟其他村民 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的身影 那是一名戴着黑色都冒的男子 此时 那名男子仿佛感应到了我的目光 突然也朝我这边看了过来 四目相对 我不由得一惊 他竟然是 我的老师 难道 刚才那股阻止我释放出魔法的力量 就是从他那里发出来的吗 就在我心生疑斗的时候 老师的声音突然在我耳畔响了起来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阻止你救他吗 我看着老师的方向 轻轻地摇了摇头 现在方间已经有了很多反对我们魔法师的声音 我们跟女巫之间 其实只剩下一线之隔 如果这次你救下这个女孩的话 势必会被村民们认定为是女巫的同伙 接下来 这件事情要是宣扬开去 我们魔法师必然会受到更大规模的抵制和排挤 甚至会像女巫一样 被处以火刑 我不能因为你的妇人之人 而让整个魔法师群体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听了老师的话 我如遭雷击 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灵魂一般 呆愣在原地 虽然我在情感上强烈地不认同老师的观点 但理智却告诉我 他的话是对的 为了魔法师族群的未来 我只能默默地忍受着内心的痛苦和煎熬 将自己的个人情感置之度外 更何况 小女孩现在已经没有了哀嚎上 很显然 烈焰已经完全吞噬了她的生命 我就算想做些什么 也已经无力回天了 大火彻底熄灭之后 十字架上只留下了一具小女孩烧成焦炭的尸体 散发着难闻的娇位 令人触目惊心 按照约定 我施展魔法 将她的亡灵封印到了封印石中 然而 我能感觉到女孩的亡灵非常强大 她在封印石中躁动不安 仿佛随时都可能冲破封印 我意识到 封印石恐怕不是长久之计 无法完全控制女孩的亡灵 经过深思熟虑 我找到村长 向她说明了情况 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用更强大的五芒星法阵来封印小女孩的亡灵 村长听后 立即就同意了我的建议 我地魔法四年11月12日 若要搭建五芒星法阵 首先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地方 经过一番仔细勘查 我最终决定将五芒星法阵 安置在村长家的地下室 那里地质结构稳定 能够提供良好的支撑和承载力 此外 村长家所处的位置 地气能量强大 能够与五芒星法阵相互呼应 增强其法力和效果 村长起初并不同意我选择他家地下室 作为安置五芒星法阵的地方 但当他听到我的老师 也给出了同样的说辞后 只得无奈地点头表示了同意 我地魔法四年11月22日 五芒星法阵终于安置完成 我收了报酬后 便准备离开比克村 村长却并不准备 就这么放我离开 而是提出了他的担忧 他担心万一自己百年之后 这个五芒星法阵出现了问题 而那时又无法找到我 又或者我已经不在人世 该如何应对这一局面 我思来想去 最后还是用魔法绘制了一副我的画像 并给了他一块特殊材料做成的镜子 我告诉村长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 可以再让他的后人在镜子 映照的画像中 取出我的法杖来应对 而我手中的日记本 则详细记录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也可方便后人了解情况 等到封印松动的那一天 这个法杖历经岁月的洗礼 魔力也会大幅增长 足以拥有杀死小女孩亡灵的能量 只需要将鲜血滴 在法杖的紫色黄金石上 就可以实现法杖的认主 下面是几种常用的法术 及其咒语 护盾术 艾勒门图姆 希尔德 施展该法术 可以在身体周围 形成一层坚固的护盾 有效地抵御敌人的攻击 火球术 因森迪欧 博尔塔斯 念出此咒语 同时朝目标挥动法杖 就能够召唤出熊熊燃烧的火球 对敌人造成巨大的伤害 闪电术 弗勒明纳斯 凯因 此法术可以引导天空中的电能 释放出强大的闪电 给予敌人致命的打击 冰封术 格莱西斯 康朱恩克提邀 该法术能够操纵冰霜之力 将敌人冻结在寒冰之中 使其无法动弹 同时也可以封住亡灵的行动路径 日记写到这里 便全部结束了 再往后翻 就只剩下了空白页 就在众人若有所思地 回味着日记中的内容时 苏绕突然一把抓住唐昊的食指 直接在他的指肚子上咬了一口 唐昊吃痛地哀忧了一声 立即向苏绕投去了疑惑的一瞥 苏绕却是唇角一勾 直接将唐昊冒出鲜血的食指 压在了法杖的紫色黄金石上 唐昊立即明白过来 苏绕这是在让自己 给法杖滴血认主 一旁攻下静一郎的脸 瞬间变成了猪肝色 他当才还在想着 该怎么抢先认主这个法杖呢 没想到苏绕反应如此迅速 苏绕 你这也太不讲武德了吧 认主法杖可是大事 怎么也得大家商量一下 再做决定啊 你怎么能擅自做主呢 攻下静一郎气急败坏地说道 苏绕翘脸一扬 法杖是浩哥从镜子里面拿出来的 当然要由浩哥来认主了 谁拿到了就是谁的 这不是很公平吗 直播间 苏绕的这波操作简直666 要是怪谈直播间有打赏功能的话 我绝对给苏绕连刷十个加年华 攻下静一郎这种看苏绕不惯 却又干不掉他的样子 看着实在是太爽了 不得不说 苏绕的确是个嫌内主 这法杖要是被攻下静一郎认了主 浩哥可就危险了 毕竟日记也没说 法杖只能对付诡异 确实就攻下静一郎那尿性 有如此神器在手 最后绝逼会对其他天选者下手的 索菲亚忽然上前一步 看了眼唐浩和攻下静一郎后说道 如果要进行投票的话 我想我也会把我的一票投给唐浩 所以 攻下军你也不必再纠结了 反正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索菲亚的头脑还是十分清醒的 攻下静一郎虽然有侦探的经验 阅历也比较丰富 但论实力还是比不上 唐浩和苏绕这对CP的 更重要的是 攻下静一郎心肠狠毒 从他毫不犹豫地提出 要牺牲掉爱丽丝的决策中 就可见一般 一旦他们击败了这个副本里的诡异 为了拿到更多的通关奖励 或者为了阻止其他国家的发展 攻下静一郎很可能会在背后 对他们下黑手 毕竟 法杖在他的手里 这可是一件大杀器人 一旦拥有了绝对的实力 往往就会暴露本性 残害弱者 攻下静一郎用力咬了咬牙 没有再说什么 既然唐浩抢先认主 已经成为既定事实 再加上苏绕和索菲亚 都是唐浩的支持者 自己再争论下去 也只会像个跳梁小丑一样 随着唐浩的鲜血 在水晶石上逐渐蔓延 渗入 一道微弱的光芒 突然从黄金石中绽放出来 那光芒犹如心跳一般 有节奏的闪烁着 似乎在与唐浩的生命力 产生共鸣 紧接着 唐浩感觉到 一股奇异的能量 从黄金石中涌出 顺着他的手指 流入他的体内 那股能量温暖强大 让他感到自己 与法杖之间 建立了一种奇妙的联系 这种联系是如此的紧密 他能够清晰地感受到 法杖中蕴含的力量 那种力量 似乎在等待着他的召唤 随时准备为他所用 唐浩试着轻声 念出了艾勒门图母 希尔德这个咒语 同时轻轻挥动手中的法杖 刹那间 法杖顶端的黄金石 闪耀出璀璨夺目的金色光辉 宛如破晓时分的 第一缕阳光 照亮了周围的空间 这些光辉 以黄金石为中心 迅速汇聚并形成了 一个椭圆形的结界 将唐浩笼罩在其中 结界的边缘 闪烁着微弱的光芒 仿佛一道无形的屏障 将外界的一切 与唐浩隔绝开来 苏绕伸出右手 试图轻轻触摸那道屏障 却立即被一股 无形的力量弹开 唐浩见状 立即催动意念 让屏障上露出一道裂隙 随即冲苏绕做了个手势 示意它进来 苏绕点点头 小心翼翼地用手指 触碰了一下屏障上的裂隙 瞬间 一股轻柔的力量 将她的手 吸入了屏障内部 苏绕心中一惊 却并没有感到任何不适 苏绕眨动着她那美丽的桃花眼 仔细地观察着 围绕在自己身体周围的金色光芒 不禁惊叹道 哇 好漂亮啊 这就是护盾术吗 唐浩点了点头 随即轻轻挥动了一下手中的法杖 解除了护盾术 就在这时 一行提示突然出现在了唐浩的眼前 使用护盾术一次 消耗精神值 二十点 剩余精神值 一百点 唐浩不禁神色一顿 她奶奶 使用法术居然还会消耗精神值 而且消耗的数值还不低 不过又一想 游戏中的法师在使用法术时 都会有智力消耗 凭什么自己就可以例外呢 而且 如果这些法术可以无限使用的话 那么自己 岂不是就可以直接在副本中横着走了 很显然 这不是怪堂管理者所愿意看到的 那样的话 自己很可能就要被作为bug被抹除了 想到这里 唐浩的内心便瞬间释然了 虽然精神值的消耗有点多 但是有苏绕在身旁问题 其实并不大 只要和苏绕打个kiss 精神值立马就可以暴涨回来 浩哥 再试试攻击技能吧 苏绕提醒到 唐浩点点头 立即轻声念出咒语 因森迪欧 博尔塔斯 同时朝房间窗户的方向 猛的一回法杖 下一秒 一个篮球大小的火球 瞬间从法杖的黄金石中呼啸而出 朝窗户飞射过去 只听轰的一声巨响 火球击中窗户 整个窗户瞬间崩碎 玻璃碎片四处飞溅 窗户周围的墙壁和地面 也立即被熊熊大火吞没 火势迅速蔓延开来 使用火球术一次 消耗精神值 二十点 剩余精神值 八十点 苏绕立即扯起了唐浩的胳膊 浩哥 快用冰封术 将这些火给灭了 唐浩点点头 立即集中精神 念起了冰封术的咒语 格莱西斯 康朱恩克提欧 周围的空气 似乎都变得寒冷起来 法杖上的黄金石 散发出蓝色的光芒 一道冰冷的气息 从法杖中释放出来 迅速涌向火焰 只见前方的整面墙壁 瞬间凝结出了一层厚厚的冰 原本蔓延的火焰 也在瞬间熄灭 使用冰封术一次 消耗精神值 二十点 剩余精神值 六十点 苏绕在一旁 欢欣雀跃的鼓起掌来 赞道 厉害啊 浩哥 快 赶紧再试试闪电术 攻下静一郎 赶忙提醒道 以防万一 你还是对着窗外的那棵树试吧 唐浩轻点了下脑袋 然而 正当所有人都以为 他要朝着窗户走去时 他却突然一把捧起了 苏绕那张俏丽的面庞 毫不犹豫地吻上了 他那两片如花瓣般焦闷的嘴唇 检测到放松 放松等级 超级 plus 精神值回复速度 五点 分钟 苏绕的双眼瞪的魂元 心中充满了惊讶和疑惑 他从未想过 一向矜持的浩哥 会在众人面前变得如此大胆 然而 他心中的喜悦和激动 却是难以自意 很快 苏绕便点起脚尖 双手捧住唐浩的脸庞 热情地回稳了起来 这突如其来的轻易举动 让一旁的宫下静一郎和索菲亚 都感到尴尬不已 宫下静一郎 忍不住吐槽道 你们要亲热 能不能换个场合 不知道我们现在 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吗 直播间 我擦 这波狗粮撒得也太让人 猝不及防了吧 这画面太美 我都不敢看了 单身狗的我表示 受到了一万点伤害 浩哥是不是被法障反射了 以他的风格 应该不至于这么狂放才对啊 我啥也不懂 我只默默拿出了一包清风 等待着下文 四分钟后 唐浩终于恋恋不舍地 松开了苏绕的唇绊 此时的苏绕 则已是鼓酥身软 赢得一手好诗 若不是旁边还有 宫下静一郎和索菲亚 苏绕当场变要 和唐浩进行更深入的交流了 本次超级 放松时间为四分钟 获得精神值20点 当前精神值 80点 唐浩对苏绕说了句 谢谢你给我的力量 便扭过头来 在嘴里轻声念着 弗勒明纳斯 凯因的咒语 瞬间 唐浩感觉自己的身体 被强大的魔力包围 周围的空气中 闪烁着电流火化 他紧闭双眼 集中意念 将目标锁定在窗外的 那棵银杏树上 随着唐浩意念的涌动 法杖顶端的黄金石上 开始汇聚起一团耀眼的电球 电球中不断有电流闪现 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 当唐浩睁开眼睛的那一刻 他手握法杖 猛地向前一指 瞬间 一道刺目的闪电 从法杖中喷涌而出 宛如一条巨龙 以雷霆万军之势 直冲窗外的那棵银杏树 银杏树在被闪电击中的瞬间 发出了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紧接着 树干从中间开始裂成两半 切口处冒着缕缕清烟 闪电的能量 在树体内继续肆虐 火星四箭 犹如火树荧花般 绚丽夺目 这些火星迅速蔓延开来 点燃了周围的一切 火势越来越凶猛 熊熊烈焰 将银杏树的叶子和枝干 都包裹其中 照亮了整个夜空 树皮和树枝 在烈火中纷纷掉落 如同火雨一般 使用闪电树一次 消耗精神值 二十点 剩余精神值 六十点 看到闪电树如此可怕的威力 在场的三人 包括唐浩自己 都惊讶地 嘴巴张成了大大的O型 这玩意儿 幸好没有披在人的身上 否则肯定 瞬间就会被电成焦炭 直播间 太牛了 这法杖的威力 简直爆表 这他娘的 简直是手拿菜刀砍电线 一路火花带闪电 厉害了我的法杖 这绝对是神器级别 拥有这样的法杖 感觉可以在游戏里 横着走了 这玩意儿 要是能直接带到下个副本 绝对你听了 此时此刻 攻下静一郎 包括樱花国的怪谈攻略组 以及整个樱花国的民众 肠子都已经毁清了 如果攻下静一郎之前 率先将手伸进镜子里 那么 此刻拥有这柄神器的人 就是攻下静一郎了 现在 也只能祈祷 这把法杖 仅限于这个曼陀罗山庄的副本使用 这样的话 攻下静一郎 也不至于跟唐浩有太大的差距 看来唐浩已经完全掌握了 使用这柄法杖的窍门 那么接下来 我们去把地下室的邪灵给消灭了 索菲亚试探着问了一句 唐浩现在的精神值只剩下60点 这意味着 使用两次法术 就会消耗掉40点精神值 而一旦精神值低于30点 自己就会进入疲倦状态 万一这两法法术 没有将邪灵消灭掉 那他就只剩下任期宰割的份了 唐浩冲索菲亚摇了摇头 不行 刚才我使用了法术 现在已经感到非常疲倦 必须要好好休息才行 而且 现在是深夜 邪灵在夜间 通常都会处于更活跃的状态 供下静一郎的脸上 供下静一郎怂了下眉毛 行 那就听唐浩的 咱们这就回屋休息 说着 供下静一郎对着房门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这个门还是由你来开吧 万一出门就碰到了庄园女主人 你也好帮忙替我们应付一下 唐浩点点头 随即快步走到门边 他左手拉门 右手则暗暗用力钻了钻法杖 只听吱压一声 房门被轻轻拉开一道缝隙 索扰立即打着手电筒 朝外面照去 顺着手电筒的光芒 唐浩立即看到一个 身穿黑色长裙的身影 站在走廊中央 庄园女主人 他拧起嘴角 用一双没有眼白的眼睛 注视着唐浩 唐浩顿时心头一紧 连忙念动闪电术咒语 同时将法杖 朝着女主人的身上 轻轻一挥 只见法杖的黄金石上 瞬间电光闪烁 劈啪作响 女主人见状 那张苍白且布满青青的脸上 瞬间露出惊恐之色 他连忙转身 试图朝身后的六号房间冲去 然而 闪电已经从黄金石中迸射而出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击中了女主人的后背 一团电流缠绕着女主人的身体 使他剧烈地颤抖着 女主人的身体瞬间冒出黑烟 一股烤肉的胶味 在空气中弥漫开来 就在这时 一缕红色的气息 瞬间从女主人的眉心脱离出来 迅速钻入地板的缝隙里 消失不见了 地上的女主人仍在不停地颤抖 索菲亚凝了凝眉心问道 这女主人应该还没有死 咱们要救她吗 宫下静一郎冷声道 救什么救 任务里又没说要保证女主人不死 咱们还是赶紧离开这里吧 而且她现在这个样子 凭咱们几个恐怕也就不回来 唐浩犹豫了一下 还是认同地点了点头 宫下说得对 咱们走吧 以免生变 说着 唐浩便拉着苏扰的手 快速地从女主人的身旁绕过 静直朝楼梯口的方向走去 攻下静一郎和索菲亚连忙跟上 回到房间 唐浩将法杖放到床边靠后 便翻身躺在了床上 苏扰安静地躺在唐浩的身侧 没有造次 她知道 唐浩刚才使用法术 应该消耗了大量的体力 所以不敢再增加唐浩的负担 要是影响了唐浩明日与邪灵的战斗 她可就成千古罪人了 然而 让苏扰没有想到的是 唐浩竟忽然一把将自己抱住 擒住自己的唇瓣就开始攻城掠地了起来 检测到放松 放松等级 超级 精神值回复速度 五点 分钟 苏扰漂亮的桃花毛子瞬间瞪到溜圆 呜呜地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 浩哥 你不累吗 怎么还要 唐浩勾唇一笑 累 不过 你就是我的充电宝 快 用你最厉害的那招 给我充电 苏扰的铜色闪了闪 立即化身一只狂野的猫咪 检测到放松 放松等级 超级Max 精神值回复速度 十点 分钟 第二天清晨 当楼下的钟声敲响七下时 唐浩从睡梦中醒来 他轻轻地在苏扰的额头上留下一个早安稳 然后迅速起身穿好衣服 直播间 你们说唐浩天天跟苏扰这么干柴烈火的 有没有做好防护措施啊 你关心这个干什么 难不成还怕苏扰怀孕不成 对啊 我就是在担心这个 苏扰虽然是NPC 但也是个地地道道的女人啊 我在想 她应该也有怀孕的功能吧 你这还真的是杞人忧天 苏扰就算是怀孕了 直接打掉就是了 难不成唐浩还真跟鬼一生的孩子 跟鬼一生孩子怎么了 说不定能跟唐三一样 有类似双生五魂这样的体质呢 你TM的抖罗看多了吧 唐浩拉开房门 静止朝六号男主人的房间走去 刚到门口 他就看到索菲亚正降一片玉奶叶子 递到男主人嘴边 但男主人神色为敏 连看都没看玉奶叶子一眼 男主人的身上开始出现奇怪的白斑 嘴里不时发出低声的声音 看到唐浩进屋 索菲亚神色凝重地说道 男主人的状况越来越差了 我们得赶紧消灭地下室的那个邪灵才行 唐浩素色点了点头 又问道 昨晚扎托朗和露西 他们都没事吧 索菲亚点点头 嗯 他们没事 这会儿已经回房间去睡觉了 宫夏在厨房做寿司 上午八点 唐浩 苏扰 宫夏静一郎和索菲亚四人吃完寿司 开始商量接下来的行动 要不一会儿 我和宫夏两个人去地下室吧 人多了 说不定反而会坏事 唐浩提议道 苏扰当即摇头反对 不行 万一宫夏趁你不备 害你怎么办 宫夏静一郎的鹅脚 顿时拉出几道黑线 我说苏大空姐啊 你就算有什么想法 也没必要当着我的面说出来吧 我还要仰仗 唐浩带我通关呢 怎么可能会害他 而且 唐浩有法杖在手 能力远在我之上 他不来害我 我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哪里还敢动害他的歪心子 苏扰小嘴一撇 摆出一副不依不饶的样子 我不管 反正我就要跟浩哥一起下去 要不然我不放心 宫夏静一郎不满地看向唐浩 唐浩 你家的NPC 你赶紧管管 唐浩目光落在苏扰那张 邪满担忧的俏脸上 犹豫了一下 还是轻轻点了点头 那就让苏扰一起去吧 苏扰顿时眉色一书 嘴角一扬 这还差不多 宫夏静一郎 转头看向索菲亚 索菲亚 一会儿你先用你的赫拉之眼 帮我们观察一下地下室的情况 然后就去照看男主人吧 索菲亚点点头 轻声应导 好的 唐浩这便从餐桌上站起身来 我先去房间里拿法杖 你们就在这里等我 三分钟后 当唐浩提着法杖下来时 便发现 宫夏静一郎和苏扰的手上 各多了一件武器 分别是一把匹柴斧 和一把踢骨刀 虽然感觉这些武器 在面对邪灵时 应该没什么大用 但也算是聊胜于无吧 唐浩快步来到三人跟前 冲储物间的方向 侧了下脑袋 走吧 刚一走进储物间 索菲亚便立即视展起了赫拉之眼 很快 唐浩便注意到 索菲亚的脸上肌肉在微微抽动 仿佛看到了什么惊恐的东西 你看到了什么 唐浩立刻问道 索菲亚吞咽了口唾沫 声音有些发颤地说道 我看到在地下一层的蜡像制作室里 有许多丧尸在来回走动 里面还有嫖道友和爱丽丝 宫夏静一郎问道 立即操纵赫拉之眼 从盖板里钻了下去 刚一到密室 他就猛然看见自己的眼前 站着一个小女孩的虚影 那小女孩的皮肤 时而苍白如雪 时而变成恐怖的焦黑色 两种颜色不断交替 给人一种忽明忽暗的诡异感觉 小女孩的脸上 则一直往外飞着火星 仿佛是熊熊大火燃烧后 飘散开来的灰烬 她的眼神冰冷怨毒 直勾勾地盯着索菲亚 让她感到不寒而栗 突然 小女孩的双眼瞳孔猛的一缩 两股黑色气息 突然朝着索菲亚的赫拉之眼 激射而去 索菲亚本能地发出一声轻呼 唐浩大概已经猜到了 索菲亚遭遇了什么 立即念动护盾术咒语 艾勒门图姆 希尔德 随即将法杖往索菲亚跟前一挡 一道金色的椭圆形屏障 立即将索菲亚笼罩在内 索菲亚亮腔着向后退了一步 后背重重地撞在了金色的屏障上 索菲亚看了一眼 环绕在自己周围的金色屏障 心有余悸地摇了摇头 没事 幸亏唐浩及时施展了护盾术 要不然的话 我很可能已经被他控制了 唐浩收回护盾术 问道 密室里是什么情况 索菲亚吞了口唾沫说道 我看到了一个小女孩的亡灵 唐浩瞳孔一缩 魔法师日记里提到的那个红莲 索菲亚点点头 应该是的 我看到她的身上一会儿苍白如指 一会儿变成焦黑色 脸上还不断有往外飘散的灰烬 很显然 就是火星在她的灵魂上留下的烙印 宫下静一郎 谋色凝重地说到这么说 红莲从封印室里出来了 索菲亚摇摇头 我不知道 但我上次操纵赫拉之眼到密室里的时候 的确是没有看到这个小女孩 唐浩 应该是她吸收了足够多的生命之源 已经成功冲破了封印室的桎 缩扰醋没问道 那现在怎么办 宫下静一郎嘴角一撇 还能怎么办 干就完了 说着 冲下静一郎的胳膊 等一下 我得先准备准备 刚才为了救索菲亚 她耗费了二十点精神值 现在必须尽快将精神值补满才行 毕竟 在这种BOSS战中 能多施展一次法术 就很可能多一分生存的希望 正在三人都很好奇唐浩要做什么准备的时候 唐浩突然一个剑步上前 一把将苏扰抱了起来 直接将她抵在了墙壁上 苏扰猝不及防 满脸惊讶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唐浩已经低头吻上了她的唇 检测到放松 放松等级 超级 plus 精神值回复速度 五点 分钟 短暂的猛圈之后 缩扰的手臂便不知不觉地 环绕在了唐浩的脖子上 积极回应了起来 唇齿交缠 两人的身体也越贴越紧 仿佛要将彼此融为一体一般 攻下静一郎顿时满脸黑线 这就是你所谓的准备 索菲亚则是满脸通红 默默地转过身子 直播间 卧槽 浩哥啊 我他妈强都不服 就服你 浩哥啊 你变得我都有些不认识了 我不得不说 干得漂亮 要是能再奔放一点 就更耐死了 我也好想准备准备 现在笑花就在我身边 怎么办 我要不要把她给逼动了 四分钟后 唐浩的精神值满格 她有些依依不舍地 松开了索扰的唇扮 然后扭头看了 攻下静一郎和索菲亚一眼 说道 我已经准备好了 说着 唐浩便静止 走到那扇黑门前 飞起一脚踹在了黑门上 黑门在巨大的冲击力下 轰然倒塌 砸在了楼梯上 接着 黑门便失去了控制 快速地向地下室划去 然后咚的一声 砸在了地下室的地面上 扬起了一片尘土 攻下静一郎的眼底 掠过一抹惊异之色 没想到 唐浩这一踹的力量如此之大 普攻都这么强了 现在还多了个牛逼轰轰的法杖 这小子 怕是要逆天了 地下室内 原本如游魂般来回晃荡的丧尸们 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动 立即都将目光投向了地下室的出口 突然 丧尸嫖道友 带头发出一声嘶吼 然后顺着楼梯 开始向上疯狂冲去 他的嘴角留着黑色的咸液 眼中透露出饥饿和狂热 仿佛要将眼前的一切都吞噬 后面的丧尸 像是得到了启发 立即跟着冲了上来 攻下静一郎 索菲亚 缩扰三人 不由的都是心头一紧 攻下静一郎 紧了紧手里的匹柴斧 准备随时迎战 唐浩则是谋色一领 快速念动火球术的咒语 很快 法杖的黄金石上 凝聚出了一个脸盘大小的火球 唐浩将法杖 往楼梯口的方向轻轻一挥 火球便带着烈烈破风声 飞了出去 只听砰的一声 火球狠狠地撞在了嫖道友的身上 将它撞倒在地 嫖道友的身体 压倒了后面的丧尸 火球也在撞击的瞬间 崩裂成无数小火球 在鼻子的楼道里四处飞溅 这些小火球 纷纷落在其他丧尸身上 瞬间将它们点燃 整个楼道里顿时火光冲天 热浪滚滚 被点燃的丧尸们 惨烈的呼嚎声在楼道那回荡 他们的身体 在烈火中扭曲变形 发出噼啪的爆裂声 黑色的浓烟弥弥漫着整个空间 让人无法呼吸 直播间 浩哥牛逼 一个火球树 就团灭了这群丧尸 看着真他娘的爽到爆 我玩了十年的火法 这种游戏中的场景 竟然在现实中出现了 我的热血都开始沸腾起来了 真是好然啊 就在众人为这炼狱般的场景 惊骇不已的时候 唐浩却再次抱住苏柔 狂热地亲吻了起来 他必须确保 自己的精神值处于满格状态 攻下静一郎和索菲亚 尴尬又无语地对望了一眼 然后都默默将目光移到了别处 大约过了十分钟 丧尸们的哀嚎声彻底消失 楼道内的火也逐渐熄灭 攻下静一郎扭头看向索菲亚 索菲亚 要不你现在用赫拉之眼 看看密室里面的情况 索菲亚惊恐地摇摇头 刚才我就差点被他控制了 你还让我看 索菲亚花音刚落 唐浩突然看见一缕黑气顺着楼梯 以极快的速度朝上方飞来 唐浩瞳孔一缩 连忙大呼一声 他来了 随即一把将楼梯口的苏扰推开 站在苏扰身后的索菲亚躲闪不及 黑气瞬间钻入了他的身体 索菲亚猛地打了个哆嗦 眼底的黑色迅速蔓延开来 他被红莲附身了 唐浩 苏扰和攻下静一郎三人 立即向后退了几步 攻下静一郎立刻看向唐浩 唐浩 有办法驱散这股黑气吗 唐浩摇摇头 魔法师日记里可没有血驱散的咒语 攻下静一郎拧起眉心 难不成还要给索菲亚 泡曼陀罗花玉吗 此时 索菲亚的嘴角突然勾起一抹阴森的笑容 脑袋一寸一寸的扭转 然后将目光锁定在了攻下静一郎的脸上 随后 他发出一声嘶吼 就朝着攻下静一郎冲了过去 唐浩一时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如果他使用法术 必定会对索菲亚造成致命的伤害 可如果他不用法术 攻下静一郎就有生命危险 就在这时 苏扰突然想到了什么 唐浩顿时就是同色一阵 苏扰说的方法确实值得一试 不过 在此之前 还是先将索菲亚控制起来更为迫切 免得攻下静一郎遭了他的毒手 想到这里 唐浩立即对着索菲亚的后背挥动手中的法杖 同时口中快速念起冰封树的咒语 一股刺骨的寒气瞬间喷涌而出 直奔索菲亚而去 索菲亚的速度虽快 但冰封树的速度更快 眨眼间便已追上了他 就在索菲亚的身体 距离攻下静一郎仅一个身位之时 索菲亚的动作突然像是 被按下暂停剑般地停了下来 一层晶莹剔透的冰霜 迅速爬满了索菲亚的身体 不过两三秒钟的时间 便将索菲亚凝结成了一尊冰雕 索菲亚的美丽脸庞 被冰封在了冰冷的冰层之中 她的眼睛中透露出惊讶和疑惑 仿佛无法相信自己 竟然会被如此迅速地冻结在原地 攻下静一郎提到嗓子眼的心 终于放了下来 他长长地吐出一口浊气 妈的 刚才差点以为自己要嘎了 说着 被唐浩投去了感激的一片 谢了 唐浩抬了抬手 示意不必客气 这时 苏扰突然指着索菲亚的冰雕 发出一声轻呼 不好 冰雕上出现裂纹了 唐浩凝神一看 果见索菲亚的脸上 开始出现一些细微的纹路 并快速地蔓延开来 刚才唐浩并没有发挥出 冰封树的全部威力 主要是担心会伤及索菲亚的身体 没想到这么快 他就要破冰而出了 唐浩不敢有丝毫懈怠 立即咬破食指 朝着索菲亚冲了过去 就在索菲亚身上的冰块 崩碎的那一瞬间 唐浩的食指 已经点在了索菲亚的眉心 鲜血瞬间染红了索菲亚的眉心 并迅速渗入了他的皮肤 随着一声痛苦的嘶鸣 索菲亚的身体 硬生生地扯出一道虚影 然而 这道虚影 只是离开了索菲亚的身体 十厘米的距离 便停止了分离 显然 仅靠唐浩的这点指尖血 远远不足以将红莲 从索菲亚的身体里驱赶出来 唐浩脑海中的齿轮 飞速运转 既然自己的血 是因为法杖的滋养 而有了驱邪的能力 那法杖本身 岂不是驱邪能力更甚 想到这里 他立即抬起法杖 将法杖上的黄金石 直接贴在了索菲亚的胸脯上 瞬间 一阵滋滋的 类似烤肉的声音响起 直播间 完了 索菲亚的胸脯 要被烤焦了 浩哥呀 你就不能换个地方贴法杖吗 以后索菲亚嫁不出 可得赖你了 那就让浩哥 干脆将索菲亚一起收了得了 也许滋滋的声音 只是红莲的邪灵发出来的呢 实际上并没有灼伤 索菲亚的皮肤呢 我就想知道 要是汉尼拔看到了这一幕 会不会馋得咽口水 除菲亚呢 很快 红莲的虚影 与索菲亚身体间的裂口 变得越来越大 仿佛一只无形的大手 在将它们用力扯开一样 红莲拼命挣扎 试图再回到索菲亚的身体里 但最终还是无法抵御法杖的威力 只得抛弃了索菲亚的身体 索菲亚的身体一软 直接晕倒在地 见红莲现身 唐浩立即念动咒语 全力挥出法杖 一道闪电 如同一条银色巨龙 朝着红莲的虚影 击射而出 只听噼啪一声巨响 闪电击中了虚影 红莲发出一声淒厉的惨叫 身体开始剧烈的颤抖 似乎在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突然 红莲用力将双手插进自己的胸口 然后用力往两边一拉 静硬生生将自己的胸口 给拉出了一道裂口 随即 一个稍小一点的虚影 从裂口处快速钻出 化作一缕黑气 以惊人的速度 对着苏绕冲了过去 直播间 卧槽 这个红莲是从俄罗斯来的吗 怎么还挽起了套瓦 外面的被电坏了 竟然还能从里面 再掏出一个小的 这个小一点的红莲 明显也要更弱一些 感觉虚影要更淡一些 不会把苏绕给附身了吧 那样可就不妙了 火球术 冰封术 闪电术 唐昊已经用了三次法术了 续航能力有点堪忧啊 唐昊的瞳孔骤然收缩 他立即对着苏绕挥动法杖 同时口中快速念出 护盾书的咒语 就在黑气距离苏绕的胸口 不到十厘米的瞬间 一道金色的光照 瞬间将苏绕笼罩在其中 黑气撞到光照上 立即散开 然而 下一秒 黑气突然迅速膨胀 几乎就在眨眼之间 便填满了整个房间 原本还很亮堂的储物间 瞬间变成了 伸手不见无耻的黑夜 然而 唐昊呼唤了一声 然而回应他的 只有死一般的寂静 唐昊往前迈了一步 却突然听到巴搭一声 那感觉就仿佛是 踩在了水面上一样 很快 他的头顶和脚下 出现了点点光亮 唐昊抬头一看 竟然是漫天的繁星 而他的脚下 则是一片广阔而平静的水面 水面倒映着星空 宛如一幅美丽的画卷 奇怪的是 唐昊竟然能直接站在水面上 而没有沉下去 难道 我这是在梦里 还是说 我中了红莲的幻觉 然而 唐昊再次呼唤苏昊的名字 同时快速环顾着四周 叫了七八声的样子 一道朦胧的追光 突然照射到前方的水面上 水面很快开始炼焰波动 仿佛水下有什么东西在游动一样 很快 一个脑袋从水面下钻了出来 唐昊的铜色陡然一颤 是苏昊 苏昊抹去脸上的水渍 快速从水里爬了上来 尸头的空姐服 紧紧贴在他妙慢的身体上 勾勒出他凹凸有致的身材曲线 散发着诱人的魅力 浩哥 苏昊发出一声惊喜的轻呼 随即朝唐昊飞奔来 转眼 苏昊就冲到了唐昊的面前 紧紧勾住了唐昊的脖子 然而 下一秒 苏昊的脖子突然一扭 张开血盆大口 对着唐昊的右胳膊就狠狠咬了下去 他的牙齿锋利无比 直接咬破皮肉 咬穿血管 咬裂骨髓 唐昊的胳膊瞬间痛得失去了知觉 右手攥着的法杖也不由自主地松开 然而 下一秒 唐昊便发现 苏昊的脸上生腾起一堂黑气 黑气散去 苏昊的脸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那个小女孩红莲的脸 红莲扬起一抹胜利而又冰冷的微笑 忽然抬起双手 在唐昊的肩膀上重重一推 唐昊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往后倒去 咚的一声撞倒在水面上 唐昊惊恐地扑通了几下 但还是陷入到水面里 水瞬间淹没了唐昊的身体 他感到无法呼吸 拼命挣扎着想要游上水面 然而 这里的水异常粘稠 唐昊的挣扎显得徒劳无功 水底深处 几个由黑气形成的触手迅速伸过来 缠住了唐昊的身体 将他更快地拉向水底 唐昊的意识开始模糊 他感到自己的生命正逐渐消逝 难道 我就要死在这里了吗 脑海有许多画面快速闪过 他那已经离开人世的父母 他的同学 还有 他的饶儿 答应过要给他买的情趣内衣 还没有给他买呢 对不起饶儿 我要食言了 就在这时 东东 唐昊突然感觉到 心脏发出了奇怪的跳动声 而且心跳声音之大 犹如战鼓雷在耳边 东东 又是两声强劲如战鼓的心跳声 唐昊突然看见 水底亮起一道金色的光芒 是法杖 很快 光芒凝聚成一条线 快速从水底升腾而起 直接冲向唐昊的心脏位置 东东 原来 自己的心跳和法杖的能量波动 发生了同频共振 一切皆是幻想 只要你不相信 这一切就不是真的 突然 一个苍老的声音 在唐昊的耳内响了起来 唐昊同色微微一阵 这难道是 法杖的声音 我去 这法杖成精了 算了 现在不是在意这些细节的时候 一切皆幻想 唐昊轻轻闭上眼睛 让整个身体全然放松 然后告诉自己 我还在储物间 并不在水里 接着 他试着做了个绵长的深呼吸 空气顺着鼻腔进入肺部 他惊奇地发现自己 并没有腔到水 唐昊身躯一阵 舒然睁开双眼 发现自己果然置身于 储物间之内 红莲赫然就站在自己的前方 从他的手心涌出三道黑气 分别连在了苏柔 索菲亚和公下静一郎的眼睛里 很显然 这黑气本来是有四斗 只是自己刚才在法杖的帮助下 成功挣脱了出来 唐昊几乎没有任何思考 就直接挥动法杖 朝红莲的脑袋砸了下去 红莲和唐昊之间的距离非常近 若使用法术 很可能会波及到自己 而且 唐昊现在只剩下六十点精神值 所以 凡是能用物理攻击解决的 还是先不要用法术攻击的好 红莲显然对法杖十分的忌惮 见法杖砸来 立即就中断施法 化作一团黑气 朝储藏室外飞去 施法一段 苏柔 索菲亚和公下静一郎 三人军是如梦初醒般 大口地呼吸着空气 脸上满是惊恐和茫然 他们的身体还在微微颤抖 仿佛刚刚经历了一场可怕的噩梦 弓下静一郎立即问道 我们刚才都中了红莲的幻觉 唐昊点点头 突然想到什么 瞳孔骤然一缩 不好 红莲应该是奔着男主人去了 唐昊一边说 一边就直接冲出了储物间 只见红莲化身的那团黑气 如闪电般急驰 眼看就要到达楼梯口的位置 唐昊来不及思索 直接朝着那团黑气 用力一指法杖 同时快速念出冰封术的咒语 下一秒 楼梯口的位置 瞬间出现一个巨大的冰立方体 将那团黑气牢牢地包裹在其中 黑气拼命冲撞着兵壁 试图寻找突破口 很快 立方体上开始出现细小的裂纹 情况岌岌可危 唐昊眉心一鸣 立即几个剑步冲到立方体跟前 然后扬起法杖 将黄金石的那一头 直接往立方体上一队 黄金石立即穿透冰面 渗入到立方体的内部 唐昊没有丝毫地耽搁 立即念动闪电术的咒语 黄金石上开始挥聚起强大的电流 闪电在密闭的立方体里 疯狂肆虐 将那团黑气紧紧缠绕 黑气在电流的冲击下剧烈阵战 发出痛苦的呻吟 不时闪出一阵红莲本体的画面 如此持续了差不多十秒钟的样子 立方体内终于发出一道沉闷的爆炸声 红莲的亡灵瞬间像泡影一样 连同冰立方体一起被炸得粉碎 化作片片灰烬 飞扬在庄园的客厅内 一时间 客厅内烟尘弥漫 冰茶与灰烬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一幅诡异而壮观的画面 此时 苏绕 索菲亚和龚下静一郎也已经赶到 看着眼前的场景不禁都有些恍惚 结束了吗 龚下静一郎问道 唐浩点点头 结束了 突然 唐浩脑袋一晕 身体猛的一晃 苏绕连忙扶住唐浩的身体 浩哥 你没事吧 刚才接连使用了两次法术 现在唐浩的精神值只剩下了二十点 已经进入了疲倦状态 唐浩强打精神 对苏绕说了句 吻我 我不让你听 就不要听 苏绕震了一下 随即捧住唐浩的脸颊 就吻了起来 龚下静一郎有些无语的摇了摇脑袋 身体都透支成这样了 还来 你们这些年轻人 迟早会被自己的欲望害死 说着 龚下静一郎的目光 却是不自觉地落在了唐浩身边的法杖上 唐浩现在疲倦不堪 说不定这是一个将法杖据为己有的绝佳机会 只需要将自己的血滴在黄金石上 毕竟 日记里又没说 认主具有为一性 想到这里 龚下静一郎立即迈步走向法杖 然而 就在龚下静一郎弯身的一瞬间 法杖突然消失了 它就像是被某种隐形的力量 拖入了另一个维度 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消 消失 龚下静一郎的双眼瞬间瞪到核桃般大小 什么消失了 索菲亚问道 法杖 刚才还在这里 索菲亚想了想说道 应该是任务完成 被系统回收了吧 唐浩的唇角微不可查地扬了扬 就在刚才苏绕线上相吻的一瞬间 他已经悄悄地将法杖放入了空间戒指里 管他能不能带出去 先私藏了再说 四分钟后 唐浩的精神值恢复到了四十点 刚才那阵强烈的疲惫感终于散去 唐浩戳了戳苏绕的胳膊 示意他可以不用继续吻了 苏绕有些不太情愿地松开唐浩的嘴唇 然后扶着唐浩从地上坐了起来 唐浩故意朝刚才放法杖的位置看了一眼 然后发出一声惊呼 嗯 我的法杖呢 你们看到没有 宫下精一郎怂了怂眉吗 刚才法杖自己突然消失了 可不关我们什么事啊 索菲亚点了点头 嗯 我可以作证 唐浩露出一副懊恼的神情 看来是被系统收回去了 真是太可惜了 这么好的武器 要是能带到下一个副本该有多好 宫下精一郎唇脚勾了勾 指了指楼上说道 走吧 我们去看看男主人怎么样了 照说 这个副本的Boss已经解决掉了 他应该也解除了诅咒才对 唐浩点点头 立即踏上了通往二楼的楼梯 来到二楼的六号房间 唐浩一眼就看到 男主人已经恢复了人类的模样 而且气色看起来 也明显比昨晚好了很多 显然 红莲就是他的病根 解决了红莲 男主人自然也就恢复了健康 见唐浩四人进来 男主人立即挣扎着要坐起身来 唐浩连忙一把 按住男主人的肩膀 客气 男主人没再坚持 问道 你们是怎么解除我的诅咒的 唐浩简要的 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 当然 他刻意隐瞒了 女主人已经被电的外交灵嫩的事情 听完唐浩的讲述 男主人立即露出感激之色 谢谢你们救了我 如果没有你们的帮助 我恐怕撑不了多久了 这时 宫下敬义郎突然开口道 那有没有给我们的奖励呢 比如 惊悚B之类的 直播间 好家伙 你要起前来 还真的是一点也不害臊 我觉得没什么 大家毕竟是冒着生命危险 救了男主人的命 要点报酬也挺合理的 男主人揉了揉额脚 抱歉地说道 不是我不给你们 而是钱都是我妻子保管的 恐怕要等到他回来 我才能给你们惊悚B 攻下敬义郎撇了下嘴角 那就算了 既然我们任务已经完成 那就后会有期了 男主人连忙说道 几位要不再多住几天 我妻子应该很快就回来了 就这样让你们空手而归 我实在感到非常有亏 唐浩宽慰道 没事 能救人一命 就是我们最大的奖励了 你安心 把身子调养好就行 慈悲了男主人 四人立即去敲响了 三号和四号房间的房门 路西和查图朗 很快打开房门 听说副本Boss已经被解决 不由得军事精神为之一震 扎图朗的脸上露出兴奋的神色 跟着大佬混就是好啊 我只是默默鱼就通关了 路西也感叹道 真希望下个副本还是多人本 还能跟大家一起组队 攻下敬义郎 从鼻孔里发出一声轻哼 行了 咱们这就离开庄园吧 也不知道外面的蜜乌散掉了没有 走出建筑的大门 唐号放眼往前方一看 只见庄园的围墙外 晴空朗朗 早已没有了半点蜜乌的影子 扎图朗发出一声兴奋的轻呼 太好了 蜜乌散了 我们可以回家了 攻下敬义郎气了一声 还想回家 等着怪谈攻略组 把你当国宝一样关起来吧 扎图朗嗷了一声 稷儿又开心地说道 反正可以回去了 只要不在怪谈世界 发现前方有一辆马车正 得得得的朝这边驶了过来 攻下敬义郎忍不住吐槽道 上次是牧传 这次是马车 送我们离开的交通工具 还真的是有够原始的 扎图朗却有些兴奋地搓了搓双手 说真的 我还没坐过这种马车呢 也不失为一种难得的体验 索扰紧紧攥着唐号的手 脸上露出了不舍之色 他心里清楚 自己和唐号马上就要分别了 这一别也许就是永远的分离 谁又能知道他是否还会跟唐号 被分配到同一个副本呢 就算他们真的被分在了同一个副本 他又是否还会以唐号女朋友 或老婆的身份出现呢 很快 马车便驶到了众人的跟前 一名身穿蓝色长袍 妖际黑色腰带的中年男子 从马车上跳了下来 唐号不由的瞳孔一缩 他认得这名男子 正是那副油画里的魔法师 你是那位魔法师 唐号有些难以置信地问道 男子挑了挑眉毛 答道 没错 我是来接你们回现实世界的 上车吧 魔法师不由的微微一尬 连忙咳嗽一声说道 别搞得像生理死别一样 我又没说你不能上车 苏绕震了一下 扭头不敢相信地看向魔法师 你的意思是 我也可以跟浩哥回到现实世界 魔法师勾了勾唇脚 你们俩的爱情感动了上层诡异 所以 他们特别给你开了这个后门 苏绕漂亮的桃花眸子 瞬间瞪到核桃般大小 眸底更是闪耀着零零波光 太好了 苏绕发出一声激动的轻呼 随即紧紧抱住唐号 浩哥 到了现实世界 你可得给我买好多好多情趣内衣哦 唐号讹脚顿时拉出几道黑线 这么私密的话题 你怎么当着魔法师的面说出来了 走吧 咱俩赶紧上车 说着 唐号就要拉着苏绕的手登上马车 然而 唐号才刚走出一步 就被魔法师伸手拦住了去路 魔法师的目光落到苏绕的脸上 苏绕 你先上车 我还有几句话要跟唐号说 苏绕立即露出担忧之色 魔法师抬了抬眉眸 放心 我不会伤害他的 唐号大概已经猜到了魔法师要说的话 八成跟法杖相关 便揉了揉苏绕的胳膊说道 放心吧 我不会有事的 看到苏绕上了马车之后 魔法师立即将朝唐号大手一伸 低声说道 我的法杖呢 快点拿出来吧 唐号心里清楚 在魔法师面前在耍小聪明 无异于自讨苦吃 便立即打开空间戒指 正准备将法杖从里面拿出来时 突然 一个提示窗口出现在了唐号的眼前 收到愤怒的土豆的礼物打赏 礼物名称 星辰之光法杖 刘延 你小子表现不错 我很看好你哦 还有 别辜负了苏绕 唐号正了一下 随即试探着朝魔法师看了一眼 魔法师此刻脸上也露出一副异常惊讶的表情 如果猜得不错的话 他应该是也收到了这条提示 几秒钟之后 魔法师突然笑着拍了拍唐号的肩膀 你小子真的是走了狗屎月 居然有土豪给你打赏了这把法杖 你知不知道这把法杖有多值钱吗 至少三亿惊悚币 关键是有钱还不一定能买得到 行了 法杖你就好好收着吧 唐号当即面露喜色 感激地说道 多谢 魔法师 你别谢我 应该谢谢那位土豪 唐号当即冲着天空拱了拱手 小声说了句 感谢愤怒的土豆慷慨解囊 我会再接再厉的 等唐号上了马车 苏绕立即投去一个关切的眼神 唐号不动声色地在苏绕身侧坐下 握住他的手 轻声说道 他就是问我怎么杀死红莲的 别担心 唐号这句话 也是说给宫下静一郎他们听的 毕竟只留唐号一个人说悄悄话 确实太容易激起他们的好奇心和想象力了 这时 只听到架的一声轻呼 魔法师驱使着马车 往前方的山谷进发了 马蹄哒哒作响 车轮滚滚向前 发出低沉的笼笼声 由于马车没有减震系统 车轮直接与崎岖的路面接触 每一次碰撞都带来轻微的震动 是已坐上马车的新鲜感 很快便被恼人的颠簸感抹平 马车行驶了五六分钟的样子 车厢内突然响起了一道机械音 恭喜龙国天选者唐号 樱花国天选者宫下静一郎 靴子国天选者索菲亚 榴莲国天选者扎土朗 漂亮国天选者路西 成功在七日内解除曼陀山庄危机 完成副本通关 通关评级 SS级 现在公布奖励 1.团队奖励 一亿惊悚必 由六名成员平均瓜分 一听这话 宫下静一郎四人 立即面面相觑地对望了一眼 不是就只有五名天选者吗 哪里来的六人瓜分 怪谈系统是不是弄错了 仿佛是听到了众人的一轮 机械音立即又补充了一句 苏绕虽然是NPC 但也深度参与了副本任务 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以理应获得一份奖励 一听到这话 苏绕立即惊喜地捂住了嘴巴 天啊 真是没想到 我居然也能分到奖励 说到这里 苏绕忽然掰起了指头 一亿除以六的话 等于多少来着 一千六百多万惊悚币 唐昊立即达到 苏绕的谋底 闪耀其璀璨的星光 哇 一千六百多万惊悚币 我成小富婆了 说着 苏绕忽然抬起手指 往唐昊的下巴上轻轻一挑 小帅哥 从今天开始 你就跟着我吃软饭吧 说吧 想要乡车 游艇 还是豪宅 姐给你买 唐昊顿时脸色一尬 还在宣布奖励呢 这个话题 还是等回到现实世界再聊吧 机械音继续 二 个人奖励 我们将根据每位天选者 在副本中的表现 进行论功欣赏 由于奖励内容 涉及到个人隐私 因此 具体的奖励信息 将以私密的方式发布 很快 那道机械音 便转到了唐昊的耳内 龙国天选者唐昊 副本表现评级 SS级 奖励一 精神值上限 从120点提升到140点 奖励二 放松效率加倍 听到是这两项奖励 唐昊的眉色 不由得为之一阵 140点的满格精神值 再加上放松效率加倍 这也就意味着 他可以更随意地 使用灰瓶和法杖了 龙下静一郎的副本 表现评级为S级 获得了体能加三 以及可以训养一只小动物 带入怪谈世界之中的奖励 索菲亚 露西和扎托朗的副本 表现评级均为 A级 均获得了体能加二的奖励 尽管奖励不算丰厚 但他们已经感到相当满足了 关键是 每人还分到了 1600多万的惊悚币 有了这些惊悚币 在诡异商城中 也足以买到一些好东西了 接下来 要发放的是 各位天选者所在国家的奖励 机械音再次在车厢内响起 龙国获得了以下三项奖励 1.经济增速卡一张 使用此卡 可以使龙国的经济 在未来五年实现增长翻倍 2.全民基因改良5% 通过基因改良 龙国的民众将在身体素质 智力水平 免疫力等方面获得显得提升 这将有助于提高整个国家的生产力和创新能力 进一步提升龙国的整体竞争力 3.封条与顺卡一张 使用此卡后 这一年龙国境内的气候将变得格外宜人 风和日丽 雨水充沛 农作物茁壮成长 城市居民也能感受到空气的清新和环境的美好 在听完龙国获得的奖励内容后 宫下静义郎 扎土朗 索菲亚和路西四人的脸上都流露出了羡慕的神情 如果自己的国家也能获得类似的奖励 那可就太好了 樱花国获得奖励 1.人均寿命提升5% 2.自然灾害免除卡一张 宫下静义郎忍不住想要吐槽 樱花国已经是一个严重的老龄化社会了 再提升5%的人均寿命 只会加剧社会的老龄化问题 至于自然灾害免除卡倒是还凑合 毕竟樱花国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 2016年的雄本大地震就造成了6000亿美元的损失 有了这张卡 至少可以抵御一次这样的大灾害 也算是变相给樱花国挣了几千亿美元 靴子国获得奖励 未来五年结婚率翻一翻 索菲亚的眉毛抬了抬 虽然这个奖励无法直接提升国家的实力 但至少未来国家的喜事将会增加一倍 如果人口出生率也能因此而翻番的话 从长远来看倒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榴莲国获得奖励 未来三年 本国榴莲出口量每年增长30% 听到这个奖励 扎土朗立即兴奋地拉了下拳头 榴莲可是榴莲国的支柱型农产品 近年来 榴莲出口一直处于低迷状态 如果未来三年 榴莲出口量每年能够增长30% 那无异于是给榴莲国的经济注入了一记强心针 这还真是相当令人满意的结果 漂亮国获得奖励 人均寿命增长5% 当听到是这个奖励时 路西的眉心瞬间拧成了一个疙瘩 虽然这个奖励意味着国人的人均寿命将增长5% 但也会让老龄化问题更加严重 对于国家实力的提升几乎没有任何帮助 当然 这也可能会推动漂亮国的养老事业的蒸蒸日上 所有国家的奖励宣布完毕后 攻下敬一郎不禁感叹道 唉 不得不说 这怪谈世界就是偏心啊 你们龙国获得的奖励都这么实用 给我们的奖励 却几乎可以用可有可无来形容 唐浩立即反驳道 谁说的 我看你们的自然灾害抵消卡 就很不错呀 这要是遇到个大地震或是海啸什么的 这张卡可是能救不少人的性命 还能直接挽回巨额经济损失呢 苏绕补充道 而且 榴莲国的榴莲出口 每年增长30% 也是相当不错的 这第一年是30% 第二年就是 苏绕再次掰起葱管般的指头算了起来 唐浩立即说道 第二年就是一 三乘以30%是39% 苏绕连忙点头 还是浩哥的脑子好使 要是第四年能一直这么稳定下来 那你们榴莲国可救发了 扎土朗连忙笑着冲苏绕拗了拱手 见你急言 希望第四年榴莲出口量 可千万别掉下去 就在这时 马车的驾驶座上 突然传来一声响亮的吆喝 遇 随着马们的一声嘶鸣 马车像是被施了魔法一般 迅速停了下来 车厢内的乘客们 感受到了一阵剧烈的摇晃 身体猛地向前倾倒 然后又被重重地甩回座位上 车厢内的几人 面面相觑地对望了一眼 不知道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苏绕连忙揭开身侧的帘子 将脑袋探出车厢 一脸兴奋地看向唐浩 浩哥 我看到传送门了 这时 魔法师的声音也传入了车厢 到了 你们可以下车了 众人闻言 立即迫不及待地 起身下了马车 站在马车外 众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 投向前方 他散发着神秘光芒的传送门 心中均是一片激动 条道友和爱丽丝 永远留在了这个副本 而他们 马上就可以回到现实世界了 他们带着荣誉和希望 即将迎接的是鲜花和掌声 怎能不激动 迈步走向传送门 当两人的脚步 踏入传送门的那一刻 周围的世界 瞬间变得模糊起来 紧接着 仿佛有一个巨大的漩涡 在他们面前生成 将他们猛地吸了进去 这一切并没有持续太久 很快 周围的一切 又慢慢变得清晰起来 两人赫然已置身于一个房间里 正是唐浩 在怪台应对中心住的房间 苏绕扑扑扇着漂亮的桃花毛子 快速地打亮了一圈房间 脸上露出一副新奇的神情 问到这里是你的房间吗 唐浩点点头 嗯 算是个临时住所吧 唐浩的话音刚落 房门就被轻轻地扣响了 应该是怪谈攻略组的人来了 唐浩一边说着 一边快步走过去 将房门拉了开来 门外站着的只有一个人 正是唐浩的学姐 叶婉婷 一见到唐浩 叶婉婷的双眸 立即如星河般璀璨起来 她下意识地 就要像上次一样 张开双臂 给唐浩一个大大的拥抱 然而 就在叶婉婷刚刚抬起双臂的一瞬间 她突然看到了 站在唐浩身后的苏绕 叶婉婷顿时就是心中一紧 连忙将双手又放了下去 叶婉婷的小动作 全被苏绕看在了眼里 她的眸底迅速生起一抹警惕之色 唐浩连忙介绍道 这位是我的学姐叶婉婷 也是怪谈攻略组的成员之一 她的父亲叶帆 可是龙国怪谈攻略组的组长 苏绕的小嘴嘟了嘟 喃喃低语了一句 怪不得呢 原来是靠关系进来的 唐浩又将目光转向了苏绕 说道 这位学姐 你应该很熟悉了吧 她就是我的女朋友苏绕 女朋友这三个字 唐浩说得极其自然 显然 她已经从心底里认定了苏绕 一听这话 苏绕顿时满心欢喜 立即轻易地勾紧了唐浩的胳膊 而叶婉婷则是猛的一正 她原本以为唐浩 只是带苏绕回现实世界转转 搞好一下关系 没想到 唐浩竟真的将苏绕 当做了女朋友 叶婉婷深深看了唐浩一眼 想要说什么 却又止住了 毕竟 苏绕就在旁边 她虽然是怪谈世界的NPC 但并不是听不懂人话 嗨 叶婉婷轻咳了一声 问道 你们肚子应该饿了吧 我这就来给你们做午饭吧 为什么要她来给我们做午饭 苏绕的眉心 瞬间拢起了两座小山丘 唐浩连忙解释道 是这样的 怪谈攻略组 为了能让我吃到更安全放心的饭菜 就特地让学姐来帮忙做饭 苏绕眯缝了下眼睛 这么说 叶学姐是跟你住一个屋了 唐浩点点头 是的 不过 我们俩各住个的房间 平时并不会互相打扰 苏绕嘟着小嘴 轻点了一下脑袋 随后将目光移到了叶婉婷的脸上 叶学姐 非常感谢你之前对浩哥的照顾 现在我既然来到了现实事件 那就让我来接手照顾浩哥的任务吧 虽然我是一名空姐 但在家务方面也是一把好手 尤其是在烹饪方面 我的脑子里可是存了一千多道菜谱呢 我保证能让浩哥吃得心满意足 叶婉婷的眉心瞬间醋了起来 脸色也变得有些难看 你的意思是 要让我从这里搬出去吗 缩绕点点头 直言不讳地说道 浩哥跟我毕竟是男女朋友的关系 我们俩又很年轻 又刚好是在热恋期 难免会做一些 你懂的 就是那种羞羞的事情 你要是跟我们同处一室的话 我们放不开不说 叶学姐你要是听到我们房间里传出来的动静 难道不会觉得尴尬吗 叶婉婷的脸颊不由得微微一红 她清楚地知道 缩绕在副本里是什么样子的 现在回到了现实世界 没有了任何危险 不难想象 她绝对会更加肆意地放飞自我 自己要是硬要留在这里 倒的确是显得有些不识去了 叶婉婷思索了一会儿 开口说道 这样吧 我先去请示一下叶组长 唐浩毕竟是龙国的天选者 身系异国的命运 她的身上可没有小事 说着 叶婉婷便转身走进了自己的房间 然后给老爸拨了的电话 电话很快接通 叶婉婷便将刚才发生的事情 解明扼要的跟父亲说了一遍 沉默片刻后 叶帆叹了口气 哎 也罢 本来我还想着你们俩能不能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呢 既然唐浩已经做出了选择 那就尊重她的决定吧 毕竟 唐浩和苏绕共同经历了两个怪谈副本 在那种情境下 的确很容易形成深厚的感情 只要她对唐浩是一片真心 咱们还是祝福他们吧 叶婉婷咬着嘴唇轻轻点了点头 嗯 我知道了 挂断电话后 叶婉婷擦了擦眼角 随即默默收拾起了自己的东西 叶婉婷的东西并不多 很快就收拾完毕 她从房间出来的时候 便看见苏绕已经系上围裙 在厨房忙活了 乔苏绕那切菜的动作确实相当熟练 刀工绝对远在自己之上 想来 她一定能将唐浩照顾得更好 一阵马桶冲水的声音之后 卫生间的玻璃门被拉开 唐浩迈步从里面走了出来 见到叶婉婷 唐浩立即露出一个歉意的微笑 她本不想让叶婉婷离开 不过考虑到苏绕的感受 她也只能对苏绕的行为表示默许 毕竟 苏绕好不容易来一次现实事件 总不能让她感到不痛快吧 叶婉婷迈步来到唐浩跟前 轻声说道 我刚跟老爸请示过了 他同意我搬出去 我就住在隔壁的16号房间 有什么事情的话 可以随时来找我 唐浩点点头 真诚地说了句 谢谢学姐 看着叶婉婷拉着行李箱 离开15号房间 并将门轻轻关上 苏绕立即飞奔过来 一下跳到唐浩身上 双腿紧紧夹住唐浩的腰 嗯 太好了 终于可以挂人世界了 唐浩连忙轻轻嘘了一声 小点声 要是被叶学姐听到了 她会不高兴的 苏绕嘟了嘟小嘴 呜了一声 唐浩突然想到什么 同色亮了亮 对了 要不咱俩先做点 有趣的事情吧 苏绕抬了抬柳眉 浩哥你才刚打完boss 这会儿又要做 不累吗 累啊 这不正要放松放松吗 说着 唐浩这边将苏绕 抱到了客厅的沙发上 然后神秘兮兮地说道 你先等我一下 我进屋拿的东西 马上就过来 苏绕的脸颊更红了 立即轻咬了下嘴唇 拦不成浩哥 去拿会震动的玩具了 这边开始脱起了身上的衣服 苏绕刚将身上的衣服脱完 唐浩便拿着两个掌机 兴冲冲地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然而 看看这是什么 苏绕扭头一看 见唐浩手里拿的原来是掌机 尴尬的大脚趾 瞬间扣出了个三十一厅 唐浩也是微微一正 然而 好端端的 你怎么 脱起了衣服 苏绕揉着鹅脚 强行挤出一个大笑 哦 我 突然感到有点热 说着 还抬起手掌 在脸庞扇了扇 仿佛真的很热的样子 热 唐浩震了一下 怎么会热呢 现在的气温 应该只有二十多度呀 你该不会是生病了吧 说着 唐浩便立即走上前 将自己的额头 抵在苏绕的额头上 仔细感受了下 苏绕额头的温度后 唐浩疑惑地说道 好像也没有什么异常啊 苏绕却是轻咬唇半 露出一副又好气 又好笑的表情 我都片叶不沾身了 你倒还正经起来了 唐浩素色道 这事关你的身体健康 当然要正经了 要不 我让学姐去找医生 来给你看看 说着 唐浩便拿起手机 要给叶婉婷拨过去 苏绕顿时就是一个机灵 连忙一把夺过唐浩的手机 将手机往沙发一丢 唐浩有些奇怪地看向苏绕 然而 你让我手机干嘛呀 不想让身体恢复健康了吗 苏绕朝刘海吹出一口气 我这是上火了呀 能吃我的人 就只有你啊浩哥 快点 来给我去去火吧 说着 苏绕便捧住唐浩的脸 炽热如火地吻了起来 唐浩的额上 不由地拉出几道黑线 我就是进屋拿个游戏机 这也能惹你上火 苏绕一掌 拍在唐浩的脸颊上 别说话 专心一点 一个小时候 苏绕身上的邪火 才渐渐散去 他穿好衣服 脸上立即露出溃色 掐着手指道 对不起啊浩哥 我不应该为了 去火 而耽误了做饭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 责罚我吧 唐浩愣了一下 随即拧起眉心说道 责罚你 除非我的脑子被驴踢了 否则绝不可能会做出 如此愚蠢的事情 刚才的体验 简直美妙至极 要不是现在肚子 已经饿得咕咕叫 我都想帮你再去一次火呢 苏绕立即身子一挺 那我这就做饭去 浩哥你先玩会儿游戏 坐等饭好就行 唐浩立即问道 需不需要我帮忙 唐浩很小就是锅儿了 所以他相当自立 家务活什么的 更是不在话下 苏绕立即笑着 将唐浩按回的沙发 不用不用 走进厨房的背影 唐浩不禁心中感叹 这可真的是神仙般的日子 唉 真希望下一个怪谈副本 不要那么快到来才好 差不多玩了一个多小时的游戏 苏绕喊开饭的声音 终于响了起来 唐浩丢下掌机 揉了揉饿的咕噜噜乱叫的肚子 走到餐桌旁一看 铜色瞬间就亮了起来 桌上一共摆了三菜一汤 分别是红烧肉 翡翠豆腐 青炒食蔬 还有一道紫菜蛋花汤 这三菜一汤的卖象和色泽绝佳 光是看上一眼 唐浩就忍不住吞起了唾沫 苏绕连忙成了一碗米饭 递到唐浩的面前 说道 快尝尝 然后一脸期待地看向唐浩 唐浩点点头 立即夹起一块红烧肉 放进了嘴里 肥而不腻的肉块入口即化 唇厚的肉香和浓郁的酱汁相互融合 简直让人回味无穷 唐浩的眼底瞬间闪耀起璀璨的光芒 立即朝苏绕竖起了大拇指 毫不夸张地说 这绝对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红烧肉 苏绕的嘴角扬起一抹美丽的弧度 眼里闪烁着惊喜和满足的光芒 吃完饭 唐浩主动承担起了洗碗的任务 最后 两人一同歪在沙发上 开始在某宝上面红心跳地挑选起了情趣内衣 刚选了七八套 加入到购物车里的时候 房门突然被轻轻敲响 唐浩顿时就是一个机灵 他连忙收起手机 快步走到门边 透过猫眼朝外面看了看 站在门外的人正是叶帆 门口两侧还站着两名特种小队的队员 显然 他们刚才一直守候在门外 唐浩的脸颊不由自主地微微一趟 因为这意味着 刚才他为缩扰去火的动静 都被这两位队员听在耳中 唐浩快速整理了下面部表情 然后将房门拉了开来 叶帆原本平静的脸上 立即绽放出一朵绚烂的菊花 他张开双臂 一把将唐浩紧紧地拥入怀中 同时在他的后背上用力拍了拍 欢迎回来 辛苦了 唐浩连忙伸手朝着房间里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叶组长 请快进屋座 叶帆点点头 迈步走进屋内 立即向唐浩身后的苏绕 伸出了右手 热情地说道 苏绕 你好 我是龙国怪谈攻略组的组长叶帆 欢迎你来到现实世界 苏绕子大大方方地伸手跟叶帆握了握 叶组长 你好 寒暄结束后 叶帆看了一眼唐浩 说道 能否让苏绕先回房间待会儿 我有些话要单独跟你说 唐浩点点头 随即扭头对苏绕说道 然而 你先进房间刷画痘音吧 苏绕嗷了一声 转身进入房间 轻轻将房门关上 两人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了下来后 叶帆压低声音问道 对于苏绕 你是怎么打算的 唐浩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如果我能活着通关这一轮的规则怪谈 我会取他为气 叶帆摸着下巴 缓缓说道 他并不是人类 严格意义上来说 应该是个诡异 你可想好了 唐浩深吸一口气 目光笃定 要是没有苏绕 我恐怕已经死在怪谈世界里了 所以 我绝对不会负他 叶帆 我知道你是个善良的孩子 可是 感情不是感恩啊 唐浩摇摇头 不仅仅是感恩 我的确 已经爱上了苏绕 沉默了一会儿 叶帆忽然在唐浩的腿上轻拍了一下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 那我们尊重你的选择 要是不嫌弃的话 到时候 就由我来给你们俩做证婚人吧 唐浩顿时眸色一灿 感激说道 谢谢叶组长 叶帆笑着轻轻摆了摆手 能够成为你们的证婚人 也是我的荣幸 说到这里 叶帆突然停顿了一下 似乎纠结了一会儿 才继续开口说道 不过 现在有句话 我也必须要提醒你一下 唐浩立即神情一速 叶组长请讲 叶帆看着唐浩 缓缓说道 你和苏绕都还很年轻 精力旺盛 对于那种事情 可能会欲罢不能 唐浩顿时耳边一红 心里大概已经猜到 叶组长要说些什么了 叶帆继续说道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掏空了身体 万一影响了下一个怪谈世界的发挥 怎么办 那可是怪谈世界啊 烧一分神 就可能会丢掉性命的凶险之地 唐浩揉了揉鼻子 思考了两秒钟 决定还是告诉叶帆 自己的特殊情况 叶组长 其实我和苏绕 做那事 并不只是为了追求快感 对我来说 还有一个很隐秘的好处 那就是 可以快速恢复我的精力值 叶帆的眉心凝了凝 精力值 是使用某些能力时 会消耗的一种能量吗 唐浩点点头 嗯 我的天赋能力 每使用一次 都会消耗精力值 而且 上个副本里的法杖 在释放技能时 也会大量消耗精力值 叶帆揉了揉下巴 忽然眯缝了一下眼睛 说道 也就是说 你和苏绕 只要有亲密举动的话 就会快速恢复精力值 唐浩点点头 是这样的 叶帆 所以说 那事非但不会掏空你的身子 反而会让你精力更加充沛 唐浩 没错 叶帆突然哈哈大笑了起来 一掌拍在了唐浩的肩膀上 你这小子 还真是X服满满啊 不过 回到现实世界 还是要稍微节制一下 毕竟 你在现实世界 也用不着消耗精力值 回头 我会再让人送些补肾的食材过来 为了咱们龙国的未来 你这妖子 可不能出问题啊 听到叶组长的话 唐浩的鹅脚 瞬间拉出了几道 又长又粗的黑线 不禁在心里 祭出了吐槽之魂 我说叶组长啊 你怎么也开始不正经了 然而 唐浩在表面上 只是尴尬地摆了摆手 说道 不用麻烦了 叶组长 我的妖子好得很 不需要补的 叶帆嘿嘿一笑 你以为你现在的妖子 是你自己的吗 唐浩不由地愣了一下 疑惑地问道 这不是我的妖子 难道还是别人的吗 叶帆 是你自己的 不过 这也是咱们龙国的妖子 你这妖子要是出了问题 咱们整个龙国的国运 都要跟着出问题 所以 接下来这段时间 记得对自己好一点 该补就补 千万别嫌腻 对了 要是你们自己做起来 觉得麻烦的话 我可以请国燕大厨 专门做好了 给你们送过来 唐浩想了想 老是让苏绕做饭的话 也不太好 毕竟他来现实世界 是做客的 天天做饭的话 也确实是 有事代可知道了 便点了点头道 那就有劳叶组长了 叶帆摆了白手道 这有什么劳不劳的 都是我应该做的 接着 叶帆突然画风一转 对了 我还有个不情之请 唐浩立即做了个请的手势 叶组长请讲 叶帆搓了搓下吧 上面想要给苏绕做一次体检 毕竟 这可是怪谈 NPC第一次来到现实世界 如果能弄清楚 他的身体构造 无疑能让我们 更加深入地了解那个世界 这对人类文明来说 或许会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唐浩顿时双眼一眯 警觉地问道 不会是想要解剖苏绕吧 叶帆立即摇头 解释道 怎么会呢 就是抽抽血 做做CT 测试一下各项指标之类的 绝对和正常体检 没有任何区别 当然 这件事情 我完全尊重你和苏绕的意愿 如果你或者苏绕本人 不愿意体检的话 我会跟上面说明情况的 唐浩几乎没有做任何思考 就立即说道 还是算了吧 苏绕毕竟出来现实事件 我不想给他留下不太好的印象 叶帆点点头 行 我知道了 那就不打扰你休息了 有什么需要 可以随时跟我联系 或者跟婉婷沟通也行 说着 叶帆便从沙发上站起身来 刚要迈步朝房门走去 唐浩突然开口道 叶组长 我也有个不情之请 叶帆将目光移到唐浩的脸上 说道 但说无妨 唐浩这边开口说道 我想带苏绕出去逛逛 可以吗 毕竟 他来现实世界一趟很不容易 要是成天就关在房间里的话 实在是太闷了 这个嘛 叶帆掐着下巴 立即陷入到了为难之中 两久 他才抬起头来 看向唐浩 说道 上次的老马和罗密书风波 才刚平息 背地里盯着怪谈应对中心的国际势力 还不知道有多少呢 现在就这么 让你们出去的话 无异于将你们暴露在敌人的视野中 很可能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抱歉 是我没法答应你这个请求 万一你有个什么闪失 我可就是龙国的千古罪人了 你们要是闷了 可以在怪谈应对中心里逛逛 这里面还是挺大的 这里不是会议室 就是办公室 有什么好逛的 唐浩赋斐了一句 表面上却是轻轻点了点头 说道 知道了 叶组长 时间很快来到了第三天 苏绕一脸无趣地坐在沙发上 无精打采地叹息道 嗯 好闷啊 唐浩扎巴了下嘴巴 试探着问道 要不 我再给你去去火 苏绕摇了摇头 有气无力地说道 我现在已经没有火了 就是憋得慌 只想出去透透气 那我带你去怪谈中心的健身房里 锻炼锻炼身体 唐浩提议道 苏绕绝了绝小嘴 才不要呢 刚跟你做完运动 你还要让我去健身房 想累死我啊 那怎么玩 元神 苏绕还是提不起兴趣 不要 干不动 这时 房门突然被轻轻敲响 唐浩连忙起身走到门边 透过猫眼 朝外面看了看 是学姐叶婉婷 她立即将房门拉了开来 喊了声学姐 叶婉婷的手里 拿着一个黑色手提袋 表情看起来有些异样 叶婉婷将手提袋 递到唐浩面前 那 这是你网购的衣服 唐浩疑惑地接过袋子 拉开一看 只见里面全是 自己和苏绕挑选的情趣内衣 没等唐浩开口 叶婉婷就抢先解释道 这是安保人员拆的 主要是怕里面被放了病毒 或者炸弹之类的东西 唐浩呜了一声 问道 那这些都安全吗 叶婉婷点点头 安全 有劳学姐了 对了 能麻烦学姐带苏绕出去逛逛街吗 她现在已经闷得不行了 她不是天选者 离开怪谈应对中心 应该没问题吧 叶婉婷立即摇了摇头 说道 不是我不愿意 而是苏绕是你的女朋友 要是被抓住了作为妖邪 还是会让你陷入危险的境地 你们俩还是老老实实待着吧 这不是情趣内衣到了吗 赶紧让苏绕穿上 一天很快就过去了 唐浩 在情趣内衣的加持下 接下来的时间 确实过得充实而飞快 然而 到了第五天 各种花样都完遍的两人 又开始感觉烦闷了起来 苏绕在客厅徘徊了不下五十圈后 忽然顿住脚步 扭头看向唐浩 浩哥 要不 咱俩偷偷溜出去吧 唐浩摇头道 这里的安保相当严密 我们不可能出得去的 苏绕神秘地挑了下柳眉 说道没关系的 昨晚我在诡异商城里 看到了一个好东西 唐浩的双眼瞇了瞇 什么好东西 易容面膜 只要贴上这个面膜 然后眼睛看着 或是在脑海里 想着另外一张脸 你的脸就会变成那个样子 一张面膜的时效是三个小时 足够我们出去痛痛快快玩一次了 而且还不用担心 暴露你作为天选者的身份 唐浩的眼眸微微移动 有了易容面膜 他们溜出去 确实有了可能 但光有面膜肯定不行 唐浩掐着下巴沉思了一会儿 说道 我们房间门口 有两名特种兵站岗 我们要出去 必然会被他们发现 得想个办法摆脱他们才行 苏绕醋没想了想 随即攥了钻粉拳说道 那还不简单 直接把他们俩打晕不就行了 唐浩摇了摇头 不行 他们每隔一小段时间 就会汇报一次情况 打晕他们后 特种小队应该很快就能发现异常 到时候再发现我们俩消失的话 搞不好会以为我们被掳走了 必然会闹出很大动静 说到这里 唐浩忽然双眼眯了眯 也许我们可以先去健身房健身 然后再去健身房的洗澡间里洗澡 他们总不能跟着我们去洗澡间吧 在那里 我们可以贴上面膜 改编外貌 然后换上一套新衣服 从洗澡间里出来 神不知鬼不觉地 从他们的眼皮子底下溜出去 索扰顿时双眸一阔 嗯 这个主意不错 那事不宜迟 咱们这就行动吧 唐浩摇摇头 摆脱那两名特种兵 只是我们溜出去的第一步 要想离开怪谈应对中心 我们还要面临安保人员的盘查询问 天选者回到现实世界期间 怪谈应对中心 基本上是处于戒严状态 只有特殊工作任务的人员才能出入 索扰的小嘴张了张 啊 看得这么眼啊 唐浩点了点头 表情严肃地说道 可不是吗 毕竟天选者关乎到异国的国运 可马虎不得 而且 上次怪谈中心还出了内鬼 这就更让他们草木皆兵了 索扰面露愁容 问道 那要怎样才能通过他们的盘查呢 唐浩 只有拿到叶组长特批的条子 我们才能离开 索扰试探着问道 那 我们去找叶组长 有没有可能 唐浩摇头 叶组长是不可能批条子 让我们出去玩的 等一下 苏扰忽然灵机一动 立即拿起手机 查看起了诡异商城里的道具 查找了差不多五六分钟的样子 他终于兴奋地 发出一声轻呼 浩哥 你看这个道具怎么样 唐浩连忙将脑袋凑过去一看 只见手机屏幕上 写着指尖催眠陀螺几个字 道具说明 本陀螺只对人类有效 转动陀螺 并将陀螺举到人类的眼前 只要对方的目光落到陀螺上 便会进入催眠状态 持续时间三分钟 三分钟后 催眠将会自动解除 本陀螺一共可以使用十次 十次之后 陀螺将自动失去催眠效果 售价 二百万惊悚币 唐浩宁了您眉心 说道 道具倒是不错 就是这二百万惊悚币 是不是也推贵了点 苏扰毫不在意地说道 能跟浩哥出去痛痛快快地玩一次 这点惊悚币算什么 更何况 我留着这些惊悚币 也没什么大的作用 说着 苏扰便直接点下了购买按钮 很快 一道黑色气息的漩涡 在两人面前的茶几上 升腾而起 几秒钟后 黑气散去 茶几的桌面上 赫然多了一个指尖陀螺 陀螺成圆形 直径约莫有五厘米的样子 整体呈现出一种暗黑色调 给人一种神秘而古老的感觉 在陀螺的顶部和底部 刻画着一些奇怪的符号 这些符号形似古老的文字 但却无法辨认 而在陀螺的侧面 则雕刻着六个栩栩如生的骷髅图案 唐浩拿起陀螺仔细看了看 随即将陀螺递到苏绕手里 说 要不 你先拿我做个实验 苏绕立即摇头 我怎么能拿浩哥做实验呢 万一这个催眠有什么副作用呢 要不 咱们还是叫一名特种兵进来试试吧 唐浩想了想 随即点了点头 也行 说着 唐浩便快步走到门边 将房门拉了开来 唐浩的目光 落到左侧那名特种兵的脸上 阿虎 可以麻烦 你进屋来帮我搬一下床吗 我想一个位置 阿虎点点头 说了句没问题后 便迈步走进了房间 唐浩立即将房门关上 快走到房间门口的时候 苏绕忽然从沙发上站起身 浩哥你等一下 我想给阿虎看一样东西 说着 苏绕便快步走到阿虎跟前 伸出手指轻轻一拨 指尖陀螺便快速旋转起来 随后 他将旋转的陀螺 往阿虎面前一举 问道 你看 这个形状像什么 阿虎只看了一眼 瞳孔里的光芒瞬间变得涣散 苏绕立即试探着说了一句 你其实并不是人 而是一只鸡 一只大公鸡 断了两秒 阿虎立即挺直了几辆 昂首阔步地在客厅里走起路来 一边走还一边抖动着自己的肩膀 与此同时 他的手臂也随着身体的摆动 而上下挥动着 就像公鸡在扑闪自己的翅膀 走了一会儿 阿虎突然将脑袋向后扬起 嘴巴张德大大的 发出了一声响亮的窝窝声 仿佛真的是一只公鸡在啼叫 缩扰和唐浩不由地瞪大眼睛对望了一眼 我去 这催眠的效果也太厉害了吧 唐浩又试着问了一句 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阿虎立即机械地答道 唐浩点点头 看看时间快到三分钟了 便说道你已经帮我把床椅好了 感谢你的帮忙 你可以回到自己的档位上了 对了 你其实并不是一只鸡 而是一个人 而且还是一名特种兵 阿虎顿时谋色一速 身姿一挺 对唐浩行了的军礼 重新将房门关上 苏绕立即兴奋地看向唐浩 有了这个指尖陀螺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溜出去了 唐浩沉思片刻砸了砸嘴 说道 还差一样至关重要的东西 还差什么 唐浩素色说道 钞票 钞票 苏绕听闻立即促起眉心 不是可以手机支付吗 唐浩摇了摇头 素色说道 他们给我的手机里 植入了监控软件 会追踪到我的位置 而且用手机支付也会留下痕迹 这样我们的行踪就会立即暴露 苏绕嘟了嘟小嘴 那浩哥 你有现金吗 唐浩再次摇摇头 没有 苏绕想了想 说道 那要不 我们就出去逛逛街 什么也不满 唐浩一脸认真地看着苏绕 那怎么行呢 你好不容易来一次现实事件 我怎么也得带你好好感受一番人间的美好 可是 咱们要怎么弄到钞票呢 要不 让你的叶学姐帮你去取 你就说 我突然心血来潮 想要数钞票完 苏绕出了个主意 唐浩摇了摇头 肯定是不行的 他要出去 也要得到叶组长的特批 叶组长不可能因为这点小事 就让他离开怪谈中心的 苏绕绕了绝小嘴 实在不行 我们就在诡异商城里 兑换了什么道具 拿出去卖掉吧 唐浩再次摇起了脑袋 诡异道具 还是不要拿出去卖的好 而且一时之间 我们也根本不可能找到买家 总不能去大街上挨个去问吧 那样的话 一些躲在暗处的组织 马上就会注意到我们的 苏绕皱起了鼻子 那怎么办 总不能去偷去抢吧 唐浩没有吭声 而是立即掏出手机 打开诡异商城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在搜索矿里 输入了龙币这个关键词 万一惊悚币可以直接购买龙币呢 反正搜搜看又不会有什么损失 下一秒 一个结果谈了出来 龙币流通于龙国的货币 兑换价格 一惊悚币等于一百龙币 唐浩立即兴奋地抱住苏绕 在他的嘴唇上狠狠拨了一下 咱俩简直是走了狗屎运了 惊悚币竟然可以直接兑换龙币 那就先兑换个一百万龙币吧 说着 唐浩立即点击了兑换按钮 很快 黑色气息的旋风 就在茶几上旋转了起来 几秒钟后 气息散去 茶几上赫然多出了一百打 整齐马放的钞票 缩扰的嘴巴 瞬间张成一个大大的O型 浩哥 你这兑换的也太多了吧 这么多钱 你打算怎么带出去呢 唐浩神秘一笑 立即将桌上的这些钞票 全部装入到了空间戒指之中 看着凭空消失的钞票 苏绕不由地瞪大眼睛 移了一声 钞票不见了 浩哥 你把他们藏哪儿了 唐浩贴近苏绕的耳朵 轻声说道 其实我有一个随身空间 切记 一定要替我保密哦 苏绕表情郑重地点了点头 嗯 明白 两人又从诡异商城里 买了两张易容面膜 并在衣柜里 各拿了三套衣服后 便耐心等待着夜幕的降临 以便更好地实行 他们的六号计划 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 晚上九点零五分 唐浩和苏绕 来到怪谈中心外的大街上 苏绕深深呼吸了一口 外面清新的空气 心情看起来非常好 唐浩紧步的神经 却并未放松 虽然在易容面膜的加持下 他们俩现在的面貌 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仍然需要警惕 在暗地里盯着怪谈中心的人 或者组织 而且唐浩很快便发现 一名穿着黑色冲锋衣的男子 紧紧跟上了他们的步伐 然而 我们可能已经被跟踪了 唐浩压低声音说道 苏绕震了一下 立即就要回头去看 唐浩连忙一把 搂住苏绕的脖子 别回头 前面有个咖啡厅 咱们先进咖啡厅 然后去厕所换身行动出来 苏绕用力咬了下嘴唇 浩哥 要不咱们还是赶紧回怪谈中心吧 要是因此 让你遭遇了什么危险 我会永远无法原谅自己的 唐浩摇摇头 好不容易出来了 怎么能就这么回去 放心吧 就算真的遇到危险 我们也能全身而退 别忘了 唐浩的空间戒指里 还躺得跟星辰法杖了 而且上次买的闪避卡 还没有使用 很快 两人一起走进了咖啡厅 咖啡厅里人还不少 这正是唐浩想要看到的 唐浩拉着苏绕 静置上了二楼 冲锋一男 估计是怕跟得太近会被察觉 就直接在一楼大厅 找了个对着楼梯的位置 坐了下来 见冲锋一男没有跟上来 唐浩立即拉着苏绕 走进了男卫生间 一名正在小边的男子 见突然有个美女进来 顿时吓了一跳 尿湿了一手 唐浩直接拉开一个隔间 拽着苏绕走了进去 然后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那名被尿湿了手的男子见状 双眼立即瞪到核桃般大小 一脸羡慕极度恨的男男自语道 现在的年轻人啊 也太会玩了吧 五分钟后 隔子间的门被推开 唐浩和苏绕不仅换了一身形头 连容貌也发生了变化 一容面膜的持续时间为三个小时 在这段时间内 他们可以随意改变面容 出了卫生间 唐浩静止下楼 走出了咖啡厅 苏绕则远远地跟在后面 走出咖啡厅大约一公里后 唐浩确定那名冲锋衣男子 没有跟上来 这才停下脚步等待苏绕跟上 随后 他们拦下一辆出租车 前往步行街 步行街上 人潮涌动 热闹非凡 唐浩和苏绕手牵手漫步其中 享受着繁华都市的独特魅力 他们一边走一边品尝着各种小吃 从香甜的糖葫芦 到嚼劲十足的鱿鱼丝 从香辣可口地烤穿到 浓郁甜美的冰淇淋 每一口都让他们感受到了 无比的满足和愉悦 唐浩还精心为苏绕 挑选了一堆衣服和首饰 从时尚的连衣裙 到华丽的项链 从精致的耳环 到闪亮的手链 每一件都展现了 他对苏绕的深情厚意 随后 唐浩走进一个卫生间 将购买的衣物 尽数塞进了空间戒指中 整理完毕后 两人兴致勃勃地 前往这条街上 最有名的网红餐厅 刚到餐厅门口 两人便看到 前方有一个路演舞台 下方围满了人群 主持人在台上 热情洋溢地喊话 今天 我们将在这里举行一场 别开生命的接吻大赛 邀请所有的 走过路过的情侣们来参加 迎娶属于你们的浪漫大奖 极光之恋钻戒一对 苏绕瞬间便来了兴致 立马扯了扯唐浩的胳膊 兴奋地说道 浩哥 我们也过去看看吧 唐浩点点头 牵着苏绕的手 一同来到台前 只见身边全是一对对的情侣 有的虽然心中有意愿 却没有胆量上台 有的则跃跃欲试 期待在比赛中一展身手 还有的和唐浩一样 完全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 前来观赏 这时 主持人大手一挥 用充满激情的声音说道 现场的情侣们 这是一个展示爱的舞台 一个创造美好回忆的机会 无论你们是羞涩的新手 还是接吻高手 都请加入我们的比赛吧 和心爱的人 一起创造属于你们的浪漫时刻 迎娶令人心动的钻戒吧 请牵起你心爱人的手 一同登上这个舞台 本场比赛 仅有20对情侣的名额 所以要抓紧时间哦 一旦名额爆满 即使再想上台 也没有机会了 舞台已经为你们准备好 爱的火焰 即将在这个舞台上熊熊燃烧 快快行动起来吧 很快 一对穿着情侣装的男女手牵手 登上了舞台 接着 是两位大学生模样的情侣 紧随其后的是一对中学生模样的情侣 然后是30岁左右的夫妻 看着舞台上不断增加的情侣 苏绕也不由自主地 被这浪漫氛围所感染 他连忙拽了拽唐浩的胳膊 浩哥 咱们也上台 去参赛吧 钻戒什么的倒是次要 关键是能创造一份难忘的回忆啊 唐浩摇了摇头 笑着回答 还是算了吧 之前我看过接吻大赛的新闻 有一对情侣连续接吻了三个多小时 才拿到一等奖 我们偷偷溜出来 得把时间花在刀刃上才行 苏绕有些失望地 撅了撅小嘴 唐浩见状 凑近他的耳朵 低声说道 咱们先去吃饭 吃完饭我带你去体验一下情趣房 有水床的那种 怎么样 苏绕顿时眼睛一亮 敏纯用力点了点头 此时 舞台上已经聚集了二十对情侣 接吻大赛正式开始 只见舞台上的情侣们姿态各异 有的背靠背扭头亲吻 有的则是女生躺在地上 男生一边坐俯卧撑一边接吻 还有的女生直接用腿夹住男生的腰 搂着脖子亲吻 当然 大部分情侣还是正常拥吻 苏绕漂亮的长节扬了扬 兴奋地说道 嗯 那个坐俯卧撑得不错 好哥 一会儿你也给我试试 唐浩勾了勾唇脚 愿意效劳 看了一会儿 唐浩便拉拉拉苏绕的胳膊 说道 接下来就是吃酒战了 也没什么好看的 咱们先去吃饭吧 苏绕点点头 正要和唐浩一起拨开人群离开 忽然 一名手捧鲜花的男生 非常突兀地冲上了舞台 人群里顿时响起一阵 窃窃私语之声 这男生要干嘛 他怎么就一个人上台 手里还捧着鲜花是什么意思 难道是要跟谁表白吗 哦 我知道了 肯定是要跟台下的某位女生表白 好奇的苏扰 顿时站住了脚步 浩哥 等一下 先看看这男生要干嘛 唐浩点点头 也立即将目光 落到了舞台上的那名男生身上 这名男生身材比较魁梧 身高一米八左右 脸上有青春痘 理着短发 脖子上还有纹身 在众人好奇的目光中 纹身男突然快步走向舞台上 正在接吻的一对情侣 然后一把抓住那名 身穿黄色夹克的男生的肩膀 猛地用力向后一转 起开 露出一脸惊恶的表情 徐广文 随即 女子的眸底便显出了冰冷之色 你来这里倒什么乱 快点下去 纹身男突然扑通一声 跪倒在马面群 女子的跟前 声味俱下地说道 单单 我错了 我发誓以后再也不玩游戏了 再也不赌球了 我已经找了份送外卖的工作 而且 我还一边送外卖 一边拍短视频 相信我 我很快就能成为网红的 单单 我请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 此时 贾克男已经从地上爬了起来 快步冲到纹身男跟前 一把揪住了他的衣领 怒不可恶地骂道 你他妈的是赖皮狗吗 还有完没完 单单已经跟你分手了 你听明白了吗 快点给我滚下去 否则我就报警了 说着 贾克男便从兜里掏出手机 立马叫拨 打110 纹身男见状 突然将鲜花往地上一放 然后猛地起身 从兜里掏出一把匕首 凶狠地朝贾克男一指 叫嚣道 你他娘的敢报警试试 信不尽老子同死你 人群里顿时起了一阵骚动 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 往后退了数步 但又不舍得离开 毕竟这样狗血又刺激的场景 在现实世界里 可太难得一见了 贾克男吞了口唾沫 正准备拨号码的手 停滞在了半空 此时的主持人 早已退到了舞台的边缘 原本还在热吻的十九对情侣 也都吓得纷纷跳下了舞台 主持人安抚道 这位帅哥 咱们有话好好说吗 不要动不动就拿刀 台下 还有好多小朋友呢 要是吓到这些祖国的花朵 就不好了 你说是不是啊 文身男突然扭头 朝主持人狠狠瞪了一眼 吼道 妈的 给老子闭嘴 否则老子 连你一起捅了 主持人吓得连忙扔了话筒 跳下舞台 并掏出手机 快速拨打起了110 文身男快步走到贾克男身旁 一把夺过他的手机 丢到了舞台下 然后扭头看向马面群女生 用近乎恳求的语气说道 单单 再给我一次机会 咱们复合 好吧 马面群女生决然摇头 冷冷地回答 我之前至少给过你三次机会 可是你一而再 再而三地让我失望 不好意思 你已经成为我生命中的黑名单 我就算是死 也不会跟你复合的 文身男听后 猛然正在原地 突然整个人开始微微颤抖起来 紧接着脸上青筋暴突 两颊咬合肌鼓起 眼底涌起害人的癫狂 你这个喜性厌旧 见一丝千 朝三暮四 水性羊花 石乱中气的臭婊子 贱人 烂货 老子来请求你复合 是他娘的看得起你 我在最后问你一句 你他娘的 到底跟不跟我复合 马面群女 早已气得浑身颤抖个不停 对眼前的这个家伙 已是厌恶到了极点 又怎么可能会跟他复合 当即决然道 要我跟你复合 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否则 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茗玉 我们走 说着 他便转身朝舞台下方走去 文身男瞪到暴突的双眼 感觉随时都会炸裂 眼球里布满了可怕的血丝 面目猙獰的吓人 他突然咬紧后槽牙 嘶声道 去死吧 我得不到的 别人也别想得到 说吧 文身男便抡起匕首 朝马面群女冲了过去 台下的观众 顿时陷入一片慌乱 尖叫声此起彼伏 缩扰的一颗心 也瞬间冲到嗓子眼 下意识地紧紧抓住了 唐浩的胳膊 就在文身男子的匕首 距离马面群 女子的后背 不到十厘米的危急时刻 突然间 一股极寒的气息 其他部位全都被冰层封住 仿佛一座凝固的冰雕 看到文身男 瞬间被冰结在舞台上 台下的观众们 全都瞪大了眼睛 嘴巴张大到 无以复加的程度 而那名马面群女子 也惊恶地扭过头来 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 这是怎么回事 他怎么突然被冰封了 是魔法吗 还是什么超自然的力量 多亏这名文身男被冻结了 否则那名女子 恐怕这会儿已经没命了 谢天谢地 神指显灵了 在台下观众们 窃窃私语的议论声中 远处的警笛声 游远极近 越来越清晰 苏绕立即瞪大眼睛 扭头看向唐昊 却见唐昊手里的法杖晃了一下 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唐昊连忙一把抓住苏绕的手腕 低声说道 我们赶紧离开这里 苏绕愣了一下 随即点了点头 跟着唐昊迅速挤出了人群 不远处 一名身穿黑色运动服的男子 立即拿起手机 对着舞台上被冰结的纹身男 拍了一张照片 然后按下了发送按钮 樱花国怪谈攻略组的会议室内 新任组长小林刚泰 正盯着手机屏幕 双眼逐渐瞪到了核桃般大小 静一郎 你来看看这个视频 小林刚泰急切地说道 攻下静一郎立即探过头 认真地观看起来 很快 攻下静一郎便眯凤其眼睛说道 这应该是冰封术 看来唐昊就在现场 他竟然真的把法杖带回了现实世界 小林刚泰兴奋地钻了钻拳头 太好了 真是得来全部费功夫 攻下静一郎立即速色问道 小林组长 你想做什么 当然是把唐昊的法杖抢过来 给你了呀 攻下静一郎露出一副无语的表情 小林组长 请恕我直言 你这样做只会重蹈上回的覆辙 小林刚泰自信地笑了笑 放心 我们这次的把握会非常大 这次唐昊身边有苏柔 我们就算抓不到唐昊 只要能抓住苏柔 也一样能让唐昊就范 说着 小林刚泰就要拿起手机下达行动指令 攻下静一郎连忙一把按住了小林刚泰的手腕 小林组长 请放弃这次行动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和龙国以及唐昊搞好关系 而不是做这种偷鸡不成反十米的事情 小林刚泰很认真地打量了攻下静一郎一眼 这可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你确定要放弃吗 攻下静一郎坚定地点了点头 相信我 这并不是什么千载难逢 而是万劫不复 沉思了大约一分钟后 小林刚泰才缓缓点头道 好吧 听你的 就在这时 小林刚泰的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 他急忙拿起手机来一看 瞳孔瞬间就是微微一缩 影子47发来消息 漂亮国的特攻小队已经盯上了唐昊和苏绕 正在刺激行动 影子小队询问是否要来个唐昂补缠 黄雀在后 攻下静一郎咋巴了下嘴巴 说道 我觉得倒是可以将这个情报告诉龙国怪谈攻略组 让他们欠我们一个人情 另一名怪谈攻略组成员立即质疑道 可是这样做不会得罪漂亮国吗 攻下静一郎立即发出一声冷哼 除非我们当中有内鬼故意将这件事情泄露出去 否则漂亮国是不会知道的 而且退一万步来说 就算他们知道了 难道还敢对我们怎么样吗 我们已经向龙国表示了我们的诚意 相信龙国到时候一定会保护我们的 小林刚泰点了点头 赞同地说道 那就按照静一郎的意思办吧 不要再有任何质疑了 接着 小林刚泰迅速将头转向秘书 吩咐道 快 帮我接通龙国怪谈攻略组的电话 此时 龙国的怪谈应对忠心 脚步沉重而急促 怎么样 监控分析结果出来了吗 文秘组主管点了点头 随即将信号切换到大屏幕上 大屏幕上立即显现出两名身着职业装的男女 叶帆手捏下巴 盯着屏幕观察了一会儿 然后眯起眼睛说道 他们的身材倒是相似 可是脸部却完全看不出任何本尊的痕迹 听听 叶帆将目光移到女儿的脸上 唐浩的房间里有化妆品吗 叶婉婷立即摇了摇头 只有一些简单的护肤品 所以也不可能是她的化妆品 组员之一的张静怡想了想说道 要把自己装扮成完全看不出本尊的样子 是需要特殊工具和高超的化妆技术的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并不是很大 更大的可能应该是 他们使用了诡异商城的某种道具 别忘了 这次他们俩美人可是获得了1600多万的惊悚币呢 叶帆深表赞同地点了点头 嗯 这种可能性的确很大 周里疑惑地问道 那他们溜出去干嘛 高刑警 还能干吗 肯定是出去玩了 毕竟是年轻人 又刚刚处于热恋期 天天闷在屋子里 肯定是受不了的 叶帆叹了口气 哎 都怪我 之前唐浩曾跟我提出 要带苏饶出去逛逛的请求 我当时想也没想 就一口回绝了 早知道还不如答应他 大不了多派点人手 做好安保工作 也好过他们自己这样溜出去 话至此处 叶帆忽然将目光投向文秘组主管 对了 他们后来去了 哪里能追踪到吗 文秘主管赶忙又调出了两人 走进咖啡厅的画面 他们进了这家咖啡厅之后 就再没出来 应该是进行了易容和换装 然后离开了 叶帆轻咬了下后槽牙 能追踪到唐浩的手机 或者消费记录吗 文秘主管摇摇头 唐浩的手机一直在房间里 也没有任何消费记录 叶婉婷眉心紧促 这就奇怪了 唐浩身上应该没有现金 难不成两人只是出去闲逛 这时 文秘组的一名成员 突然蹭的一下 从座位上弹了起来 叶组长 樱花国怪谈攻略组打来电话 要不要接 叶帆不由的就是脸色一沉 唐浩才刚刚失踪 樱花国攻略组就打来电话 难道说 他们已经成功绑架了唐浩和苏绕 立即把电话接过来 很快 叶帆面前的音箱里 传来一阵轻微的电流声 叶帆当即开口道 喂 我是龙国怪谈攻略组的组长叶帆 叶组长 您好 电话系统中的自动翻译设备 直接将对方的语言转换成了中文 我是樱花国怪谈攻略组的组长 小林刚太 冒昧给您致电 是有一条重要的信息 想要告知贵方 叶帆沉住气 问道 什么信息 小林刚太 贵国的天选者唐浩和他的女朋友苏绕 此刻正在青南路步行街的最码头餐厅示范 叶帆立即冲文秘组做了个手势 示意他们赶紧去核实 随后问道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小林刚太 因为一些机缘巧合 不过 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 漂亮国的特工小队 已经盯上了唐浩和苏绕 恐怕随时会对他们不利 要确保唐浩和苏绕的安全 你们必须迅速行动 叶帆眯起眼睛 质疑道 我凭什么相信你的话 小林刚太 在上一个怪谈副本里 我们的静一郎 和你们的唐浩 合作得非常愉快 这让我们意识到一个事实 只有合作 我们才能共赢 这时 大屏幕上弹出了餐厅的监控画面 一对俊男靓女正在吃饭 叶组长 应该就是他们 在舞台上的照片 叶帆心里猛地咯噔了一下 这不是 唐浩在怪谈副本里 使用过的冰封术吗 难道说 他真的把法杖 带回到了现实事件 很显然 漂亮国的特工小队们 就是冲着法杖去的 现在唐浩和苏绕在明 漂亮国的特工小队们在案 即便唐浩实力强大 也很难防住偷袭 更何况 唐浩的身边 还有个容易被抓作人质的苏绕 时间紧迫 必须尽快采取行动才行 想到这里 叶帆立即对着话筒说道 感谢小林组长分享的信息 你这个人请我记下了 青南路不行街 醉马头餐厅 苏绕满足地吃完了最后一口食物 然后拿起餐巾纸 轻轻擦拭了一下嘴角 对唐浩说道 今天的晚餐 真是美味极了 谢谢浩哥陪我一起 唐浩勾勾勾唇脚 压低声音说道 那咱们 这就去开间情趣房 好好体验一把水床的感觉 苏绕面颊一红 脑袋却是很诚实地点了点 嗯 唐浩叫来服务员买了单 随即便拉着苏绕的手 一起离开了醉马头餐厅 餐厅外 一名正在抽烟的西装男 立即将烟头扔到地上 一脚踏灭 他的目光紧盯着唐浩和苏绕 不紧不慢地跟了上去 同时轻点了下耳脉 低声说了句什么 很快 唐浩便拉着苏绕 来到了一家名为夜恋港湾的酒店前 粉色的灯牌 散发着暧昧的光芒 一看就足以让人合而猛飙升 苏绕细血地看了唐浩一眼 浩哥 这地方你不会是以前常来吧 唐浩立即站住脚步 抬起右手道 我可以对天发誓 在遇到你之前 我绝对是不出难 之所以知道这里 是因为宿舍一个哥们 跟我们吹嘘过 苏绕当即玩耳一笑 我就是随口问问 你那么紧张干嘛 就算浩哥之前来过这里 我也不会怪你的 走吧 春宵一刻值千金 咱们可得抓紧时间 来到大堂 唐浩深吸一口气 快步走到柜台前 柜台后坐着一名 三十多岁的女子 女子妆容精致 长发披肩 散发着一种成熟女性的魅力 你好 开一间你们这里最好的房间 唐浩说道 女子打量了两人一眼 随即点点头 身份证 唐浩并没有带身份证 就算带了 他也没打算拿出来 毕竟 这玩意可是会留下记录的 万一两人正情到深处的时候 怪谈攻略组的人突然来敲门 那可就太扫兴了 唐浩扭头看了苏绕一眼 苏绕会议地轻点了下脑袋 立即拿出催眠陀螺 用手指轻轻一弹 然后往女子眼前一举 我们是你老板的亲切 不需要身份证 女子神情目然 乐乐地点了点头 立即拿出一张房卡 放到了柜台上 苏绕拿起房卡 扫了一眼上面的数字后 便勾着唐浩的胳膊 快速走向了电梯间 进到房间 两人的呼吸 瞬间不自觉地变得急促了起来 房间里弥漫着暧昧的气息 红色的灯光 洒在圆形的水床上 水床上方是一面巨大的镜子 将床上的一切映照得一览无余 墙壁上挂着各种荒野的油画 让人血脉奔张 床边则放着一些奇怪的道具 有皮质的 蜡质的 也有金属的 此外 房间里还有几张造型奇特的凳子 有的凳子像王座 有的则设计成了秋千的样子 有的则看起来像是 某种特殊的检查设施 整个房间弥漫着浓郁的荷尔蒙气息 使人情不自禁地 想要抛弃所有束缚 尽情释放内心的天性 苏绕的眼中 已经燃起了熊熊的火焰 抬起修长的食指 在唐浩的胸前哗啦了一下后 娇声说道 那我先去洗个澡咯 唐浩连忙一把抓住苏绕的胳膊 然后直接给苏绕来了个公主抱 听说这里的浴缸很大 要不咱俩一起洗 苏绕的铜色闪了闪 好啊 正好试一下在浴缸里 是什么感觉 卫生间非常大 巨大的圆形浴缸格外惹眼 浴缸边还放着一盒新鲜的玫瑰花瓣 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 整个画面显得极为舒适 唐浩将苏绕小心地在浴缸边放下 随即拧开了水龙头 水开始哗啦啦地注入浴缸中 苏绕一边往浴缸里撒玫瑰花瓣 一边笑着对唐浩说道 浩哥 你可以用嘴 把我脱衣服吗 这 唐浩不禁揉了下鹅脚 难度有点大 不过 我可以试试 从地上昏死过去的保洁员身上 拿起一张房卡 嘴角露出一抹胜利的微笑 他一边往外走 一边抬起右手食指点了一下耳脉 房卡已经拿到手 你们赶紧过来吧 然而 让他感到诧异的是 耳机中竟然没有任何回应声 喂 S13 S15 你们在吗 忽然 一个陌生的声音在他的耳脉内响起 他们还在 就是已经睡着了 而且睡得很香 听到这个声音 西装男的铜色陡然一遍 立即从兜里掏出手枪 慢慢移动到门口 然后轻轻朝外探出脑袋 然而 他刚一露头 啾的一声 一发子弹 立即从一旁的枪管中射了出来 正中他的太阳穴 西装男甚至连闷哼都来不及发出 就直接倒在了地上 几名客种兵迅速冲过来 将西装男的尸体 装进一个拉杆箱中 拖了下去 随后 叶帆带着龙泉和韩小桃 来到了509房间的门外 叶帆正要敲门 却听见一阵水波荡漾之声 从屋内传来 中间还夹杂着音音艳艳之声 叶帆的手瞬间凝在了半空 随即尴尬地将手缩回来 扭过头朝龙泉和韩小桃看了一眼 龙泉倒是还好 韩小桃的脸上 却已经红成了个猴屁股 咱们还是等等吧 叶帆压低声音说道 这个时候突然敲门 搞不好会给唐浩下出病来 龙泉和韩小桃点了点头 三人静静站在门外 等待着唐浩和苏扰演气息鼓 然而 屋内的动静却不见消停 反而越来越大 叶帆和龙泉原本还站得鼻挺 时间一久 也难免慢慢弯了下身 韩小桃尬得都快用脚趾 在地板上抠出洞别墅了 叶帆见状 连忙扯了扯龙泉的胳膊 咱俩还是坐下来等吧 两个小时后 屋内海报拍掌的声音 终于停了下来 叶帆如释重负地吐了口气 想要从地上爬起来 却发现腿已经做妈了 韩小桃连忙将叶帆 从地上掺了起来 叶帆正要伸手去按门铃 门内突然又传来了 哗啦哗啦的声音 随即音音音之声又起 叶帆身体一将 仿佛被美肚杀的凝视击中 瞬间石化在了原地 怎么还来啊 刚才那一战 可是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啊 这小子是铁打的妖子吗 龙泉在一旁感叹道 一旁的韩小桃 不知道在想什么 背驰已经轻轻咬在了唇瓣上 龙泉扎了下嘴巴 建议道 要不咱们还是直接按门铃吧 否则还不知道 等到什么时候呢 叶帆摇了摇头 坚决不能打断 唐浩那里要是出了问题 会影响以后 在怪谈世界通关的 没事 咱们还是继续坐等吧 韩小桃 叶组长 要不我给您 在对面开个房间吧 您先睡一会儿 有我们俩在这里守着 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叶帆想了想 然后点了点头 行吧 韩小桃立即飞身下楼 去办理了入住手续 然后将对面的房门打开 叶帆合一躺在圆形水床上 轻轻闭上了眼睛 脑子里却是不由自主地 思考起了一个问题 要不 结婚纪念日的时候 也带上老婆来这里放飞一会 就是不知道自己这老妖 还能不能折腾得起 想着想着 叶帆便迷迷糊糊地 进入了梦乡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门铃声突然响了起来 叶帆顿时一个机灵 连忙从床上爬起来 先走到门边贴着猫眼 朝外面看了看 当看到唐浩和苏扰 就站在门外时 他的脸上 立刻露出了喜悦的表情 叶帆立即将房门拉开 沉下脸来对唐浩说道 你这臭小子 你知不知道你这一炮 让整个怪谈中心 差点乱了套了 还有 刚才要不是我们赶来及时 你们现在已经成为漂亮国 那几个特工砧板上的鱼肉了 龙泉在一旁小声纠正道 叶组长 不是一炮 是三炮 叶帆扭头朝龙泉看了一眼 发现他的黑眼圈 已经浓得快要和大熊猫相媲美了 不觉就是猛背一正 连忙台湾看了下时间 发现居然已经是凌晨三点钟了 好家伙 唐浩居然从十点一直折腾到现在 唐浩抓了抓头发 一脸歉意地说道 对不起 叶组长 我知错了 请您责罚 叶帆咬着后槽牙 吐出一口浊气 罚你接下来都不许再碰苏绕 啊 苏绕当即小嘴一嘟 小脚一跺 脸上满是不愿意 叶帆朝苏绕然一瞪 你如果真的爱唐浩 就要懂得有所节制 要是让唐浩体力透支 影响了下个副本的发挥 你担得了这个责任吗 苏绕轻轻嗷了一声 连忙将小脑袋滴了下去走吧 我们赶紧回怪谈应对中心 叶帆下达了指令 唐浩点点头 立即拉着苏绕的手 朝电梯间走去 龙拳暗磋缩地冲唐浩竖了个大拇指 厉害啊兄弟 你整整坐了五个小时 我整整坐了五个小时 我都快作废了 你居然还这么有精神 哎 是不是有什么秘方啊 唐浩笑了笑 低声说道 秘方就是经常锻炼身体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当然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 我对苏绕的爱 这给了我无尽的动力 龙拳挠了下脸颊 哎 有这么神奇吗 哎 叶帆紧握着拳头 靠近嘴边 轻声咳嗽了一下 提醒道 不要问这些不相关的问题 作为特种小队的队长 你的职责是注意警戒四周 龙拳立即谋涩一速 连忙警觉地环顾起四周 四人刚走进电梯 唐浩就发现 那个熟悉的倒计时 又出现在了自己的手心上 距离下一个怪谈副本 开启的时间为 23小时59分59秒 唐浩心头疏地一紧 没想到美好的时光 竟是如此的短暂 不过 这也使他更加庆幸 和苏绕一起溜出来 度过了这样一个美好的夜晚 总算是让苏绕这次 现实世界之行 没有留下什么遗憾了 浩哥 你怎么了 怎么神情突然变得这么严肃 苏绕敏锐地察觉到了 唐浩表情的变化 唐浩这边抬起自己的左手 说道 倒计时又出现了 下一个怪谈副本 还有一天就要开启了 缩扰同色一颤 即刻紧紧勾住唐浩的胳膊 轻呼道 啊 怎么会这么快啊 叶帆诞生说道 这次已经算慢的了 上一轮规则怪谈的时候 还有过回来仅有一天 下一轮怪谈 就马上开启的变态记录呢 唐浩 你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睡眠 赶紧回怪谈中心 好好睡上一觉 第二天 凌晨一点钟的时候 唐浩就从睡梦中苏醒了过来 他先去洗了个澡 将胡须刮得干干净净 然后换了身适应性强的冲锋衣 便盘腿坐在沙发上 静静等待着倒计时归零 时间来到凌晨三点十六分 倒计时还差一分钟就要归零 苏绕紧紧抱住唐浩的脖子 嘴里还不停地祈祷着 一定要让我和浩哥一起进入副本啊 一分钟后 周围的空间迅速坍缩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黑洞 唐浩和苏绕一同被吸入其中 当唐浩再次睁开眼睛时 发现自己正站在一个村庄的村口 在他眼前立着一块斑驳的匾额 上面原本珠红色的字迹 此刻已经褪去了颜色 变得几乎与黑色无异 唐浩仔细辨认了一下上面的文字 正是故园村这三个字 让唐浩感到惊喜的是 苏绕依然在自己的怀里 只是双眼紧闭 睫毛还在微微颤动 唐浩轻轻揉了柔苏绕的小脑袋 柔声说道 然而 我们已经到怪谈世界了 苏绕的眼睛缓缓睁开 环顾了一圈四周后 眼神中立即闪烁起兴奋的光芒 随即 他一把捧住唐浩的脸颊 毫不犹豫地印上了一个热脸而深情地吻 呜呜 太好了 又能和浩哥一起闯副本了 说着 苏绕还对着天空做了一个虔诚的败泄手势 感谢怪谈爸爸的眷顾与成全 就在这时 唐浩身侧忽然闪过一道虚影 紧接着 一个身影突兀地出现在那里 唐浩定睛一看 不由的就是双眸一阔 静一郎 攻下静一郎看到唐浩和苏柔 也是微微一正 但很快 眼底就涌起一丝欣喜之色 他笑着说道 看来 这次又是一个多人副本 上次我们俩合作得非常愉快 这次咱们再接再厉 一定能轻松通关 唐浩点了点头 随即冲攻下静一郎拱了拱手 之前多谢你们提供的情报 攻下静一郎笑着摆了白手 不必为此事挂怀 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他话音刚落 前方突然又有四道虚影 以极快的速度闪烁了一下 紧接着 四道身影便出现在他们面前 其中两人 正是他们上一个副本中的队友 来自流连国的扎土朗 和靴子国的索菲亚 而另外一男一女 则是两张陌生的面孔 看起来应该是第一次 进入怪谈世界的新人 扎土朗和索菲亚 见到面前的三位老熟人 双眼瞬间瞪得溜圆 满脸写着不可置信 索菲亚直接冲过来 给了肃扰一个大大的拥抱 而扎土朗更是兴奋地直搓手 说道 实在是令人意想不到 这次竟然又能与两位大神一同闯关 有你们在 这次通关必定十拿九稳 唐浩笑着回应道 回去后我还一直在想 什么时候才能再品尝到 茶叔做的美味佳肴呢 没想到这么快就如愿以偿了 另外两名男女 则难掩激动和兴奋 彼此对视了一眼 很显然 他们也认出了唐浩和攻下静一郎 毕竟 这两位可是当前全球互生最高的天选者 各种关于他们的文章和视频 几乎每天都能看到 想不知道都很难 攻下静一郎的目光 停留在那位新人的脸上 开口说道 你们俩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那位女生随即向前迈出一步 开口说道 大家好 我叫林美佳 是新皮国的一名女白领 唐浩轻点了一下脑袋 心中了然 怪不得这位女生看起来很像是华人 原来她是新皮国人 这位女生看起来二十六七岁的样子 身着一套得体的职业妆 扎着高高的马尾便 显得十分干脸 面容清秀 妆容精致 确实很像一名白领 她的手上没有戒指 看来还没有结婚 自我介绍结束后 林美佳便很自然地后退了两步 将那名男生让到了前面男生 看起来二十七八岁的样子 金发闭眼 戴着一副黑矿眼镜 身材略显瘦靴 男生服了服眼镜 开口说道 大家好 我是浣熊国的一名法医 名叫杰森 弓下静一郎点了点头 法医一般都具备强大的心理素质 而且在遇到队友受伤的情况下 还能够协助处理伤情 所以能有这样一位专业人士加盟 弓下静一郎还是相当欢迎的 欢迎来到规则怪谈世界 一道熟悉的机械音 突然在众人的头顶响起 欺人顿时就是心头一紧 连忙侧耳静听了起来 本次怪谈世界为 顾原村 这是一个被诅咒的村庄 任何从外面进来的人 都无法再离开这里 你们接到一份神秘的委托 来到这里 调查顾原村受到诅咒的缘由 下面是初次进入 怪谈世界的天选者 抽取天赋的时间 大约过了五分钟 机械音再次响起 天赋抽取时间结束 下面公布本次怪谈世界的通关条件 1.存活7日通关评分 A级 2.存活7日并弄清顾原村被诅咒的原因 通关评分 S级 3.解除顾原村的诅咒 并离开村子通关评分 SS级 本次怪谈世界中 天选者可主动向场外 这是一枚求助币 村子里有一个电话亭 求助时 只需将这枚求助币投入投币口 就可以与投币者所在国家的怪谈攻略进行通话 机械音的余音尚在空中回荡 一枚硬币宛如流星般突然从天而降 当的一声落在了唐昊的脚下 唐昊匆忙俯身捡起 这枚硬币看起来有些年代久远 触手生良 大小与普通议员硬币相仿 正面印着求助币三个大字 而背面则是一个奇怪的符号 本次怪谈挑战正式开始 祝各位天选者玩得开心 当那道冷冰冰的机械音 完全消失在众人头顶上方时 扎土朗试探着问了一句 那我们现在要进村吗 唐昊点了点头 恐怕没有其他的选择了吧 众人刚要迈步朝村子的方向走去 林美佳突然指着身后出村的那条路说道 如果我们往外面走会怎么样 攻下静一郎挑了挑眉吗 你可以试试 不过 按照怪谈世界的尿性 用脚趾头想也知道 你肯定是走不出去的 林美佳稍作犹豫 最终还是迈步朝出村的方向走了过去 反正尝试一下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然而 让林美佳没想到的是 他才往前走了七八步远 鼻子就猛地撞在了一个东西上 发出了一声沉闷响 嗯 好痛 林美佳一边揉着鼻子 一边说道 幸亏我这鼻子是纯天然的 不然这下肯定就被撞歪了 揉完了鼻子 林美佳便抬起手来 在前方摸了摸手处之处 一片坚硬 冰冷 就如同触摸在一堵玻璃墙上一样 林美佳瞪大眼睛 扭头看向众人 这里 似乎被一堵玻璃墙封住了 弓下静一郎 嘴角一撇 略带讥讽地说 都说了 你肯定出不去 偏不信 现在知道了吧 走吧 进村 林美佳立刻转身 小不快跑着来到了苏绕身边 毕竟大家都是华人面孔 无形中给他一种亲切和安全感 走了一会儿 路边开始出现几处房屋 这些房屋毫无例外的 都是一幅断壁残垣的景象 屋前屋后 全是杂草丛生 夹杂在中间的果树底下 全都铺满了腐烂发臭的果子 看得出来 这些屋子 已经很久没有人居住了 看到这样的景象 扎土朗不禁吞了吞唾沫 说道 这里不会一个村民都没有吧 唐昊朝着东边的天空看了一眼 此时 太阳刚从山坳里爬起来 脸上还是一片红彤彤的 煞是可爱 这会儿 太阳刚刚升起 正是村里做早饭的时间 我们可以找个高一点的地方 看看有没有吹烟飘起来 就能知道 这村里有没有人了 索菲亚宁了宁眉心说道 可是这村里的树木 长得过于茂密了 就算到了高处 恐怕也不容易看到吹烟吧 宫夏静一郎神秘一笑 无妨 这个问题我可以解决 说着 宫夏静一郎 便伸手往西服的里兜里一掏 竟然抓出了一只虎皮鹦鹉 这只虎皮鹦鹉毛色鲜艳 翅膀和尾巴上的斑纹 犹如虎皮一般 栩栩如生 眼睛明亮而灵动 不时转动着脑袋 好奇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 嘴巴呈现出鲜艳的黄色 微微弯曲 仿佛带着一丝笑意 众人不禁全都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唐浩有些疑惑地问道 这是你从现实世界带过来的 宫夏静一郎 嘿嘿一笑 你能带着苏扰在现实和怪谈世界之间来回穿梭 我带只鹦鹉 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吧 一听这话 苏扰顿时就是翘脸一沉 我又不是宠物 你怎么能把我和一只鹦鹉相提并论 直播间 嘿嘿 我的耳急了 好可爱啊 要我说 你就是只宠物 别不承认 楼上的 你会跟你们家宠物干那事 说不定人家真干过呢 宫夏静一郎脸上的表情瞬间僵住 他没想到自己的话竟然会误伤苏柔 连忙解释道 抱歉啊 我那只是打个比方 实际上并不是那个意思 查图朗立即附和道 苏小姐不仅容貌出众 而且聪慧过人 说你是怪谈世界的女神 也毫不为过 怎么可能会是宠物呢 而且 你和唐浩之间的感情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简直羡煞旁人啊 直播间 有目共睹这个词不准确 应该是有耳共闻 才对上个副本 谁没听过他俩制造出来的嘎吱声啊 缩扰面色一喜 睫毛青阳 还是查书说话中听 宫夏静一郎 半搓搓地向查图朗竖起了大拇指 随即轻轻抚了抚摸鹦鹉的脑袋 下达指令道 小空 去看看村里有没有吹烟飘起来 直播间 我去 小空 为什么我第一时间想到了苍老师呢 难道宫夏静一郎也是这么想的 莫不是直接将对苍老师的迷恋 移情到了这只鹦鹉身上 我们家泰迪就叫七海 小空抖动了一下羽毛 随即双腿用力一蹬 扑朗朗地飞到了众人头顶的上方 他盘旋了两圈后 正要落下 突然 一只老鹰如疾风般从云端及时而下 朝小空冲了过来 宫夏静一郎顿时就是瞳孔一缩 连忙对着小空扯开嗓子大喊 小空 快回来 要知道 这可是他在现实世界中 好不容易才培养出感情的宠物 而且 他还是一只特别聪明的鹦鹉 就指望着小空 能在这次诡异的怪谈世界里 大显身手呢 倘若就这么被老鹰给叼走了 那可就功亏一篑了 此时的小空 也已经觉察到了 正在快速朝自己逼近的老鹰 开始拼命煽动 起了翅膀 然而 尽管他已用尽了全力 速度却明显 远远慢于老鹰 毕竟小空一直是被当作 温室里的宠物来饲养 又怎能与酒精沙场 身经百战的老鹰 这类猛情相较量呢 很快 两者之间的距离 就只剩下一米之遥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 突然 一股刺骨的凛冽寒气 如箭矢般从下方击视而出 眨眼间便击中了老鹰 老鹰瞬间被冻结成兵 伴随着冬的一声 重重掉落到了地上 众人皆是心头一震 急忙扭头寻找 这股凛冽寒气的来源 当看到唐浩手中 突然多出来的法杖时 索菲亚的双眼 顿时瞪得浑原 惊讶地说道 这不是上个副本中的 那根法杖吗 你怎么会 既然已经进入了怪谈副本 唐浩也就不好再隐瞒了 毕竟迟早都要使用 法杖技能的 便开口解释道 上个副本中的法杖 确实是被收回了 我这根 是一位诡异大佬打赏给我的 打赏 扎徒朗张大的嘴巴 已经可以塞进两个鸭蛋了 怪谈世界里还能被打赏吗 苏绕挑了挑柳眉 说道 怎么不能 只要你表现足够出色 自然会有诡异大佬给你赏赐的 说着 苏绕抬起食指 朝着天空指了指 他们 可是一直在观看怪谈副本的直播 扎徒朗调皮地吐了吐舌头 我 我还是别指望了吧 我能保住小命 就已经很不错了 打赏什么的 还是算了 已经落到宫下 攻下静一郎手腕上的小空 身体还在微微颤抖着 显然还没有从刚才的惊险中缓过神来 他的小眼睛里满是惊恐 吓死宝宝了 吓死宝宝了 攻下静一郎轻轻摸了摸小空的脑袋 安慰道 没事了 小空 你刚才表现得非常棒 不愧是万里挑一的鹦鹉 小空听了 立即扬起了小脑袋 我是万里挑一 我是万里挑一 攻下静一郎随即从兜里掏出一把食物 递到了小空的嘴边 这是给你的奖励 小空立刻欢快扑扇了下翅膀 然后低头着实了起来 攻下静一郎耐心地等待小空吃完食物 才开口问道 小空 你刚才有看到吹烟吗 小空点了点头 看到了 有一处 杰森的眉心不由地微微皱了起来 疑惑地问道 只有一处吗 攻下静一郎扭头看了杰森一眼 鹦鹉是不会骗人的 除非他看错了 小空立即为自己发起了辩护 我没有看错 我没有看错 攻下静一郎轻轻揉了揉小空的脑袋 好了 快点给我带路吧 小空点点头 往前面 往前面 走了一段时间 扎图郎忍不住开口说道 真是奇怪 我们都进村这么久了 为什么还没有看到规则 难道不应该在一开始就给出规则吗 索菲亚宁没说道 刚才我们一路走来 我都有仔细观察 确实没有见到 有可能写有规则的地方 唐浩想了想说道 也许是要走到村子里的某个特定地点 或者触发特定的剧情 才会给出规则吧 攻下静一郎 不管怎样 我们还是先去有炊烟的那户人家看看吧 根据小空的指引 众人又前行了一段路 便见前方矗立着一棵巨大的樟树 这棵樟树的树干粗壮无比 估计得五六个成人张开双臂 才能合抱过来 仰头望去 树冠仿佛直插云霄 樟树的树叶茂密而翠绿 在阳光的照耀下 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仿佛一片绿色的海洋 苏扰眯起眼睛 仰头看向树顶 欣喜地说道 浩哥 你看这棵树像不像 龙猫里的那棵大张树 攻下静一郎立即浓眉一扬 脸上闪过一丝自豪的神色 没想到你也知道我们樱花国的 龙猫 苏扰 有一说一 虽然我不太喜欢樱花国 但樱花国的动漫确实很不错 像是海贼 火影 燕母之类的 我都超喜欢看 攻下静一郎和唐浩听了 不由得军事神色一尬 燕母 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作品 怎么能在这里说呢 直播间前还有几十亿观众呢 索菲亚好奇问道 海贼 火影 我倒是看过一些 但燕母却从未听说过 讲的是什么 很好看吗 苏扰立即来了兴致 这部动漫超棒的 讲的是 唐浩连忙扯了扯苏扰的胳膊 只向树梢轻呼道 快看 树顶有一只大龙猫 苏扰顿时就是一个机灵 连忙眯起眼睛看向树顶 哪儿呢 我怎么没看见 这时 林美嘉突然露出一脸亥然之色 你们看到没有 树洞里好像有具尸体 众人的视线立刻下移 集中在张树树干底部的树洞里 隐隐约约的 那里的确有一个人形的物体 攻下静义郎的目光 落在索菲亚的脸上 索菲亚 先用你的赫拉之眼看看吧 索菲亚点点头 立即将双手各伸出两根手指 抵在自己的眼角处 很快 索菲亚的瞳孔 变成了明亮的紫色 眼里波光流转 大约过了三分钟 索菲亚放下手指 眼底的紫光也逐渐消散 她转头看向唐浩和攻下静义郎 说道 树洞里共有三具尸体 都已经接近干尸状态 应该死亡时间很长了 唐浩立刻掐了掐下巴 疑惑地说 奇怪 尸体在这里晾了这么久 这里的村民 为什么不把尸体烧掉 或者掩埋呢 就这样放任不管 难道不觉得甚得慌吗 扎土朗惊恐地吞了口唾沫 声音发颤 有没有可能 这个村子早就没有人了 那护帽吹烟的人家 其实住着的是诡异 攻下静义郎 白了扎土朗一眼 先别在这里胡乱猜测 杰森 你不是法医吗 你看看那三具尸体的死因是什么 杰森舔了舔嘴唇 露出犹豫之色 这个嘛 攻下静义郎 似乎猜到了杰森在想什么 立即说道 放心 我们会陪你一起过去的 不一会儿 七人就来到了树洞跟前 素扰 索菲亚和林美嘉三位女士 都一脸不适地转过了脑袋 扎土朗则捂着口鼻 一副想看又不敢看的模样 唐浩手持法杖 神色戒备 杰森则蹲下身 开始仔细查看起 面前这具一半身子 爬出树洞的尸体 仔细观察了一会儿之后 杰森转头看向唐浩和攻下静义郎 说道 从尸体的颈部伤痕来看 他们应该是被某种很细的东西勒死的 攻下静义郎 掐了掐下巴 树洞里面还有两具尸体 要不 你也进去查看一下 杰森脸上的表情顿时就是一僵 他虽然是法医 心理素质比常人要强很多 但只身进入树洞检查尸体这种事 而且还是在怪谈世界 实在是太惊悚了 见杰森露出害怕的神色 攻下静义郎转而看向唐浩 唐浩 要不咱俩进去 把那两具尸体拖出来 唐浩心中自然是一百个不愿意的 但这很有可能是非常重要的线索 如果因为害怕就主动忽略 很可能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 便点了点头道 行 那我们先把这具卡在洞口的尸体拖出来 攻下静义郎点点头 立即站到尸体的另一侧 两人各抓住尸体的一边肩膀 稍一用力 就将尸体直接拖了出来 将尸体丢在前方的地面上后 几只油盐像是受到了惊吓 迅速从尸体空洞的眼窝里爬了出来 直播间 卧槽 这画面也太惊悚了吧 我他妈的瞬间 就感觉后背上有一只油盐在爬 我怎么感觉 这个副本会非常恐怖呢 妈呀 不敢看了怎么办 三女被吓得失声惊叫 急忙后退了好几步 唐浩站在树洞外 朝里面张望了一下 里面的光线十分幽暗 根本无法看清另外两具尸体的方位 正当唐浩犹豫 是否要从空间戒指中拿出手电筒时 攻下静义郎的手上突然亮起了一道光 唐浩扭头一看 却见攻下静义郎的手里 凭空多出了一把手电筒 唐浩的双眼瞇了瞇 你这手电筒 攻下静义郎抬起自己的左手 小纸上的尾戒闪烁着一道清亮的光辉 大家都有的空间戒指 你也别再藏着掖着了 唐浩心中了然 上次怪谈通关后 每个人都获得了1600多万惊悚币的奖励 很显然 攻下静义郎也在诡异商城里购买了空间戒指 唐浩顿时松了一口气 既然大家都有 那就不用担心被人惦记了 便也从空间戒指中拿出了手电筒 两人猫着身子进入树洞后 迅速用手电筒在洞内扫射了一圈 这间洞内有许多油盐和一些类似蜈蚣的爬虫 在光芒的震慑下迅速退缩到了树缝里 在一侧的树洞壁上靠着一具男尸 另外一具则趴在地上 是一具女尸 女尸的右手向前伸着 仿佛想要拼命从这里爬出去 女尸的旁边还有一台运动相机和一个背包 唐浩思考了一下 建议道 要不然 我们还是先把尸体放入空间戒指 出了树洞后 再把这两具尸体从空间戒指里拿出来吧 这尸体里面还不知道藏着什么虫子 要是在拖洞的时候被他们咬上一口 可不是开玩笑的 弓下静一郎深表赞同地点点头 你这个主意不错 那我来装这具男尸 你来装女尸 唐浩恩了一声 立即打开空间戒指的虚拟面板 将女尸 运动相机和背包全部拖入了空间戒指 装完尸体后 两人迅速从树洞中爬了出来 见两人双手空空 杰森不禁露出疑惑的神色 树洞里面没有尸体吗 弓下静一郎神秘一笑 看我给你们变得戏法 他正要将尸体从空间戒指里取出来时 突然 扎图朗瞪大眼睛 指向弓下静一郎的肩膀 结结巴巴地喊道 大 大 大无功 弓下静一郎下意识地就要扭头 唐浩连忙发出一声轻呼 别动 随即快速念动冰封术的咒语 然后将法杖对着弓下静一郎肩膀上的大无功 轻轻一挥 弓下静一郎瞬间感觉一股寒气 在自己的肩膀和脖梗间凝聚 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城 成功了吗 弓下静一郎有些忐忑地问道 唐浩点点头 将法杖在弓下静一郎的肩膀上轻轻一拨 随即咚的一声 一根冰蜈蜈掉落到了地上 弓下静一郎凝神去看时 只见冰队的这只蜈蜈 有普通蜈蜈的三四倍大 通体呈黑红色 看起来十分恐怖 弓下静一郎常常地呼出一口浊气 随后拍了拍唐浩的胳膊 说道 谢了 唐浩微微歪了下嘴角 随即便将那具女尸 以及运动相机和背包 从空间戒指中取出来 放在了众人面前的地面上 弓下静一郎 也连忙将男尸取出来 放在了地上 除了杰森和林美佳之外 其他人都是一脸淡然之色 在上一轮怪谈通关时 大家都分到了1600多万的惊悚币 扎图朗和索菲亚 也都仔细研究过 诡异商城里的道具 自然能够猜出 这是使用空间戒指后的效果 别发呆了 赶快检查尸体吧 弓下静一郎的提醒 让杰森回过神来 他立即蹲下身 开始仔细观察起两具尸体 而唐浩和弓下静一郎 则分别检查起了运动相机和背包 运动相机已经没电了 唐浩的空间戒指里 也没有相机电池 无奈之下 他只能遗憾地将它放回地上 弓下静一郎 则在背包里发现了一本笔记本 上面简单记录了一些行程 大致可以看出 他们三人是一个团队 共同经营着一个视频账号 主要拍摄一些探访鬼屋 灵异事件等主题的视频 在网上看到 顾原村闹鬼的传闻后 他们决定来这里 拍摄一期招林仪式的视频 以刺激不断下滑的视频流量 却没想到 他们的生命 在这里永远都画上了句号 直播间 他们这是自作自受 真的是应了那句话 No做No die 对于未知的事物 我们还是要保持敬畏之心才好 招林游戏 大家千万不要玩 上次我在学校的废弃教室 玩笔仙差点没给吓死 到现在还没缓过进来呢 现实世界有个屁的鬼 罗上 你不要在这里谣言惑众好不好 大家要相信科学 远离封建迷信 此时 杰森那边也已经有了结论 这两名树洞内的男女 也是被细无勒住脖子而死 三人的死法完全相同 攻下静一郎的双眼眯了眯 细长之物 能知道具体是什么吗 杰森拿起一根树枝 轻轻拨动着 深深嵌入女师脖梗出的一柳头发 宁论拧眉心说道 虽然这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 但从残留的痕迹来看 极有可能是被头发给勒死的 头发 众人闻言 不由得军事一正 毕竟 在大家的常识里 头发是一种相对脆弱的物体 要想用头发勒死人 难度还是相当大的 更何况 还是同时勒死三个人 林美佳促起眉心说道 有没有可能 这不是头发 而是某种奈米材料 唐浩摇了摇头 这里是怪谈事件 你不要用科学思维 来思考这里的现象 我觉得 极有可能是他们在这个树洞里 玩招魂游戏 把女鬼给招来了 苏扰立即抢着补充道 女鬼因为被打扰到 所以非常生气 就操纵她的头发 卷住三人的脖子 将他们全给勒死了 扎图朗舔了下嘴唇说道 他们仨是吃饱了撑的吗 干嘛非要在这个树洞里招魂呢 唐浩 也许是这树洞里的阴气比较重吧 索菲亚像是想到了什么 突然瞪大眼睛 眼底写满了恐惧 那个女鬼 不会就被埋在了这个树洞底下吧 攻下静一郎嘴角微扬 露出一抹细血的笑容 想要知道你这个问题的答案 其实也很简单 只要往树洞底下挖一挖 不就知道了 话音未落 攻下静一郎突然变戏法一般 拿出了一个铲子 在手中挥舞了几下 三女和扎图朗见状 不由地军事心中一紧 身体一颤 扎图朗连忙摆手 惶恐地说道 别啊 女鬼正睡得好好的 咱们还是别打扰她为好 唐浩 静一郎是在吓唬你们呢 你们还真信了呀 就在这时 杰森突然指着女士的脖子 发出一声惊恐的轻呼 头 头 头发动了 众人急忙顺着杰森手指的方向看去 只见原本缠绕在女士脖子上的头发 突然像蛇一样开始蠕动起来 很快 头发便从女士的脖子上脱落下来 其中一端宛如眼镜蛇一般 竖起了脖子 虽然头发上并没有眼睛 但奇怪的是 唐浩没有任何犹豫 迅速念动火球术的咒语 同时将法杖朝着头发轻轻抑制 只见一团炽热的火球 如同一颗燃烧的流星 从法杖顶端的黄金石上急速飞出 火球以惊人的速度 击中了头发和旁边的三具尸体 瞬间引发了一场熊熊烈火 尸体在虚域之间燃烧起来 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 与此同时 一股难闻的气味在空气中迅速弥漫开来 众人不禁都掩起了口鼻 扎吐浪惊恐地喊道 不好 他要从火里跳出来了 如果这柳头发真的冲出火焰 极有可能会直接缠绕在 七人中的某一个人的脖子上 那么 等待他的结果 也许就跟这树洞中的三位一样 命丧黄泉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林美嘉突然右手对着头发一指 大声呼喊 定 正当众人都认为林美嘉疯了的时候 令人惊奇的一幕发生了 那柳头发竟然真的像是 被点了穴道一样 静静地定格在火焰中很快 头发变红 化作了一团灰烬 见到这一幕 众人都情不自禁地长舒了一口气 攻下静一郎 转头看向林美嘉 问道 刚才那是你的天赋吗 林美嘉点了点头 嗯 我的天赋可以让诡异定身五秒 不过 每一个小时只可以使用一次 攻下静一郎 扬了下眉毛 不错 配合上唐浩的法术 或许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此时的唐浩 已经将苏扰拉到了一边 轻轻地捧起苏扰的脸颊 神情又热烈地吻了起来 他并不是故意 要在这个时候给大家撒狗粮 而是他刚才已经使用了三次法术 精神值消耗了六十点 为了保证能更从容地应对 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情况 他要抓紧时间 恢复精神值 攻下静一郎 索菲亚和扎托朗三人 对此已经习以为常 而林美嘉和杰森 则都惊讶地 下巴差点当场掉了下来 攻下静一郎 拍了拍杰森的肩膀 笑着说道 他们俩就是这样 这还算是正常的呢 等晚上睡觉的时候 你们就会知道 什么叫做离谱了 嘿嘿 扎托朗补充道 简直就是太敌附身 恨不能随时随地 无时无刻 地那个 林美嘉 杰森 眼看着燃烧的尸体逐渐叹化 索菲亚 林美嘉和扎托朗三人 都产生了一种 想要呕吐的强烈感觉 林美嘉举起手问道 请问 我们现在可以离开这里了吗 攻下静一郎 朝着唐浩拐弄嘴 那得问他们 得益于上一次的通关奖励 唐浩的精神放松效率 已经翻倍 通过亲吻 恢复精神值的速度 也就变成了每分钟十点 所以 仅仅六分钟 他就已经让自己的精神值 再次恢复到了满格状态 唐浩松开缩扰的嘴唇 柔声说了一句 谢谢然儿 我现在又充满活力了 随即扭头略带歉意地 看向众人 不好意思 让大家久等了 我们离开这里吧 攻下静一郎的嘴角歪了歪 随即将小空 从西服口袋中取出 轻轻了扶小空的脑袋后说道 小空 你继续带路吧 小空转了转小脑袋 用清脆的声音叫道 王左 在小空的引领下 众人又前行了大约五六百米 终于来到了一户人家门前 到了 到了 小空扑上着翅膀 有些兴奋地叫唤了起来 众人连忙驻足 仔细端向其眼前的房屋 房屋是一栋典型的农村平房 四周围了一圈土坯围墙 围墙的院门是关着的 透过门缝隐约可以看见 院子里种着两棵枣树 屋檐的一侧挂着一些玉米 咸鱼和腊肉等 而另一侧则堆满了柴火 此时屋顶的烟囱 虽未见吹烟升起 但从院子的整洁度来看 这里显然有人居住 宫下静一郎略做思索 便迈步走到院门前 抓住门上的铜环 用力扣机起来 并高声喊道 有人骂 如此重复了五六声 门内却没有任何回应 扎图朗不禁疑惑地问道 小空是不是记错了 宫下静一郎摇摇头 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 但应该极低 从这家院子的整洁度可以判断 里面肯定有人居住 否则院子里早就杂草丛生了 说到这里 宫下静一郎扭头看向索菲亚 索菲亚 要不还是用你的赫拉之眼看看吧 索菲亚略带歉意地回答 我的赫拉之眼 还有四十多分钟的冷却时间 现在无法使用 宫下静一郎的目光 落到了墙头上 这墙头也不算高 咱们就直接翻墙 进去瞧瞧吧 说着 宫下静一郎便迈不来到墙边 正要来个原地起跳 突然 院门嘎吱一声开了 众人连忙寻声看去 只见门后站着一个头发 已经花白的老头 老头背部威驼 脸上勾壳纵横 两个眼带大如河套 一双浑浊的眼睛 直勾勾地打亮着门外的众人 众人被这眼神盯得非常的不舒服 苏绕立即微笑着上前一步 说道 老伯 你好啊 毕竟是做空姐的 亲和力这块 还是被苏绕拿捏得死死的 苏绕接着说道 我们走了很远的路 现在已经非常渴了 可以跟你讨杯水喝吗 苏绕决定采用迂回战术 毕竟 一上来就问他 关于村子被诅咒的事情 很有可能会被老头 直接关到门外 老头眯了下眼睛 问道 你们是什么人 怎么会走到这里来的 老头的声音苍老沙哑 仿佛磨砂纸 挂在耳膜上 听起来非常的难受 苏绕连忙答道 哦 我们是结伴出来游玩的 因为在这附近迷了路 刚好看到这里有个村子 就直接走进来看看了 老头的眉心明了明 你们看不出来 这个村子有问题吗 怎么什么地方都敢进 不怕有来无回吗 宫下静一郎连忙说道 我们一路走来 感觉这个村子还挺正常的呀 难道 这里有什么问题吗 宫下静一郎故意这样说 目的就是为了套老头的话 老头却没有中他的计 从鼻孔里 呼出一口浊气后说道 你们进来吧 我去倒点水给你们喝 说着 老头直接转过身子 缓缓走进屋内 搬了个正方形的桌子 放到了院子里 又拿了四条长凳 搁在了方桌的四边 你们先坐吧 不多时 老头提着一个茶壶 和四只粗粗大碗走了出来 他将碗在桌子上摆放好后 说道 家里没有多余的碗了 就找出了这四只空碗 你们凑合着用吧 说着 老头便提起茶壶 往四只碗里搁到了一碗水 唐浩注意到 每只碗的水里 都飘着类似红散散的东西 口中不自觉地 就轻轻念诵了起了一段歌谣 红散散 白赶赶 吃完一起躺板板 躺板板 睡观观 然后一起埋杉杉 埋杉杉 哭喊喊 亲朋都来吃饭饭 吃饭饭 有散散 大家一起躺板板 宫下敬一郎 有些疑惑地扭头看向唐浩 你念的这是什么意思 唐浩凑近宫下敬一郎的耳朵 低声说道 意思是 这碗里的红蘑果 很可能有毒 咱们先别喝 说完这句话 唐浩立即打开那块视野 查看起了怪谈管理聊天群 紫百合 不得不说 龙国人真是太有才了 居然能编出 这样有趣又很写实的童谣 家竹桃 所以这碗里的红伞伞 真的有毒吗 还不如放点家竹桃呢 跟我的名字还能搭点 大嘴花 没有毒 不仅没毒 喝了这玩意儿 还能帮他们清除身上的污染 狗尾巴草 污染 大嘴花 他们从静村的那一刻起 就已经开始受到污染了 如果不及时清除 午夜时分就会迷失心智 进行互相残杀 你们不是口渴了吗 怎么不喝呀 老头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 满脸写着不悦 是怕老头子 我在你们碗里下毒吗 听到老头的这句话 唐浩立即收起那窥视野 捧起了面前大碗 苏绕连忙扯了扯唐浩的胳膊 冲他使了个眼色 示意他不要轻举妄动 唐浩嘴角微微一勾 放心吧 我不会有事的 说着便端起大碗 咕嘟咕嘟地喝了起来 喝到一半的时候 唐浩将碗叠到了苏绕跟前 然而 剩下的你来喝 苏绕看了唐浩一眼 见唐浩非常笃定地冲自己点了点头 由于片刻后 便慢慢将剩下的半碗水给喝了下去 攻下静一郎 扎土朗和索菲亚三人见状 也赶紧捧七碗喝了起来 过往的经验告诉他们 只要是唐浩做出的决定 跟着做就一定不会错 三人将碗里的水喝到一半 便把剩下的半碗放到了桌上 杰森和林美佳 犹豫地对视了一眼之后 也拿起碗喝了起来 其中 林美佳喝的是扎土朗剩下的那碗水 看着林美佳红红的唇瓣含在碗盐上 扎土朗的心里不由地泛起一阵涟漪 因为那正是他刚才喝水的位置 他不由地开始思考一个问题 这样算不算是和林美佳间接接吻了呢 见众人都喝了水 老头的眼中闪过一丝满意之色 随即准备收拾桌上的粗瓷大碗 三女见状连忙抢着将碗拿了起来 还是交给我们来收拾吧 唐浩趁机问道 老伯 这雇员村里就只有您一位村民吗 老头不慌不忙地拿起汗烟杆 将烟草装入烟斗 然后用火柴点燃 巴基吸了一口才缓缓说道 还有个丫头住在村委会里 丫头 宫下静一郎不禁皱起眉头 疑惑问道 一个女孩子家为何要独自留在这里 出去嫁人找个依靠不好吗 老头吸了口汗烟 吐出一口烟圈后才长长地叹了口气 唉 那丫头名叫春头 八年前 翠英的鬼魂作祟 将他的父母双双害死 春桃受到巨大的打击 独自一人在后山的观音庙待了十多天 就错过了离开村庄的时机 后来春桃回到村里 发现自家的房屋已在一场大火中化为灰烬 由于春桃的父亲生前是村委主任 他对村委会较为熟悉 也怀有深厚的感情 于是就选择住在了村委会 这一住就是整整八年 扎托朗扎巴了一下嘴巴 好奇地问道 老伯 当年那个什么英的鬼魂作祟的时候 您怎么不离开顾原村呢 难道不怕被打 老头平静地说道 当年我被查出了一线癌 医生说我最多只有三个月的寿命 我呢 又是光棍一条 也没什么牵挂 反正都是死 还不如夜落归根 死在自己的家里 说到这里 老头又用力地吸了一大口汗烟 然后黑黑干笑了一声 哪曾想 我这一待就是八年 癌细胞就像是睡着了一样 再没动静了 唐浩连忙追问道 八年前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您刚才说到的 翠英鬼魂作祟 又是怎么一回事 老头看了唐浩一眼 一脸凝重地说道 你们知道这些 也没有任何意义 哎 你们都还这么年轻 实在是可惜了 此时 已经将碗洗好的三女 也回到了院子里 听到老头忽然说出这样的话 他们不由地疑惑地对视一眼 苏饶忍不住开口问道 老伯 您的意思是 我们都会死在这里 老头叹了口气 八年来 凡是从外面进来的人 就没有一个能活着离开的 众人皆是脸色一变 不过很快 攻下静一郎 便轻嗽了下嗓子说道 老伯 我们跟之前那些人不一样 或许可以解除 顾原村的诅咒 让顾原村重见天日 老头将目光 移到攻下静一郎的脸上 忽然露出满嘴的黄牙 哈哈大笑起来 翠英可是恶鬼 就凭你这血肉之躯 还想制服他 简直是痴人说梦 攻下静一郎的目光 落到唐浩的脸上 唐浩 给老伯展示一下 你的闪电术吧 好让他对我们有点信心 唐浩略一沉吟 便点了点头 随即将法杖 从空间戒指里拿了出来 见唐浩的手里 凭空多出一柄 闪烁着神秘光芒的法杖 老头浑浊的双眼 不由自主地瞪到了溜原 惊讶道 这是 攻下静一郎笑着解释道 他是一位法师 不要说是八年的厉鬼 就算是道横百年的邪灵 也一样能将他 打得魂飞魄散 攻下静一郎的话 倒也不算是夸张 毕竟上个副本里的红莲 就是百年以上的邪灵 唐浩口中 唐浩猛地往前一挥法杖 闪电如离弦之剑般 从黄金石上迅速飞出 击中院门外的一棵女真树 只听砰的一声巨响 女真树瞬间爆炸开来 并窜起熊熊火焰 龙烟滚滚 直冲云霄 攻下静一郎见状 脸上露出一个满意的微笑 开口道 老伯 这下 您应该相信我们 真有解除故元村诅咒的实力了吧 老头合上嘴巴 吞了口唾沫 又重新打亮了眼中人后 说道 老头受到了委托 特地来这里帮助故元村重建天日的 老头缓缓点了点头 说道 这么多年过去了 总算是还有人没有忘记这个地方 说到这里 老头的目光变得幽远起来 仿佛坠入了回忆的长河 八年前那 翠英才刚满二十岁 是我们故元村里出了名的美人 也是大家公认的村花 那时候的翠英年轻漂亮 聪明能干 很招人喜欢 记得是大年初六的时候 翠英和村委书记的儿子春生定了亲 春生是村里唯一的师范生 毕业后就在乡里的小学教书 两个人郎才女貌 很是般配 他们准备在年底澄清 大家都替他们高兴 讲到这里 老头的汗烟已经烧完了 他不紧不慢地伸出粗糙的手 从腰间摸出一个小布袋 然后将里面的汗烟丝 轻轻捣出一些在手掌上 接着 用手指将汗烟丝 慢慢揉搓成一小团 再把它塞进那只 已经磨损得发亮的汗烟锅里 唐浩连忙拿起桌上的火柴 擦燃一根 帮老头点燃了汗烟 随着汗烟被点燃 老头深深地吸了一口 烟雾缓缓地从他的口臂中吐出 可是啊 就在那年荷花盛开的时候 谁都没想到 出了那么一件事 翠英那丫头 也不知道是不是中了什么邪 竟然和咱村的小混混顾三 在祠堂后头的小树林里 搞到了一起 听到这里 众人不禁面面相去 脸上都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 林美嘉摇了摇脑袋 说道 除非翠英的脑子坏掉了 否则他绝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 就算真的寂寞难耐 找那个春生解决问题不就好了 干嘛去找小混混呢 缩扰揉了揉下巴 猜测道 有没有可能是被那个顾三强迫的 老头巴急了一口汗烟 说道 当时大家也都是这么寻思的 不过经过仔细盘问 再加上其他看见的村民 搁一块一作证 最终断定是翠英先去勾引的顾三 扎土朗搓了搓肥嘟嘟的下巴说道 难不成 这个顾三是翠英的老乡好 又或者 这个顾三人长得特别帅 像是行走的荷尔蒙那种 老头晃了晃脑袋 说道 就我所知啊 这两人应该没啥感情纠纷 而且顾三人也长得一般 就跟 老头突然朝攻下静一郎伸手一指 就跟他差不多吧 攻下静一郎脸上的表情顿时就是一僵 没想到 好端端站着也能中上一枪 扎土朗皱了皱眉头 疑惑道 这就奇怪了 难道真是情绪上来了 随便找个人发泄一下 唐浩问道 那接下来呢 翠英和春生的婚约是不是就解除了 老头点了点头 说道 那是当然 春生他爹可是村委书记 怎么可能把这样的破鞋往家里领 那不得被村里人笑掉大牙 村委书记不仅解除了儿子和翠英的婚约 还把顾三和翠英的衣服扒了 绑在牛车上 在村里绕了好几圈 家家户户都朝他们扔泥巴 吐口水 砸鸡蛋 索扰听了 顿时气地握紧了拳头 这村委书记怎么能做出这种侵犯人权的事 就算两人真的做了不轨之事 也轮不到他来这样惩罚 唐浩 农村就是个小社会 以前像进猪龙这种事也经常发生 杰森问道 那翠英的父母知道这件事后是什么反应 老头 翠英他娘知道后气得直接昏了过去 抢救了好半天才醒过来 他爹拿了根棍子 把翠英和顾三狠狠地打了一顿 直到棍子都打断了 才丢下一句话 我没有你这个女儿 你给我滚出顾原村 滚得越远越好 唐浩问道 那后来呢 翠英怎么就变成厉鬼了呢 老头吸了口汗烟 说道 当天游戒结束后 翠英的唐姐把她接到了自己家 想着让她歇息一晚 第二天就送她去自己小姨家 避避风头 可是 谁又能想到 翠英当晚竟然偷偷从唐姐家溜了出来 跳进了唐姐家门前的荷花糖 就这么淹死了 第二天 村里的妇女像往常一样 来到荷花糖边洗衣服 突然 有人发现水底似乎有个人影 正瞪大眼睛看向自己 嘴上还挂着一抹诡异的微笑 这可把她吓得够呛 连衣服都顾不上拿 扭头就跑 后来 村长找来了几名胆大的村民 将水下的尸体捞了起来 大家这才发现 死者竟然是翠英 诡异的是 无论大家怎么努力 都无法让她的眼睛闭上 而且 不管你站在什么角度 都感觉她的目光在盯着你 实在是吓人至极 村里的老人说 翠英这是死不明目 肯定有什么冤情 但村长却不以为然 还说她 肯定是因为拉不下脸 才选择了一死了之 最后 村里出了一笔丧葬费 让翠英的父母 赶紧将女儿安葬了 或许是担心丑事传出去 翠英的父母 当天下午就在后山 随便刨了个坑 草草地将翠英埋葬了 甚至连棺材都没有 只是用一张竹席 裹着她的遗体 当天晚上 村里就发生了一件 诡异的事情 半夜时分 村民们都被一阵 奇怪的声响吵醒 那声音像是个女子 在哭泣 又像是在诉说着什么 断断续续 飘在村庄的上空 大家的心中都充满了恐惧 纷纷猜测 这是不是翠英的鬼魂在作祟 有些胆大的村民 决定出去一探究竟 他们拿着手电筒 小心翼翼地在村子里 寻找声音的来源 当他们走到荷花旁边的时候 声音突然变得格外清晰 仿佛是从水底下传来的 很快 他们就惊恐地看见 一名身着白衣的女子 从水中钻出 她的双眼护得迅速 变为血红凶狠的吼道 你们都得死 我要你们全部下来陪我 村民们吓得面如土色 转身飞奔回家中 紧闭门窗 不敢再踏出半步 村里第一个离奇死亡的人是春生 时间就在翠英下葬后的第三天 那天下着倾盆大雨 春生上完课后 便匆匆赶回家吃饭 然而 饭吃到一半时 她却突然将两只筷子 插进了自己的鼻孔 接着猛地将筷子撞向桌面 筷子如同利剑一般 直接穿透了春生的鼻子 扎图朗咕嘟一声吞了口唾沫 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竟然敢这样自杀 索菲亚 不用说 这肯定是被翠英的鬼魂附身了 索扰促起眉心说道 奇怪 为什么第一个死的人不是顾三 而是春生吗 宫下静一郎 你不能用常人的思维来思考鬼魂 也许他就是想让春生下去陪他呢 唐浩的眼神 始终没有从老头的脸上移开 接着问道 村里第二个死的人是谁 老头吐出一口烟圈 缓缓回答道 第二个死的是顾三 他是被牛活活才死的 春生死后的第三天 他去村外的河滩钓鱼 看到村里的小孩在放牛 就想上去骑一骑 那头牛起初还很温顺 驮着顾三走了一段路之后 突然像发疯了一样又蹦又跳 直接把顾三从牛背上颠了下来 这一摔可不清 顾三当场就爬不起来了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牛并没有停止攻击 而是继续对着他疯狂踩他 他先是踩爆了顾三的命根子 然后是他的肋骨 最后直接踩碎了他的喉咙 听到这里 在场的四名男士 不由得军事昆昆一警 被牛蹄踩爆 那得多疼啊 老头继续说道 这两人先后离其死亡 终于引起了村民们的警觉 在联想到之前 有人看到脆英鬼魂说的那句 你们都要死的话 一种巨大的恐惧感 如瘟疫一般 在村里迅速蔓延开来 有人开始慌慌张张地收拾家当 准备投靠别村的亲戚 以求自保 这时 村长通过广播 让村民们不要惊慌 说是已经请来了 附近龙头山上的道士 今晚就会来到村里驱邪捉鬼 为春生报仇 扎托朗急忙问道 那道士捉到鬼了吗 老头吸了一口汗烟 嘿嘿一笑 要是成功了 现在的雇员村 还会是这副样子吗 当天晚上 道士挥舞常见 口中念念有词的做法 谁知 突然间脆英的鬼魂 就上了他的身 道士的双眼 瞬间变得赤红 头发散乱 犹如沙神降临凡间一般 见人就看 逢人变刺 现场顿时一片混乱 围观的村民们拼命逃窜 一些速度快 运气好的人 成功躲回自己家中 紧闭门户 才幸免于难 但仍有十八人 不幸死在了道士的剑下 春桃的父母也在其中 最后 道士清醒了过来 面对自己亲手酿成的 十八条人命惨案 他的内心彻底绝望 当场选择了抹脖子自尽 唉 那一晚的惨状 真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啊 直播间 好家伙 全村一下就被屠杀了十八人 再加上之前的春生和顾三 那就是二十人了 这翠英的鬼魂可真是厉害啊 有没有可能 这个倒是个水货 要不然 怎么会这么轻易 就被一个新鬼给附身了 不过 从最后这个 倒是引咎自尽的行为来看 他倒是个爷们 也许 他是有能力的 只是这个翠英的怨气太重了 确实 有时候鬼的厉害程度 是和他的怨气支撑正比的 但是 他不是自己勾引顾三的吗 自己不守复道 被解除婚约和游村 这能怪别人吗 有没有可能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这个翠英是被冤枉的 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 但是这件事情 已经过去八年了 而且现在村里总共就只有两个人 怕是不太好查 老头接着说道 第二天 村民们把十八具尸体 在后山简单地埋葬了 经过头天晚上 那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 村民们对翠英的鬼魂 已经畏惧至极 这种恐惧 深深地嵌入了他们的骨髓之中 在他们的心中 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 唯有逃跑这一条路可走 于是 大家都赶在天黑之前 收拾好行李 离开了雇员村 由于请到是驱邪捉鬼 是村长和村主任想出的主意 村民们认为是他们的行为 激怒了翠英的鬼魂 所以全将怒火发泄在他们身上 在离开之前 村民们放火烧了 他们两家的房子 唐浩点了点头 这就跟春桃后来 住在村委会的情况接上了 再后来 偶尔也会有些游客 不知怎么的就闯进村子里来 可没有一个能活着出去的 慢慢的 这就变成让人谈知色 变得鬼村了 听到这儿 杰森突然开口问道 老伯 那翠英的鬼魂 为啥没伤害 你跟春桃呢 老头晃了晃脑袋说 具体啥原因 我也搞不清楚 兴许是翠英被抓去游村的时候 我跟春桃都没朝他扔东西 兴许是他觉得这村子太冷清了 就想留两个人 多少能有点人气吧 说了这么多话 老头兴许是累了 伸手揉了揉眉心 缓缓地靠在了椅背上 七人也都陷入到了沉思之中 很快 索菲亚开口打破了沉默 也就是说 我们只要找到翠英的鬼魂 并将其消灭 就能够解除这个村子的诅咒 顺利通关了 扎土朗却是柔了柔下巴说道 你们还记得通关条件二吗 只要搞清楚 顾原村遭受诅咒的原因 并在这里存活七天 就可以获得S级通关了 现在我们已经查明了 顾原村被诅咒的缘由 接下来完全可以选择消极应战 狗活七天 就能轻松拿到S级通关 这简直不要太耐思啊 唐浩宁论宁眉心说道 事情不可能这么简单 这里面还有很多疑点 其中最大的一点是 翠英根本没有理由去勾引顾三 大概率她是被冤枉的 如果不查清背后的隐情 我们就不能算真正搞清楚 顾原村遭受诅咒的原因 扎土朗砸了砸嘴 可是事情已经过去八年了 村里只剩下两个人 我们从哪里开始查呢 攻下静一郎双手轻轻一拍 在调查案件之前 我们还是先解决住宿问题吧 毕竟 我们很可能要在这里待上七天呢 说到这里 攻下静一郎的目光落在老头脸上 老伯 您家方便我们这些人留宿吗 我们可以给您一些惊悚币作为报酬 老头摇摇头 不是我不想接待你们 实在是家里太简陋了 就只有一张床 你们还是去村委会找春桃吧 那里有宿舍 攻下静一郎点了点头 那老伯 您要不要帮我们去跟春桃说一声 我怕我们这么多人贸然前去 会吓到他 老头想了想 转身进礼屋 拿了一只破旧的烟斗 交到攻下静一郎的手上 你们就拿这个去找春桃吧 他一看见这个 就会接待你们的 攻下静一郎 赶忙向老头 躬身致谢唐浩在旁边询问道 我们还不知道 老伯您的大名呢 老头摆了摆手 笑着说道 我只是个糟老头子 哪有什么大名 我叫顾兴宝 已经好多年 没有人叫过这个名字了 唐浩赶紧速色说道 我们一定会记住您的名字的 与顾兴宝道别后 众人踏上了前往村委会的路 按照顾兴宝的描述 他们没过多久 便顺利找到了村委会 村委会坐落在顾原村的北部 屁股上的涂料已经剥落 露出下面斑驳的砖石 庭院倒是整理的干净整洁 一侧有几期菜地 里面种着各种蔬菜 菜地旁边用鱼网围成了一个圈 里面养了一些鸡鸭 晾衣杆上挂着几件衣服 其中还有一套已经褪色 变形的内衣在微风中轻轻摆动 直播间 好家伙 这套内衣恐怕穿了有八年了吧 居然还没被磨破 不对 八年前的春桃应该还是个孩子 所以这套内衣应该是他近两年 从其他村民家里找出来的 照我说 这个春桃还是挺保守的 这村委会里就他一个人 还穿什么内衣啊 你可别忘了 偶尔还是会有游客 从外面闯进村子里来的呀 为了应对这种偶尔出现的情况 他肯定还是穿上内衣比较好 扎土朗揉了揉额头 犯起了难 这里房子这么多 要怎样才能找到春桃呢 苏扰柳梅一挑 不以为然地说 这有什么难的 直接喊就是了 难道还怕有诡异跳出来 把我们吃了不成 话落 苏扰便将双手拢在嘴边 扯着嗓子大喊起来 春桃 春桃 喊了大约七八声后 就见前方的一栋建筑后面 闪出一个身影 是一位扎着两根麻花辫的姑娘 身穿一套有些粘头的衣服 脚蹬一双黑色的靴子 她看上去也就二十出头的样子 长着一张鹅蛋脸 眼睛大大的 脸上有些许雀斑 但五官非常精致 如果略失之粉 倒也是个美人 姑娘的手上提着个篮子 里面装着一些蔬菜 还在不停地往下滴着水 显然 她刚才应该是去附近的池塘边洗菜了 姑娘有些疑惑地 看了一眼前方的七个人 然后问道 你们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苏扰马上弯起眼角 笑着回答道 是星宝叔让我们来找你的 让你帮我们安排一下住的地方 攻下静一郎 立即上前一步 拿出顾星宝给的那只破烟斗 这是星宝叔让我们交给你的信物 春桃接过破烟斗 仔细端向了一番 随即清点了一下脑袋 你们稍等一会儿 我把菜放到厨房 然后带你们去住的地方 说完 春桃就朝着左侧的一栋平房 快步走去原来 那里就是厨房 从厨房出来后 春桃的目光迅速落在 晾衣杆上挂着的内衣上 脸颊瞬间泛起一抹红韵 似乎想要把它取下来 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又有点难为情 稍稍犹豫了一下 春桃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 对着众人做了个请的手势 说道 你们跟我来吧 春桃一边带路 一边介绍道 由于村里风景秀丽 很多建筑还保持着百年前的风貌 所以在村子里出了那件事之前 还是常常有游客前来光顾的 为此 村里就在村委会办公楼后面 修建了一栋两层的宿舍楼 方便游客居住 唐浩有些好奇地问道 春桃姑娘 那你现在也是住在这栋宿舍楼里的吗 春桃点点头 我住在二楼最东边的那间房 说话间 众人已经来到了二楼的走廊上 走廊的右手边 共有七个房间 左手边则是一面半墙半玻璃的结构 不过 这样的设计 让走廊显得十分光亮通透 这里的房间 我差不多每隔一个星期 都会简单打扫一次 说不上有多干净整洁 但也能凑合着住了 只是被子一直放在柜子里 我没有拿出来晒过 今天阳光不错 你们最好 把被子拿出来晒晒 要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被跳蚤什么的给咬了 我可不负责哦 春桃说着 便推开了第一扇房门 房间里有一张床 一张桌子 一把椅子 一个衣柜和一盏灯 没有电视 没有空调 甚至连电扇都没有 窗户还算完整 只是沾上了一些脏东西 有些朦胧不清 扎土朗查看完房间内的布局后 挠了挠脸颊问道 晚上要是想上厕所怎么办 春桃转头 冲着扎土朗勾了下唇角说道 只能下楼去院子里的厕所了 春桃又继续领着众人 简单查看了后面的五个房间 当来到最后一间房时 春桃停了下来 他自然没有向众人 展示自己房间的义务 你们自己商量一下 住哪间房吧 我得去干活了 说着 春桃转身就要朝楼梯口的方向走去 宫下静一郎连忙问道 对了 春桃姑娘 我们的吃饭问题 能不能也请你帮忙解决一下 我们可以给你惊悚碧 春桃皱起眉头 摇了摇头说 现在村里总共就两个村民 我又出不去 要惊悚碧 可以说是一点用都没有 你们的吃饭问题 还是自己解决吧 扎土朗举了举手说道 那我们可以使用院子里的食材吗 那可不行 你们得自己去找食材 厨房我可以借给你们 但是柴火需要你们自己去准备 话一说完 春桃就迈步 直接走下了楼梯 索菲亚撅起嘴巴 轻声嘀咕道 这个春桃好凶啊 直播间 嗯 确实是好凶 唐浩摇了摇头 说道 也不能说他凶 毕竟这里跟外界无法连通 蔬菜 鸡鸭这些东西 培养起来并不容易 他的做法也能理解 林美加醋没到 那咱们要去哪里找食材啊 宫下静一郎 吃饭的问题咱们一会儿再商量 还是先把房间分一下吧 然后把被子抱出去晒晒 才是要警示 苏绕开口说道 这里总共有六个房间可供居住 我和浩哥住一间 剩下的房间 你们刚好一人一间 说着 苏绕便将目光移到了唐浩的脸上 浩哥 我们住206号房间怎么样 唐浩点点头 嗯 听你的 扎图朗随即说道 那我住205号 因为他觉得离唐浩越近 就越安全 索菲亚 那我就选择住204房间好了 林美嘉 我住203房间吧 宫下静一郎 那我就住202房间 这样一来 就只剩下201房间给杰森了 宫下静一郎双掌一拍 既然大家已经选好房间 那就先把被子拿出去晒晒吧 众人纷纷点头 随即进屋打开衣柜 将柜门打开的一瞬间 唐浩突然看见 一个信封从里面飘了出来 和苏绕对视一眼后 唐浩快速捡起信封拆开一看 不由的就是瞳孔一缩 原来 信封里面装着的镜石 一张写有规则的纸条 唐浩并没有着急 去阅读纸条上的规则 而是立即地冲上走廊 大声喊道 大家快过来一下 我找到规则了 直播间 要是再不给出规则 我都要以为 这是个诡异游戏 而非规则怪谈了 不过 这种先介绍故事背景 再给出规则的形式也挺好的 至少代入感比那些一上来 就直接出规则的副本强多了 众人很快从各自的房间出来 小跑着聚拢到唐浩身边 唐浩扬了羊手里的信封 随即大声念了起来 规则一 在故园村内 请务必只使用你叫得出名字的菜 切勿使用长相不对称的动物 规则二 每天务必喝下一碗红磨汤 规则三 白天在阳光下是安全的 请尽量避免前往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 规则四 每个房间都备有两张神秘的符纸 请务必将这两张符纸 分别贴在窗户和房门上 规则五 晚上十点到凌晨五点期间 无论发生何事 都不要离开自己的房间 规则六 若发现春桃抹了腮红 一定要坚决将它拒之门外 如果发现春桃涂了口红 则务必请它进入屋内 规则七 村内有三大禁地 分别是翠英的老宅 荷花堂 以及后山的坟地 千万不可前往这三个地方 规则八 了解真相的最佳途径 就是去询问当事人 读完这八条规则后 现场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随后唐浩开口说道 规则二应该是正确的 之前我们在顾心堡那里 都喝过红膜汤 不仅没有出现中毒的症状 反而感觉神清气爽 所以 我猜测这红膜汤 应该是能清除 我们身上的某种污染 攻下静一郎点点头 嗯 我完全同意你的分析 只是 现在有一个问题出现了 明天的红膜汤 要怎么解决呢 苏绕想了想说道 要不 我们去问问春桃 他那里说不定有红蘑菇的存货呢 扎土朗摇头道 可是 他连菜都不肯给我们吃 红蘑菇这么重要的物品 他会愿意分享给我们吗 苏绕嘟了嘟小嘴 他要是实在不给的话 那就问问他红蘑菇是在哪里采的 我们自己去采好了 唐浩点点头 行 那我们这就去问春桃 顺便把被子也拿下去晒晒吧 五分钟后 众人将被子晾晒在院子里的灌木上 然后朝着正在喂鸡鸭的春桃走去 苏绕勾起唇叫 开口说道 春桃 问你个事 之前我们在新宝叔家里 喝了一种用红蘑菇泡过的水 你知道这种红蘑菇叫什么吗 春桃微微一正 随即露出一副难以置信的神情 说道 新宝叔给你们喝了赤霞菇泡的水了 原来这红蘑菇叫赤霞菇 只是 春桃这表情 怎么看都觉得有些违和 就仿佛顾新宝给他们喝红蘑菇汤 是一件多么匪夷所思的事情一样 攻下静一郎 拧了你没心 问道 怎么 他不该给我们喝吗 春桃脸上露出些许慌乱的神色 连忙拢了夏尔盼的发丝说道 没有 我不是这个意思 唐浩开口说道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个红蘑菇汤应该能清除我们身上的污染 对不对 春桃摇摇头 我不知道 攻下静一郎谋色一尘 盯住春桃的眼睛说道 你干嘛要遮遮掩掩的 难道你盼着我们 快点死在这里不成 春桃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两步 白手说道 没 没有 我怎么会盼着你们死呢 只是 只是什么 攻下静一郎赶紧追问 春桃有些为难的说道 只是 我现在就只剩下了十朵赤霞菇 我没法分给你们 唐浩眯起双眼 分析道 也就是说 这赤霞菇对于你和新宝叔来说也是 非常难以获得的 所以你刚才听说 新宝叔给我们喝了红膜汤 才露出了那种难以置信的表情 对吗 春桃轻轻点了点头 表示默认 攻下静一郎抬了抬手说道 这样吧 我们也不像你所要赤霞菇 你只去告诉我们 去哪里可以踩到他就行了 我们可以自己去踩 春桃吞了口唾沫 眼神微微颤动 你们 确定要自己去踩吗 攻下静一郎 撇了撇嘴 不然呢 坐在这里等死吗 你要是还有点良心的话 就快点把采菇的地点告诉我们 否则的话 我们要是被逼急了 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 也不是没有可能 毕竟 规则里并没有说 不能对春桃动手 真要是把人逼急了 把春桃绑起来 再搜查一下他的房间 估计赤霞菇也就到手了 春桃轻咬了一下嘴唇 确实 兔子被逼急了 还会咬人呢 更何况是狡诈的人类 而且 对面还有四个男人 被捆绑都是小事 要是毁了自己的清白 那可救 行 我告诉你们 赤霞菇就长在后山坟地边的丰树林里 那里 很危险 你们要小心点 攻下静一郎 露出一副这还差不多的表情 随即问道 后山坟地怎么走 春桃指了指东侧的祠堂 说道 看到那座祠堂了吗 攻下静一郎点点头 看到了 春桃继续说道 祠堂东边有一条通往后山的小路 你们沿着小路一直往上走 走到一棵歪脖子松树那里 会出现一条往右的岔路 你们就转入那条岔路 往前走一段路 就能看到坟地了 切记 不要进入坟地 远远地绕着 进入坟地北边的丰栗就行了 唐浩看向春桃说道 我记得你刚才说过 丰栗里很危险 能告诉我们 那里具体会出现什么危险吗 我们也好提前做好防备 春桃舔了下嘴唇说道 那东西出现时 森林里会弥漫起浓雾 你们只需记住一点 无论听到什么 都不要回头或者回应 七人不禁相互对视了一眼 索菲亚疑惑问道 那东西到底是什么 是翠英的鬼魂吗 春桃摇摇头 不是 翠英的鬼魂在晴天时一般不会出来 那东西叫做山霄 杰森的眉心皱了皱 山霄 是那种彩色面孔的沸沸吗 唐浩摇头道 应该不是 在龙国的古老传说中 山霄是一种山怪 据说 他们可以模仿人类的语言 笑声 哭声 甚至可以模仿人类歌唱和说话的语调 杰森搓了搓下吧 所以 他会在浓雾中 在我们身后模仿出同伴的声音 好吸引我们回头 春桃点点头 是这样的 林美嘉促起眉心说道 那如果我们回头了 会怎样 春桃 你一旦回头或者回应他 就相当于和他建立了连结 那样 他就可以吃掉你的灵魂 唐浩 所以 你和星宝叔去风林里采蘑菇的时候 都没有回头或者回应他 春桃 在恶极了的时候才会攻击我们 但你们是外地人 他认为你们是入侵者 会毫不留情地攻击你们 攻下静一郎想了想说道 你们这里是一直都有山霄呢 还是翠阴暗发生后才有的 春桃回答道 是翠阴暗发生后才有的 不过 之前山上是有猴子的 星宝叔怀疑 是山上的猴子被村子里的怨气侵蚀 才变成了山霄 扎土朗缓缓点头道 也就是说 山霄并不是鬼魂 是有实体的 但是又拥有了类似鬼魂的技能 所以 他们是可以在大白天出来害人的 春桃 是这样的 问到这里 众人基本上已经了解了 想要知道的信息 攻下静一郎向春桃道了声谢 便将大家招呼到一边商量道 我提议 咱们立即出发 去后山的风林里走一趟 顺便看看 有没有什么野菜 果子之类的 要是能遇到野兔 野猪的话 就直接打了 扎土朗想了想说道 要不要留下三个人 万一那个春桃说谎了 我们也不至于全军覆没 索菲亚当即朝扎土朗 催了一口 呸呸呸 乌鸦嘴 杰森 如果春桃真的有意要害我们 那留下来的三人 反而会更加危险 你不觉得吗 扎土朗顿时一耸 吞了口唾沫道 那还是算了吧 咱们还是一起行动好了 唐浩 我倒是觉得 咱们可以先去找星宝叔 如果他能同意带我们 去采赤霞姑的话 那我们遭遇山霄的概率 肯定会小很多 攻下静一郎点头道 行 那咱们 这就去找星宝叔问问看 去往顾星宝家的途中 经过一个池塘时 扎土朗突然停下脚步问道 这个池塘 应该不是规则七里 说的那个荷花糖吧 众人朝池塘里看了看 只见糖边长了些芦苇 中间飘着些菱角 并未见到荷花 缩扰多了都小嘴 应该不是吧 扎土朗突然兴奋的搓起双手 太好了 我突然有了个大胆的想法 攻下静一郎连忙问道 什么想法 查土朗 可以让唐浩对着池塘 施展一发闪电术 如果糖里有鱼的话 必定会飘起来 这样的话 咱们今天的吃饭问题 不就解决了吗 唐浩的铜色亮了亮 不愧是热爱做饭的茶书 对获取食材的方法 也很有研究啊 行 我这就来一发闪电术 说着 唐浩便从空间戒指里取出法杖 快速念动咒语 随即猛地将法杖朝池塘里抑制 只听劈啪一声巨响 一道耀眼的闪电 从法杖前端的黄金石上积湿而出 直直地劈向池塘 池塘里的水瞬间沸腾起来 水花似箭伴随着霹里啪啦的声响 大量的鱼从堂底漂浮上来 场面甚是壮观 扎土朗的脸上 立刻绽放出一朵灿烂的菊花 他急忙趴在岸边捞起了一条大草鱼 开心地说道 好家伙 这条草鱼少说也有五斤重啊 嘿嘿 等我们从后山回来 我给大家做顿美味的烤鱼吃 就在这时 索菲亚突然指着扎土朗手里的草鱼 骇然地发出了一声轻呼大家快看 这草鱼的两只眼睛不对称 一听这话 众人连忙凑近 宁神仔细观察起扎土朗手里的那条草鱼 只见这条草鱼的左眼明显比右眼大 而且位置也偏下 更诡异的是 他不仅眼睛不对称 两侧的鱼腮也不对称 左边的那一侧 仿佛是被人硬生生地扯开了一样 查土朗像是突然抱住了燃烧的木炭一般 赶紧将鱼扔到地上 惊叫道 妈呀 这是什么鬼东西啊 唐号难难道 规则一 在雇原村内 请务必只使用你叫得出名字的菜 切勿使用长相不对称的动物 看来 这个村里存在着许多长相不对称的动物 说着 他便从旁边的竹林里捡起一根竹子 朝池塘里用力一桶 带上来一条鲫鱼 众人立即凑过来一看 发现这条鲫鱼的两只眼睛也是不对称的 几人又接连查看了十来条鱼 无一例外 全都是不对称的长相 扎图朗孤独一声咽下了一口唾沫 这雇原村里的动物 不会全都是不对称的吧 唐号摇头道 不是 我之前仔细看过春桃养的鸡鸭 它们都是正常的 弓下静一郎 妈撒着下巴说道 有没有可能 只有水里的动物是不对称的 因为翠鹰是跳进荷花塘里死的 怨气淤积在糖水之中 而这些池塘里的水又是彼此相通的 所以导致了村里所有的鱼类都发生了某种变异 唐号 要验证这个想法 其实也不难 只要打下一只鸟 看看就知道了 说着 唐号便扭过头 看向身后的一棵老槐树 目光稍作搜索 唐号就发现了树枝上的一只斑鸠 那里有一只斑鸠 我把它打下来 唐号正要从空间戒指里 拿出狙击枪 攻下静一郎 连忙伸手在唐号面前一栏 嘴角微微勾起说道 你忘了 我的天赋是可以和动物沟通 说完 攻下静一郎便迈不来到槐树底下 仰头看向上方的斑鸠 唧哩咕噜地说了一阵 不一会儿 树枝上的那只斑鸠就展开双翅 飞了下来 停在了攻下静一郎的手腕上 攻下静一郎赶紧从口袋里 掏出一些玉米粒 喂给斑鸠吃 众人趁机立刻仔细端向起这只斑鸠来 无论是眼睛 鼻孔 还是翅膀 都十分对称 索菲亚 嗯 还真如攻下猜测的那样 鸟类果然是对称的 扎土朗巴结了下 嘴巴说道 要不 咱们把这只斑鸠烤了吃吧 攻下静一郎立刻朝扎土朗翻了一个白眼 没好气地说道 我跟这只斑鸠说 想要跟他交个朋友 你倒好 一上来就说要烤了他 这只斑鸠要是能听懂人话 还不得把我祖宗十八代都问候个遍 扎土朗挠了挠自己那肥嘟嘟的脸颊 那下次再看到鸟类 你就别去搭讪了 让唐浩直接把他打下来就是了 攻下静一郎一时哑然 过了好几秒才倾咳一声 说道 走吧 我们继续去顾兴宝家 几分钟后 七人刚刚抵达顾兴宝家的院门 里面就传来一阵哀忧的声音 听起来像是从顾兴宝口中发出的 众人疑惑地对视一眼 唐浩和攻下静一郎便毫不犹豫地翻墙跳进院子 落地的瞬间 唐浩就看见顾兴宝躺在枣树下的地上 抱着腿痛苦地呻吟着 唐浩立刻转身抽开院门上的门栓 院外的五人迅速涌入 很快 七人就围到了顾兴宝身边 宝说 您怎么摔着了 唐浩关切地问道 顾兴宝面色痛苦 手指着头顶的枣树 说道 这枣树上有个鸟窝 唐浩抬头朝枣树上看去 果然有一个鸟窝 依附在三四米高的树叉间 看起来十分精巧 你们刚才离开后 我突然发现枣树下多了一只幼鸟 估摸着 他是不小心从上面的鸟窝里掉下来的 我也没多想 就把小鸟揣进兜里 然后爬上枣树 把小鸟放回了鸟窝 可是 我在吓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一脚踩空 就从上面摔了下来 哎 人老了 真的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哎呦 我这条腿怕是断了 弓下静一郎的脸色 不禁变得凝重起来 顾兴宝摔断了腿 也就意味着他 无法再带领大家 去后山踩蘑菇了 如此一来 他们在风陵里 看看宝叔的腿 杰森点点头 连忙蹲下身 小心翼翼地 卷起顾兴宝的裤腿 仔细查看起来 只见顾兴宝的右腿膝盖上 有一处明显的擦伤 伤口周围还犯着淤青 此外 右脚脚腕处 也有一片非常明显的红肿 杰森舔了舔嘴唇 露出为难的表情说道 仅仅依靠肉眼观察 很难判断里面是否受伤 这时 索菲亚突然向前迈了一步 提议道 要不 我用赫拉之眼 看看膝盖里面的情况吧 杰森顿时就是同色一亮 连忙欣喜点头道 好 索菲亚随即蹲下身来 集中精神 启动赫拉之眼 对着顾兴宝的膝盖部位 仔细查看了起来 大约过了一分钟左右 索菲亚眸中的光芒逐渐消散 他转过头 看向杰森说道 宝叔的膝盖没有问题 半月板 韧带 病骨都完好无损的 杰森欣喜地拍了一下手掌 这样的话 处理起来就相对简单了 先用双氧水 清洁宝叔膝盖上的擦伤 避免感染 然后 再用纱布包扎 保护伤口 至于脚腕的红肿 可以先进行冷敷 缓解疼痛和肿胀 之后再观察一下情况 如果没有改善 就得想其他办法了 扎图朗不禁露出 一脸无语的神情 不是吧 杰森 你是不是太愚了 你难道觉得 宝叔家里 会有双氧水和冰块吗 杰森抓了抓头发 无奈地回答 可是 这些都是标准的处理流程 林美嘉开口说道 宝叔 你家里有盐吗 用盐水 应该也是可以代替双氧水的吧 顾兴宝摇了摇头 我家里早就没有盐了 这时 唐浩突然像变戏法一样 从口袋里 掏出了双氧水和纱布 说道 真巧 我口袋里 刚好有双氧水和纱布 杰森 你赶紧拿去 给宝叔处理伤口吧 杰森惊讶得张大了嘴巴 瞬间就有了一种 膝盖发酸 想要朝唐浩跪下的冲动 厉害啊 能未雨绸缪到这种地步 不愧是大拿吉人物啊 说完 他恭敬接过双氧水和纱布 帮助顾兴宝处理起了伤口 唐浩走进屋内 拿出一个脸盆 迅速念起了冰封术的咒语 然后将法杖前端的黄金石 朝着脸盆轻轻抑制 顿时 一股冰冷的气息弥漫开来 眨眼间 脸盆内就结出了一层厚厚的冰 看到这一幕 一旁的林美佳 情不自禁地轻轻鼓起掌来 眼中波光流转 充满了对唐浩的崇拜之情 浩哥 你真的是太厉害了 双氧水 纱布 冰 一下子全都有了 苏绕见状 向林美佳投去了个警告的眼神 仿佛在说 可别想对我们家浩哥 有什么不切实际的幻想 随即 苏绕便走到唐浩面前 勾住唐浩的脖子 娇声说道 浩哥 你刚才已经用了两次法术了 要不要老帮你充充电啊 唐浩嘴角微扬 回答道 正合我意 于是 他将苏绕碧冬在枣树上 深情地吻了起来 林美佳赶紧一开目光 小嘴角的老高 都能挂上一个油壶了 处理完顾星宝的腿伤 杰森和扎土朗 一起将他扶到屋内的床上躺好 然后又做了个简单的冰袋 附在了顾星宝的脚腕上 顾星宝感激地看着众人 眼中闪烁着泪光 谢谢你们 真的 太感谢了 对了 你们又回来找我 是有什么事吗 弓下静一郎张了张口 正欲说话 唐浩忽然拉扯了一下他的胳膊 抢先说道 没什么事 我们已经在村委会那里安顿好了 特地过来跟您说一声 顾星宝点了点头 那就好 春桃那丫头 做事还是挺靠谱的 对了 宝说 我们打算去挖点野菜 能跟您借下挖野菜的工具吗 唐浩话风一转 顾星宝顿时就是一个机灵 挖什么野菜啊 我屋后就是菜地 你们想吃什么 随便摘就是了 唐浩心说 我们可是有七个人啊 估计两三顿就能把你的菜地吃空了 便连忙说道 哦 没事 我先去挖挖看 实在挖不到了 再来摘您菜地里的菜 顾星宝点了点头 那好吧 挖菜的铲子和篮子都在屋檐底下放着 你们自己去拿吧 唐浩点点头 有头看向林美佳和索菲亚 要不 你们俩留下来照顾宝叔 两人纷纷用力摇了摇头 显然 他们都更愿意跟着大伙一起 谁知道留在这屋子里 会不会发生什么诡异的事情了 还是带上比较好 唐浩点点头 行 那我们这就出发吧 众人道别顾星宝之后 便来到屋檐下 找到了两把铲子和两个篮子 既然有两个铲子和篮子 那一会儿 我们就分为两组来采摩果吧 杰森提议道 话音刚握 扎土朗便立即举手道 那我要跟唐浩一组 攻下静一郎沉生道 分什么组 不想死的话 大家就一块行动 唐浩看了眼头顶的太阳 距离头顶差不多 还有三十度角 估摸着 现在应该是上午十点钟的光景 时间还算充裕 走了大约十来分钟 众人便来到了通往后山的那条小路 这时 扎土朗突然指着天空 压低声音轻呼道 快看 那里有一只老鹰 快把他打下来 不得不说 热爱做饭的扎土朗 对食材的敏感度 确实高于常人 众人顺着扎土朗手指的方向看去 果见有一只老鹰 在高空盘旋着 不过 他距离众人非常远 唐浩摇了摇头说 这个距离太远了 而且老鹰还在盘旋 恐怕很难一枪击中 如果一枪未中 老鹰必定会受到惊吓飞走的 查土朗擦了擦嘴角流出的哈喇子 傲丧道 唉 太可惜了 成年老鹰有的重量可以达到 四五公斤呢 够咱们七个人 每每每地吃上一顿了 索菲亚的目光 落到宫下静一郎的脸上 宫下 你不是能和动物沟通吗 要不 你帮忙 把这只老鹰骗下来 宫下静一郎摇了摇头 你以为老鹰和班纠一样笨啊 哪有那么好骗的 不过 宫下静一郎掐了掐下巴 也不是没有办法 说着 宫下静一郎就伸手往兜里一摸 将虎皮鹦鹉小空掏了出来 小空 现在有个任务要交给你 宫下静一郎揉了揉小空的脑袋 随即便对着空中的老鹰指了指 你去把那只老鹰引下来 小空顿时吓得浑身一击 啊 我不去 我不去 我会没命的 宫下静一郎给唐浩使了个眼色 然后一把将小空抛向了前方的天空 小空大呼一声 宫下你大爷的 随即惊慌失措地扑腾着翅膀 快速将身体调整到平衡状态 锐利的鹰眼如同闪电一般 迅速锁定住了惊慌失措的小空 老鹰立即收起翅膀 如同一颗及时的炮弹 向着小空俯冲而去 小空本想飞回宫下静一郎的身边 可刚一转身 却惊恶地发现 刚才还站在路边的七个人 竟然如同人间蒸发一般 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哪里知道 这七人早已悄悄地 趴在了路旁的草丛中 而唐浩则已迅速架起狙击枪 将枪口瞄准了老鹰 直播间 小空太惨了 求他现在的心里隐隐面紧 静一郎也太不厚道了 都不商量一下 就直接把小空抛了出去 商量有用吗 就小空那尿性 怎么可能会同意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我觉得静一郎就该这么干 小空今生尖叫着 朝祠堂的方向拼命正式狂飞 只可惜 他平日里养尊处优 飞行速度实在难以恭维 老鹰越来越近 攻下 你的白痴 混蛋 快点救救我啊 小空大喊着 突然 砰的一声枪响 一枚子弹呼啸而过 从小空的耳畔急驰而去 小空下的直接一滩 粪便喷了出来 而在他身后一米远的地方 传来一声老鹰的惨叫 伴随着一片羽毛和鲜细的飞剑 老鹰咚的一声 跌落到了地上 扎土朗兴奋的伸手 重重地拍了一下唐浩的肩膀 打得太漂亮了 随即便从草丛中一跃而起 迅速冲过去 捡起那只重枪的老鹰 攻下静义郎 则轻轻抚摸着 一脸惊吓过度的小空 安慰道 让你受惊了 吃点面包虫压压惊吧 小空对着攻下静义郎 就是一顿骂骂咧咧 但最终 还是敌不过面包虫的诱惑 开始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唐浩快步走到扎土朗面前 问道 怎么样 这只老鹰的长相 是对称的吧 扎土朗点点头 嗯 左右完全对称 而且沉甸甸的 估计得有五公斤呢 哈哈 回去后给你们做个铁锅炖大鹰 绝对嘎嘎香 唐浩露出期待的神情 有茶书在 果然就是有口福啊 这时 苏扰突然指着地上的一株植物说道 浩哥 这个是蒲公英 是一种野菜 可以吃的 唐浩定睛凝视 只见锯齿状的绿叶中间 盛开着一朵黄色的小花 形状宛如小小的向日葵 果然是蒲公英 不过 蒲公英是否属于野菜 能否食用 唐浩就不太清楚了 毕竟 它是在城市中长大的 这些还是有点超出了它的知识范畴 茶书 一旁的索菲亚看向扎土朗 蒲公英能吃吗 这个嘛 扎土朗搓了搓下吧 我也不太清楚啊 缩扰抱起胳膊 挑眉道 怎么 不相信我说的话 我的脑子里 可是被植入了植物大百科全书的 蒲公英的叶和精 都可以作为菜食用 味道略苦 但却富含维生素C 维生素A 钾 铁等营养成分 说着 苏绕便掐起一片蒲公英的叶子 直接塞进嘴里 轻轻咀嚼了几口 然后咽了下去 唐浩心中猛的一惊 急忙上前紧紧抓住苏绕的胳膊 关切说道扰 你怎么如此鲁莽啊 吃野菜这种事情 找个小动物来尝试一下就可以了 你实在没必要这样亲身去世啊 正在一旁吃玉米粒的小空 一听这话 身体不由的就是猛的一抖 吓得连忙缩进了 弓下静一郎的西服口袋里 苏绕不以为然地微微一笑 宛如春花绽放般美丽 规则意理不是说得很清楚吗 凡是能叫得出名字的菜 都是可以吃的 我这不就能叫出他的名字吗 再说了 我都吃了这么久了 也没感觉到有什么异样 说着 苏绕还张开双臂 身姿恶魔地转了一个圈 扎土朗兴奋地拍了拍手 太好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荤素搭配了 说着 扎土朗便将老鹰的尸体放进篮子里 然后拿起铲子 开始挖起地上的蒲公鹰 苏绕又指着另一种植物说 这个是祭菜 可以做汤 也可以包饺子 可惜的是 我们这里没有面粉 唐浩神秘一笑 我空间戒指里有 等会儿回去后 我再拿出来 说完 唐浩也俯下身 开始挖起了祭菜 其他没有铲子的人 则直接用手扯起了菜叶子 七人忙碌了差不多半个小时 两个篮子里就装满了野菜 扎土朗放下篮子 擦了擦脸上的汗水 看向唐浩和宫下敬一郎说道 这篮子都装满了 拎着实在太重了 而且等会儿挖吃霞姑的时候 也没地方装了 要不 两位大佬先把这些食材 放进空间戒指里吧 既然空间戒指 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唐浩也就没什么好藏着掖着的了 便点点头 将篮子里的野菜和老鹰 放进了空间戒指中 弓下敬一郎则将另一栏野菜 收进了自己的空间戒指里 呜呼 这空间戒指可真是好用啊 扎土朗羡慕地说道 这次通关后我也要买一个 弓下敬一郎打了个响指 伸手朝着上山的道路指了指 出发 众人又继续朝上走了约十分钟 终于来到了春桃所说的 那颗歪脖子松树前 此时 已临近上午十一点 阳光逐渐炙热起来 唐浩和苏绕的身上 都渗出了一层细汗 而扎土朗更是汗流加倍 喘息声如牛 林美嘉也喘得很厉害 满脸通红 显然是平时缺乏锻炼 扎土朗大声喊着 不行了 不行了 我要休息一下 随后 他朝着歪脖子松树下的 一块大石头冲去 一屁股坐在上面 林美嘉也紧随其后 坐到了树荫下的大石头上 嗯 真舒服 要是再能来上一瓶矿泉水就好了 林美嘉闭上眼睛 常常舒出一口气 唐浩即刻从空间戒指中 取出了七瓶矿泉水 逐一分发给每个人 林美嘉接过矿泉水时 眼中一片心河璀璨 浩哥 你简直就是 我的哆啦A梦 要不是苏扰在旁边 他恐怕会立刻冲上来 给唐浩一个大大的拥抱了 宫下静一郎 喝了一口矿泉水 低声对唐浩说道 你空间戒指里的存货 可真不少啊 你现在有多少储物格呀 唐浩没有立即回答 而是反问道 你的呢 宫下静一郎 怂了下眉毛 只有初始的格数 他心里的不平衡 哦 我也才是二格 其实你六格 也已经完全够用了 宫下静一郎 露出一副不置可否的表情 就在这时 林美嘉突然发出一声尖锐的惊呼 同时像触电般蹭的一下 从石头上跳了起来 我的屁股 突然好疼 林美嘉转过身 唐浩定睛一看 亥然发现 林美嘉的屁股上 竟然趴着一只 约目有二十厘米长的大蜈蚣 这只蜈蚣通体有黑 身上覆盖着密密麻麻的细小鳞片 在阳光下闪烁着诡异的光芒 他的头部呈现出鲜艳的红色 两只触角还在不停摆动 仅仅是看上一眼 就会让人不由自主地 感到一阵头皮发麻 唐浩几乎没有丝毫犹豫 迅速地将法杖 从空间戒指中取出 口中快速念动着冰封树的咒语 然后将法杖前端的黄金石 轻轻触碰在蜈蜈身上 蜈蜈瞬间被冻结 伴随着巴搭一声 僵硬地掉落在地上 林美嘉的身体猛地一晃 静止扑倒在了唐浩的怀中 虚弱地挤出一句 浩哥 救我 随后便双眼一臂 晕厥过去 缩扰的瞳孔骤然收缩 连忙冲过来 一把将林美嘉 从唐浩的怀里扯开 放到了地上 唐浩的目光 随即落在了杰森的脸上 焦急地说道 杰森 快想想办法救救他 杰森凝了凝眉心说道 这 也只能先清洗伤口 然后把毒血吸出来了 唐浩催促道 那你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救治啊 杰森挠了挠鼻子 可是 他晕倒之前 明确表示 要让你来救他 如果我岳祖带袍了 他醒来后 肯定会责怪我的 毕竟 蜈蚣咬到的部位 还挺 那个什么的 唐浩露出一副无语的表情 你真人怎么这么周啊 人命关天的事情 你有什么好纠结的 一会儿林美嘉醒来了 你就说是我给他吸的毒就好了 苏绕顿时就是美目一宁 那怎么行呢 是谁吸的 就是谁吸的 万一林美嘉要对你以身相许 怎么办 直播间 那可太好了 你做大 林美嘉做小 不就皆大欢喜了 苏绕啊 你的格局要打开吗 好东西就是要分享的吗 你们是真行啊 日子看着就很有盘陀 此时 一个肥嘟嘟的身影 悍然走了过来 你们都别再纠结了 这个艰巨的任务 就交给我吧 是扎图朗 唐浩感激地看了扎图朗一眼 迅速从空间戒指中 取出一瓶矿泉水 递到了扎图朗的手上 先用矿泉水 给林美嘉清洗一下伤口 扎图朗用力点了点头 赶忙接过矿泉水 拧开瓶盖 将其放在一边的空地上 接着 他便手忙脚乱地 解开林美嘉的制服裤 往下一拉 唐浩 攻下静一郎和杰森三人健壮 立即将身体转了过去 而苏绕和索菲亚 则凑上前去帮忙 只见林美嘉的屁股上 有一处明显的咬伤 伤口周围已经红肿 并且呈现出诡异的紫色 两女小心翼翼地 用矿泉水轻轻冲洗着伤口 每一次冲洗 都能看到一些黑色的毒液 被冲洗出来 当一整瓶矿泉水都用完后 苏绕对扎图朗说 伤口应该差不多清洗干净了 扎叔 你可以开始吸毒血了 扎图朗点点头 立即将嘴唇紧紧贴在 林美嘉的伤口上 开始用力作了起来 直播间 我敢打包票 扎图朗这会儿 一定是在享受 别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扎叔这种 不惜让自己中毒 也要帮队友吸出毒血的精神 多伟大 扎叔展现了什么叫做 真正的勇敢和无私 这种精神 值得我们深深的敬佩和学习 翠 扎叔将嘴里的毒血吐到地上 只见吐出的毒血 呈现出暗红色 其中还夹杂着一些黑色的絮状物 看上去令人毛骨悚然 缩扰见状 立即又给扎图朗 递过去一瓶矿泉水 扎叔 快用这个输出口 扎图朗接过矿泉水 喝了一大口 然后用力晃动着头部 让水在口腔中充分流动 仿佛要将所有的毒血和不适感 都冲洗掉 说完口后 扎图朗没有丝毫停歇 继续将嘴巴贴在伤口上 用力作了起来 就这样 扎图朗连续吸了十来口毒血 已经满头大汗 两片嘴唇也肿得跟香肠似的 索菲亚观察着伤口的情况 说道 血液已经变成了鲜红色 应该不用再吸了 扎图朗一脸疲惫地说道 我也吸不动了 再吸下去 我怕自己就要被带走了 唐浩立即从诡异商城里 买了一瓶解毒丸 拿出两颗递给了苏绕 然而 把这两粒药 分别给查叔和林美佳吃一粒 苏绕点点头 连忙照做了 很快 林美佳便悠悠醒转了过来 有些茫然地问道 我是不是被蜈蚣给咬了 攻下静一郎点点头 没错 不过现在 应该已经没事了 林美佳的目光 落到唐浩的脸上 轻声说道 谢谢浩哥 唐浩连忙将扎图朗拽过来 笑着说 刚才是查叔帮你把毒血吸出来的 要谢就谢他吧 看着扎图朗那两片肿的 像香肠似的嘴唇 林美佳脸上的表情瞬间僵硬 失声叫道 啊 为什么不是浩哥 苏绕立即朝林美佳翻了个白眼 没好气地说 没有扎叔 你现在估计已经死了 查叔冒着生命危险 给你吸出毒血 嘴巴都肿成这样了 你居然还一点嫌弃的表情 林美佳自知理亏 轻咬嘴唇 冲着查图朗深深地拘了一躬 愧疚说道 对不起啊 查叔 我刚才不是那个意思 谢谢你刚才为我吸毒血 查图朗有些不好意思地抓了抓头发 笑着说 没事 没事 大家都是一个队的 互相帮助是应该的吗 由于香肠嘴的阻碍 查图朗说出来的话 有些含混不清 听着很是滑稽 不过 众人都忍住了 没有笑出声来 攻下静一郎 指了指右侧的岔路 咱们在这里耽误得也够久了 赶紧出发吧 唐浩提醒道 刚才那只蜈蜈 应该是变异蜈蜈 这附近的林子里 肯定还有这样的毒虫 接下来 大家都小心点 众人神色凝重 纷纷点头示意 然后各自走到路旁的树枝旁 掰下一根树枝 他们一边小心翼翼地向前走着 一边用树枝拍打路旁的草丛 希望能借此惊走 可能隐藏其中的毒虫猛兽 众人往前走了没多久 前方就出现了一块木牌 上面的红字已经褪色 不过依稀还能辨认出 后山公墓这四个大字 攻下静一郎的眉心紧紧骤起 看来 前面就是坟地了 忽然 一阵阴冷的风吹过 周围的树木在风中摇摆 发出沙沙的声音 仿佛有无数双眼睛在窥视着他们 林美嘉忍不住打了个喷嚏 或许是喷嚏的声音有点大 前方的树林里 传来一阵乌鸦的叫声 那叫声在寂静的山林中回荡 透着一股诡异的气息 让人毛骨悚然 这时 唐浩指了指左前方的那片林子说道 那里应该就是春桃所说的风林了吧 攻下静一郎点点头 轻声说道 应该是的 咱们这就从前面绕进去吧 大家尽量都小点声 免得吵醒了不该吵醒的东西 众人纷纷点头 放轻脚步 缓缓向左前方的风树林靠近 走进风树林 一股阴森的气息瞬间扑面来 这里的枫叶一片血红 不时还有水滴往下滴落 就仿佛是有鲜血从叶片上渗出一半 枫叶在风中摇曳 发出沙沙的声音 宛如鬼魂的低雨 让人不寒而栗 树干上布满了奇怪的抓痕 地面上也散落着一些动物的尸骨 和奇怪的石堆 越往深处走 光线就越暗 阴冷的气息也越发浓郁 众人心中的恐惧就越深 他们时刻警惕着周围的动静 生怕有什么东西突然冲出来 嗯 苏绕突然轻拍了一下唐浩的胳膊 一脸惊喜指着前方一棵枫树的树根处 轻声说道浩哥 快看 那是不是赤霞姑 唐浩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凝神一看 只见那里立着三朵小红伞 不由的就是眸色一动 连忙快步走了过去 其余人见状 也纷纷紧跟其后 大家凑近仔细看了看 终于确认了 这就是顾星宝用来泡水的那种蘑菇 脸上均露出欣喜之色 唐浩立即拿出铲子 小心翼翼地将蘑菇铲下 装进篮子里 这时 索菲亚又指着前方兴奋地喊道 大家快看 那里也有 众人顺着索菲亚手指的方向望去 不由的军事神色一震 只见那里并排生长着七八朵赤霞姑 如同赤色的精灵在微风中摇曳 杰森反应最快 立刻拿起铲子和篮子 脚步轻快地走了过去 他小心翼翼地将蘑菇铲下 装入篮子中 动作轻柔 仿佛生怕惊扰了这些大自然的馈赠 很快 众人又发现了几处赤霞姑 以最快的速度将其踩入篮中 看着快有小半蓝的赤霞姑 杰森提议道 这些蘑菇 差不多够我们接下来的六天煮汤用的了 要不 咱们见好就收 这就撤吧 唐浩点点头 嗯 那咱们顺着来时的脚印 赶紧撤退吧 众人寻着来时的足迹 前行了没一会儿 突然 周围的环境 毫无征兆地 变得朦胧起来 仿佛有一层神秘的薄纱 笼罩了整片风铃 扎土朗紧紧抓住一旁 攻下静一郎的胳膊 声音带着颤抖 起 起雾了 山霄要来了 众人的眼底 全都掠过一抹恐惧之色 紧张的气氛在人群中弥漫开来 快 攻下静一郎发出一声轻呼 大家赶紧被靠背围成一个圈 切记 一会儿无论听到身后有什么动静 都不要回头或者答应 雾气如滚滚浓烟般越来越浓 众人眼前的风树迅速变得模糊不清 继而彻底消失在了浓雾之中 四周一片灰白 当真到了伸手不见五指的程度 除此之外 林中的温度也仿佛在一瞬间骤降了许多 寒冷的气息如淋漓的冰霜 肆意倾透着众人身上的每一个毛孔 紧紧勾住唐浩胳膊的苏扰 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身体不由自主地往唐浩身上靠了靠 似乎想要从他身上获取一丝温暖 我们该怎么办 只能在这里敢等着雾散去吗 林美嘉用微微颤抖的声音问道 宫下静一郎吐出一口浊气 除了等待 恐怕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吧 毕竟 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无法看清地上的足迹了 而且 大家现在是背靠背的状态 移动起来也非常不便 现在只能希望山霄制造出的这片迷雾 不会持续太久 宫下静一郎话音刚落 突然 一阵异常的响动 从宫下静一郎的前方传来 紧紧捏住 恐惧感如潮水般涌来 瞬间将他们笼罩 那 那是什么 扎土朗的声音抖得像风中摇曳的烛火 仿佛下一秒就会熄灭 扎土朗声音刚落 突听得咚的一声闷响 宫下静一郎被撞得直接飞了起来 撞击力如汹涌的波涛 继续肆虐着 将众人全部掀翻在地上 好在唐浩之前将赤霞姑装进了空间戒指 否则 经这一撞 赤霞姑必定会全部散落到地上 一会儿若是忙着逃命 绝对不可能还有时间将他们一一捡起 静一郎 你没事吧 唐浩大声问道 刚才首当其冲的就是静一郎 唐浩有些担心他的状况 还死不了 唐浩听到身后传来静一郎的声音 仿佛是从牙缝中挤出来的一般 还夹杂着忍痛的喘息 听得出来 攻下静一郎正在忍受着疼痛 突然 唐浩的身后传来一声痛苦的惊呼 是缩扰的声音 唐浩的瞳孔猛的一缩 下意识地就要扭头看去 然而 几乎就在同时 他的心里猛地咯噔一下 不对 那不是苏绕 是山霄 唐浩用力甩了甩脑袋 随即问道 然而 你在哪里 突然 一只手不知道从旁边伸过来 紧紧地抓住了唐浩的胳膊 浩哥 我在这里 唐浩急忙顺着苏绕的手腕往上摸去 直到摸到了那熟悉的大白兔 才轻轻地嘘出了一口气 没错 这是苏绕 山霄绝不可能如此浑渊饱满 不回答 他就无法得逞 唐浩对着迷雾高声喊道 索菲亚 快点用你的赫拉之眼 看一下山霄的位置 攻下静义郎的声音 再突然在索菲亚的身后响起 好 索菲亚的话才说到一半 突然一只手伸过来 紧紧捂住了他的嘴巴 紧接着 一个声音在他耳畔急切地响起 是我 静义郎 刚才那是山霄的声音 千万不能答应 索菲亚的眼睛瞪得浑圆 脸色苍白如指 额头上冷汗层层 带他回过神来 才害怕地咽了咽口水 点了点头 直播间 这山霄也太厉害了吧 竟然连索菲亚会赫拉之眼都知道 他连索菲亚的名字都晓得 再知道一下他的能力 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吧 不过 这个困局要怎么破呢 再这样耗下去 怕是要出问题啊 临终 攻下静义郎继续对索菲亚说道 就按照山霄说的 用你的赫拉之眼 查看一下周围的状况 不过 你要首先看的不是山霄 而是唐浩 看到唐浩后 立刻和他站到一起 然后告诉他山霄的位置 他的法杖技能攻击范围比较广 说不定能击中山霄 只 索菲亚刚一开口 攻下静义郎又迅速伸手捂住了他的嘴巴 记住 只要迷雾还没散去 就千万不要答应 小心紧慎陷 总不会有错 攻下静义郎说的话 唐浩也都一字不落地听进了耳朵里 他立即将法杖从空间戒指中取了出来 同时引送起了李白的侠客形 以便索菲亚能更快地锁定自己的位置 没过多久 唐浩就感觉到自己左侧的胳膊微微一紧 一只手突然抓了上来 不要惊慌 我是索菲亚 唐浩轻咳一声 表示自己知道了 然后问道 看到山霄了吗 在四点钟方向 然而 快躲到我身后 索扰点点头 迅速一闪身 躲到唐浩身后 并抓起他后背的衣服 唐浩正准备挥动法杖 索菲亚突然发出一声轻呼 山霄移动到六点钟方向了 索扰一听 连忙直接趴在地上 唐浩快速念动冰封术的咒语 同时转动法杖 猛地指向自己的身后 之所以没有使用火球术或闪电术 是为了给自己留出一定的容错空间 万一不小心击中了队友 也还有挽回的余地 一股凛冽的冰寒气息 宛如箭矢般 从法杖的黄金石上积射而出 静止命中山霄 山霄瞬间被冻结在了一个冰河之中 索菲亚兴奋地攥紧拳头 轻呼道 Yes 打中了 很快 迷雾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拨开 在风铃间迅速散去 眼前的场景逐渐清晰起来 众人兴奋不已 忍不住欢呼起来 干得漂亮 弓下静一郎快步走来 将唐浩和索菲亚一起紧紧搂住 扎图朗一看 有美女可以抱 也赶紧冲过来 搂住了索菲亚和弓下静一郎 突然 林美嘉发出一声惊恐的轻呼 杰 杰森他怎么了 众人急忙顺着林美嘉手指的方向看去 只见杰森面朝下扑倒在地上 一动不动 弓下静一郎和唐浩交换了一个眼神 随即两人便一起快步走到杰森身边 弓下静一郎在杰森的后背上轻轻推了推 杰森 快醒醒 没有任何回应 唐浩伸手在杰森的脖梗处摸了摸 眉心可见地拧成了一个穿字 没有脉搏 杰森踏 弓下静一郎当即小心翼翼地将杰森翻了个身 只见杰森的脸上仍然保持着惊恐的表情 嘴巴大张着 面容扭曲 双眼圆睁 只是 他的眼睛里已经看不到瞳孔 完全变成了白色 唐浩眯起眼睛 如果没猜错的话 他应该是被山霄吸走了灵魂 弓下静一郎叹了口气 那就只能怪他自己定力不够 我们还是赶紧走吧 这里不宜久留 说不定还会有第二只山霄出现 唐浩点点头 正要起身 突然 杰森的身体像触电般抽出了一下 随即口中发出一阵低沉的嘶吼 仿佛是从地狱中传来的死亡之音 紧接着 杰森以一种诡异的姿势 缓缓站了起来 他的身体扭曲着 关节发出咔咔的声响 他的双手向前伸出 指甲瞬间变得又长又尖 如同锋利的爪子 嘴里流淌着白沫 混合着鲜血 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气味 杰森一步一步地 向唐浩和宫下静一郎逼近 每走一步都带着沉重的压迫感 他的眼神中充满了贪婪和冲动 让人不寒而栗 杰森变成丧尸了 赶紧解决他 攻下静一郎急切地说道 唐浩连忙点头 迅速念动火球术的咒语 同时将法杖朝着杰森轻轻一挥 只见一颗巨大的火球 从法杖的黄金石上呼啸而出 带着炽热的火焰 如同一颗燃烧的陨石 静止朝杰森飞去 火球准确地击中了杰森 瞬间爆发出耀眼的光芒 火焰迅速蔓延 舔噬着他的衣物 将他的身体包裹在一片火海之中 大家赶紧离开这片林子 唐浩一边说着 一边紧紧拉住了苏扰的手 就往前跑 索菲亚则拉起了 依然有些虚弱的林美嘉的手 扎图朗朝着攻下静一郎 伸出了求助之手 攻下 你拉我一把吧 攻下静一郎 直接扔了扎图朗一根棍子 说道 自己拄着走 几人匆匆忙忙地跑了 十来分钟的样子 终于出了林子 重新站在阳光扑洒的路边 这才长长地虚出了一口气 扎图朗撑着膝盖 巨大的喘息声 就像一个破了的风箱 林美嘉的胸口 也在快速起伏着 脸色苍白的没有一丝血色 嗯 总算是跑出来了 苏扰揉了揉胸口 心有余悸地说道 扎图朗有些担忧地问道 那个被冻住的山霄 不会再活过来吧 唐浩稍作思考 回答道 林子里的气温很低 那块冰淇码 要一整天的时间才能融化 除非山霄不需要呼吸 否则肯定是活不了的 扎图朗点点头 如是重负地说道 那就好 少一只山霄 就少一重危险 林美嘉却扭头看向林中 惊恐的神色中 带着一丝黯然 很显然 刚才杰森的死 给了他很大的冲击 索菲亚轻轻拍了拍 林美嘉的肩膀 怪谈世界就是这样 充满了危险和未知 我们随时都可能会没面 别想那么多了 咱们赶紧回村委会吧 再回村委会的途中 唐浩和宫下静一郎 顺道捡了些干柴和松果 将他们装进空间戒指中 毕竟 春桃说了 厨房可以借给他们使用 但柴火需要他们自己准备 六人回到村委会时 差不多已经是下午一点了 院子里不见春桃的身影 想来应该是回房间午睡去了 扎图朗注意到 原本晾晒在晾衣杆上的内衣 已经消失不见 不由地轻轻叹息道 看来春桃对我们的人品 还是有些不放心啊 直播间 应该是对你查图朗的人品 不太放心才对 毕竟 无论怎么看 你都像个猥琐大叔 猥琐 没有吧 胖胖的 不是挺可爱的吗 就跟乔山一样 乔山 你可别扯了 那家伙可是喜遇小王子 大宝剑男神 猥琐叫的教主 宫下静一郎拍了拍扎图朗的肩膀 行了 别想这些没用的 赶紧去做饭吧 说完 宫下静一郎 便和唐浩一起走进厨房 将野菜和干柴 从空间戒指里取了出来 扎图朗立刻开始烧水忙活了起来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一个小时后 终于品尝到了一顿美味的 寄菜饺子和铁锅炖大鹰 由于饿了大半天 再加上一直在消耗体力 这顿饭大家都吃得格外香 吃完饭 洗好碗筷 时间差不多已经是下午三点了 六人将上午晾晒的被子 收回到房间 又从抽屉里翻出符纸 分别贴在了窗户和门上 规则四 每个房间都被有两张神秘的符纸 请务必将这两张符纸 分别贴在窗户和房门上 有了这些符纸的震慑 晚上翠英的鬼魂 应该就无法进入他们的房间了 贴完符纸后 六人正准备商议 接下来该从何处调查 八年前的翠英案实 走廊镜头突然传来吱压一声 春桃的房门被拉了开来 唐浩的目光 立刻落在春桃的脸上 规则六 若发现春桃抹了腮红 必须坚决将他拒之门外 如果发现春桃涂了口红 则一定要请他进入屋内 幸运的是 此时的春桃依然是素面朝天 没有任何妆容 所以也就无需纠结 是否该请他进屋内了 见到六人站在走廊上 春桃那双气量的大眼睛 不由地阔了阔 嗯 你们采魔鬼回来了 宫下静一郎上前一步 点了点头 春桃 你们 还顺利吧 那个金发闭眼带黑矿眼镜的小伙子呢 宫下静一郎 杰森他 不小心着了山霄的道 永远留在了那里 趁着宫下静一郎和春桃说话的间隙 唐浩将扎土朗扯进了他的房间里 低声说道 查书 赶紧用你的天赋看看规则六 扎土朗抓了一下脸颊 规则六是什么来着 唐浩立即将那张写有规则的纸条 从口袋里拿了出来 并指向了规则六 我现在严重怀疑 关于春桃的这条规则会在晚上处罚 所以 咱们还是要提前做好准备比较好 免得到时候一不小心踩了嘞 扎土朗点了点头 随即发动天赋 不一会儿 扎土朗便扭头看向唐浩 说道 提示说 这条规则是错误的 错误的 唐浩揉了揉下巴 疑惑地问道 那是前半句错误 还是后半句错误 疑惑是两句都是错误的 扎土朗抓了抓头发 无奈地说 我也不知道啊 提示只说 这条规则是错误的 并没有说是 具体哪里是错误的 唐浩没有在说话 而是打开那窥视野 查看起了怪谈管理聊天群 群里正在讨论 下一个要被嘎的 会是哪位天选者 扎叔和林美佳 首当其冲 没有人注意到 唐浩和扎土朗 说的悄悄话 唐浩只好收回那窥视野 和扎土朗一起走出了房间 唐浩和扎土朗 刚走到走廊上 就听到宫下静一郎 向春桃问道 春桃姑娘 八年前翠英案发生的时候 你多大了 春桃回答道 那年我十三岁 十三岁 应该对当年的事情 有一些记忆 翠英平时在村子里的为人怎么样 有没有跟谁有什么过节 如果有人对翠英恨之入骨 那么也就有了陷害她的动机 春桃肚着小嘴想了想 然后轻轻摇了摇头 翠英姐待人都挺好的 没有跟谁有什么过节 宫下静一郎继续问道 那你们村里 还有没有别的喜欢翠英的男子 春桃摇摇头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我当时还小 对这些事情也不怎么关心 那翠英的未婚夫春生呢 有没有喜欢她的女子 春桃促眉想了想 春生哥平时基本都在乡里的小学教书 我很少能见到他 所以有没有女子喜欢他 我真的不知道 哦 对了 宫下静一郎同色一阵 连忙追问道 怎么了 我记得我爹好像提过一嘴 说春生哥有出息 很快就能当上小学的校长了 不知道这个信息有没有用 宫下静一郎一边搓着下巴 一边点头道 当然有用 对了 你还记得春生去那所小学 担任教师几年了吗 我记得好像是三年 时间并不长 唐浩的眉心不由得微微拧了您 三年就要被提拔为校长 这是不是太快了点 春桃耸了下肩膀 也许是春生哥的书教得特别好吧 宫下静一郎摇了摇头说道 当校长可不只是书教得好 就能胜任的 还需要具备良好的管理能力 沟通能力和领导能力 等多方面的素质 我有一种预感 如果能够明白 春生被提拔为校长的原因 翠英案或许会迎来重大的转机 对了 春桃姑娘 春生家的房子在哪里 我们打算过去看看 春桃露出惊讶的表情 可是 他家的房子 在村民离开的时候被烧了呀 你们去了 也查不出什么线索的 宫下静一郎 没事 死马当活马医马 反正现在也没有别的线索 春桃说了句 那好吧 便详细地讲解起了春生家的位置 宫下静一郎 跟春桃到了生谢 便转身对五人说道 那我们这就过去看看 众人点头 唐浩忽然想起什么 对春桃说道 对了 春桃姑娘 宝叔的腿摔伤了 要不 你过去看一眼吧 春桃震了一下 摔伤了 看得出来 春桃脸上的交集是真的 大概是去后山峰林采蘑菇时 顾星宝没少照顾他 唐浩点点头 简单地把顾星宝摔伤 以及他们帮忙处理腿伤的过程 说了一下 春桃的脸上 立即露出感激之色 谢谢你们啊 我现在就去做点饭 给宝叔送过去 十分钟后 六人站在了一栋 已经念慕全非房屋面前 房屋只剩断壁残垣 烧焦的痕迹随处可见 然而 从残存的结构和痕迹中 仍然可以想象出他曾经的辉煌 显然 这里曾经是一栋相当漂亮的宅院 毕竟是村长家的房子 其规模和建筑风格 在村里必定是数一数二的 攻下静义郎的目光 落在索菲亚的脸上 索菲亚 用你的赫拉之眼 先看看里面的情况 索菲亚素色点了点头 立即发动赫拉之眼 开始查看 大约过了一分钟 索菲亚扭头看向众人说道 里面并没有什么异常 可以进入 唐浩想了想 说道 对了 能看得出来 哪个是春生的房间吗 如果这里 还残留着什么有用的线索 那也一定是在春生的房间里 索菲亚掐了掐嘴唇说道 嗯 倒是有一个房间 里面有一个 还没有完全烧毁的地球仪 我觉得 那很有可能就是春生的房间 躺好点头道 那我们先去那个房间看看 扎土朗却是孤嘟一声 吞了口唾沫 有些紧张地说道 你们还记得规则三吗 白天在阳光下是安全的 请尽量避免 前往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 这房子里 应该照不到阳光吧 要不我们还是 别进去了吧 攻下静义郎 看了扎土朗一眼 诞生说道 我们动作快点 应该问题不大 你要是害怕的话 就一个人留在外面好了 扎土朗回头看了一眼身后 那是一片半人身的杂草 里面不时还传来 阵阵嘻嘻嘻嘻的声音 扎土朗揉了揉额头 算了 我还是跟大家一起进去吧 六个人小心翼翼地 踏进了院子 地面上布满了 黑色的灰烬和残破的瓦片 烧焦的树木枝干 突兀的深向天空 一阵风吹过 带起一阵灰烬 避之不及的扎土朗和林美嘉 不禁猛烈咳嗽起来 很快 六人就来到了房屋的正门前 正门在火灾中遭受了重创 原本坚固的门板变得焦黑破碎 门周围的墙壁也被熏黑 显得破败不堪 门内的光线十分昏暗 给人一种阴森的感觉 不过仍然能够看见 屋内一片狼藉的景象 地面上铺满了厚厚的灰烬 而从屋顶掉落下来的瓦片 则散落在各处 进去后往右第二间 就是春生的房间 索菲亚说道 宫下静一郎点了点头 随即从空间戒指中取出手电筒 按下开关 带头脉步走进了房间唐浩 也拿出了手电筒 她选择走在队伍的最后面 为大家电后 屋内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气味 那是烧焦的木材 布料混杂着烟尘的味道 让人感到窒息 目光所及之处 竟是被火烧过的痕迹 脚踩在灰烬上 发出一阵嘎吱嘎吱的声音 仿佛在抗议着人们的闯入 三位女生 都对进入这样的地方 感到极度厌恶 苏绕早已紧紧抓住 唐浩的胳膊 白兔被压得变了形 而她自己却浑然不觉 林美嘉扭头看向苏绕 眼中竟是羡慕的神情 苏绕注意到林美嘉的目光 冲她吐出舌头 做了个略略略的鬼脸 是这间房间吗 宫下静一郎 站在一扇没了房门的门口 回头问道 索菲亚点点头 就是这间 宫下静一郎 用手电筒的光芒 在房间内迅速扫射了一圈 房间内的家具 被烧成了黑乎乎的轮廓 只剩下模糊的形状 让人难以想象 他们曾经的模样 灰烬中露出一个球形的轮廓 隐约可以辨认出 地球仪的模样 书架的铁架子 孤零零地立在那里 上面原本摆放的书籍 早已化为灰烬 窗户上的木框和玻璃 都已经被烧化 透过窗户 可以看到 后面是一片茂密的竹林 这栋房子是做北面南的 现在差不多是下午四点钟 窗户照不进阳光 也就表明 这扇窗户是朝东的 唐浩分析道 一旦这里出现任何异常状况 最快捷的应对方式 就是进入阳光之中 然而 这个房间的位置 显然对我们不利 跳窗户的话 外面是一片茂密的竹林 如果选择往后跑 又是被阴影笼罩的狭长走廊 说着 唐浩的目光 忽然落在了屋顶上 房间的屋顶 在遭受火灾后 变得惨不忍睹 原本支撑屋顶的梁木 被烧成了黑炭 脆弱的仿佛随时会断裂 瓦片也有四分之一 掉落在房间的地上 既然已经来了 就别想太多 先专心找线索吧 攻下静一郎 边说边迈步走进房间 开始在瓦砾和灰烬中 仔细搜寻起来 其他五人见状 也连忙走进房间 查找了起来 众人仔细搜寻了 五六分钟的样子 苏绕突然发出了一声轻呼 嗯 这是什么 众人寻声望去 只见苏绕跟前的瓦砾下面 有一个圆形的物体 苏绕拿铲子轻轻一敲 一声清脆的金属鹰 立即在空气中荡漾开来 唐浩连忙走过去 将圆形金属物拿了起来 然后抹掉上面的灰烬 仔细一看 原来是一个怀表 唐浩按下怀表上的按钮 表盖随即弹开 只见表盖的后面 藏着一张照片 照片里是一位 年轻女性的半身像 她身着蕾丝长裙 戴着珍珠项链和耳环 苏绕促起眉心问道 这就是 翠英吗 唐浩摇头回答道 应该不是 翠英只是一个村姑 恐怕不会这么时尚 扎土朗忽然一拍大腿 兴奋说道 我去 这不就破案了吗 肯定是春生这小子 又看上了这个怀表照片上的女人 但是又没办法取消 和翠英的婚约 就动了歪心思 用了某种见不得人的手段 害得翠英身败名裂 最后羞愤头堂而死 攻下静一郎 捏了捏下巴 说道 现在仅凭着这张照片 还不好得出这样的结论 不过 咱们这趟也算没白来 一会儿回去后 问问春桃或者宝叔 说不定他们认识照片上的女人呢 唐浩点点头 此地不宜久留 咱们赶紧出去吧 众人刚要抬脚迈步 突然 房间的角落里 传来一阵嘻嘻嘻嘻的声音 只见七八条半米 来场的类似油盐的大虫 突然从房间角落的洞里钻了出来 这些大虫通体有黑 身体两侧布满密密麻麻的戏足 让人看了 不禁泛起一阵鸡皮疙瘩 他们的身上 散发着幽蓝的光芒 触角快速地摆动着 仿佛在探查着六人的情况 扎图朗刚要冲向门口 却骇然发现 门外的走廊上 不知何时 也多了七八只同样的大虫 他们全都摆动着触角 快速朝六人逼近 唐浩 快用火球术 攻下静一郎 发出一声轻呼 唐浩谋色一领 立即从空间戒指中抽出法杖 口中快速念动火球术咒语 然后猛地挥动法杖 只不过 唐浩挥动法杖的方向 并不是这些大虫 而是头顶西侧墙壁 和屋顶交界的地方 火球飞出的一瞬间 唐浩立即又念动护盾术的咒语 随着轰的一声巨响 墙壁和屋顶交界处 被火球轰裂 瓦片纷纷落下 三女及扎土朗 都不禁闭上眼睛 发出惊恐的尖叫 然而 很快他们就觉察到 头顶并没有传来剧痛 不由得慢慢睁开眼睛 这才发现 头顶是一片金色的护盾 此时 随着半面墙的倒塌 阳光倾泻进屋内 照在大虫的身上 仿佛烙铁般 在他们身上 灼起阵阵青烟 这些大虫滋滋惨叫着 迅速钻入了墙角的洞里 六人迅速闪出屋子 站在屋外的院子里 稍作商议 便决定立刻前往顾星宝家 如果春桃也在那里的话 就可以让他们两人 一同辨认一下 怀表照片上的那个女人 幸运的是 六人的运气着实不错 当他们走进 顾星宝家的院子时 春桃恰巧提着一个篮子 从屋里走了出来 见到六人 春桃露出惊讶的表情 你们去过春生家了 唐浩点点头 迅速将怀表从兜里拿出来 打开盖子 递到春桃面前 问道 春桃 你认不认识 这张照片里的女人 春桃宁神仔细看了好几秒钟 才轻轻摇了摇头 不认识 宫下静一郎 眉头微皱 你再仔细想想 这个女人 或许八年前来过你们雇员村 春桃仔细回想了一会儿 还是轻轻摇了摇头 确实没有什么印象 这怀表是从春生家找到的 唐浩点了点头 对 准确来说 是在春生的房间里找到的 春生的房间里吗 春桃轻咬了一下嘴唇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苏绕 毕竟已经过去了八年 那时候春桃还小 不记得也是正常的 我们还是去问问宝叔吧 唐浩点点头 随即迈步走进了屋内 看到唐浩走进来 顾星宝下意识地 就要从床上坐起来 唐浩见状 赶忙上前扶住顾星宝的肩膀 宝说 您不用起来 躺着就行 对了宝说 我们刚才在春生的房间里 找到了一块怀表 怀表里有一张女人的照片 您看看有没有见过这个女人 顾星宝露出些许疑惑 结果怀表说道 春生家的房子 不是被烧成灰烬了吗 唐浩解释道 大概是因为这怀表 是金属制成的吧 没那么容易被烧坏 顾星宝没有再说话 而是专注地凝视起了 照片里的那个女人 屋内的灯光有些昏暗 宫下静一郎 立刻打开手电筒 将光线照在怀表上 看了约莫两三分钟的样子 顾星宝的嘴唇微动了动 像是自言自语般地说道 这女人 我的确好像在哪里见过 到底是在哪里呢 唐浩的眸中 燃起一丝希望的火花 宝叔 您别着急 慢慢想 众人又耐心地 等待了两三分钟 突然 宝叔用了一拍床颜 兴奋地喊道 想起来了 这女人 我确实见过一次 记得那天 我干完农活从地里回来 经过村口时 看到一辆黑色的轿车 停了下来 小轿车这玩意儿 在我们农村 可算是个稀罕物 我就忍不住多瞅了几眼 心里还在想 会是哪个大人物 从车里下来 没想到 从车里下来的 竟是春生 春生下车的时候 我特意看了看 驾驶座上的司机 没想到开车的 竟然是个女人 而且是个 长得极其漂亮的美人 就是照片上的模样 我有些好奇地问春生 这女人是谁 春生说是他们 学校的音乐老师 因为刚好顺路 就烧了她一城 我当时也没多想 没想到 春生这小子 还真和她有一腿 攻下静一郎和唐浩 相互对视了一眼 心中都有了 同样的想法 一个开着小轿车的音乐老师 不用说 她的家庭 大概率是非富即贵的 如果这个女人 看上了春生 再动用一些关系 将她提拔为学校的校长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在如此巨大利益的诱惑之下 春生想要抛弃翠英 也是在所难免 但是由于死板的婚约 无法被破除 于是便动了 陷害翠英的念头 虽然目前还没有 确凿的证据 但至少在动机上 已经能够解释得通了 唐浩接着问道 宝说 那您了解 这个女人的父亲 是做什么的吗 顾星宝摇了摇头回答道 那我就不太清楚了 唐浩点了点头 看了一眼窗外 那即将没入山间的夕阳 于是告辞道 谢谢宝说 您提供的信息 对我们来说非常有价值 太阳快落山了 我们得赶紧回村委会了 在回村委会的路上 唐浩想起规则六 便开口对众人说道 有件事忘记和大家说了 之前我让扎叔 用天赋查看了一下规则六 结果是错误的 林美嘉皱了皱眉头说道 规则六 就是春桃抹腮红 不能让他进屋 抹了口红 必须让他进屋那条吗 唐浩点头道 没错 就是这条 我估摸着天黑之后 这条规则很可能会被触罚 索菲亚想了想说道 既然这条规则是错误的 那是不是意味着 春桃抹腮红 必须让他进屋 而抹了口红 则要将他拒之门外 扎土朗砸了砸嘴 提示指说 这条规则是错误的 并没有说具体是哪个部分错误 也不排除 不管抹腮红还是口红 都要拒之门外的可能 林美佳 看来 你这天赋需要升级了 像这样给了提示 跟没给一样 攻下静一郎的目光 落到唐浩的脸上 你的天赋派不上用场吗 如果唐浩的天赋是无限推演 那应该很容易推演出 这条规则具体哪个部分 是错误的才对 唐浩摇了摇头 我试了一下 目前还是无解 攻下静一郎摸了摸下巴 暂时无解 看来唐浩的天赋 还需要一些特定的条件 那你一旦有解了 记得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唐浩点了点头 这是自然 攻下静一郎继续说道 那我们就先按照 春桃抹腮红让他进屋 抹口红不让他进屋子的方法来应对吧 回到村委会后 众人立即奔向厨房 煮了一顿美味的寄菜饺子 但吃完饺子 天色已变得有些灰蒙蒙 眼看着夜幕即将降临 唐浩提醒大家赶紧去上个厕所 然后给每人发了一个空的矿泉水瓶 这些矿泉水瓶 是白天大家喝完后 唐浩特意存进空间戒指里的 三女有些面面相去的对望了一眼 显然 就这矿泉水瓶的瓶口而言 实在是有点小 兜不住 唐浩顿时秒懂 略意思索 便去厨房拿了一把剪刀 将他们瓶子的瓶口都剪掉一截 这样应该就差不多了 扎土朗揉了揉鼻子说道 可是 万一晚上要上大号怎么办 唐浩耸了耸肩膀说道 那我也无能为力了 实在不行 你就直接拉在房间里好了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晚上九点五十分 还有十分钟就到晚上十点了 根据规则五的规定 晚上十点到凌晨五点这段时间 是绝对不能离开自己的房间的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 这条规则几乎百分之一百是正确的 最好是在十点之前 找到关于春桃那条规则的答案 否则十点一过 就算想要将答案告诉队友们 也无法实现 唐浩再次开启那窥视野 查看起了怪谈管理聊天群 比安花 过会儿 关于春桃的那条规则 应该就要触发了吧 好期待啊 长了虎牙的西红柿 你们猜春桃会去敲响谁的房门 家竹桃 肯定不会是唐浩 他有苏扰陪着 春桃应该不会去自讨没趣 满天星 嗯 我觉得他应该会去找宫夏静一郎 比安花 宫夏静一郎太冷静了 我觉得春桃应该不会去敲他的门 失败的概率太高了 狗尾八草 嗯 我觉得扎土朗 林美嘉和索菲亚 这三个人的可能性最大 家竹桃 不是吧 你怎么会觉得 春桃会去找林美嘉和索菲亚呢 他们可都是女生啊 狗尾八草 女生怎么了 女生跟女生就不能那个了吗 看到这里 唐浩心中似乎有所领悟 他双眼微眯 透出一道锐利的光芒 随即快速打开房门 冲向走廊 急速地敲响了队友们的房门 宫夏静一郎 扎土朗 索菲亚 林美嘉四人 闻声立即打开房门 五人在走廊上围成一圈 唐浩快速地看了一眼春桃的房门 确认春桃没有出来后 压低声音快速说道 等会儿 如果春桃来找我们 可能会对我们进行 色诱 无论如何 一定不能让他进房间 否则 你们懂吧 你们女生也不能掉以轻心 春桃应该是男女通斥 众人均是素色一点头 扎土朗不知道在想什么 侯杰可见地滚动了一下 攻下静一郎见状 一掌拍在扎土朗的胸口 扎说 咱们以后有的是女人 今晚可不能犯糊涂 知道吗 扎土朗赶紧用力点头 知道 回到房间 唐浩以最快的速度 关上了房门 此时 苏饶已经换上了一套性感的情趣内衣 哎 又到交公粮的时候了 然而 就在公粮交至一半时 窗外的天空中 扑然划过一道耀眼的银蛇 瞬间将房间照得亮如白昼 紧接着 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 连玻璃窗户都被震得哗哗作响 正在侧马奔腾的苏扰 吓得连忙往下一趴 紧紧搂住了唐浩的脖子 唐浩揉了揉苏扰的后背 别害怕 就是打雷了而言 唐浩一边说 一边扭头看向窗外 互见一个披头散发的白衣女子 紧贴着窗户 瞪着一双黑洞洞的眼睛 凝视着自己 卧槽 唐浩顿时就一个机灵 正要伸手去拿空间戒指里的法杖 贴在窗户上的符纸 突然发出一道金光 白衣女鬼仿佛非常害怕这道金光 瞬间消失在了窗外 浩哥 你看到了吗 索扰一脸惊恐 唐浩呼出一口浊气 点了点头 看到了 那很可能是翠鹰的鬼魂 还好窗户上贴了符纸 索扰狡狭一笑 立即便把小脑袋往被子里一钻 很快 大雨便倾盘下 哗啦啦的雨声充斥在耳旁 就在唐浩和索扰打的震撼时 走廊上忽然传来吱压的一声轻响 207号房间的门缓缓被推开 春桃手提一盏油灯 身着一件单薄的棉质睡衣 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他的睡衣下面空荡荡的 每走一步都能带起一阵轻微的波动 借助微弱的油灯光线 可以看到春桃的嘴唇上 涂着一层鲜艳的樱桃红 使他的双唇看起来娇艳欲低 令人见了 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要咬上一口 外面的风声与声 夹杂着可怕的雷电声 这使得春桃的脚步声完全被掩盖 很快 春桃就站在了205号房间的门外 里面住的正是扎土朗 砰砰砰 春桃敲响了房门 此时的查土朗并没有入眠 突然听到敲门声 他全身就像过电一样 猛地打了个寒颤 不好 肯定是春桃来找我了 他要对我进行色诱 要嘎我 怎么办 怎么办 扎土朗抓着自己的头发 在房间里开始焦急地来回踱步 查书 快开门啊 春桃的声音默得响了起来 奇怪的是 这声音不像是从门外传来的 倒像是直接在查土朗的耳边响起 扎土朗的脊背上 顿时仿佛有一条冰冷的蛇爬过般 让他毛骨悚然 他立即伸手紧紧捂住耳朵 嘴里念叨着 我没听见 我没听见 我现在已经睡着了 所以春桃敲门我不知道 不知者不醉 我会没事的 就在这时 门锁上突然传来咔哒一声轻响 紧接着便是吱压一声 房门 竟然被春桃直接推了开来